觉醒一世上,当众人都在嘲笑江浩、SSS及天赋,觉醒出了鼓者这个被人嫌弃是废物能力时。 江浩觉醒了武神系统,并且学会了神级武学。 第一,武神系统已开启,正在绑定宿主。 恭喜宿主,学习神级内功,斗转心仪。 恭喜宿主,学会神级武学,降龙十八掌。 恭喜宿主,学习神级武学,凌波威部,江浩带领人族走路星际,诸天万族震荡。 第一章,神级系统。 觉醒一世马上开始了,也不知道我能觉醒出什么能力,希望是体能者。 我看过体能者战斗,那感觉简直太爽了。 噗,就你这小身板还体能者呢? 你能成为变异者或者灵能者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变异者,灵能者也行呀,只要不是最没用的鼓舞者就好。 听着同学们的议论声,江浩摇了摇头。 三百年前,一颗陨石撞击在了蓝星上,蓝星一夜之间所有动植物都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从那天开始,人族开始受到这些动植物攻击,很多城市都被摧毁了,人族死伤惨重。 这个时候,觉醒者在人类中诞生了,并且发现击杀这些怪物或者怪异植物都会增加他们的实力。 人类渐渐适应了灵气复苏,从而开始学着掌握这些力量。 每个人只要到了18岁,就可以进行觉醒,成为觉醒者。 所有人安静,觉醒仪式现在开始。 就在这时,主席台上的教导主任开口了。 众人文言,顿时安静下来,一个个站好队,等待着仪式开始。 第一个,白羊。 很快,队伍中一位长相俊朗的青年走了出来。 众人的目光落在了白羊的身上,白羊潇洒地向众人挥手示意。 很快便来到前方,随即白羊一脸自信地站在了祭坛上。 顿时一道白光落下,将白羊笼罩在了其中。 下一秒,一道赤红色的光芒自林苏苏身上升腾而起。 周围的空气瞬间变得炙热起来。 白羊,S级战斗类觉醒者,火系灵能者。 教导主任,宣布了白羊的觉醒结果。 天啊,既然是S级战斗类的觉醒者,还是火系灵能者,真是太厉害了。 嘖嘖嘖,白羊不仅长得帅,还觉醒了这样的天赋,真让人羡慕。 这下白羊妥了,S级战斗类觉醒者虽然不算顶尖,但凭借火系灵能者的身份,绝对能上十大名校了。 众人一脸羡慕地看着白羊,恨不得此刻站在祭坛上的是自己。 江浩也有些意外地看着白羊,没想到白羊这种顽固子弟竟然觉醒出S级天赋,以后成就绝对不会落到哪去。 在这个世界上,觉醒者有四大种类。 分别是,擅长战斗的战斗类,这类觉醒者实力最强,处于主导地位,也是人们最向往的种类,毕竟强者为尊。 负责生活的生活类,这类觉醒者没有超凡的战斗力,但在某些领域同样有过人之处,小到重地农民、厨师、大到公司白领、精灵。 不可或缺的辅助类,它们的能力主要用于帮助队友提升战斗力、治疗等,是团队中不可缺少的存在。 最为珍贵的强化类,与生活类觉醒者差不多,没有什么战斗力,不过却拥有制造、提升武器等能力。 可以说,强化类觉醒者,不仅是最珍贵的,更是最富有的。 只可惜,这类觉醒者太过稀少,每出现一位都会受到大势力的疯狂争抢。 而除了这个之外,还分品阶,从S级到SS级。 至于能力只有五种,分别是拥有强大体魄,例如金刚不坏的体能者。 可以变身成动物的变异者,以及可以操控元素的灵能者,和可以强化武器的强化者。 外加可以学习武功的鼓舞者。 白羊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下,走下了祭坛,回到了人群之中。 不少学生立即围了上来,口中尽是对白羊的奉承,对此白羊露出了受用的神色。 觉醒一世依旧在继续,只是很多人的成绩都不太理想。 陈亮,一级生活类觉醒者,泰迪变异者。 包青帝,F级辅助类觉醒者,木系灵能者。 下一个,江浩。 就在江浩等得快要睡着了的时候,教导主任终于叫到了他的名字。 江浩一击灵,连忙来到了主席台前,对着教导主任,他们行了一礼,随即站在了一旁的祭坛上。 同样是一道白光落下,将江浩笼罩在了其中。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江浩,SSS级战斗类觉醒者,鼓舞者。 春水高中操场上,教导主任皱着眉头,宣布出了测试结果。 后方顿时一片寂静。 我靠,怎么会这样? 这一下江浩废了,最强天赋竟然配上最废职业。 这算不算天度英才,SSS级天赋。 但凡配上别的职业,都能上五大书院,偏偏配了个最废的职业。 别说五大书院了,就连十大名校都上不去了。 短暂的寂静后,众人纷纷议论起来。 也都惋惜地摇了摇头,原本他们对江浩的期待还挺高的, 结果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 江浩的天赋确实没有让人失望,可觉醒的能力却让人失望。 鼓舞者在灵气复苏的初期,还算勉强可以。 可后来,人们发现,鼓舞者太鸡肋了。 能力单一不说,想要提升就必须学习武功。 可就算学了武功,战斗力也不如体能者,便被称为最废的职业之一。 众人看着江浩一脸茫然地站在祭坛上,不由摇了摇头。 人感觉很正常,毕竟这种事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 但众人不知道的是,此刻江浩的内心宛如掀起了惊涛骇浪。 第一,武神系统绑定成功,奖励神级天赋、悟性、柱, 只要是宿主学习的武学都可以一学就会。 脑海中突然响起的机械音,将江浩拉回了现实。 什么情况?江浩有些错愕。 自己这是如同小说主角那般,获得了系统。 恭喜宿主觉醒成功,成为了鼓舞者, 奖励新手大礼包成衣,已经放在系统空间了, 请宿主注意查收。 警告,禁止向外人泄露本系统的信息, 否则会受到系统抹杀。 江浩心中一灵,竟然还有警告。 不过他并不在意,系统等同于外挂, 更等同于他的未来,他自然不会随便泄露出去的。 不等他消化掉这些信息呢,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面板。 姓名,江浩。 能力,鼓舞者。 等级,灵阶。 天赋。 神,悟性。 内功,无。 武学,无。 看着自己的信息面板, 江浩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他的天赋竟然真的从F级变成了神级。 这说出去,谁敢相信? 尽管他不清楚, 神级比SSS级究竟强了多少, 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比SSS级强。 果然,天无绝人之路。 此刻,江浩迫不及待想要找个安静点的地方, 查看一下自己的能力, 顺便把新手礼包领取了。 对于所谓的新手礼包, 他还是很期待的。 江浩对队教导主任, 他们行了一礼, 转身回到了队伍之中。 第二章,龙步与蛇居。 下一个, 许晴。 只见一名面容娇好, 浑身洋溢青春活力的女子来到了最前方。 江浩目光头去, 许晴是她的女朋友。 其实以江浩的能力, 本可以靠更好的高中, 但没办法, 许晴的学习不行, 江浩只好跟着她一起来到了春水高中。 江浩目送许晴走上了祭坛, 顿时一道白光笼罩在了许晴的身上。 紧接着, 一股冰冷气息自祭坛上释放出来, 周围迅速出现了冰霜, 可怕的寒气更是将整个祭坛都笼罩在其中, 让人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吼。 就在这时, 恐怖的受吼声传出, 吼声中带着一股无以言表的威压, 这股威压仿佛来自于灵魂。 许晴, A级战斗类觉醒者, 三爪冰龙变异者。 一旁教导主任忍不住惊呼出声。 花! 现场瞬间哗然。 竟然是龙? 别管吉爪, 也别管是东方神龙还是西方神龙, 凡是跟龙有关的都是强大的代名词。 虽然天赋只是A级, 但配上三爪冰龙足以堪比S级天赋的觉醒者了。 可以想象, 以许晴的天赋, 上识大名校绝对没问题。 想到这里, 众人看向许晴的目光更加充满了羡慕。 主席台上的老师们激动不已, 三爪冰龙出现的那一刻, 他们就知道春水高中火了。 江浩也没想到许晴天赋竟然这么恐怖, 心里说不羡慕那是假的, 不过更多的还是替许晴开心。 在众人震惊之际, 祭坛周围的寒气散去露出了一条仪仗左右, 秀气的蓝色东方神龙。 众人瞪大了眼睛, 各个学校变异者不少, 可能够变身成东方神龙的却少之又少。 别说他们龙城了, 就算整个龙国都是屈之可数的。 许晴恢复了人形, 一脸得意的环视众人。 他都没想到, 自己的天赋与能力竟然这么出众。 当看到江浩的那一刻, 许晴眸子深处闪过一抹莫名的味道。 见到其他人陆续觉醒成功, 江浩不准备继续看下去, 他打算找个没人的地方, 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系统。 只是刚走进教学楼, 他便被一位五官精致, 面容娇好, 梳着马尾变的女生拦了下来。 看到来人, 江浩的神色缓和了一些, 江浩想要去拉许晴的手, 不过却被许晴给躲开了。 许晴淡淡地瞥了一眼江浩, 江浩, 咱们分手吧。 许晴, 你说什么? 江浩难以置信地看着许晴, 不敢相信刚才的话是从许晴口中说出来的。 高中三年, 许晴的学费, 生活费都是他给拿的。 甚至为了给许晴换手机, 自己连续一个月吃泡面。 结果到头来, 竟然换来了一句分手。 这一刻, 江浩感觉无比讽刺。 他与许晴是中学同学兼同桌, 他家境一般, 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许晴的情况比他好一些, 可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 他又是女孩, 所以在家里并不受重视。 或许是因为两人都无比孤单, 久而久之, 两人便产生了感情。 最终在初三放假的时候, 确认了关系。 以他的能力, 原本还可以考上更好的学校。 可因为许晴的能力不行, 这才跟着许晴一起来到了春水高中。 本来他还以为能跟许晴白头偕老呢? 但现在, 为什么? 虽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可江浩还是忍不住询问。 为什么你不知道吗? 你个觉醒废物。 有什么脸面在这里问为什么? 就在这时, 一名青年从拐角处走了出来, 并且一把搂住了许晴的腰, 一脸厌恶地看着江浩。 不过既然你想知道, 我不妨告诉你, 因为我能给许晴更好的资源, 能让许晴上更好的学校, 比你这个只知道学习的废物强多了。 这回你满意了吗? 废物? 白羊? 看到白羊竟然从拐角处走了出来, 春水高中第一公子哥,有名的富二代。 最重要的是,品行不端, 高中三年, 曾让五位女同学打胎, 事后赔偿一些钱, 就不了了之了。 江浩, 所谓龙不语蛇居, 蓬不语鸟妻, 我这等天资, 以后必定要奥利于整个龙国, 甚至全世界之上, 成为一代女王。 而你, 虽然天赋惊人, 却觉醒出了古物者这种废物能力, 注定沦落为普通人, 只会拖累我。 面对许晴如此决绝地分手, 江浩也不再挽留, 不过他对许晴还有一丝感情。 许晴, 你如果因为我的天赋, 能力跟我分手, 我能理解, 但你有必要跟白杨吗? 白杨是什么人, 你不清楚吗? 白杨一脸冷笑地看着江浩, 眼神中充满了不屑。 江浩你现在跟我说话最好注意点, 你还当自己是春水高中的第一学霸呢? 信不信我让人弄死你?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弄死我的? 江浩笑着点了点头, 随即毛子突然变冷, 直接一脚踹了过去。 本来他就因为许晴与自己分手心情不好, 结果这家伙竟然还敢过来挑衅, 这让他如何能忍? 碰! 猝不及防之下, 白杨被踹得连连后退。 一旁的许晴被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 江浩竟然真的会出手。 而且还这么果断, 最重要的是, 他竟然都没拦住。 你敢打我? 白杨脸色一沉, 手掌抬起, 顿时一团火球, 出现在了掌心之中。 江浩目光冰冷地看着白杨, 怎么? 你想动手? 好啊! 那看看是你的S级天赋强, 还是我的天赋强? 白杨被江浩的目光给吓了一跳, 虽然不愿意承认, 比天赋的话, 整个春水高中都没有一个人比江浩天赋强的。 不过他也不拒, 他们现在都是灵阶, 等他们成长起来后, 就算江浩的天赋再强, 也会被鼓舞者的能力所拖累。 白杨! 许晴拦住了白杨, 随即一脸失望地看着江浩。 江浩, 没想到你竟然变成了这样, 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以后咱们不要联系了, 他当初跟江浩恋爱, 就是看在他有潜力。 想着, 如果自己没有觉醒出强大的能力, 还可以绑上江浩这条大腿。 如今看来已经没必要了, 白杨的品性他不是不知道, 不过他有办法能捏住白杨。 听到了吗废物, 以后别再打扰许晴了,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说着, 白杨搂着许晴离开了, 路过江浩的身边事, 更是故意撞向江浩, 想要将江浩撞到。 只可惜, 他太高估自己了, 就算江浩的能力是鼓舞者, 可肉身也比他一个灵能者强。 他不仅没有撞开江浩, 自己到底被撞得一个亮枪。 若非许晴及时扶住他, 说不定他就坐地上了。 哼, 江浩你给我等着, 这件事没完。 白杨冷哼一声, 搂着许晴直接离开了。 许晴他们离开后, 江浩冰冷的目光, 这才缓缓恢复正常, 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他怎么也没想到, 许晴竟然会这般无情。 江浩自嘲一笑, 原来小丑竟然是他自己, 曾经有很多人跟他说, 许晴是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 他不相信, 如今他信了。 三年了, 自己几乎把能给的都给了许晴, 自己养了他三年, 结果呢? 第三章, 毕业考核。 所有高三学生集合, 毕业考核即将开始。 就在江浩收复好心情后, 打算查看系统的时候, 广播之中传来了教导主任的声音。 闻言, 江浩只能暂时放弃了查看, 连忙向操场走去。 江浩深吸一口气, 一扫之前的颓废, 就连与许晴分手的事情, 都被他抛在脑后了。 甚至江浩还对同学们露出了笑容, 他的同学面色怪异地看着江浩, 这家伙该不是受不了打击, 精神异常了吧, 觉醒出了这样的天赋。 能力, 竟然还能笑得出来。 真没准呀, 从学霸跌落神坛, 估计谁也承受不住, 咱们还是离他远点吧。 唉, 说起来江浩也挺可怜的, 我听说许晴因为江浩觉醒的天赋, 能力, 已经与江浩分手了。 对于众人的议论声, 江浩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静静地站在了队伍中。 我要是他, 我就不过来了, 何必自取其辱呢? 不远处的白羊, 搂着许晴的腰身, 不懈地看了一眼江浩。 学习好有什么, 没有觉醒出强大的天赋与能力, 就是个废物。 最终就连女朋友都丢了, 哗众取宠而已。 许晴也不懈地瞥了一眼江浩, 从今以后, 他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 等所有高三学生站好队以后, 教导主任这才开口。 毕业考核, 相信你们已经都了解了, 觉醒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比试, 才是你们决定未来的方向。 话不多说, 毕业考核马上开始, 在这里我祝愿你们, 前程四季。 说着, 只见教导主任手中拿着一个卷轴, 随即往天上一抛。 卷轴打开, 化作了一道光门。 现在, 所有考生进入到秘境之中, 众人闻言陆续走进了秘境。 江浩也跟着众人走进了光门之中, 本以为会直接进入到秘境之中, 没想到走进光门后, 竟然来到了一处黑色的空间中。 而在他的脚下, 浮现出了一个魔法阵。 这是个安全的秘境, 里面的危险都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是用来专门进行高三学生毕业考核的秘境。 等所有考生进入到秘境, 五分钟后, 考核正式开始。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在江浩他们耳旁响起。 江浩耸了耸肩, 他知道, 这么做是为了所有人同时开始。 否则有人先进去秘境直接开始, 后进入秘境的就会慢人一步。 这样对于后进来的人非常不公平。 所以为了公平, 才会采用全国同一时间。 对于这种机制, 江浩非常认同。 公平, 公正。 正好他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看一下自己的奖励与能力了。 江浩心念一动, 掉出了系统空间。 他只觉得自己的意识来到了一个灰蒙蒙的地方, 一个彩色的宝箱正静静地在他面前。 打开新手大礼包, 江浩在心里默默念了一句。 彩色宝箱瞬间打开。 恭喜宿主获得神天赋, 暴击, 祝, 催动暴击的情况下, 可以让宿主的武学提升十倍。 恭喜宿主获得神级武学, 凌波微不成一。 恭喜宿主获得神级武学, 施吼弓成一。 恭喜宿主获得神级内功, 斗转心仪成一。 新手大礼包奖励已经发放完成, 请宿主注意查收。 定, 定, 定。 一阵系统提示音, 让江浩整个人都懵了。 他没想到, 新手大礼包竟然这么丰富。 尤其是神级技能, 瞬间辩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不会武学技能的鼓舞者, 就是比普通人强大一些的普通人, 但有了武学技能的鼓舞者, 就不一样了。 江浩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将三个技能进行了学习, 瞬间便传来了学会的系统提示音。 恭喜宿主, 学会了神级武学, 初级灵波微不。 恭喜宿主, 学会了神级武学, 初级施吼弓。 恭喜宿主, 学会了神级内功, 初级斗转心仪。 初级? 什么鬼? 江浩本来满心欢喜, 可看到, 不论武学还是内功, 都是初级, 不由一论。 内功与武学, 都分初级中级高级大成, 宿主现在学会的都是初级。 似是知道江浩的疑惑,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江浩这才了然, 虽然只是初级, 不过他依旧已经很满足了。 只可惜眼下不是时宜, 不然他非要试试, 这三个武学的威力。 小的时候, 他就愿意看那些武功大侠, 没想到, 如今他自己也成为了, 这样的武功大侠。 有系统的加持, 他必然能打破鼓舞者是废物的定律。 不知道那些嘲笑自己的人, 见识到了自己的实力后,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第一, 恭喜宿主触发随机任务, 要求宿主成为龙城高考状元。 任务完成奖励, 幸运转盘一次。 任务失败惩罚, 从宿主内功, 武学中随意删除一个。 突然出现的系统声音, 让江浩一愣, 竟然触发了任务, 而且还有惩罚。 不等江浩多想, 之前的声音终于再次响起。 所有考生做好准备, 30秒后, 副本开启, 届时所有人都将降临到秘境之中。 文言, 众考生都是激动不已, 如果说觉醒, 是他们晋升大学的敲门砖, 那副本的成绩, 就是看你敲门的力度大不大。 眼下的情况就是, 谁有多大的本事, 就是多大的本事。 江浩收复好心情, 开始准备考试开始。 这一刻, 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最后5秒, 5, 3, 1, 江浩只觉得一阵眩晕感传来, 下一秒他就被带到了副本之中。 等他回过神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处山脉之中。 江浩环视一眼四周, 并没有发现其他同学。 考核要求, 击杀100只魔物, 谁用时时间最短, 谁就是第一名击杀野怪的数量, 会记录在你们的学生牌内。 限时一个小时, 江浩眼前浮现出了任务信息, 下意识摸了摸下巴。 如果是之前, 他或许还不在乎是否能获得高考状元的称号, 可眼下, 他却不得不重视起来了。 好, 就在江浩分析这个秘境的时候, 一道吼声传来, 紧接着就看到一只如同野猪一般的生物, 正在朝自己冲来。 临阶魔物, 钢牙怪。 江浩脑海中浮现出对方的信息, 这些魔物, 他们在课本上都学习过。 来不及多想, 钢牙怪此刻已经冲到了他身前。 江浩连忙侧身躲过。 好, 钢牙怪咆哮一声, 再次向江浩冲了过来。 江浩连忙施展凌波微步, 这才堪堪躲过对方的攻击。 两次攻击都没中, 让钢牙怪有些恼怒, 当即再次向江浩发起攻击。 好。 江浩见状, 立即气韵丹田, 开始施展施吼弓, 只见他两腮迅速鼓起, 随即猛地张嘴, 怒吼一声。 钢牙怪猝不及防下, 手当其冲, 身体倒飞出去, 最终落在地上, 直接引恨西北。 与此同时, 江浩的学生牌上浮现出了成衣的字样。 江浩对于施吼弓的威力十分满意, 想要击杀一百只魔物, 看来并不难。 当即向山脉深处走去。 第四章, 巨型狼珠。 Soul! 突然一道黑影从一旁的草丛中窜了出来, 直奔刚刚走过来的江浩。 江浩下意识时展出了凌波微步, 躲避开了对方的攻击。 对方显然没想到江浩竟然能够躲避开自己的攻击, 身体冲出了一段距离, 这才停下来。 江浩转过身, 终于看清楚了对方的身影, 乃是一只中型犬大小的临间魔物, 猫腰。 难怪速度这么快, 之前自己都没有看清楚对方身影, 若不是自己反应快, 刚才可就危险了。 喵! 就在江浩观察猫腰的时候, 猫腰身子攻起, 身上的毛发都竖了起来, 随即再次发起了攻击。 猫腰的速度极快, 很快便化作了一道残影。 哼, 正好用你试试暴击的威力。 江浩见状一个闪身, 与猫腰身体错开, 同时一拳挥出。 只可惜猫腰的反应太过迅速了, 不等他的拳头落下, 猫腰就躲避开了他的攻击, 以至于他的攻击根本没办法继续。 江浩再次施展凌波微步, 这才勉强跟上猫腰的速度, 同时他的拳头再次挥出, 直奔猫腰的脑袋。 喵! 猫腰怒喝一声, 身体迅速闪动, 成功地躲开了江浩的攻击, 并且反手向江浩攻去。 江浩连忙后退, 同时开始不断寻找机会。 哼, 我还不信我打不过你这只畜生了, 看拳? 双方缠斗了少了, 终于江浩抓准时机, 来到了猫腰身后, 同时一拳挥出, 并且动用了天赋暴击。 猫腰没想到, 眼前这个人类会突然来到自己身后, 此刻在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拳头落在自己身上。 在江浩震惊的目光下, 猫腰身体直接在空中炸裂, 化作了一团血舞。 江浩的学生牌上浮现出了成二的字样。 江浩眨了眨眼睛, 好半天才缓过神来。 之前看到暴击的介绍, 他就知道暴击很强, 却没想到竟然这么强。 这威力, 着实有些吓人了。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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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浩刚解决了一头灵阶魔物, 还不等喘口气呢, 迎面就出现了数道攻击。 江浩立即施展铃波微步, 轻松躲避来了这些攻击。 随着不断施展, 他对于灵波微步的运用越来越娴熟了。 江浩抬头看去, 只见不远处一只足有磨盘大小的黑色蜘蛛, 正盯着自己呢。 显而易见, 刚才的攻击就是他攻击自己的。 一阶魔物, 巨型狼珠。 这么快就遇到了一阶, 这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江浩苦笑一声。 对付灵阶魔物, 他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可一阶也怪比灵阶魔物强太多了, 他根本没有把握能对付得了对方。 不过江浩也并没有放弃, 他深吸一口气, 开始正式指指巨型狼珠。 So! 巨型狼珠堵子抬起, 再次向江浩发起了一记猪网攻击。 江浩施展起了灵波微步, 躲避开攻击, 同时向巨型狼珠靠近。 正常情况下, 他不可能是这一阶巨型狼珠的对手, 所以他准备动用暴击来解决对方。 巨型狼珠似乎看出了江浩的意图, 身体迅速移动, 同时不断向江浩发起攻击。 只见猪网每次落在地上, 都会将地上腐蚀一大片, 这若是落在人身上, 只怕没有谁能扛得住。 虽然自己有灵波微步提升速度, 可巨型狼珠的速度也不慢, 以至于江浩根本只能勉强与巨型狼珠的速度持平。 想要靠速度追上, 巨型狼珠根本不可能, 更别说把拳头打在巨型狼珠的身上, 从而激发暴击了。 无奈,江浩只能停下了脚步, 这样下去太浪费时间了。 看到江浩停下来了, 巨型狼珠也停了下来, 并且再次向江浩发起攻击。 江浩一边躲避对方攻击, 一边想着硬敌对策。 既然碰不到对方, 那就只能使用别的办法了。 咦? 江浩突然想起来, 暴击可以让自己的攻击提升十倍。 灵波微步虽然不是攻击, 可却是武学, 想来暴击应该也能有所作用。 想到这里,江浩也不犹豫, 当即再次施展出了灵波微步, 并且动用了暴击。 巨型狼珠看到江浩再次向自己掠来, 根本没在意。 虽然眼前这个人类步伐诡异, 可速度最多也就与自己持平。 自己轻轻松松就能摆脱掉对方。 然而, 巨型狼珠这个念头刚刚升起, 江浩的速度突然暴增。 系统出品。 也不知道这一次, 谁能率先完成考核, 这一届龙城的高考状元, 会不会出现在咱们春水高中。 网界不敢说, 但这一届还是有些希望的, 毕竟这一届出现了不少好苗子, 或许真能出现高考状元也说不定嘛。 主席台上, 教导主任他们都在等待着结果。 因为全国通考, 即便是他们老师都无法看到秘境之中的情况, 只能坐在这里等待着结束。 这一刻, 他们的心情比考生还要紧张。 白羊班主任微微一笑, 那还用说, 肯定是白羊, 他的天赋不错, 不仅觉醒了S级天赋, 更是火系异能者, 一定能在这次毕业考核中获得不错成绩的。 原本他还很看不上白羊, 毕竟白羊品性恶劣, 可看到白羊觉醒的天赋与能力够, 他便立即改变了态度。 那也不一定, 白羊天赋与能力是不错, 别忘了我班的苏清雪。 苏清雪虽然觉醒的是辅助类的木系灵能者, 可天赋却是SS级的, 丝毫不比白羊弱。 我班许清也不错, 虽然只是A级天赋, 可他的能力是变身成三爪冰龙, 足以堪比寻常S级的觉醒者了。 说得像谁班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学生似的, 我班言春, 不仅是金刚不坏的体能者, 还觉醒了S级天赋呢? 听到白羊班主任的话, 其他班主任坐不住了。 听到几位班主任争辩, 教导主任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脸上的笑容却丝毫不减, 今天他们春水高中的整体觉醒非常不错。 不仅出现了十位A级天赋的觉醒者, 更是出现了两位S级的觉醒者, 最重要的是, 还有一位SS级的觉醒者。 这一次, 怕是就连五大书院都会前来他们春水高中进行招生。 唯一可惜的就是江浩了, 本来他们都比较看好江浩, 可惜江浩的天赋了, 他的能力注定只能抿育众人。 不然的话, 凭借江浩SSS级天赋, 他们春水高中一定会一鸣惊人的。 一位老师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对了主任, 我记得今年五大书院不是给了咱们一个保送名额吗? 这个名额你怎么打算的? 那些老师文言顿时看向了教导主任, 这件事他们也知道了。 如果是往年, 他们自然不会有想法, 可今年他们的学生觉醒的都不错, 这让他们不由有了一些想法。 教导主任微微一笑, 这件事, 校长已经说了, 就以毕业考核为准, 谁先完成毕业考核, 就将这个保送的机会送给谁。 对于这些老师的想法他自然清楚, 每个老师都想让自己的学生被保送到五大书院, 这样, 他们就能够获得相当丰厚的奖品了。 只是名额有限, 得罪谁都不好, 所以, 早在上个月的时候, 他与校长为了避免这种事发生, 已经想好了对策。 那些老师文言, 不由暗自为自己的学生加油打气, 希望自己学生能给自己长脸。 不过想要保送到五大书院并不容易, 首先最低标准就是天赋达到S级, 眼下有希望的得到保送名额的, 也就那十位觉醒出A级天赋的同学了。 至于苏清雪, 则完全没必要, S级天赋是五大书院的最低入门标准, 苏清雪SS天赋, 上五大书院是肯定的, 到时候就看苏清雪想上那个书院了。 好, 一声震耳欲聋的狮吼声, 在森林中响起。 打! 顿时一阵凄厉的鸟鸣声响起。 随即天上仿佛下饺子一般, 一道道类似乌鸦一样的魔物, 如同下饺子一般, 从空中坠落下来。 而江浩的学生牌, 在这一刻也出现了成巴巴的字样。 自从击杀了巨型狼珠后, 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短短十多分钟的时间, 江浩就已经击杀了八十多个魔物了。 一间魔物, 目前来说, 就遇到了两个。 原本他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 击杀这么多野怪的。 好在他运气不错, 遇到了这群暗语乌鸦, 足有二十多只, 几乎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全都被他一记被暴击加持的施吼功给解决了。 江浩瞥了一眼自己的学生牌, 再杀十二只野怪, 自己就完成任务了。 也不知道, 其他人如今都完成得怎么样了。 江浩摇了摇头, 不如考虑这些, 眼下还是抓紧把任务完成再说。 之前在得知自己的天赋, 能力后, 他确实有种破罐子破摔的打算。 可在得到了系统后, 他也准备冲刺一下第一, 如今更是多出了一个系统任务, 让他必须成为龙城的高考状元。 光光春水高中第一, 可是不够的。 虽然他不知道幸运轮盘是什么, 可他不想被系统删除掉任意一部武学或者内功。 这可是他翻身的根本。 江浩一边走, 一边查看起了自己的系统空间, 刚才击杀了暗语乌鸦王, 不知道会获得什么武器奖励。 很快, 江浩就看到了一把与诸葛亮手里一模一样的扇子。 只不过, 这个扇子是全黑色的。 同时, 一道信息出现在了眼前。 乌鸦与扇, 系统出品的F级武器, 能够释放出锋刃, 只有锋系异能者或者跟拥有锋有锋有关能力的觉醒者使用, 可以赠送给别人。 主, 系统武器需要宿主击杀一阶以上的魔物才会产生, 并且系统武器将受系统限制, 宿主一个念头就可以将其毁掉。 江浩心念一动, 将乌鸦与扇从系统空间中拿了出来, 满意地看着这把乌鸦与扇。 虽然自己并不会用扇子武器, 但好歹是个武器可以先拿来用用, 以后不想用了也可以拿出去卖掉, 这样还能换一些钱改善一下生活。 不过, 自己击杀魔物能够爆出武器的事情必须要保密, 谁也不能告诉, 否则到时候必将麻烦不断。 若是被一些有心人知道了, 指不定会弄出什么事呢? 在自己没有自保之前, 必须要低调一些。 啊! 突然, 一道惊呼声响起, 打破了他的思考。 江浩一愣, 周围竟然有人, 他一直以为这个秘境被分为若干分, 然后他们每个人单独在一个秘境之中呢? 现在看来, 显然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 他们都在一个秘境之中, 只不过他们被分开了, 所以才没有看到彼此。 犹豫了一下, 江浩向声音传出来的方向走去。 第六章, 是他。 苏清雪此刻后悔不已, 自己明明能直接进入武大书院, 为什么非要冒险参加毕业考核? 他是SS级没错, 可他是辅助系的觉醒者。 辅助系觉醒者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战斗力, 所有实力都是用来辅助队友的。 他费了很大力气, 才杀死一些魔物。 结果没想到, 这才十多分钟, 自己竟然就遇到了一只一接的魔物。 苏清雪二话没说, 转身就跑, 可奈何对方速度太快了, 以至于他到现在都没有看清楚, 对方是什么魔物。 突然, 苏清雪没有注意到脚下突起来的树根, 一下子被绊倒了,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身体在地上滚了两圈, 嘴里还啃了一些泥土, 头发无比凌乱, 哪里还有干净模样了。 So! 身后的那道黑影再次扑了过来, 苏清雪下意识抱住脑袋,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是他! 江浩来到一处山丘, 看到了苏清雪。 虽然两人不是一个班的, 可他还是一眼便认出了苏清雪。 他没想到, 在这里竟然能遇到苏清雪。 与他一样, 苏清雪同样是春水高中的名人。 他是春水高中第一学霸, 苏清雪则是春水高中第一美女。 苏清雪的测试他看到了, 乃是SS级天赋的辅助类木系灵能者。 没想到此刻竟然弄得如此狼狈。 看到苏清雪摔倒在地上, 那道黑影扑向了苏清雪。 江浩没有犹豫, 直接施展出了灵波微步, 迅速来到了苏清雪身前, 同时果断出手, 帮苏清雪抵挡下了对方的攻击。 江浩抓住苏清雪迅速后退, 可那道黑影却如同复古之躯一般, 紧紧地跟着自己, 江浩只能不断后退。 啊! 苏清雪惊叫一声, 身体拼命地挣扎。 啊,不要吃我,不要吃我。 江浩被苏清雪尖锐的嗓音 给弄得心烦气躁, 忍不住怒喝一声, 别乱叫, 不然我就把你丢下去, 不管你了。 苏清雪一愣, 睁开红彤彤的眸子, 便看到了戴着银白色狼珠面具的江浩。 只可惜, 此刻的江浩任谁都无法认出。 苏清雪回过神来呆呆地看着一旁的江浩。 他原本都已经绝望了, 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其他人, 更没想到对方会出手帮自己。 没有了耳旁的噪音, 江浩手中乌鸦雨扇猛的一挥, 一小道锋刃浮现出来。 看着这道跟开玩笑一样的锋刃, 江浩脸上浮现出三条黑线。 这锋刃怕是除了能砍柴, 其余什么也干不了。 不过好在是将黑影逼退了。 江浩也终于看清楚了对方的模样, 竟然是一只如同小猫大小的墨绿色螳螂。 一肩魔物, 快刀螳螂。 原来是一肩魔物, 难怪让苏清雪这么狼狈呢。 你先待在这里, 我来对付这只快刀螳螂。 江浩松开了苏清雪, 随即直接向快刀螳螂杀去。 快刀螳螂身体移动, 再次化作了残影, 影响了江浩。 只见快刀螳螂双臂飞快挥动, 向江浩的脸上抓去。 好在乌鸦羽扇是F级武器, 虽然攻击不强, 可胜在足够坚固, 勉强将快刀螳螂的攻击给抵挡下来。 枪! 又是一道金属碰撞声响起。 一击未果, 快刀螳螂果断地撤退。 江浩想要乘胜追击, 可快刀螳螂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化作了一道残影。 江浩见状, 灵波微步瞬间开启, 可即便如此, 与快刀螳螂的速度比起来, 还是差了一些。 此人是谁? 莫非是什么强大的体能者? 可没听这届高三学生, 有这么强横的体能者啊。 唯一S级的体能者就是颜春, 但颜春他认识, 此人与颜春的身材根本不像。 苏清雪看着江浩的背影, 心中满是疑问。 不过, 此人好厉害啊, 看其气息, 应该依旧是灵界。 灵界的实力, 竟然就能与一间魔物打得平等秋色。 这样的人不应该默默无闻才对。 此刻快刀螳螂也意识到了, 江浩的速度不如自己, 当即将速度催动到了极致, 围着江浩不断攻击。 枪!枪!枪! 灵力的攻击打得江浩十分被动。 还好江浩的战斗意识不错, 不然怕早就败了。 江浩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 速度拼不过对方, 就只能拼攻击了。 想到这里, 江浩强行将快刀螳螂逼退, 随即将乌鸦与扇收了起来, 开始施展施吼弓。 好! 随即在苏清雪震惊的目光下, 江浩怒吼一声, 恐怖的声音震耳欲聋, 苏清雪连忙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可依旧被震得耳朵嗡嗡的。 正在攻击江浩的快刀螳螂猝不及防之下, 手当其冲, 直接被震得呆愣在了原地。 好机会! 江浩见状, 眼前一亮, 快速追上了快刀螳螂, 同时拳头挥出, 果断地动用了暴击。 碰! 拳头落在了快刀螳螂的身上, 快刀螳螂的尸体重重地砸在地上。 不得不说, 这只快刀螳螂确实很强, 即便江浩动用暴击都没有将对方的身体打爆。 江浩的学生牌上也浮现出了, 呈八九的字样。 你没事吧? 江浩走了回来, 看着直勾勾盯着自己的苏清雪不由眉头一皱。 啊? 没? 我没事。 苏清雪回过神来, 晃了晃脑袋, 耳朵这才感觉好一些, 可依旧有些嗡嗡的感觉。 那个, 同学你是哪个班级的?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江浩并没有说出自己所在的班级, 只是随便找了个借口。 我就在这附近, 既然你没事了, 那我就走了。 他就苏清雪, 也不过是看着都是同学, 不能见死不救, 再者他也是为了自己。 毕竟杀了刚才的快刀螳螂, 他不仅得到了一个任务数量, 他又能获得一件装备了。 说完, 江浩就准备离开了。 苏清雪叫住了江浩, 同学等一下,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我叫苏清雪,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小事不值一提, 江浩摆了摆手便准备离开, 却发现自己的手臂被苏清雪给抓住了。 江浩眉头一皱, 侧头看向苏清雪。 苏清雪松开了江浩, 认真地说道, 你别误会, 我就是想要知道你的名字, 好报答你。 没必要。 江浩说完就要离开, 他可不想与苏清雪有什么联系。 苏清雪再次叫住了江浩, 一脸哀求地看着江浩, 那个同学, 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第七章, 合作愉快。 你想要让我帮你击杀魔物? 不用问, 江浩就已经看出了苏清雪的目的了。 他知道, 苏清雪是辅助类的木系灵能者, 最强的能力就是辅助队友, 真正的实力就是战武渣的存在。 文言, 苏清雪立即如同小鸡灼米一样点头。 江浩眉头一皱, 自己帮苏清雪倒是没问题。 可问题是, 帮苏清雪的话, 自己的速度就会慢下来。 弄不好自己的系统任务, 就完成失败了。 见江浩半天没有说话, 苏清雪连忙开口, 你放心, 我不会把让你帮忙的。 这样, 咱们两个留个联系方式, 你帮我击杀一个魔物, 我给你一千金币如何? 可以。 江浩眼前一亮, 果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早说啊, 一个魔物一千金币, 非常划算。 自己加快一些速度,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不过, 我要跟你事先说好, 我的任务数量也不够呢。 所以, 我会先把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才能帮你。 没问题。 苏清雪比了一个OK的手势, 那就让咱们合作愉快吧。 说着, 苏清雪主动伸出了手, 然而江浩却并没有与苏清雪握手, 点了点头, 便向前面走去了。 苏清雪撅了撅嘴, 随后跟在了江浩身后。 江浩一边走, 一边查看自己的系统空间, 快刀螳螂也是一件魔物, 不知道快刀螳螂 能让自己获得什么武器。 很快, 江浩就看到了两把酷似苗刀的长刀, 刀身轻薄如意, 细而狭长与快刀螳螂的两只前找异母一样。 同时, 一道信息出现在了眼前。 糖刀, 系统出品的F级武器, 非常坚硬锋利, 没有使用限制。 江浩眉头一挑, 顿时觉得自己之前拿的乌鸦雨扇不香了。 心念一动, 两把糖刀瞬间出现在手中。 江浩比划了两下, 感觉非常顺手, 别看着糖刀刀身轻薄如意, 可重量却一点都不轻。 一旁的苏清雪, 诧异地看着江浩手中突然多出来的两把糖刀。 这两把刀是哪来的? 此人身上之前明明没有的。 还有之前的扇子, 也不知道哪去了, 就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 看着江浩, 苏清雪心中产生出了好奇之色。 不过他很聪明, 没有随便询问, 他知道随便询问别人的隐私不好。 更何况, 他们还不太熟悉。 十分钟后, 江浩与苏清雪来到了一处山谷外。 这里好可怕, 要不咱们走吧。 听着里面震震受吼声, 苏清雪脸色有些苍白。 江浩摇了摇头, 不行, 咱们两个想要完成任务, 就必须解决这里的魔物。 我还差十一只魔物, 你还差多些? 他自然也能感受到山谷内蕴含着大量魔物, 不过这也正是他所需要的。 苏清雪心中一灵, 从进入副本开始到现在, 满打满算也才不过三十分钟而已。 此人竟然击杀了这么多魔物, 他是怪物吗? 一想到自己的成绩, 苏清雪有些羞愧地低下了头。 七十三只, 江浩嘴角抽搐, 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有种上了贼船的感觉。 先解决这里的魔物再说吧, 你先站在这里就行, 等会我叫你, 进来你再进来。 说着, 江浩便走了进去, 顿时山谷内吼声不断, 听得苏清雪头皮发麻。 不到半分钟后, 江浩从中走了出来, 两把糖刀被先血染得通红。 里面一共二十六只魔物, 除去十一只已经彻底被我杀了以外, 还剩下十五只都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你进去, 把他们杀了吧。 江浩将左手上的糖刀地给了苏清雪, 他则坐在一旁的石头上等待苏清雪回来。 此刻他的学生牌上面赫然出现了已完成, 用时三十二分钟几个字样。 江浩眉头微调, 原本他还以为完成考核后就会直接被传送出秘境呢。 现在看来自己的想法多余了, 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成绩能不能成为高考状元, 完成系统任务。 片刻, 苏清雪脸色苍白地走了出来, 将糖刀还给了江浩。 他到现在都没从刚才的场景中回过神来。 他来到山谷中, 感觉仿佛来到了修罗场一般, 里面充斥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不说, 大片魔物倒在地上, 有的甚至长子留了一地。 若非他心理素质不错, 估计都会被吓得跑出来。 好。 一声龙银响起, 对面的三只魔物瞬间被抓破了脑袋。 随即就看到一条三爪冰龙, 身形移动, 化作了一道曼妙的身影。 这道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许晴。 许晴看着自己的学生牌, 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过去了这么长时间, 自己就已经杀了88只魔物。 这一次龙城的高考状元, 非自己莫属了。 带着无比自信的神色, 许晴继续开始寻找猎物。 这一次, 我要以最快的速度, 获得龙城的高考状元。 最好是打破记录的那种, 只有这样, 我才能被更多的人注意到。 拥有着能够化身成三爪冰龙的能力, 外加A级天赋, 我可不想再陆陆无为下去了。 什么江浩, 什么白羊, 都是我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你们所有人都看着吧, 这个时代, 是属于我许晴的时代。 这一刻, 许晴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灯灵顶峰, 被世人膜拜的画面。 另一边, 白羊也在辛辛苦苦地击杀魔物呢。 作为火系异能者, 他的攻击是毋庸置疑的。 一道火球树下去, 任何灵界魔物都承受不住。 此刻他学生牌上的击杀魔物数量, 已经达到了85只。 哼, 江浩你个废物竟然敢对我动手。 你等着吧, 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的。 我要让你这辈子, 在我面前永远抬不起头。 白羊心里恶狠狠地想着, 手中的攻击也愈发灵力, 将所有的怒气都发泄达到了魔物身上。 仿佛这些魔物就是江浩一般。 哈哈, 都给我去死吧。 白羊双手猛地一挥, 顿时一道巨大火球喷尸而出。 哦! 突然, 一声狼嚎声响起, 随即一头体型足有家庭轿车那么大的灰狼出现在了白羊的对面。 一间魔物, 大灰狼。 卧槽! 白羊瞳孔皱缩, 想转身就跑。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引来一头一肩魔物。 哦! 大灰狼身体一跃, 从火焰中穿过, 向白羊追去。 白羊拼命地逃窜, 途中也遇到了一些考生。 其他人看到白羊不由一愣, 当他们看到白羊身后的大灰狼后, 皆是在心里问候了一遍白羊的母亲, 随即开始疯狂逃窜。 好在大灰狼似乎认准了白羊一般, 对于其他人并没有攻击, 就是追击白羊。 第八章X, 终于完成了。 等苏清雪解决了最后一头魔物后, 江浩伸了个懒腰。 苏清雪一脸感激地看着江浩, 谢谢你, 对了,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名字就是个代号, 你就叫我X吧。 苏清雪脸色一黑, 多少人想要跟自己认识, 自己都不愿意理他们。 这家伙倒好, 竟然告诉了自己这么一个敷衍的名字。 那加个联系方式吧, 这样也方便, 我把报酬给你。 江浩拿出了手机, 你告诉你电话号吧, 到时候我把账号发你手机去, 你直接给我打钱就行。 苏清雪一阵无语, 不过还是把自己电话号告诉给了江浩。 任务完成了, 咱们走吧。 小样, 我就不信, 离开副本, 你还要带着这个破面具? 你先走吧, 我一会出去。 江浩摇了摇头, 他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一方面不想跟苏清雪有什么太深的牵扯, 另一方面就是不想让苏清雪看到自己的真容。 苏清雪嘴角抽搐, 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最后娇哼一声, 气呼呼地转身离开了。 看到苏清雪被传送出去了, 江浩并没有着急离开, 反正他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他打算看看这里还有没有一间魔物了。 如果有的话, 自己正好将其收了, 看看还能再获得什么武器。 出来了, 出来了。 主席台上, 教导主任他们看到, 秘境光门开始闪烁, 立即意识到了有人考核结束了。 紧接着, 他们便看到了几位学生, 慌慌张张张地从秘境之中被传送了出来。 教导主任他们眉头一皱, 李天明, 你们怎么回事? 他们的班主任健壮连忙询问。 李天明露出惭愧的神色, 老师, 我们遇到了一间魔物, 没办法, 只能退出考试了。 他也没想到, 马上就要完成考核了, 结果竟然遇到了一间魔物, 迫于无奈, 他只能选择退出了。 行了, 你们先会对吧? 班主任脸色有些不好看的摆了摆手, 没有再多说什么。 李天明他们健壮, 也只好灰溜溜地站在了自己班级队影的地方。 又过了片刻, 陆续开始有人从中走了出来, 他们的状态与李天明他们比起来, 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都是没有完成任务。 哦, 光门再次闪烁, 就看到许晴与白羊狼狈地从中走了出来。 看到许晴, 白羊出来了, 他们的老师连忙询问, 许晴, 白羊你们怎么样? 有没有完成考核? 刚才的学生他们都已经询问了, 竟然一个完成考核的都没有, 现在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许晴, 白羊他们的身上了。 信不如命。 许晴灰头土脸的脸上露出一抹自傲的神色。 一旁的白羊也点了点头, 不过他的脸色却并不好。 尤其想起之前被大灰狼追的场景, 若非及时遇到了许晴, 两人费劲千辛万苦才杀了大灰狼, 他说不定就命丧大灰狼口中了。 之后更是与许晴联手, 才完成了这次的考核。 见状, 他们的班主任皆是松了一口气。 如果这两人都没有完成考核, 那他们对于这次的毕业考核, 也就这么不抱有什么希望了。 在许晴他们之后, 陆续有学生从秘境中走了出来。 快看, 是严春出来, 严春肯定完成了任务。 在众人注视下, 一位榜大妖元, 体格壮硕的青年从秘境光门中走了出来。 严春看了一眼周围, 目光平淡地回到了自己班级的队伍之中。 就在这时, 光门再次闪烁, 紧接着苏清雪从中走了出来。 苏清雪并没有立即离开光门, 而是等了一会, 他想要看看, 之前救自己的人究竟是谁, 只可惜他等了一会, 都没有人在他之后出现。 那家伙怎么还没有出现, 苏清雪露出了遗憾的神色。 清雪, 快回队伍中来。 看着苏清雪站着不动, 他的班主任连忙招了招手。 本来他还在为苏清雪担心呢, 苏清雪天赋很强, 可毕竟不是战斗类的觉醒者。 看到苏清雪虽然有些狼狈, 但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苏清雪只好回到了自己班级队伍。 片刻后, 又有几名学生从光门中走出。 白羊班主任正式开口道, 主任, 我建议现在就开始查看他们的成绩, 这样咱们这边也好快速整理出来。 至于其他没出来的学生, 成绩估计也不能好哪去。 也好, 那就开始记录吧。 教导主任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这个提议。 当即几位班主任立即开始组织自己班的学生, 将拿着学生牌开始到主席台前, 开始记录这些学生的成绩。 李天明, 七十八只魔物, 成绩不合格。 王炎炎, 五十二只魔物, 成绩不合格。 随着一个个学生的成绩被宣布出来, 大多数人的脸色都不好, 他们都没有完成考核规定。 白羊, 一百只魔物, 用时四十八分钟, 合格。 白羊的脸色终于好了一些, 露出了自得的神色。 他瞥了一眼人群, 没有看到江浩的身影, 脸色露出了不屑的神色。 只是, 他还没有高兴多久, 一道声音便响了起来。 许晴, 一百只魔物, 用时四十分钟, 合格。 听到负责记录成绩老师的话, 众人震惊地看着许晴, 随即顿时哗然一片。 果然, 不愧是龙形变异者, 即便是A级天赋, 竟然比S级天赋的觉醒者, 完成任务的时间还要快一些。 要我看, 许晴绝对是咱们春水高中的第一名了, 说不定甚至有可能是咱们龙城的高考状元。 那还用说, 这可是四十分钟呀, 据我说之, 上一届高考状元的成绩, 还四十三分钟呢, 这一次, 许晴绝对是龙城的高考状元了。 唉,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我用了五十分钟, 以为成绩不错呢, 跟许晴比起来, 真是差得远了。 听到众人的议论, 许晴脸上更加地骄傲了。 这次的龙城高考状元, 他当定了。 果不其然, 接下来其他人的成绩, 都不如他。 言春, 一百只魔物, 用时四十九分钟, 合格。 对于言春的成绩, 众人并没有什么意外, 毕竟言春是S级天赋, 又是金刚不坏的体能者, 完成任务根本不难。 第九章 震惊 清雪, 把你的学生牌拿出来。 苏清雪班主任对苏清雪微微一笑, 随即安慰道, 你是SS级辅助类木系灵能者, 就算玩不成也。 苏清雪班主任说着, 可当他看到苏清雪的学生牌上的字数后, 不由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顿时说不出话来了。 怎么了? 一旁的教导主任, 诧异地看着苏清雪班主任。 从对方手中接过学生牌, 教导主任起初还没在意, 可当他看清楚学生牌上的字样后, 也露出了惊恶的神色。 苏清雪, 一百只魔物, 用时四十分钟, 合格。 教导主任亲自宣布, 出了苏清雪的成立后, 现场一片寂静, 紧接着哗然一片。 我靠, 我没听错吧? 苏清雪竟然只用了四十分钟, 这怎么可能? 天哪, 还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辅助类的木系灵能者, 不仅考核完美完成了, 最重要的, 竟然只用了四十分钟, 这让那些没有完成考核, 或者用时比苏清雪时间长的战斗系, 觉醒者, 情何以堪呀? 这怎么可能? 其他几个成绩不错的学生, 也露出了错恶的神色。 尤其是许晴, 一双眼睛更是死死地盯着苏清雪。 自己拼死拼活, 才用了四十分钟完成了考核, 他苏清雪何得何能? 一个辅助类的觉醒者, 战武渣的存在, 凭什么做到跟他一个时间完成的考核? 这一刻, 许晴心中无比不服气。 几位老师也对这样的成绩感觉到了诧异, 连忙围在一起查看苏清雪的学生牌, 结果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也就说, 苏清雪的成绩是真实的。 教导主任他们深深地看了苏清雪一眼, 觉得他们之前低估了苏清雪。 苏清雪则平静地站在主席台前, 他自己的成绩他早就知道了, 不过他也没想到, 自己四十分钟的成绩, 竟然能与许晴并列第一。 不, 不是第一, 是并列第二。 因为他很清楚, 有一个人, 比自己更快完成了任务。 苏清雪突然反应过来, 只要知道谁获得了第一, 不就知道, 是谁救了自己吗? 想到这里, 苏清雪心情突然大好, 甚至心里还有一些小雀跃。 哼, 你以为不跟我一起出来, 不让我看到你的脸, 我就不知道你是谁了吗? 苏清雪拿着学生牌, 回到了队伍中。 教导主任对其他老师笑道, 所有人的成绩都出来了吧? 没想到咱们春水高中, 这一次出现了两个时间最短的人, 还真是可喜可贺啊。 江浩班主任苦笑一声, 主任, 我班江浩还没有出来呢? 教导主任眉头一皱, 所有人都出来了, 按理说, 江浩也应该出来了才对, 为何现在还没有出来呢?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只可惜, 这个秘境是用来让学生考试的, 他根本进不去, 不然他还可以进去看看, 现在只能是在这里干等了。 就在教导主任这么想着的时候, 平静已久的光门终于再次闪烁起来, 紧接着众人就看到江浩双手插兜, 从中走了出来。 我去, 这家伙竟然才出来, 不过话说回来, 这家伙怎么这么干净, 他该不会没遇到魔物吧? 没准呀。 看来昔日的学霸如今已经自暴自弃了, 我估计是怕丢人, 所以不好意思提前出来, 特意等到最后才出来的。 看到江浩出来的那一刻, 众人立即纷纷议论起来, 苏清雪看向江浩, 神色一愣, 是他。 江浩他之前自然不认识, 不过江浩觉醒的时候他见到过, 因为江浩不仅觉醒出了SSS级最强天赋, 更是成为了最废物的古武者。 因此, 他对江浩有一些印象, 只是他从来都没想过, 之前就自己的人会是江浩。 若这是真的, 岂不是说, 江浩打破了古武者是废物的定律了? 想到这里, 苏清雪美眸之中浮现出一抹异彩。 哼, 这废物才出来, 肯定是不合格。 白杨冷笑一声, 语气中充满了不屑。 徐清没有说话, 不过在心里非常认同白杨的话。 江浩, 就剩你了, 快把学生牌递过来, 我们记录一下成绩。 江浩班主任对江浩招了招手, 江浩来到主席台前, 将自己的学生牌递了上去。 江浩班主任接过江浩的学生牌, 不知道是为了估计江浩的脸面, 还是心里已经觉得江浩不可能完成任务了。 连宣布都没宣布, 直接开始记录, 只是刚刚拿起笔, 看到江浩的成绩后, 瞳孔骤然一缩, 露出了骇然的神色。 主任, 你快看。 江浩班主任回过神来, 连忙把江浩学生牌递给了教导主任。 教导主任接过了江浩的学生牌, 同样瞳孔一缩。 江浩, 一百只魔物, 用时三十二分钟, 合格。 回过神来, 教导主任激动地宣布出了江浩这次考核的成绩。 静。 现场一片寂静, 紧接着瞬间哗然一片。 三十二分钟, 这怎么可能? 该不会是假的吧? 许晴, 苏清雪都用了四十分钟, 江浩怎么可能只用了三十八分钟? 快打我一下, 我一定是在做梦。 不是说, 江浩觉醒的能力是最废物的鼓者吗? 难不成是咱们误会他了? 所有人都被这道消息给震惊住了。 现场为二镇定的, 除了江浩以外, 就是苏清雪了。 他可是亲眼看着江浩完成任务的。 许晴, 白羊更是一脸呆滞, 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 他一个废物, 凭什么用识这么短? 白羊忍不住开口, 作弊, 老师, 江浩肯定是作弊了。 他一个鼓者, 怎么可能比我们用识还短? 其他人这时也反应了过来, 看向江浩的目光充满了鄙。 许晴也站了出来, 一脸失望地看着江浩。 江浩, 你可真无耻, 为了自己的虚荣心, 既然作弊, 我真看不起你。 显然, 他与白羊都觉得江浩不可能完成任务。 学生牌上的成绩是苏轩自己更改的。 在以前的毕业考核之中, 也并非没有学生这么做过。 不过, 凡是这么做的学生, 最终都会被查出来。 江浩淡淡地瞥了一眼两人, 并没有说什么。 远处苏清雪刚刚迈出一脚, 想要帮江浩辩解, 就看到教导主任站了起来。 第十章, 许晴的不甘心。 江浩同学并没有作弊, 学生牌上也没有作假的迹象。 虽然我也不清楚江浩同学是如何做到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成绩千真万确。 听到教导主任的话, 众人再次疑愣。 教导主任的话还是很权威的。 既然教导主任都这么说了, 那就说明江浩是真的完成了考核。 只是这未免也太过匪夷所思了吧。 他一个废物的鼓舞者, 凭什么完成考核? 教导主任再次开口。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不相信江浩同学的成绩, 不过你们别忘记了, 江浩同学不仅是鼓舞者, 更是拥有着SSS级天赋。 至于江浩同学是如何做到的, 我想这些都应该归功于他SSS级的天赋。 许晴,白羊脸色一阵轻, 一阵红, 不仅污蔑江浩不成, 反而他们自己成了跳梁小丑。 好在教导主任顾忌他们的面子, 没有多说什么。 但这也让他们心中更加怨恨江浩了。 尤其是许晴, 原本他以为自己肯定是龙城高考状元的时候。 先是苏清雪打了他的脸, 苏清雪人长得漂亮不说, 家世也好, 他就算再不满意, 也只能捏着鼻子扔下来。 可他想不明白江浩究竟凭什么, 在用试比他短的情况下, 完成考核的。 他不甘心, 江浩拿回学生牌, 回到了队伍中。 至于许晴, 白羊他看都没看一眼。 这时, 就听教导主任再次说道, 好了, 所有人的成绩都出来了, 一会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三天后, 将发布最终成绩。 你们到时候, 可以通过网络, 查看自己的成绩。 另外五天后, 各个大学会来咱们春水高中招生。 学校来, 就这两件事放学吧。 横院小区, 一座三四十年的老小区了, 每个月的租金只需要八百金币。 正因为这里足够便宜, 江浩他们一家, 才会选择住在这里。 江浩来到家门口, 就看到一位一脸横肉, 体态臃肿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口。 江上全, 今天你要再不交房租, 你们就搬出去吧, 我都已经宽限, 你们两个月了, 你总不能让我继续宽限下去吧。 女人的声音没有任何遮掩, 响彻整个楼道, 其他住户也都探头看热闹。 房间内, 一道憨厚老师的声音传出, 刘简, 明天, 明天我指定把钱给你。 女人蛮横地说道, 那不行, 我都已经宽限这么长时间了, 你必须现在就给我。 江浩看着这一幕, 不由眉头一皱, 听到自己父亲低声下气的声音, 更是不由一阵心酸。 想到自己这三年来, 为了许晴不停地从家里拿钱, 江浩就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自己这么大了, 从来没有考虑过父母的难处。 突然, 江浩心中莫名感激许晴与自己分手。 若非如此, 怕自己还意识不到这一点呢。 江浩拿出手机, 找到苏清雪的手机号, 江浩将自己的银行卡号发了过去。 很快, 江浩收到了银行卡的短信, 七万三已经到账。 同时, 苏清雪的短信也回了过来。 同学, 我应该称你X先生呢? 还是江浩呢? 看到苏清雪的短信, 江浩知道自己身份暴露了, 他并没有意外, 毕竟只要心细一些就能发现自己的身份。 江浩没有回复苏清雪, 对着中年女人叫了一声。 刘姨, 我家的房费我给你, 一共多少钱? 你给我。 刘灰瞥了一眼江浩, 眼神中充满了不屑。 一共一千六金币。 江浩没有废话, 直接把钱转给了刘灰。 哼, 下回痛快一些。 刘灰收到了房费, 丢下一句话, 便扭着肥瘦的后秋离开了。 周围的住户诧异地看了一眼江浩, 没想到江浩竟然把房费拿出来了, 他一个高中生上奶弄的钱。 江浩没有理会众人的诧异, 进屋便把门关上了。 众人见看不到热闹了, 也都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了。 另一边, 苏清雪趴在柔软的床榻上, 粉嫩的脚丫一晃一晃的。 看着半天没有回复的手机, 气得一把抓起床头上的粉红色可爱小猪玩偶, 小拳头上去就是帮帮两拳。 小浩, 我们让你丢人了。 江浩进屋后, 母亲萧玉芬双眼通红, 父亲江上泉坐在沙发上, 巴搭巴搭地抽烟。 看着两病斑白的父母, 江浩心酸不已, 拉起母亲不满裂痕地粗糙双手。 妈,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咱们是一家人, 没有你跟我爸, 我也不可能长这么大不是。 以前你们养我小, 现在我来养你们老。 听到江浩的话, 萧玉芬顿时气不成声。 江上泉将烟掐灭, 开口问道, 好了别哭了, 小浩, 你今天觉醒得怎么样? 听到江上泉的问话, 萧玉芬的哭声小了一些, 也抬头看向了江浩。 我觉醒得还行, 你们不用给我操心了。 江浩含糊地回答一句, 她不是不想说实话, 只是系统不允许自己暴露。 若是说自己觉醒了SSS级天赋, 可能力确是鼓舞者, 估计老两口又会上火了。 萧玉芬对于江浩的回答不太满意, 只好直接询问, 小浩, 你天赋什么级别的? 能力是什么? 嗯, 地级天赋, 能力是体能者。 江浩随便说出一个天赋, 能力。 这一次老两口终于没再多问, 虽然江浩觉醒出来的天赋, 能力都不强, 可他们还是为江浩感到高兴。 只要不像是他们这样, 成为没用的觉醒者就行。 江上泉想到了什么, 连忙说道, 快, 还他妈赶紧做饭, 小浩肯定饿坏了。 吃过晚饭后, 江浩洗了一个澡, 这才回到自己房间。 想到今天回来发生的一幕, 江浩双拳紧握, 看来自己必须要想办法挣钱, 然后买一个属于他们自己家的房子才行。 父母年岁大了, 就算再干也干不了几年了, 也不能总住在出租屋内。 自己早挣到钱, 老两口也能提前享福。 想到这里, 他打开了自己系统空间上。 之前苏清雪离开后, 他在秘境中又击杀了几只一间魔物, 获得了一些F级武器装备。 分别是狼王利爪, 荆棘藤鞭, 蛇刃等。 目前来说, 除了狼珠面具与那两把堂刀以外, 其余武器状态对于自己作用都不大。 江浩准备明天拿出去将其卖掉, 这样自己还能获得一笔收获。 按照市面上的F级武器平均售价都在12000到15000金币左右。 自己手上打算卖出去有五个, 也就说能到手五六万左右。 加上自己手里现在有的, 也才不过十多万而已。 这些钱生活够了, 可想要买房子还远远不够。 看来自己还要想想其他挣钱的办法。 第十一章。 嘿是。 第二天一早, 江浩换上装运动服便早早地出门了。 来到一处没人的地方, 他拿出了狼珠面具, 戴在脸上。 没有理会众人诧异的目光, 江浩一路来到了龙城最大的觉醒者交易中心。 在这里可以进行买卖, 不过江浩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今天虽然不是周六周日, 可这里的人却不少。 江浩来到了一处看上去挺有规模的店铺, 这里正是卖武器的, 名为宝气阁。 你好, 请问有什么能帮助您呢? 前台看到戴着面具的江浩不由一愣, 不过还是热情地与江浩打招呼。 我想卖几件F级武器, 咱们收吗? 江浩故意将声音弄得嘶哑一些。 前台点了点头, 可以收, 只要咱们有正规渠道来的证明就可以。 不过或许是因为江浩是来卖东西, 不是来买东西的, 所以前台的热情收敛了不少。 江浩眉头一皱, 什么意思? 他的武器都是系统出品, 他根本没有证明。 是这样的先生, 我们收购武器, 都必须要了解武器的来路,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江浩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还真没想到, 这里面竟然有这么多说道, 不过他也能理解。 毕竟东西来路不正, 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 商家不好向卖家交代。 只是这样一来, 自己卖武器的想法, 也就随之破灭了。 这让江浩不由感觉有些遗憾。 江浩对前台点了点头, 随即转身离开了。 既然不能在这里卖武器, 那他就只能选择其他方法了。 这个人是来干什么的? 一位中年人这时从里面走了出来, 刚好看到江浩离开的背影。 前台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老板, 他想向咱们售卖武器, 我问他要证明, 他拿不出来就走了。 这件事你做得不错, 没有证明的武器一律不收。 老板点了点头。 是, 江浩离开宝气阁, 心里开始盘算该如何将自己的武器卖出去。 如果没有地方收的话, 那自己只能摆摊了。 只是那样的话, 价格就会偏低一些。 这位兄弟, 我看你刚才从宝气阁出来的, 怎么没买到想要的武器。 我知道一个地方, 价格便宜有没有兴趣。 就在这时, 一位肥胖的中年人走了过来。 我是来卖武器的。 江浩摇了摇头, 说完便想离开, 不过却再次被胖中年人给拦了下来。 实不相瞒, 刚才我已经观察兄弟半天了, 并没有发现兄弟卖武器。 想来是因为证明的原因吧。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江浩瞥了一眼胖中年人一眼, 本来他是不想搭理对方的, 不过看这家伙, 似乎话里有话, 他这才停下了脚步。 胖中年人笑道, 兄弟不要误会, 我叫黄星山, 至于兄弟口中的武器, 我知道什么地方收。 不要证明, 江浩露出了饶有兴趣的神色。 不要, 那带路吧。 江浩耸了耸肩, 他很想看看, 这个黄星珊湖炉里, 究竟在卖什么药。 兄弟, 你的武器, 黄星珊瞥了一眼江浩。 你说, 你要卖武器, 怎么也要拿出武器才行吗? 你不带武器如何卖。 江浩淡淡地说道, 到了就知道了。 黄星珊文言也不废话, 直接在前面带路。 当即, 江浩跟着黄星珊来到了觉醒者交易中心的深处。 江浩本以为黄星珊的店铺在这里, 结果没想到, 黄星珊带着江浩左拐右拐, 竟然走出了觉醒者交易中心, 随即来到了一个小巷子内。 让江浩没想到的是, 这里竟然也是一个交易中心, 只不过规模要比觉醒者交易中心小不少。 四周都是售卖各种稀奇古怪东西的商人。 兄弟就是这里了, 在这里不论买东西还是卖东西, 价格不仅实惠, 物品也有保障。 黄星珊扬了扬下巴。 你想卖武器的话, 我直接带你过去。 走吧。 江浩没有拒绝。 黄星珊也不废话, 带着江浩一路来到了一个小门市之中。 李老板, 来个人了。 黄星珊一进屋, 便扯起了大嗓门。 是老黄呀。 很快, 一位销售的老者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大客户, 这位兄弟要卖武器。 黄星珊微微一笑。 对了兄弟, 你怎么称呼? 江浩淡淡地说道, X。 黄星珊与李老板看了一眼江浩, 不过他们并没有在意, 他们只在意生意。 李老板问道, 想要卖什么武器? 这五个。 江浩一挥手, 在黄星珊与李老板惊恶的目光下, 空出现了五把武器。 赫然是乌鸦与扇, 狼王利爪, 以及荆棘腾边等五把武器。 这么多F级武器。 黄星珊与李老板, 还没有从江浩凭空变出武器中回过神来呢, 又被五把F级武器给震慑了一遍。 黄星珊也没想到, 江浩竟然一次性能拿出五把F级武器, 早知道这样, 他就不带江浩来这里了。 怎么样? 收吗? 收。 我先看一下这些武器的品质。 李老板点了点头。 说着, 他将这些武器一个一个拿起来查看。 心中不由暗自惊叹, 这些武器虽然都是F级的, 可质量都很不错, 即便是在F级中也算是上品了。 X先生, 你的武器我看了, 说实话质量都不错, 市场价是12000到1500期间。 但因为是老黄带你过来了, 外加这是咱们第一次合作。 这样, 我给你按照14000一把, 我留1000金币的口。 你看如何? 江浩点了点头, 这个价格与他心理价格差不多, 上下浮动没有多大, 他可以接受。 那行,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交易吧。 李老板拿出手机, 向江浩询问了一下银行卡卡号后, 将7万金币转给了江浩。 同时李老板又从前台抽屉中, 拿出了一张银丝的卡片。 X先生, 这是黑市的白银卡, 凭借此卡以后在黑市, 任何一家买东西, 都可以享受八折优惠。 江浩饶有兴趣地, 接过了这张白银卡, 同时也终于知道了, 原来这里就是所谓的黑市。 黑市他略有耳闻, 只是并不知道在哪儿。 没想到, 所谓的黑市竟然就在 觉醒者交易中心的后面。 不过, 不得不说, 黑市确实要比 觉醒者交易中心方便一些。 难怪能发展到现在, 而没被觉醒者交易中心灭了呢。 第十二章, 比人不才。 X先生, 对于这次交易, 还算满意吧。 黄新山跟着江浩, 走出李老板的店铺。 还不错。 江浩点了点头, 他确实感觉不错, 若不是来这黑市, 他现在或许已经开始 摆摊卖武器了。 黄新山拿出手机, X先生, 咱们留个联系方式, 以后你还想卖武器的话, 随时都可以找我。 虽然他不清楚 眼前这个X先生 究竟是什么人, 但单凭那一手凭空拿出武器, 就能看出 此人绝对不简单。 自己与其结交 绝对没有坏处。 江浩没有拒绝, 他已经看出来了 黄新山属于那种 专门负责给黑市揽活的人。 是个八面玲珑的人, 还挺符合他胃口的。 自己以后 说不定会经常来黑市, 有这样人在, 能减少一些麻烦。 存完手机号, 江浩想到了什么, 然后问道, 对了, 黄先生, 你知道做什么来钱快, 挣得多吗? 来钱快, 挣得多。 黄新山一愣, 一次进账七万金币, 来钱还不算快, 不算多吗? 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 不过黄新山 还是老老实实回答。 挣得多的自然是赏金猎人了, 到赏金工会 注册成赏金猎人, 只要能完成任务, 一次就有好几十万金币, 就是任务难度不等。 想要挣得多, 就必须完成难度高的任务。 黄新山突然画风一转, 当然如果急需用钱呢, 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 不过那地方 具有一定危险性。 哦? 什么地方? 江浩来了兴趣, 黄新山左右看了一眼, 确定没人注意到他们后, 压低了声音。 先生听说过黑拳吗? 江浩摇了摇头, 昨天之前, 他不过是个普通高中生而已, 上哪里知道黑拳去? 黄新山神色古怪地看了一眼江浩, 怎么还会有人不知道黑拳, 还还是耐心地解释起来? 先生, 所谓的黑拳, 其实就是名门望族举办的地下比赛, 要求觉醒者相互比斗, 只要赢得比赛, 就会有巨额报酬, 很受那些名门望族的追捧。 江浩好奇地问道, 什么规则? 没有规则, 既分胜负, 也分生死, 谁也不敢保证, 会在擂台上遇到什么情况。 黄新山耸了耸肩, 江浩文言眉头一皱, 如果是单纯地分胜负还行, 可还要分生死, 他有些接受不太了。 与黄新山聊了一会, 江浩便离开了, 找了个没人地方, 将面具摘下来, 他刚要回家, 手机就响了起来。 江浩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肖玉芬打来的。 不等江浩说话, 手机的另一头就传来了肖玉芬着急的声音。 小浩, 快来医院, 你爸受伤了。 江浩文言脸色一变, 问清楚医院位置后, 他立即拦下一个低势, 前往医院。 来到医院后, 江浩很快就在急救室外找到了肖玉芬。 此刻肖玉芬坐在急救室外, 手里还拿着各种医院票据, 本就有些憔悴的样子, 此刻更加憔悴了。 江浩之后没问到, 妈, 什么情况? 我爸怎么会突然受伤呢? 哎, 今天我跟你爸去上班的时候, 结果人家说我们被开除了, 没有任何缘由。 你爸气, 不过想要跟领导理论, 结果被领导的保镖给打伤了。 江浩闻言转身就走, 不过却被肖玉芬给拦了下来。 小浩你别乱来, 你爸已经受伤了, 你可不能有事啊, 不然咱们的家就完了。 江浩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平复下来。 他知道这件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的, 这个时候他绝对不能冲动。 妈, 医药费没交吧, 我去把医药费交了。 提到医药费, 肖玉芬再次落泪, 医药费我交了一些, 不过还差很多, 一共需要三十万呢, 我刚才给你大伯打电话了, 不过他也拿不出这么多。 他们家本来就不富裕, 如今又出了这一档子时, 简直不让人活了。 没事的妈, 医药费的事情交给我就好, 我来解决。 江浩拍了拍肖玉芬的手, 随后拿着医院的这些票据转身离开了。 三十万金币他也没有, 他现在手里满打满算, 也才不过十四万金币。 江浩来到前台将情况说了一遍, 并且将十四万金币交了上去。 医院这边给了江浩三天的时间, 三天之内必须把剩余的钱补上。 江浩安顿好肖玉芬后, 便离开了医院。 路上他给黄兴山打去了电话, 两人约定好了见面地点。 半个小时后, 江浩带着面具来到了一处咖啡厅内, 没有理会众人怪异的目光, 要了两杯咖啡, 随便找了个座位。 不多时黄兴山走了进来, 看到江浩后, 立即来到了江浩对面坐下。 先生想好了, 江浩点了点头, 你跟我详细说一下黑拳的情况吧。 黑拳很简单, 大体就我之前说的那些, 至于如何挣钱, 那就简单了, 一共分为两种模式。 黄兴山喝了一口咖啡, 随即开始侃侃而谈。 第一种模式, 选择一个名门望族, 做对方的打手。 这类的拳手, 工资一天两万到五万不等。 江浩拿起咖啡, 抿了一口, 这种虽然工资日节, 但并不适合他, 他现在需要的是, 三天内, 以最快速度挣够, 最少15万金币。 第二种模式, 为挑战模式, 只需要拳手, 有个经纪人做担保, 就可以发动挑战模式。 第一场赢了, 就是1万金币。 从第二场开始, 每赢一场, 便会翻一倍, 直到第十场, 拳手将获得19万金币。 但这其中有三个条件。 第一, 一旦开启挑战, 中途不能间断。 第二, 十场必须连赢, 中间不能输一场。 输了, 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第三, 一旦赢十场后, 必须接受上一任十连胜的挑战, 赢了19万金币翻倍带走。 同样如果一旦输了, 也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江浩眉头一皱, 经纪人, 自己上哪去找经纪人。 突然, 江浩想到了什么, 神色古怪地, 瞥向了黄星山。 只见黄星山, 整理了一下衣领, 重新认识一下X先生, 在下黄星山, 比人不才, 正是一名资深的, 黑拳拳手经纪人。 江浩嘴角一阵抽搐。 第十三章, 打黑拳。 最新楼, 龙城有名的六星级酒店, 也是龙城第一批六星级酒店, 足有百年历史。 江浩有些纳闷地看着黄星山。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黄星山笑道, 先生有所不知, 黑拳就在这下面。 江浩了然, 没有再说什么, 跟着黄星山走进了最新楼。 欢迎光临。 门口处的迎宾, 看到江浩他们进来, 立即帮忙开门。 黄星山带着江浩来到了最新楼的大堂后面。 这里竟然有一部单独的电梯, 并且还有两位身着西装的中年人守在这里。 江浩看了两人一眼, 心中一灵。 没想到这两人竟然都是二阶觉醒者的修为。 黄星山从怀中拿出一个证件递给其中一人。 对方看了一眼, 便做了个请的动作。 进入电梯后, 黄星山按了一下副五层的案件, 这才给江浩解释道, 这两位就是负责检查的, 我这个证件就是经纪人通行证, 也正因为有这个证件, 才能进来, 不然根本进不来。 一会先生也要注册一下信息, 注册完, 你就是一位拳手了。 江浩点了点头, 很快, 电梯来到了副五层, 一打开, 江浩就感觉一阵喧嚣声扑面而来。 好在他如今也不是普通人, 很快就适应了过来。 黄星山带着江浩来到了一个房间内, 这里坐着一位老者。 这位老者气息相对来说比较普通, 远没有刚才那两位身着西装的中年人强横。 你好, 我带着拳手登进。 黄星山客气地跟对方打招呼。 老者瞥了一眼江浩, 随手从抽屉中取出两张表, 丢在桌子上。 江浩拿起两张表看了看。 第一张表填的是个人信息, 上面只有两个空, 一个是姓名, 另一个是等级。 第二张表则是一张生死状, 只要签下生死状, 便生死各安天命了。 江浩拿起笔, 第一张个人信息表上, 他在姓名那个栏上, 写的是X, 等级则是零接。 生死状那张表, 江浩也在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随即将两张表递给了老者。 老者随手做了登记, 想要那种模式。 挑战模式。 黄星山替江浩回答, 老者向黄星山要来了经纪人证明, 随即在一旁的电脑上一顿悄悄打打。 好了, 大约三十分钟后开始, 你们等一会吧。 江浩与黄星山离开了房间, 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 在这个地下黑拳, 一共有三个被铁笼子围上的擂台。 此刻三个擂台, 都有人在比赛。 周围的众人为自己看好的拳手加油。 江浩发现这些拳手, 绝大部分都是变异者或者体能者, 只有少数的灵能者。 不过, 凡是出现在这里的灵能者, 都十分强大。 这些拳手的战斗十分灵力, 几乎朝朝毕命, 并且还允许使用武器, 难怪要签订生死状呢。 另外, 江浩还发现, 这里只要上了擂台, 就是拳手, 没有什么男拳手, 女拳手一说。 江浩看了一回战斗, 对于这些人的战斗方式, 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十分钟很快过去了, 同时一道广播声响起。 下面, 让我们有请新拳手X, 他选择的是挑战模式, 让咱们一起, 祝他好运。 江浩文言站起身, 随即向擂台走去。 一旁的黄兴山也跟了下去, 他不需要上场, 但作为江浩的经纪人, 他要在擂台下方的。 新拳手就选择挑战模式, 还真是自不量力。 说不定这家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想多了, 要我看, 他肯定和经纪人有仇, 所以经纪人故意坑他呢。 看台上一阵阵议论声响起, 十分统一, 没有一个人看好江浩的。 江浩被工作人员带到了三号擂台, 虽然这是他第一次与人打擂台, 可他却丝毫不慌。 同级别之下, 魔物比人类要强, 一揭魔物他都不怕呢, 又怎么会怕临接人类? X挑战第一场, 对战暴走巨熊。 随着广播的声音响起, 一位身高两米左右, 只穿了一个短裤, 绑大腰圆的壮汉走上了擂台。 暴走巨熊这一身腱子肉, 十分具有压迫感。 江浩的体型与对方比起来, 就如同一个麻干一样。 小子, 竟然敢选择挑战模式, 你就等着被我撕伤两半吧。 暴走巨熊舔了舔辛红的嘴唇, 叮铃铃。 江浩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 一阵清脆的铃铛声响起, 紧接着广播的声音再次响起。 第一回合开始。 哈哈哈哈, 来吧。 暴走巨熊大笑一声, 随即身体迅速变化, 很快变成了一头身高三米的棕熊。 此时此刻, 江浩终于知道对方为什么叫暴走巨熊了。 感情这家伙不仅长得像熊, 就连能力都是熊。 就在江浩这样想着的时候, 暴走巨熊已经开始了攻击。 没有什么华丽的招数, 暴走巨熊直接向江浩冲撞而来。 江浩迅速后退, 随即身体一跃, 直接甩出一记鞭腿, 重重地甩在暴走巨熊的脑袋上。 碰。 暴走巨熊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呢? 脑袋就被江浩给踢中了。 壮术的身躯直接撞击在擂台的护栏上, 整个人直接陷入了昏迷。 看台上顿时鸦雀无声, 一个个一脸见鬼般的神情。 片刻之后顿时哗然一片。 我靠, 这是打假拳吧? 暴走巨熊怎么可能说? 内幕, 这里面一定有内幕。 该死的, 我刚才可是压了暴走巨熊一样, 现在全都赔了。 江浩没有理会众人, 看向同样是一脸震惊的裁判。 这样算赢吗? 不算的话, 我再把它弄醒。 算, 算。 裁判回过神来, 连忙点头。 第一回合, X胜。 广播里再次响起刚才的声音, 感谢X为咱们呈现出如此精彩的战斗。 现在我对X接下来的战斗更加期待了。 X挑战第二场, 对战石头人。 随着广播的声音落下, 立即走上来, 两个工作人员将暴走巨熊抬了下来。 随即一道人影走了上来。 江浩神色有些古怪, 他知道石头人是外号, 原本他以为对方会是一个长相粗犷, 绑大腰圆的汉子,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不足一米五的童颜巨熊的萝莉。 是石头人, 这一次这个X必输无疑了。 不错, 石头人可比暴走巨熊强多了。 石头人加油, 撕了这个X。 看到石头人上台, 看台上立即引起一阵欢呼。 叮铃铃。 第二回合开始。 第十四章, 石连胜。 石头人目光玩味地看了一眼江浩, 随即身体迅速变大, 很快变成了身高三米多的石头巨人。 石头人也不说话, 抬起拳头就向江浩砸去。 硕大的拳头足有西瓜大小了, 这一拳如果被砸中了, 后果可想而知。 这一次, 江浩不退反镜, 仗着身体灵活, 轻轻松松便躲避开了对方的攻击。 随后迅速靠近石头人, 江浩的身高一米八, 可站在石头人面前, 却也指到石头人腰。 不过这却丝毫不影响江浩的攻击, 只见江浩一拳挥出, 连暴击都没有动用, 直接砸在了石头人的腰子上。 呀! 粗犷的石头人口中发出一道千娇百昧的痛叫声, 听得让人有种说不出来的怪异。 石头人强忍着疼痛, 迅速向江浩发起反击。 只是可惜, 他的体型太大了, 经过程度不如江浩, 他的每一次攻击都被江浩给轻而易举地躲开了。 江浩看准时机一跃而起, 直接又来了一记鼎息, 重重地撞在石头人的下巴上。 石头人终于站不住了, 身体轰然倒地, 同样也陷入了昏迷之中。 场面再次鸦雀无声, 紧接着又是一片哗然。 众人都觉得江浩这是在打假拳, 哪有人能赢得这么轻松。 一时间看台上群情激愤。 别说看台上的众人不相信了, 就连擂台旁的黄星山都露出了一脸不敢相信的神色。 不过这也让他只是到了, 自己这是捡到了一个宝。 神来,宣布了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果。 紧接着第三场比赛就开始了。 然而解决没有任何意外, 江浩每一次都以绝对碾压的局势赢下了一场又一场的比赛。 转眼江浩已经来到了第七场比赛, 渐渐的众人也都有些麻木了, 同时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如果说暴走巨熊, 石头人打假拳了, 总不能其他人也全部都打了假拳吧。 黑拳主办方为了保证比赛的真实性, 也绝对不会允许有人打假拳。 众人意识到, 这位名叫X的拳手绝对不简单。 与此同时, 黑拳的主办方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包间内, 一位戴着金矿眼镜, 身穿银色高档西服的中年人沉声道, 去查一下, 这个X什么来路, 顺便把赤火叫过来。 是。 手下离开后, 一位落腮胡子的中年人问道, 姐夫, 你打算请赤火来坐镇第十一关? 嗯, 别让我不太放心, 还是让赤火来更把握一线。 眼镜中年人点了点头, 对了名泽, 你去联系一下夫人, 让夫人亲自过来一趟。 行, 我这就去。 与此同时, 江浩这边也终于来到了第十场。 他这一次的对手, 是一位体能者, 代号阿毛。 这家伙一上来, 就扛着一对大铁锤。 阿毛冷漠地看着江浩, 小子, 你很不错, 竟然打到了我这一关, 不过可惜, 到此为止了。 能够从第一场, 没有任何停歇地打到了第十场, 足以说明对方的强横。 不过这不代表, 他会选择放水。 尽管出手吧。 江浩微微一笑, 连续战斗, 他也感觉到了一丝疲惫。 不过这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以他的内功, 完全能够应付得来。 阿毛淡漠地说道, 你挑选一件武器吧, 别说我欺负你。 你尽管出手, 又可以。 如果我觉得不行, 我会动用武器的。 江浩耸了耸肩, 狂妄。 怒喝一声, 随即直接挥舞着手中的大铁锤, 向江浩砸去。 气势之灵力, 让在场所有人都不由心惊。 江浩脚尖轻轻一点地面, 身体迅速后退, 躲过了阿毛的攻击。 砰。 铁锤落在地上, 顿时在地上留下了一道剧烈痕。 然而, 这还不算完。 阿毛身体一转, 另一只铁锤再次向江浩砸来。 江浩身体向后一跃, 又一次躲开了阿毛的攻击。 阿毛手持铁锤, 整个人如同旋风一般, 向江浩攻去。 包房内。 夫人, 就是他。 您感觉怎么样? 眼镜中年人站在一位体态风营, 身着白色包臀裙, 上身一个小马甲, 腿上穿着黑色的中年美妇边上。 中年美妇问道, 有他的信息吗? 没有, 三叔只给了他一张如同的报名表。 眼镜中年人摇了摇头, 中年美妇文言, 带眉微醋。 我听说, 你要赤火过来了。 眼镜中年人点头道, 是的, 我打算让赤火试试他的水分。 行, 如果他赢了赤火, 把他带过来见我。 等等, 先把他经纪人带过来, 我见见。 是, 擂台之上, 你就只会躲吗? 看到自己的攻击都被对方躲过去了, 这让阿毛有些愤怒。 为什么不还手? 是看不起他吗? 他好歹也是半步一阶的存在。 如你所愿。 江浩说着, 直接施展出了灵波微步, 身体立即化作了一道残影, 直奔阿毛。 阿毛心中一灵, 浑身汗毛瞬间竖了起来。 当即将体内的异能运转起来, 两个铁锤没有任何保留地向江浩杂举。 枪! 就在阿毛的铁锤即将碰到江浩的时候, 江浩双手突然多出两柄长刀, 赫然是糖刀。 糖刀与铁锤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别看糖刀轻薄如意, 可坚硬程度却丝毫不弱于阿毛手中的铁锤。 巨大的力道, 震得阿毛连连后退。 阿毛心惊不已, 他到现在都没看出, 对方究竟是从哪里拿出来的武器。 不过, 此刻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江浩的攻击已经落下了。 阿毛健壮, 只能连忙抵挡。 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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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碰撞声不断在两人之间传出。 相比于阿毛的铁锤, 江浩的糖刀灵活多变, 几乎很快阿毛便被逼到了角落中。 随着阿毛能够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 两个大铁锤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碰! 江浩手中糖刀用力, 直接将阿毛手上的铁锤挑飞了出去, 重重砸落在擂台上。 江浩的糖刀落在阿毛的脖子上。 认输还是死。 江浩的声音淡淡传出。 咕咚! 阿毛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脑门上已经冒出冷汗了。 我认输! 阿毛最终还是选择了认输。 相比于丢掉姓名, 认输虽然丢面子, 可最起码自己活下来。 如果死了, 那可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看到阿毛认输, 此刻看台上已经没有人说风凉话了。 说实话, 他们对于阿毛根本没有抱有什么希望。 第十回合, X胜。 X挑战第十一章, 对战赤火。 第十五章, 老板想要见你。 你们是谁? 为什么带我过来? 黄星山一脸警惕地看着对面几人。 刚才有两个人来到自己身边, 不由分说就将自己带到了这个包房内。 中年美妇淡淡地说道, 你就是X的经纪人吧, 龙城黑拳是我家开的, 你不用紧张。 我叫你过来, 就是问你几个问题。 黄星山心中一领, 常年在外的他, 立即听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了。 X表现得太优秀了, 引起了这些人的注意。 你们想要知道什么? 中年美妇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双臂还凶, X的真实身份。 还有, 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X说, 想要挣快钱, 我就带他来这里了。 至于X的身份, 我也不清楚。 黄星山似是任命了一般, 回答得十分痛快。 中年美妇拿起身前的红酒, 浅浅地喝了一口。 黄先生, 我希望你能好好配合我。 你的底细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不然我也不可能把你带过来。 你能明白吗? 中年美妇话音落下, 立即有两个手下来到了黄星山的身后, 身上散发出了强劲的气息。 黄星山心中一领, 同时也在心中暗自苦笑。 自己虽然是X的经纪人, 可自己对X真的不了解啊。 自己也没想到, 对方既然这么厉害, 更没想到会引起主办方的注意。 略为陈寅, 黄星山这才开口道, 我并没有说谎。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真的不了解X, 说白了, 我跟他也是今天白天认识的。 黄星山将今天与江浩相遇, 的所有事情说了一遍。 X先生, 你别怪我呀,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中年美妇没有说话, 他看得出来, 黄星山并没有说谎。 但如果是这样, 那就有些奇怪了。 这位X是从哪里来的? 包房内, 气氛有些诡异的安静, 黄星山冷汗直流。 此刻, 江浩也终于见到了他的最终对手, 赤火。 青年模样, 身材挺拔, 长相俊美, 一头火红色短发, 身着一套黑色西装。 然而这些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赤火并非临阶觉醒者, 而是一阶觉醒者。 哈哈, 赤火出手, 这一次X肯定输了。 绝对的, 目前为止, 我还没看到赤火败过呢。 主办方终于开始发威了, 早就应该如此了, 这一次一定能给X一个难忘的教训。 看到赤火出现, 看台上的众人立即议论起来。 擂台上, 江浩在打量赤火的同时, 赤火也在打量江浩。 你很不错, 竟然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连续赢下十场比赛。 女的? 听到赤火的声音, 江浩一愣, 他以为对方是男的呢? 毕竟这名字, 这长相任谁都会以为对方是男的。 可一听对方的声音, 江浩就知道自己听错了, 对方竟然是个女的。 出手吧, 不然你没有机会了。 赤火无比自信地看着江浩, 这份自信并非是他自傲, 而是来自于他的实力。 一阶对战临阶, 没有任何悬念。 江浩撇了撇嘴, 随即收回了堂刀。 赤火见到江浩竟然凭空, 将武器变没了, 瞳孔微微一缩。 能够凭空收起武器的, 只有极为罕见的储物装备才能做到。 想来此人身上应该有这种装备, 这让他眼神中不由浮现出一抹贪婪。 储物装备可不是寻常的武器, 十分难得, 只有真正强者手里才有。 赤火突然开口道, 一会我不会杀你, 但你要把你的储物装备给我。 如何? 储物装备? 江浩先是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对方是将他的系统空间, 当成了储物装备。 好啊, 不过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江浩淡然一笑, 说着, 江浩身形一动, 直接出手。 他可没有想要跟对方谦让地打算, 既然这家伙让自己先出手, 那就先出手好了。 既然对方是一阶觉醒者, 江浩也没有客气, 一上来就施展出了灵波微步。 赤火本身还没有将江浩放在眼里, 可当他看到江浩的速度后, 脸色不由一变。 这速度, 就算是他都比不过。 再看江浩的修为, 竟然依旧是灵阶。 这让赤火意识到, X之前一直在隐藏实力, 想到这里, 赤火立即紧惕起来。 当即抬起双手, 顿时两道火球在掌心中浮现出来, 随即直接向江浩丢去。 江浩眉头一挑, 没想到这赤火竟然与白羊一样, 都是火系灵能者。 江浩微微侧身, 躲过了赤火的攻击, 同时顺势七身而上。 赤火不愧是一阶觉醒者, 面对未免没有丝毫慌张。 迅速与江浩拉开距离, 作为灵能者, 攻击力自然不弱, 可自身防御就不行了, 所以必须拉开距离, 采用远程攻击。 只是江浩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迅速靠近, 同时一拳挥出。 赤火健壮, 手臂一挥, 顿时一道火墙出现在他与江浩之间, 这才将江浩的攻击给抵挡下来。 赤火也趁机迅速与江浩拉开距离, 同时再次释放出火球, 向江浩不断攻去。 江浩左右连躲, 可奈何对方的火球实在太多了, 饶视江浩速度够快, 可擂台上空间有限, 一时不慎被一个火球砸中了。 就在众人以为江浩这一次必死无疑的时候,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火球落在江浩的身上后, 并没有立即燃烧起来, 反而江浩身上气息流转, 下一秒, 落在江浩身上的火球, 竟然被他丢还给了赤火。 这一手, 正是内功斗转心仪的运用。 斗转心仪的特点就是借力打力, 可以将别人的攻击还给对方, 唯一的弊端就是必须是火球这类的远程攻击, 或者是按镜才行。 这一招还是江浩第一次使用, 感觉效果还算不错, 难怪会被誉为一笔之道, 还失笔深呢。 赤火间自己的火球不仅没有伤害到对方, 还被对方丢了回来, 不由一愣。 这种情况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躲过了刚才火球攻击, 赤火再次加大了攻击。 一时间, 整个擂台上有一大半的位置都布满了火球。 灼热的气息让人感觉非常不舒服。 江浩间自己攻击不进去, 便失去了兴趣, 随即气韵丹田施展出了狮吼。 吼! 震耳欲聋的吼声瞬间在整个副层响起。 在场所有人脸色一变, 此刻想要捂住耳朵已经不可能的了。 恐怖的吼声震得众人头疼欲裂, 恨不得用头去撞墙。 就连包房的玻璃都被震得碎了一地, 包房内的众人一脸骇然地看着擂台上的江浩。 而赤火更是首当其冲, 被江浩的狮吼公震得直接撞在围栏上, 一口鲜血喷出。 同样也是满脸震惊地看着江浩。 就连裁判也被震得撞到了一边的墙上。 江浩身形一动, 迅速来到赤火身前, 不给赤火反应的机会, 一把掐住了赤火的喉咙, 将其提了起来。 认输还是死。 江浩神情平淡地看着赤火。 赤火想要反击, 可奈何刚才的吼声, 震得他现在根本释放不出攻击。 最后赤火只能憋屈地选择了认输。 他实在想不明白, 自己堂堂一阶觉醒者, 怎么会输给一位灵阶的觉醒者? 是不是该宣布结果了? 江浩没有理会赤火, 而是看向了还处于猛逼状态的裁判。 裁判回过神来, 立即结结巴巴地宣布, D,第十一回, 回合,X,获胜。 公,恭喜X, 完,完成挑战。 江浩文言平淡地走下了擂台, 连续十一场战斗, 用了将近六七个小时。 不过好在, 结果还是很可以的。 江浩走下擂台, 却并没有发现黄兴山的身影, 不由眉头一皱。 就在这时, 两道人鹰走了过来, X,老板想要见你, 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朋友已经过去了。 第十六章, 招揽。 几位, 这是什么意思? 江浩神色漠然地看着对面之人。 就在刚刚, 两个人将他带离了副层, 来到了八楼的一个房间中。 此刻, 在他对面坐着一位中年美妇。 中年美妇淡然一笑, X, 我们想要找你聊聊, 所以才把你请过来的。 不得不说, 成熟的女人最有韵味, 中年美妇浅浅一笑, 没有年轻女孩那种青涩, 反而有种落落大方的感觉。 给人一种妩媚, 却又不失礼貌的感觉。 哼哼, 你们这可不是情人的态度呀。 江浩文言露出冷笑, 黄兴山站在一旁, 一脸愧疚地看着江浩。 明泽脸色一沉, 小子,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跟我家夫人这么说话。 明泽, 中年美妇摆了摆手, X, 我是诚心想要与你聊聊的, 至于我手下办事的方式, 可能让你有些不高兴了, 这一点, 我向你道歉。 江浩淡淡地说道, 道歉就免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还有事呢? 离开医院这么长时间, 也不知道老爸怎么样了。 老妈自己一个人, 能不能照顾过来。 她现在只想快点拿到钱, 然后离开这里。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直说了, 我要你加入我们, 只要你同意, 我一天可以给你四万金币。 江浩想也没想, 直接拒绝了, 没有兴趣。 先不说自己对他们一无所知, 单说自己也没有兴趣, 加入他们。 说着, 江浩就准备带着黄兴山转身离开, 却被之前带他过来的两位中年人给拦了下来。 这就你们的态度是吗? 不加入你们就不能离开。 江浩转身, 看向中年美妇。 中年美妇淡然一笑, 我觉得, 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或许你还不清楚, 龙城黑拳就是我家开的, 你如果答应了我的要求, 你不仅能够得到今天获得的奖金, 同时还可以多的四万金币。 威胁我, 江浩眸子威蜜。 中年美妇对那两个拦住江浩的人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下去, 然后起身从一旁的精美跨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并非威胁你, 我是诚心想要让你加入我的麾下。 说着, 中年美妇来到了江浩身前, 将银行卡递给了江浩。 我知道你是因为钱, 才来这里打黑拳的,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好好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呢? 我想没谁会跟钱过意不去吧。 你说得不错, 不过, 我还是刚才那句话, 江浩耸了耸肩。 另外, 我不喜欢银行卡, 还是给我转账吧。 中年美妇一愣, 不过还是让人把他的手机拿了过来, 给江浩转过去了42万金币。 你转多了, 看着中年美妇多转的4万, 江浩眉头一皱。 中年美妇微微一笑, 多的就当我的诚意了。 那多谢了。 江浩耸了耸肩, 也不跟对方客气, 说完转身就走。 等一下, 中年美妇叫住了江浩。 江浩回头看向中年美妇, 还有什么事? 这是我的名片, 想明白了谁是打电话联系我。 中年美妇从精美夸包中, 掏出了一张蓝色的名片。 江浩接过名片, 看了一眼, 上面十分简介, 除了一行电话号外, 就有一排自白氏集团, 徐静。 白氏集团? 白杨家好像就是这个所谓的白氏集团。 这个女人, 在白氏集团是什么身份? 江浩深深地看了一眼徐静, 随即收起名片带着黄兴山转身离开了。 夫人, 就让他们这么离开了。 眼镜中年人, 看着江浩他们离开房间, 不由看向徐静。 徐静脸上带着浅笑, 一副蜘蛛在握的表情, 没事的, 我相信他会给我打电话的。 一个为了前来打黑拳的人, 又怎么会讨要钱呢? X先生对不起。 走进电梯, 黄兴山这才忍不住开口。 江浩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没事。 他知道黄兴山为什么跟自己道歉, 他确实没有在意。 黄兴山对自己的信息根本不清楚, 就算说了一些, 也不过是他展现出来的而已。 更何况, 如今获得了这么多钱, 让他非常开心。 至于一些小事, 他完全不在意。 走出最新楼, 此刻外面已经新楼密布了, 江浩与黄兴山打了一声招呼, 便离开了。 回到医院, 江浩先到前台, 把剩下的钱交上, 这才询问病房浩。 来到病房, 此刻他爸还没有苏醒, 他妈坐在床头, 静静地守护着。 听到有人进来, 萧玉芬回头, 看到是江浩, 这才松了一口气。 小浩, 你做什么去了? 吃饭了吗? 江浩笑道, 我吃了, 对了妈, 钱的事, 你不用操心了, 我已经全部交上了。 他除了早上吃了饭, 一天根本没吃饭, 为了不让老妈担心, 他才说谎的。 小浩, 你从哪弄得这么多钱? 萧玉芬闻言一惊, 三十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以他们家的情况, 就算不吃不喝三年, 也挣不上三十万。 江浩将早就正好的借口说了出来, 妈你放心吧, 我这钱来路正, 是我找了几分家教的活, 他们看到我有真才识学, 觉得把孩子交给我放心, 所以多给了一些钱。 其余的是我从同学那里借的, 到时候我妈妈还就行。 果然, 听到江浩的话, 萧玉芬这才放心不少。 她不怕别的, 就怕江浩为了钱, 做出什么措施。 妈, 你先回家吧, 我来守着我爸。 萧玉芬摇了摇头, 不了, 我就算回家, 也没心情睡觉, 就在这里吧。 江浩知道自己劝不动老妈, 便没有再说什么。 她出去, 在医院买了一张单人床, 她跟老妈谁要累了, 就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休息。 一日一早, 江尚全终于从昏迷状态, 苏醒了过来。 爸, 你感觉怎么样了? 江浩发现江尚全苏醒, 立即靠了过来。 我没事。 江尚全脸色苍白地摇了摇头。 你妈呢? 我妈去买饭去了。 江浩说着, 萧玉芬就从外面走了进来。 还她爸, 你终于了,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江尚全吃力地想要从床上坐起来, 只可惜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累得额头上出现一层戏汗。 我没事, 还她妈带我去办出院手续。 爸, 医生说你还没好呢, 不能出院。 江浩按住江尚全。 是啊, 还她爸, 你就好好休养休养吧。 费用方面你不用担心了, 小浩已经解决了。 萧玉芬把饭放到了一旁, 两人在一起二十来年了, 她一眼就看出了江尚全是什么意思。 小浩,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江尚全一脸诧异地看着江浩。 江浩笑着, 把之前跟萧玉芬解释的借口, 重新跟江尚全解释了一下。 江尚全将信将疑地看了一眼江浩。 虽然江浩说得有理有据, 可她还是有些不太相信。 爸, 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息吧, 什么也不用操心了。 江尚全点了点头。 吃过早饭后, 江浩再次离开了医院。 昨天因为时间问题, 她没有去父母的单位, 今天没什么事了, 她准备过去看看。 她把这一身伤, 不能就这么白手。 第十七章。 你别冲动。 昌吉化工厂。 这就是江尚全与萧玉芬曾经的单位。 江浩曾经来过几次, 因此这一次也算轻车熟路。 不过江浩并没有大摇大摆地进入, 先不说自己能不能见到化工厂的老板, 单说自己进去估计就会被人发现。 江浩在周围转了转, 也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 突然江浩想了一个人, 立即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X先生, 有什么吩咐? 很快电话就接通了, 黄兴山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或许是因为昨天的事情, 黄兴山对他更加的热情了。 江浩没有废话,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我想要找个人的住处, 你能办到吗? 黄兴山一愣, 找人? 找人不是我的擅长。 不过, 我有一个朋友擅长这方面的事情。 先生信得过的话, 可以把对方的名字告诉我。 我这边直接跟我朋友问一下。 行, 我要找昌吉化工厂老板的住处, 你帮我联系一下他, 费用好说, 不过我要快。 放心吧, X先生。 黄兴山说了一句, 便挂了电话。 黄兴山办事效率很快, 刚刚撂下电话没多久, 便再次给江浩回过来了。 X先生, 你要的信息已经查到了, 昌吉化工厂是白氏集团旗下的产业, 老板名叫殷德财。 他的住处有两个, 一个是家和别院, 另一个是兴旺兴城。 家和别院是他正常家, 兴旺兴城是他情人的家, 按照他往常习惯, 今天很大几率会去兴旺兴城。 说着, 黄兴山将殷德财这两处住处的具体位置, 也都说了出来。 白氏集团吗? 听到白氏集团, 江浩心里隐隐猜测到了什么。 他说, 化工厂怎么会好端端地将爸妈撵走呢? 这里面必然有白杨的一份力。 多谢了, 费用多谢。 我转给你。 黄兴山连忙说道, X先生说笑了, 这个就当是我昨天的赔罪了, 不收你的费用了。 那就多谢了。 江浩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这份人情他记住了。 与黄兴山挂断电话后, 江浩便直奔兴旺兴城。 既然化工厂不好紧, 那他就来这里赌对方。 来到兴旺兴城, 江浩按照黄兴山告诉自己的地址, 直接找了过去。 江浩在一个没人的地方, 戴上郎珠面具, 这才走进兴旺兴城。 不得不说, 这个殷德才还挺贵享受的, 住的都是别墅区, 这倒方便了他行动。 不多时, 江浩便悄悄来到了 殷德才给他情人安顿的地方。 他并没有选择从正门进入, 而是来到了别墅的后面。 赵玉倩今天心情不错, 穿着睡袍, 手里端着一盘黄瓜片, 嘴里还哼着不知名的小调。 今天殷德才会过来, 虽然这个老男人比他爹岁数还大, 可那是他的金主, 他必须服务好了。 也正是因为有殷德才, 他才能生活得这么潇洒。 平日里什么也不用干, 没事逛逛街, 打打牌, 无聊的时候再找养个小奶狗, 日子简直美滋滋的。 赵玉倩坐在沙发上, 把黄瓜片轻轻贴在脸上。 咔嚓! 突然一声玻璃破碎声响起, 赵玉倩脸色一变, 连忙胡乱把脸上的黄瓜片拿了下来。 只是还不带他从沙发上站起来, 一位戴着面具的人便闯进了房间中。 把他按在了沙发上, 捂住了他的嘴。 别出声, 不然我弄死你, 听明白了吗? 江浩声音冰冷。 随即从系统空间内取出了一把堂刀, 架在了赵玉倩的脖子上。 赵玉倩被吓坏了, 眼泪不停地流, 最不争气的是, 他还被吓尿了。 听没听到, 江浩手握堂刀用力几分。 赵玉倩连忙点头, 不管怎样, 先保住命要紧。 见到对方配合, 江浩这才松开赵玉倩。 锋利的堂刀插入赵玉倩脚下瓷砖, 立在赵玉倩身前。 赵玉倩可怜兮兮地看着江浩。 你要钱的话, 我可以给你钱, 我只求你别伤害我。 江浩淡淡地说道, 我对你的钱不感兴趣, 对你同样不感兴趣。 我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应得财。 你只要别耍花样, 我不会对你怎样的。 听到江浩这么说, 赵玉倩这才安心一些。 不过一想到, 对方既然是来对付他金主的, 他又不由担忧起来。 万一金主被这人解决了? 那他以后, 岂不是没有这么优异的生活了吗? 想到这里, 赵玉倩很想让江浩停手, 可看着身前的堂刀, 他最终也没敢, 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在江浩对面, 一动不敢动。 房间内的气氛变得十分诡异。 咕噜噜, 突然赵玉倩的肚子传来了响声, 赵玉倩一阵尴尬。 江浩对此却视而不见, 也没有让赵玉倩吃饭。 终于熬到了下班, 英德才坐到车里, 伸手拽了拽领带。 司机询问道, 老板, 还是老规矩呗。 作为英德才的司机, 他十分熟悉英德才的习惯。 英德才点了点头, 没有说什么。 司机心领神会, 直接启动了车子。 二十分钟左右, 车子开进了兴旺兴城。 英德才下车, 你回去吧, 明天一早来接我。 是。 司机应了一声, 便开车离开了。 英德才来到门前, 开始输入密码。 正经,江浩站了起来, 将糖刀重新拿在手里。 别想耍花样, 不然我保证, 你会死在英德才前面。 江浩冷冷地瞥了一眼赵玉倩, 随即走向了厨房拐角。 这个房子是南北透通, H户型, 房门与厨房刚好有个拐角, 站在这里, 刚好躲过门口的视线。 这时房门打开, 英德才从外面走了进来。 英德才一边换鞋, 一边问道, 小倩做饭了吗? 他并没有注意到赵玉倩的异样。 可没有得到赵玉倩回答, 英德才不由眉头一皱。 小倩, 你怎么了? 屋里什么外? 英德才闻到了一股妙骚味。 赵玉倩浑身颤抖, 不敢回应英德才。 英德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往常自己过来, 赵玉倩都会非常热情, 怎么今天这么反常? 只是不等他反应过来, 身后就传来了恶风。 英德才脸色一变, 身形移动迅速躲避, 同时身上迅速钢铁化。 这正是他的能力, 钢铁之躯。 然而, 虽然他是一阶觉醒者, 可在江浩面前, 却没有任何反应能力。 江浩一刀劈下, 重重落在英德才的身上。 同时暴击施展出来。 碰! 英德才倒飞出去, 身体重重撞, 在墙上, 手臂出现了一道将近五厘米的伤痕。 破! 英德才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落在地上, 不等他站起来, 江浩的糖刀就已经落在了他的脖子上。 再乱动一下, 死! 你? 你是谁? 英德才惊恐地看着江浩。 此时此刻, 他终于知道赵玉倩为什么会这么反常了。 只是让他想不明白的是, 自己可是一阶觉醒者, 对方不过是灵阶, 为什么比自己强这么多。 同时他也疑惑, 对方究竟是, 为什么要对付自己, 他不记得自己得罪过这样的人物啊。 我问你, 是谁指使你, 死退江上拳他们夫妇的? 又是谁打伤的江上拳? 江浩问完这两个问题, 糖刀便开始向英德才的脖子开始用力。 只要英德才不配合自己, 江浩就会毫不犹豫地解决了英德才。 我说, 我说, 你别冲动。 英德才哭丧着脸, 连忙求饶。 他从对方的身上感受到了杀意, 他知道, 眼前这个面具人绝对不是在跟他开玩笑。 说! 第十八章, 报复白杨。 我说, 我说, 是白嫂让的。 白嫂说他们儿子得罪了他, 所以让我开除他们, 打伤将上拳的, 也是白嫂的人。 英德才哪里还敢犹豫, 连忙将说有事情交代清楚, 生怕自己回答得慢一些, 惹得对方不高兴。 哎呀, 果然是你, 看来我不给你一些教训, 你是真以为我好欺负了。 江浩眸子微眯, 心中杀意大胜。 英德才战战兢兢地看着江浩, 兄弟, 你要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了, 你现在能放过我了吧? 谁是你兄弟, 这件事, 你也脱不了干系。 江浩冷哼一声, 紧接着房间内传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惨叫声维持了足足三十分钟, 这才停一下来。 看着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样的英德才, 江浩这才停下手, 随即找了一根绳子, 将英德才, 赵玉倩给藏了起来。 做完这些, 江浩这才离开这里。 哎呀, 是你先招惹我的,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了。 江浩一边走一边, 再次给黄兴山打句电话。 当他说名义图后, 黄兴山被吓了一跳。 先生, 白家可不是一般势力。 你要动白家少爷的话, 白家不会放过你的。 江浩冷冷地说道, 你直接告诉我他家具体位置就行。 白家势力大不错, 可自己戴着面具摘下面具后, 再把这身衣服丢了, 谁会知道是自己。 黄兴山拗不过江浩, 只好找朋友询问了白杨家的位置。 挂了电话, 江浩给黄兴山转过去一万金币。 之前黄兴山免费给他提供了信息, 这一次他自然不能再让黄兴山免费给自己提供信息了。 如今一万金币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陈辉小镇, 龙城顶级的豪华小区, 这里不是有钱人就能住得起的, 只有真正的名门望族才能住在这里。 并且, 这里没有楼房, 全都是别墅。 这里的别墅不仅独门独院, 还都如同庄园一般。 每一个占地面积都不小于八万平。 而这里也号称是安保系统最全面的小区。 不是这里的住户根本无法进入小区, 除非小区住户承认, 或者出来接, 才能让外人进入。 江浩并没有直接进入其中, 他虽然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 却也没有盲目自信到敢单枪匹马传入白羊家里。 他很清楚, 白羊家里肯定有很多守卫, 甚至就连二阶爵行者都有。 以他的实力, 对于一阶觉醒者没问题, 对付二阶觉醒者就不行。 他要做的就是先摸青路, 然后再找机会对付白羊。 最好是能找个没人的地方, 到时候自己就算杀了白羊也没人知道。 就在江浩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看到白羊竟然从里面走了出来, 江浩不由眉头一挑。 原本他都不抱有希望, 能够碰到白羊, 没想到白羊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不过他身边那两个保镖是个麻烦, 必须想办法解决了才行。 就在江浩想着怎么解决那两个保镖的时候, 白羊竟然主动走了过来。 你就是那个魔术师吧, 快点进来, 就等你了。 江浩一愣, 什么情况? 白羊见江浩没动, 眉头一皱露出不悦的神色。 你在干什么呢? 还不快点, 再晚一会, 小心你的报酬就没了。 江浩确认白羊就是在跟自己说话, 于是走了过去。 快走吧, 马上就到你表演了。 说着, 白羊转身就走。 江浩见状, 迟疑了一下, 随即跟了上去。 他倒要看看, 白羊这个家伙在搞什么鬼。 很快, 江浩就跟着白羊走进了一处 类似于庄园的地方。 这里正是白羊的家。 难怪这家伙平时那么张扬跋扈, 确实有嚣张的资本。 看着眼前的巨大庄园, 江浩忍不住暗自咋舌。 与此同时, 陈辉小镇外, 一辆低视停了下来。 从车上下来一位戴着小丑面具的人。 这人刚要进入其中, 就被保安拦了下来。 那人解释道, 你好, 我是一名杂技演员, 是来给白家表演的。 不好意思, 我没收到通知, 你还是打电话, 让人出来接你吧。 保安摇了摇头, 态度十分坚决。 那人无奈, 只能走到一旁开始打电话。 然而, 他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 不由有些傻眼了。 这什么情况, 自己如果不进去的话, 回头老大肯定会收拾自己的。 要是惹恼了白家, 白家也不会放过自己的。 那人越想越心急, 可眼下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另一边, 江浩被白羊带到一处 被临时搭建起来的露天剧场。 台下坐了不少人, 台上正在有人卖力地表演。 虽然江浩不知道白家这是怎么了, 不过却也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感情白家这是有活动。 白羊出来应该是要接一位魔术师, 结果误把自己当成了魔术师带了进来。 可自己那会什么魔术, 再说自己也不认识那帮表演的家伙们, 自己一过去必然会露线。 想到这里, 江浩眸子微眯, 看来自己只能在这里动手了。 自己现在出手, 然后立即原路离开, 以自己的速度, 毫无保留的情况下, 就算二阶觉醒者也别想拦住自己。 意识到这一点, 江浩不再迟疑, 当即弃沉丹田。 你干什么? 白羊身旁的保镖注意到了江浩的异样, 脸色一沉, 另一人也立即警惕起来。 白羊皱着眉头看着江浩, 他也感受到了江浩体内的气息波动, 语气森然。 你敢向我出手? 给我拿下他。 白羊立即命令保镖动手。 之前他就感觉这个家伙有些不对劲, 只是自己并没有在意。 如今看来, 这家伙果然有问题。 两位保镖立即打算动手, 只是江浩比他们快, 直接施展出了施吼弓。 吼。 震耳欲聋的吼声以江浩为中心, 如同潮水一般向四周扩散。 谁也没想到, 江浩还有这一手。 突如其来的吼声, 直接震得白羊与两位随从口吐鲜血, 身体倒飞出去。 突如其来的攻击, 让白羊他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好在关键时候, 两位保镖及时挡在了白羊身前, 江浩全力一击, 足以秒杀白羊。 可即便如此, 白羊依旧感觉五脏六腑都仿佛要被震碎了一般, 当场昏迷了过去。 江浩这边弄出来的动静实在太大了, 想要不引人注意都难。 而江浩也没有迟疑, 一击得手后转身就跑。 而此刻白家也已经反应过来, 台上的表演立即停止。 白家的那些保镖立即向江浩追杀来。 江浩施展暴击, 同时将灵波微步施展到了极致。 顿时江浩的身影画做了一道残影, 迅速向白家门口窜去。 然而就在江浩马上就要离开白家的时候, 突然一道人影从外面掠来, 直奔江浩来。 江浩一惊, 双手交叉护在身前, 巨大的力道震得他连连后退, 江浩顾不上伤势, 借力改变方向向远处掠去。 对方是一位二阶觉醒者, 他虽然不敌, 可跑还是没问题的。 但他不能让对方牵制住, 一旦被牵制住了, 他可就危险了。 一时间, 白家上演了一场追捕行动。 第十九章 香燕, 雅儿, 白文洛来到白杨身边, 看到白杨此刻凄惨模样, 悲痛欲绝。 快联系救护车。 一旁的保镖文言, 连忙掏出手机, 给医院打电话。 给我抓住此人, 生死不论。 看着四处逃窜的江浩, 白文洛露出杀气腾腾的目光。 是, 江浩被追得四处乱窜, 好在白家够大, 不然他说不定真的被抓住了。 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迟早会被这些家伙给追上。 就在江浩考虑该如何应对的时候, 突然一道道冰锥落下。 江浩心中一灵, 是灵能失出手了。 若是一对一, 他凭借着斗转心仪, 完全不怕对方。 可眼下他根本不能停, 一旦停下来, 就容易被抓住。 江浩思索间, 突然注意到不远处的房子, 当即想也没想, 直接向那个房子里掠去。 这些家伙如果敢追进来, 自己就给他们来一记施吼弓, 在房子里施展施吼弓, 不说能解决掉他们, 最起码让他们失去战斗力没问题。 该死的, 快追! 那些保镖死死的, 跟在江浩的身后。 江浩速度飙升到了极致, 直接窜进了屋子内。 本来今天是白文落母亲的生日, 可徐静实在太累了, 便没有立即出席。 睡了一觉后, 他正准备洗个澡, 然后再出去。 结果没想到, 外面突然出现躁乱, 不过他并没有在意, 在白家, 还没有谁惹了事, 还能完好无损地离开呢。 徐静走进了浴室, 身上的浴袍滑落, 露出丝毫不逊色 十七八岁小姑娘的雪白肌肤, 抬脚走进了满是牛奶的浴缸之中。 碰! 突然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响起, 房门直接被撞开, 不等徐静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一道人影就冲了进来。 四目相对, 场面顿时变得有些诡异。 徐静怎么也没想到, 来人竟然是江浩。 江浩也没想到, 徐静也在这里。 不过一想到徐静是白家的人, 在这里也很正常, 便没有多想。 就在这时, 后方一阵脚步声传来。 江浩眼中凶光一闪, 便准备施展施吼弓。 可就在这时, 浴缸之中徐静突然伸手, 一把将江浩拽进了浴缸之中。 事发太过突然, 江浩根本没有防备。 猝不及防之下, 江浩的手直接抓在了两个山峰上。 徐静眼睛一瞪, 目光有些冷。 江浩有些不知所措, 呆呆地看着身下的徐静。 拿走, 徐静声音有些冷。 江浩回过神来, 连忙收回手, 可手收回了, 他也没有了支撑点, 直接整个人趴在了徐静的身上。 就在他想起来的时候, 徐静突然抱住了他, 把他按在身上。 外面脚步声越来越近, 明显感觉已经快要进来了。 但是, 此刻江浩却顾不上那些了, 或者说他整个人状态都不太好了。 他的脸紧贴在徐静的锁骨, 整个人都靠在徐静的身上, 胸前清晰感受到那两坨软腻。 这触感, 这味道, 江浩回过神来, 开始挣扎。 徐静淡默的声音响起, 不想死就别乱动。 江浩闻言, 安静下来, 不过此刻却不好受, 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正常成年男子。 在这种香艳场景下, 如何能够淡定? 就在江浩尴尬万分的时候, 脚步声已经来到了浴室。 徐静伸手一拽, 玉帘落下, 将浴缸笼罩住。 此刻刚好那些人走了进来。 徐静声音冰冷。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直接闯进来。 夫人恕罪。 那些保镖没想到, 徐静竟然在洗走, 连忙转过身, 背对着徐静。 夫人, 有歹徒作乱, 还打伤了少爷, 我们才追过来的, 我们。 我没看到那人, 你们在屋子里其他地方找找吧, 我马上出去。 徐静深深地看了江浩一眼。 是。 保镖们闻言, 二话不说, 立即去其他地方搜查。 等保镖们离开后, 徐静看向江浩, X, 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 不仅跑到白家为非作歹, 竟然还敢打伤我儿子。 我看, 你是不想活了。 白杨是你儿子。 江浩一愣, 随即连忙支撑身体抬头, 一脸错愕地看着徐静。 他怎么也没想到, 白杨他妈竟然这么年轻。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别人一直都叫徐静夫人了, 原来她是白家的女主人。 有问题吗? 徐静淡默地看着江浩。 江浩心思白转, 徐静既然是白杨的母亲, 怕是不会放过自己。 想到这里, 江浩看向徐静目光突然变冷。 然而, 这时徐静却突然笑了, 徐静本身长得就非常漂亮。 如今一笑, 更是有种一笑百昧的风情。 怎么想要对我出手? 哗啦。 就在江浩考虑怎么说的时候, 徐静竟然毫不避讳地坐直了身体, 随即趴在江浩的背上, 伸手摸了摸江浩的面具。 我觉得, 咱们或许应该聊一聊。 在这, 江浩有些弄不懂徐静什么意思, 不过眼下这种姿势未免有些太尴尬了。 尤其一想到徐静竟然是白羊的妈, 他就觉得有些不自在。 徐静耸了耸肩, 你要不怕被发现, 那就出去好了。 胸前那两对雪白的兔子, 微微一晃, 差点晃下江浩的眼睛。 咕咚, 江浩只觉得喉咙有些发干。 你想聊什么? 江浩声音地转过头, 努力不如看那两对明晃晃的凶器。 徐静伸手, 从一旁的台阶上, 为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我不管你之前跟羊儿有什么恩怨, 从今以后一笔勾销, 并且你还要做我的手下, 我保你安然无恙地离开。 你觉得没有你, 我离不开白家。 江浩眉头一皱, 他非常反感别人威胁自己。 徐静耸了耸肩, 或许你能离开。 不过我估计, 你不付出一些代价, 是不可能的。 徐静优雅地将红酒一饮而尽, 随即目光完尾地开口。 再说了, 你与羊儿的恩怨, 我这个做妈的, 还不算还清了吗? 还是说, 说到这里, 徐静再次趴到了江浩的背上, 口吐幽蓝, 语气中仿佛带有无尽的魅惑。 你想要我站起来, 或者你想要? 你干什么? 江浩猛地从浴缸里站了起来, 脸色通红, 好在有面具挡着, 不然他肯定糗大了。 这娘们说话就说话, 手竟然还往小江浩身上猛。 咯咯咯? 徐静发出一声清脆的笑声, 然后推了推江浩, 去把我浴袍拿来。 你自己没长手吗? 江浩白了一眼徐静, 语气非常不好。 徐静撇了撇嘴, 然后在江浩愕然的目光下站了起来。 江浩呼吸一致, 等他反应过来后, 徐静已经优雅地穿上了浴袍。 你先在这里, 不要出去。 徐静说了一声, 就走出了浴室。 第二十章, 果然有诈。 江浩回过神来, 不由打了的冷战。 他娘的, 我是来打白羊的, 不是来倒白羊出生地的。 反应过来的江浩, 顾不上湿漉漉的衣服, 来到浴室的窗外, 往下看了一眼。 发现下面并没有人。 江浩打开窗户, 侧耳倾听, 外面依旧有一阵嘈杂声音。 这让江浩想要跳窗逃离的想法破灭了。 无奈, 江浩只能先放弃离开的打算。 过了一会, 离开的徐静这才折返回来。 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 徐静回到浴室, 江浩警惕地看着徐静, 干什么? 这娘们是白羊的妈, 她可不想跟对方有太多的牵扯。 怎么? 刚才白看了? 徐静眉头挑了挑。 江浩脸色一黑。 徐静白了一眼江浩, 行了, 把我儿子打成那样, 一点都没有手下留情。 我不除掉, 你就已经很不错了。 把联系方式给我, 一会我们去医院, 老宅这边人会撤离一部分, 剩下的, 就看你自己的了。 我的诚意已经拿出来了, 现在看你的了。 江浩问道, 为什么非要让我加入你? 你给我的感觉很特别, 不然你觉得凭你打伤我儿子, 我会放过你吗? 徐静耸了耸肩, 江浩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电话号告诉给了徐静。 徐静试着打了一下, 确定电话号正确后, 便转身离开了。 江浩继续留在房间内, 过了差不多30分钟后, 手机突然传来一道短信声。 江浩拿起来一看, 正是徐静发来的, 告诉他可以离开了。 看着手机上的信息, 江浩有些迟疑, 目前为止, 他依旧不相信徐静。 为了防止是不是徐静故意给自己下套, 江浩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再次来到浴室, 打开窗户听了一下, 外面果然没动静了。 江浩没有从正门离开, 而是从浴室窗户跳了下来。 好在这是个别墅, 只有三层, 这若是多层或者高层, 他就不敢这么做了。 身体落在地上后, 江浩立即向白家大门口走去。 只是, 还没有走出多远, 他就被保镖发现了。 再次被追赶, 江浩眉头一皱, 以为是徐静骗了自己。 不过在他注意到追赶他的那些保镖, 远没有之前多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徐静并没有骗自己。 虽然保镖变少了, 可江浩依旧没有与他们纠缠的打算。 他将林波微步施展到了极致, 并且动用暴击, 这才将这些保镖甩开一段距离。 但这些保镖并没有放弃追杀他。 不过江浩已经来到了门口, 只要离开白家, 他的处境就会好不少。 就在江浩以为自己马上就可以离开的时候, 白家大门打开了。 一群人站在白家大门口, 为首的赫然是徐静, 还有一位中年人。 那位中年人与白阳有几分相似, 不用说江浩也知道, 对方必然是白阳的父亲。 徐静目光完卫地看着江浩, 他虽然想要让此人做自己麾下, 可奈何此人对自己儿子出手。 光凭这一点, 他就不能放过此人。 不过这家伙倒是谨慎, 这么久才出来, 果然有诈。 看到徐静那一刻, 江浩立即意识到, 之前徐静果然是在骗自己, 他们就是为了将自己引诱出来。 只是让他想不明白的是, 徐静明明可以直接将自己堵在房间内, 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折地对付自己? 不给他思考的机会, 那些白纹落, 徐静身后的保镖便已经冲了过来。 江浩处境立即变得危险起来。 不过,江浩并没有慌乱, 只见他气云丹田, 腮帮子瞬间鼓了起来。 好, 加持了暴击的施吼弓被他施展出来, 强横的阴波攻击, 瞬间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 那些保镖脸色大变, 可此刻却已经为时已晚。 吼声所过之处, 那些零阶实力的保镖瞬间被秒杀, 即便是一阶实力的保镖, 也深受重伤。 现场只有五位二阶实力的保镖, 承受住了江浩的攻击。 徐静与白纹落脸色难看, 三十多个保镖, 竟然只有五个抵挡住了对方的攻击。 杀了他。 五位二阶实力的保镖闻言, 立即向江浩杀来。 江浩见状, 立即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堂刀, 两把堂刀握在手中, 江浩直接赢了上去。 他知道这一战凶多吉少, 可自己别无选择。 不战的话, 必然死路一条, 想要活命唯有一战。 其中一位保镖, 直接化身成了一头猛虎, 率先向江浩扑来。 吼! 江浩嘴巴一张, 顿时又是一道狮吼弓。 那位保镖, 没想到江浩竟然还能施展出这种攻击。 正常来说, 他们决心者的能力并不能随便使用。 一旦使用了, 短时间内是根本不能施展第二次的。 实力越强, 限制也就越大。 然而没想到, 眼前的面具人, 这么强大的攻击, 竟然能连续施展两次。 恐怖的音波攻击, 让他的身体一震。 江浩看准时机, 一步迈出, 直接来到了此人身前。 手中堂刀,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砍向对方的脖子。 So! 就在江浩的堂刀即将落下的时候, 一道锋刃从略来。 江浩左手堂刀抬起, 右手堂刀依旧向眼前保镖砍去。 碰! 锋刃与堂刀碰撞在一起, 江浩被震得后退了半步。 堂刀没有落在, 落在眼前保镖的脖子上, 而是落在了他的脑袋上, 在脑袋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口, 鲜血顺着伤口流了下来。 虽然脑袋被砍伤了, 可最起码命保住了。 江浩不由有些惋惜。 那位变身成猛虎的保镖回过神来, 露出心有余悸的神色。 还好刚才同伴出手及时, 不然自己怕事真要交代在这里了。 与此同时, 另外两位保镖已经冲了过来, 一左一右向江浩发起攻击。 这两位保镖都是体能者, 非常擅长近身战斗。 灵力的攻击打得江浩手忙脚乱。 江浩手中双刀飞舞, 边战边退。 他的战斗力虽然强, 却也绝对不是二阶觉醒者的对手。 刚才能够打败那位变身猛虎的觉醒者, 全然仗着出其不意。 所以他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飞行, 不能留在这里练战。 想到这里, 江浩立即将战圈拉开, 只有这样, 他才能找机会离开这里。 拉开战圈后, 江浩二话不说, 转身就往白家深处跑去。 既然不能从正门离开, 那就只能从其他地方离开了。 五位二阶实力保镖健壮, 立即追了上去。 只是他们虽然等级比江浩高, 战斗力也强, 可速度方面却不如江浩。 很快便被江浩拉开了距离。 江浩一路狂奔, 没多久便来到了一处围墙边。 江浩双腿一用力, 迅速翻身上墙, 站在墙上, 他并没有立即下去, 而是看向从过来的五位保镖。 好, 看着越来越近的保镖, 江浩嘴巴一张, 又是一记狮吼弓。 五位保镖脸色一变, 立即稳住身形, 抵挡江浩的攻击。 除了之前被江浩中伤的那位保镖, 被震得昏过去了以外, 其余保镖都抵挡住了江浩的攻击。 只是, 等他们抬头看向江浩的时候, 江浩的身影早已经消失在了围墙上。 该死的, 快给我去追, 务必要杀他。 白文洛此刻也过来了, 看到江浩离开了, 脸色顿时一片铁青。 是。 第21章, 我儿有状元之姿。 这都晚上了, 小浩怎么还不回来? 病房内, 江上全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 心中有些担心。 江浩早上就离开了, 现在月亮, 星星都出来了, 江浩却还没有回来。 也不知道这孩子在外面, 有没有按时吃饭。 或许忙吧, 毕竟他为了凑够钱, 接了很多工作。 萧玉芬叹了一口气, 一想到江浩从早忙到晚, 他就心疼万分。 要不是父母没有能耐, 也不至于让江浩这般。 爸妈我回来了。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江浩的声音。 紧接着, 江浩就拎着水果走了进来。 萧玉芬接过水果道, 小浩你吃饭了吗?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跟你爸刚才还说你, 怎么还没回来呢? 江浩笑道, 我吃了, 今天给他们补课补的有些晚, 然后我回家洗了个澡, 换件衣服就过来了。 爸, 你感觉怎么样了? 江浩给江上全包了一个橘子, 已经好的差不多, 再有两天就能出院了。 江浩连忙说道, 你还是别着急出院了, 多住两天, 好好调理一下身体, 钱的方面, 你跟我妈不用担心。 他知道, 自己老爸这么说, 完全是不想在医院浪费钱。 但身体没有养好之前, 他是不会让老爸出院的。 江上全想要说什么, 却被萧玉芬给打断了。 好了, 这件事, 你就听小浩的吧。 江上全文言, 只好点了点头。 老板, 对不起我们跟丢了。 四位保镖低着头, 脸上满是愧疚的神色。 他们四位二阶觉醒者, 竟然被一位灵界的觉醒者给甩丢了, 说出去都丢人。 白文洛咬牙切齿地说道, 一群废物, 还在这里处着干什么, 还不去找。 是。 保镖离开后, 徐静伸手抱住了白文洛的胳膊。 行了, 别生气了, 在龙城他是跑不掉的。 不行, 我要立即查一下,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来头, 我怀疑他是另有目的。 白文洛脸色凝重, 他不怕别的, 他怕那个面具人, 是专门调查他们白家的人。 若真是那样的话, 就更不能留下此人了。 徐静叹了一口气, 我对他也不熟悉, 只知道他自称X, 其余别的信息并没有。 自从上次见面后, 他便四处打探X的下落, 结果一无所获。 此人就仿佛是突然出现的一般, 而且目前为止, 他们都没发现, 对方究竟是什么能力的觉醒者。 总之, 对方处处透着诡异。 白文洛沉声道, 静静, 你去调查一下, 凡是与这家伙接触过的人, 全部都要调查一遍。 徐静点了点头, 当下两人开始分头行动。 然而就在白文洛徐静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江浩已经安顿好了萧玉芬, 让萧玉芬睡觉, 她来守护她爸。 后半夜的时候, 江上泉也开始了熟睡。 江浩默默运转斗转心仪, 这两天他都没有好好休息, 不是在战斗, 就是在去战斗的路上。 难得有休息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放过。 一日, 江浩早早从修炼状态中退了出来, 经过了一夜的修炼, 他的状态好了不少。 今天是高考出成绩的日子, 吃过早饭后, 江浩他们一家三口就围在一起, 开始查看高考成绩。 与江浩比起来, 老两口显得十分紧张。 毕竟这关乎这江浩的未来, 他们给不了江浩更好的未来, 所以一切都指望江浩自己了。 找了将近十分钟, 他们终于找到了江浩的名字, 赫然出现在了第一位。 本届高考状元是他了。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幸运转盘乘一, 宿主是否现在转动幸运转盘。 江浩脑海中, 想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不过他并没有立即转动幸运转盘, 毕竟父母都在身边呢, 他要找个安静的地方, 然后再开启幸运转盘。 看着江浩排名第一, 江上全忍不住大笑起来, 海他妈, 是高考状元, 哈哈, 我就说, 我儿有状元之姿。 看到了, 看到了, 海他爸这下小浩, 再也不用咱们担心了。 萧玉芬也十分开心, 他们这种普通家庭, 能够培养出一位高考状元, 是何等的不容易。 没想到, 江浩给了他们这么大的惊喜。 萧玉芬突然想到了什么, 小浩, 许晴的丫头考得怎么样, 这两天都没看到她。 虽然他们不提倡早恋, 可架不住江浩从小就有主见, 见阻止不了江浩, 他们也就只能默许了。 如今, 萧玉芬突然想到, 这两天竟然都没有见到许晴, 这太不应该了。 往常的时候, 许晴可是看得江浩紧紧的, 生怕被别人抢走一样。 我们分手了。 江浩平淡一笑, 江上全眉头一皱, 怎么回事? 之前两人感情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分手了呢? 江浩这一次没有隐瞒, 将自己的天赋以及能力说了一遍, 又将觉醒一世上的事情说了一遍。 江上全冷哼一声, 哼, 当初我就觉得那丫头不行, 果然没有看错她。 早晚有一天, 她会后悔的。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萧玉芬白了一眼江上全, 随即看向江浩。 萧玉芬, 萧玉芬你的能力。 萧玉芬已经说不下去了, SSS天赋是恐怖, 可江浩的能力太差强人意了, 竟然是鼓舞者。 她也是觉醒者, 自然清楚鼓舞者的能力。 这让她不由再次为江浩担忧起来。 江上全这才反应过来, 也是一脸担忧地看着江浩。 江浩知道老两口在担心什么, 笑道, 爸妈, 你们不用担心, 鼓舞者并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废物, 不然我也不可能成为高考状元不适。 更何况我还是SSS级天赋呢, 注定了我会成为不一样的鼓舞者。 听到江浩这么说, 老两口担忧的心, 这才好了不少。 叮铃铃。 就在这时, 江浩的手机响了起来。 江浩拿起手机, 跟江上全, 萧玉芬说了一声, 便走出了病房。 看着上面有些熟悉的电话号, 江浩眉头一皱, 一时间有点猛住了, 没有想起对方是谁。 不过她还是接了起来, 不等江浩开口, 对面就传来了一道软腻, 动听的声音。 江浩, 考核成绩已经出来了, 你是咱们龙城本届的高考状元, 恭喜你啊。 谢谢。 江浩终于听出了对方的声音, 他没想到, 第一个恭喜自己的, 竟然是苏清雪。 手机另一头, 苏清雪听到江浩平淡的声音, 不由撇了撇嘴。 这家伙还真是高冷, 以及给他报喜, 就不能热情一些嘛。 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苏清雪还是继续开口道。 江浩, 你晚上有时间吗? 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我爸妈要当面感谢你在考核上帮我。 不用了, 咱们两个个齿所需, 而且你已经给我报酬了。 江浩摇了摇头, 拒绝了苏清雪的邀请。 苏清雪软腻的声音再度传来, 声音中还带着一丝撒娇的味道。 别的, 我爸妈已经给我下死命令了, 必须要请你过来, 不然我肯定会挨骂的。 你也不想, 我挨骂吧。 这, 好吧。 江浩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同意下来。 谢谢, 那太好了, 我给你发位置, 晚上六点过来, 不许说话不算话, 否则你就是小乌龟。 第二十二章, 好事成双。 系统, 开启幸运转盘。 江浩挂了电话后, 便来到了厕所。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 所谓的幸运转盘究竟有什么了。 很快, 在江浩的面前就浮现出了一个五颜六色的转盘。 而在这些颜色中, 都有不一样的字。 江浩仔细一看, 顿时眼前一亮。 好家伙, 原来这个所谓的幸运转盘, 竟然都是各种武学, 内功, 足有十多步。 什么红拳, 八卦掌, 甚至江浩还看到了降龙十八掌, 九阳真金之类的武学。 这让江浩更加地眼热了。 见识到了灵波微步与施吼弓的威力后, 他更加期待这些武学了。 三秒后, 转盘开始转动, 宿主可以随时叫停。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三秒后, 转盘开始旋转起来, 江浩深吸一口气, 随即闭上眼睛果断地喊停。 至于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武学, 他全靠命运了。 转盘停止了转动, 江浩缓缓睁开眸子, 看到指针下方对应着, 赫然是降龙十八掌。 江浩眉头一挑, 心中更是狂喜。 幸运转盘消失不见。 恭喜宿主获得神级武学降龙十八掌乘一。 江浩文言立即选择了学习。 恭喜宿主学会了神级武学触及降龙十八掌。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江浩并没有感觉以外。 虽然只是初级, 不过他依旧已经十分开心了。 而就在这时, 江浩突然身体一震, 脸上的喜悦顿时加深了不少。 当即, 他打开了自己的信息面板。 姓名, 江浩, 能力, 鼓舞者, 等级, 一阶, 天赋, 神, 悟性, 神, 暴击, 内功, 神, 终极斗转心仪, 武学, 神, 终极凌波微步, 神, 终极施后功, 神, 触及降龙十八掌。 还真是好事成双。 江浩没想到, 以及不仅学会了降龙十八掌, 更突破零阶, 成为了一阶觉醒者。 叮。 检测到宿主修为, 突破到了一阶, 内功斗转心仪, 提升到终极。 检测到宿主修为, 突破到了一阶, 武学, 灵波微步, 施后功, 提升到终极。 江浩闻言心中一喜, 内功与两个武学, 都提升到了终极。 这也就说明, 威力又提升了一部分。 江浩刚要回到病房, 手机再次响起, 竟然是黄星山打来的。 江浩接起手机, 并没有立即说话。 徐静的声音, 从手机的另一头传出, X, 黄星山在我手里, 不想他有事的话, 就来地下黑拳找我。 说完, 徐静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将手机丢给了保镖。 徐静看向趴在地上 鼻青脸肿的黄星山, 随即坐在了对面沙发上, 优雅地翘起来二郎腿。 黄星山, 你最好祈祷, X能过来救你, 不然你的命就没了。 黄星山心里苦笑, 他与X并不熟, 本来是看X有潜力, 才会帮X的。 结果没想到自己, 受到了牵连。 至于X会不会来, 他已经不抱有希望了。 除非X是傻子, 才会过来。 江浩拿着手机, 神色漠然。 他没想到这事, 竟然牵扯到了黄星山。 这件事, 本来与黄星山没关系的。 如今却受到了自己牵连, 他不可能见死不救。 但徐静肯定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只等自己过去呢。 可眼下自己也没有办法。 江浩回到病房, 与江尚全, 萧玉芬打了一声招呼, 便离开了医院。 他先回了一趟家, 换上了昨天的衣服后, 便直奔最新楼。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江浩戴上了郎珠面具, 这才走进最新楼。 按照记忆, 他直接来到了最新楼的大堂后面。 这里与之前一样, 依旧是上次那两位穿着西装的中年人。 江浩走过去, 淡淡地说道, 徐静让我来的。 两位中年人应该是接到了通知, 所以并没有阻拦江浩。 他们确实接到了通知, 原本他们以为对方不会过来的, 没想到竟然真的赶过来。 别的不说, 光是这份胆识, 就足以让他们敬佩了。 江浩进入电梯, 直接来到了副层。 走出电梯, 江浩就感受到了一阵肃杀之气。 不过, 江浩没有在乎, 而是直接走了进来。 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坎坷了, 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保镖。 江浩大致看了一眼, 竟然有一百来位。 这些保镖看到江浩来了, 立即走了过来。 江浩并没有理会这些保镖, 淡定自若地说道, 徐静, 我来了, 把黄星山放了。 X, 没想到你还真赶过来。 徐静的声音传来, 江浩侧头看去, 就看到一旁的大电视上, 出现了徐静的面孔。 江浩看了一眼周围的设施, 一眼就看出了, 那是之前他去过的八楼, 只见在徐静的身后跟着两位保镖, 鼻青脸肿的黄星山此刻正趴在地上, 不知道是死是活。 这件事跟他没关系, 你的目的是我, 我来了, 你该让他走了。 我没有限制他的自由, 他自己无法离开, 我也没办法。 徐静耸了耸肩, 江浩眉头一皱, 虽然隔着电视, 但他依旧看出了, 黄星山此刻的状态并不好。 行, 一会我, 亲自带他离开。 听到江浩的话, 徐静笑道, X来到这里, 你觉得你走得了吗? 这次为了对付江浩, 徐静可是找了不少保镖, 其中光是二阶的保镖, 就找了二十位, 为的就是能杀了江浩。 那就看你的这些手下, 能不能困住我了。 江浩神色平淡, 如果是昨天, 他肯定没有资格说这话, 可今天不一样了, 他的修为突破了, 就算二阶觉醒者, 他也丝毫不惧。 So, 一道火球从后方射出, 直奔他略来。 江浩直接动用斗转星移, 将火球还了回去。 其他保镖健壮, 二话不说, 立即开始出手。 这些人什么能力都有, 什么变异者, 灵能者以及体能者, 甚至还有辅助类的灵能者也有。 一时间场面极为混乱, 各种攻击全部纷纷向他攻来。 江浩深吸一口气, 随即气韵丹田施展出了施吼弓, 只见在江浩的头顶上空, 出现了一道透明的狮子头虚影。 好, 狮子头虚影此刻正张大着嘴巴, 与江浩动作一致。 虽然没有施展暴击, 可施吼弓的威力依旧不容小觑, 尤其江浩突破到了一阶后, 施吼弓已经从初级提升到了终极。 此刻施展出来的施吼弓威力, 已然不比临阶时, 动用暴击施展施吼弓若多些了。 恐怖的音波攻击, 直接让那些保镖脸色一变。 二阶以下的觉醒者, 全部瘫倒在地, 临阶的觉醒者更是直接被秒杀。 一旁的电视更是直接炸脸。 看着黑屏的电视, 徐静带眉微醋。 他还是看到了江浩头顶上出现的透明狮子头。 这让他意识到, X的实力变强了。 第23章 天赋水晶 赋五层 那些二阶觉醒者回过神来, 有些心惊的这一幕。 之前听到徐静说, 对方有一种很厉害的音波攻击, 他们还不以为意。 如今真正见识到了, 他们这才意识到这招的恐怖。 虽然被吓了一跳, 可他们却并没有因此为畏惧, 反而一个个凶向毕露地向江浩攻来。 仅剩的两位辅助类觉醒者, 立即开始给众人释放辅助能力, 提升众人的攻击力以及速度之类的。 一瞬间, 江浩便被包围住了。 各种凌厉的攻击不断施展出来, 饶势他也不由有些手忙脚乱。 很快, 他的身上就出现了各种伤势。 So! 突然身后恶风来袭, 江浩下意识抬手拒挡, 可瞬间剧烈地疼痛传遍身体。 江浩连忙收回手臂, 只见一道长长的伤口出现在自己手臂上。 而他此刻也已经看到了刚才出手攻击自己的人, 只见那人手中那些一把开山刀。 众人看到江浩受伤了, 也纷纷拿出各种武器, 向江浩攻来。 吼! 江浩见状再次施展出了, 狮吼攻, 透明的狮子头再次出现在头顶上空。 恐怖的吼声响彻整个副武层。 瞬间包围江浩的那些二阶觉醒者被震退, 那那些已经重伤的一阶觉醒者更是直接被击杀。 江浩没有取出唐刀, 这种情况, 就算自己取出唐刀也没用。 只见江浩在施展了暴击后, 双脚快速移动两步, 随即气沉丹田身体下压, 双手左右晃动, 顿时一阵似有似无的龙吟声响起, 猛地向前推出。 响龙十八掌第一势, 抗龙有悔。 顿时一股无形气浪爆发出来, 直奔那些保镖。 起初那些保镖还没有在意, 可下一秒, 他们就后悔。 只见这股无形气浪直接在他们身边炸开。 恐怖的威力让他们一个个出现了不轻的伤势。 江浩见状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采用了趁你病要你命的打法。 好。 施吼弓再次施展出来。 这一次的施吼弓有了暴击的加持, 变得更加恐怖。 不等众人回过神来, 恐怖的吼声直接让他们一个个口吐鲜血, 气息唯米开始唯米。 该死的,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能多次始终这种恐怖的攻击? 大家小心一些, 说不定对方还有后手。 小心他又来了。 那些保镖咬牙切齿地议论起来, 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古怪的家伙, 竟然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响龙十八掌第二时, 飞龙在天。 江浩再次一掌拍出, 伴随着龙音声的无形气浪瞬间击事而出, 直奔那些保镖。 该死的, 给我起。 一位保镖强忍着身上的伤势, 上前一步, 随即双手按在地上, 顿时一道土墙升腾而起。 之前他们就在江浩的降龙十八掌上吃亏了, 这一次再次听到龙音声, 他们立即做出了反应。 碰。 气浪与土墙碰撞在一起, 土墙应声而碎, 气浪虽然被抵消了一部分威力, 却并没有就此消失, 依旧向那些保镖攻去。 我来。 又是一位保镖站了出来, 他直接释放出了一道冰墙。 这一次总算没有让众人失望, 虽然冰墙布满了裂痕, 可终究还是把气浪给抵挡了下来。 只是还不带他们高兴呢, 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声再次传出。 下一秒, 那些保镖再次口吐鲜血, 随即倒飞出去。 被江浩如此连续攻击, 保镖们已经彻底重伤了。 一个个面露绝望的神色, 如果能重来, 他们肯定不会再接受徐靖的违派。 只可惜, 世上根本没有从来的机会。 江浩刚要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糖刀, 突然被系统空间里面多出来的东西弄得一愣。 不过他此刻没有理会太多, 取出糖刀后, 他便向那些保镖走去。 他知道对方对付自己是徐靖的命令, 可不管怎么说, 都已经是敌人了。 既然是敌人, 那他就不会手软。 不多时, 整个副五层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 江浩收起糖刀, 走进了电梯。 片刻后, 他来到了第八层。 来到之前徐靖待的房间, 此刻徐靖件事情不好, 早就已经离开了, 只留下了黄兴山不知是死是活地趴在地上。 江浩来到黄兴山身旁, 伸手将黄兴山反过来, 用手指在黄兴山的鼻子下方试探了一下, 确定黄兴山还活着, 这才松了一口气。 江浩扶着黄兴山离开这里, 他并没有直接带着黄兴山去医院, 这样的话, 很容易会暴露他。 因此, 他带着黄兴山来到了黑市, 找到了李老板。 给李老板留下了五万金币, 让李老板帮忙送黄兴山去医院。 而后他则回到了家, 洗了个澡, 然后换了一身衣服, 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江浩直奔陈辉小镇。 说起来也巧, 苏清雪的家也住在陈辉小镇之中。 路上, 江浩一边走, 一边查看自己的系统空间。 之前杀死白家的那些保镖, 自己的系统空间里, 多出了一些五颜六色的古怪精识。 顿时一道信息出现在眼前。 天赋水晶, 系统出品的F级宝物, 可以让使用者在原有的天赋基础上, 格外增加一个天赋可以赠送给别人。 住, 只有宿主击杀一阶级以上的人类, 才能产生出天赋水晶, 并且一个人一生只能用三次。 系统空间内, 除了F级天赋水晶以外, 还有20枚一级的天赋水晶。 江浩愣了愣神, 他知道五神系统不简单, 杀一阶级以上的魔物会得到武器。 没想到, 杀一阶级以上的人类, 竟然还能爆出天赋水晶这种逆天的东西。 江浩敢肯定, 天赋水晶一旦传出去, 必然会引起其他人疯抢的。 毕竟这天赋水晶实在是太逆天了, 就连他都感觉到了害怕。 江浩决定,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绝对不能让天赋水晶现实。 可惜, 这些天赋水晶级别太低了, 不然倒是可以给爸妈一人一个, 这样, 他们也能正常修炼了。 很快, 江浩就来到了陈辉小镇, 并且给苏清雪打去电话。 不多时, 身着雪白色连衣群的苏清雪, 便亲自出来接他来了。 苏清雪本身就很漂亮, 如今长发披肩的模样, 更给人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就仿佛是一位掉落人间的小仙子一般。 看不出你还挺准时的吗? 看到江浩, 苏清雪翘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江浩说道, 正好出去办点事, 办完事就过来了。 走吧, 我爸今天可是特意推掉工作, 就为了看看你。 江浩想到什么, 连忙问道, 你不会把我身份说出去了吧? 没有呀, 我就说了你帮助我了, 其余什么也没说, 放心吧, 我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的。 苏清雪调皮一笑, 文言, 江浩这才放心, 否则, 这怕就是一场鸿门宴了。 毕竟他不清楚, 苏家与白家是什么关系, 万一两家交好, 自己就麻烦了。 苏清雪走着走着, 突然靠近江浩, 低声道, 对了, 我今天听说白家的事情了, 是不是你做的? 什么事? 我不知道呀。 江浩神色淡定自若, 苏清雪文言撇了撇嘴, 这家伙真能装, 他都听说了, 在白家捣乱的那个人, 戴着一个银白色的面具, 面具上面还有一个蜘蛛图案。 这种古怪的面具, 分明就是江浩之前戴的那个。 再联想到他与白羊之间的关系, 他更加肯定, 那个人就是江浩了。 第24章, 傅燕。 看着比白羊家还要大的庄园, 江浩不由暗自则舌。 什么叫做有钱人, 这才是真正的有钱人哪。 刚进入正门, 一辆类似于观光车就停在了门口。 走吧, 咱们坐车。 苏清雪说着, 便坐上了观光车。 在你家居然都得坐车。 不坐车的话, 咱们走到会客厅的话, 最少需要30分钟的时间。 江浩已经不知道, 用什么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果然是贫穷限制了自己的想象。 苏清雪指了指左侧, 放眼望去如同花海一般的地方, 看见那边的花卉园了吗? 那是我爸爸, 特意给我妈妈建造的。 看来, 你爸跟你妈感情很好呀。 苏清雪点了点头, 是啊, 从小到大, 我没见过他们半嘴。 这里这么多房子, 你们能住得过来吗? 江浩看到了好几栋二三层的小楼。 苏清雪笑道, 这些都是给佣人住的地方, 我们真正住的地方在里面呢。 两人说话间, 已经来到了庄园的深处, 这里是一个三层高, 灰红大气的别墅。 苏清雪带着江浩走进了其中。 你先坐, 我去叫我爸妈。 苏清雪对江浩说了一声, 便向楼上走去。 江浩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不得不说, 有钱人的生活还真是他无法想象的。 单单是这个大厅, 就有他家十个大了, 装修也极为奢华。 就在这时, 两个看上去三十左右岁的一男一女, 跟着苏清雪一起走下楼。 不用说, 江浩也看出了三人之间的关系, 这一男一女就是苏清雪的父母, 虽然对方看上去年轻个过分, 可容貌上还是能看出与苏清雪有些相似。 怪不得苏清雪长得这么漂亮, 原来是因为基因好。 苏清雪的父母不仅长相年轻, 更是英俊漂亮。 江浩, 这是我爸妈。 苏清雪走下来开始介绍。 爸妈, 这位就是江浩。 苏白礼主动向江浩伸出手。 你好小伙子, 这两天总听到清雪提起你, 今日一见果然少年才俊。 叔叔说笑了。 赵亚文这时也开口道, 快坐吧, 不要拒紧。 几人坐在沙发上, 赵亚文继续说道, 我听清雪说, 你成绩不错, 这次高考更是成为了龙城的高考状元, 很不错。 运气好而已。 江浩笑了笑, 苏白礼笑道, 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种体现, 年轻人太过谦虚可不是什么好事。 对了, 你爸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身体怎么样? 我爸妈就是普通的工人, 身体还行吧? 你们先聊, 我去做饭。 赵亚文说着, 便带着苏清雪离开了。 走进厨房, 苏清雪不解地看向赵亚文, 妈, 你拽我过来干什么? 还有, 为什么不让下人准备饭菜? 怎么你要亲自下厨了? 你这丫头, 人家江浩是客人, 来了半天了, 也没有水, 没有水果的, 香花吗? 赵亚文白了一眼苏清雪, 我让你过来, 是让你拿些水和水果过去。 至于为什么不让下人准备饭菜? 咱们这一次, 是为了感谢人家江浩救你的, 自然要拿出感谢的态度了, 让下人准备饭菜, 显得多没诚意。 苏清雪恍然, 不由笑着对赵亚文竖起了大拇指。 张亚文推了推苏清雪, 行了, 把冰箱里的水果拿出来, 我洗一下切了, 然后你送出去。 很快, 苏清雪便端着一盘水果, 还有两瓶水走了回来。 看到江浩与苏白礼聊得还挺热情, 不由笑道, 聊什么呢? 聊得这么开心, 吃点水果。 江浩笑道, 没什么, 叔叔就是跟我说了一些你小时候的事情。 确实, 苏白礼并没有与江浩聊别的, 只是说了一些家常里短。 虽然都是小事, 却很温馨, 不会让江浩感受到压力。 是吗? 没说我坏话吧? 苏清雪坐在苏白礼身边。 苏白礼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敢说你坏话吗? 就在这时, 一位老者走了进来。 先生, 白夫人来了, 想要见您, 就在门外, 让他进来吧。 苏白礼点了点头, 白夫人? 是徐静吗? 还是谁? 江浩听到老者与苏白礼的话, 心中有些疑惑。 不过, 很快他就知道答案了。 只听一阵高跟鞋声音响起, 紧接着就看到一位体态风云的中年美妇走了进来。 女人的容貌上加, 即便与赵雅文比起来也不慌多让。 只不过, 两人的美并不一样。 赵雅文是那种温婉, 知性的美, 而女人是那种高傲, 优雅的美。 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与江浩有过多次接触的徐静。 看到徐静, 江浩眼皮下脸, 今天也就徐静跑得快。 不然此刻已经是个死人了。 苏先生家里来客人了。 徐静看到江浩一愣,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眼前这个青年有种熟悉的感觉, 尤其是那双眼睛似乎在哪里见过。 嗯, 清雪的同学, 白夫人什么是这么着急过来找我。 苏白李点了点头, 不过并没有把江浩介绍给徐静。 不着急的话, 晚一些咱们再聊。 行, 那我就不打扰了苏先生了。 徐静笑着点头, 随即转身离开。 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多看江浩一眼。 只可惜, 他始终都没想明白, 为何会觉得这名青年有种熟悉的感觉。 江浩看着徐静离开的背影, 猜测着娘们过来, 十有八九是为了对付自己来的, 看来自己得小心一些才行。 他倒不怕徐静, 可不能让今天黄心山的事情发生在父母的身上。 想到这里, 江浩眸子微眯, 看来白家与自己只能留下一个了。 为了父母, 只能请白家从这个世上消失了。 不过就是不知道, 白家与苏家是什么关系。 江浩人畜无害地说道, 苏叔叔, 刚才那位阿姨看样子, 应该是有要紧事, 要不你们先谈。 没事不用管他。 苏百里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倒是一旁的苏清雪, 听出了江浩话里有话, 随即轻笑一声。 江浩, 你还不知道吧? 他就是与你有过节的白羊他妈。 江浩诧异地看了一眼苏清雪, 结果就看到苏清雪对自己狡黠一笑, 顿时明白, 这丫头是故意这么说的。 哦? 你与白羊有过节? 嗯, 捏鼻子。 苏百里与众心肠地拍了拍江浩肩膀。 小浩, 苏叔叔的, 以后尽量不要与白羊接触, 白家一向牙子必报。 嗯, 看来苏家与白家的关系一般, 如此一来, 江浩心中安稳了不少。 虽然他与苏百里接触的并不多, 不过苏百里给他的感官不错, 他不想与苏家为敌。 饭好了, 都别聊了, 快过来吃饭吧。 就在这时, 赵雅文从厨房中走了出来。 第25章 朝圣, 一场愉快的晚宴过后, 江浩与苏清雪他们聊了一会, 这才离开了苏家。 回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江上泉与萧玉芬还没休息呢。 爸妈, 你们怎么还没休息呢? 江上泉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妈不太放心, 你这么晚回来, 非要等你回来再休息。 什么叫做非要等, 你不也担心吗? 萧玉芬白了一眼江上泉, 看着半嘴的老两口, 虽然此刻是在病房之中, 却依旧感觉十分温馨。 被父母等待的感觉, 真的很不错。 两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江浩也迎来了招生的日子, 原本他以为这两天, 徐静还会继续找他麻烦, 结果没想到, 这两天竟然这么消停。 早上吃过饭后, 江浩与父母打了一声招呼, 便离开了医院, 来到学校。 夏日延延, 虽然顶着火热的太阳, 可同学们却没有丝毫不适。 整个高三学生站在操场上, 热情地讨论着自己的成绩。 当江浩过来时, 众人的目光立即落在了江浩的身上。 一时间所有人目光复杂, 他们没想到江浩竟然成为了龙城的高考状元。 按理说, 春水高中出现了高考状元, 他们应该高兴才对, 可偏偏的人是江浩。 江浩一个鼓舞者都能成为高考状元, 他们这些变异者, 灵能者差什么。 可以想象, 其他城市的高考生必然会笑话他们。 江浩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 独自走到一旁。 他看到了许晴与白羊, 白羊坐着轮椅, 许晴在后面推着。 这一幕, 让江浩不由在心里冷笑, 同时也在考虑, 要不要找机会再给白羊来一下子。 上一次没有弄死白羊, 这一次他保证让白羊活不成。 办公室内, 几位, 我们已经决定好了, 将保送名额给延春。 教导主任看着五大书院的代表, 随即将延春的能力说了一遍。 战武书院代表说道, 那就让他加入我战武书院吧。 一个S天赋, 如果没有保送名额, 他们根本不收。 对此, 另外四个书院并没有反对, 如果是SS级, 他们或许还要争一争, S级天赋的完全没有争抢的必要。 定下了保送学生后, 教导主任这才带着一众代表, 离开办公室, 来到了操场的主席台上。 教导主任环视了一眼众人, 开口道, 接下来由个校老师念学生名字, 凡是被念到名字的学生, 到念你们名字的老师那边去。 众人文言, 立即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教导主任对那些各校代表点了点头, 随即带着一众春水高中老师站到了一旁。 而那些各校代表, 从普通大学开始念招生名单。 赵小花, 孙玲, 那些天赋低, 能力弱的学生, 皆被选中了。 四世早就知道了自己的命运, 这些学生任命班地, 来到了这些普通大学这里。 普通大学招生完毕后, 十大名校也开始了招生, 凡是C级天赋, 都可以加入到十大名校之中。 许晴, 你可愿意加入我北华大学? 十大名校排名第一的北华大学代表, 看向许晴。 我愿意。 许晴点了点头。 他知道, 以自己的能力, 想要加入五大书院是不可能, 不过十大名校还是可以的。 不过, 虽然是十大名校, 却也有高低之分, 他的目标就是排名第一的北华大学。 这也是他愿意跟白杨在一起的原因, 凭借他想要上北华大学根本不可能。 不过接着白杨家的力量, 就没问题了。 许晴如同一只高傲的孔雀一般, 走向了北华大学的队伍。 虽然没能上五大书院, 但他相信, 以他的能力, 日后的成绩绝对不会比五大书院的学生低。 同样白杨也加入了北华大学。 随着这些学校的不断点名, 主席台前的队伍人数也越来越少了。 很快操场上就剩下了江浩与苏清雪。 大学代表这边也只剩下了五大书院。 其他人也都看向了江浩与苏清雪。 苏清雪他们不担心, 五大书院肯定会收下苏清雪的。 但江浩就不同了, 江浩是高考状元, 天赋也强, 可他的能力却是个废物。 他们都好奇, 究竟五大书院谁会收下江浩。 五大书院的代表并没有立即说话, 而是再次凑到了一起。 江浩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面无表情, 仿佛这一切跟他都没关一般。 很快, 五大书院代表似是商量完了, 随即齐刷刷地看向了苏清雪, 至于江浩完全被冷落在了一旁。 苏清雪同学, 你愿意加入我们那个书院? 众人一惊, 没想到五大书院竟然同时向苏清雪抛出了橄榄枝。 不过, 想想也就释然了, 辅助类觉醒者虽然不少, 可SS级辅助类觉醒者却没有多少。 我, 苏清雪有些迟疑, 按理说他其实最应该加入的是青山书院。 青山书院的实力虽然不强, 可却最适合辅助类觉醒者修炼。 可他不忍心看着江浩就这么被抛弃了。 苏清雪一咬牙, 于不惊人死不休地说道, 谁愿意收下江浩, 我就加入那个书院。 我靠, 什么鬼? 苏清雪在导什么? 他怎么会突然替江浩说话? 苏清雪疯了不成, 他这是在拿自己的胃来开玩笑呀。 再说了江浩, 能不能被招收, 跟他苏清雪什么关系。 苏清雪的话, 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解忠又带着一丝羡慕, 苏清雪可是他们春水高中的笑话。 江浩何德何能, 竟然能够得到苏清雪的亲爱。 江浩也一脸愕然地看着苏清雪, 什么情况? 这娘们要干什么? 五大书院的代表也同样神色一致。 显然他们也没有想到苏清雪竟然会这么说。 青山书院的代表倾壳一声, 可苏清雪同学, 江浩同学的情况比较特殊, 并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 其他书院代表虽然没有说话, 却也基本都是这个意思。 江浩是高考状元没错, 天赋更是非常好, 可能历史再太差了, 就算他们愿意培养, 也注定没有什么前途。 我还是刚才那句话, 谁愿意收下江浩, 我就加入那个书院。 苏清雪摇了摇头, 态度十分执拗。 教导主任也忍不住劝说道, 苏清雪同学, 你不要让几位老师为难。 苏清雪班主任也一脸着急, 不明白苏清雪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非要帮江浩。 如果惹五大书院不高兴了, 他们很有可能连苏清雪都不受了。 可苏清雪却依旧不为所动, 他之所以这样, 并非什么非要跟江浩在一起, 完全是为了报答之前江浩的救命之恩。 这样吧, 如果江浩同学不嫌弃的话, 可以来我南御书院做个走读生。 如何? 南御书院代表看向江浩。 定。 第二十六章, 任务选择。 定。 恭喜宿主, 触发选择性任务。 任务一, 宿主加入南御书院成为南御书院走读生, 奖励神级武学金钟照。 任务二, 宿主加入普通大学, 奖励神级内功龙神功。 任务三, 宿主当众展现自己的实力, 奖励神级天赋武神领域。 就在这时, 江浩想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想起一连串的提示音。 江浩一愣, 没想到自己竟然触发了选择性任务, 而且还是三个。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他肯定愿意选择任务三, 天赋的强大, 他已经见识过了, 可比神级武学神级内功强多了。 但需要他当众暴露实力, 这可不是他想要的。 相比于暴露人前, 他更喜欢猥琐发育。 略微沉吟, 最终江浩最终选择了任务二。 苏同学, 感谢你们, 我费心了。 不过, 我已经有了决定, 你选择适合你的书院即可。 众人文言皆是有些愕然地看着江浩, 他们原本以为江浩会同意呢。 虽然走读生不被学校认可, 却依旧能够受到学校的教导。 结果没想到江浩竟然拒绝了, 这是要自暴自弃了吗? 苏清雪也同样一脸愕然, 他想要说什么, 可江浩却对他摇了摇头。 江浩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 看向了主席台上的南域书院代表。 多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不过,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 说完, 江浩目光看向了普通大学那边。 对于普通大学, 他并没有挑那个大学, 反正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强弱之分, 都很弱。 所以他随便看向了其中一个, 龙城大学。 江浩微微一笑, 看来自己果然与龙城有缘呀。 龙城大学的老师, 不知道我如果加入龙城大学, 你们是否愿意收下我? 人群中许晴摇了摇头, 愈发觉得自己与江浩分手, 是最正确的选择。 如果自己继续跟在江浩身边, 江浩只会拖累自己。 最主要的, 江浩已经配不上自己了。 白羊同样露出不屑的神色。 江浩看到没,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 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 龙城大学代表同样一愣, 他没想到江浩竟然会选择他们龙城大学。 不过他很快便反应过来, 微微一笑, 热烈欢迎。 他们龙城大学只是普通大学, 就算普通人他们都会手下, 更别说江浩还是这一届的高考状元了。 虽然江浩的能力弱, 可天赋却是实打实的SSS级。 以后他们龙城大学也可以对外说, 自己培养了一位SSS级天赋的觉醒者了。 第一,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已经发放到了系统空间之中, 请宿主注意查收。 江浩嘴角上扬, 随即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下, 来到了龙城大学代表这边。 苏清雪同学, 江浩同学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 你呢? 五大书院代产再次看向了苏清雪。 苏清雪对南域书院代表行了一礼。 老师, 我愿意加入南域书院。 刚才其他书院没有一个愿意为了自己, 收下江浩的, 只有南域书院愿意。 他此刻自然要选择南域书院了。 苏清雪同学, 欢迎你的加入。 南域书院代表微微一笑, 其他四大书院有些惋惜, 不过却也说什么。 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 各个学校代表开始向众人发放自己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然后说明开学时间, 学校所在的位置。 等一切都完事后, 所有人这才离开, 也包括江浩他们这些学生。 江浩刚走出校门, 正准备回家, 就被苏清雪给叫住了。 江浩, 你为什么要选择龙城大学? 龙城大学对你根本没有半点帮助。 苏清雪实在想不明白, 自己明明都已经帮他谋取到了更好的选择。 为什么这家伙还要放弃? 江浩耸了耸肩, 龙城大学虽然比不了五大书院, 可即便我去了五大书院, 五大书院也不会拿出资源培养我这个没有前途的鼓舞者的。 既然如此, 那我又何必去五大书院? 再说了, 我的能力你不是很清楚吗? 即便不去五大书院, 我依旧可以变强。 所以五大书院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苏清雪文言明白了江浩的意思, 之前他还以为江浩是大男子主义, 不想依靠他的帮助呢。 既然这是你的决定, 那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我相信, 你一定能向众人证明自己能力的。 江浩笑着点了点头, 两人聊了一会, 这才告别离开。 江浩直奔医院, 昨天晚上已经说好了, 今天他爸出院, 等他回去, 他们就办理出院手续。 路上, 江浩打开系统空间, 学习了龙神功。 恭喜宿主, 学会了神级内功, 出击龙神功。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江浩嘴角上扬, 露出满意的笑容, 脚步也加快了一些。 来到医院江浩注意到医院, 多出了好几辆号车。 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江浩连忙往病房上跑。 等他来到病房, 就看到一群黑衣人站在病房门口。 江浩脸色一沉, 果然很他猜测的一样, 徐静竟然找到了他父母。 该死的家伙, 江浩心中怒火翻涌, 恨不得立即杀进去。 他就不下来, 反而还会害了他们。 江浩不断在心里警告自己别冲动, 随即深吸一口气, 抬脚向病房走去。 站住, 什么人? 病房门口的保镖拦住了江浩。 江浩淡淡地说道, 这是我父母的病房。 保镖文言一愣, 不过还是让开了路。 病房内。 江尚全, 萧玉芬他们两个, 战战兢兢地看着对面的徐静。 在徐静的身后, 还站着十多位保镖。 本来他们都已经收拾好了, 就等江浩回来, 他们就办理出院手续, 然后回家了。 结果, 对方突然过来, 将他们控制住了, 还问X是谁, 他们那里认识什么X。 怎么解释对方都不听, 非要让他们联系X。 好在对方没有一上来就动手, 看着对方凶神恶煞的模样, 明显不是好人。 这若是动手了, 他们下场必然不会好过。 徐静冷声道, 看来你们还是不准备说了,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了。 现在他身后的一名保镖直接站了出来, 一脸冷漠地走向江上拳, 萧玉芬二人。 这位女士, 我们真不认识X啊。 萧玉芬脸色有些苍白, 然而那位保镖却没有任何停顿, 依旧向江上拳他们步步逼近, 无形地压迫赶龙照在了江上拳他们身上。 两人很快便被逼到了角落中, 保镖伸出手掌向江上拳他们拍去, 眼看着手掌就要落下的时候, 病房门突然被推开。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父母。 第27章 配合不了, 看着突然走进来的江浩众人一愣, 那位正想要向江上拳他们动手的保镖回头看了一眼徐靖, 只见徐靖有些诧异地盯着江浩, 这名青年怎么会是他? 徐靖带眉微醋, 他自然记得江浩, 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名青年竟然是这对两口子的孩子。 这名青年貌似与苏家有些关系, 这件事不太好办了呀。 徐靖非常冷静地分析了当下情况。 阿良, 回来。 那名保镖文言, 收回手, 重新站在了徐靖的身后。 小浩, 看到江浩, 江上拳, 萧玉芬脸色一变。 他们怎么样都行, 可江浩绝对不能出事。 江浩来到江上拳, 萧玉芬身边, 目光不断在他们身上扫尸。 爸妈, 你们怎么样了, 没事吧? 见他们没什么事, 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没事。 萧玉芬摇了摇头, 江上拳把江浩拽到了自己身边。 小浩, 你站在我们身后。 他虽然没什么实力, 就必须从他尸体上迈过去。 没事的吧, 我跟他们聊聊。 江浩拍了拍江上拳的手臂, 随即抬头看向徐靖。 又见面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江上拳与萧玉芬一愣, 诧异地对视一眼。 他们没想到, 江浩竟然认识对方。 你给我一种很熟的感觉, 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人。 江浩冷冷地看着徐靖, 所以, 这就是你来医院, 找我爸妈麻烦的原因。 小子你找死, 你知道眼前之人是谁吗? 徐靖的一位保镖, 怒吓一声。 江浩瞥了一眼对方, 也就现在, 他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然自己一嗓子就吼死对方。 不过江浩已经将他的面容记住了, 等自己出手的时候, 一定要弄死这个家伙。 江浩收回目光, 重新看向徐靖。 徐靖, 我知道你是白羊他妈。 如果你因为我跟白羊之间那点恩怨过来的话, 那真是我高看, 你们白家了。 江浩与白羊的情况他了解一些, 昨天在得知英德才也被X攻击后, 他便询问了具体情况, 知道是白羊抢了江浩的女友, 又让英德才把江浩父母逼退的。 只是他没想到, 江浩就是眼前的青年。 他从白羊口里已经得知了, 眼前的青年天赋虽然很强, 可能力却只是鼓舞者, 注定没有什么成就。 因此, 他倒对江浩不怎么在意。 我儿子与你之间的恩怨我不感兴趣, 我开始为了调查X的, X不仅向我们白家工作人员出手, 更是打伤了我儿子, 大闹我白家。 我已经询问过了, X打伤我们白家工作人员, 就是为了替江上拳出头。 别跟我说你们不知道X, 我不相信。 江浩了然, 原来是这个地方出现了披露。 英德才, 自己倒是把他忘记了, 早知道至少自己就应该解决了他, 这样白家就算手段通天, 也不可能查到自己身上来。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X是谁, 说不定你们白家得罪了其他人, 也说不定啊。 江浩冷笑, 徐静没有理会江浩的冷嘲热讽, 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看在苏家的面子上。 我不会为难你们的。 如果不是看在苏家的面子上, 他也不会跟江浩这般心平气和的说话。 不好意思配合不了, 我们跟你们白家没有什么好聊了, 你们还是走吧。 江浩的态度十分强硬, 丝毫不肯退让。 徐静的脸色终于出现了一些变化。 既然这样, 那我就只能带你们离开了。 只要能对付X, 他就在所不惜, 哪怕得罪了苏家也无所谓。 他不相信, 苏家真的会为了一个普通家庭, 而对他们白家怎样的。 江尚全, 萧玉芬文言脸色一变。 江浩面无表情地看着徐静, 他知道徐静真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当即, 他拿出了手机, 你想要带走我们也可以, 不过就不知道苏家会不会同意了。 说着, 江浩就做事要打电话。 此刻, 他也在犹豫, 要不要给苏清雪打电话。 这个电话能打通, 可问题是苏清雪会不会帮自己。 毕竟白家也不简单, 帮自己就意味着会跟白家产生矛盾。 再有就算苏清雪愿意帮自己, 他父母会不会帮自己。 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素, 可眼下他在不能暴露自己的情况下, 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所以他只能赌, 赌徐静不敢得罪苏家。 这点小事没有必要惊动苏家, 我来也只不过是询问一些情况。 既然你们不愿意配合, 那我们就离开了。 就在江浩即将按下号码的时候, 徐静站了起来。 听到徐静的话, 江浩暗自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变强的心, 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 如果自己足够强, 就不会有人敢拿自己的家人来威胁自己了。 还有白家, 自己一定要将其解决掉, 不然对方始终都是个威胁。 徐静深深地看了一眼江浩, 随即带人走了出去。 阿亮不解地看着徐静, 夫人, 咱们就这么离开了。 阿亮, 你带着两个人盯着他们, 他们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立即联系我。 徐静摆了摆手, 他自然不能就这么离开, 这一家人肯定与X有着关系, 只是现在他还找不到证据。 但考虑到苏家, 他也不能太过强硬。 不过他相信, 只要自己盯住了他们, 一定会有所发现的。 一旦自己找到了证据, 到时候就算自己要对付他们, 苏家也说不出什么。 是。 阿亮应了一声, 便带着两个人留了下来。 病房内。 江尚全心有余悸地问道, 小浩,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是呀, 小浩,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萧一芬也看向江浩。 那伙人实在是太强势了, 根本不是他们这些普通人所能对付的。 他很怕江浩会出事。 江浩笑着摇了摇头, 并没有多说什么。 没什么爸妈, 放心吧, 已经没事了, 咱们现在去办出院手续, 就可以回家了。 这件事他会解决, 没必要继续让父母跟着担心了。 三口人办理了出院后, 便直接往家走去。 路上江浩把自己报名了龙城大学的事情说了出来。 老两口虽然不理解江浩为什么选择一个普通大学, 不过还是支持江浩的选择。 吃过晚饭后, 江浩躺在床上。 龙城大学这种普通大学的开学时间, 是一个月以后, 不像十大名校和五大书院都是三天后开学的。 也就说, 他接下来的一个月都处于了放假的状态。 虽然有一个月的时间, 可江浩依旧觉得时间不够用。 他除了要提升实力以外, 还要对付白家, 更要想办法挣钱。 给父母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想着想着, 江浩不知不觉间便睡着了。 第二十八章 建议 一日 江浩早早就起来了, 跟江上全, 萧玉芬说了一声便背着书包离开了家。 没有走出多远, 他就察觉到了身后有人跟着自己。 对此他并没有意外, 早在昨天离开医院的时候, 他就察觉到了有人跟踪他们。 不用想他都知道, 肯定是徐静的人。 江浩不动声色, 他直接来到了商场之中。 想要甩掉跟踪者的最好方法, 就是去人多的地方。 江浩东逛逛, 西逛逛, 哪里人多样哪去, 很快就甩掉了那个跟踪者。 江浩站在角落中, 看到了那位跟踪者, 长相平平无奇, 一米六左右的个子, 站在人群中很难被注意的那种。 此刻, 正在寻找他的身影吗? 江浩嘴角上扬, 随即悄悄从商场的后门离开了。 来到一处没人的角落后, 江浩戴上了郎珠面具, 随即从书包之中换上了另一套衣服, 迅速离开了这里。 这就是他背书包的原因, 毕竟如果他单纯只戴上面具, 衣服不换的话, 很容易被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 江浩来到黑市, 向李老板询问了一下黄兴山所在的医院后, 便离开了。 黄兴山是因为他受伤的, 从住院到现在自己还没有看一眼呢, 正好今天过来看看, 顺便询问一些事情。 不多时, 江浩便来到了黄兴山所在的医院。 之前在李老板哪里已经知道黄兴山所在的病房了, 所以他直接走了过去。 你说说你, 一天天的都交了什么朋友? 如今你住院的钱都没有了, 没有一个朋友过来看你的。 来到门口, 就听到了黄兴山一阵咳嗽声, 以及一个女人不满的埋怨声。 行了, 你少说两句吧。 江浩文言一阵尴尬, 站在门口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进去了。 犹豫了一下, 江浩最终还是敲了, 敲门走了进去。 如今这个世界就这点好, 医院的病房都是单独房间, 谁也不会影响到谁。 你是? 一位身材一般, 长相普通的中年女人疑惑地看着江浩。 X先生, 你怎么过来了? 不等江浩开口说话, 一旁的黄兴山率先开口了。 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都听李老板说了, 是X将他带给了李老板, 让李老板帮忙送他来医院的。 虽然X到现在才过来, 可他依旧十分感激X。 如果不是X的话, 他或许永远都离开最新楼了。 还他妈, 你去几个菜去, 我跟先生聊聊。 中年女人不悦地瞪了一眼黄兴山, 不过还是起身离开了。 黄兴山尴尬一笑, 先生别在意, 山野春妇不懂李树。 没什么, 我过来看看你怎么样了。 江浩坐在一旁,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不过医生说需要调养一段时间才行。 江浩点头道, 那就行, 我这段时间事情也不少, 所以没直接过来。 见黄兴山没有什么大碍, 他也就放心了。 两人聊了一会, 江浩这才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先生, 如果信得过我, 可否愿意听我两句。 听到江浩竟要与白家开战, 黄兴山一惊, 略作沉音后, 抬头看向江浩。 江浩点了点头, 黄兴山看了一眼门口, 随即低声道, 首先我不建议先生, 现在就与白家开战。 白家作为龙城的名门望族, 虽然不是顶级那一类, 却也有头有脸, 其底蕴不容小觑。 当然我这么说, 也并非是阻止先生, 只是希望先生不要冲动。 你想要对付白家, 最起码要做到两点才能将白家彻底抹除。 要么有绝对的实力, 要么有权, 这两点掌握一点都能拿捏住白家。 江浩文言陷入了沉思, 不可否认, 黄兴山说的很有道理。 你有什么建议? 江浩想了想, 随即看向黄兴山。 既然黄兴山这么说, 必然有什么主意? 江浩从来不是一个自负的人, 只要是对他有帮助的建议, 他都会听的。 我的建议, 先生可以先注册一个赏金猎人的身份, 然后通过做任务, 一边提升自己的实力, 一边挣钱。 至于白家那边, 可以适当找一些麻烦, 总之不能让他们好过就是了。 但能不与其正面发生冲突, 还是不要正面发生冲突的好。 江浩不解地问道, 挣钱的方法有很多, 为什么非要去赏金工会成为赏金猎人? 黄兴山耐心地解释道, 先生有所不知, 赏金工会不仅是官方公认的, 强大的赏金猎人还能够得到警卫司的认可, 只要跟官方有关系, 手里就算有一些权利了。 当时候, 就算白家想要动你, 也不得不考虑考虑了, 最起码明面上, 他们不敢拿你怎么样。 另外强大的赏金猎人, 也是一样的, 测试, 赏金工会。 江浩看着眼前高大建筑, 在其最上端, 还有一枚巨大的金币造型的标志。 也金币造型的标志, 就是赏金工会的标志。 江浩抬脚走进了赏金工会, 他脸上的面具瞬间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不为别的, 主要因为江浩这个造型太过特殊了。 江浩没有理会众人怪异的目光, 静止来到了前台。 你好先生,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前台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 看到江浩过来, 虽然也对江浩古怪打扮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不过还是露出了职业性的笑容。 你好, 我想申请成为赏金猎人, 需要什么流程? 前台从一旁抽出一个单子递给了江浩, 先生把这个表填上, 然后去我们测试室进行测试。 只要测试合格后, 就可以成为赏金猎人了。 江浩文言从一旁拿起笔, 开始填写。 这个单子上填写的都是个人信息, 除了固定的姓名以外, 还需要填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等一系列的信息。 这让江浩眉头一皱, 他之所以戴着面具过来, 就是为了不让人知道自己真实信息。 如果自己按照这个表上的填了, 自己的信息岂不是被暴露了? 前台注意到江浩的异样, 上前问道, 先生是有什么问题吗? 江浩咒眉问道, 这上面都必须填写吗? 我想隐藏身份的话, 需要怎么做? 先生, 如果想要隐藏身份的话, 需要先进行测试。 只要各项测试全部达到标准后, 便可以单独入入信息。 果不其然, 赏金工会是可以隐藏身份的, 不过这却需要条件。 而这个信息也会由你的成绩来决定, 什么等级的可以查看你的信息。 江浩再次问道, 标准是什么? 如果可以的话, 他倒可以试一试。 这个需要具体测试的时候看, 我们并不清楚具体的测试标准。 江浩了然, 随即果断地选择了这种方式。 先生, 你往左手边走, 那边就是我们的测试室。 你去了跟他们说明一下情况后, 他们就会让你进行测试的。 江浩点了点头, 随即向测试室走去。 此刻测试室这边, 前面还有五个人, 江浩只好站在后面排队等着。 原本他以为还要等一会呢? 没想到这些进行测试的人, 一个个速度都非常快。 不多时, 就轮到了江浩。 江浩按照前台说的, 把自己的要求跟工作人员说了一声。 工作人员客气地说道, 你直接进入就行, 按照规定测试, 测试达标以后, 就可以按照等级, 进行保密了。 江浩文言, 直接走进了测试室。 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个祭坛。 先进行天赋, 能力地测试。 一旁的工作人员, 示意江浩站在祭坛上。 报名表给我。 江浩摇了摇头, 我没有报名表。 我打算隐藏身份报名, 他们让我来测试, 说只要达到标准, 就可以隐藏身份报名。 那行吧, 不过, 我要跟你说好了。 想要隐藏报名, 需要看测试标准。 工作人员解释了一下。 但这个标准并不是人为的, 而是由机器评判的。 如果达不到标准, 就算你是SSS级的天赋, 都没用, 明白吗? 江浩点头, 表示明白。 那行, 现在开始。 说着, 工作人员就已经直接开始了。 顿时一道白光落在了江浩的身上。 原本平平无奇的白光, 下一秒瞬间变得耀眼起来。 工作人员一惊, 这是什么天赋, 竟然这么恐怖。 可当工作人员看到江浩测试出来的结果, 只见测试结果上只有SSS级, 其余天赋, 能力什么都没有。 耀眼的光芒维持了30秒, 这才消散。 我这算达标了吗? 江浩的声音让工作人员回过神来。 答, 达标了。 工作人员咽了一口唾沫。 这里的SSS级并不是代表着测试天赋, 而是代表着对方隐藏身份后的等级为SSS级。 能够查看此人信息的, 最少都是正厅级的存在, 才能有资格。 这种级别的存在, 别说是龙城了, 就算整个龙国怕都没有多少。 在工作人员震惊的时候, 江浩已经来到了下一个测试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巨大白色水晶。 这一次工作人员的态度热情了不少。 你全力攻击一下这个水晶, 看看能够达到什么地步。 江浩眉头一挑, 全力攻击。 也好, 正好他试一下自己不动用暴击的情况下, 全力一击究竟达到了什么地步。 想到这里, 江浩立即双腿弯曲, 随即气韵丹田。 工作人员被江浩这个古怪动作懂得一愣。 随即他突然注意到, 在江浩的头顶上空, 竟然突然出现了一个透明的狮子头。 就在他不明白眼前这位神秘人要做什么的时候, 突然一道震耳欲聋的吼声, 从对方口中传出。 好。 工作人员顿时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双耳更是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而此刻, 江浩身前的巨大白色水晶也迸发出了璀璨的七彩光芒, 照耀了整个测试室。 这一次, 足足过去了一分钟, 水晶才恢复正常模样。 好在这个测试室封闭效果, 隔音效果都不错。 不然估计江浩就算不想暴露自己的实力, 都难了。 在水晶表面, 同样浮现出了一个大大的SSS级字样。 至于工作人员, 江浩连续叫了好几次, 才勉强回过神来。 工作人员记录好了测试结果后, 一脸如同看怪物般地看着江浩。 我下一个测试什么? 江浩被工作人员的目光看得有些受不了了, 只好主动询问。 下一个是速度可视, 在那边, 只要你能够快速从那些障碍中穿过就可以, 不过这里会时不时释放出红色激光, 类红色激光扫中的话会影响成绩。 工作人员一边说, 一边带江浩来到了一堆障碍物这边。 这里是个曲线型跑道, 上面布满了障碍物, 在其两侧, 还有一个个激光发射器。 什么时候开始? 对于这个测试江浩没有任何担心。 如果说别的测试, 他或许还没有太大把握, 但速度这块他有绝对的信心。 你确定准备好的话, 我这边就会按开始。 江浩直接说道, 我准备好了。 工作人员文言没有说什么, 直接按了开始。 还默等他反应过来, 就看到了一道残影从自己眼前飘过。 等工作人员回过神来后, 江浩已经完成了测试。 测试结果依旧是SSS级的。 对此, 工作人员已经麻痹了, 在记录册上记录下了江浩的测试结果。 最后一项测试是等级测试。 这个简单, 也没有什么测试标准。 你只需要把手放在这个石柱上就可以了。 第30章, 成为赏金猎人。 与别人不一样, 江浩是被工作人员送出测试室的。 把这个交给前台, 前台就会告诉你怎么注册了。 工作人员将刚才江浩测试结果的副页 讲给了江浩。 江浩点了点头, 拿着副页便回到了来前台。 先生请稍等, 我马上带你去注册。 前台看到江浩的测试结果, 不由露出震撼的神色。 他没想到, 眼前这位戴着面具的神秘人竟然不仅成功了, 更是达到了最高级的SSS级。 对江浩说了一声后, 前台立即拿起一旁电话拨过去一个号。 不多时, 一位西装革履, 神色庄重的中年人便走了过来。 您好先生, 我是龙城赏金工会会长, 我叫刘景龙, 请跟我过来。 中年人的态度十分客气。 江浩看了一眼前台, 见前台点头, 他这才跟刘景龙离开。 在刘景龙的带领下, 他来到了一处房间内。 这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台电脑, 上面是电子版的注册表。 刘景龙热情地介绍道, 先生, 您把自己的信息登录记录在上面就可以, 结束后, 这个会自己归档, 到时候您的信息一般人就无法查看了。 江浩好奇地问道, 以我测试的结果, 什么人能查到我的信息? 如果他的测试结果, 普通高层都能查看的话,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先生放心, 您的档案已经被规定在了SSS级, 除了正厅级的存在, 谁也没有资格探查。 见江浩没问题了, 刘景龙十分识趣地离开了。 江浩这才开始填写自己的信息, 真实姓名, 天赋, 能力, 家庭住址等等。 最后, 甚至还需要人脸认证, 江浩瞥了一眼房间, 确认没有摄像头后, 这才摘下了面具。 全部弄完后, 江浩这才进行归档, 而电脑上也浮现出了保密归档的字样。 一旁的打印机开始工作, 很快一张与他档案编号一样的表背打了出来。 江浩在上面填上了自己的代号X, 等级一阶。 填完后, 江浩走出了房间, 刘景龙依旧站在这里。 先生, 这个表给我就行, 你还需要稍等一下, 徽章一会就做出来了。 江浩点了点头, 对于这些流程他不懂, 只需要照做就行。 在刘景龙去制作徽章的时候, 江浩开始在大厅中闲逛起来。 赏金工会人不守, 好在大厅足够大, 不然怕是真装不下这么多人。 四周的墙上还贴着各种归章制度, 在前台后边有个巨大的滚动屏幕, 上面颁布着各种任务。 江浩站在一旁看了一会, 刘景龙这时也回来了, 手中还拿着一枚银色徽章。 刘景龙将徽章递给江浩, 先生, 这就是您的徽章, 因为您目前刚刚注册成为赏金猎人, 所以等级上是F级的赏金猎人。 赏金猎人的等级与咱们觉醒者天赋等级一样, 都是从F到SSS级, 随着您完成任务的成功率, 等级上也会跟着提升。 这么说, 我现在就可以接任务了是吗? 江浩把徽章拿在手中把玩, 发现这个所谓的徽章, 才知是一种不知名的金石锁柱, 摸上去温温凉凉, 而且十分坚固。 刘景龙点了点头, 是的先生, 您接任务的时候, 将徽章拿出来, 任务上就会显示您接了任务。 完成后, 只需要将徽章交给前台, 前台记录一下, 就会点击相对应的任务报酬。 江浩想到了什么, 然后问道, 如果我在咱们龙城接了任务, 可以去别的城镇兑换任务报酬吗? 刘景龙笑道, 可以的, 咱们赏金工会是全国通用的。 先生, 是否要现在就领取任务? 我再看看吧。 那行, 先生有事随时可以联系我, 这个是我的名片。 刘景龙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随即离开了这里。 江浩收好刘景龙的名片, 继续在大厅逛了一回, 这才准备离开。 而就在这时, 一阵叫喊声吸引了他的注意。 任务组队, 要求辅助类觉行者加入。 江浩顺身望去, 就看到几位年轻人站在赏金工会门口, 刚才的话就是他们喊出来的。 江浩有些诧异, 没想到任务竟然还能组队。 他以为任务都是需要独立完成的呢。 带着好奇心, 江浩走了过去, 他想要听听究竟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 刘景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 立即给自己的上头打去电话。 龙城赏金工会出现了一位 被评断为SSS级的绝顶天才, 这件事必须要向上头汇报。 很快电话就被接通了, 刘景龙把江浩的事情汇报了上去。 老刘, 这人你一定要密切关注, 必要时一定要给予一些帮助, 另外也要观察一下, 看看对方的人品怎么样, 明白吗? 刘景龙点了点头, 明白, 领导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对了领导, 咱们要不要查一下? 刘景龙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电话另一头给无情地拒绝了。 不行, 对方既然选择隐藏身份, 就说明不想暴露自己, 除非对方是大奸大恶之辈, 不然不可以亲自探查对方的信息。 我明白了, 刘景龙应了一声, 他知道, 那位X先生已经被这位领导注意起来了, 毕竟能够被评判为SSS级档案存在的, 可并不多见, 赏金工会内凡是被评判为SSS级的, 基本上如今都是一方强者了。 如果他们龙城也出现这么一位存在, 龙城在龙国的地位必将水涨船高。 想到这里, 刘景龙也不由有些激动。 另一边, 江浩通过听周围人的谈话, 也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所谓的任务组队, 就是别人领取了任务, 但无法独立完成, 或者人手不够, 因此就形成了任务组队。 一旦任务完成, 任务报酬, 就会按照之前谈好的分配比例, 来分配报酬。 说白了, 就是合作共赢。 这种组队, 相对来说还是很公平的, 不能说没有, 只能说很少会出现那种黑吃黑的现象。 毕竟这种任务组队都需要诚信的, 如果你诚信不足, 下次谁还会跟你组队了。 除了这种任务组队, 还有一种团队的模式, 就是几个人在一起组成一个团队, 一起做任务。 任务组队, 要求土系灵能者加入。 不远处, 突然再次传来这种任务组队的声音。 对于这种任务组队, 众人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江浩也没打算理会, 他折返到大厅, 也准备接个任务玩玩。 第31章, 出入轮陷区。 这位兄弟等一下, 突然一道声音叫住了江浩。 有事? 江浩停下脚步, 看向来人。 来人是一位中等身材, 长相一般的青年, 看上去年龄不大, 也就二十二三岁的样子。 实力还算不错, 已经达到了二阶觉醒者了。 你好, 我叫李立伟, 是这样的, 我也在寻找任务组队,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青年主动向江浩伸出了手。 不好意思, 我没兴趣。 江浩摇了摇头, 随即不再理会对方, 直接走进了大厅。 他虽然刚刚成为赏金猎人, 可不代表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 对方一上来就过来找上自己, 甚至都不问自己是什么能力的觉醒者。 这里面如果说没问题, 才是有鬼呢。 李立伟看着江浩离开的背影, 不由眉头一皱。 大哥, 他没同意吗? 这时, 一名长相猥琐的黄发青年走了过来。 李立伟冷冷地说道, 先盯着点他, 看他一会去什么地方, 咱们顶上的猎物, 谁也跑不了。 江浩走出了赏金工会, 他已经领取完了任务, 现在他算去完成任务。 任务很简单, 只需要五十只一间魔物, 血狐的尸体, 不过要求却十分严格, 必须保证尸体完整, 不能有太多的损坏, 否则任务不合格。 这个任务对于别人来说, 或许会有一些难度, 可对于江浩来说, 简直不要太简单了。 不用别的, 自己只需要用尸吼弓, 就可以做到杀人不见血。 杀魔物自然也能做到这一点。 只是想要杀五十只血狐, 在他们这种生活区肯定是做不到的, 所以想要完成任务, 就必须前往沦陷区才行。 所谓的沦陷区, 曾经也都是龙国的领土, 只是自从三百年前灵气复苏, 很多城镇都被魔物占领了, 迄今为止还没有抢回来呢, 成为了魔物的乐园。 而那些被魔物占领的地方, 就是沦陷区。 江浩坐车直接前往了郊外, 李立伟他们见状, 也立即跟了上去。 想要去沦陷区, 光来到郊外还是不够的, 还需要通过防御区。 防御区是阻隔魔物的地方, 这里场面都有军队助手, 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军人, 来让魔物无法入侵到生活区, 破坏人们的生活。 江浩来到郊外后, 直奔防御区的一个港哨, 生活区的人想要进去沦陷区, 必须在港哨做备注, 不然是不允许进入沦陷区的。 如果有人偷偷进入了, 出来后没有查到进入信息, 也回背警卫司的人, 当作非法入侵, 请回警卫司喝茶。 江浩递上了自己的赏金猎人徽章, 以及自己领取的任务, 军人这边没有阻拦, 简单地做了的登记, 便直接放行。 这就是赏金猎人的优待之一, 只要有任务在身, 登个记就可以直接进入。 若是其他人, 哪怕是觉醒者, 想要进入到沦陷区, 都需要被调查一番, 才允许进入。 江浩走进了沦陷区, 整个沦陷区都充斥着一股血腥味, 同时还时不时有售吼声传出。 三百年的流逝, 这里虽然依旧有曾经城镇的影子, 可更多的建筑早就已经坍塌了, 被一株株茂盛的植物所取代。 一进入沦陷区, 江浩就感受到了若有若无的危险感觉。 这就是沦陷区的恐怖, 别说他这种一阶觉醒者了, 就是算比他高出好几阶的, 也不敢保证, 能够在沦陷区横行无际。 江浩谨慎前行, 一边走, 一边寻找雪壶的踪影。 只是江浩走了半天, 别说雪壶了, 就连一只魔物都没发现。 当然, 这也跟他没有深入有关。 好在他接的这个任务, 要求的时间是一个月, 不然可就麻烦了。 不过尽管如此, 依旧是时间紧任务重。 在边缘地带转了转, 江浩决定深入一段距离。 死! 刚刚深入江浩就遇到了魔物, 一条蓝色的蛇。 临间魔物, 蓝灵蛇。 这种蛇攻击不算强, 却又很强的毒。 江浩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糖刀, 身体立即化作了一道残影。 莫等蓝灵蛇反应过来呢, 就已经伸手异处了。 与此同时, 李立伟也带人来到了轮陷区。 那个长相猥琐, 黄头发的青年问道, 大哥,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其他人也看向了李立伟, 难得有机会赚外快, 他们自然不想放过。 李立伟沉声道, 我再说一下那个人的特征, 一米八的身高, 深蓝色运动服, 脸上带着一个银白色面具, 面具上有一个蜘蛛的图案。 你们要做的就是, 找到此人, 立即发送信号弹, 然后众人一起过去。 一位脸上有一道丑陋伤疤的青年冷声问道, 大哥, 还是老规矩吗? 对, 还是老规矩。 李立伟点了点头, 众人文言立即露出了兴奋神色, 他们自然清楚所谓的老规矩是什么, 所谓的老规矩就是不留活口。 当即他们迅速离开这里, 李立伟也挑选了一个方向。 他们一伙人单个, 整体实力并不强, 唯独剩在人多。 平日里他们也不会接受什么任务, 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打劫前来做任务的赏金猎人。 凡是被他们打劫的赏金猎人, 最后都是死路一条, 他们绝对不允许被打劫的人活着离开。 万一对方向赏金工会告发他们, 他们可就麻烦大了。 所以,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发生, 他们不会留下任何活口。 不得不说, 这沦陷区的魔物还真多, 仅仅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江浩就遇到了七只魔物。 不过因为处于外围地带, 这些魔物的实力都不强, 仅仅只是灵阶存在。 这些魔物对江浩没有完成任何影响。 之后江浩又解决了一些魔物后, 觉得这样下去太浪费时间了。 自己目前为止, 别说雪狐了, 任何一种狐类魔物都没有遇到过呢。 这样下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任务。 所谓为了能够完成任务, 自己必须要想个办法才行。 So! 就在江浩想着该如何寻找到雪狐的时候, 突然天空上出现了一道理花。 这里怎么会有人放烟花? 江浩有些纳闷, 不过倒也没有在意。 谁在这里放烟花, 跟他有什么关系。 江浩抬脚便准备离开, 可紧接着却又停下了脚步, 眸子微眯。 直见后, 方树道人引围了上来。 第32章, 感觉不错。 你们是什么人? 江浩看向将自己围起来的青年。 起初他还以为对方是白家的人呢。 他以为白家的人竟然追到了这里。 可看到他们胸口处的赏金猎人徽章, 他意识到这些人应该是白家的人。 原因无他, 白家知道他的实力, 不可能派来五位灵阶, 三位一阶的觉醒者过来。 如果这几个家伙是白家的人的话, 那未免太看不起他了。 哼, 兄弟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这么快就忘记我了。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从后方走了过来。 是你? 江浩眉头一挑, 他想起了此人, 应该是叫什么李伟? 之前在赏金公会门口拦住自己的那位二阶觉醒者。 李立伟露出皮笑若不笑的神色。 是啊, 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还真是有缘啊。 怕是不止有缘那么简单吧。 说吧, 你们要干什么? 江浩玩味一笑, 看对方的样子可并不是与自己偶遇的, 摆明就是来找自己的。 看来刚才天空上绽放的李花, 也并不是什么李花了。 而是这些家伙的信号弹了。 那个长相猥琐, 黄头发青年冷冷地看着江浩。 小子, 把你身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说着, 他更是抬起手, 手掌之上顿时被火焰包裹起来。 哼, 原来你们是这个目的啊。 江浩笑着摇了摇头, 先不说自己身上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单说打劫自己, 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脸上带着刀疤的青年恶狠狠地说道, 听不懂话吗? 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 其他人也面露不善之色。 一旁的李立伟一脸浅笑, 仿佛这一切都跟他无关一般, 又仿佛蜘蛛在手, 掌握了全局。 看来这种事情, 你们应该是没少做吧? 江浩环顾了一眼四周。 既然如此, 那就把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吧。 江浩的话让众人一愣, 一名青年率先回过神。 小子, 你找死。 大喝一声便便伸成了一头野猪, 直奔江浩攻来。 就在众人准备看热闹的时候, 江浩突然化作了一道残影。 随即一阵惨叫声响起。 等声音消失的时候, 在场除了江浩已经没有人站着了, 所有人都一脸痛苦地倒在地上。 江浩对于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 来吧, 不想死的, 把你们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把钱交出来。 江浩笑眯眯地看着李立伟他们。 李立伟他们惊恐地看着江浩。 此刻江浩的笑容在他们的眼中就如同恶魔一般。 他们原本以为对方是自己的猎物, 没想到瞬间局势反转, 自己反而成为了对方的猎物。 对方真的是只有S级的赏金猎人小白吗? 怎么? 不愿意配合。 江浩抬脚提了提那个长相猥琐, 黄头发的青年。 青年哭丧着脸, 哀求地看着江浩。 大, 大佬, 我知道错了, 我上有老下有下, 还请大佬能够饶我一命。 我说话听不懂吗? 把你们最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然后把你们银行卡里的钱转给我。 江浩伸手一把抓着青年的头发, 将他强行提了起来。 如果你们不愿意配合的话, 我不介意让你们永远留在这里。 咕咚。 李立伟他们咽了一口唾沫, 虽然江浩这话是笑着说出来的, 可任谁都能听出话中的冷厉杀意。 这一次, 他们是真的提到了铁板了。 没人回应我。 江浩冷笑一声, 随即猛地抬脚向眼前青年的一条腿踩去。 啊, 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听得李立伟他们头皮发麻。 终于有人承受不住了, 颤颤巍巍地看向江浩。 大, 大佬, 我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只有五万金币存款, 我都给你。 江浩没有说话, 松开了那名青年, 走向了刚才说话之人, 然后拿出手机。 那人也不墨迹, 立即拿出手机, 快速给江浩转过去了五万。 手机给我看一下。 不等那人松口气, 江浩伸手将他的手机拿了过来。 密码。 那人有心抗拒, 可看到江浩那冰冷的目光后, 他果断地选择了顺从, 将自己的付款密码说了出来。 江浩又陆续转出来一万八, 确认也再转不出来了, 这才停下来, 随即走向了下一个人。 江浩在最后来到了李立伟面前, 这些人中就李立伟最有钱, 手机里竟然有三十万。 本着咽过拔毛的理念, 江浩没有给李立伟他们留下一分钱, 就连身上的金项链, 金戒指什么的, 都被他给摘下来了。 哎呀, 你们这些人就是太客气了, 这么热情弄的, 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江浩一边把玩着那些金戒指, 金项链什么的, 一边笑道。 听到江浩的话, 李立伟他们嘴角一阵抽搐。 那个, 大佬, 钱, 我们已经给你了。 你看我们, 李立伟干笑一声。 想走呀。 江浩瞥了一眼李立伟他们, 见他们立即如同小鸡啄米一般点头。 江浩嘴角上扬, 我问你们一个是, 往常你们打劫的时候, 最后会不会放对方离开? 这个当然会了。 李立伟想也没想, 直接回答。 其他人也连忙表示, 自己会放过对方。 江浩心中冷笑, 这些家伙真当他是傻子不成。 他早就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杀气, 这种杀气是只有杀过人的人, 身上才会带着的。 他杀过人, 所以知道这种杀气的来源。 江浩淡淡地说了一声, 下辈子就算做不了好人, 也别做个恶人。 随即不等李立伟他们反应过来, 江浩突然爆气。 手中更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多出了一把刀, 几乎一瞬间, 江浩的身体化做了一道残影。 等江浩重新站立的时候, 李立伟他们已经全部没了气息。 江浩收起堂刀, 抬脚离开了这里。 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江浩的心情。 相反他的心情还不错, 刚才他足足到账50万金币。 此刻他终于知道干什么来钱快, 挣得多了。 难怪这些家伙喜欢打劫呢。 这种感觉还真不错。 看了一眼天色, 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 江浩没有再继续待在沦陷区, 今天注定没有什么收获了, 他打算出去, 等明天再过来。 第33章 随机任务。 横院小区。 江浩一回来, 就感受到了暗中有人在注视着自己。 江浩嘴角上扬, 露出一抹冷笑。 他没有理会这些家伙, 直接回到了家中。 萧玉芬问道, 小浩你回来了, 吃饭了吗? 没吃呢。 我给你热菜去。 萧玉芬从沙发站起, 去给江浩热菜。 对了小浩, 今天小区之中多了几个怪人, 跟昨天那帮人一样, 是不是还是昨天那帮人? 江浩点了点头, 是他们, 没事吗? 先不用管他们。 你跟我爸最近也不要乱走了, 就先待在家里吧。 一旁的江上全有些不安地问道, 小浩, 他们那伙人真的没事吗? 他们只是普通家庭, 哪里被这样对待过? 这让老实了一辈子的江上全, 感觉非常不安。 放心吧爸妈, 等过两天, 他们就会离开的。 江浩笑了笑, 是一劳两口安心。 一日, 江浩吃过饭就离开了家, 或许是因为昨天跟丢了自己, 所以这一次竟然出动了两个人跟着自己。 江浩心中冷笑, 就在他打算顾忌重施, 甩掉两人的时候,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江浩拿出手机一看, 赫然是黄新山打来的。 江浩接起手机, 还不带他说话, 黄新山的声音就传来了。 先生, 我让朋友把白家的详细信息调查了一遍, 全都给你发过去了。 你看一下, 以后想要对付白家的时候, 可以有个准备。 江浩笑道, 行, 多谢了。 先生客气了, 那你先忙。 黄新山笑着说了一声, 便挂断了电话。 江浩查看了一下短信, 果然信息中多出了一条未读信息。 江浩打开一看, 只见密密麻麻的字符出现在手机上。 江浩收起手机, 现在不是看这些的时候, 他需要先把身后那两条尾巴甩掉了再说。 没有费什么力气, 江浩再次利用商场, 轻松地摆脱了跟踪他的两个人。 走出商场后, 江浩戴上面具, 换好衣服后, 他直奔沦陷区。 夫人, 人又跟丢了。 阿亮得到手下汇报, 立即给徐静打去了电话。 徐静淡淡地说道, 没事, 你先盯住江浩他父母, 只要盯住他父母, 他就不敢怎样。 是。 阿亮挂了电话, 徐静默默地看着窗外。 呵呵, 江浩, 倒是小看你了, 不过这样也好, 你表现得越是让我意外, 就说明你越有问题。 我就不信, 我还对付不了你这个小鬼了。 想到这里, 徐静抬脚走出了白家, 直奔苏家。 想要对付江浩, 他必须搞清楚, 苏家究竟与江浩有多大的交情。 叮铃铃。 就在这时,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徐静接起手机, 很快电话的另一头, 就传来了一道声音。 夫人, 大少爷已经平安抵达学校。 徐静说道, 行, 洪涛你就留在那边吧。 杨儿有什么事的话, 你都照顾照顾。 是。 再次来到沦陷区, 江浩并没有立即寻找雪湖的下落, 而是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拿出手机, 重新看起了黄兴山给自己发来的信息。 江浩看得十分仔细, 不得不说, 黄兴山那个朋友确实厉害, 将白家的大体情况全部调查清楚了。 有了这份信息, 自己基本上算是掌握了白家的动态。 白家, 徐静, 白杨, 你们等着吧, 接下来我陪你们好好的玩玩。 江浩冷笑一声, 随即收起手机, 开始寻找雪湖的下落。 好, 走出没多远, 江浩突然听到一道兽吼声从远处传来, 同时还伴随着打斗的声音。 江浩带着好奇, 立即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掠去。 不多时, 江浩来到一处废墟之地, 他躲在一处没有倒塌的墙边。 在这里, 他就很容易就看清楚了远处的情况。 他原本以为是人类与魔物在战斗呢。 没想到战斗的竟然是两只魔物, 一只是三阶的烈火鸟, 而另一只竟然是一株柳树, 同样是三阶的实力。 植物类魔物, 江浩虽然是第一次见到, 可在课堂上的时候, 老师已经讲解过了。 只见这两只魔物打得十分激烈, 烈火鸟浑身笼罩在火焰之中, 并且不断用火焰对柳树进行攻击。 幸亏柳树不简单, 也是一只三阶魔物, 不然怕早就被烈火鸟的火焰给焚烧殆尽了。 不过尽管如此, 柳树身上依旧有不少地方被烧得碳滑, 就连树叶都有些枯黄了。 而柳树同样也不甘示弱, 树冠上的柳枝如同活了一般, 向烈火鸟铺天盖地抽去。 虽然烈火鸟不断躲避, 可奈何柳树的柳枝实在太多了, 烈火鸟根本多少不过来。 时不时就会被柳枝抽到, 烈火鸟动不动会发出一声悲鸣。 江浩倒吸一口凉气, 没想到自己运气竟然这么好, 遇到了两只三阶魔物。 三阶魔物, 在魔物之中自然算不得什么, 可与它比起来, 那可就是非常厉害的存在了。 只是让江浩想不明白的是, 这里可是轮陷区的外围, 三阶魔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江浩躲在断壁边上,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三阶魔物, 绝对不是现在的自己能够对付的。 江浩已经想好了, 在这两个家伙没打完之前, 他是绝对不会出去的。 第一, 恭喜宿主触发随机任务, 欲棒相争愚人得利, 要求宿主趁机击杀眼前烈火鸟与柳树。 任务成功奖励, 鉴别之眼。 任务失败惩罚无。 就在这时, 一阵系统提示音在江浩脑海中响起。 江浩嘴角一抽, 系统, 你这个时候倒什么乱? 你发布任务的时候, 都不看我能不能完成吗? 看着任务失败没有惩罚, 江浩果断决定不完成这个任务。 至于系统的奖励, 或许是很强的存在, 但他也要有命用才行。 碰! 就在江浩这样想着的时候, 突然一道沉闷的碰撞响起。 江浩抬头一看, 就看到自己身旁的断臂, 被烈火鸟给撞塌了。 江浩没有任何意外地, 暴露在了烈火鸟与柳树的面前。 哼哼, 那个我只是路过的, 你们继续, 继续。 江浩尴尬一笑, 一边说着, 一边后退。 救! 烈火鸟鸣叫一声, 随即直接向江浩冲了过来。 我靠! 江浩脸色一变, 当即转身就跑。 如果他此刻是二阶觉醒者, 面对三阶魔物, 他或许还可以与之一战, 可他现在仅仅只是一阶觉醒者, 能做的只有逃。 啪! 突然,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便看到一道碧绿色柳枝落下, 江浩瞬间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连忙改变方向。 他奶奶的, 什么情况? 你们两个不是敌人吗? 怎么现在都来对付我了呢? 第34章, 以一敌二。 秦秦兰什么情况? 怎么还没有过来呢? 不是约好了十点在这里碰头吗? 轮陷区某处, 树道人影聚集在这里。 一位黄群女子摇头道, 估计应该是有什么事耽误了吧? 咱们再等会吧。 刚才说话的青年问道, 你们听说了龙城的高考状元了吗? SSS级天赋, 竟然觉醒了出了鼓舞者的能力。 哎, 真是可惜了。 怎么没听说, 真是白瞎这天赋了? 我还听说, 前天各校招生, 因为咱们五大书院没有收他, 他一气之下, 加入了龙城大学。 一位胖子摇了摇头, 众人文言一愣, 真的假的, 竟然加入了龙城大学。 他疯了不成, 加入龙城大学, 他可就真的废了呀。 他们虽然不是龙城人, 却也知道龙城大学, 那只不过是个普通大学而已, 根本没有修炼资源。 他们实在搞不懂, 就算上不了五大书院, 好赖不济, 上个十大名校都行, 最起码可以获得修炼资源呀。 胖子撇嘴道, 就算不加入龙城大学, 他也废了。 谁愿意拿资源来培养一个鼓舞者, 要怪只能怪他的能力太特殊了。 但凡是个别的能力, 以他, SSS及天赋都能在咱们五大书院得到重视, 偏偏是个鼓舞者。 你说, 这能怨谁? 众人文言点了点头, 事实确实如此, 鼓舞者的能力太尴尬了。 能力单一不说, 想要提升就必须学习武学, 可就算学了武学, 战斗力也不如体能者。 简直就是体能者的弱化版。 没有体能者的话, 鼓舞者或许还能有点出路, 但偏偏有体能者的存在, 鱼和声量的感觉。 江浩狼狈逃窜, 但是猎活鸟与柳树, 却怎么都不肯放过他。 尤其是柳树, 为了追杀他, 竟然将树根从地里拔了出来。 江浩只能将速度加快, 只是面对着三阶魔物, 他的速度优势并不大。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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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后恶风来袭, 江浩头也不回地迅速躲避, 就看到树道柳枝落在了自己刚才的位置上, 只见地面被抽出了几道裂痕。 可以想象, 如果这弱势落在自己身上的话, 会是怎样的情景? 救! 突然头顶上空猎火鸟鸣叫一声, 紧接着树道火球落下。 这些火球并不是直接攻击江浩的, 而是落在江浩身前, 在他面前形成了一道火墙, 阻拦了江浩的去路。 江浩心中一灵, 没想到三阶魔物的智慧竟然这么高, 还知道给自己设置障碍, 让自己无法逃脱。 看着一前一后两只魔物, 江浩沉声道, 现在让我离开, 大家都可以稀释宁人, 但你们如果非要逼我的话, 那就别怪我拼命了。 看对方的智慧, 绝对能听懂他的话, 如果对方还是不肯退让的话, 那他就只能拼命了。 面对三阶魔物, 他还真没有太大的把握, 纵使拼命也很难对付对方。 现在自己唯一的好处, 就是这两只魔物, 之前大战过一场, 都不在巅峰状态。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救! 猎火鸟嘴巴一张, 顿时一道火球直奔江浩。 这就是他的回应。 江浩心中一沉, 当即不再抱有任何谈判的希望了。 江浩迅速后退, 想要躲避开这道火球攻击。 可就在这时, 后方柳树也在第一时间扬起柳枝, 向江浩抽来。 给你们脸了。 江浩见自己的退路, 全部被封锁了, 脸色一沉。 随即气韵丹田, 顿时在他的脑袋上, 突然多出了一颗硕大的透明狮子头。 好! 江浩没有任何保留, 在施展狮吼弓的同时, 也动用了暴击。 恐怖的阴波攻击, 以江浩为中心, 迅速向四周扩散而去。 一瞬间, 火烈鸟的火球被瞬间震散。 同时, 柳树攻来的柳枝, 也被江浩的施吼弓给震得树叶掉落, 变成了光秃秃的枝条。 烈火鸟与柳树, 都有些诧异地看着江浩。 他们没想到, 眼前这个人类, 竟然有这么强大的攻击。 刚才阴波攻击, 就连他们都感受到了一股震荡的感觉。 若非他们是三肩魔物, 只怕他们已经受伤了。 而在距离这边不远的地方, 一道倩影正在快速赶路。 吼。 突如其来的吼声, 让他一惊, 连忙止住了脚步。 环顾一眼四周, 发现并不是自己这边出现了魔物。 秦秦兰犹豫了一下, 随即立即改变了路线, 向刚才吼声的地方掠取。 随着越来越近, 他也听到了打斗声。 这让他不由有些纳闷, 是人在战斗, 还是魔物在战斗, 亦或者是人与魔物在战斗。 在秦秦兰猜测的时候, 他来到了一棵大树旁。 目光看去, 就看到一人正在与两只魔物在激战。 然而, 这还不是让他诧异的, 让他感觉诧异的是, 这个人是一阶觉醒者。 而那两只魔物, 竟然是三阶觉醒者。 他怎么敢? 秦秦兰心里震惊, 一个一阶觉醒者, 竟然就敢与两只三阶魔物在战斗。 他当年一阶的时候, 可不敢与三阶魔物照量, 更别说是两只三阶魔物了。 可眼前之人, 竟然以一己之力独占两只三阶魔物。 着实胆量过人, 想来是要用这两只三阶魔物, 来锻炼自己的战斗力。 这个想法非常不错, 就是有点太大胆了。 若是让江浩知道, 秦秦兰心中所想, 估计绝对会大喊冤枉。 他这那是什么胆势过人, 明显是被逼无奈。 然而, 此刻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手中的两把堂刀被他捂得虎虎生威。 只是却很难对猎火鸟柳树造成什么伤害, 反而被两只三阶魔物打得上蹿下跳的。 他奶奶的, 真当我好气愤不成。 江浩心中大怒, 我不要面子的嘛, 这么打我。 当即江浩收起了堂刀。 看着江浩的武器凭空消失, 远处秦秦兰心中一领。 能够让武器凭空消失, 说明此人身上必然有稀有的储物装备。 目前为止, 他也就在他们院长身上见过储物装备。 要知道他们院长可是五阶觉醒者, 再加上是五大书院院长的身份, 才得到的一个储物装备。 没想到, 眼前这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 竟然也有储物装备。 看来, 此人家是不简单呀。 就在秦清兰暗自猜测江浩身份的时候, 江浩已经开始出手了。 秦清兰愕然地看着江浩头顶上空, 浮现出来的透明狮子头。 吼, 这吼声。 秦清兰眸子微眯, 之前他就是被这吼声给吸引过来的, 原本他以为这吼声是魔物发出来的呢。 没想到, 竟然是要前这个神秘人发出来的。 第35章 任务完成 恐怖的狮吼弓虽然威力强大, 可对于两只魔物影响却没有那么大。 或者说, 以他们的体魄, 他们的实力, 他们还能够承受几次。 江浩也没想过自己凭借狮吼弓就能解决了对方。 他只是用狮吼弓逼退对方, 这样才能给他足够的空间与时间来施展降龙十八掌。 只见江浩双脚快速移动两步, 随即气沉丹田身体下压, 双手左右晃动, 顿时一阵似有似无的龙银声响起, 猛地向前推出。 响龙十八掌第一势, 抗龙有悔。 无形的气浪自江浩的掌心之中迸发而出, 直接重重地撞击在了柳树的身上。 柳树猝不及防之下, 庞大的身体连续后退了两步。 救! 猎火鸟见状, 身上直接升腾起火焰, 要江浩冲了过来。 龙神功! 江浩立即调整内弓运转路线, 顿时他身体化作了一道透明的东方神龙虚影, 向火烈鸟迎了上去。 双方碰撞在一起, 猎火鸟身体一个亮呛, 连忙扇动翅膀, 这才在空中稳定住身体。 江浩则转身直奔柳树。 虽然龙神功只是初级, 不如终极的斗转星移等级高, 可龙神功却能让修炼者拥有变身成龙的能力。 同样能够战斗力, 尤其在暴击的加持下, 龙神功的威力并不比狮吼宫弱多些。 远处秦清兰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他发现他看了半天, 愣是没有看出这个神秘人是什么能力。 原本看对方的战斗方式, 他以为此人是体能者, 可当此人变成了一道透明的龙影后, 他就不确定了。 还有此人的攻击也处处充斥着古怪, 与体能者的攻击并不一样。 在秦清兰震惊之际, 江浩与柳树, 烈火鸟已经战斗到了白热化阶段了。 似是感受, 察觉到了江浩不好对付。 这一次, 烈火鸟与柳树站在了一起, 一同向江浩发起攻击。 一时间柳枝, 火球铺天盖地地向江浩砸来。 面对着两只魔物, 攻击江浩也承受不住, 直接被打回了人形状态,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身上更是多出了不少伤痕。 只是此刻江浩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他立即重新运转起了斗转星移。 烈火鸟与柳树的攻击再次落下。 吼, 又是一记狮吼弓, 阻拦下了他们的攻击。 随即江浩气晕丹田, 同时施展出了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第一是, 抗龙有悔。 降龙十八掌第二是, 飞龙在天。 降龙十八掌第三是, 献龙在田。 前三世降龙十八掌, 直接打得烈火鸟与柳树猝不及防。 两只魔物都出现了一些伤势, 这也激发了他们的凶性。 当即再度向江浩冲了过来。 又是铺天盖地的柳枝, 火球。 江浩见状没有丝毫的慌乱, 依旧在施展降龙十八掌。 恐怖的龙银声不断自江浩的身体中响彻。 灵力的气浪阵的烈火鸟与柳树气息紊乱。 他们神色中有些骇然, 什么时候人类竟然这么强了? 这还是人类了吗? 前五掌他们还能抵挡住, 可五掌之后, 他们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了, 甚至连反击都做不到, 只能被动地防御。 江浩此刻脸色有些苍白, 他也没想到, 自己全力施展降龙十八掌, 竟然会有这么大的消耗。 这, 这该不会是。 秦清兰看着不断释放攻击的江浩, 心中隐隐有些猜测, 可又觉得不可能, 但除了那个存在, 他实在想不明白, 还有什么能力能够拥有这么多手段。 此刻秦清兰脑海中, 不由自主浮现出三个字, 鼓舞者。 只是鼓舞者不是被公认的废物能力吗? 为什么会这么强? 而且, 鼓舞者都缺少修炼的武功, 可眼前之人, 为什么会掌握这么多武功? 还是说, 他们之前对于鼓舞者的理解, 都是错误的。 就在秦清兰, 还在消化脑海中的信息时, 江浩已经再次发动了攻击。 降龙十八掌第八授, 震惊白脸。 降龙十八掌第十授, 双龙取水。 随着江浩的第十一授, 降龙十八掌施展出来, 猎火鸟、柳树两只魔物此刻已经出现了败尽。 并且, 他们的身上出现了不少伤势, 在江浩的疯狂攻击下。 两只魔物痛苦不已, 他们虽然有心反抗, 但奈何眼前这个人类的攻击实在是太古怪了。 那一道道无形的气浪, 打得他们狼狈不已。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是眼前之人古怪, 还是人类都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 降龙十八掌第十四授, 笋则有福。 降龙十八掌第十六授, 吕霜冰智。 随着江浩疯狂施展降龙十八掌, 他的脸色也愈发苍白。 原本他以为降龙十八掌与狮后宫、 凌波威不一样, 都可以随便施展呢。 结果没想到, 降龙十八掌的消耗竟然会这么大。 尤其越往后面施展, 消耗也就越大。 不过, 眼下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这两只魔物这么强横, 如果自己不杀了对方, 那么死的就只有他了。 为了自己不死, 他只能拼尽全力, 想办法诛杀对方了。 而随着降龙十八掌的第十六掌法施展出来, 两只魔物终于不敌, 被气浪重重地砸在身上, 倒飞出去树米。 虽然如此, 可江浩却没准备, 就这么放过他们两个。 降龙十八掌第十七授, 低阳触翻。 降龙十八掌第十八授, 神龙百尾。 当最后一式施展出来, 江浩整个人都瘫坐在了地上, 不过好在气浪被他打了出去。 碰! 气浪砸在烈火鸟与柳树的身上, 两只魔物最终在不甘的目光中, 隐恨西北。 看到两只魔物终于被自己搞死了, 江浩不由咧嘴一笑。 这一战还真是凶险, 他所有底牌都拿出来了, 索性弄死了对方, 不然死的就是他了。 叮!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鉴别之眼。 主,宿主可以通过鉴别之眼, 查看一切事物。 江浩脸上的笑容加深了几分, 自己的辛苦, 真是没有白费, 最终得到了奖励。 唯独就是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让他此刻已经没有半分力气了。 江浩想到了什么, 将意识投到了系统空间之中。 两只三间魔物, 应该能爆出地级武器了。 果不其然, 江浩系统空间中多出了两个地级的装备, 第一个是一个权杖, 在权杖的顶端还有一枚红色的宝石。 赤焰权杖, 系统出品地级武器, 可以帮助火系异能者提升实现攻击的速度, 同时还可以储存能量, 相当于一个人拥有两个人的能量, 使用权线, 仅限火系异能者使用。 看完全杖信息后, 江浩有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拇指大小的瓶子, 里面装着绿色液体。 第36章, 药剂。 就在江浩纳闷, 这究竟是什么武器? 为什么这么古怪的时候, 一则信息出现在他的眼前? 江浩瞬间瞳孔一缩, 露出恶然的神色。 治疗药剂, 系统出品地级药剂, 能够治疗一些不严重的伤势。 主, 药剂需要宿主击杀了一阶 及以上的植物类魔物, 才会产生对任何生灵都有效果。 江浩眨了眨眼睛, 武神系统还真是给了他很大的惊喜。 先是击杀一阶及以上的魔物 会产生出武器装备, 然后又是击杀一阶及以上的人类 能够产生出天赋水晶 这种神奇的宝物。 没想到, 如今竟然又出现了药剂。 那岂不是说, 以后只要不是太严重的伤, 就在江浩想要将治疗药剂拿出来 尝尝咸淡的时候, 突然一阵鼓掌声响起。 江浩眉头一皱, 抬眸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就看到一位梳着马尾, 身材高挑, 眉眼如画的绝美女子 从远处走了出来。 女子非常漂亮, 就连苏清雪在其面前 都要弱上几分, 一身黑色净装 将凹凸有致的身材 展现得淋漓尽致。 看到女子出现, 江浩瞬间警惕起来。 同时, 她不动声色地从系统空间中 将治疗药剂拿了出来, 然后将其一饮而尽。 还真别说, 治疗药剂并没有药的苦涩, 反而有种淡淡的香甜。 药剂入口, 江浩身上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 秦清兰诧异地看着江浩, 他们两个此刻距离并不远, 她自然感受到了江浩身上的变化。 只是这未免也太神奇了吧。 身上的伤势竟然瞬间恢复了。 你刚才喝的是什么? 江浩冷冷地看着秦清兰, 并没有因为秦清兰长得漂亮。 而放松警惕, 我喝的什么, 跟你没关吧。 似是看出了江浩的警惕, 秦清兰连忙解释, 别误会, 我对你没有恶意。 如果我要有恶意的话, 我就不会直接现身了。 我叫秦清兰, 是北辰书院大三学生。 江浩没有说话, 不过她眼前却浮现出一道信息。 姓名, 秦清兰。 年龄, 21。 等级, 三阶。 天赋, SSS及天赋魅惑。 能力, 九尾天狐, 变异者。 状态, 巅峰。 江浩有些诧异地看着秦清兰,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SSS及天赋的觉醒者。 难怪对方能加入到五大书院。 更让她意外的是, 对方变身后竟然是九尾天狐。 九尾天狐那可是跟五爪的东方神龙一个级别的存在, 比许晴三爪冰龙强多了。 秦清兰见江浩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不由带眉微醋。 若不是对方眼神中没有惊人讨要的神色, 她肯定要生气了。 可即便如此, 被人这样直勾勾地看着, 依旧非常不舒服。 可接下来江浩的话, 不由让她傻眼了。 知道了, 没事的话, 你可以走了。 长这么大, 秦清兰还是头一次见有人如此不耐烦地跟她说话呢。 虽然如此, 可秦清兰依旧耐着性子说道, 我真的没有恶意, 我想邀请你, 加入我们的队伍如何。 我没兴趣。 江浩摇了摇头, 说完, 转身便离开了, 留下秦清兰一个人站在原地凌乱。 过了好半天, 秦清兰这才反应过来, 可此刻已经看不到江浩的身影了。 秦清兰虽然不甘, 却也只好离开。 江浩这时从一棵大树后面走了出来, 神色漠然地瞥了一眼秦清兰离开的背影, 随即开始了寻找白狐的旅程。 不过如今, 江浩又多出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植物系的魔物。 在见识到了药剂的能力后, 他便打算收集更多的药剂。 药剂的效果太好了, 有药剂在, 再也不用担心受伤了。 而且自己也可以把药剂拿出去售卖, 凭借药剂的功效, 自己已经能挣得盆满钵满, 到时候给父母买房, 就不是难事了。 想到这里, 江浩不由加快的脚步。 这都三十分钟过去了, 秦清兰该不会不来了吧。 轮陷去某处, 胖子看了一眼手表, 他们又等了将近三十分钟。 一位青年说道, 是啊, 秦清兰再不过来, 咱们就直接回家吧。 怎么, 就这点时间都等不了了, 找什么解。 就在这时,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随即众人便看到, 秦清兰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秦兰, 你可算来了。 黄渠女子见到秦清兰过来了, 立即走上前, 伸手抱住了秦清兰的手臂。 秦清兰笑道, 因为一点事情, 耽误了一会, 咱们出发吧, 争取今天把任务完成了。 当即五人离开了这里。 喵! 突然一道黑影扑了过来, 江浩连忙止住了脚步, 同时一拳挥出。 然而百分百能打到对方的拳头, 竟然直接打空了。 江浩抬头看去, 此刻眼前哪里还有刚才的黑影了? 什么情况? 江浩一愣, 刚才自己明明看到有魔物攻击自己, 为什么突然就不见了? 喵! 江浩满是疑惑的时候, 身后突然恶风来袭。 喵! 江浩这一次学聪明了, 他没有再用拳头攻击, 而是直接动用了尸吼弓。 恐怖的音波攻击瞬间爆发, 那只魔物还没有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呢? 就被音波攻击给震得撞在了一旁的破败墙上。 砰! 墙体瞬间炸裂。 灰尘散去, 只见一只中型犬大小, 银白色的猫正浑身炸毛, 一脸凶狠地盯着它。 让江浩诧异的是, 他发现他居然不认识这只猫, 课本上根本没有记录过。 现在他唯一知道的, 就是对方是二阶魔物。 当即江浩动用了鉴别之眼, 瞬间小猫的信息就出现在了他眼前。 魔物, 太鱼猫, 等级, 二阶, 能力, 空间, 状态, 重伤。 看着鉴别之眼给自己的信息, 江浩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只猫竟然是空间系的。 喵! 就在江浩看太鱼猫信息的时候, 太鱼猫突然身体一动, 立即化作了一道残影, 直奔江浩来。 好! 江浩早就有所防备了, 在太鱼猫出手的瞬间, 他再次施展出了狮吼弓。 恐怖的音波攻击, 如同潮水一般, 直接落在太鱼猫身上。 太鱼猫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身体直接倒飞出去。 他就已经来到了太鱼猫身边。 手中堂刀瞬间出现, 直奔太鱼猫斩去。 砰!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太鱼猫再次消失不见, 江浩的堂刀重重落在了地上。 就在江浩一位太鱼猫逃走了的时候, 太鱼猫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左手边。 江浩想也没想, 直接回手就是一刀。 太鱼猫哪里想到, 自己利用空间跳跃, 结果跳跃到这个人类身边来了。 本就是重伤状态的他, 此刻已经没有力气在施展空间跳跃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人类的刀落在自己身上。 砰! 唐刀落在太鱼猫的身上, 太鱼猫身上瞬间被鲜血染的通红。 喵! 太鱼猫身体砸在地上, 不甘地挣扎了片刻, 便彻底没了气息。 第37章, 英雄救美。 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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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着不断攻击自己的藤腕, 江浩没有丝毫迟疑, 唐刀猛地挥出, 直接将这些藤腕斩断。 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 江浩依旧没有找到血狐, 不过却遇到了不少魔物, 其中植物类的魔物更是多达了十个。 眼前这株一阶十里的爬山虎, 就是其中的一个。 与动物类的魔物不同, 植物类魔物相对来说比较稀少, 虽然绝大部分植物都发生了变异, 可真正变成魔物的, 一百株之中也就能有一株吧。 但植物类魔物也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植物类魔物, 最低都是一阶魔物, 不存在灵间魔物。 或者说, 那些没有成为魔物的植物, 就是灵间魔物。 爬山虎连续几次攻击, 全部被江浩给打断。 这让他意识到了, 自己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立即转身就想跑, 可江浩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灵波微部立即施展出来, 迅速来到爬山虎本体这边。 手起刀落间, 爬山虎本体便被江浩斩成了两段。 瞬间, 爬山虎的本体便枯萎了。 看着系统空间内多出来的一瓶红色液体, 江浩咧嘴一笑, 他已经获得了十瓶药剂。 目前来说, 这些药剂一共分为四种, 分别是绿色的治疗药剂, 红色的体力药剂, 白色的恢复药剂, 以及蓝色的解毒药剂。 不过可惜, 这些药剂最强的也就E级的恢复药剂, 其余的都是F级药剂。 江浩意识从系统空间中退出,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里。 与此同时, 在轮陷区的一处厂房废墟的地方, 大量魔物迅速汇聚在这里。 以及这里的中心地带, 五道人影耸立在其中, 这五人赫然是秦清兰他们。 只是此刻, 他们五人的状态并不好, 身上带伤不说, 就连气息都十分紊乱。 胖子咽了一口唾沫, 该死的, 这些魔物太多了, 根本对付不过来, 咱们还是先撤吧。 此刻他已经没有刚来到这里时的意气风发了, 看着让人头皮发麻的魔物大军, 他只想赶紧离开这里。 秦清兰, 你怎么说? 黄群女子脸色苍白地看向秦清兰。 他们目前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这个时候离开的话, 就意味着他们今天任务失败了。 选择一个突破口, 撤离这里吧。 秦清兰虽然不甘心, 却也没办法。 他还是低估了一些魔物, 更低估了这个任务的难度。 原本他以为, 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任务, 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难呢。 结果没想到, 在这里不仅遇到了这么多魔物, 其中还有不少三间魔物。 这个时候, 继续留在这里的话, 他们弄不好都会全军覆没的。 这一次只能先这样了, 等下一次再过来寻找合适的机会。 见秦清兰这么说了, 众人立即开始寻找突破口。 这边? 胖子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连忙招呼秦清兰他们。 当即众人迅速向这边汇聚。 然而在他们移动的时候, 那些魔物也跟着移动过来, 再次将他们包裹在了其中。 我来断后, 你们先走。 秦清兰这时站了出来, 只见他迅速变身成了一只通体雪白, 长着九条尾巴的巨大狐狸。 这赫然是九尾天狐。 秦清兰某子中瞬间泛起了紫色光芒, 顿时周围那些魔物出现了静止。 这赫然是他的天赋魅惑。 胖子, 黄群女子他们见状, 立即迅速撤离。 秦清兰最后撤离, 只是还不等他们撤离出去, 秦清兰的天赋就已经失去了作用。 那些魔物恢复过来, 立即向秦清兰他们追了过去。 快跑! 他们立即向远处掠去, 在他们的身后则跟着大量魔物。 黄群女子一边跑, 一边脸色凝重地说道,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咱们分头行动吧。 对此秦清兰他们并没有拒绝, 他们一起跑的话, 目标太过集中并不好突破。 分开跑的话, 都还能有一线生机。 当即五人立即各自挑选了一个方向。 一处溪水旁, 江浩坐在干净的地方, 在他的脚下, 正躺着一只灰色的狐狸尸体。 这是他来到沦陷区两天以来, 第一次见到狐狸。 只可惜并不是雪狐。 虽然狐狸并不是群居生物, 可既然这里出现了狐狸, 想必应该还会有其他狐狸。 所以江浩准备埋伏在这里, 等待白狐的出现。 说做就做, 江浩找了个灌木丛中, 将身形隐藏在其中, 等待着雪狐的出现。 然而他等了半天, 别说雪狐了, 就连其他狐狸他都没有看到。 好, 就在江浩考虑着, 要不要换个地方的时候, 突然一阵受吼声传来。 江浩眉头一皱。 什么情况? 自己被发现了? 不应该啊, 自己并没有感受到周围有魔物呀。 就在江浩疑惑之际, 就看到一头足有七八米长, 四米多高的巨大白色狐狸出现在视野之中。 只不过此刻, 这只白狐极为狼狈, 身上更是满是血迹。 这是雪狐? 江浩一愣, 不过看到白狐身后的九条尾巴后, 他立即否定了这个想法。 江浩想到了什么, 立即动用鉴别之眼, 看着上面的信息, 江浩心中暗道果然。 姓名, 秦清兰。 年龄, 二十一。 等级, 三阶。 天赋, SSS及天赋魅惑。 能力, 九尾天狐, 变异者。 状态, 重伤。 从江浩看到这只白狐身后的九条尾巴那一刻, 他就猜测到了, 这只九尾天狐, 应该就是那个叫秦清兰的女人变的。 只是这家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他不是三阶觉醒者吗? 怎么会变得这么狼狈? 就在江浩疑惑不解的时候, 十多头魔物从远处掠了过来, 看样子目标正是秦清兰。 这家伙跑到这里干什么? 他这一过来, 自己还怎么杀雪狐了? 江浩眉头紧锁, 对于秦清兰的出现非常不满意。 自己来这里是为了击杀雪狐的, 可秦清兰出现了, 还带来了这么多魔物, 甚至连三间魔物都有三只。 这样一来, 就算这里真的有雪狐, 也不敢出现了。 江浩没有想过要出手帮助秦清兰, 一方面他们根本不熟, 另一方面, 他只不过是一阶觉醒者。 秦清兰确实三阶觉醒者, 三阶觉醒者都被追杀这么惨, 他又怎么能帮得了秦清兰? 他现在只希望秦清兰能抓紧离开这里, 别影响他杀雪狐就好。 第一, 恭喜宿主触发随机任务英雄救美, 要求宿主救下秦清兰。 任务成功奖励, 内功, 武学挑选一个提升等级一次。 任务失败惩罚, 内功, 武学随意挑选一个降级一次。 就在这时, 一阵系统提示音在江浩脑海中响起。 第38章, 联手。 秦清兰此刻呼吸急促, 他已经快到游进灯窟的地步了。 可他不敢停下来, 他很清楚, 自己停下来的话, 只有死路一条。 但眼下他也不确定自己, 还能坚持多久了。 体内已经枯竭的能量不断预警, 告诉他变身的时间马上到了。 突然, 秦清兰没有注意脚下, 只觉得脚下一空,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秦清兰想要站起来, 可挣扎了半天都没有站起来。 就在这时, 他体内的能量彻底消耗干净。 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九尾天狐的状态了, 立即变成了人形状态。 秦清兰背驰, 紧摇粉唇, 心中不由, 生腾起一股绝望。 变异者强就强在变身上, 一旦变身后, 他们身体各方面都会变得无比强大, 即便体能者都很难压制住他们。 甚至丝毫不比魔物弱, 可一旦他们的能量消耗干净后, 他们就会从变身状态中退下来, 恢复人形状态。 人形状态下的变异者, 最多也就比普通人强一些而已。 看着, 已经向自己扑过来的魔物, 已经绝望的秦清兰,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做好了等死的准备。 然而, 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 突然一声有些熟悉的吼声传来。 吼! 秦清兰猛地猛地睁开眉眸, 就看到距离自己不远处的地方, 一道人影出现在了这里。 人影头顶上浮现出一个透明的狮子头, 刚才的吼声正是此人发出来的。 恐怖的音波攻击瞬间席卷而开。 秦清兰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也被音波攻击笼罩在了其中。 好在他并不是将好攻击的目标, 因此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 依旧让秦清兰感觉到, 仿佛一个大锤狠狠地砸在了自己胸口上, 顿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那些追杀秦清兰的魔物就惨了, 一间魔物全部被秒杀, 现场只剩下了十只二间魔物, 外加三只三间魔物。 就在秦清兰以为江浩会大发神威的时候, 却见江浩化作了一道残影, 迅速向自己掠来。 不跑还等什么呢? 不等秦清兰反应过来, 他就感觉自己手臂被抓住了, 紧接着周围的景物飞速变化。 好。 那些魔物反应过来, 立即向江浩追去。 江浩则头也不回, 不管不顾地带着秦清兰向远处掠去。 他的速度有优势, 可面对三间魔物, 优势就小了不少。 如今有带着秦清兰, 微弱的优势此刻也消失不见了。 可眼下他没办法, 系统给他的任务就是救秦清兰。 为了不让自己的内功或者武学被降级, 他也只能拼命了。 可即便如此, 他虽然摆脱了二间魔物的追杀, 却依旧没有摆脱掉三间魔物的追杀。 江浩来到一处残缘断壁, 将秦清兰放了下来, 看着追过来的三只三间魔物。 秦清兰低声道, 你走吧, 别管我了, 带着我, 你是离不开这里的。 这位神秘人能够在刚才站出来救他一命, 他已经非常感谢了。 这个时候, 他更不能拖累对方了。 把这三个喝下去。 江浩没有离开, 手掌一番, 三瓶药剂立即出现在手中。 这三瓶药剂分别是治疗药剂, 体力药剂以及恢复药剂。 虽然都是F级的, 不能让秦清兰恢复到巅峰状态, 但最起码能让秦清兰恢复一些力气。 到时候, 他们两个联手, 并非不能解决掉三只三间魔物。 这是秦清兰一愣。 这三瓶药剂他只见过其中一个, 他见过江浩喝过。 至于其他两个他就没见过了。 我先拦住他们三个, 你把他们喝下去, 然后过来帮我。 江浩没有解释, 便直接向三只魔物发起了攻击。 看着江浩的背影, 秦清兰咬了咬牙, 不再迟疑, 直接将三瓶药剂喝了下去。 他相信, 眼前这个神秘人不会害自己的, 不然也不会费了这么大力气救自己。 药剂入口, 秦清兰瞳孔顿时一缩, 只觉得浑身上下暖洋洋的。 之前自己受的伤虽然没有全好, 却也恢复了一大半。 不仅如此, 就连自己的体力, 在这一刻也恢复了不少。 甚至就连自己的能量, 也恢复了降临一半。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这么神奇? 秦清兰心中震惊不已。 他终于知道, 为何自己第一次见到此人时, 此人喝下绿色液体后, 伤势会瞬间恢复了。 这东西太神奇了, 可以想象, 一旦拿出去的话, 必然会受到赏金猎人疯抢的。 碰! 江浩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顿时只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篡位了。 江浩心中苦笑, 他还是高估自己了, 一位自己击杀了, 再次提升。 解决了一只魔物后, 江浩立即来到秦清兰身旁, 与秦清兰联手, 一同向那两只魔物发起攻击。 有江浩的帮助, 秦清兰轻松了不少。 好! 似是意识到了江浩他们不好对付, 又或者是因为同伴的死, 刺激到了他们。 那两只魔物怒吼一声, 随即直接逃走了。 江浩与秦清兰并没有去追, 他们现在的状态也都不好, 这个时候追过去不是盛盛追击, 而是自寻死路了。 江浩随手从系统空间中 再次取出一瓶治疗药剂喝了下去, 身上的伤势虽然没有回复, 却得到了缓和。 叮!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内功, 武学可以随意挑选一个, 进行一次等级提升一次。 斗转心仪提升。 江浩想了想, 他目前的内功, 武学也就龙神功与降龙十八掌, 还是初级的。 其余的都是终级的, 按道理, 他应该选择龙神功或者降龙十八掌。 但自从他上午全力施展降龙十八掌时, 明显感觉自己体内能量不够用。 所以他才最终选择了斗转心仪, 斗转心仪提升的话, 自己的能量也会得到提升。 这样在全力施展降龙十八掌的话, 也就不至于这么狼狈了。 恭喜宿主, 神级内功斗转心仪, 已经提升到了高级。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江浩顿时感觉自己体内的能量增加了不少。 秦秦兰走了过来, 目光诚挚地看着江浩, 刚才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说声谢谢呢, 这一次真是谢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此刻已经病丧魔物口中了。 不用谢, 一共十六万金币。 江浩拿出了手机。 什么? 秦秦兰一愣, 所有要说的话都被堵了回去, 顿时有种如梗在喉的感觉。 江浩淡淡地说道, 救你自然不是白救你的, 我也不多收你的, 救你一命四万金币。 你服用了我的三瓶药剂, 一瓶四万, 三瓶十二万, 一共十六万金币。 秦秦兰文言脸上浮现出了三道黑线, 对于江浩的好感以及感激荡然无存。 我手机坏了, 你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 等我重新买个手机后联系你。 秦秦兰敢肯定, 这家伙绝对没有女朋友。 江浩没有拒绝, 将电话号告诉给了秦秦兰。 他倒不怕秦秦兰会耍赖, 反正他知道秦秦兰是北辰书院的学生。 如果秦秦兰耍赖的话, 他就去北辰书院要去。 两人决定离开轮陷区, 路上秦秦兰问道, 对了, 还没问怎么称呼你呢? X。 秦秦兰文言带眉微醋, 这家伙也太敷衍了吧。 气得他一路上没有再理会江浩。 江浩也落得清闲, 离开了轮陷区后, 两人就分开了。 横院小区。 刘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房租已经给你了。 你现在竟然要撵我们走。 江上全皱眉看向刘辉。 就在刚才, 刘辉突然过来, 房子不租他们了, 让他们立即搬走。 这不是在欺负人吗? 想要撵他们走, 最起码提前说, 现在让他们立即离开, 他们上哪找地方去。 萧玉芬也不解地问道, 刘姐, 这究竟是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撵我们走呀? 他们之前虽然欠了两个房费, 可费用都已经让小号补上了。 他们现在根本不欠房费了。 你们也别怪我, 如今整个小区谁不知道, 你们招惹了麻烦。 大家都人心惶惶的, 所以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刘灰从怀中掏出一达金币, 拍在了茶几上。 这是你们的押金, 我还给你们, 你们快走吧。 江上泉强压怒火, 让我们走可以, 不过要给我们三天时间, 我们需要时间搬家。 江上泉, 你别给脸不要脸, 让你们走你们, 就快点走, 别逼我对你们不客气。 刘灰脸色一沉, 行, 我们马上搬家。 江上泉还想要说什么, 不过却被萧玉芬给拦了下来。 刘灰双臂还胸, 脸上横肉一颤一颤的。 哼, 那就快点搬吧。 江上泉, 萧玉芬虽然气愤,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开始收拾东西。 别看他们住的房子不大, 家里也没有什么重要物件。 可搬起来才发现, 东西真不少, 大包小果的足有数十个。 大型家店就更不用说了。 小区里大部分人看着江上泉, 萧玉芬他们搬家, 却没有一个人说上手帮忙的。 可算是要搬走了, 这两天我天天担惊受怕。 你们说, 江家怎么会招惹到这些可怕的人物? 他们平时不是挺老实的人吗? 嘿嘿,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越老实的人, 越不干老实的事。 听着小区的人对自己指指点点, 江上泉与萧玉芬脸色都不好看。 不过他们也没有与这些人争吵什么, 默默加快了班家的脚步。 夫妻俩来来回回, 楼上楼下跑了不下数十趟, 累得满头大汗。 尤其是江上泉, 本身身上就有伤在身, 这一折腾, 脸色更是苍白了不少。 等夫妻俩搬完, 太阳也要落山了。 看着堆放在小区门口一地的包裹, 萧玉芬眼泪不争气地落了下来。 他们招水惹谁了?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们? 门口保安一脸厌恶地看着江上泉他们。 你们怎么还不走? 把东西放在这里做什么? 赶紧离开! 我们放在了小区外面, 有没有挡路跟你有什么关系? 江上泉再也压制不住怒火了。 他自然不是赖在这里不肯离开, 而是要等江浩回来再离开。 周围看热闹的众人, 这时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 对江上泉、萧玉芬他们口诛笔伐。 老江, 不是我说你们, 你们还是快走吧, 你们走了, 那些人也就来了, 不然大家还要继续担惊受怕。 就是, 你们惹得麻烦, 你们自己解决, 不要牵连我们。 赶紧离开这里, 别在这里影响世荣。 江上泉, 萧玉芬无奈, 只能把东西先搬到角落中。 远处阿亮面无表情地走到一旁, 拿起手机找出一个电话号拨了过去。 夫人, 江上泉他们被撵出来了。 行, 继续盯着他们。 徐静嘴角上扬, 让江上泉他们被撵出来, 正是他的计划。 上午的时候, 他去找苏百里, 侧类旁通地询问苏家与江浩的关系。 结果被苏百里警告了一顿。 这也让他怀恨在心, 很好, 你苏家厉害, 你苏百里不是要保江浩吗? 我不明面上对付江浩, 我被地理对付他, 我看你苏百里能拿我怎样。 第四十章, 让我来。 小浩, 江浩坐车回到了恒院小区, 刚要走进去, 就听到有人叫自己, 侧头一看, 发现竟然是自己老妈。 江浩一愣, 妈, 你怎么在这里, 怎么没回家呢? 小浩, 咱们被撵出来了。 萧玉芬眼泪再次落了下来。 妈你别哭, 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浩一头雾水。 萧玉芬带着江浩来到了江上泉这边, 把事情说了一遍。 江浩文言眉头紧锁, 看着地上这些大包小果, 心中怒火中烧。 他已经看出来了, 这件事绝对没有老妈说的那么简单, 这其中必然有徐静的手段在里面。 哼, 还真是赶尽杀绝啊。 江浩心中冷笑, 不过表面上却依旧安慰着老两口。 爸妈, 你们别难过上火, 咱们一会找个酒店, 先在酒店住一段时间, 房子的事情我来解决。 说着, 江浩拉起, 老两口就要离开。 这些东西, 萧玉芬连忙开口, 这些可都是生活必需品, 绝对不能丢的。 我打电话找个寄存处, 先寄存一段时间吧。 江浩说着便开始打电话, 不多时一辆香货便开了过来。 把东西装好, 香货就开走了。 寄存处就是存放东西的地方, 信誉很有保障, 一般谁家里东西暂时用不到, 或者放不下都会放在寄存处。 只是价格稍微高了一些, 不过这对于江浩来说并不算什么。 江浩先是带着江上全他们吃了一些东西, 便带他们找酒店住下。 结果, 老两口不舍的花钱, 非要找旅店, 无奈江浩只好折中, 找个了环境还不错的宾馆住了下来。 妈, 这个卡你先拿着, 里面的钱你们随便用, 放心房子的事情, 我很快就会解决的。 睡觉前, 江浩把自己的银行卡递给了萧玉芬。 目前她卡里还有四十多万金币, 足够他们一家人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的了。 萧玉芬起初并不想要, 毕竟这是江浩辛辛苦苦苦挣来的钱, 但架不住江浩坚持她, 只好将卡收了起来。 一日吃完饭后, 江浩刚要离开了宾馆。 叮。 突然手里上响起了一则消息, 江浩打开一看, 是个陌生号码, 上面写着, 我是秦清兰, 把你的银行卡号发给我。 江浩嘴角上扬, 这娘们到手信用。 将银行卡号发过去没多久, 她就收到了银行短信, 十四万已经入账了。 江浩刚要收起手机, 手机就响了起来, 号码正是秦清兰打过来的。 有事? 秦清兰说道, 你手中还有没有药剂了, 我想要买一些。 你想要多些? 药剂她并没想要隐瞒, 这药剂效果不错, 拿出来贩卖正好, 可惜就是量太少了。 昨天你给我喝的三瓶, 每样要十分。 江浩摇了头, 我手里没有那些, 等过段时间的吧。 她手里目前一共都没有基瓶, 对方一上来就要这些, 她根本提供不了。 那行, 等你再有药剂后, 第一时间通知我。 两人聊完便撂了电话。 宽广的街道上, 三辆大型物资运输箱货, 缓缓驶来。 三辆箱货的车体上, 都刻有白氏集团的标志。 跟车的周正图对着电话另一头笑道, 夫人, 您就放心吧,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市区了, 货物没有任何问题。 那就行, 这次的物资对咱们特别重要, 千万别弄出什么差错出来。 徐静的声音从电话中传出, 放心吧夫人, 绝对不会有事的。 撂了电话, 周正图对一旁的司机说道, 刚才的话你听到了, 加快一些速度, 争取快点回到公司。 放心吧周哥。 司机点了点头, 随即拿起对讲机, 让后面两辆车加快速度。 周正图闭上眼睛, 我先休息一会, 到了叫我。 这两天跟车真是累坏塌了, 好在终于安全回来了。 知嘎。 周正图刚想要睡一觉, 突然一阵急杀惊醒了他。 你怎么开车的? 周正图一脸不满地看着司机。 司机委屈地说道, 周哥, 跟我没关系, 是前面突然出现一个人。 周正图闻言立即向前面看去, 只见一位戴着面具的人, 此刻正站在他们车头前方。 看样子对方明显是冲着他们来的。 走, 下车看看是怎么回事。 周正图打开车门, 从车上下来。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拦住我们的路? 江浩抬起头, 淡淡地说道, 把车留下, 你们回去告诉徐静, 物资被X扣下了。 这时, 另外两个车上的人也都下来了。 周哥, 什么情况? 周正图冷笑一声, 遇到了一个找死的, 竟然敢打劫咱们白氏集团的物资, 去把它解决了。 周正图扬了扬下巴, 说完便回到了车上等着。 他们运输物质, 每一次都会带些保镖, 为的就是防止有这种不开眼的人捣乱。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这些保镖就会出手。 而这些保镖也从来没有让周正图失望, 他相信这一次也是一样, 所以根本没有任何担心。 在周正图上车后, 那几位保镖则一个个摩拳擦掌地向江浩走来。 小子, 想要惹麻烦之前应该先擦亮眼睛, 不是什么人都能惹的。 江浩微微抬眸, 随即抬脚一脉, 身体顿时化作了一道残影消失不见。 那些保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便已经被江浩给解决了。 等江浩站立好的时候, 那些保镖已经倒在了地上, 江浩手中的堂刀上还在滴血。 周, 周哥, 司机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这些保镖虽然不是很强, 却也都是一阶觉醒者。 这么多人加在一起, 就算二阶觉醒者都能对付, 可如今竟然全部都死了。 周正图睁开眼睛, 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呢。 老陈啊, 你怎么说也在白氏集团干了这么多年了, 怎么一点血腥场面就把你吓成了这个? 然而, 当周正图睁开眼睛, 看到车头前的一幕不由一惊。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这些保镖怎么全都倒下了? 周正图大声道, 老陈, 你他娘的还看什么? 还不快开车? 他敢挡前面就撞死他。 老陈文言连忙启动车子, 只是此刻他手抖得厉害, 挂挡都挂不上。 起开, 让我来。 周正图心中怒骂一声, 随后与老陈换了位置。 坐上主驾驶位后, 周正图便准备开车走人, 可就在这时, 车门突然被拽来, 紧接着他, 就对上了江浩那古井无波的眼神。 去死吧。 周正图先是一愣, 随即回过神来, 直接向江浩发起攻击。 第41章 邀请 好。 下一秒, 江浩的头顶上空, 浮现出了一道透明的狮子头。 紧接着, 恐怖的吼声自江浩口中传出。 砰的一声, 车上的玻璃全部震碎。 老陈不用说了, 只是临阶觉醒者, 哪里能承受住江浩这一嗓子, 瞬间便被秒杀。 周正图虽然是二阶觉醒者, 但面对着江浩突如其来的狮吼功, 也有些承受不住, 直接被震得蹊跷流血。 不等周正图反应过来, 江浩随手将气从车上拽了下来, 然后对另外两个货车司机摆了摆手, 示意让他们下来。 三人战战兢兢地站在江浩面前。 放心, 我不会杀了你们的, 回去告诉徐静, 这批货我要了, 滚吧。 说完, 江浩便不再理会他们, 直接走向了第一个货车。 周正图他们对视一眼, 不敢多说什么, 连忙离开了这里。 生怕自己走得慢了, 对方就改变主意了。 江浩打开了第一个货车的车厢, 映入眼帘的物品, 让他瞳孔微缩。 只见硕大的车厢内, 里面装的竟然是各种器官。 江浩动用鉴别之眼, 发现这些赫然都是人类器官。 白氏集团竟然倒卖人体器官? 江浩心中一灵。 不论是三百年前还是三百年后, 倒卖人体器官的都是大罪。 没想到白氏集团竟然在干这种勾当。 江浩看着这些奇怪, 随即手掌一番, 手中顿时出现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小布兜。 江浩打开布兜, 车厢内的这些人体器官立即消失不见。 不要小看这个小布兜, 这个小布兜正是昨天他击杀太鱼猫爆出的装备, 赫然是一箭一级的储物装备。 别看是一级装备, 里面却有一百多平的面积。 装下这一车人体器官简直不要太轻松。 江浩来到了第二辆货车这边, 原本江浩以为这辆货车里面应该是别的东西呢, 没想到还是人体器官。 这么多人体器官都已经足够判死刑的了。 与此同时, 周正图在确认江浩没有追上来后, 立即拿起手机给徐静打去电话。 夫人,情况有变, 一个自称X的人突然出现, 不仅杀了咱们的保镖, 还将咱们的物资给截了下来。 什么?徐静脸色一沉。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马上都要回集团了。 你告诉我, 货物被劫走了。 你知道有多少人要这批货吗? 周正图脸上露出苦涩, 有苦说不出。 他也不想呀, 可那个神秘人太强了, 他根本打不过对方。 当然, 这些他也就只敢在心里抱怨, 却不敢跟徐静说。 徐静的性格如何, 他太清楚了, 在白氏集团, 您惹白文洛, 也不能招惹徐静。 夫人, 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要不要我在这里等会, 等人过来支援? 这件事先不用你了, 我来处理吧。 徐静说完便撂了电话。 随即, 他向另一个号博取。 江浩看着第三辆车的东西, 不由撇了撇嘴。 他以为这批物资会是什么呢? 没想到, 除了人体器官以外, 还有魔物器官。 这第三辆车上装的, 就是魔物器官。 这些东西, 对他没有任何用处。 不过虽然如此, 江浩依旧没有客气, 全都将其装在了储物袋内。 这些东西虽然对他没用, 他就不能将其还给徐静。 叮铃铃。 手机上一阵急促的响铃响起。 江浩拿起一看, 是个陌生的号码。 虽然这是陌生号码, 但他依旧猜测出了这号码, 是谁打来的。 江浩没有接将手机挂了, 然后离开了这里。 至于这三辆车, 则全部留在了这里。 白家老宅。 徐静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气得直接将手机摔在地上, 手机瞬间被摔得粉碎。 该死的混账, 真以为我没办法对付你了是吗? 徐静在地上走了两圈, 随即来到一旁, 坐机那边按了一个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另一头很快便接通了。 亲爱的白夫人,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要你们帮我杀一个人。 抢了白氏集团的货物, 江浩接下来的两天那些没去, 就待在宾馆之中。 他怕徐静苟急跳墙, 会对他父母不利。 所以他这两天一直守在父母身边。 然而, 或许是因为自己抢了物资, 也或许是什么原因。 这两天徐静竟然没有联系他, 更没有找他父母的麻烦。 对此江浩也落得清闲。 到了第三天, 见徐静已经没有什么动静, 江浩也不准备在宾馆待着了。 他还有任务在身呢, 赏金工会的任务一旦领取了, 如果没有完成的话, 是会受到处罚的。 他还没有从赏金工会挣到钱呢, 可不想先赔钱。 收拾了一下, 江浩离开了宾馆。 而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再次响起。 看着有些眼熟的号码, 江浩起初以为是徐静打来的呢, 便没有接。 可对方切而不舍, 连续打了两三遍。 江浩这才将电话接起来。 你在干什么? 怎么才接电话? 听到手机另一头传来的清冷声音。 江浩眉头微皱, 不过却也听出了对方的声音。 有事? 手机另一头说道, 跟你谈个合作, 我现在有个任务, 想要邀请你参加。 任务完成的话, 分你四十万。 算了吧, 我现在也有任务。 江浩撇了撇嘴, 他对于对方说的任务不感兴趣, 从上次对方的情况来看, 就能看出任务绝对不简单。 能将一个三阶叫行者逼到那种地步, 他可不想参与。 你的任务我帮你了, 怎么样? 江浩苦笑道, 你为什么非要拉我入火? 这娘们怎么回事, 自己不过是一阶觉醒者, 加不加入对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好不好? 自然是看好你了。 对方浅笑一声, 再说了你不爱钱吗? 这次成功了, 可是四十万金币哟, 你难道不心动吗? 江浩咒没道, 那你总得告诉我是什么任务吧? 击杀一只五阶魔物。 你们自己玩吧, 我还想多活两年, 再见。 说着江浩就要挂了电话。 等等, 等等, 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对面文言连忙说道, 那只五阶魔物身受重伤, 唯一麻烦的就是他身边有很多异兽守护着他。 我看你群工手段比较厉害, 所以才想请你帮忙的。 江浩问道, 他身边没有四阶魔物? 没有, 你这样, 电话里说不清楚, 咱们今天在上次联手的地方见面。 当面说, 江浩没有拒绝, 挂了电话后便直奔沦陷区。 突然他发现, 今天竟然没有人跟踪自己。 怎么回事啊? 是徐静放弃了调查自己, 还是另有所图? 有些不放心的江浩给肖玉芬打去电话, 告诉他有事立即给他打电话。 第四十二章, 大傻蛋。 你可算来了。 江浩来到了秦清兰说的地方, 发现秦清兰正在等自己。 江浩耸了耸肩, 事先说好了, 我先听听情况, 有危险的话, 我可不跟你玩。 秦清兰摆了一眼江浩, 放心吧, 绝对没有危险, 只是他身边魔物太多了, 我们一共五个人, 根本解决不掉那些魔物。 五个人, 你们都是三阶的觉醒者, 还解决不了那些魔物。 江浩有些愕然, 五个三阶觉醒者, 可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但五个人联手, 都解决不了那些魔物, 足以说明哪里的魔物之多, 之强。 秦清兰解释道, 我们五个人, 除了我有群体攻击的手段, 其余人都单体攻击比较厉害, 还有一人是辅助, 没有什么攻击力, 所以比较不好对付那些魔物。 江浩文言不断在心里权衡利弊, 他虽然爱钱, 可代表他愿意冒险。 更何况这件事, 还不足以让他冒险的地步呢。 这样吧, 为了表现出我们的诚意, 我们先帮你完成任务。 你的任务是什么? 江浩没有说话, 秦清兰再次开口。 江浩想了想, 说出了自己的任务。 我要五十只血狐的尸体, 要求皮毛不能被破坏。 如果秦清兰他们能帮自己完成任务的话, 他倒不介意, 跟他过去看看。 秦清兰文言, 嘴角一抽, 五十只血狐的尸体。 你别告诉我, 梦里的任务是被你领走了。 梦里? 我不知道是梦里是谁, 但我领取的确实是这个任务。 秦清兰伸出洁白的玉纸, 揉了揉眉心。 你还真是胆大, 这个任务已经挂了好久了, 布置这个任务的人名为沈梦里, 是我的朋友。 他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要这些血狐的尸体, 就是为了用他们的皮毛做一件衣服。 这个任务我们早就知道了, 不说血狐不好找, 单说想要不破坏皮毛击杀血狐, 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们没有人肯接他的任务。 昨天我听他跟我说任务被人接了, 我还嘲笑接任务的是个大傻蛋呢, 没想到竟然是你。 反正任务已经接下了, 那就想办法完成呗。 江浩耸了耸肩。 秦清兰道, 别说, 如果是别的任务, 或许还真不好帮你。 不过这一次我们的任务, 跟你的任务可以, 合在一起了。 我之前说的, 那只重伤的五肩魔物, 他身边有不少血狐。 怎么样, 要不要跟我过去看看? 走吧。 江浩想了想, 最终还是决定跟秦清兰过去看一眼。 他倒不是在意秦清兰会不会帮自己, 主要他目前为止都没遇到血狐, 天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找到血狐。 与其慢慢找, 还不如走一下捷径呢。 两人当即出发。 搞什么秦清兰, 这两回怎么这么不准时? 轮陷区某处四道人影汇聚在这里。 黄渠女子开口道, 秦清兰说, 还要找个帮手, 让咱们先等一会。 还有帮手? 谁啊? 是你们四大书院的人吗? 胖子文言露出诧异的神色。 他们五个已经是五大书院大三学生中最强的了, 能够被秦清兰找来的人必然不会比他们弱。 黄渠女子三人摇了摇头, 他们也不知道秦清兰要请的人是谁。 你们在议论什么呢? 就在这时, 秦清兰的声音响了起来。 紧接着他们就看到, 秦清兰与一位戴着面具的男子走了过来。 看到江浩, 他们露出诧异的神色, 这诧异并非对于江浩的实力, 而是对于江浩的打扮。 他们能看出, 这位神秘人脸上的面具不普通, 可就这么戴着一个面具多少有些怪异。 介绍一下, 这位是黄灵, 青山书院大三学生。 秦清兰指了纸黄群女子, 随即有指向了胖子。 这位是朱天茂, 南玉书院大三学生, 这位是丹北, 永夜书院大三学生, 这位是汪清墓, 战武书院大三学生, 他们都是我的队友。 介绍完了队友, 秦清兰有把江浩介绍给了队友。 诸位, 这位是X, 是我请来的帮手, 你们可不要小看他哟, 他很厉害的。 朱天茂, 黄灵四人饶有兴趣地看着江浩, 能够被秦清兰说厉害的, 可没有那么容易。 朱天茂好奇地问道, 这位兄弟, 你是什么能力的觉醒者? 我的能力很一般, 比不上你们。 江浩笑了笑, 他原本以为秦清兰的队友, 都是北辰书院的学生呢。 没想到, 竟然是五大书院的学生都有。 而且, 通过鉴定只眼的观察, 这四个家伙天赋, 都是SSS级的, 能力也各种各样, 不过单比能力的话, 还是秦清兰厉害一些。 秦清兰诧异地看了一眼江浩, 他原本以为江浩会说出自己的能力, 结果没想到江浩竟然会这么说。 不过既然这家伙都这么说了, 他也没必要说出他的能力了。 秦清兰拍了拍手, 好了, 既然人都齐了, 那咱们出发吧。 对此众人自然没有意见, 就在众人准备出发的时候, 秦清兰突然想到了什么。 哦对了, X接了猎杀雪狐的任务, 一会看到雪狐的话, 你们不要下杀手, 将其抓住或者留给X就行。 我去, 既然真有人领那个任务, X兄弟, 你是个狠人呀。 汪清兰一脸愕然地看着江浩, 不只是他, 朱天茂, 黄灵他们也是如此。 江浩耸了耸肩, 并没有说什么。 当初也不过是随意找了个任务而已, 哪里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多事情。 若是早知道的话, 他也不会选择了。 好了, 咱们过去吧。 秦清兰说着, 率先出发。 其他人跟在秦清兰的身后, 江浩则走在秦清兰的一旁。 本来按照他的意思, 他打算走在最后面的, 结果秦清兰不同意, 非让他跟着他。 江浩无奈, 只好跟在秦清兰身旁。 看到江浩与秦清兰的相处, 丹北目光有些阴沉, 看向江浩的眼神充满了敌意。 江浩也感受到背后的目光, 不过他并没有在意。 走了一段距离后, 秦清兰低声道, 小心一些, 咱们进入到了那只五阶魔物养伤的范围了。 江浩没感觉到怎么样, 却感觉到了其他人瞬间警惕起来。 江浩一阵无语, 你们可是五位三阶觉醒者, 至于还没看到魔物, 就紧张成这样吗? 不过, 这倒也给了江浩提醒, 能够让五位三阶觉醒者这样, 说明这里面必然危险重重。 停下, 不能再继续前进了, 这条路不行。 突然, 江浩心成泽灵, 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危机感, 连忙拦住了秦清兰。 江浩突然的一句话, 让众人一惊, 不过他们仔细感受一番, 却没有发现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顿时,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他们因为之前的败北, 本身就有些惊弓之鸟了, 所以才会这么谨慎。 可这家伙, 胡乱开口, 让他们着实有些不满。 第43章 分歧, 这里没什么问题吧? 我们之前就是走这条路的。 秦清兰没有像其他人那样, 见识过江浩实力, 他心里还是非常相信江浩判断的。 秦清兰, 你别听他胡说, 这里那有什么问题, 分明是有人胆小, 不敢进入。 不等江浩开口, 一旁的扇北率先开口了。 X, 如果你不敢继续进入的话, 那你就不要进来了。 丹北, 秦清兰不悦地瞪了一眼扇北。 黄灵这时也开口道, 秦兰, 我觉得扇北说得不错, 就给咱们的时间不错了, 咱们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X, 如果不放心的话, 就留在这里, 帮咱们把疯吧。 他这话说的一点没错, 那只五阶魔物虽然重伤, 但他们多耽误一会, 对方就有可能多恢复一些伤势。 目前为止, 他们还没有见到那五阶魔物的面呢。 我同意黄灵与扇北的话, 朱天茂他们也立即站出来表态。 秦清兰带眉微醋, 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这与他想的不太一样。 按照他的想法, 他们一起行动完成任务, 结果没想到, 这么快就出现了意见不同意。 他们多次合作, 以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迹象呢。 那你们先走吧, 我在这边先转转。 江浩后退一步, 做出了寢的手势。 他已经提醒他们了, 他们不听他也没办法。 秦清兰歉意地看了一眼江浩, 想要说什么, 却被黄灵给拽走了。 秦清兰他们离开后, 江浩并没有继续往前走, 而是觉醒在周围转转, 看看能不能遇到雪狐。 与此同时, 秦清兰他们已经顺着之前走的路, 开始往深处去了。 一路上并没有江浩所说的危险, 反而极为顺畅。 看到了吗清兰, 这里那有什么危险, 分明是那个叫X的小子, 胆小不敢过来, 还叫什么X, 我看他就是X。 善北撇了撇嘴, 汪青木点了点头, 就是, 我也觉得那小子有些不对劲, 绝对是害怕了, 想要临阵脱头, 又不好意思直接说, 才会说这里有危险的。 秦清兰没有说话, 心里反而愈发地警惕起来。 这里太安静了, 安静得有些过分, 上一次他们过来, 还受到了一些魔物攻击呢, 如今却一只魔物都没见到, 这未免有些太不正常了。 好, 就在秦清兰心中不安之际, 突然受吼声响起。 紧接着, 周围突然涌现出大量魔物, 什么动物类, 植物类的魔物, 足有上百只, 其中不乏十多只三间魔物。 这, 怎么会这样? 黄灵心中一惊, 其他人也是脸色大变, 这么多魔物, 足以将它们撕成碎片了。 此时此刻, 他们终于意识到了, 之前X说的是真的。 好, 这些魔物怒吼一声, 便向秦清兰他们扑了过来。 秦清兰见状, 立即变身, 成了九尾天狐, 开始进行反击。 其他人也都各自施展手段, 黄灵不断实现辅助技能, 为秦清兰他们增加攻击力, 增加速度等。 寒冰降临? 丹北大喝一声, 顿时周围的温度骤降, 甚至地面已经出现了冰霜。 在他的攻击下, 灵间魔物纷纷变成了冰雕, 就连一间魔物, 身体也逐渐变得僵硬, 失去了战斗力。 汪清兰直接冲进了魔物群中, 这一刻, 他的双拳成为了最强横的武器。 二阶以下的魔物, 没有一个能承受住他一拳的。 朱天帽身体变成了一个石头人, 他并没有主动出手, 而是守在黄灵身边, 免得魔物攻击黄灵。 看着怎么杀都杀不完的魔物, 丹北怒骂一声, 该死的, 这些魔物怎么这么多? 别跟他们硬拼, 咱们恋战, 咱们想里面去, 这一次一定要杀那只五阶魔物。 秦清兰说了一声, 便直接向深处掠去。 这个时候, 他们只有两条路, 要么撤退, 要么继续前进。 眼下撤退是, 肯定不可能撤退的了, 所以只能继续深入, 强行击杀那只五阶魔物。 朱天帽, 黄灵他们闻言, 二话不说, 立即跟上秦清兰。 看到秦清兰他们的动作, 那些魔物也同样跟了上来, 并且攻击更加凌厉了。 一时间迫使着秦清兰他们陷入了苦战。 丹北, 小心! 朱天帽刚刚替黄灵抵挡, 下一只魔物的攻击, 并且发起了偷袭。 只可惜, 他距离丹北有点远, 想要支援根本做不到。 丹北此刻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连忙向一旁躲避, 只是他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长臂员的攻击已经落在了他的身上。 Po! 丹北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一个亮呛, 连续后退两步, 差点坐在地上。 灵灵者就是这样, 攻击力不弱, 也擅长群攻和远攻, 唯独就是肉身太脆弱了, 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甚至都不如变异者人形状态下的肉身。 丹北! 汪青木见状, 连忙回防, 将丹北护在身后, 防止丹北再次被魔物偷袭。 他们之中, 只有丹北能施展出群体攻击, 如果丹北出事了, 他们的麻烦就大了。 汪青木一边对付魔物, 一边问道,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没事? 还死不了? 丹北揉了揉胸口, 随后心念一动, 只见一道冰锥在他头顶上空浮现出来。 这赫然是他的天赋, 寒冰刺。 给我去死! 冰锥形成, 丹北立即锁定了刚才偷袭他的长臂园。 顿时冰锥化作了一道残影, 直奔长臂园。 鸡! 其实, 察觉到了危险, 长臂园打出了一道刺耳的尖叫声。 两只长长的手臂挥舞, 想要砸碎丹北的冰锥。 只是, 他终究有些高估自己了, 他虽然不弱, 却也只不过是的二阶魔物。 而这道冰锥确实三阶觉醒者的寒恨一击。 不说是全力一击, 也相差无几了。 碰! 长臂园被冰锥直接撞得倒飞了出去, 一条手臂更是直接被冰锥给硬生生地毁掉了。 不过, 不得不说, 长臂园的生命力挺顽强, 虽然丢了一条手臂, 可并没有死。 情况不对劲, 这些魔物越来越多了。 汪青木脸色凝重, 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周围的魔物不减反增。 他已经出手击杀了不少, 可这些魔物却丝毫没有减少。 朱天茂沉声道, 秦清兰先撤吧, 继续硬刚下去的话, 咱们都得交代在这儿。 虽然不想撤退, 可现在不撤退的话, 根本不行。 以他们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顶着这么多魔物, 冲到那只重伤的魔物身前。 如今, 丹北已经重伤了, 他们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伤势。 再坚持的话,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甚至可能, 他们还会出现伤亡。 秦清兰文言, 虽然心有不甘, 可此刻却也没办法了。 若是早知如此, 还不如选择相信X呢。 想到这里, 秦清兰心中不由有些苦涩。 退吧。 秦清兰改变方向, 准备冲出重围。 然而此刻, 他们发现, 后方也已经布满了魔物。 一时间, 他们陷入了两难之地。 第44章, 带路吧。 好。 看着被自己一嗓子震死的雪狐, 江浩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 秦清兰还真没骗自己, 这里真的有雪狐, 而且数量还不少。 短短十多分钟的时间, 他就碰到了不下十八只了。 江浩将这只雪狐的尸体, 收进了除物袋。 距离目标又进了一步。 江浩心中暗自庆幸, 还好自己之前得到了除物袋, 不然这些雪狐的尸体, 还真不好弄了。 不过现在, 他不用担心了, 有除物袋在, 别说五十只了, 就算是一百只雪狐, 他也都能收起来。 江浩继续前进, 没走几步, 他就注意到了一处草丛有动静。 江浩没有迟疑, 突然,一道道白色公鸡从草丛中射出。 江浩见状一掌拍出, 并非五学, 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掌。 不过这一掌却动用了暴击。 强劲的公鸡落下, 那些公鸡全部被拍散了, 就连前方的草丛也被掀了起来。 江浩走过去一看, 就看到一个已经断成两半的蒲公英躺在地上。 江浩神色古怪, 没想到蒲公英竟然也成为了魔物。 这一路上, 他也遇到了几株植物类魔物, 没有任何例外, 全部被他给解决了。 啾啾! 突然一道声音吸引了江浩。 江浩抬头一看, 就看到一只雪狐从自己的眼前跑过。 江浩抬脚追去, 到手的猎物怎么会让对方跑走? 这只雪狐似乎也发现了江浩, 顿时加快了一些速度。 只是可惜, 他的速度与江浩比起来根本没有任何优势。 好! 江浩很快就追上了这只雪狐, 同时施吼弓施展出来。 这只雪狐直接领了盒饭。 江浩将其尸体收进了厨, 江浩走走停停, 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一处厂房的废墟。 一路上击杀了不少魔物, 动物系, 植物系的都有, 收获同样不小。 当然, 他此行最大的收获, 还是那些雪狐, 一路上他击杀了48只雪狐了, 只剩下两只, 就完成任务了。 突然, 江浩停下了脚步, 目光淋漓地看着周围。 他隐约察觉到了远处有些不太对劲, 如果继续往前的话, 必然会有危险。 江浩想了想, 果断转身离开了这里, 他是来完成任务的, 不是来送命的。 就在江浩想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突然一道浑身是血的身影, 亮腔地出现在他视线之中。 见到此人, 江浩眸子微眯, 他认识此人, 此人赫然是秦清兰伙伴, 那个叫什么汪清木的人。 汪清木也注意到了江浩, 他先是一愣, 随即露出狂喜之色。 快, 快救救我们。 汪清木连忙来到江浩身边, 他拼死才强行杀出来, 就是秦清兰让他出来找X的。 原本他都已经绝望了, 他虽然杀出来了, 可出来后才发现方向错了, 这不是通往外面的路, 而是往深处去的路。 可就在他绝望之际, 没想到竟然看到了X。 江浩平静地问道, 其他人呢? 汪清木快速说道, 他们还在被困着呢, 是秦清兰他们帮我杀出重围, 找你帮忙的。 说着, 他就想要拉着江浩赶紧去救人, 可拉了两下, 竟然都没有拉动江浩。 跟我说一下具体情况。 可以救, 但他必须了解一下情况。 如果贸然过去的话, 不是救人, 那是送死。 对于这些自大的家伙, 他真不想救, 可毕竟是秦清兰带自己过来的。 如果不是秦清兰的话, 自己也不可能即将完成任务。 汪清木虽然着急, 但还是耐着性子将情况说了一遍。 江浩很快便捋清了头绪, 知道秦清兰他们此刻的处境多么艰难。 尤其是为了找自己, 将汪清木送了出来, 让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带路吧。 汪清木闻言连忙在前面带路, 他也不知道X能不能行, 可既然秦清兰这么相信对方, 他也愿意相信一次。 很快, 在汪清木的带领下, 江浩就看到了远处大量魔物, 放眼望去, 足有几百只了。 这一幕, 饶是江浩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这些魔物显然是没打算让秦清兰他们, 或者离开这里。 虽然这些魔物最强的等级也才不过三件, 可狮子多了能咬死相。 不过这也能从中看得出来, 那五阶魔物受伤挺严重的, 不然也不会这么警惕。 江浩不再迟疑, 直接身形移动, 施展出了灵波微步, 瞬间化作了一道残影。 汪清木一脸愕然地看着江浩的背影, 这是什么速度, 他根本没看清。 回过神来, 汪清木连忙跟上, 只是他的速度与江浩比起来, 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江浩很快就来到了那些魔物这边, 当即运转起了龙神弓。 瞬间江浩化作了一条透明的东方神龙, 直接横冲直撞地冲进了魔物之中。 变异者! 汪清木看着江浩突然地变化, 以为江浩是变异者吗? 虽然这种变身有些怪, 但跟变异者差不多。 在汪清木的注视下, 江浩已经消失在了那些魔物之中。 清兰小心, 黄灵惊呼一声, 只见一头犀牛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他们身边, 直奔秦清兰撞了过去。 清兰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立即做出反应, 身影闪动间迅速躲开了那头犀牛的攻击。 随即立即进行反击。 丹北逼退了一只魔物, 喘着粗气。 该死的, 这些魔物太多了, 根本杀不完, 汪清木怎么还不回来? 他之前就受伤不清, 眼下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清兰沉申道, 再坚持坚持, X来了就好了。 此刻他的状态也不好, 战斗了这么长时间, 他身上也受了不清的伤。 体内能量更是有了枯竭的迹象。 丹北温严撇了撇嘴。 之前让汪清木出去找X过来帮忙, 他根本不抱有希望, 在他看来, X就是胆小怯懦, 不然之前咋不会不跟他们一起过来。 好。 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龙银声响起。 紧接着, 那些魔物开始出现了躁动。 是X, X来了, 咱们有救了。 听到熟悉的声音, 秦秦兰眼前一亮露出了喜色。 朱天茂, 黄灵他们立即抬头看去, 就看到周围的远处不少魔物被先飞了出去。 黄灵好奇地问道, 秦兰X是什么能力的觉醒者? 一会你们就知道了。 秦秦兰没有直说。 碰。 他们又看到一些魔物被震得飞了起来, 随即他们看到一条透明的东方神龙飞了过来。 第45章。 跟上我。 你们没事吧。 江浩恢复了人形状态, 来到秦秦兰面前。 没事, 你怎么从那边过来的? 秦秦兰摇了摇头。 江浩解释道, 我从另个方向上来的, 碰巧遇到了你朋友。 看着与秦秦兰聊天的江浩, 扇北目光露出一抹敌意。 既然你来了, 那咱们抓紧离开这里吧。 江浩摇了摇头, 现在离开怕没有那么容易。 这里的魔物太多了, 只能继续前进。 扇北冷声道, 前进? 你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吗? 我们都受伤了, 继续前进, 只有死路一条。 你是想让我们去送死吗? 扇北。 秦秦兰脸色一沉, 人家X愿意不计前嫌救他们。 这家伙竟然还这么说话, 简直太过分了。 江浩淡淡地瞥了一眼扇北, 不前进的话, 后退也是一条死路。 当然你, 若是想死的话随意, 反正我不会从另一个方向突破。 不想死的话, 就跟上我。 说着, 江浩转身, 看向来时的方向, 随即气韵丹田。 就在众人有些不解地看着江浩的时候, 只见江浩头顶上空出现了一道透明的狮子头。 快, 捂住耳朵。 秦秦兰脸色一变, 连忙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他可是见识过江浩这种攻击, 知道这音波攻击的恐怖。 然而其他人却不以为意, 并没有按照他说的去做。 可下一秒, 他们就后悔了。 好。 只见江浩嘴巴张开, 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猛地自江浩口中传出。 周围魔物顿时被震退, 那些零间魔物, 一间魔物全部被秒杀, 二间魔物更是身受重伤。 就算是三间魔物, 也露出了不适的样子。 魔物都这样了, 更别说朱天帽, 黄灵他们了。 一个个口吐鲜血, 脸色苍白, 让他们原本受伤的身体, 更加伤上加伤了。 尤其是善北, 更是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朱天帽, 黄灵他们一个个露出骇然的神色。 这是什么攻击? 为什么威力竟然这么大? 也就只有秦清兰了。 不过他此刻已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他发现, 江浩虽然依旧是一阶觉醒者的修为, 可实力却似乎变得更强了。 远处, 正在拼命往里杀的汪清木, 也听到了这一声恐怖的吼声。 吓得他浑身冷汗直流, 还以为是那只五阶魔物杀出来了呢。 江浩没有理会他们的震惊, 此刻已经向那些魔物杀过去了。 朱天帽, 戴上扇呗, 咱们跟上。 秦清兰连忙招呼一声, 便率先跟上了江浩。 你只管在前面带路就行, 其余的交给我们。 江浩点了点头, 随即开始施展降龙十八掌, 阵阵龙音声不断从他的身体之中传出, 无形的气浪, 阵的那些想要杀过来的魔物不断后退。 至于后面的魔物, 他已经不管了, 全然交给了秦清兰他们。 途中, 他还看到了几只血狐, 毫无意外, 全部被他给击杀了, 尸体收进了储物袋中。 至此, 他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咕咚。 看着江浩竟然以一阶的修为, 大杀四方石, 朱天茂他们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黄灵小声问道, 秦兰, 这个, X究竟什么来路? 还有他的能力是什么? 为什么我丝毫看不出来呢? 之前看到江浩能变成透明的东方神龙, 他还以为江浩是变异者呢, 可看到眼下江浩的攻击手段, 发现根本不是变异者的攻击手段。 朱天茂与善北也看向了秦清兰, 你们不觉得他的攻击与电视里演的那些大侠很像吗? 秦清兰提醒了一声, 你是说, 这怎么可能? 朱天茂意识到了什么, 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黄灵, 丹北也反应了过来, 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 他们不是没有见过鼓舞者, 可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强横的鼓舞者。 鼓舞者不是公认的废物吗? X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朱天茂杀了一只二阶魔物后, 对秦清兰问道, 秦清兰, 这位,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对方这么强, 应该不是无名之辈吧? 上次遇到的, 具体身份不清楚, 就知道叫X, 起初我还以为他敷衍我呢? 结果我昨天去赏金工会一查, 真有X这个人, 信息与他一模一样。 秦清兰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但他有一句话没说, 那就是, 昨天他原本想要探查一下X的详细信息来的, 结果没想到, X的信息竟然被隐藏起来, 根本查看不了。 若非如此, 他今天也不会大费周章地邀请对方, 只是没想到, 合作没有一会就出现了分歧, 好在这家伙没有在意, 还不计前嫌地过来帮他们, 不然他们可就真危险了。 汪清木刚刚击杀一只魔物, 刚要继续攻击, 就看到前方魔物已经消失了, 此刻站在他对面的赫然是江浩他们。 你, 你们没事吧? 汪清木走上前,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江浩, 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真的把秦清兰他们带出来了。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后面这些魔物又追上来了, 咱们快走。 江浩说着, 便直奔前方走去。 汪清木一愣, 回过神后, 连忙来到秦清兰他们这边, 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他听到江浩, 如何大显神威的时候, 不由一阵呆滞。 他们五位SSS级的三阶觉醒者, 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竟然被一位一阵觉醒者给解决了, 这说出去谁会相信。 可偏偏这种事情就发生在他眼前。 不等汪清木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深处又有大量的魔物冲了出来。 江浩头顶上再次浮现出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看到这一幕, 秦清兰他们非常识趣地捂上耳朵。 只有汪清木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好。 紧接着, 江浩嘴巴一张, 一股震耳欲聋的吼声传出。 之前前方那些魔物身体一致, 下一秒, 炸裂的炸裂, 重伤的重伤。 有过前车之剑的朱天茂, 黄林虽然没有再次被江浩的尸吼弓影响到, 却依旧被江浩的攻击给震撼到了。 几人中, 最惨的就是汪清木了。 恐怖的吼声虽然并不是针对他, 可他依旧还是受到了攻击。 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一个亮腔地坐在地上, 目光呆滞地看着江浩。 之前听到朱天茂他们说X如何如何厉害, 他还不太相信, 可眼下他相信了。 第46章, 一路横推。 降龙十八掌第一势, 抗龙有悔。 江浩施展降龙十八掌, 不断攻击这那些魔物。 此刻, 他万分庆幸自己之前将斗转星移给提升到了高级。 不然, 他怕也会被这样魔物拖到历劫。 可如今他体内的力量, 完全够他尽情挥霍。 丝毫不用担心历劫的问题。 降龙十八掌第八势, 震惊白脸。 降龙十八掌第十一势, 逾越于冤。 降龙十八掌, 看得朱天茂, 他们震惊不已。 他们还是头一次看到, 觉醒者能够多次施展强大的攻击手段。 不过要前这位X越强, 他们心中越是高兴。 在场唯一不高兴的就是丹北了。 之前他根本没有将江浩放在眼里, 可眼下再见识到了江浩的实力后。 他心中感觉十分不舒服, 凭什么自己SSS级的三阶觉醒者, 不如一个一阶的觉醒者。 而且, 对方还是最废物的鼓舞者。 心里这样的想法, 如同生根发芽了一般, 不断在丹北的心中扩大。 好。 次是意识到了江浩的强大, 那些三间魔物咆哮一声顿时临街, 一间魔物不再从过来。 只剩下了二间魔物, 三间魔物向江浩他们这边发起了攻击。 降龙十八掌第十七事, 低阳触翻。 降龙十八掌第十八事, 神龙摆尾。 随着江浩十八掌打出, 身前那些魔物只剩下了三间魔物。 好。 就在这时, 身处传出一声售吼, 紧接着周围的魔物, 瞬间暴动起来, 开始疯狂向江浩他们发起攻击。 怎么办? 情况不太对劲啊。 秦清兰来到江浩身边。 江浩微微一笑, 没什么不太对劲的。 这些魔物攻击咱们约疯狂, 就说明身处那位状态越不好。 虽说如此, 可以我们的状态, 根本顶不住他们啊。 秦清兰露出苦涩的笑容, X说的他自然也懂, 可问题是眼下这些魔物, 他们根本对付不了。 江浩一拳逼退一只魔物, 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现在手里有一些药剂, 可以先拿出来, 规矩你懂。 秦清兰文言顿时眼前一亮, 他明白江浩说的意思了。 对于X那些药剂, 他一直心心念念着呢。 原本以为X手里没有多些了, 听X的意思, 药剂又有了。 我懂, 你放心吧, 前世后不会少给你的。 江浩点了点头, 随即手掌一番, 顿时15瓶药剂出现在了手中。 秦清兰恢复人形状态, 接过了江浩手中的药剂。 大家快过来一下。 秦清兰对朱天茂, 黄灵他们招了招手。 朱天茂, 黄灵他们一边战斗, 一边靠近秦清兰。 快把这些药剂喝下, 三个颜色为一套, 一人一套。 黄灵诧异地问道, 这是什么药剂? 这是X的药剂, 能够让咱们快速恢复伤势。 秦清兰快速解释了一声, 随即打开药剂就喝了起来。 朱天茂, 黄灵他们见状略微犹豫, 随即开始拿起药剂喝了起来。 下一秒, 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之前他们身上的伤, 虽然没有完全恢复, 却也恢复了一大半。 并且他们之前消耗的能量, 也恢复了一大半。 好神奇的药剂。 有这么好用的药剂, 怎么之前不拿出来? 非要等我们受伤这么重的时候, 才拿出来。 就在这时, 丹北不悦的声音传了出来。 众人文言, 神色一致,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虽然他们是朋友, 可丹北此刻, 确实不应该这么说。 毕竟不管怎么说, 这药剂是人家X的, 人家拿出来是勤分, 不拿出来的话, 也是本分, 谁也没有资格说什么。 秦清兰不悦地瞪了丹北一眼。 丹北, 你会说话就说, 不会说话别说。 江浩也看了丹北一眼, 并没有说什么。 不过, 却在心里记住了丹北。 走吧, 你们跟住我, 接下来我会加快速度, 咱们全力向深处掠去。 江浩自己也喝了三瓶药剂, 恢复一下自己的状态。 说完, 直接快速向那些魔物掠去。 跟上。 秦清兰再次变身成九尾天狐, 紧紧跟在江浩身后。 其他人见状, 也连忙跟上。 好。 江浩在前面开路, 看着那些魔物, 头顶上立即浮现出了透明的狮子头。 秦清兰他们见状, 二话不说, 第一时间将耳朵捂上。 吼声过去, 他们再次开始清理后方追上来的魔物。 面对这些魔物, 江浩火力全开, 再次施展降龙十八掌。 用了将近三十分钟的时间, 终于他们来到了最深处,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山洞。 江浩已经感受到了山洞内有股可怕的气息, 不用说他也知道, 那只重伤的五阶魔物就在里面。 与此同时, 那些魔物已经围了上来。 不过奇怪的是, 这些魔物在距离山洞十米的位置, 皆是停了下来。 丹北开口道, X, 把你的药剂再拿出来一些, 我的能量不太足了。 其他人闻言也露出了异动的神色。 刚才那药剂实在是太好用了, 甚至比辅助类的觉醒者还要厉害。 如果再给他们几瓶, 他们肯定能恢复到巅峰状态。 没有了, 江浩神色平淡。 丹北眉头一皱, X你什么意思, 我们实力恢复了, 对付里面的东西才能更有把握。 江浩淡淡地说道, 我的药剂不是大风刮来的, 一瓶四万金币。 之前你们一人服用三瓶, 就是每人十二万金币。 等出去以后别忘了把金币给我。 四万金币? 你怎么不去抢? 丹北脸色阴沉。 这混蛋还真敢开口, 张嘴就四万, 真当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江浩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了秦清兰。 秦清兰开口道, X的药剂确是这个价, 之前我在他这里买过。 而且刚才X也说过了, 这些药剂并不是白送给咱们的, 等时候咱们要把这个钱给X。 众人闻言眉头一皱, 不过一想到药剂的效果, 他们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 可依旧还是比较认可的。 没什么问题, 就就去吧。 江浩说了一句, 便向山洞内走去。 秦清兰没有理会其他人, 也跟了上去。 该死的家伙, 丹北低声怒骂了一句。 什么四万, 十二万的, 他一分都不会给这个家伙的。 他不信这个家伙, 还敢对他怎样。 等出去了, 自己有都是办法对付他。 山洞内, 随着江浩他们不断深入, 恐怖的气息也越来越重。 终于, 走了将近五分钟后, 他们看到了那只五阶魔物。 看着眼前的五阶魔物, 江浩嘴角一阵抽搐。 第47章, 战五阶。 他原本以为这只五阶魔物 是一头老虎或者狮子一样的大型猛兽。 结果没想到, 竟然是一条只有15厘米长短, 小拇指粗细的红色小蛇。 配上那蓝宝石般的蛇童, 还有些可爱。 秦秦兰, 他们也诧异地看着这条小蛇。 他们接到任务时, 只知道是一只五阶魔物, 却不知道是什么魔物。 没想到, 对方竟然是这副模样。 吼。 然而, 别看小蛇长着小, 可吼声却丝毫不小。 震耳欲聋的吼声, 在山洞中响起, 威力丝毫不弱于江浩权力之下, 施展出来的狮吼弓。 众人脸色一变, 哪里想过, 对方竟然也会因不公鸡。 饶式江浩也没有想到, 猛地猝不及防之下, 猛地一口鲜血喷出。 其他人的状态更不好, 黄铃更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脸色苍白。 与此同时, 小蛇终于动了。 只见小蛇扭动着身躯, 随即身体一点一点地变大。 很快, 小蛇就大变模样, 从一条十五厘米长短的小蛇, 变成了一条足有近百米的巨蛇。 随着小蛇体积变大, 江浩它们也被逼出了山洞。 该死的,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东西? 哪有这么巨大的蛇? 猪天帽喊了一声, 其他人也连连摇头, 它们也都不认识这条蛇。 魔物, 火灰, 等级, 五阶, 能力, 火系, 状态, 重伤。 江浩第一时间动用了鉴别之眼, 立即查看出了这只魔物的信息。 碰, 火灰庞大的身体从山洞中走出, 随即嘴巴一张, 顿时一刀巨大的火焰涌出, 直奔江浩它们。 江浩它们见状, 立即连忙向一旁躲闪, 这才堪堪躲过对方的攻击。 可还不等它们稳住身形, 火灰便再次发起了攻击。 只见火灰身体完全从山洞中出来, 尾巴更是直接甩向了江浩它们。 他娘的, 你没完了是吗? 善北怒骂一声, 本来他之前就在江浩那里受了一些气, 如今又被火灰这么攻击, 让他更加愤怒了。 在躲过了火灰的攻击后, 当即催动体内全部力量, 迅速在头顶上形成了一道冰锥。 随即操控着冰锥直向火灰攻去, 砰! 冰锥狠狠地刺入了火灰身体, 火灰顿时发出一道痛苦的咆哮。 正常来说, 以他的实力, 三阶觉醒者的攻击 根本不可能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可奈何他现在身受重伤, 整体实力下降了不少。 看到火灰被打伤, 善北脸上立即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当即他看向了江浩, 意思十分明显。 看到了吗? 这就是三阶觉醒者的实力, 就算没有你, 我也能打过他。 然而还不带善北收起脸上得意的笑容呢? 他便被火灰的一尾巴甩飞了出去, 下落的地点正是远处的魔物群。 善北! 秦清兰他们脸色一变。 丹北掉进魔物群的话, 必死无疑。 朱天帽连忙向魔物群掠去, 防止魔物攻击丹北。 秦清兰他们则向火灰发起了攻击。 面对着秦清兰他们的攻击, 火灰眼神中闪过了凶狠之色。 怒吼一声后, 再次张嘴吐出了火焰, 攻向秦清兰他们。 秦清兰他们见状连忙躲避。 好! 江浩趁着火灰没有注意到自己, 一步迈出, 施展出了有暴击加持的施吼弓。 眼前的火灰虽然重伤, 却是货真价实的五阶魔物。 因此, 江浩也不敢大意。 恐怖的音波攻击, 震得火灰庞大的身体, 重重撞在了山体之上。 火灰怒吼一声, 直奔江浩。 就在这时, 秦清兰迅速来到了江浩身前, 双眸瞬间泛起紫色光芒。 火灰身体一震, 动作停了下来。 快动手! 秦清兰咬牙大喝一声。 他以三阶修为, 魅惑五阶魔物感觉到了非常吃力。 不过, 眼下正是击杀火灰的最好机会。 江浩他们闻言, 二话不说, 立即趁机向火灰发起了攻击。 只见一道道攻击落在了火灰的身上, 瞬间让火灰身上鳞片炸裂, 鲜血顺着伤口流落下来。 好! 火灰从秦清兰的魅惑中挣脱出来, 仰天咆哮一声, 巨大的尾巴猛地甩向江浩他们。 江浩见状, 立即施展龙神弓, 当即化作了一道透明的东方神龙, 向火灰迎了上去。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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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兽激烈地交战在一起。 虽然火灰身受重伤, 可终究是五阶魔物, 江浩很快便败下阵来。 江浩恢复人形状态, 身体亮腔地后退两步。 心中忍不住感慨, 五阶魔物果然不容易对付, 即便重伤的情况下, 他们这么多人攻击, 依旧无法短时间内击杀对方。 你们拖住他, 我来对付他。 江浩稳住身形, 随即再次运转起了斗转星移。 秦清兰他们闻言, 没有丝毫迟疑, 立即开始向火灰发起攻击。 江浩的攻击威力, 他们都见识过了, 眼下也只能指望江浩了。 江浩也不迟疑, 当即双脚, 快速移动两步, 随即气沉丹田, 身体下压, 双手左右晃动, 顿时一阵似有似无的龙银声响起, 猛地向前推出。 降龙十八掌第一势, 抗龙有悔。 无形的气浪, 自江浩的掌心之中迸发而出, 直接重重地撞击在了火灰的身上。 好。 火灰身体一个亮呛, 怒吼一声便准备向江浩冲过来, 结果被秦清兰他们第一时间给拦了下来。 降龙十八掌第二势, 飞龙在天。 降龙十八掌的九势, 火跃在鸳。 有秦清兰他们帮自己牵制火灰, 江浩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施展降龙十八掌了。 远处刚刚被朱天帽就回来的丹北, 看到所有人都在协助江浩, 脸色不由难看了一些。 丹北, 你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会, 我去帮秦清兰他们去。 朱天帽说了一声, 便向火灰冲了过去。 丹北气得牙根痒痒。 降龙十八掌第十五势, 龙战鱼也。 降龙十八掌第十八势, 神龙摆尾。 随着江浩的降龙十八掌全部落下, 火灰身体猛的一顿。 快退! 察觉到了火灰的变化, 江浩连忙对秦清兰他们提醒一声。 秦清兰他们当即连忙后退。 碰! 秦清兰他们刚刚后退一段距离, 火灰的身体便突然炸裂开。 好在江浩提醒的急时, 秦清兰他们这才没有被波及到。 好! 火灰被杀, 周围那些魔物顿时四散而逃。 江浩他们没有理会那些魔物, 而是一个个瘫坐在地上。 刚才为了对付火灰, 他们可谓是使尽了浑身解数。 好在最终江浩给力, 将火灰给杀了。 不然只怕他们还真不一定能杀得了火灰呢。 第四十八章B级武器。 X, 这一次还真是谢谢你了。 若是没有你的话, 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容易成功。 秦清兰将火灰的脑袋收起来, 这可是证明他们完成任务的重要证据。 做完这些, 秦清兰对江浩郑重的感谢。 江浩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没事, 各持所需而已。 对了, 我要记得费用。 秦清兰闻眼脸上浮献出三道黑线, 这家伙真是掉前眼里了, 三句话离不开钱。 放心吧, 少不了你的。 秦清兰没好气地白了江浩一眼, 随即将朱天豹他们叫了过来, 说了一下情况。 朱天茂率先将钱扫给了江浩, 然后问道, 这个是应该的, X兄弟, 你的药剂还真管用, 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我想要从你这里购买一些。 没了, 这个药剂我也没有多谢, 不过后续有的话, 我可以率先考虑买给你们。 其他人也有想要买药剂的想法, 听到江浩的话, 不由感到惋惜。 不过听到江浩说, 后续有的话会率先卖给他们, 这让他们心情好了不少。 很快, 秦清兰他们便把钱扫给了江浩, 唯独丹北站在一旁没有任何动作。 丹北, 秦清兰带没微醋, 刚要开口说话, 却被江浩给拦了下来。 江浩静止走向了丹北对面, 但莫得说道, 药剂的钱该给我了。 秦清兰他们目光死死地盯着江浩与丹北, 心中隐隐有些担忧。 他们倒不是担忧, 丹北会对江浩出手, 他们是怕江浩会对丹北出手。 丹北冷笑道, 什么钱? 药剂是你给我用的, 又不是我求你给的, 我凭什么给你钱? 听到丹北的话, 江浩突然笑了。 江浩这一笑顿时让秦清兰他们有些摸不着头脑。 你是永夜书院的吧? 没想到永夜书院的人就是这样的德行, 今天我算见识到了。 丹北脸色一沉, 你说什么? 怎么? 我说的有错吗? 江浩露出嘲讽的神色。 你找死! 丹北怒吼, 他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成为了五大书院的学生。 如今江浩说他的同时, 连带还说了永夜书院, 这让他如何能受得了? 当即, 丹北便直接抬手向江浩发起了攻击。 丹北, 你知不知道在干什么? 而就在这时, 秦清兰突然拦在了江浩身前。 朱天茂他们则拉住了丹北。 丹北, 你别冲动, 不管怎么说, X兄弟也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是啊, 不过是十二万金币而已, 你又不是没有, 直接给X呗, 何必这样呢? 看着这一幕, 江浩不由露出了惋惜的神色, 他本来就想让丹北出手, 这样自己就有理由动手, 杀了他了。 丹北是SSS级天赋的觉醒者, 杀了他的话, 自己必然能得到一枚SSS级的天赋水晶。 到时候, 不论给老爸, 还是老妈都行。 可眼下丹北被秦清兰他们拦住了, 他已经没有击杀丹北的可能了。 丹北看着自己的朋友, 竟然一个个都来劝自己了, 这让他脸色愈发的难看。 尤其是秦清兰更是直接站在了自己的对面。 丹北冷声道, X, 我告诉你, 药剂的钱我就是不给你了, 你能把我怎么的? 呵呵, 大不了就当是为了狗了呗。 不过你要记得, 还没有人敢在我X面前耍无赖呢。 江浩冷笑一声, 你之前重伤, 是我用药剂治好的, 那就再让你变回去好了。 说着, 江浩头顶上空出现了一道透明狮子头。 X, 没必要这样吧? 轻轻懒感受到江浩气息变化, 猛然回头。 其他人也被江浩吓了一跳, 甘笑一声, 连忙开口。 X, 你别冲动, 大家都是朋友, 没必要这样, 你先把攻击收起来。 对对对, 你别冲动, 我们再跟丹北聊聊, 肯定会让丹北把钱给你的。 朱天冒他们心中怒骂丹北。 你萧婷给钱不就行了, 非要招惹这个家伙。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个家伙的实力有多强吗? 眼下他们状态都不好, 这一嗓子落下的话, 他们根本承受不住。 江浩淡淡地说道, 三个说让开, 如果你们不让开的话, 咱们这点交情就到此为止了。 秦清兰他们文言一致, 心中不由, 有些迟疑。 一方面是他们的朋友, 一方面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两边他们都不想得罪, 更不想招惹。 朱天冒他们看向了秦清兰, 毕竟他们是因为秦清兰认识的X, 眼下能够劝X的也就只有秦清兰了。 秦清兰沉声道, 她的那份钱我给你, 我给她。 听到秦清兰竟然要帮自己给钱, 丹北终于不淡定了。 江浩不外乎谁给钱, 只要钱给了自己就行。 丹北沉着脸将钱转给江浩, 心中对江浩恨得要死。 该死的狗东西, 你给我等着,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的。 江浩自然看出了丹北眼神中的阴冷, 不过他并不在意。 甚至可以说, 他巴不得丹北报复自己呢, 这样自己就有理由杀了他了。 不知道如果让丹北知道江浩的想法后会怎么想。 收到钱后, 江浩也就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了。 跟秦清兰他们打了一声招呼, 便离开了这里。 路上, 江浩边走边查看自己的系统空间。 之前击杀了火灰, 这可是五阶魔物, 他很好奇能爆出什么样的装备。 很快, 江浩便在自己的系统空间中看到了一柄带着火焰纹路的一柄长剑, 同时一道信息出现在自己眼前。 赤焰剑, 系统出品B级武器装备, 使用时可以释放出火焰, 让赤焰剑的攻击增加两层。 主, B级武器是拥有气灵的武器, 只认一个主人, 非主人不可使用。 江浩眉头挑了挑, 没想到B级武器竟然拥有气灵, 还是可以认主的气灵。 这让他不由有些期待, 更强等级的魔物会爆出什么样的武器装备。 江浩心念一动, 赤焰剑立即出现在手中。 江浩舞动两下, 感觉还算不错, 虽然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剑, 但或许是因为有气灵的原因, 所以使用起来还算得心应手。 赤焰剑是他目前拥有等级最高的武器, 这个自然他自己用, 有赤焰剑在手, 就算四阶觉醒者, 自己也能有一战之力了。 除了赤焰剑以外, 他又获得了不少药剂, 之前在突围的时候, 其他魔物他能逼退就逼退了, 唯有植物系的魔物, 他基本上都杀了。 看了一眼天色, 发现天色还早, 江浩也不着急, 立即离开轮陷区。 他打算继续在外围逛一逛, 多弄一些武器装备与药剂。 第49章 拦路 离开了轮陷区, 江浩并没有立即摘下面具, 而是直接前往了赏金工会, 准备提交任务。 来到赏金工会, 或许是因为现在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 所以, 赏金工会内并没有多少人。 江浩静直地来到了前台, 前台依旧是上次他见过的那位前台。 你好X先生, 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 前台看到江浩, 立即露出了一个甜甜的微笑。 这可是他们龙城赏金工会, 唯一的一位SSS集隐藏档案的大佬, 怠慢不得。 我是来提交任务的。 说着, 江浩将胸口的赏金工会徽章拿下来递给了前台。 好的, 您请稍等。 前台结果徽章在一个黑色晶体上刷了一下, 随即对着电脑一阵操作。 X先生, 您的任务是击杀50只血狐, 因为雇主这边对尸体有要求, 所以需要雇主亲自过来检查。 如果血狐的尸体合格的话, 任务就完成了, 用金咱们这边会直接打到您的账户上, 现在需要我这边马上联系雇主吗? 江浩点了点头, 早弄完早结束。 这个任务完成后, 他也能再次领取别的任务。 他要争取在开学之前, 挣出一套房子的钱出来。 最起码让自己上大学后, 父母能够衣食无忧。 X先生, 我已经联系雇主了, 雇主需要30分钟才能过来, 还劳烦您耐心等一下。 那些血狐的尸体, 我可以给您找个房间安放。 没事, 先不用了。 江浩摆了摆手, 随即抬头看向前台后面的滚动式大屏幕,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简单一些的任务。 夫人, X出现了, 去了赏金工会。 徐静听到手下人汇报, 美眸微眯。 很好, X你终于舍得出现了。 继续盯着他, 一旦他有什么动向, 立即给我打电话。 另外再派个人去赏金工会, 查一下X的信息, 我倒要看看X究竟是什么人。 是。 挂了电话, 徐静向一个号码拨了过去。 很快电话被接通, 任何废话。 直接说道, 目标出现, 开始行动。 江浩等了30分钟, 对方十分守时, 说30分钟倒就30分钟到, 没有多一分, 也没有早一秒。 来人是一位与秦青兰年龄差不多, 长相同样绝美的女子。 女子一头飘逸的长发, 五官精美, 带着一层浅装。 一身小香风黑色短款洋气显瘦的套装裙, 手里还拿着一个黑色小皮包, 脚下一双黑色的细跟高跟鞋。 整个人浑身上下透着, 一股青春雨之性的美。 走起路来, 还带着一股香风。 你好, 听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经过前台的介绍, 沈梦里来到江浩对面。 江浩点了点头, 是的, 你来验一下货吧。 随即他让前台帮忙找个房间。 走进房间, 江浩拿出储物袋, 将里面55只血狐尸体全部拿了出来。 看到江浩的储物袋, 沈梦里瞳孔微缩, 美眸之中露出一抹诧异。 储物装备,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除了有钱以外, 还要有一定的实力才行。 而眼前这位神秘的赏金猎人, 竟然拥有储物装备, 着实不简单。 然而当沈梦里看到这些血狐尸体后, 更加的不淡定了。 这些血狐的尸体竟然全部完好无损, 一点破坏的痕迹都没有。 这位先生, 您是怎么做到的? 这也太完美了吧。 沈梦里忍不住赞叹一声, 江浩微微一笑, 一些小手段而已, 不值一提, 这些血狐尸体你看到了, 没有什么问题, 任务就算完成了。 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沈梦里点了点头, 随即两人来到前台, 确认了一切事以后, 江浩如愿获得了报酬, 一共50万金币。 本来这个任务是40万金币的, 之所以现在变成了50万金币, 是沈梦里想要借用江浩的储物袋, 帮他把这些血狐尸体带回去。 对此, 江浩没有拒绝, 反正不耽误什么, 多说绕点路而已。 更何况, 沈梦里还多给了10万金币作为报酬, 不过江浩却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查看有什么好做的任务, 打算挑选一个。 知道了江浩的打算, 沈梦里开口道, X先生想要做任务的话, 我这里还有一个任务, 而且价格也比较高, 不知道X先生有没有兴趣。 你不会还要血狐尸体吧? 这些血狐, 是我机缘巧合才碰到的。 江浩文言, 不由苦笑一声, 如果再让他猎杀血狐, 他可不干了。 沈梦里摇了摇头, 放心吧, 不是血狐尸体了, 这一次是100具鳄鱼尸体, 什么种类的鳄鱼都行, 级别越高越好。 至于价格, 根据完成的程度来定, 不过最低也能让你赚上30万金币, 如何? 也行。 江浩思索片刻, 最终还是同意下来。 鳄鱼都生活在沼泽之中, 而且也没有规定什么种类, 如此一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了。 见江浩点头, 沈梦里也没废话, 直接开始发布任务, 江浩同意时间将任务领取。 日期依旧规定在一个月的时间。 事情谈妥以后, 江浩这才跟沈梦里离开赏金工会。 沈梦里是开车来的, 一辆红色的敞篷跑车, 一看就不便宜。 江浩心中不由暗叹, 有钱人, 真是有钱人。 自己这几天虽然疯狂挣钱, 目前存款也才不够看看百万, 但跟沈梦里比起来, 怕都不够人家半个月的零花多。 沈梦里一边开车, 一边问道, X先生, 你也是龙城本地人吗? 算是吧。 严格说起来, 江浩老家并不是龙城的, 不过在他几岁的时候, 父母就带着他来到了龙城, 一生活就是十多年。 如今, 他也算是龙城本地人了。 不知道, X先生在哪里高救? 沈梦里不断地打探江浩的信息。 在他看来, 一个能拥有储物装备的人, 绝对不是普通人。 高救谈不上, 只不过是个无业游民罢了。 江浩自然听出了沈梦里的试探, 因此, 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复着。 沈梦里突然注意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 咦? 这条倒怎么回事? 往常车挺多的, 怎么今天竟然一个车都没有了? 然而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江浩听到沈梦里这么说, 眉头不由一皱, 目光立即环视四周。 沈梦里刚要说什么, 突然前方窜出一位主着拐杖的中年人, 直接站在了他车头前面。 沈梦里连忙一脚刹车踩住, 眉眸中露出了心有余悸的神色。 你干什么? 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 饶是沈梦里这种非常有涵养的女子, 此刻也忍不住有些气氛。 这种人走到不堪路的嘛, 还好自己反应快, 第一时间刹车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第五十章, 激战。 X, 不准备下来聊聊吗? 还是说你想要这位美女, 跟你一起陪葬。 那位中年人没有理会沈梦里, 目光落在了副驾驶的江浩身上。 徐静让你来的? 江浩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能够让人来对付自己的, 也就只有对自己恨之入骨的徐静了。 不过徐静还真是看得起自己, 竟然触动了一位四阶觉醒者。 江浩看着眼前的信息面板, 不由脸色微沉。 姓名, 未知, 年龄, 四十四, 等级, 四阶, 天赋, C级天赋魅惑。 能力, 铜皮铁骨, 体能者, 状态, 巅峰。 白夫人说你是个聪明人, 果然如此。 中年人没有否认, 一脸玩味地看着江浩。 这件事跟他没关, 让他离开这里。 中年人一脸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随便, 反正我的目标只是你。 江浩对沈梦里说道, 你先离开, 我的联系方式你知道。 你把你的住址发给我, 我解决了对方再去找你。 可是, 沈梦里带眉微醋, 想要说什么, 却被江浩给制止了下来。 离开这里吧, 不然你在这里, 我容易分心。 沈梦里背驰咬着粉唇, 虽然有些不想离开, 可他很清楚, 自己留在这里并不能帮助X, 与其留在这里让某分心, 还不如直接离开呢。 你小心一些。 沈梦里提醒了一声, 随即开车离开了这里。 中年人缓缓向江浩走来, 你还挺淡定的, 怎么? 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 所以放弃抵抗了。 四界觉醒者虽然很强, 可想要解决我, 怕还不够。 江浩摇了摇头, 大言不惭。 中年人冷笑一声, 随即速度突然增加了几分。 然而江浩接下来的动作, 却让中年人一愣。 只见江浩转身就跑, 丝毫没有跟他交手的打算。 跑, 你往哪里跑? 中年人见状, 立即向江浩追去。 只是江浩的速度太快了, 眨眼间便留下了一道残意。 中年人嘴角上扬, 哼, 你真以为你跑得了吗? 中年人速度降了下来, 拄着拐杖, 慢条丝里地向江浩离开的方向走去。 江浩一路狂奔, 确认中年人没有追过来,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可没想到, 要跟四阶觉醒者交手。 虽然有赤焰剑, 他与四阶觉醒者也有一战之力。 可那也仅仅只是一战之力, 胜负依旧难料。 而就在江浩一位自己已经安全了的时候, 突然道路对面, 出现了大量身着黑色西服的人。 这些人并排站在马路上, 将他的去路拦了下来。 就在江浩思索着对策时, 徐静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X, 今天你跑不掉的。 今天为了对付X, 他动用了很大关系, 才将这条道给征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更是召集了白家精英保镖, 算不过来了。 只为了今天能够解决了X。 徐静, 你为了对付, 我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江浩自嘲一笑。 这家伙, 为了对付自己至于吗? 竟然如此大张旗鼓, 眼前这些保镖, 最低都是二阶觉醒者。 没办法, 谁让你太狡猾了呢? 之前两次都没有奈何得了你, 这一次绝对不会让你再跑了。 徐静说着, 后退了一步。 他身后的那些保镖, 立即从怀中掏出砍刀, 向江浩杀了过来。 江浩深吸口气, 在面对着前有狼后有虎的情况下, 他知道这一战是不可避免的了。 好。 当即, 江浩没有丝毫迟疑, 直接施展出了施吼弓。 震耳欲聋的吼声, 瞬间以江浩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而去。 徐静脸色也有些苍白, 对于江浩的手段他也知道一些。 只是一直没有亲身感受过而已, 如今亲身感受到了, 只觉得浑身气血翻涌, 仿佛要炸裂开一板。 这还幸亏江浩的攻击并非针对他, 不然只怕他此刻已经被秒杀了。 但相比于他, 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那些保镖即是被震得连连后退, 一些实力弱的更是被震得口吐鲜血。 只有少部分能抵挡住江浩的阴波攻击, 不过尽管如此, 依旧也不好受。 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 江浩身体化作了一道残影, 直奔这些保镖。 碰, 碰, 碰。 江浩没有任何手下留情, 拳头每一次落下, 几乎都能带走一人。 只有三阶觉醒者, 才能抵挡住他的攻击。 很快, 江浩便被那十五位三阶觉醒者给围了起来。 江浩见状, 当即双脚快速移动两步, 随即气沉丹田身体下压, 双手左右晃动, 顿时一阵似有似无的龙银声响起, 猛地向前推出。 响龙十八掌第一势, 抗龙有悔。 无形的气浪自江浩的掌心之中迸发而出。 那十五位三阶觉醒者连忙出手, 只是他们终究低估了江浩降龙十八掌的威力。 无形的气浪与他们碰撞在一起, 虽然没有能打伤他们, 却也将他们震退。 江浩趁机再次施展降龙十八掌, 只听一声声龙银声响彻。 无形的气浪打得十五位三阶觉醒者, 竟然一时之间毫无还手之力。 好。 江浩看准时机, 再次施展出施吼宫。 这一次,十五位三阶觉醒者各个口吐鲜血, 身体连连后退。 江浩见状, 立即施展铃波微步, 打算趁机离开这里。 so! 然而, 就在他刚有所行动的时候, 一道灵力的攻击突然从后方袭来。 江浩连忙侧身躲避, 这才避免了对方的攻击落在自己身上。 回头看去, 只见那位四阶觉醒者,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了这里, 手里更是多出一笔细件。 江浩定睛一看, 这才看出门道, 所谓的细件其实就是藏在拐杖之中的。 咱们之间的战斗还没有开始呢? 你要往哪里走? 中年人一咧嘴, 露出满口大黄牙。 江浩见状也不墨迹, 随即手掌一番, 赤焰剑便出现在了手中。 面对着四阶觉醒者, 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中年人诧异地看了一眼江浩, 储物装备, 还有一把B级武器。 这家伙还真让人意外啊。 中年人的眼神中闪过一抹贪婪, 只要杀了X, 这些东西就都是自己的了。 想到这里, 中年人速度暴增, 直接向江浩攻来。 后方徐靖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同样猜测到了江浩拥有储物装备。 一时间不由暗自后悔, 早知道X有储物装备, 还有B级武器。 他说什么也不会请这个家伙出手的。 B级武器放在市场上那可是大百万的价格, 尽管他不外乎这点钱。 可那个储物装备如果能抢过来的话, 给杨儿用正好。 可这一切都已经与他无关了。 在徐靖这样想着的时候, 江浩与中年人已经激战在了一起。 仅仅刚交手, 江浩便落入了下风。 中年人不仅攻击力强, 力量同样也大得出奇。 江浩只觉得被震的虎口有些发麻, 这让他十分被动, 可他却不敢有半点放松警惕。 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一旦输了, 自己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年人丝毫不给江浩喘息的机会, 戏剑如同毒蛇一般再次向江浩攻来。 江浩连忙用赤焰剑进行抵挡。 可就在这时, 中年人身体一转, 手中的长剑再次向江浩刺了过来。 江浩立即后退, 这才堪堪躲过中年人的攻击。 然而中年人的攻击再次落下, 江浩无奈, 只能被迫反击。 中年人的攻击速度极快, 江浩即便动用暴击, 也只能勉强跟上对方的攻击速度。 这也多亏了他有一把B级武器, 不然还真不一定能抵挡住对方。 第51章 退走 江浩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 自己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才行。 不然继续战斗下去的话, 自己必败无疑。 只是中年人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灵力的攻击如同潮水一般, 疯狂向他攻来。 江浩拼命抵挡, 随着不断与中年人交手, 江浩只觉得自己双手仿佛灌迁了一般, 愈发沉重。 碰! 猝不及防之下, 江浩被中年人一脚踹在了胸口, 直接倒飞了出去, 最终重重在地地上。 顾不上身上的伤势, 江浩一个鲤打挺, 身体迅速从地上站起。 而就在这时, 中年人的攻击再次落下。 仓促之下, 江浩连忙抵挡, 但终究还是慢了半拍。 中年人的细剑直接刺入了江浩的手臂之中, 鲜血飞剑。 江浩闷哼一声, 不等他反应过来, 中年人一技飞踢, 重重甩在了他的脑袋上。 江浩双腿一软, 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刚才的沉重一击, 差点江浩昏过去。 好在江浩凭借着顽强意志力坚持住了, 同时也在脑海中想到了一个计划。 既然正面战斗自己打不过对方, 那就要想个迂回的方法。 中年人一边说着, 一边走向了江浩, 一接觉醒者, 能够与我过这些招? 你足以自傲了。 然而任何人都没注意到, 江浩手中多出了几个小药瓶, 正在悄悄往嘴里倒。 不过可惜, 一接终究只是一接。 中年人来到江浩身边, 用细剑在江浩身上对了对。 顿时江浩身上多出了几个血洞, 不过江浩硬咬着牙没有动。 他再等, 等一个让中年人彻底放松的机会。 白侠这B级武器了, 放在你手里太浪费了, 还是交流吧。 中年人蹲了下来, 对于江浩这把赤焰剑, 他眼馋不已, 他如今用的武器也才不过D级的武器而已。 眼前这个一接觉醒者用的竟然是B级武器。 从来到这把武器开始, 他就已经认定了这把武器是他的了。 哦对了, 还有你身上的储物装备, 说着, 中年人便伸手去拿江浩的赤焰剑。 好。 江浩猛地抬头, 施展出了被暴击加持的施吼弓。 中年人猝不及防下, 身体一正。 江浩剑撞, 手一抬, 赤焰剑直奔中年人的喉咙。 而就在赤焰剑即将落在中年人喉咙的时候, 中年人突然动了起来, 手中细剑一挑, 将江浩的赤焰剑抵挡下来。 哼, 你倒没感受到你在暗中运用能量吗? 中年人冷笑一声, 江浩手掌一拍地面, 身体直接一跃而起, 躲避来了中年人的攻击。 随即手掌一抖, 赤焰剑周身, 瞬间燃烧起了火焰。 中年人见状眸子一眯, 他没想到, 这把B级武器, 竟然还有这种能力。 不过这把武器越诡异, 他就越喜欢。 不等他多想, 江浩已经杀了过来。 这还是江浩第一次主动出击呢。 中年人露出不屑的神色, 当即迎了上去。 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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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碰撞声不断响起。 江浩仿佛疯了一般, 丝毫不退, 与中年人硬碰硬。 纵使身上已经多出了很多伤口, 鲜血不断顺着伤口流淌出来, 江浩依旧不管不顾。 好! 就在中年人准备下杀手的时候, 江浩突然变招, 收回赤焰剑, 嘴巴猛地张开。 中年人身体不受控制地, 被震得后退了两步。 江浩剑撞, 立即施展出了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第一事, 抗龙有悔。 降龙十八掌第六事, 突如其来。 降龙十八掌第十二事, 石城六龙。 不给中年人反应的机会, 江浩一口气将降龙十八掌施展了一遍。 强劲的气浪没有一个落空, 全部落在了中年人的身上。 饶氏强如中年人, 也被打得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见状,江浩眼前一亮, 不过他并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转身就跑。 虽然他将对方打伤了, 可同样也彻底激怒了对方。 如果这个时候继续出手的话, 势必会承受对方愤怒攻击。 眼下最正确的做法, 就是跑。 趁着现在, 赶紧离开这里。 徐静连忙大喊, 该死的, 快点追, 别让X跑了。 他好不容易被堵住江浩的, 如果这都让对方跑了, 他以后再想对付对方, 就不容易了。 侥幸活下来的那些保镖, 闻言连忙追了上去。 只是他们的速度比起江浩, 实在太难了。 这让徐静气愤不已。 放心吧, 他跑不了的。 中年人这时候, 已经回过神来。 冷冷地说了一声, 身体直接化作了一道流光, 迅速向江浩追去。 这一次, 他是真怒了。 他堂堂四阶觉醒者, 竟然被一个一阶觉醒者打伤了, 简直就是耻辱。 他已经决定了, 这一次, 他不会再给对方任何机会, 他要将对方碎尸万段。 徐静带着人紧跟其后, 今天他必须要弄死X。 江浩察觉到, 身后追过来的中年人, 心中不由一礼。 他已经将灵波微部催动到了极致, 甚至也动用了暴击, 竟然还是无法摆脱掉对方。 江浩一边跑, 一边从系统空间中取出药剂, 什么治疗药剂, 恢复药剂, 拼命地往嘴里灌。 终于在消耗了七瓶药剂后, 他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速度也再次提升了一些。 不过眼下, 依旧没有能够彻底摆脱掉那个中年人。 好在江浩终于跑出了徐静封锁的这条街道了, 他迅速跑向人群之中。 周围人看到江浩浑身是血, 不由一惊, 纷纷躲避江浩, 更有甚者直接打电话报了警。 看着不断在人群中穿梭的江浩, 中年人脸色一沉, 随即一咬牙, 直接向江浩追去。 两人一前一后, 在人群中不断穿梭, 立即引起了众人的恐慌与不安。 该死的, 还真是穷追不舍。 感受到身后中年人的气息, 江浩心中暗骂一声。 恰巧这时他看到一个商场, 没有迟疑, 江浩直接拐了进去。 人越多越安全, 他不信自己, 还摆脱不掉那个家伙了。 就在这时, 刚好电梯打开了, 江浩直接钻了进去, 然后迅速关上了电梯。 他把所有楼层几乎都按了一遍, 不过在第二层的时候, 他就出来了。 随即, 他走进了洗手间。 第52章, 追杀令。 江浩走出商场, 刚好与那位中年人迎面相遇, 不过江浩却丝毫不慌。 因为他已经摘下面具, 并且换了一套衣服。 果不其然, 江浩与中年人擦肩而过, 中年人并没有发现他。 不过在江浩走过去后, 中年人突然停下了脚步, 猛地回头看向江浩。 江浩瞬间感觉背后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硬撑着自己没有回头, 一副淡定自若地往前走。 过了好半晌, 中年人这才收回了目光, 脸上却充满了疑惑。 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那名青年给他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终于感受不到了中年人的目光, 江浩这才松了一口气, 走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拿出手机, 渴了一眼审梦里给他发的位置, 这才离开。 什么情况了? 徐靖找到中年人。 中年人脸色难看, 跟丢了。 他堂堂四阶觉醒者, 追杀一个一阶觉醒者, 竟然都能跟丢了。 这传出去的话, 绝对会让人笑掉大牙。 徐靖闻言不由带眉微醋, 不知道为什么, 他又总感觉, 这一次没有杀了X, 将来他一定会后悔的。 就在这时, 警卫司的人赶了过来, 立即将中年人给围了起来。 中年人脸色一沉, 本来心情就不好。 眼下这些警卫司的人, 竟然还过来找麻烦了。 好在徐靖手机眼快, 拦下了中年人。 中年人可以不在乎警卫司, 可他不行。 他亲自跟警卫司的人解释了一下, 并且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秦魏司这才离开这里。 与此同时, 江浩重新戴上了面具, 换回了刚才的衣服, 来到了沈梦里的住处。 沈梦里的住处虽然不是苏家, 白家那种特别豪华的地方, 却也是寸土寸金的小区。 这里的别墅都是独门独院的, 有点类似英德才情人住的那种别墅。 不过, 这里可比英德才情人住的地方好多了。 江浩过来的时候, 沈梦里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他看到江浩这副狼狈的模样一惊。 你怎么样了? 没事吧? 江浩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没事, 东西我给你放哪儿? 别看他衣服上都是血, 他的上枣就好了。 你跟我进来吧, 我这有房间可以存放这些东西。 确认江浩确实没事, 沈梦里带着江浩走了进去。 江浩把这些血狐尸体弄出来后, 本想直接走的, 却被沈梦里叫住了, 非要让他喝杯水再走。 江浩无奈, 只能喝杯水, 这才离开。 江浩回到宾馆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他没有惊动父母, 直接回到了自己房间中。 洗了个澡, 江浩坐在床上, 开始想着今天的事情。 不得不说, 他还是低估了白价, 没想到, 他们竟然连四阶觉醒者都能请到。 还好今天他机灵, 这才逃出来。 不过下一次, 他是就不一定能有这么好运了。 看来, 自己要谨慎一些了。 经过了今天的事, 也算给他敲响了一个警钟。 他的实力在真正的高手面前, 根本算不得什么。 自从觉醒以后, 这段时间他确实有些膨胀了。 看来, 他要好好地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才行。 接下来的两天, 江浩都十分地老实, 甚至连宾馆都没有出。 直到第四天一早, 他这才离开宾馆。 不过, 他并没有直接去轮陷区, 而是前往了黑市。 黄兴山已经在黑市这边等他了。 他离开宾馆后, 就给黄兴山打去了电话。 先生, 你怎么大摇大摆地就过来了? 看到江浩如此明目张胆地进入黑市, 黄兴山被吓了一跳。 怎么了? 黄兴山低声道, 你不知道? 白家已经对你下了追杀令了, 赏金更是达到了五百万。 江浩文言眉头一皱, 白家这是真要跟自己不死不休啊。 先生, 一会你还是抓紧离开吧, 免得被白家堵到。 江浩点了点头, 现在他确实不适合跟白家硬碰硬。 见江浩点头, 黄兴山松了一口气, 他就怕江浩会不听劝, 非要我行我素。 当即, 他带着江浩走进了黑市。 在黄兴山的带领下, 江浩将手中没用的武器全部卖了出去, 包括那对堂刀, 只留下了赤焰剑与几个武器应急用。 这一次, 他收获不错, 足足卖了174万金币。 跟黄兴山打了一声招呼, 江浩便离开了黑市, 直奔沦陷区。 他不幸, 自己去了沦陷区, 白家还能找到自己。 进入沦陷区之前, 江浩给肖玉芬打去电话, 告诉他自己这段时间比较忙, 先不回宾馆了。 肖玉芬虽然有些担心, 却也没有阻拦。 其实, 以江浩如今的存款, 已经购买一套普通的住宅了。 可他不想这样, 既然要买房子, 自然要买好一些的, 不说像沈梦里那种豪华别墅, 最起码也要像英德才情人住的那种别墅才行。 进入沦陷区后, 江浩便开始寻找沼泽地。 路上遇到的不长眼的魔物, 全部被他击杀了。 沦陷区对于别人来说, 或许只是个提升战斗力, 完成任务的地方。 可对于江浩来说, 这可是遍地的黄金。 除了那些零尖魔物对他没有任何帮助以外, 他每击杀一只一尖魔物就相当于获得一万金币, 二尖魔物更是五万金币。 就更别提更加高级的魔物了。 三个小时后, 江浩终于找到了一处沼泽地。 这个沼泽地不小, 足足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周围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沼泽之中更是不断还冒着气泡。 在沼泽的上空, 还有种一层薄薄的雾气。 江浩细心地打亮着眼前这片沼泽, 虽然没有进入其中, 但他依旧感受到了这片沼泽之中拥有很多魔物在其中。 嗯? 突然, 江浩感觉到盈盈有些头晕的感觉, 不由眉头一皱。 看来这个沼泽有毒。 不过江浩并没有惊慌, 他手掌一番, 顿时一瓶蓝色的药剂出现在手中。 蓝色药剂赫然是解毒药剂, 这种药剂系统空间还有三十多瓶。 没有丝毫犹豫, 江浩直接将其一饮而尽。 几乎瞬间, 沼泽中的毒气给他带来的难受感觉便消失一空。 看着眼前这片沼泽, 江浩心中有了个计划, 他不可能进去沼泽去找那些鳄鱼, 所以必须想办法将它们引出来。 至于办法, 他已经想好了, 说起来这还要感谢白家。 若是没有白家的三车物质, 他还想不到这个方法。 当即, 江浩将储物袋拿了出来, 将里面那些器官倒出一部分。 而后他躲在了一处隐秘的地方, 净等沼泽之中的魔物出来。 第53章 铁甲鳄鱼 果不其然, 浓郁的血腥味, 很快就引出了一些魔物。 这些魔物各种各样, 青蛙, 蜥蜴什么种类的都有。 但唯独竟然没有鳄鱼, 这让江浩有些不适滋味。 怎么情况? 莫非这片沼泽之中, 没有鳄鱼? 就在江浩疑惑之际, 那些魔物已经开始吃那些器官了。 江浩缓缓从藏身之地走了出来, 虽然没有引出鳄鱼, 但这些魔物可不能放过。 见到江浩, 那些魔物先是一愣, 随即立即向江浩扑了过来。 一个个口中, 发出兴奋的吼声。 吼。 江浩也没有客气, 直接施展出了施吼弓, 恐怖的吼声, 瞬间如同潮水一般向四周翻涌。 刹那间, 那些二阶以下的魔物直接被秒杀, 也有三阶魔物继续向江浩冲了过来。 江浩手掌一番, 赤焰剑立即出现在手中。 不多时, 那些三阶魔物也浑身是血的倒在了地上。 而就在这时, 沼泽之中突然传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 江浩抬头看去, 只见沼泽翻腾, 下一秒一只只足有小汽车大小的鳄鱼从中走了出来。 二阶魔物, 铁甲鳄鱼。 终于等到你们了。 看着这些铁甲鳄鱼, 江浩嘴角上扬露出一抹冷笑。 铁甲鳄鱼一身皮肉刚硬如铁, 故此被称为铁甲鳄鱼, 就是不知道沈梦里要不要这类的鳄鱼。 江浩大致看了一眼, 这些鳄鱼足有十多只。 不管沈梦里要不要, 直接将其弄死就是了。 没有丝毫迟疑, 狮吼宫再次施展出来。 这些二阶的铁甲鳄鱼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很快便被他给解决到了。 江浩拿出储物袋, 刚要将这十三只铁甲鳄鱼收起来的时候, 沼泽之中再次沸腾起来。 紧接着, 三只三阶铁甲鳄鱼从中走了出来, 直奔江浩。 江浩见状眉头一挑, 看样子, 这些铁甲鳄鱼是盯上自己了, 之前是二阶, 现在是三阶, 那一会是不是还有四阶的铁甲鳄鱼? 想到这里, 江浩脸色凝重了一些。 三阶他不怕, 可四阶他就没有什么胜算了。 快速将那些二阶铁甲鳄鱼尸体收起来, 江浩准备速战速决, 抓紧解决掉这些三阶铁甲鳄鱼后, 立即离开这里, 免得被四阶魔物追杀。 四阶魔物可比四阶觉醒者强多了。 降龙十八掌第一势, 抗龙有悔。 为了速战速决, 江浩一上来就施展了降龙十八掌。 龙银声不断自他身体之中传出, 随即一道道无形气浪从他掌中迸发出来。 随着江浩最近不断施展降龙十八掌, 他对于降龙十八掌也愈发地熟练了。 很快, 十八掌便全部施展出来。 然而, 十八掌虽然全都施展出来了, 却并没有杀掉这些铁甲鳄鱼。 只是让这三只三阶的铁甲鳄鱼受了一些伤。 同时, 这也激发了铁甲鳄鱼的凶性, 迅速来到了江浩身前, 张开血盆大口便向江浩咬来。 铁甲鳄鱼虽然是三阶魔物, 却依旧没有摆脱鳄鱼的特性, 移动起来的速度并不快。 好。 江浩见状, 直接再次施展出了施吼弓。 三只三阶铁甲鳄鱼身体一顿, 在恐怖的鹰波攻击下, 它们也极为不好受。 坚硬的皮甲可以增强了它们的防御力。 这也是为什么江浩刚才一套降龙石巴掌下来, 却没有能够杀死它们或者让它们重伤的原因。 可坚硬的皮甲只能保护它们的皮外伤, 却无法保护它们的内伤。 降龙石巴掌虽然强, 但目前江浩能够发挥出的威力有限。 可施吼弓就不一样了, 施吼弓不仅是终极神级武学, 更是鹰波攻击, 完全无视表面的防御。 很快, 三只三阶铁甲鳄鱼便口吐鲜血气息萎靡了下来。 江浩见状, 立即再接再厉, 再次施展出了施吼弓。 连续两击施吼弓, 瞬间让三只铁甲鳄鱼领了盒饭。 吼。 突然沼泽之中传出一道吼声, 紧接着江浩就看到, 一只身上长满尖刺, 体型足有一辆大挂车那么大的铁甲鳄鱼, 从沼泽之中爬了出来。 四阶魔物, 铁甲鳄鱼。 看着这只四阶的铁甲鳄鱼, 江浩只觉得头皮发麻。 迅速收起了三只铁甲鳄鱼的尸体后, 想也没想, 转身就跑。 那只四阶铁甲鳄鱼健壮, 立即向江浩追了过来。 周围的大树全都被四阶铁甲鳄鱼庞大的身躯给撞倒。 江浩顾不上这些, 迅速向远处掠去。 只是他还是有些低估了这只四阶铁甲鳄鱼, 他原本以为对方最多追了一回, 追不上了就会放弃。 结果没想到, 这只四阶铁甲鳄鱼穷追不舍。 虽然速度不如自己, 可自己却也没办法甩开对方, 就这样在后方死死地追着自己。 他娘的, 要不要这么拼命, 不就是杀了你几个童族吗? 至于吗? 江浩边跑, 便在心里暗骂。 只可惜这只四阶铁甲鳄鱼根本听不到, 不过就算听到了, 估计也不会放弃追杀江浩的。 如此跑了大约几公里, 江浩依旧没有摆脱掉对方。 眼见在外围逃脱无望, 他无奈, 只能咬牙往沦陷区的深处掠去。 虽然江浩知道, 沦陷区的深处很危险, 可眼下摆脱掉身后, 这只大家伙才是首要的。 不知不觉间, 江浩来到了到处都是破败的房屋这边。 具体位置他也不清楚是什么地方, 不过看周围的残垣断壁, 可以看得出, 这里在三百年前应该是某个城镇的中心。 然而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铁甲鳄鱼已经追了过来。 江浩只能咬着牙继续深入。 这只四街铁甲鳄鱼依旧紧随其后。 好。 就在这时, 一道咆哮声突然响起, 江浩连忙停下脚步。 随即, 他就看到远处, 一道黑影正在急迟而来。 很快黑影来到了这里, 江浩也终于看清楚这道黑影的真容不由心中一领。 四街魔物, 狂暴黑熊。 江浩看着普通小山般的狂暴黑熊, 江浩向一旁移动了两步。 确认狂暴黑熊没有看自己, 这才放心不少。 此刻狂暴黑熊确实没有看他, 而是看向了入侵到这里的铁甲鳄鱼。 铁甲鳄鱼也看向了狂暴黑熊, 目光中充满了警惕。 实力达到四街后, 他们都有了很强的领地意识。 因此, 轻易他们是不会离开自己领地, 领取其他魔物领地的, 否则都会被当作挑衅行为。 之前铁甲鳄鱼就顾得追杀江浩了, 根本没注意到这里是狂暴黑熊的领地, 不然他也不可能直接冲进来。 看着大眼瞪小眼的两只魔物, 江浩不由心中着急。 你们倒是打呀, 你们打起来了, 我就有机会逃走了。 四世听到了江浩心中所想, 狂暴黑熊咆哮一声, 便直接向铁甲鳄鱼冲了过去。 第五十四章, 狂暴。 看到两只巨兽打了起来, 江浩连忙跑到了一旁。 两只四阶魔物的战斗鱼波 都能轻而易举地弄死自己。 他可不想自己就这么死得不明不白。 不过他也并没有直接离开这里。 看着激战的两只魔物, 江浩决定做回老六。 看看能不能捡到一些好处, 这可是四阶魔物。 如果击杀了一位, 自己就能得到一把C级武器。 C级武器放在市场上, 可是将近百万的价格。 富贵险中求, 冲着这价格就值得自己冒险一次。 江浩躲在了一个石墙后面, 随时准备出手偷袭。 这两只魔物战斗十分理解, 并没有什么花哨的攻击, 全都是凭借着本能在战斗。 可即便如此, 依旧有很强的破坏力。 周围的树木残垣断壁, 在两只巨兽的战斗下纷纷被打碎。 说起来, 这两只魔物都是属于那种力量型的魔物。 狂暴黑熊每一次攻击落在铁甲鳄鱼的身上, 都会传出沉闷的响声。 相比于狂暴黑熊, 铁甲鳄鱼就显得有些落入下风了。 莫办法, 虽然铁甲鳄鱼的体型庞大, 可四肢短小, 根本发挥不出作用。 唯一的攻击方式就是撕咬。 千万别小看铁甲鳄鱼的撕咬, 因为是鳄鱼类的魔物, 它们都会本能技能死亡翻滚。 一旦被铁甲鳄鱼咬到, 再施展死亡翻滚, 后果可想而知。 而狂暴黑熊似乎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格外注意铁甲鳄鱼的嘴, 身形不断在铁甲鳄鱼的身边变换, 不让铁甲鳄鱼咬到自己。 也正因为如此, 让铁甲鳄鱼陷入了被动之中。 江浩躲在暗中, 偷偷观察着两只魔物的状态, 一时间也看不出究竟谁能赢。 最好这两个家伙能够斗得两败俱伤。 看了一会, 见这两只家伙短时间内, 还无法分出胜负。 江浩便收回了目光, 而是打开了自己的系统空间, 查看一下自己的收获。 他目前为止, 算上那些铁甲鳄鱼, 已经击杀了将近40多只魔物了, 其中三间魔物就有三只。 很快, 江浩看到了自己的收获。 各种各样的武器都有, 然而唯一让自己意外的是, 在这些武器中, 竟然多出了十几件黑色的衣服。 江浩立即查看这些衣服信息。 鳄鱼未假, 系统出品一级武器, 穿在身上不尽冬暖夏凉, 还可以增加使用者10%的防御力。 江浩眉头一条, 没想到还有这种防御性的衣服。 最主要的是这个是套装, 不仅有衣服, 还有裤子, 并且都是长袖, 穿在衣服内完全看不出。 江浩有看了一眼其他衣服, 这些衣服摆明了是他击杀那些铁甲鳄鱼得到的。 他知道一级武器对应着二戒魔物, 那么这里面应该还有三套地级的鳄鱼胃甲。 果不其然, 江浩从中找到了这三套地级鳄鱼胃甲。 犹豫了一下, 江浩拿出一套快速给自己换上。 这衣服穿在身上跟没穿一样, 如果不看的话, 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看着表面如同鳄鱼皮一样的衣服, 江浩有些爱不释手。 有了这个衣服, 自己的防御也会增加不少。 突然想到了什么, 江浩将目光看向了正在激战的铁甲鳄鱼。 如果自己把这个家伙也给弄死的话, 岂不是说自己就拥有了一套C级的防御衣服了? 若是这样的话, 自己再次遇到那位四阶觉醒者, 就算不敌, 对方也奈何不了自己了。 想到这里, 江浩眸子微眯, 打定主意, 必须弄死这只铁甲鳄鱼。 此刻, 铁甲鳄鱼与狂暴黑熊已经战斗到了白热化阶段。 在狂暴黑熊的攻击下, 铁甲鳄鱼已经浑身是血了。 虽然它身上的皮肤如同钢铁一般, 可狂暴黑熊也不是吃素的。 它的熊掌虽然不如狮子, 老虎这类魔物锋利, 却也不是一般魔物能扛得住的。 再者, 它特有的大力, 更是让很多魔物望而生畏。 铁甲鳄鱼能够与狂暴黑熊激战到这种程度, 已经足以自傲了。 碰! 猝不及防之下, 铁甲鳄鱼被狂暴黑熊一掌拍在了脑袋上, 整个身体重重地趴在地上。 嘴角鲜血直流, 不知道是死是活。 看到这一幕, 姜浩眸子微眯, 身体微微攻起, 随时准备出手。 它可不能让铁甲鳄鱼死在狂暴黑熊的手里, 不然它可就得不到鳄鱼喂假了。 此刻在它眼中, 铁甲鳄鱼的价值比狂暴黑熊高多了。 不能等下去了。 姜浩一咬牙, 它已经做好了硬抗狂暴黑熊, 抢夺铁甲鳄鱼致命一击。 就在姜浩要出手的时候, 刚才已经奄奄一息的铁甲鳄鱼突然爆起。 这让正准备杀死铁甲鳄鱼的狂暴黑熊吓了一跳。 它刚要后退, 可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铁甲鳄鱼张开血盆大口, 猛地一口咬在了狂暴黑熊的左侧前肢上。 紧接着, 令人闻风丧胆的死亡翻滚开始了。 好! 狂暴黑熊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想要挣扎, 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姜浩心有余悸地看着这一幕, 虽然被死亡翻滚的并不是他, 可他依旧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同时他也在心里暗自庆幸, 还好自己没有冲动, 不然被咬的就很有可能是自己了。 姜浩压制下心中的悸动, 重新观察起来。 铁甲鳄鱼都保留了后手, 他不信狂暴黑熊会没有后手。 而就在姜浩刚刚这样想着的时候, 狂暴黑熊怒吼一声。 随即在姜浩诧异的目光下, 就看到狂暴黑熊身体扩大了一圈, 双眼也变得心红起来。 看到这一幕, 姜浩突然想起来, 上课的时候, 老师给他们讲过, 狂暴黑熊的主要能力, 或者说真正的能力就是狂暴。 一旦进入狂暴状态后的狂暴黑熊, 绝对是同级之中无敌, 同级之上更是一换一的存在。 所以, 想要对付狂暴黑熊只有两个方法。 一种是在狂暴黑熊进入狂暴状态之前杀了他, 另一种是托。 狂暴黑熊的狂暴状态并不能一直维持, 是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只要托到狂暴黑熊从狂暴状态中退出来, 狂暴黑熊就会进入虚弱状态。 而这个时候, 就是解决狂暴黑熊的最佳时机。 此刻, 狂暴黑熊已经挣脱开了铁甲鳄鱼的束缚。 嗯, 严格地来说, 是铁甲鳄鱼已经将狂暴黑熊的左侧前肢给咬了下来。 好, 狂暴黑熊愤怒地咆哮一声, 也顾不上左侧断肢在流血, 直接向铁甲鳄鱼发起了疯狂攻击。 而铁甲鳄鱼同样也不是吃素的, 立即开始疯狂地反击, 很快他便再次咬住了狂暴黑熊的右侧前肢。 只是这一次, 不等铁甲鳄鱼施展死亡翻滚, 就被狂暴黑熊给猛地抬起, 随即重重摔在了地上。 第55章 天无绝人之路 碰! 沉闷的声音响起, 就算江浩听到都感觉到了疼。 更别说铁甲鳄鱼了。 在江浩的注视下, 黄暴黑熊似乎抓住了铁甲鳄鱼的挂钩, 让铁甲鳄鱼无法将他的右侧前肢吐出来。 而他则不停地举起铁甲鳄鱼, 一遍遍摔在地上。 很快地上就出现了一道深坑。 看着铁甲鳄鱼挣扎越来越小了, 江浩心中一领, 知道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万一铁甲鳄鱼被杀了, 那可就麻烦了。 想到这里, 江浩不再迟疑, 直接窜了出去。 看着出现的江浩, 黄暴黑熊怒吼一声, 猛地一甩, 直接将铁甲鳄鱼甩向了江浩。 江浩健壮, 脸色顿时一喜。 好。 江浩头顶上空, 迅速浮现出一个透明的狮子头。 恐怖的音波攻击瞬间席卷而出。 铁甲鳄鱼首当其冲, 他虽然察觉到了危险, 可此刻根本没有能力躲避。 最终在不甘的目光下, 铁甲鳄鱼生机断绝, 最终重重地落在江浩的脚下。 江浩嘴角上扬, 原本他以为自己还需要费一番力气呢。 没想到, 既然这么简单, 就达到了目的。 好。 就在江浩欣喜的时候, 狂暴黑熊猛地向江浩扑了过来。 江浩瞳孔皱缩, 连忙用储物袋将铁甲鳄鱼的尸体收起来后, 头也不回地向远处跑去。 正常状态下的狂暴黑熊他都惹不起。 更别说狂暴状态下的狂暴黑熊了。 江浩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可依旧无法摆脱掉狂暴黑熊。 不仅如此, 他们之间的距离更是越来越近了。 江浩见状心中暗自着急, 这个该死的家伙, 干嘛非追自己不放? 砰。 突然, 身后恶风来自。 江浩来不及查看情况, 下意识躲避, 就看到一颗巨大的石头, 从自己的后方掠出, 直接重重地砸在了他刚才前进的路线上。 这一幕看得江浩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不用想都知道, 这肯定是狂暴黑熊丢过来的。 这若是落在自己身上, 只怕自己就算不死, 也绝对会中伤。 好。 狂暴黑熊的怒吼声不断响起, 疯狂向江浩追来。 同时不断攻击江浩, 试图将江浩逼停下来。 好在江浩反应得够快, 不然指不定会被这些攻击砸中了。 然而虽然如此, 江浩的速度还是被影响到了。 感受到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狂暴黑熊, 江浩也不由有些着急。 狂暴状态下的黑熊, 绝对能虐自己跟虐孙子一样。 可就在这时, 狂暴黑熊已然来到了江浩身后, 不给江浩任何反应机会, 谨慎的右侧前肢猛的一巴了。 江浩直接失去了平衡, 身体连滚带爬地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 好在他穿着鳄鱼胃甲呢, 虽然在意多处被划破了, 但身上其余地方一点伤都没有。 就是沾染了不少灰土, 显得有些灰头土脸的。 江浩顾不上疼痛, 迅速从地上爬了起来。 狂暴黑熊这时已经再次来到了江浩身前, 同时一掌拍出直奔江浩的脑袋。 江浩身体连忙后退, 手掌一番赤焰剑迅速出现在手掌之中。 虽然他清楚自己不是狂暴黑熊的对手, 但让他坐以待毙是绝对不可能。 赤焰剑在手, 江浩直接猛地挥剑向狂暴黑熊的熊掌斩去。 碰! 沉闷的碰撞声响起, 江浩只觉得整条右臂都发麻了, 差点就握不住剑了。 不等江浩缓过来, 狂暴黑熊再次发起了攻击。 好! 江浩见状, 头顶上浮现出透明的狮子头, 随即狮吼弓施展出来。 震耳欲聋的吼声, 直接将狂暴黑熊笼罩在其中。 然而屡试不爽的狮吼弓, 今天竟然在狂暴黑熊的面前失去了作用。 面对着狮吼弓, 狂暴黑熊似乎一点反应都没有。 狂暴黑熊的硕大熊掌直接落下, 江浩瞬间被拍飞了出去。 噗! 江浩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身体重重压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 咔嚓! 直径足有五米的大树, 应声而断。 江浩只觉得自己的腰都快断了, 剧烈的疼痛, 让他痛苦不已。 试验剑更是已经脱手而出, 掉在了不远的地方。 与此同时, 狂暴黑熊已经来到了江浩身前, 抬起熊掌再次向江浩拍去。 江浩虚弱地看着狂暴黑熊, 想要站起来却一点力气都没有。 今天就要交代在了吗? 想到这里, 江浩不由摇头苦笑。 一时间他脑海中想了很多, 但绝大部分都是父母的一拼一笑。 爸妈对不起了, 以后不能给你们惊笑了。 江浩缓缓闭上眼睛, 眼下他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想法了。 面对狂暴状态下的狂暴黑熊, 他也只能等死。 碰! 突然, 一道沉闷的响声响起, 江浩身体一缩, 然而想象中的狂暴黑熊会攻击自己并没有发声。 江浩不由一愣, 随即睁开眼睛一看, 不由神色古怪起来。 只见狂暴黑熊趴在了自己身前, 浑身气息萎靡到了极点。 看到这一幕, 江浩不由笑了起来。 同时,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他原本以为自己死定了, 结果没想到峰回路转。 关键时刻, 狂暴黑熊的狂暴竟然到时间了。 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江浩手掌一番, 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治疗药剂, 体力药剂以及恢复药剂, 将其全部喝了下去。 瞬间他身上的伤势便恢复了一大半。 江浩从地上站起来, 黄暴黑熊看到眼前这个人类, 刚才还一副虚弱要死的样子, 没想到转眼间就变得生龙火虎的了, 不由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不过他也意识到了, 自己的危险处境, 当即挣扎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随即一蹶一拐地向自己领地走去。 尽管他行动缓慢, 可他并没有放弃。 看着狂暴黑熊的背影, 江浩眸子微眯, 随即手一招, 远处的赤焰剑立即重新飞回了他的手中。 而后江浩走向了狂暴黑熊。 虽然此刻狂暴黑熊的状态有些狼狈, 又有些落寞, 可江浩却没有任何怜悯。 他很清楚, 如果不是狂暴黑熊的狂暴到时间了, 刚才自己就已经死了。 如今只不过是风水轮流转而已。 更何况人类与魔物, 本就是不死不休的存在。 第56章 心碎的感觉 转眼过去了七天, 这七天江浩一直都待在沦陷区。 虽然一个人待在这里, 可他却一点没有感到孤单。 每天不是在战斗, 就是在前往战斗的路上。 而经过了这七天, 他也终于将神梦里的任务完成了。 他一共收集了五种鳄鱼类魔物, 除了铁甲鳄鱼以外, 还找到了血精鳄鱼, 养子鳄, 岩鳄, 以及一种极为罕见的空间细鳄鱼, 名为断空兽。 断空兽只有一只, 通体雪白, 一看就是非常珍贵的。 而自己, 在击杀了断空兽后, 又获得了一件储物装备, 这一次是一个腰带。 任务虽然完成了, 不过江浩却没准备立即离开。 反正他与沈梦里的约定, 还有半个多月呢, 因此也不着急, 立即回去。 江浩盘算了一下自己这七天的收获, F级武器获得了60件, E级武器获得了54件, D级武器获得了18件, C级武器获得了2件。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药剂, 足够自己挥霍一段时间的了。 这一次自己的收获可以说非常丰富, 少说也有300多万, 加上自己手里的存款, 已经差不多购买一个别墅了。 不过这样还远远不够, 除了买别墅以外, 江浩还准备给老爸买个车, 同时还要留下足够的生活费, 自己上大学的各种费用。 这些该准备的都要准备好了。 三天后, 江浩离开了沦陷区, 直奔黑市。 他已经率先联系了黄兴山, 要将自己获得的武器全部卖了出去。 先生, 你还真是有手段啊。 一看到江浩, 黄兴山立即笑道。 江浩一愣, 怎么了? 你不知道。 黄兴山诧异地看了一眼江浩, 确认江浩确实不知道, 这才开口解释。 之前, 我不是说白家已经下达追杀令了吗? 结果, 在你离开后不久, 咱们龙城赏金工会会长, 亲自站出来, 替你说话。 表示谁敢对付你, 就是与赏金工会为敌, 并且强烈要求白家撤掉对你的追杀。 听到黄兴山会声会色的讲述, 江浩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心中不由有些诧异, 他对于龙城赏金工会会长有些印象。 没想到, 刘景龙竟然会为自己出头。 这可是个大人情。 他原本以为白家没有找自己麻烦, 原来是刘景龙帮自己摆了这一切。 白家就这么听话, 真的撤掉了对我的追杀令。 黄兴山意味深长地说道, 先生, 你还是低估了赏金工会的力量, 别说是白家了, 就算是龙城的苏家, 也不敢小瞧赏金工会。 当然了, 白家不敢明面上对付你, 不过暗地里肯定还会对付你的。 江浩点了点头, 对此他并没有什么意外, 在接触过白家之后, 他就知道白家绝对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存在。 唯一让他震惊的是赏金工会, 看来自己当初听黄兴山的, 真是听对了。 对了先生, 之前你帮我付的医药费, 我已经筹够了, 正好今天还给你。 江浩摆了摆手, 算了, 你当初受伤也是因为我, 钱就不要了。 黄兴山还想要说什么, 却被江浩给打断了。 走吧, 我一会还有事, 把武器卖了, 我就要离开了。 闻言, 黄兴山苦笑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立即带着江浩去卖武器。 说起来, 他还挺好奇的, 他见过X的实力, 知道对方不是强化者, 可为什么某时不时总能弄出一些武器出来呢? 难不成是帮别人卖的? 虽然心里纳闷, 可黄兴山却不敢打听。 他很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 不应该干什么。 在黄兴山的带领下, 江浩轻轻松松换取了400万, 当然储物装备, 还有赤验剑, 以及C级的鳄鱼, 卫甲他都没有卖。 随后江浩这才前往了赏金工会。 江浩按照上次流程提交了任务, 前台这边再次给沈梦里打去电话。 而在江浩等待沈梦里的期间, 刘景龙也得到了前台的通报。 知道江浩过来了, 立即来到了大厅。 X先生,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咱们聊聊。 好啊。 江浩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毕竟人家刘景龙无形之间帮了自己这么大的忙, 这点面子他, 还是要给的。 江浩对前台说道, 一会儿如果雇主过来, 我还没有出来的话, 麻烦帮我跟他说一声, 让他等我一会儿。 好的, 没问题。 前台笑着点了点头。 X先生, 相比事情你已经知道了吧? 办公室内, 刘景龙给江浩倒了一杯茶。 江浩点了点头。 嗯, 我在来之前听我朋友说了, 这一次还真是谢谢会长了。 X先生不用客气, 你既然是咱们龙城赏金工会的一员, 赏金工会自然会保护你的。 刘景龙不在意地笑了笑。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X先生一下, 明枪一朵案件难防, 明面上白家不敢对你怎样, 但还是要小心一些。 江浩点头道, 放心吧, 我会的。 以后会长有什么地方需要用得到我的, 尽管联系我就行。 他的联系方式档案上有, 如果刘景龙想的话, 是可以直接联系到他的。 好好好, 刘景龙对于江浩的回答非常满意。 如果此刻X给他送什么礼物, 他都不会这么开心, 可X的这句话却让他非常开心。 或者说, 他之所以愿意这么做, 就是为了等X这句话呢。 X先生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也可以随时找我, 别的地方不敢说, 但在龙城, 我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 只要X先生不做一些违法犯纪的事情, 我都可以出面帮先生摆平。 江浩客气地说道, 那就多谢会长了。 虽然他不明白, 刘景龙为何对他这么客气, 不过既然对方给自己面子, 他自然也不能服了人家面子。 两人的谈话非常舒服, 聊了一会, 江浩这才离开刘景龙的办公室。 当他回到大厅后, 就看到已经在这里等待着沈梦里了。 只不过此刻不少人围着沈梦里不断搭讪, 看到这一幕, 江浩不由眉头一挑。 不过, 想想也就释然了, 沈梦里这么漂亮, 被人搭讪太正常不过了。 今天的沈梦里换了一身打扮, 一身黑色旗袍将他的完美身材展现得淋漓至近, 脚下是一个黑色的细根长靴。 沈梦里带眉微醋, 似乎被搭讪得有些不耐烦了, 余光突然注意到江浩, 眼前一亮, 立即向江浩快步走了过来。 众人看到这一幕, 皆是有种心碎的感觉。 第57章 顾客是上帝。 这些鳄鱼尸体我非常满意。 没想到你竟然连四阶的铁甲鳄鱼都能杀死, 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看着江浩取出来的鳄鱼尸体, 沈梦里非常满意。 除了那只四阶的铁甲鳄鱼尸体以外, 其余鳄鱼尸体一点伤都没有。 然而最让他震惊的, 还是这只四阶铁甲鳄鱼, 他以为X最多也就带回来一些一阶鳄鱼而已。 没想到不仅有三阶鳄鱼, 甚至就连四阶的鳄鱼都有。 还有那只白色鳄鱼简直太漂亮,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品种的鳄鱼。 江浩摇了摇头, 半真半假地说道, 我也就运气好而已。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刚好经历了大战, 所以我才能有机会杀了他。 对了, 这只白色鳄鱼是什么品种? 你认识吗? 沈梦里没有深究四阶铁甲鳄鱼的事, 而是看向了白色鳄鱼。 这只白色鳄鱼太漂亮, 如果用它的皮制作出来的皮包, 一定会非常漂亮的。 我也不认识, 我是无意间碰到的, 然后我找了一段时间, 都没有再发现这类的鳄鱼。 文言, 沈梦里不由有些惋惜, 如果能够多得到一些这类鳄鱼的话就好了。 不过这样也好, 毕竟物以稀为贵嘛。 你这一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我非常满意。 这一次我给你150万金币, 你看如何。 对此, 江浩没有拒绝, 说实话, 150万金币真不算高, 毕竟这其中的危险太大了, 这也就是自己, 若是换成第二个人, 都不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另外, 我还需要麻烦你一下, 帮我把这些鳄鱼尸体送到我家去。 没问题。 之后, 两人离开了房间, 回到前台, 办理了任务完成, 江浩很快就得到了此次任务的报酬。 临走之前, 沈梦里问道, 你还需要任务吗? 需要的话, 我还可以发布一个。 江浩可以不伤害魔物身体, 而击杀魔物的手段, 让沈梦里非常欣赏, 同时也非常愿意与江浩合作。 先不了, 我最近有点事, 江浩摇了摇头, 他需要好好休息休息, 然后也需要开始研究买房子了。 等这些忙完以后, 他也快要开学了, 所以, 这段时间他不准备去沦陷区了。 沈梦里虽然有些遗憾, 但还是说道, 好吧, 如果你想做任务了, 随时可以联系我, 我可以等你想做任务了, 再发布任务。 好, 等江浩回到宾馆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了。 看到消失了十天的儿子, 终于回来了, 老两口连忙围住江浩, 询问江浩这十天都干什么去了。 突然消失十天, 若不是之前江浩打电话说, 这两天不回来了, 他们真担心江浩会出什么意外。 好在一切都是有惊无险。 江浩这边也解释了好半天, 这才让老两口放心下来。 江浩本想跟父母说明天出去看房子, 不过转念一想, 还是没有说, 他打算给父母知道惊喜。 与父母聊了一会, 江浩这才回到自己房间。 一日, 江浩吃完饭后, 从萧玉芬手中将银行卡要了下来, 就离开了宾馆。 对于房子问题, 他已经有了几个选择, 今天他就准备四处走走看看。 房子是大事, 毕竟不说要住一辈子, 最起码居住地这段时间内不能有什么问题。 同时也要看看环境如何。 很快, 江浩就来到了一个名为 太和小镇寿楼处的地方。 太和小镇是龙城的有名的几处富人小区之一, 这里多是以独栋别墅, 大平层为主。 江浩走进寿楼处, 寿楼员立即露出了微笑。 可当他们看到江浩只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后, 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不见, 也没有人过来招呼他。 江浩见状眉头一皱, 不过却没有说什么, 绕着楼盘模型转了两圈。 随即对一旁的一位女性寿楼员问道, 咱们这里还有多大坪的独栋别墅? 小弟弟, 你确定要买吗? 你要买的话, 姐姐就给你介绍介绍。 如果你只是问问价格的话, 姐姐劝你还是走吧。 女性寿楼员淡淡地瞥了一眼江浩, 眼神中充满了不屑。 他们太和小镇的独栋别墅, 少说也要二百万金币呢。 他不幸眼前这个一身地摊货的青年能买得起。 江浩被女性寿楼员气笑了, 这龙井阁还真是颠大气客啊。 竟然连介绍都不介绍, 就问自己买不买。 怎么, 不买就不能问了吗? 哪有这么做生意的。 这样的太和小镇, 就算自己买了, 怕服务也不能怎么样。 摇了摇头, 江浩也没有与对方理论, 直接转身就离开了。 在哪买不是买, 没有必要在这里受气, 然后还要花钱消费。 看着江浩离开的背影, 女性寿楼员不屑地哼笑一声。 这样上来问东问西, 然后来了一句, 我再看看, 就走了的人他见多了。 离开太和小镇后, 江浩便前往了另一个寿楼处, 龙井阁。 龙井阁与太和小镇差不多, 不过龙井阁主打的就是别墅区, 他们的别墅并不是独门独院的, 而是那种连排别墅。 与太和小镇的待遇差不多, 江浩来到这里后并没有引起重视, 同样没有人接见自己。 就在江浩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名年轻女子走了过来。 你好先生, 有什么能帮助你的? 江浩看了一眼女子, 年龄不大, 应该是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 我想看看房子。 女子热情地介绍, 先生来我们龙井阁就对了。 我们龙井阁都是这种连排别墅, 虽然比不上独栋别墅, 可胜在清静, 比起楼房好多了。 先生, 7号别墅区, 8号别墅区目前都是在寿的状态。 你想要看那个? 周围的几个寿楼员看到, 女子的表现不由撇了撇嘴。 哼, 看到没? 这就是刚入行, 这人一身地摊货, 一看就没钱, 小瑶竟然还这么热情接待。 嘿嘿, 等一会人家看完直接走了, 小瑶就傻眼了。 这样也好, 最起码可以把她身上那股天真净打消磨了。 以江浩的耳力, 自然将那些寿楼员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江浩一脸玩味地看着小瑶, 都很不看好我。 你就不怕我让你介绍完后, 直接离开。 这有什么好怕的, 做生意不就这样吗? 就像买衣服一样, 谁还不是货币三家, 总不能拿过来就买吧。 更何况顾客就是上帝, 能过来是看得起龙井阁, 顾客都没看不起龙井阁呢。 我们又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上帝? 第58章, 怪物。 小瑶的一通话, 让江浩不由有些刮目相看。 同时对于小瑶的服务态度也非常满意。 江浩说道, 这两个别墅区你都带我看看吧。 没问题, 你稍等。 小瑶点了点头, 随即向一旁的经理说了一声。 经理皱眉道, 小瑶, 我劝你还是别理她了。 先不说她这个年龄能不能买起上百万的房子, 单说她一身的摊货, 你觉得她是买得起房子的样子吗? 经理没事的, 反正我带着也没事, 就当熟悉熟悉流程了。 小瑶不在意地笑了笑。 说完, 她便带着江浩离开寿楼处, 去7号别墅区, 8号别墅区那边看看。 先生, 虽然我们这些都是连排别墅, 不过隔音效果你放心, 都是非常好的。 这边就是7号别墅区了, 这里虽然守着道边, 可周围的绿化做得很不错。 上午的采光也非常好。 小瑶说着, 便带着江浩来到了7号别墅区的一个样板间看看。 这里的别墅都是地下一层, 地上三层的规模, 前后这个不大的小院子。 采光效果也还算不错, 不过唯独就是面积小了一些。 之后他们又去了8号别墅区, 这里的面积明显比7号别墅区大了不少。 相比于7号别墅区, 8号别墅区让江浩很满意。 这两个别墅区都是怎么卖的? 小瑶边走边说道, 7号别墅区41平, 每一个别墅都七八百万左右, 8号别墅区属于楼王位置, 因此价格上要贵一些, 每瓶6万一瓶, 最少也需要1000多万。 这么贵? 江浩一愣, 他原本以为自己手里加在一起600多万已经够了, 没想到别说8号别墅区了, 就连7号别墅区都买不起。 小瑶苦笑一声, 先生, 咱们龙井阁是豪华小区, 售价就是这样的, 除非是赏金猎人, 我们才会打折的。 他也觉得龙井阁有些贵得过分了, 可却也没办法, 他只是一个小职工。 不过话说回来, 龙井阁虽然贵, 却也有贵的道理。 不论是小区设施, 还是小区绿化, 在豪华小区之中都算是有名的。 江浩好奇地问道, 赏金猎人能打折? 进行打折。 目前龙城赏金猎人最多也就7折。 7折, 即便是7折, 也需要1000多万呢。 江浩想了想, 然后问道, 龙井阁做分期的话, 需要怎么分期? 小瑶解释道, 分期的话就有很多重了, 可以零首付, 首付30%, 50%都可以。 这样吧, 你给我一个联系方式, 我过两天再过来。 江浩本来想不行就做分期, 但转念一想, 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 分期虽然能让他快速住上房子, 可后续会涉及到还款。 自己没什么事还好说, 可自己上大学以后就不一定有时间了, 所以他还是打算全款买下来, 这样都省事了。 小瑶将联系方式留给了江浩, 两人告别后, 江浩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换好衣服, 戴上面具便直接去了赏金工会。 怎么样小瑶, 我说什么了, 你就不相信, 这回你相信了吧? 经理看到小瑶自己一个人回来, 不由笑道。 小瑶笑了笑没有说话, 他也不确定江浩会不会回来, 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在做无用工, 只是觉得这是自己的本质工作, 带客人介绍房子, 看房子完全是应该的。 你之前说你有任务, 现在还有了吗? 江浩一边赶路, 一边给沈梦里打去电话。 沈梦里有些诧异地看着江浩, 你不是说你最近有事不接任务了吗? 事情出现点偏差, 我钱不够, 所以需要作为任务挣钱。 江浩耸了耸肩, 这样呀, 你需要多少钱? 需要我借你一些不? 江浩摇了摇头, 不用, 我再完成一次任务就差不多够了。 他还没有借钱的习惯, 更何况他与沈梦里不过是合作的关系, 并不熟, 贸然借钱不好。 那行吧。 沈梦里点了点头, 随即继续说道, 我这次的任务不需要魔物, 我要一种名为冰残的窝, 这种冰残我不确定龙城外面的沦陷区有没有, 你确定要接吗? 呃, 那算了吧。 江浩果断拒绝, 他发现, 沈梦里的任务没有几个是正常的, 尤其是这个任务, 估计就算他发布了, 也不会有人领取的。 那这样吧, 你帮我留意一下, 如果碰巧遇到了, 就帮我弄到手, 到时候我额外给你钱如何? 没问题。 江浩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虽然这么做, 挣不到赏金工会的积分了, 也无法得到任务保证。 不过在与沈梦里的合作中, 沈梦里的人品他还是信得过的。 两人挂了电话后, 江浩还没有收起电话,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看着眼熟的号码, 不由眉头一挑, 随即接了起来。 大忙人最近在做什么呢? 一道调侃声从手机的另一头响起。 有事? 怎么?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 手机另一头有些不愿。 我有个任务, 正好还是在龙城, 有没有兴趣合作一下? 江浩眉头一皱, 又是跟你那些朋友? 如果还有那个叫什么丹北的, 还是算了吧? 他没有兴趣跟这种人合作。 秦秦兰说道, 这一次就咱们俩不用去沦陷区, 帮你们龙城警卫司抓一个犯人。 到时候报酬咱们两个评分, 一人一百万金币如何? 对方是什么人? 什么修为? 跟秦秦兰合作, 江浩还是能够接受的。 不过想要合作的话, 他必须了解情况才行。 一个杀手, 任务上写的是四阶觉醒者, 能力是体能者。 江浩没有拒绝, 可以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吧, 明天下午我能到龙城。 我到龙城后, 咱们两个碰的头, 我跟你说一下详细信息。 挂了电话后, 江浩没有了继续去赏金工会的打算, 便打算先回宾馆。 好。 而就在这时, 一道吼声突然从远处传出, 随即江浩就看到不少人疯狂逃窜。 而在他们的身后, 赫然出现了一个人形怪物, 只见这个人形怪物浑身长满了鳞片, 身后还有一条粗壮的尾巴。 这是人? 还是魔物? 江浩打开了鉴别之眼, 但他看清楚对方信息后, 不由一愣。 魔物, 人为何成怪物? 等级, 刺剑, 能力, 火系, 状态, 癫狂, 人为何成怪物? 什么意思? 来不及多想, 这个怪物已经向他这边冲了过来, 江浩连忙转身就跑。 四街的强大他可是知道的, 这个时候可不是成英雄的时候。 第五十九章 试验品, 这个怪物见人就吃, 周围的障碍物更是直接被丢到了马路上, 惹得出现了交通堵塞, 一些倒霉的司机更是没反应过来呢, 前方突然从空中掉下了一辆车, 众人纷纷逃窜, 生怕下一秒自己就成为了怪物的口中时。 江浩也在人群中四处逃窜, 突然他看到怪物走的方向不由停下了脚步。 江浩眼力好, 虽然隔着很远, 可依旧看清楚了, 哪里是个幼儿园, 此刻还有孩子在上课呢? 如果让这只怪物过去的话, 那些孩子必死无疑。 没有丝毫犹豫, 江浩直接向这只怪物掠去。 江浩的举动惹得众人大惊, 他们很想知道, 此人究竟是谁, 竟然这么蠢, 不跑反而向这只怪物, 简直跟找死没什么两样。 好。 江浩催动龙神功,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下, 瞬间化作了一条透明的东方神龙。 怪物被江浩的动静吸引, 视线终于从幼儿园那边落在了江浩的身上。 好。 怪物咆哮一声, 随即目光兴奋地向江浩掠去。 碰。 江浩与怪物碰撞在一起, 顿时只觉得一股聚力袭来, 震得他接连后退。 好不容易稳住身形, 怪物再次袭来, 江浩立即迎了上去。 只是龙神功虽然不弱, 可终究只是初级。 而且他的修为太低, 根本不是怪物的对手, 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看到江浩被打得这么惨, 众人不由摇了摇头。 刚才看到江浩突然化身成透明的东方神龙, 他们还以为这个家伙有多厉害呢。 结果没想到, 竟然是个银枪落象头, 纯粹的中看不中用。 没有本事, 逞什么能呢? 江浩转换成斗转心仪, 恢复了人形状态。 怪物再次向江浩发起攻击。 好。 江浩见状也不再隐藏实力, 头顶上迅速浮现出一个透明的狮子头。 随即恐怖的阴波攻击迅速向四周扩散开来。 周围众人一时猝不及防, 被震得蹊跷流血, 狼狈不已。 意识到江浩的攻击威力太大, 众人连忙躲得远远的, 生怕再被对方的攻击波及到。 在江浩的攻击下, 怪物也感觉到了有些不适。 不过, 它毕竟是四阶的实力。 顶住了江浩的施吼弓后, 已然来到了江浩身前, 一拳挥出直奔江浩的脑袋。 众人看到这一幕, 皆是闭上了眼睛。 在他们看来, 这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已经必死无疑。 可突然沉闷的龙音声响起, 众人一愣, 还以为有强者出手了呢。 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他们以为必死无疑的面具人不仅没死, 反而再次与这只怪物激战在了一起。 有人看热闹不嫌是大, 此刻忘记了恐惧, 直接拿出手机开始录制江浩与怪物的大战。 更有甚者, 直接在社交平台上开启了直播。 对此江浩依然不知道, 此刻他全力施展降龙十八掌。 强劲的气浪不断自掌心中迸发出来, 虽然没有打败这只怪物, 却也成功地将其阻拦了下来。 众人没想到, 江浩竟然这么厉害, 真的凭借一己之力拦住了这只怪物。 而此刻那些通过社交平台看热闹的人, 此刻已经炸开了锅。 我去, 这个戴着面具的人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这么厉害, 与这只怪物打得有来有回。 这该不是有人故意做出来的表演吧。 此话一出, 立即有人不干了。 你放屁, 这是表演, 你没看到周围被破坏的地方吗? 就是, 我们可以保证这些绝对是真的, 因为我们就在人群中看着呢, 这个怪物刚才见人就杀, 如果不是这位神秘人, 他此刻就冲进幼儿园了。 一时间社交平台上的分成了两派, 一派说江浩这是在表演, 什么怪物, 分明是变异者。 弄这一出, 为的就是吸引眼球。 另一派则是支持江浩的, 帮江浩证明, 这是真的。 大家都不要吵了, 我是龙城警卫司的人, 我可以证明这是真的, 我们的人已经干活去了。 很快, 一个自称是龙城警卫司的人, 也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喊话了。 他这个时候不站出来也不行了, 不知名的怪物袭击城市, 他们早就接到了通知, 只是目前还没有抵达而已。 眼下不仅有人出手了, 都有人直播报道这件事了。 可龙城警卫司却一直没见到影, 所以他这个时候必须站出来发声, 免得他们龙城警卫司落人口舌。 而在他刚说完这些不救, 有一条评论引起了众人关注。 大家不用猜测, 我是龙城赏金工会会长, 我叫刘锦龙, 此人是我龙城赏金工会的赏金猎人, 名为X。 这消息一出, 众人一些人连忙调查江浩的信息, 可以却什么也没查到。 他们能查到的, 也仅仅只是刘锦龙说出来的这些而已。 与此同时, 白氏集团, 白文洛与徐静正坐在一起, 面色发愁的时候, 一位保镖敲门走了进来。 老板, 夫人, 四号试验品找到了。 白文洛文言连忙说道, 哦, 在哪里? 快把他抓回来, 绝对不能让他暴露。 老板, 怕是已经来不及了。 保镖苦笑一声, 徐静带眉微醋, 什么意思? 老板, 夫人请看。 保镖拿出手机, 打开社交平台。 很快, 白文洛, 徐静他们就看到了此刻江浩与怪物大战的直播。 该死的, 又是X。 徐静首长猛地一拍茶几。 白文洛眉头紧皱, 四号试验品怎么会跑到方宇大街去了?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不过此刻已经晚了, 四号试验品已经被曝光了, 老板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白文洛文言陷入了沉思,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他们偷偷做的实验, 也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 可谁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 四号试验品竟然趁着工作人员不休息, 逃出了实验室。 这若是被人发现, 这怪物与他们白氏集团有牵连, 只怕上头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在龙国私自做人体实验, 可是大罪, 已经发现必是严惩。 徐静尘声道, 先别着急, 就算他们发现了怪物, 也不可能猜测出这些怪物与咱们白氏集团有关。 所以咱们先不要轻举妄动, 以免打草惊蛇。 这个时候不能慌, 越慌越容易出错。 第六十章, 名人。 吼。 江浩又是一记狮吼弓, 此刻他已经底牌进出了, 却依旧没有奈何这只怪物分吼。 好在他身上有C级的鳄鱼卫甲, 不然只怕他早就中伤了。 怪物顶着江浩的攻击, 尾巴猛的一甩。 碰。 猝不急防之下, 江浩直接被抽飞。 怪物趁机弃身而上, 就在怪物想要攻击江浩的时候, 突然后方数到攻击落下, 逼得怪物不得不放弃攻击江浩的打算。 看到警卫斯终于过来了,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江浩也同样如此, 他真怕自己坚持不到警卫斯的人过来。 好在关键时刻, 警卫斯的人及时赶到。 看到警卫斯的人过来了, 便没有再继续出手的打算了。 之前他出手, 也不过是为了保护那些孩子而已, 否则他绝对不会出手的。 警卫斯来的人不少, 而且其中还有两位三阶觉醒者。 江浩见状便趁机离开了这里。 等众人反应过来后, 发现江浩已经消失不见。 虽然如此, 不过X的名号已经传出去了。 江浩没有回宾馆, 而是直接来到了轮陷区。 买房的钱还差了不少, 他将逐意打到了这些魔物身上了。 第二天中午, 江浩从轮陷区走了出来, 他并没有忘记与秦秦兰的约定。 刚离开轮陷区, 他手机就响起来了, 拿出一看正是秦秦兰打来的。 秦秦兰没有废话, 我已经到龙城了, 是你来找我, 还是我去找你。 江浩说道, 我在东郊外呢, 你来找我吧。 那行, 我马上过去。 挂了电话, 江浩等了将近四十分钟, 秦秦兰这才过来。 看到江浩, 秦秦兰忍不住打去道, 没想到你都成名人了。 什么名人? 怎么了? 江浩一愣, 他怎么就成名人了? 秦秦兰有些差异地看着江浩, 你不知道? 见江浩一脸茫然地摇头, 秦秦兰这才相信, 随即拿出手机, 一顿保存后, 递给了江浩。 江浩看着手机上的视频标题, 不由嘴角一抽。 神秘面具难大战, 恐怖蜥蜴人。 下方正是他昨天, 与怪物激战的画面。 江浩没想到, 昨天他与怪物激战的场面, 竟然被人拍下来了。 如今你可是名人了, 很多人都在调查你, 不过说起来, 你挺厉害的, 所有人只知道你是X, 即便通过赏金工会, 都查不出你的信息, 更别说你的真实信息了。 他在注册赏金猎人的时候, 多嘴问了一句, 咱们还是说说你的任务吧。 秦秦兰开口道, 这次的任务比较简单, 就是协助警卫司一起捉拿一个罪犯。 据说此人是从监狱中跑出来的。 江浩眉头一皱, 龙城警卫司不至于连四阶觉醒都对不了吧。 昨天那个怪物不就是被他们解决掉的吗? 你是真的什么都不关注呀? 警卫司并没有解决掉那个怪物, 被那个怪物跑掉了。 秦秦兰摇了摇头, 跑了? 警卫司出动了那么多人, 还有两位三阶觉醒者, 竟然还能让那个怪物跑了。 江浩有些意外, 他一直以为警卫司已经解决了那个家伙呢。 江浩问道, 那你有那个犯人的线索吗? 咱们总不能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寻找吧。 说起来也巧, 我来找你之前, 去了一趟龙城警卫司, 询问了一下那人的信息, 根据警卫司的讲述。 那个犯人于昨天下午逃进了轮陷区。 昨天下午进去的轮陷区, 自己也是昨天下午进来的, 为什么自己没有碰到对方? 莫非对方不是从这里进来的? 江浩再次问道, 有那人的照片吗? 他没想到那个犯人竟然跑到了轮陷区, 这对他们来说了不是什么好消息。 相比于生活区, 轮陷区充满太多的不可能了。 而且, 对方提前一天就进来了, 轮陷区这么大, 一天的时间足够跑出很远了。 他们在轮陷区找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轻轻蓝点了点头, 随即在手机中找出一张照片, 递给了江浩。 江浩将犯人的样貌记了下来, 将手机还给秦清兰。 你有什么计划没? 秦清兰摇头道, 没有, 按照我的意思, 直接进入其中抓捕对方。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即看向轮陷区的方向, 突然问道, 轮陷区的深处是什么? 目前来说, 还没有人知道轮陷区深处什么, 人类已知最强的修为是九阶, 但目前还没有人突破到这个级别, 不过魔物却有一些九阶的存在。 你问这个干嘛? 秦清兰有些好奇地看着江浩, 虽然已经过去了三百年, 可目前人类还没有能力调查清楚 轮陷区深处的情况。 没什么, 走吧, 咱们进入轮陷区。 江浩没有多说, 秦清兰好奇地问道, 那你有什么计划吗? 江浩摇头, 现在还不确定情况吗? 说这些太早, 咱们先进入轮陷区再说吧。 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不过有一点, 必须谨慎一些才行。 你这次任务的时间是多久? 如果就几天, 那就没必要继续做这个任务了。 秦清兰说道, 任务期限一个月, 时间够用。 我的时间没有那么充足, 我多说就有十天的时间。 自己马上就要开学了, 不可能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做任务。 而且自己主要是想要快点赚钱。 如果用一个月的时间, 来挣这个一百万的话, 那太慢了, 还不如自己专门猎杀异兽呢。 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 他一直在沦陷区, 击杀了不下八十只魔物, 把所获得的武器全部买了的话, 也足有百十来万了。 十天应该差不多了, 这里魔物这么多, 他就算是四阶觉醒者, 也绝对不敢深入的。 秦清兰在心里大约盘算了一下, 虽然时间不多, 但他们两个人联手, 问题应该不大。 说话间, 他们进入到了人县区。 你要干什么去? 看着秦清兰门头就是走, 江浩无奈地叫住了他。 秦清兰眨了眨眼睛, 当然是要找那个犯人了。 你就这样找呀, 这里这么大, 怎么找呀? 那你说, 应该怎么办? 江浩微微一笑, 自然是让他自己出来了。 第六十一章, 逼出来, 这就是你说的办法。 秦清兰一边跑, 一脸满脸黑线地看着江浩。 他原本还以为, 这家伙能有什么好办法, 结果竟然是不知道 从哪里弄来一堆内脏丢了出来, 结果引得周围魔物暴动, 甚至还引来了四阶魔物。 江浩点头道, 不错, 你也说了, 那个家伙不可能深入, 既然不能深入, 那就只能在外围这边。 只要咱们将外围的魔物引出来, 那个家伙绝对不可能继续隐藏的。 目前来说, 也就只有这个方法最省事了。 当然如果对方已经离开了沦陷区, 那就没办法了。 江浩与秦清兰一路狂奔, 沿途不断将那些器官丢出去, 惹得外围这些魔物一个个暴动起来。 一棵大树下, 一道身着白色体恤, 头戴鸭舌帽的中年身影, 正靠着大树做地上假妹。 好。 突然一阵阵兽吼响起, 让中年人猛地睁开眸子。 中年人疑惑地看着周围, 自己逃的地方虽然不算隐秘, 可这里魔物特别少, 怎么会突然多出这么多兽吼声呢? 不给中年人反应机会, 很快他就看到了大量魔物出现在视线之中。 卧槽。 中年人脸色一变, 连忙起身就跑。 他虽然是四阶觉醒者, 但面对着这么多魔物, 也不是对手。 眼下除了跑, 别无他法。 只是他想不明白, 这些魔物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间暴动起来了? 本来就暴动的魔物, 看到中年人那一刻更加的暴动了。 此刻, 中年人骂娘的心都有了。 与此同时, 江浩他们也被魔物追得狼狈逃窜。 秦清兰低声道, 应该差不多了吧。 还不够, 还没有看到那个犯人呢。 江浩摇了摇头, 轮陷区这么大, 他们连十分之一的距离还没有跑出来呢? 谁敢保证中年人在不在这边? 两人继续埋头狂奔, 过了一会, 秦清兰突然叫住了江浩。 X, 你看是不是那个家伙? 江浩顺着秦清兰说的方向看去, 果不其然, 看到一位头戴鸭舌帽的中年人, 正在迅速往他们这边过来。 十有八九, 江浩也不确定, 对方戴着鸭舌帽, 他根本看不清楚对方长相。 对付四街觉醒者, 你有多大的信心? 秦清兰沉声道, 我勉强能够缠住对方, 但想要打败对方不可能。 江浩文言点了点头, 如此就够了, 只要秦清兰能缠住对方, 他就能拿下对方。 走, 咱们过去。 说着, 江浩立即向中年人掠去。 中年人也注意到了江浩他们, 不过他并没有在意, 轮陷区虽然人际罕至, 却并非一个人都没有。 只不过, 想要在轮陷区见到彼此并不容易。 当然, 他并非没有怀疑对方是警卫司的人, 不过转念一想, 又觉得不太可能。 警卫司的人如果来到这里的话, 必然不会只有两个人。 按照警卫司的习性, 肯定会集体行动的。 不过他也并没有放松警惕。 很快, 双方便走个碰头。 江浩与秦清兰也终于看清楚了对方的长相。 果不其然, 此人正是那名犯人。 江浩与秦清兰对视一眼, 双方刚擦肩而过。 秦清兰直接变身成了九尾天狐, 向中年人扑了过去。 中年人心中一灵, 在感受到秦清兰的气息后, 发现秦清兰是三阶觉醒者, 他安心不少。 当即想也没想, 便向秦清兰赢了上去。 秦清兰不愧是SSS天赋觉醒者, 战斗力不是一般三阶所能比得了的。 纵使等级不如中年人, 依旧与中年人打得有来有回。 江浩剑状也没有闲着, 手掌一翻, 直接将赤焰剑从系统空间中取出来, 然后向中年人攻去。 B级武器。 看到江浩手中的武器, 不论是秦清兰还是中年人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显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一阶觉醒者, 竟然能拥有一把B级武器。 江浩没有理会他们的震惊, 手中的赤焰剑不断向中年人攻去。 中年人虽然是四阶觉醒者, 却也不敢应接B级武器, 只能连忙躲避。 而这一躲, 反而给秦清兰创造了机会。 秦清兰立即施展自己的天赋, 只见她的双眸迅速泛起紫色光芒。 中年人一惊, 暗道不好, 可此刻却已经为时已晚。 她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意识仿佛已经离开了身体一般。 江浩见状, 没有丝毫迟疑, 直接一剑刺向中年人的腹部。 而就在赤焰剑即将碰到中年人腹部的时候, 中年人突然身体一震, 强行挣脱来秦清兰的控制, 并且迅速后退, 这才躲开了江浩的攻击。 不过尽管如此, 她的腹部依旧被赤焰剑划出了一道口子, 鲜血顺着伤口流出。 中年人心中大怒, 没想到这俩个人竟然这么厉害, 自己四阶觉醒者竟然没有讨到任何好处。 虽然心中愤怒, 可中年人却也清楚, 这个时候不是恋战的时候。 当即中年人转身就逃, 快追, 别让他跑了。 秦清兰说着, 便率先向中年人追去。 他们好不容易才将这个家伙引出来, 如果这个时候让对方跑了的话, 下一次再向找出对方可就不容易了。 江浩见状也连忙跟了上去。 好, 后方魔物此刻也追了过来, 江浩见状, 知道必须速战速决了。 不然一旦被这些魔物追上, 或者把那个家伙惹毛了, 要跟他们同归于尽就完了。 想到这里, 江浩立即全力施展出了林波威部。 前段时间是四阶觉醒者追杀他, 没想到今天换成了他追四阶觉醒者了。 还真是风水流转转。 不过江浩也知道, 自己能这般肆无忌惮, 全然因为秦清兰。 若非有秦清兰牵制对方, 他根本不是四阶觉醒者的对手。 很快, 江浩超过了秦清兰, 看着在前面狂奔的中年人, 江浩立即弃沉丹田。 吼。 看到江浩头顶浮现出透明狮子头, 秦清兰连满捂住了耳朵。 江浩的施吼弓, 给他留下了不小阴影。 恐怖的吼声传出, 中年人身体一顿, 但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继续向远处掠去。 他要往深处去, 不能让他去深处。 看到中年人的前进方向, 秦清兰脸色凝重。 江浩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自然不会让中年人进入深处。 不然, 他们岂不是白忙活了。 想到这里, 江浩直接开始施展降龙十八掌。 不过这一次, 他的降龙十八掌并不是攻向中年人的, 而是不断攻击中年人前方的道路, 降低中年人的速度。 第六十二章, 复兴。 中年人的速度降下来了, 秦清兰剑撞, 立即冲了过去, 再次与中年人战斗在一起。 江浩则趁机独断游走, 准备寻找偷袭的机会。 四阶觉醒者也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恐怖的实力, 就算江浩与秦清兰联手, 一时间也很难拿下对方。 三人激站在一起, 此刻那些魔物也赶了过来, 赶到江浩他们三人, 眸光中露出兴奋的神色。 中年人终于开口问道,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跟我过意不去? 只可惜, 不论是江浩还是秦清兰都没有回应他, 这让中年人心中懊恼不已。 中年人恶狠狠地说道, 你们非要跟我不死不休吗? 这里这么多魔物, 如果你们再不停手的话, 咱们就同归于尽吧。 想要同归于尽, 就怕你没有这个资格。 秦清兰冷哼一声, 随即他猛地抬头, 双眸瞬间泛起紫色光芒。 又来, 中年人意识到了不好, 可却已经晚了, 他的意识再次感觉到要离体一般。 讲好见状, 这一次他也不再留守, 快步上前, 手中赤焰剑直奔中年人的脖子斩去。 许事察觉到了危险来临, 中年人再次摆脱了秦清兰的控制。 看到即将落在自己脖子上的赤焰剑, 中年人心中一惊, 连忙躲闪。 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虽然他躲过了要害部位, 可赤焰剑还是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剧烈的疼痛, 让他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然而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赤焰剑表面瞬间生疼, 是一层火焰。 恐怖的灼烧, 瞬间让中年人痛叫一声。 讲好刚要趁机解决了中年人, 可就在这时, 那些魔物冲了过来。 该死的。 讲好低声骂了一句, 本来马上就要拿下中年人了, 结果这些魔物过来, 让他不得不退后。 你继续攻击, 我来拦住这些魔物。 秦清兰快速说了一句, 便立即对着那些魔物发动了天赋。 顿时那些冲过来的魔物停了下来。 见状, 江浩也不墨迹, 手中赤焰剑直接向中年人的脑袋斩去。 中年人强忍着疼痛, 身体猛的一震, 硬生生将江浩震退。 随即转身就要跑, 但江浩却不给他这个机会。 只见江浩头顶上空, 浮现出一颗透明狮子头, 随即江浩嘴巴一张。 好。 施吼宫瞬间将中年人笼罩在其中。 如果是巅峰状态下, 中年人肯定不怕江浩的施吼宫, 可此刻中年人这样的状态, 再加上没有丝毫防备, 直接一口鲜血喷出。 中年人一个踉呛, 差点趴在地上。 好。 与此同时, 那些魔物因为江浩施吼宫的原因, 竟然全部脱离了秦清兰的掌控, 纷纷咆哮出声, 随即向江浩他们攻来。 中年人趁机迅速向远处掠去。 你去追他, 这里交给我就行了。 江浩拦住了想要向魔物攻击的秦清兰。 你小心一些。 秦清兰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来吧, 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 秦清兰走后, 江浩看向了那些冲来的魔物。 江浩深吸一口气, 随即手持赤焰剑便主动向那些魔物冲了过去。 很快, 江浩便一头扎进了魔物之中。 多时间, 魔物吼声不断, 大量魔物涌来。 江浩就如同石沉大海一般, 半天没有动静。 突然, 一道炙热的火光浮现, 下一秒, 那些魔物被江浩硬生生地撕开一道口子, 随即从中杀了出来。 此刻江浩浑身是血, 看不出是他的, 还是魔物的。 江浩的凶狠, 也让那些魔物与江浩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袋。 江浩手掌一番, 快速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药剂服下。 别看他刚才非常勇猛, 可同样也受伤不清, 若非意志坚强, 只怕此刻已经彻底沦陷在魔物之中了。 连续服用了七八瓶药剂, 江浩的状态这才好一些。 只是还不带他喘口气, 那些魔物便再次向江浩冲了过来。 好。 江浩见状, 立即施展出了施吼弓。 周围的二阶及以下的魔物瞬间被秒杀, 然而尽管如此, 依旧有大量三阶魔物向江浩扑了过来。 江浩果断转身就跑。 他说拖住魔物, 可没说要将魔物给拦在这里。 后方那些魔物开始疯狂地追逐江浩, 这架势似乎是要将江浩碎尸万段一般。 对此, 江浩也十分无奈。 这边, 就在江浩考虑要不要深入的时候, 突然一道声音在远处响起。 两哈抬头看去, 就看到秦清兰手里抓着一人 挥手。江浩立即向秦清兰那边跑去。 你解决了他。 江浩看了一眼秦清兰手中生死未卜的犯人。 秦清兰摇了摇头, 没有,被我打晕了。 走吧,咱们赶紧离开这里。 江浩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当即,两人选择了一个突围的方向, 迅速发起冲锋。 那些魔物见状立即向江浩他们冲来。 好。 江浩见状立即催动龙神宫, 化身成透明的东方神龙, 与秦清兰强行冲进了魔物群。 但很快他便被打回了原形, 江浩无奈只能再次施展施后宫, 这才让他们得到了一些喘息的机会。 不过他们却不敢耽误, 连忙继续突围。 经过一阵厮杀后, 这才狼狈地从魔物之中脱困而出。 两人顾不上疲惫, 迅速向轮陷区外面掠去。 如今轮陷区边缘地带的魔物 差不多都处于暴动状态了, 因此这里也变得十分危险, 他们根本不敢在这里休息。 一顿奔波, 他们终于离开了轮陷区, 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涨了个空地, 两人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过了一会, 江浩手掌一番拿出两瓶体力药剂, 自己喝了一瓶, 将另一瓶丢给了秦清兰。 免费的。 秦清兰文言白了一眼江浩, 倒也没跟江浩客气。 喝过体力药剂, 两人的状态好了不少。 秦清兰打句道, X,我感觉你就是我的福星, 我本来以为想要抓住这家伙, 最少也需要十天半拉月的呢, 没想到第一天就抓住了他。 那你要不要多分我一些报酬? 不要。 第63章 买房 江浩并没有跟秦清兰去赏金工会, 而是独自去了黑市。 这一次, 他收获不小, 得到了不少武器, 在黄兴山的帮助下, 很快便将这些武器卖出去了。 看着手中八百多万, 江浩不由有些无奈, 自己这两天挣得不少, 可距离买龙井阁的房子, 还是差了一些。 看来这段时间自己还是不能休息了。 当天下午, 秦清兰承诺的一百万也到账了。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 江浩每天都会去沦陷区待上一段时间。 经过了一周的收获, 江浩银行卡里的钱终于将近两千万了。 龙井阁售楼处, 小妖, 这个月都要过去了, 你这个月的业绩还是零呢? 你这样的话, 我也没办法保住你了。 小妖低着头也不说话, 她业绩为什么是零? 经理心里没有数吗? 这些老人欺负新人, 客户都被他们抢走了, 她拿什么做业绩? 经理继续说道, 小妖, 我知道你家庭条件不好,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肯跟我的话, 你都不需要工作, 我保证每个月给你五千金币如何。 小妖猛地抬头, 神色气氛, 经理, 请你自重, 我虽然穷, 但不代表我没骨气。 这个该死的经理, 岁数比他爹都带了, 还想要自己给他做小三, 简直太不要脸了。 若不是看龙井阁这边的待遇好, 他才不在这里受着窝囊气呢。 骨气? 好啊, 那就让我看看, 你有多少骨气。 经理冷笑一声, 这个月你一点业绩都没有的话, 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说着, 经理转身就走。 经理走后, 小妖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身体一晃向后倒去, 而就在这时, 一只手伸出,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这才没有让他摔倒。 谢谢。 小妖连忙感谢。 没事, 听到略微熟悉的声音, 小妖一愣, 抬头看去, 发现竟然是前段时间跟自己看房子的青年。 是你? 嗯, 我钱够了, 来找你买房子了。 江浩笑着点了点头, 小妖闻眼眼前一亮, 连忙整理好心情。 你相中那个房子了? 江浩道, 就八号别墅区吧, 给我介绍一下价格, 没问题的话, 今天就能定。 没问题。 小妖带着江浩来到模型这边, 开始为江浩介绍起了剩下的几个别墅价格。 工作起来, 小妖再次变得神采奕奕。 好家伙, 这些价格还真是一个比一个班人。 从一千三百万到一千九百万不等。 江浩指了指八号别墅区中间那个别墅, 就给我来一千六百万那个吧, 全款。 没问题, 我这就去取合同。 你现在坐在这边等一下。 小妖带着江浩来到休息区, 然后便离开了。 与此同时, 其他售楼员也都注意到了这一幕。 他们对视一眼, 随即一名略有姿色的女子, 搔手弄姿地走了过来。 呦, 这位小哥是爱看房子的呀, 有没有相中的呢? 姐姐带你看看。 江浩淡然一笑, 不用了。 虽然他还没有步入社会, 但行业竞争他还是知道的。 之前自己过来都没人搭理自己, 看到自己要买房子了, 就过来想要抢客户。 虽然不能说对方做错了, 但这种对人下菜碟的事情, 他还真不喜欢。 女子一愣, 不过还是满面笑容地坐在了江浩对面。 他不幸一个半大的孩子, 又是年轻的小伙子能顶住他这个少妇。 今天他就让这个小伙子领略一下少妇的好。 周妍声音发嗲, 小哥真是年少有为啊, 竟然能在龙井阁买房子, 想来是个做大事的人呢。 我就是普通人。 小哥还真谦虚, 姐姐可是学过看相的, 一看你就不是一般人。 怎么样, 要不要姐姐给你看看手相, 姐姐看得可转了呢? 说着, 周妍手腕倾台, 伸手向江浩的手摸去。 江浩收起手, 露出憨厚笑容。 不好意思姐姐, 我喜欢男人, 不喜欢女人。 周妍脸上笑容一顿, 神色古怪地看着江浩。 就在这时, 小妖手里拿着合同走了过来。 看到周妍坐在这里, 小妖带眉微醋。 你们聊。 周妍微微一笑, 随即起身离开了。 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怪异地看了一眼江浩。 江先生, 你来看一下合同。 小妖坐在了刚才周妍坐的位置, 将合同递给了江浩。 就在这时, 经理走了过来。 先生你好, 咱们看中哪个房子了? 小妖是新人, 不会介绍, 我来给你介绍介绍。 小妖不悦地看着经理。 经理, 江先生已经订好房子了。 小妖, 我说你不会来世, 你还真不会来世。 江先生, 多做半天了。 你也不知道给倒杯咖啡去。 去, 给江先生倒杯咖啡去。 不用了。 江浩叫住了要离开的小妖。 合同我看过来, 没什么问题, 就订这个了。 经理文言立即说道, 没问题, 我这就带江先生半手续去。 说话的同时, 伸手就要去拿合同。 小妖站在一旁, 看到这一幕小脸气得通红。 眼眶之中更是不争气地浮现出一层水雾。 不好意思, 我只认她, 除了她我谁也不见。 江浩躲开了经理的手, 将合同递给了小妖。 经理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眸子微眯, 盯着江浩。 怎么? 想要动手? 江浩手掌一番, 一枚赏金工会的勋章出现在手中。 看到这枚勋章, 经理脸色一变, 连忙露出讨好的笑容。 既然江先生不想让我帮忙办理, 那就算了, 小妖啊, 好好服务江先生知道吗? 走吧。 江浩站起身, 小妖点了点头, 随即带着江浩开始办理相关的手续。 小妖说道, 江先生, 您是赏金猎人, 怎么不说一声呢? 这样我还能给你打个折扣。 赏金猎人只是我的副业, 等级不高, 这样的折扣还是算了吧。 两哈摇了摇头, 小妖的办事效率很不错, 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把所有手续都办完了。 江先生, 从今以后您就是龙井阁的业主了, 这是房子钥匙, 您随时都可以搬过来入住。 江浩收起钥匙, 跟小妖告别后, 他就离开了。 如今房子买完了, 下一步就是将父母接过来了。 不过在这之前, 他要先买一辆车, 给父母作为逮捕的交通工具。 第64章, 开学。 小浩, 这是你买的房子。 老两口惊愕地看着这座高档别墅。 当他们走进去的那一刻, 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做梦。 他们虽然也幻想过自己有一天 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却从来没想过会买这么一座豪华的房子。 江浩笑道, 爸妈, 从今之后, 这个就是咱们的家了, 我已经给寄存储打电话了, 咱们的东西马上就送过来了。 另外爸妈, 这个卡你们拿着, 这是我刚才在银行办理的一张付卡, 用钱的你们随时从这里拿就行。 这两天买回来就行。 萧玉芬忍不住问道, 小浩, 你跟我们说实话, 你哪来那么多钱? 江上全也看向江浩, 他们不怕吃苦, 为了江浩吃再多的苦都不怕, 可他们不想江浩走上不归路。 爸妈, 这些钱你们就放心用吧, 实话告诉你们, 我现在已经是赏金猎人了, 我这些钱都是通过做任务赚的。 怕老两口不相信, 江浩特意将自己的赏金猎人徽章拿了出来。 结果徽章, 江上全激动地说道, 还他妈, 是赏金猎人的徽章。 我曾在一个工友的孩子那里见过, 就是这样的。 听到江上全的话, 萧玉芬也就放心了。 就在这时, 既存出的车过来了, 他们立即把东西往房间里搬。 如今这个就是他们家了, 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撵走他们了。 与此同时, 又是一辆大车来了过来, 车上拉着一辆价值百万的号车。 老两口还以为他们来错地方了呢, 结果看到江浩跟对方交谈, 然后让对方将车卸下来, 这才意识到这车是江浩买的。 这车以后留给你们代不用, 省着平时出行不方便。 老两口此刻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看到儿子这么出息, 他们眼眶不由, 有些泛红。 之后的几天, 江浩没有再去沦陷区, 而是一直陪在父母的身边, 顺便也将家里的一些生活用品买了回来。 看着已经不再年轻的老两口, 江浩眼睛不由有些发酸。 看来自己要多准备准备了, 他可不想让父母就这样过一辈子。 自己手里虽然有天赋水晶, 可这些天赋水晶最多也就地级。 尽管一个人能用三次天赋水晶, 可江浩不想让父母用低级的, 要用就要用SSS级的。 转眼, 江浩终于到了龙城大学开学的日子。 江浩婉拒了老两口, 送自己上学的想法。 龙城大学距离龙井阁并不算远, 坐公交的话也就七站地而已。 每天自己不愿意住校, 通勤完全没问题。 江浩来到龙城大学这边, 因为今天是龙城大学开学的日子, 门口汇聚了不少人, 有学生也有家长。 江浩穿过人群, 禁止向报名处走去。 我靠, 是江浩, 他真的来龙城大学了。 嘖嘖嘖, 看来江浩是彻底认命了呀。 哼, 学霸又如何, 还不是跟咱们一样了吗? 一些春水高中的学生看到江浩后, 立即议论起来。 江浩没有机会他们的议论, 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递了上去。 招待人员面无表情地说道, 去吧, 九栋五零八就是你的寝室了。 下午两点到操场集合, 学校组织新生大会。 江浩文言走进了学校。 虽然龙城大学只是普通大学, 但环境还算不错, 空气中更是飘荡着青春的气息。 不出意外的话, 未来三年, 他都将在这里度过了。 不多时, 江浩就来到了寝室楼, 虽然他没打算在这里住, 可终究还是要过来看看的。 万一哪天自己需要住校了, 结果连寝室都找不到了。 那岂不让人笑话。 江浩转了一圈, 终于在一个最后一排找到了九栋。 很快他就来到了五零八。 此刻五零八内已经有了两名学生, 正在整理自己的床铺。 这两人一胖一瘦, 满脸青春痘, 瘦的那个头发还染成了黄色。 胖的也一身纹身, 两人一看就是校园小混混的模样。 两人见江浩进来, 瞥了一眼后, 便自己忙自己的了。 他们的床铺都是采用上铺式床, 下铺式学习桌的规格, 一个寝室棱住四的学生。 江浩也没在意, 随便找个床铺坐在了下方的椅子上。 不多时, 又有一名学生过来了。 与江浩两手空空比起来, 这名学生大包小果的哪可不少。 大家好呀, 我叫魏光源,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然而, 除了江浩笑着点了点头, 另外两人依旧没有理会对方。 魏光源有些尴尬, 不过也没说什么, 来到自己床铺这边, 便开始收拾。 魏光源再次说道, 对了哥几个, 晚上有时间吗? 我安排。 那名黄毛瘦子不懈地瞥了一眼魏光源。 你安排, 你有多少钱呀? 低档的地方我们可不去。 就是, 你有那钱, 还不如直接孝敬我们呢? 纹身胖子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两位别开玩笑了。 魏光源尴尬一笑, 随即开始将东西往床铺上放。 然而却被纹身胖子一把给拽了下来。 你哪只眼睛, 看见我在跟你开玩笑了, 别废话, 把你身上的钱交出来。 魏光源眉头一皱, 同学, 咱们是一个寝室的, 没必要这样吧? 放屁, 你当老子, 愿意跟你们一个寝室的吗? 少说废话, 把钱交出来, 以后我们罩着你, 保证你在大学期间不被别人欺负。 黄毛瘦子一巴掌甩在魏光源的后脑勺上。 江浩眉头挑了挑, 不由觉得有意思。 没想到, 大学第一天开学, 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真不知道这些家伙, 都来到普通大学了, 还有什么好嚣张的? 魏光源脸色难看地说道, 我没钱, 你们再这样的话, 我就告老师了。 告老师? 你还当现在是高中呢? 这是大学,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告老师? 你也不嫌丢人。 纹身胖子不屑地, 瞥了一眼魏光源。 快点的, 别逼我说第二遍, 把钱拿出来。 我没, 魏光源还想说什么? 黄毛瘦子, 一巴掌甩在了他脸上。 随后, 黄毛瘦子, 给纹身胖子试了个眼色。 纹身胖子心领神会, 随即黑黑一笑, 开始搜尾光源的包裹。 所有东西, 都被倒在了地上。 魏光源想要反抗, 却被黄毛瘦子, 按在了墙上。 江浩冷眼旁观这一切, 并没有说话。 第65章, 教训。 呗, 我还以为多有钱呢? 竟然还敢说起我们吃饭, 原来是穷鬼一个。 纹身胖子, 从魏光源包裹里, 翻出两千金币。 魏光源带着哭声道, 还给我, 这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 纹身胖子, 来到魏光源身边, 用手中的金币拍了拍魏光源的脸。 小子, 东西到了, 我手里还想拿回去, 你做梦了吧, 告诉你, 以后每个月两千金币生活费, 如果不给的话, 我让你这个大学念不成。 黄毛瘦子松开了魏光源, 随即看向了江浩。 兄弟, 看了这么久, 你是不是也该表示表示了, 我们也不多要。 你跟他一样, 一个月两千金币, 拿来吧。 江浩笑道, 一个月两千金币, 不能够吧? 这样吧, 一个月四千金币如何? 文身胖子笑道, 有喝, 你小子还挺伤到, 行啊, 你一个月拿出四千金币, 我保证你以后在大学横着走, 有什么事就提我们的名字。 我想你们是误会了, 我说一个月四千金币, 不是我给你们, 是你们给我。 江浩的话让两人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黄毛瘦子恶狠狠地盯着江浩, 小子, 你找死。 文身胖子更是变身成了一只硕大的老鼠, 直接向江浩冲了过来。 既然这小子敢戏耍他们, 他不介意教训一顿这家伙。 江浩淡然一笑, 他早就用鉴别之眼看到了这两个家伙的实力, 不过是F级天赋, 灵阶修为而已。 这样的人根本不需要自己站起来, 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文身胖子, 江浩直接手掌拍出。 文身胖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就被江浩一巴掌拍得嘴角流血, 放在地上。 你特么, 文身胖子翻身而起, 再次向江浩扑来。 只可惜一点用都没有, 他来得快去得更快。 江浩坐在凳子上, 一脚踹出, 文身胖子直接飞了出去, 随即重重地摔在地上。 这一摔, 文身胖子只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篡位了。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还是江浩收着力气呢, 不然这一脚直接能送他归西。 看到文身胖子被打伤了, 黄毛瘦子脸色一沉, 立即向江浩冲了过去。 砰。 下一秒, 黄毛瘦子直接跪在了江浩面前, 一脸痛苦地捂着肚子, 差点把胃里的黄水吐出来。 江浩淡定地收回拳头, 魏光源一脸诧异地看着江浩, 他没想到眼前这个销售的青年竟然这么厉害。 怎么, 还要继续吗? 江浩一脸玩味地看着黄毛瘦子。 黄毛瘦子露出一副吃香的表情, 他知道这一次他们踢到铁板了。 原本以为凭借以前在高中时的作风能震慑住对方呢, 结果没想到招惹到了一个厉害的家伙。 看到江浩突然站了起来, 黄毛瘦子咽了一口唾沫。 你想要干什么? 江浩没有理会黄毛瘦子, 而是蹲在了纹身胖子的身前, 用手拍了拍对方的脑袋。 便回去, 你变身的样子恶心到我了。 纹身胖子见识到了江浩的厉害, 哪里还有之前的嚣张了, 连忙恢复了人形状态。 江浩笑着问道, 现在还管不管我要金币了? 不, 不要了。 纹身胖子一脸畏惧地摇了摇头, 早知道对方这么厉害, 他说什么也不会招惹对方的。 江浩玩味地笑道, 你们不要了, 但我的可没说不要, 不想受罪的话, 四千金币拿出来, 不然, 嘿嘿, 这位兄, 这位大哥, 我们都是普通家庭, 哪里有那么多金币啊? 我一个月生活费, 也就一千金币。 纹身胖子苦笑一声, 刚才你的态度可不是这样的, 我还是喜欢你, 极要不逊的样子。 纹身胖子文言, 脸上的苦涩更加重了几分, 我不管你怎样, 但我要的钱必须给我。 黄毛瘦子也开口道, 大哥, 我们真没钱, 求你饶了我们吧, 我们都是普通家庭, 生活费根本没有那么多。 没钱? 黄毛瘦子与纹身胖子点了点头, 可怜巴巴地看着江浩。 呵呵, 江浩突然笑了起来, 就在黄毛瘦子, 纹身胖子以为江浩要放过他们的时候, 江浩的画风突然一转。 你们没钱知道求饶, 人家没钱跟你们求饶时, 你们怎么做的? 嗯? 告诉我, 江浩的声音突然变大, 找到三人浑身一颤。 纹身胖子哭丧着脸说道, 大哥, 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我们再也不敢了, 我们现在就把钱还给这位兄弟。 对对对, 我们把钱还给这位兄弟。 江浩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看向了门口的卫光源。 你来, 把他们的钱找出来。 啊, 卫光源一愣, 随即有些扭捏地说道, 要不还是算了吧,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让他们把钱还我就行了。 江浩眉头一挑, 这家伙还真是没有眼力见, 看不出来自己是在帮他出头吗? 有自己在, 这两个家伙根本不敢对他怎样。 结果没想到这家伙这么怂。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机会已经给他了, 是他自己不珍惜, 他也没办法。 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 不然我看一次打你们一次。 是是是, 我们再也不敢了。 黄毛瘦子与纹身胖子连忙点头, 遇到这么一个狠人, 他们也只能认怂。 行了, 该忙忙你们的, 别打扰我休息。 江浩重新坐回椅子上, 两脚搭在桌子上闭目养神。 黄毛瘦子, 纹身胖子似乎真的被打怕了, 做什么都是亲手亲脚的, 生怕会影响到江浩休息。 就连一旁的卫光源也是如此。 纹身胖子怯生生地来到江浩身旁, 小心翼翼地说道, 那个大哥, 这都中午了, 你也没吃饭呢吧? 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怎么, 你们请我。 江浩睁开眼睛, 玩味地看着两人, 只见两人的脑袋点得, 如同小鸡灼米一般。 行, 走吧。 江浩本想拒绝, 不过转念一想, 便同意了下来。 当即他们一行人走出了寝室。 至于卫光源, 两人自然没有叫他, 江浩也没有提, 只能灰溜溜地独自离开了寝室。 第66章, 刘锦龙的求助。 下午两点, 所有大义新生全都来到了操场集合。 江浩站在人群中, 有些无聊地打着哈欠。 很快一群学校领导来到了主席台, 先是校长一顿霹雳啪啦长达一小时的演讲, 然后又是教导主任的演讲。 这两个人不知道怎么有这么好的口才, 都说了一个小时左右。 一通演讲过后, 就是开始分班级了, 江浩被分到了大一三班, 黄毛瘦子, 纹身胖子也同样分到了这个班。 他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年纪不大, 长相还说得过去的年轻女子, 名为齐悦。 在齐悦的带领下, 他们熟悉了一下班级, 顺便带他们熟悉了一下环境。 一路参观完也已经是一个小时了, 这才让他们自由活动, 明天早上开始上第一堂课。 听到能自由活动了, 江浩转身就走, 没有任何留恋。 江浩并没有会寝室, 而是直接回到了家中, 准备明天去再去学校。 江浩躺在床上, 突然手机响起, 看着上面显示的陌生号码, 江浩眉头一皱,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接了起来。 不等江浩说话, 对面率先开口, X先生, 我是刘景龙, 你现在有时间来一趟赏金工会吗? 我有事想找你帮忙。 行, 我马上过去。 江浩没有拒绝, 挂了电话, 与父母打了一声招呼, 便出门了。 来到赏金工会的时候, 刘景龙已经在大厅等着他了, 看到江浩过来, 刘景龙立即迎了上去。 我靠快看, 那不是X吗? 快点我要跟他聊聊。 真的是X, 我女儿现在最崇拜他了, 吵着让我给他要X的签名呢。 X出现了, 快通知队长, 如果能把X招揽到咱们队伍之中, 咱们队伍的实力必然能得到提升。 其他赏金猎人也看到了江浩, 如今江浩已经成为了名人, 他们立即走上前, 想要与江浩结交一番, 不过却被刘景龙给抢先了。 X先生,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咱们去我办公室谈。 江浩点了点头, 办公室内, 刘景龙亲自为江浩倒了一杯茶。 先生实不相瞒, 如果不是事情发生突然, 我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的。 刘景龙露出一抹苦笑, 江浩喝了一口茶, 说吧, 究竟怎么了? 如果不是刘景龙打来的电话, 他根本不会过来, 这段时间他还想要好好体验一下大学生活呢。 刘景龙沉声道, 是这样的, 三天前在龙城外面的沦陷区突然出现了一个秘境, 官方付出很大代价, 才将其控制住。 江浩闻言眉头一皱, 秘境他知道, 不过秘境不都是人为制作出来的吗? 怎么还能自己出现呢? 就在江浩纳闷的时候, 就听刘景龙继续说道。 但秘境的探查, 却需要一阶叫行者进行探查, 因为秘境是在龙城外面的沦陷区出现的, 所以这个任务也就落在了龙城警卫司和龙城赏金工会的身上了。 而据我所知, 龙城一阶觉醒者中, 也就你的实力最强, 所以我才迫不得已联系你的。 不过先生你放心, 这一次行动并不是只有你, 还会有其他一阶觉醒者跟你一起进去。 江浩将自己的疑问问了出来, 刘会长, 据我所知, 秘境不都是强者用特殊手段炼制的吗? 怎么会有自己出现呢? 先生有所不知, 刘景龙苦笑摇头, 随即给江浩讲起了秘境的由来。 原来, 三百年前的灵气复苏就跟秘境有关, 如今这些魔物就是受到了秘境的影响, 才变成的魔物。 只不过, 为了防止人们恐慌, 官方才没有说这件事, 只是说灵气复苏引起的异变。 久而久之, 大家也就都相信了, 只有修为达到五阶级以上的觉醒者, 才知道真相。 至于江浩所知道的秘境, 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小秘境而已, 这种秘境很容易被控制。 真正难控制的是大秘境。 当初龙国为了控制住这些秘境, 损失惨重, 迄今为止也才不过控制了三个大秘境。 现如今依旧还有很多秘境处于活跃状态, 龙国根本没有能力收服了。 江浩怎么也没想到, 事实竟然是这样的。 江浩咒没问到, 探查秘境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需要一阶叫行者探查? 还有这些秘境里究竟有什么? 他虽然欠刘景龙的人情, 可不代表他愿意拿性命来偿还。 如果秘境之中有危险的话, 那他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个, 刘景龙摇头苦笑, 说实话先生, 秘境之中有什么我也不清楚, 不过为什么需要一阶叫行者探查这个, 我倒是知道一些。 听到刘景龙接下来的解释, 江浩了然。 之所以让一阶觉行者探查, 是因为秘境对咱们人类有很大的排斥力, 实力越低排斥的力量就越小。 虽然普通人与灵阶觉行者最合适, 可也不能因此就让他们进去送死, 因此只能让一阶觉行者来了。 先生, 虽然秘境之中存在未知的危险, 但里面也有很大的机缘。 刘景龙声音压低了一些。 先生知道咱们龙国三大战神吧, 三大战神当年就都进去过秘境, 据说他们如今能有这样的成就, 跟当年进入秘境有很大的关系。 江浩没有说话, 三大战神他是知道的, 那是他们龙国的晴天白玉珠。 也正因为有三位战神在, 才让其他国家不敢轻易入侵龙国。 不过, 就算三大战神真的像刘景龙说的那样, 是在秘境之中得到的机缘, 可当时他们绝对不是自己一个人进入的秘境。 为什么只有三大战神得到了机缘? 这足以说明, 机缘不是那么好得到的。 看到江浩陷入沉思, 刘景龙并没有打扰江浩。 他知道, 进入秘境不是小事, 说不定会有生命危险。 因此, 他这次叫X过来, 也并非是命令, 而是商量。 如果X不愿意的话, 他自然也不会抢球。 一时间办公室静悄悄的一片。 江浩左右横梁, 虽然秘境之中可能蕴含机缘, 但他不打算冒险, 自己拥有系统, 就是最大的机缘, 没必要再为了虚无缥缈的机缘冒险了。 想到这里, 江浩张嘴刚想要说什么, 却突然顿住了。 第67章 接二连三的任务 恭喜宿主触发探险任务, 要求宿主进入秘境探查。 任务完成奖励, 幸运转盘一次。 任务失败惩罚, 从宿主内功, 武学中随意删除一个。 听到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 江浩嘴角一阵抽搐。 童子你在搞什么? 我刚要拒绝。 你竟然给我发布任务? 而且还是没得选的任务, 这不是搞我吗? 第一。 恭喜宿主触发挑战任务, 要求宿主代表龙城大学, 参加一个月后的学校大笔, 并且取得冠军。 任务完成奖励, 神秘礼和成衣。 任务失败惩罚, 宿主修为降下一阶。 江浩老脸一黑, 你马, 你还来劲了。 刚来了个任务, 竟然紧接着又来了第二个任务, 还要不要人活了。 不过这个学校大笔是什么鬼, 自己怎么不知道呢? 看来, 自己得找个人问一下才行。 好在江浩此刻戴着面具, 不然刘景龙肯定能看到, 江浩此刻殷勤多变的面容。 刘伟长, 你说的这个我同意了, 什么时候出发? 既然不能躲避, 那就只能接受了。 只要自己小心一些, 应该没什么问题。 完成之后, 还可以有奖励, 幸运转盘, 不知道自己这一次 能得到什么内功或者武学。 听到江浩同意了, 刘景龙心中顿时一喜。 出发的时间定在明天早上八点。 这么接, 江浩眉头一皱, 那岂不是说, 明天他只能旷课了吗? 刘景龙苦笑道, 没办法, 我也是今天才收到的通知。 江浩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对了, 这一次进入秘境的 一共多少人, 有什么安排? 还有需要在里面待多长时间? 虽然已经同意 进入秘境了, 可这些该问的, 他还是要问清楚了。 毕竟自己布置 这一个任务呢, 还要参加下个月的学校大比, 自己必须要规划一下时间。 刘景龙, 这次一共有一百人进入其中, 至于安排没有, 进入其中 就要看你们自己的了。 不过, 我打算让你来做领队。 时间方面的话, 我也不清楚, 这里也需要看你们自己, 毕竟里面因素不太确定。 江浩想了想, 然后说道, 行, 那就明天八点之前, 我到东郊外, 到时候与你们会合。 可以。 刘景龙点了点头, 之后, 两人聊了一会, 江浩这才离开。 一来到大厅, 江浩就被人围了上来, 面对热情的众人, 江浩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从人群中挤出来。 回到家中, 江浩跟父母说一下自己这几天要住校, 让他们不要贬心。 晚上吃过饭后, 江浩拿出手机, 正考虑要给谁打电话, 了解一下学校大比的时候。 他的手机率先响了起来, 江浩直接接了起来。 你这家伙, 我不给你打电话, 你都不知道联系我。 江浩刚说了一句味, 就听到对面传来的不满声音。 江浩淡然一笑, 我最近比较忙。 我也一样, 被强行训练了一个月, 这不今天才完事吗? 记得你今天开学, 就心思给你打电话问一下。 苏清雪撇了撇嘴, 怎么样, 第一天上大学还适应吗? 还行吧, 明天才上课呢, 今天只是熟悉一下环境而已。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会。 突然苏清雪问道, 对了, 一个月后的学校大比, 你会参加吗? 参加。 江浩眉头一挑, 他本来还心思问一下 苏清雪学校大比的事情了, 没想到苏清雪率先说出来了。 一心思你就得参加,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 这一届学校大比各校十分重视。 我们都经过了一个月的训练, 实力已经突破到了一阶, 再训练一个月, 实力就会更加巩固, 你可不要大意。 嗯, 江浩点了点头, 对了, 这个学校大比的报名怎么报? 你不知道? 苏清雪一愣, 不过转念一想也明白过来。 江浩上的是普通大学, 虽然没有说普通大学不能参加学校大比, 但普通大学从来没有参加学校大比的。 毕竟上普通大学的都是那种天赋弱, 实力低的觉醒者。 参加学校大比, 完全是自取其辱。 你想要参加学校大比的话, 很简单, 这两天学校大比便会在网上发出通告, 你直接在上面报名就行, 一会我把链接发给你。 江浩又询问了一些注意事项, 这才跟苏清雪挂了电话。 随即, 他立即在网上寻找苏清雪说的学校大比通告。 明天他就要去轮陷区了, 在轮陷区根本没有信号, 他又不确定什么时候回来, 别错过了报名时间。 那样, 自己还要受到系统惩罚。 自己才一接, 这样一接就零接了。 还真别说, 江浩在网上找了一会, 真的找到了学校大比的通告。 不过现在, 并不是报名的时间, 报名的时间是凌晨。 也就说, 江浩想要报名的话, 必须等到凌晨才可以。 对此, 江浩倒能接受, 只要能报名就可以, 什么时间无所谓。 等了数个小时后, 终于到了凌晨, 江浩立即点开了学校大比的通告, 在这里也终于看到了报名的入口。 江浩果断点了进去, 发现已经有不少人报名成功了。 江浩也点击了报名, 很快这页面就弹了出来。 要求江浩填写自己的姓名, 证件号, 还要写锁在学校等等, 最后还需要进行人脸识别。 江浩按照所有流程填写完毕后, 这才进行提交。 做完这些, 江浩把手机丢到一旁, 直接开始睡觉。 一日, 江浩早早就起床了, 收拾一番后, 直接出了家门。 等他到东郊外的时候, 只差十分钟就到八点了。 此刻这里, 已经汇聚了不少人。 除了刘锦龙以外, 还有不少一阶觉醒者, 甚至还有一些警卫司的人。 江浩的到来, 立即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没办法, 他不想引人注意都不行, 他的面具太明显了。 刘锦龙招呼江浩一声, 随后他跟警卫司的几人游了过来。 警卫司的人客气地跟江浩打招呼, X先生, 接下来就要靠你了。 没事, 我为自己国家出分力应该的。 江浩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然而, 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让警卫司的人与刘锦龙感动不已。 在如今这个时代, 能有这么高觉悟的可没有多些。 就是不知道, 如果让他们知道, 江浩之所以过来, 完全是被系统逼迫的, 会是什么想法。 第六十八章, 进入秘境。 江浩! 龙城大学大一三班, 齐悦按照惯例开始点名。 然而, 叫到江浩的时候, 却没有人回答, 这让他不由戴眉微粗。 王旭红, 张广林, 你们两个跟江浩一个寝室的, 知道江浩去哪了吗? 不知道。 黄毛瘦子与纹身胖子摇了摇头, 他们从昨天下午就没有看到江浩了。 哪里知道江浩去哪了。 齐悦确认江浩没来后, 便直接按照旷课处理了。 上课第一天就旷课, 这让齐悦对江浩的印象非常不好。 打算等上完课后, 去教导主任那边说一声, 这样的学生, 第一天上课就赶不过来, 根本就是不把老师放在眼里。 好了, 咱们上课。 还有人没到吗? 江浩扫了一眼, 感觉这些人一接觉醒者的数量似乎不到一百。 嗯, 还有几个人没到呢? 咱们再稍等一会吧。 刘景龙点了点头。 江浩问道, 现在秘境那边啥情况了? 一位警卫司说道, 目前没有什么变化, 军方正守在那里呢。 不过里面具体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 江浩有些无奈, 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这对他们很不利啊。 刘景龙把江浩拽到一旁, 低声道, 进入秘境以后, 一切小心为妙, 如果情况不对, 就立即撤退, 放心就算没有完成探查, 也不会有人怪你的。 虽然探查秘境很重要, 可比起这个, 他更在意江浩的生命安全。 这可是他们龙城赏金工会的宝贝疙瘩, 绝对不能有事。 江浩点了点头, 其实就算刘景龙不这么说, 他也会这么做的。 江浩突然想到了什么问道, 对了刘会长, 我们进入秘境探查, 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昨天他因为系统的两个任务, 忘记问了, 刚好现在想起来了, 正好问一下。 这个自然有, 先生可曾听说过圣学府。 刘景龙看了一眼周围, 将声音压到了最低。 江浩文言, 眸子微眯。 怕是没人不知道圣学府, 那可是全球第一学府, 更是唯一的学府。 成立于180年前, 拥有着丰富的修炼资源, 以及雄厚的教学资质。 这就跟300年前, 大学生考研差不多。 五大书院虽然是最强书院, 可只培养大学生。 如果想要提升到更高的学历, 那就只有上圣学府。 但圣学府可不是那么好加入的, 入学标准高得吓人。 因此, 圣学府又称妖孽的聚集地, 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加入的。 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 天才不一定加入圣学府, 但加入圣学府的一定是天才。 而这样的天才, 更被人们称为妖孽。 江浩文道, 这跟圣学府有什么关系? 莫非奖励, 就是可以让我们直接进去圣学府学习? 当然不是。 刘景龙苦笑一声, 这一次官方给的奖励, 是圣学府的邀请函。 先生可不要小看了这邀请函, 想要进圣学府, 邀请函就是敲门砖, 就算咱们龙城一年也就有一个名额而已。 江浩眉头一皱, 就一个? 这里这么多人根本不够分的啊。 确实, 所以官方点名要求, 谁探查清楚秘境的情况, 就将邀请函给谁。 刘景龙说出了官方的要求, 这也是他之前为什么没有跟江浩提奖励的事情。 因为这个奖励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江浩了然, 原来是这样的。 这也说来, 自己要认真对待了才行。 等了一会, 剩下的人终于过来了。 警卫司这边找出来一个人, 沉声道, 好了, 所有人都排好队战好, 马上就要进入轮陷区了, 一定不能大意。 另外, 你们所有人都要听从X的指挥,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你们的队长了。 众人闻言不由全部将目光, 投向了江浩。 X, 这可是如今鸣机火爆的名人, 没想到这一次竟然能与他一起行动。 一想到江浩以一阶十里硬汉四阶怪物, 最后竟然能够全身而退, 他们想想就敬佩不已。 这一次跟在江浩的身边, 或许他们活下来的机会可能会大一些。 江浩却没有表现出任何高兴, 他真不想带着这些人, 这些人在他眼里就是拖累, 还不如他自己行动来的方便呢。 而且自己还要照顾他们。 虽然不太情愿, 不过江浩倒没有说什么。 他很清楚, 这次探查秘境确实需要这样人, 不然光凭他自己, 还真不一定能行。 我对你们没要求, 只希望你们能平安归来。 之后刘景龙, 警卫司他们说了一些场面话后, 便护送江浩他们前往了秘境。 进入轮陷区, 因为外围已经被军方清理得差不多了, 外加军方特意用两排将士形成了一条通道。 因此, 他们一路畅通无阻, 并没有遇到魔物。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秘境入口。 只见一道椭圆形的灰色光幕浮现在眼前, 就跟当初江浩参加毕业考核的光幕一样。 这时, 一位看上去是领导的将士走了过来。 双方介绍了一下, 原来这位真的是领导。 这位竟然是他们龙城军方的一位团长, 名为彭田。 彭田与江浩握了一下手, X先生, 最近可是很出名啊, 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你的战斗, 非常厉害。 没想到鼓舞者竟然还有这样的战斗力。 如今, 江浩注册赏金工会时的基础信息已经曝光了。 他们虽然不知道江浩的真实身份, 却知道江浩是鼓舞者。 起初众人震惊不已, 没想到鼓舞者竟然还可以这么强大。 这也让他们改变了一些对鼓舞者的看法。 小手段而已, 不足为虑。 江浩不在意地笑了笑。 之后彭田又与江浩聊了一会, 这才郑重地说道, 接下来就要靠你们了, 你们是龙国的英雄, 我们一样, 你们都能平安回来。 放心吧, 彭团长。 事不宜迟, 抓紧进去吧。 敬礼。 彭田大喝一声, 周围的将士立即神色庄重地向江浩他们敬礼送行。 江浩深吸一口气, 随即直接带领身后99位一阶觉醒者踏入了身前的光幕。 第69章 古兽昆金 今天早上, 一则消息迅速在五大书院与十大名校之中传开。 龙城大学竟然有人报名参加了学校大比。 这可是自学校大比以来, 头一次发生的事情。 而当众人看到龙城大学报名之人的信息后, 更是露出惊恶的神色。 江浩, 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迅速在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中响起。 起初众人还不知道江浩是谁,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此人乃是这一届龙城的高考状元。 更是历史以来, 第一位鼓舞者成为了高考状元。 只可惜, 因为自身是鼓舞者的原因, 导致不论是五大书院, 还是十大名校, 谁都没有收下他, 最终不得不加入龙城大学这么一个普通大学。 原本众人以为江浩会就此沉沦, 却没想到, 竟然报名参加了学校大比。 这一举动让众人十分诧异, 这是想要向众人证明, 当初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有眼无珠。 还是说, 受到X影响, 觉得自己的鼓舞者能力也跟X一样厉害。 一时间, 江浩成为了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的重点讨论对象。 这下子有好戏看了, 怕是这些人见到你真正的实力后, 都会被打脸吧。 苏清雪看着学校论坛的讨论, 不由摇了摇头。 他没想到, 江浩报个名, 竟然引起了这么大的动静。 真不知道, 若是让其他人知道, 江浩就是网上盛传的那个神秘的X会是怎样的心情。 想到这里, 苏清雪有些迫不及待的期待, 学校大比能快点举办。 他非常想要看到这一幕。 估计到时候, 一定会惊掉所有人下巴的。 与此同时, 远在北华大学的白杨, 此刻也注意到了这条消息, 不由冷笑一声。 哼, 这个该死的家伙, 还真是贼心不死呀。 竟然还妄想参加学校大比。 真是不知死活。 怎么了? 许晴坐到白杨怀中。 自从来到北华大学, 他们两个就开始同居了。 白杨将手机丢给了许晴。 你看看吧, 华众取宠罢了, 不过是想要吸引一波眼球。 这种人, 永远不能摆清自己的身份。 许晴看后, 不由摇了摇头。 他有些想不明白, 废物就好好地当废物好了, 非要找什么存在感。 哼, 你说如果让江浩知道, 咱们已经突破到了一阶, 他会是怎样的感想。 许晴不懈地笑了笑, 估计会被吓得双腿发软吧。 哈哈。 龙城大学。 校长邹文林刚刚来到办公室, 电话就响起来了。 喂你好, 我是邹文林。 电话那头笑道, 邹文林, 你还挺淡定的, 莫非你们龙城大学那个江浩报名学校大笔, 是你收益的? 什么我收益的? 我们学校谁报名参加学校大笔了? 邹文林听到老友的话, 不由一愣。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情况好吧, 他才到学校没多久。 老友幸灾乐祸地笑道, 你不知道? 那你好好看看学校大笔的通告吧。 你们龙城大学有学生报名了? 哦对了, 你们这个学生是这一届龙城的高考状元。 说完, 老友便挂了电话。 邹文林打开电脑, 在网上很快就查到了学校大笔的通告, 同时也终于找到了江浩的报名信息。 果然, 上面学校填的是龙城大学。 邹文林见状, 连忙给教导主任打去了电话。 一进入光幕, 江浩等人顿时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排斥感, 落在他们的身上, 这种感觉非常难受。 这种感觉就仿佛无形中, 有一双手正在推着他们, 不想让他们进入一半。 眼前场景飞速变化, 很快, 江浩他们便出现在了一处山丘之上。 周围景色与外界差不多, 不过却显得灰蒙蒙一片。 同时还有一股狂暴的气息, 飘荡在空中。 同时周围还有阵阵恐怖的兽吼声传出。 放眼望去, 在他们的正前方, 赫然一片森林。 现在进来了, 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是跟我一起行动, 还是你们单独行动? 江浩回头看向了众人。 众人连忙说道, X先生, 我们跟你一起行动。 他们不是傻子, 很清楚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下, 以他们的实力, 很难存活下来, 只有跟着X才能有一线生机。 江浩还视一眼众人, 沉声道, 你们想要跟着我可以, 不过有些话我要说明白了, 既然跟着我, 那就必须听我指挥。 我不敢保证你们能毫发无损, 我只能说尽可能保证你们活下来, 能听明白吗? 众人文言连忙点头, 江浩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向山丘下方走去。 众人见状连忙跟了上去。 呜呜, 江浩他们刚刚走下山丘, 突然一声沉闷的声音响声。 下一秒, 他们就感觉到了天黑了。 快看头顶, 我靠, 这是什么东西? 我擦, 好大的一只。 完了完了, 我不想死呀, 早知道就不进来了, 怎么办怎么办。 众人抬头看到那巨大的庞然大雾后, 脸色大变。 江浩冷喝一声, 都安静一些。 听到江浩的声音, 众人这才稍微安静一些, 不过此刻他们的脸上依旧充满了恐惧。 看到这些人惊慌不已的样子, 江浩不由一阵头疼。 不过这也怨不得他们。 看着天空上如同大山一般, 还长着两对翅膀的生物, 江浩也一阵头大。 若非, 他刚刚动用鉴别之眼, 查看过了, 只怕他也会惊慌的。 这生物竟然不是魔物, 根据鉴别之眼的显示, 这乃是古兽, 名曰昆金, 三节修为, 能力是力量与空气, 状态更是巅峰状态。 看着距离他们越来越近的昆金, 众人再次惊慌起来, 纷纷四处逃窜。 呜, 只听一道闷声响起, 下一刻, 一道道无形的攻击落下。 瞬间, 就有十多人被秒杀。 周围顿时散发出浓郁的血腥味。 捂上耳朵, 提醒了剩下的众人一声, 江浩当即气韵丹田。 下一秒, 他头顶上空, 便浮现出一颗透明狮子头。 好, 顿时恐怖的音波攻击以他为中心, 迅速向周围扩散开来。 呜, 昆金似乎感受到了挑衅, 怒吼一声, 随即宛如山岳般的身体直奔江浩他们撞来。 众人只觉得一股可怕的压迫力迅速下降, 一些实力弱的更是连站都站不稳, 直接摊坐在地上。 此刻他们心中后悔万分, 要知道这里这么危险, 他们说什么也不会进来的。 第七十章, 退出。 江浩手掌一番, 赤焰剑立即浮现在手中。 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如同山岳一般的尾巴, 直接一剑劈出。 这一剑, 江浩没有丝毫地手下留情, 不仅动用了暴击, 还让赤焰剑表面附着了一层火焰。 碰, 双方碰撞在一起。 江浩直接被震得倒退了十多米, 这才稳住身形。 只觉得体内气血翻涌, 差点一口血喷出来。 相比于江浩, 昆金更加地狼狈, 他硕大的尾巴, 更是直接被江浩给一剑斩断, 鲜血如同下雨一般, 挥洒下来。 淋了众人一身, 不过众人此刻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众人一脸惊骇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早就知道X很强了, 能够与四阶存在有一战之力。 可真正见识到X的战斗力后, 他们发现, 他们还是低估了X, 不过这也让他们安心了不少。 心中更加坚定, 要跟跟在X身边。 呜。 昆金彻底被激怒了, 怒吼一声, 随即嘴巴张开, 顿时一道无形的气浪, 向江浩袭来。 江浩见状, 顾不上调整自己的伤势, 灵波微步迅速施展开。 快速过来了昆金的攻击, 然而江浩是躲开了, 可周围那些人却有几个没有躲开的。 在昆金的攻击下, 直接化作了血沫, 这让众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好。 江浩稳住身形, 立即施展出了施吼弓。 在施吼弓的攻击下, 虽然昆金体型巨大, 可还是被震得厚, 退了一些。 江浩剑撞栖身而上, 手中赤焰剑直接向昆金斩去。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江浩想要击杀三阶, 完全不需要费多大的力气。 奈何昆金不仅体型庞大, 而且还会飞, 这就给他增加了不小难度。 他虽然攻击力强, 却不会飞。 觉醒者想要飞, 除了能够变身成鸟类 或者能飞行动物的变异者, 其余觉醒者只有达到九阶, 否则根本无法飞行。 眼下唯一庆幸的是, 昆金为了对付他, 将飞行高度降低了不少, 这倒是给了他可乘之机。 碰! 昆金于其猛地拍下, 有了前车之剑, 昆金没有直面应对赤焰剑, 而是用于其拍在了赤焰剑的剑身上。 这才避免赤焰剑落在他的身上。 恐怖的巨大力量, 震得江浩手臂发麻, 差点就握不住赤焰剑了。 江浩连续后退了两步, 这才卸掉这股力量。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江浩眉头一皱, 这家伙提醒太大了, 而且力量也大的出奇。 若非自己仗着手中有B级武器, 还真耐何不了对方。 昆金不给江浩喘息的机会, 再次向江浩正面冲了过来。 江浩迅速问道, 你们之中有没有辅助类觉醒者? 眼下如果有辅助类觉醒者的话, 在辅助的帮助下, 他就有把握与昆金硬刚, 甚至说不定还可以将其一击毙杀。 众人闻言, 皆是摇了摇头。 如果之前或许有辅助, 可眼下剩下的几十名觉醒者, 都是战斗类的觉醒者了。 江浩见状知道这些人是指不上了, 只能靠他自己了。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一个闪身随即配上滑铲, 迅速来到昆金的身下。 没有丝毫犹豫, 赤焰剑直接对昆金的腹部刺去。 呜, 昆金发出一声痛叫。 赤焰剑瞬间刺透了昆金坚硬的皮肤, 鲜血不要钱一般地挥洒下来。 江浩被淋了一身, 不过此刻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抓着赤焰剑就打算向昆金尾巴的方向跑去, 他要给昆金来得开膛破肚。 剧烈的疼痛让昆金拼命地摆动身体, 随即翅膀扇动, 准备拔高自己的身体。 然而江浩好不容易抓住的机会, 又怎么让他如愿? 当即再次施展出施吼弓, 随即趁着昆金抵挡施吼弓的时候, 江浩迅速往后方跑去。 只见一道长长的血痕出现在昆金的腹部上, 同时也有一股烤肉的香味传出。 之所以会有烤肉的香味, 完全是因为赤焰剑表面上的火焰。 终于,江浩来到了昆金尾巴的位置, 赤焰剑也从昆金的身体中滑了出来。 幸亏昆金的身体巨大, 赤焰剑虽然等级无比, 却因为长度有限, 只能滑开昆金的脂肪, 无法破坏昆金的内脏。 然而即便如此, 剧烈的疼痛还是让昆金庞大的身体, 重重地摔在地上, 口中不断发出悲鸣的声音。 众人看到昆金从空中掉下来了, 旋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下来了, 同时也壮着胆子走上前, 仔细观察这头昆金。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生物呢。 江浩来到昆金脑袋的位置, 手中赤焰剑高高举起, 随即向昆金脑袋狠狠刺去。 对于这个所谓的古兽, 自己虽然将其打败了, 可不杀了对方, 他始终无法安心。 虽然昆金拼命地想要飞起来, 可江浩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赤焰剑直接从昆金的头顶上空, 刺入其中。 怕弄不死这家伙, 江浩几乎用尽了全身力气, 整个赤焰剑都没入了昆金的脑袋之中。 虽然昆金没有立即断气, 不过他却感受到了, 昆金的气息正在不断消退, 用不了多长时间必死无疑。 江浩脸色凝重地看着这一幕, 如果这个秘境的所有生物都狠这头昆金差不多的话, 那可就有些落手了。 对付这头昆金都这么费劲呢, 更别说再对付其他等级的古兽了。 片刻后, 这头昆金终于彻底地断了气息。 江浩将赤焰剑从昆金的脑袋中拔出来, 随手在昆金身上擦拭干净。 一人上前问道, X先生,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这么一头强大的生物都被江浩解决了, 如今他们对江浩更加地敬佩了。 江浩抬头看了一眼众人, 刚才他们才有百人呢, 如今却只剩下了不到七十人。 这才刚开始啊, 甚至他们还没有正式踏入其中。 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 继续下去的话, 只会死更多的人。 面对这种古怪的生物, 即便我也很难全身而退, 更别说保护你们了。 所以你们要考虑清楚了, 是继续跟着我走, 还是现在退出。 江浩的话, 瞬间让众人陷入了沉默。 是啊, 刚才那些同伴惨死在眼前的一幕, 历历在目。 我, 我退出。 终于, 一位中年人意念动摇了。 我也退出。 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很快, 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退出, 留在江浩身边的, 只剩下了十个人。 江浩点了点头, 退出的直接离开就可以了, 愿意留下来的, 他会带着继续前行。 好。 就在这时, 突然又是一道, 受吼声传出。 众人脸色一变, 那些决定退出的, 二话不说, 连忙往出口跑去。 江浩则带着愿意留下来的十人, 第七十一章 受缘。 彭班长, 那这里, 就交给你们了, 我们就先离开了。 彭点点头道, 放心吧, 有我们在, 绝对不会让那些魔物破坏这里的。 秘境外, 刘景龙还有警卫司的人刚要撤退。 秘境入口处突然闪烁起来, 紧接着就看到, 刚刚进去秘境的人迅速撤出了秘境。 刘景龙他们见状脸色一变。 刘景龙连忙抓住一人问道, 发生了什么? 你们为什么都撤出来了? X呢? 我们, 那人战战兢兢地把情况说了一遍。 听到那人说的什么山岳般巨兽, 会飞得鲸鱼, 刘景龙他们也不有感觉头皮发麻。 怎么会这样? 刘景龙他们脸色凝重。 如今这些人跑出来了, 虽然江浩还在里面, 可只怕凭借着江浩他们, 很难探查清楚里面的情况。 一位警卫司的人说道, 要不咱们再多召集一些一阶觉醒者吧。 现在情况不明, 就算召集来了人, 怕也很难探明情况。 彭田摇了摇头, 召集人好召集, 问题是, 秘境如果真的很这些人说的那样危险, 就算进入再多的人也是一样的结果。 刘景龙叹了一口气, 捧盘长说得不错, 现在只能等待X回来了。 原本以为问题不大呢, 结果没想到竟然会这样。 警卫司的人眉头一皱, 那咋办? 难不成咱们就在这里干等吗? 现在, 他也只能这样了。 说着, 刘景龙看向了那些逃出来的一阶觉醒者。 你们先回去了, 等到时候需要你们的时候, 我们再叫你们。 那些人惊魂未定地点了点头, 随即离开了这里。 彭田说道, 要不我组织一些一阶的将士吧, 他们素质会比这些社会上的觉醒者高一些。 眼下刚进入秘境,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真怕这一次会任务失败。 刘景龙沉声道, 算了, 先别让这些将士冒险了, 等X出来吧, 我相信, X一定会出来的。 众人闻言, 将目光放在了秘境入口处。 如果不是初次探查秘境, 只能诱一阶觉醒者来探查, 他们都恨不得进去其中去了。 眼下, 他们也只能在这里等着了。 刘景龙与警卫司那些人, 此刻也不再说离开了。 秘境内, 江浩他们刚刚撤离没多久, 便停下了脚步。 而在他们身前的, 赫然是一只长着锋利獠牙的老虎。 江浩动用鉴别之眼, 顿时一道信息出现在眼前。 古兽, 剑齿虎, 等级, 三阶, 能力, 风系, 精神, 状态, 巅峰, 鼓动。 江浩身后那十位一阶觉醒者, 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虽然这只生物没有那么大的体型, 可身上散发出来压迫感, 依旧不容小觑。 好, 剑齿虎咆哮一声后, 直接向江浩他们扑了过来。 江浩见状, 同样吼了一声, 顿时狮吼弓将剑齿虎笼罩在了其中。 虽然剑齿虎也是三阶, 不过他的体型比昆京小太多了。 再加上剑齿虎又不会飞, 江浩并没有感觉到多大的压力。 不过他很清楚, 必须要速战速决, 不然再引来其他股兽, 可就危险了。 趁着狮吼弓将剑齿虎震退的时候, 江浩迅速栖身而上, 赤焰剑直奔剑齿虎的脑袋斩去。 察觉到了危险, 剑齿虎本能躲闪, 这才避开了江浩的攻击。 江浩立即施展出了灵波微步, 再次来到了剑齿虎的身边。 在剑齿虎张开血盆大口, 想要咬向他的时候, 江浩迅速躲开, 随即手掌伸出手掌按在了剑齿虎的身上, 一个翻身跳到了剑齿虎的背上。 众人惊愕地看着江浩, 没想到江浩这么大胆, 竟然敢骑在剑齿虎的背上。 被人类骑在身上, 剑齿虎也暴动起来, 身体来回挣扎, 想要将背上的人类甩下去。 只可惜, 江浩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赤焰剑直接落在他的脖子上, 随即猛地一用力。 剑齿虎便失手分离了, 身体重重摔在地上。 解决了剑齿虎后, 江浩立即带人离开了这里。 随着江浩他们离开, 这里很快就传出了阵阵售吼声。 众人心中不由暗自庆幸, 还好他们离开得快, 不然可就危险了。 碰, 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伴随着一股灰尘。 灰尘散去, 赫然是江浩他们的身影。 而在他们的正前方, 一头浑身长着长毛的大象,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此刻, 他们在秘境已经走了三十多分钟了。 一路上遇到了不少古兽, 不过都被他们有惊无险地解决了。 三阶古兽都是江浩自己解决的, 而一阶, 二阶的古兽, 则是由那十位, 不如今已经是八位觉醒者了, 被他们解决的。 就在刚刚, 有两位同伴一不小心, 被刚才的猛马象给杀了。 解决了猛马象后, 江浩带着这些人继续出发。 一边走, 江浩一边检查自己的系统空间。 他发现, 自己击杀这些古兽后, 所得到的并不是武器, 也不是天赋水晶, 而是一种灰蒙蒙的光团。 兽元, 系统出品地级能源, 蕴含着很强的力量, 不可吸收, 不可炼化。 柱, 兽元是用来培养神兽的食材。 兽元是用来培养神兽的食材, 自己又没有神兽, 要这玩意什么用? 嗡! 就在这时, 一阵嗡嗡声, 游远极近地响起。 就在众人疑惑之际, 突然发现, 远处一大片黑云, 向他们袭来。 我擦, 这是什么? 不好快跑, 这他娘的事, 是一群蚊子。 快跑, 要是让这群蚊子围上, 咱们就死定了。 看着密密麻麻, 如同一块巨大云层的蚊裙, 众人只觉得头皮发麻。 一只蚊子不可怕, 可怕的是成百上千只蚊子。 眼前这个蚊裙, 甚至已经不能用成百上千, 成千上万来形容了。 那八人见状, 想也不想, 转身就跑。 江浩就算想拦都拦不住。 好。 江浩立即气晕丹田, 头顶上空立即浮现出一道透明狮子头。 他已经用鉴别之眼, 看出了这些蚊子的底细。 这是一种名为血蚊的蚊子, 一阶十粒, 但整个族群加在一起, 丝毫不比四阶骨瘦弱。 也正是因为如此, 江浩才会不等他们靠近, 上来就是施吼弓。 顿时就看到成片成片的蚊蚊, 从空中落下, 掉在地上。 降龙十八掌第一势, 抗龙有悔。 只是相比于整个族群, 江浩杀死的血蚊根本就是杯水车星,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无奈江浩施展出了降龙十八掌。 第七十二章, 突破二阶。 随着降龙十八掌一掌一掌, 被江浩施展出来。 无形的气浪不断冲击血蚊群。 当江浩最后一掌落下, 血蚊群整体面积 已经锁链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 不过尽管如此, 依旧黑压压一片, 只不过密度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好。 江浩见状再次施展出了施吼弓。 恐怖的音波攻击落下, 又是有成片的血蚊被击杀。 哇。 似是被江浩杀怕了, 这些血蚊哪里还敢继续靠近了, 当即转身向远处飞去。 江浩没有成圣追击, 虽然他不怕这些血蚊, 可在这秘境之中, 还是谨慎一些的比较好。 更何况他系统空间内, 已经多出了成千上万的F疾兽员了。 从系统空间内, 取出一些体力药剂, 治疗药剂喝了下去。 很快, 他的状态便恢复了。 至于那八位觉醒者, 此刻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江浩懒得找他们, 直接动身离开了这里。 原本还以为这些家伙, 对自己能有一些用处。 现在看来, 还不如自己单独行动呢。 这些家伙跟他在一起, 简直就是累赘。 江浩一连走了两天的时间, 一路上遇到了不少古兽, 其中甚至还遇到了两只四阶的古兽。 江浩并没有与四阶古兽战斗, 在注意到他们后, 他便立即离开了。 在外界, 他或许还敢招惹一下四阶魔物, 就算打不过, 跑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在这里的话, 他不敢去赌。 虽然这样耸了一些, 可最起码安全能有一些保障。 江浩找了个空地,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截烤好的猪腿。 这猪腿是他昨天击杀了一头野猪, 将其分解后留下的肉。 同时, 江浩也发现了储物装备的一个好处, 那就是不论是什么样的吃的。 你放进去什么样, 拿出来还是什么样, 不会出现变质, 更不会坏掉。 这一点对于常年生活在外面, 不能及时做饭的人来说, 简直太重要了。 只可惜, 储物装备太过稀少了。 即便江浩自己手里除了系统空间以外, 也才不过两个储物装备而已。 主要是空间系的魔物太不好预见了。 在这秘境之中, 他倒是遇到了几只, 可他击杀骨兽根本不能获得武器。 因此, 也就没有得到储物装备。 江浩已经真好了, 他准备没什么事的时候, 专门猎杀一些空间系的魔物, 多获得一些储物装备。 就算自己用不到, 也可以拿出去卖。 储物装备这种东西, 可是有价无市的存在。 就算不买, 绝对非常有面子。 江浩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一把匕首, 他忘记这是杀什么魔物获得的了。 虽然只是F级的, 但切的菜, 隔块肉什么的, 还是很方便的。 就像现在一样, 用匕首将猪肉一片一片削下来, 吃起来十分方便。 江浩吃着猪腿, 不由想起了那八位觉醒者。 也不知道那八个觉醒者怎么样了, 这都过去了两天了, 一直没有见他们跟上来。 很快, 一条猪腿就被江浩吃得一干二净。 江浩简单地休息了一会, 便继续赶路, 一直到晚上的时候, 他才找了一个空地休息。 这些天, 他一直都是如此, 白天正常赶路, 晚上的时候, 就找个地方休息。 就在江浩闭目养神的时候, 一条长达十多米, 足有成年人大腿粗的猛蛇, 来到了江浩身后靠着的大树上。 蛇性子不停地吞吐着, 冰冷的蛇童死死地盯着江浩。 对此, 江浩恍若未闻一般, 依旧如同老僧入定,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猛蛇等了一会, 随即张开血盆大口, 猛地向江浩袭来。 而就在这时, 江浩猛地睁开眸子, 手掌一翻, 赤焰剑出现在手中, 直奔蟒蛇的口中刺去。 他早就察觉到了蟒蛇的存在, 之所以没动, 就是在等一个机会而已。 而现在就是这个机会。 蟒蛇被江浩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长嘶一声, 连忙将身体高抬, 躲过了江浩的攻击。 然而, 他虽然反应很快, 可与江浩比起来, 还是慢了一些。 见蟒蛇抬高身体, 江浩迅速挥剑向蟒蛇斩去, 赤焰剑表面浮现出一层火焰。 蟒蛇脸色大害, 迅速驱动身体, 用身体化解了江浩的攻击。 不过火焰的炙热, 还是让蟒蛇受了不轻的伤。 江浩有些诧异, 没想到这个家伙, 竟然还有这种本事。 在江浩诧异之际, 蟒蛇从树上爬了下来。 好, 江浩回过神, 二话不说, 立即施展施吼弓。 恐怖的阴波攻击迅速如同潮水一般, 淹没了蟒蛇。 蟒蛇痛苦地在地上翻滚。 江浩见状没有丝毫迟疑, 身体一动, 化作了一道残影来到了蟒蛇的身旁。 不给蟒蛇反应的机会, 他手持赤焰剑直接向蟒蛇的七寸斩去。 砰! 赤焰剑轻轻松松便没入了蟒蛇的身体之中。 蟒蛇直接被一分为二, 虽然已经没了气息, 可蟒蛇的身体还在不断地蠕动呢? 江浩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 他并不觉得自己残忍。 若不是自己有些实力, 只怕此刻已经变成了这条森然的腹中餐了。 闻着散发出来的血腥味,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被这条森然这么一闹, 这地方自己是待不下去了。 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否则一旦其他骨兽被引过来, 自己可就危险了。 而就在江浩刚刚走出几步的时候, 不由身体一震, 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 一个多月了, 自己终于突破了。 当即, 江浩一边走一边调出了自己的信息面板。 姓名, 江浩, 能力, 鼓舞者, 等级, 二肩, 天赋, 神, 悟性, 神, 暴击, 内功, 神, 高级斗转心仪, 神, 终极龙神功, 武学, 神, 终极灵波微步, 神, 终极施后功, 神, 终极降龙十八掌, 定, 检测到宿主修为突破到了二阶, 内功龙神功提升到终极, 检测到宿主修为突破到了二阶, 武学降龙十八掌提升到终极。 看着自己的信息面板, 以及脑海中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江浩不由嘴角上扬。 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 自己这次突破, 貌似内功斗转心仪, 还有武学灵波微步, 施后功并没有跟着提升。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原本以为, 随着自己的实力提升, 整体内功, 武学都会跟着提升呢。 结果竟然就是, 龙神功与降龙十八掌得到了提升。 是因为自己的等级不足以让内功, 武学突破到高级? 还是因为什么? 江浩有些想不明白。 不过不管怎么说, 自己修为突破了, 战斗力再次得到提升。 虽然只是二阶的修为, 但四阶的觉醒者也不是自己的对手了。 不过随着自己修为突破, 在秘境之中受到的排斥也越来越大了。 第七十三章 大地活了。 感受了一下自己变强后的气息, 江浩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自己二阶修为的实力了。 想到这里, 江浩也不准备继续找地方休息了, 而是直接继续探索起了这个秘境。 好! 夜晚之中的秘境, 要比白天的时候更加危险。 尤其是一些古兽, 只在晚上活动的。 So! 突然, 一道翅膀煽动的声音, 为江浩头顶上空响起。 江浩眸子微眯, 随即回头看去, 就看到一只足有成年人大小的蝙蝠倒挂在树上。 一双新红的兽童, 不带任何感情, 就这么死死地盯着它。 气氛有种说不出来的诡异。 这只蝙蝠脖子处有一圈红色的绒毛, 脑袋也长得类似狐狸一般。 江浩打开了鉴别之眼, 瞬间对方的信息便浮现在了自己眼前。 古兽, 红领狐符, 等级, 三阶, 能力, 精神, 毒, 状态, 巅峰。 在江浩打量对方的时候, 对方也在打量着江浩。 只是看了半天, 也没有看出什么。 就在这时, 红领狐符双翼一展, 随即向江浩飞扑过去。 好。 江浩立即气晕丹田, 透明狮子头再次浮现在它的头顶上空。 红领狐符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直接被震得重重撞在刚才它倒挂的那棵树上。 瞬间, 那棵直径足有五米的大树, 被撞断, 巨大的树身轰然倒地。 红领狐符落在地上, 胸腔剧烈的起伏,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 红领狐符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除非江浩用治疗药剂, 不然肯定是过不成了。 江浩自然不可能吧, 治疗药剂给红领狐符使用。 他手掌一翻, 试验剑立即浮现在手中。 没有丝毫迟疑, 江浩直接解决了这只红领狐符。 致死, 红领狐符都没有反应过来, 自己是怎么死的。 眼前这个人类, 明明只是二阶的修为, 甚至还只是刚刚进入到二阶, 为什么自己一招都没有抗住? 只可惜, 没人能给他答案。 好。 远处, 一蟒一雄, 两只庞然大物正在激战, 江浩躲在一处石头后面观看。 不是他不想露头, 而是这两只庞然大物的实力太厉害了, 皆是五阶的实力。 原本他突破到二阶后, 以为凭借他的战斗力, 结果还没有嚣张两天呢, 就被打脸了。 没想到秘境之中, 竟然还有五阶古兽的存在。 这已经是他进入秘境之中的第五天了。 然而用了五天的时间, 他依旧没有走出这片森林。 这让他不由严重怀疑, 这个秘境内, 就是一片广阔的森林。 这五天里, 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古兽。 江浩发现, 这些古兽与外面的魔物,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种区别, 不仅体现在外貌特征上, 更体现在能力上。 外貌特征方面, 古兽有点类似蓝星远古时期那些生物。 而能力方面, 古兽普遍都是双能力, 偶尔还有三种能力的存在。 这种古兽比较罕见, 饶式江浩也只见到过一只。 吼。 突然正在激战的那头冰霜巨熊, 怒吼一声。 江浩抬头一看, 只见白云莽一口藻在了冰霜巨熊的手臂上。 此刻这两只巨兽已经战斗到了白热化阶段。 至于谁能赢, 江浩现在也没看出来, 只觉得它们两个势均力敌。 救! 而就在这时, 突然一声音提声响起。 江浩闻声望去, 不由一领, 只见一只金色的大鸟从远处飞了过来。 古兽, 金羽雕, 等级, 六阶, 能力, 风系, 精细, 状态, 巅峰。 看着通过鉴别之眼反馈回来的信息, 江浩心中一领。 竟然是六阶。 这一刻, 江浩心里不由打起了退堂鼓, 这还是他第一次新生退役。 这可是六阶鼓兽, 一个屁就能蹦死自己。 再探查下去的话, 他觉得, 他真的很有可能会交代在这里。 想到这里, 江浩立即开始后退。 而就在这时, 突然颤动起来。 江浩一惊, 连忙抱住一旁的大树。 可大地的颤抖, 实在是太严重了, 江浩很快便被甩飞了。 与此同时, 那只金羽雕刚要吃点那两只巨兽。 可大地的颤抖, 直接把那两只巨兽甩飞了出去。 金羽雕见状, 连忙展翅高飞。 他本想将两只巨兽都抓住, 但结果却让他一愣。 自己的左侧爪子上, 抓的确实是那条白玉云芒。 可自己右侧爪子上, 抓的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古怪? 还有这个古怪生物好小, 都不够自己塞牙缝的。 别说金羽雕蒙了, 就连江浩也蒙了。 他本来被甩飞了, 就如同溺水般在空中胡乱抓着。 可没想到自己一抓, 竟然抓住了金羽雕。 啊, 不是他抓住了金羽雕, 是金羽雕抓住了他。 轰隆隆。 突然大地再次剧烈地颤抖起来, 金羽雕立即拔高身体。 江浩疑惑地看着地面, 这究竟是怎么了? 难不成是外面有人或者魔物 在攻击秘境不成? 就在江浩疑惑不已的时候, 金羽雕已经带着他 飞到了高空之中。 当江浩从高出府看下去后, 不由整个人都傻眼了。 之前他们出现的地方, 哪里是什么陆地? 这分明是一只巨大的乌龟。 所谓的陆地, 就是这只乌龟的龟壳。 只是因为时间太久了, 才让龟壳上面长出了树木。 让其看上去, 与陆地没什么两样。 而在龟壳的四周, 则是一片汪洋大海。 根本就是无边无际。 随着乌龟不断活动身体, 不少会飞的骨兽都飞到了空中。 那些无法飞行的骨兽, 只能尽可能找个固定的地方, 稳住自己的身体。 江浩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此刻他脑海中一片空白, 这一切太有冲击力了。 一只足有五个龙城那么大的乌龟, 以及一片足有成千上万只这么大乌龟那么大的大海。 那么这个秘境究竟有多大? 还有空中的这些骨兽, 原本他以为六阶的金玉雕已经很强大了, 他竟然还发现了七阶, 甚至八阶, 九阶的存在。 犹豫了一下, 江浩动用了鉴别之眼看向了下方的乌龟。 当他看到眼前浮现出来的面板后, 整个人都傻了。 骨兽, 通幽玄规, 等级, 黄阶, 能力, 水, 土, 冰, 幽冥, 状态, 巅峰, 黄阶, 黄阶是什么阶, 是九阶之上, 还是九阶之上的之上。 第七十四章, 高耸入云的冰山。 这都五天了, X还没有出现, 我建议咱们再派一支队伍进去吧。 秘境外, 彭田跟刘景龙, 警卫司的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们总不能一直就在这里等着吧, 里面究竟什么情况, 他们必须抓紧探查清楚了。 刘会长, 你什么意思啊? 警卫司这边的人看向了刘景龙。 其实按照他的猜测, 这都已经五天了, X如果能回来, 早就回来了, 哪里还会等这么长时间。 而且他也不认为, X凭借自己一个人, 就能探查出什么有用的价值。 不过这话他不可能说出来, 毕竟刘景龙还在这里呢。 刘景龙叹息一声, 那就再派一支队伍吧。 虽然心里不愿意承认, 可这都已经五天了, 他知道, X八成是回不来了。 可惜X了, 他们龙城赏金工会好不容易出现一位 SSS资质的天才, 就这么陨落了。 原本他还想培养X, 让X成为龙城赏金工会的会长呢。 警卫司的人开口道, 这样吧, 咱们再等一天, 一天后, 如果X还不出现的话, 咱们就立即派人进去。 彭田点了点头, 对此并没有意见。 虽然任务着急, 可也不差这一天了。 刘景龙感激地看了一眼警卫司的人。 秘境内, 童游玄规似乎活动好了, 随即竟然开始移动了位置。 那些会飞的古兽见状, 连忙回到了通幽玄规的背上。 虽然通幽玄规移动的时候, 背上依旧在晃动, 可比起刚才无疑好多了。 就是不知道通幽玄规为什么要移动位置, 他这又是要去什么地方。 江浩也被金羽雕带到了他的老巢内。 碰! 江浩被金羽雕丢在巨大鸟巢之中。 金羽雕的老巢与正常鹰巢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用树枝编织而成的。 不过金羽雕的老巢却是正常鹰巢的好几千倍, 万倍, 足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江浩被丢在上面, 只觉得屁股差点被蹲裂了。 同样被丢下来的还有白玉云蟒, 此刻白玉云蟒气息为敏, 身上还有五个血淋淋的大洞, 鲜血正在不断从伤口中流淌出来。 金羽雕锐利的目光在江浩与白玉云蟒身上不断扫尸, 似乎是在考虑应该先吃谁更好一些。 被金羽雕这么盯着, 江浩只觉得一座大山压了下来, 让他有种窒息感。 金羽雕突然探出头, 江浩下意识后退了两步。 然而金羽雕却没有理会江浩, 直接当着当着江浩的面将白玉云蟒吞了下去。 这一幕看得江浩直呼浪费, 让他先将白玉云蟒杀了。 这样他还能获得一枚B级的寿元。 吃了白玉云蟒后, 金羽雕便没有再理会江浩, 直接趴在了巢穴之中开始假媚。 江浩见状, 心思顿时活跃起来, 如果这只金羽雕一直盯着自己, 他还真不敢轻举妄动。 但眼下金羽雕假媚倒是给了他逃走的机会, 不过他并没有立即行动。 谁知道这家伙是不是在故意试探自己的六阶鼓兽, 其智商丝毫不比人泪弱。 江浩悄悄后退, 很快来到了金羽雕的巢穴边缘。 看着金羽雕依旧没有反应, 江浩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他却没有注意到, 假媚之中的金羽雕已经悄悄睁开了眼睛。 江浩亲手轻脚地爬到了巢穴边缘。 刚才来的时候, 他已经看清楚, 金羽雕的巢穴位于一处陡峭的悬崖上。 自己想要离开这里, 就必须顺着悬崖趴下去才行。 好在他是觉醒者, 虽然不能飞, 但趴悬崖还是不成问题的。 就在江浩想要顺着巢穴趴下去的时候, 瞬间感觉到了一股寒意直冲天灵盖。 江浩有些僵硬地转身回头看去, 只见金羽雕此刻不知道什么时候抬起了头, 锐利的目光中带着一抹细血。 江浩意识到自己这是被耍了, 这家伙的智商果然可怕。 同时, 江浩在心里疯狂想着对策, 可想了半天也没想到什么对策。 他有心想要反抗, 可他很清楚。 以自己的实力, 估计就是金羽雕站在那里不动, 任由自己攻击, 自己也不可能伤害到金羽雕分毫。 想了想, 江浩对金羽雕投去了一个尴尬, 却不失礼貌的微笑。 随即缓缓收起了自己要迈出去的右脚, 从边缘上爬下来, 乖巧地坐在地上。 既然逃不掉, 那就只能先看看情况了。 既然金羽雕没有直接弄死自己, 想来, 目前应该不会对自己怎样。 果不其然, 在江浩老老实实地坐下后, 金羽雕也爬了下来, 但锐利的阴谋却始终盯着江浩。 江浩无奈, 只能坐在这里, 与金羽雕大眼邓小眼地坐着。 彭田召集了50名一阶觉醒者的将士, 让他们进入到秘境之中。 将士们, 情况我已经跟你们说明白了, 如果遇到不可立敌的危险, 立即退出来, 不要逞强, 知道吗? 知道。 很好, 现在你们立即进入秘境。 听到这50名将士洪亮的声音, 彭田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行了一个军礼, 目送这50名将士进入秘境。 说实话,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不想让这些将士进入。 毕竟从之前那些回来的人反馈来看, 秘境之中危险重重, 弄不好这50名将士都会牺牲。 可眼下他也没办法, 社会上那些觉醒者根本靠不住, 只能指望他们军人。 50名将士回了一个军礼, 便踏入了光幕之中。 经过了一天一夜的移动, 不知道走了多远, 通幽玄规的速度终于降了下来, 江浩趴在金羽雕巢穴边缘往远处看去。 顿时整个人不由呆住了, 一座巨大的冰山出现在他的视线之中。 这座冰山高耸入云, 根本无法看清楚全貌。 就在江浩感觉震撼的时候, 通幽玄规此刻竟然开始往冰山上爬了。 顿时通幽玄规的背上再次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这一次, 不少骨兽都被震了下来, 只有那些会飞的骨兽状态好一些, 第一时间飞到了空中。 然而, 这还不是最严峻的情况, 最严峻的情况是冰山所散发出来的温度。 已经有不少骨兽承受不住这股温度, 被冻伤, 或者冻死了。 这一次, 就连那些会飞的骨兽也不能幸免。 甚至一些实力低的会飞的骨兽, 更是直接被动得无法飞行了。 江浩看着从空中急速下坠的金羽雕, 不由摇了摇头。 刚才察觉到危险, 金羽雕便第一时间飞走了, 把他丢在了巢穴之中。 江浩本想趁机逃走的, 可奈何通幽玄规的晃动幅度实在是太大了。 他没办法, 只能继续待在金羽雕的巢穴之中。 虽然这里比较简陋, 但好在目前安全不会有性命之忧。 第75章, 鲑鱼大战。 50名将士进入到秘境内, 还没有站稳就感觉到了大地颤动。 同时, 一股可怕的寒意席卷而来。 在他们的视线中, 只觉得周围一片白雾, 遮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让他们根本看不清楚周围的环境。 他们本想咬牙硬挺这股寒意, 继续套路, 可还没有走几步, 他们身上就挂上了一层冰霜。 一名将士被动得浑身颤抖, 该死的, 那怎么办? 咱们就这么回去了。 其他人的状态也没有好到哪去, 尤其是他们此刻都穿着短袖, 根本抵挡不住这股寒气。 没办法, 这里的寒气根本不是咱们所能承受的, 快离开这里吧, 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团长, 让团长来做定夺。 他们商量了一下, 最终还是决定先离开秘境再说。 与此同时, 他们面临的状况, 江浩也正在面临。 刺骨的寒气让江浩浑身打颤。 金羽雕的巢穴更是已经布上了一层寒霜, 通幽玄规背上的植物也已经被冻死了不少。 江浩知道再这样下去, 自己也离死不远了。 当即, 他顾不上通幽玄规背上的晃动, 连忙从金羽雕的巢穴中爬了出来。 江浩以最快的速度爬到了下面, 剧烈的晃动让他根本站不稳。 江浩连忙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赤焰剑, 然后让赤焰剑表面升腾起火焰。 只是赤焰剑上的火焰十分微弱, 并没有让他感受到多大的暖意。 反而赤焰剑的火焰随时都仿佛要熄灭了一般。 江浩迅速向秘境出口方向略去, 继续留在这里, 他真怕自己会被冻死。 哄, 突然一声沉闷声响起。 或许是通幽玄规体积太大了, 也或许是通幽玄规实力太强了, 直接导致冰山崩碎。 江浩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随后不等他回过神, 就感觉漫天风雪, 直接将他掩埋。 完了完了, 这次死定了。 江浩心中欲哭无泪, 这个念头刚刚响起, 他便失去了直觉。 秘境外, 刘景龙, 彭田他们刚从秘境入口收回目光。 突然光幕一阵闪烁,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上一秒进入秘境的五十名将士便全部退了出来。 同时, 一股可怕的寒意瞬间席卷而来, 让周围众人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彭田强忍着这股寒意, 连忙问道, 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刘景龙也问道, 里面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这么冷? 这可是正直剩下, 可此刻他们却感受不到任何炎热, 只觉得仿佛被突然关进了冰箱一般。 一位将士颤颤巍巍地说道, 我们也不清楚, 我们一进去, 就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寒意。 本来我们想要继续的, 可那股寒意实在是太恐怖了, 我们根本承受不住, 所以只能退出来了。 虽然已经出来了, 可他们依旧感觉无比的寒冷。 刘景龙他们闻言不由对视一眼, 看来秘境里面发生了大变化。 这件事你们怎么看? 彭田看向了刘景龙他们。 刘景龙沉声道, 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咱们的范围了, 我觉得应该联系上头, 直接派强者强行进入秘境。 不行, 在没有弄清楚秘境里面的情况之前, 上头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的。 警卫司这边的人摇了摇头, 要知道, 每一个五阶以上的强者, 对于上头来说, 都是不可多得的存在。 而且想要培养出一名五阶以上的强者, 实在太难了。 所以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 上头是绝对不会派出五阶以上强者的。 彭田眉头一皱, 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总不能继续在这里干等吧? 而且现在看来, 秘境已经进不得了。 他们这么一大群人, 在这里守着这个秘境, 岂不是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这样吧, 之前派人进入的时候, 不是并没有遇到这种寒冷的情况吗? 建议咱们间断性地派人进去查看一下情况。 如果没有这种寒冷的感觉了, 咱们再继续派人进去。 听到警卫司这边人的话, 刘景龙与彭田点了点头。 现在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也只能先这样了。 与此同时, 秘境内, 江浩突然有种窒息的感觉。 他猛地惊醒, 可眼前的警雾却让他不有脸色一变。 他发现自己此刻竟然在水里, 准确来说, 因为他明显能感觉到这水之中蕴含着一股热量。 不过现在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这股窒息感越来越强了, 他必须游上去。 哗啦! 江浩从水中探出头, 只见周围一片白茫茫的雾气, 根本看不清楚远处的情况。 此刻, 就连通幽玄规也不见了。 江浩心中一惊, 通幽玄规不见了自己怎么回去, 秘境的出口就在通幽玄规的背上呢。 想到这里, 江浩立即一顿狗袍, 开始在周围寻找通幽玄规的身影。 他根本不会游泳, 这狗袍还是之前陪许秦聚过两次游泳馆, 自己瞎恋的呢。 没想到这个时候, 竟然派上了用场。 该死的, 通幽玄规去哪了? 江浩心中疑惑, 按理说通幽玄规这么大的体型, 就算周围的被雾气遮挡, 也不应该看不戴才对啊。 哗啦! 就在江浩疑惑不已的时候, 远处突然传来了巨大的声响。 江浩耳朵动了动, 很快辨别出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当即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游去。 不多时, 他就看到两座大山在不断碰撞。 啊…… 不应该说是两座大山, 而是通幽玄规与一条通体金红色的鱼在战斗。 江浩心中一领, 没想到这秘境之中, 竟然还有可以跟通幽玄规媲美的存在。 通幽玄规是黄街古兽, 那岂不是说这条鱼也是。 江浩立即动用鉴别之眼, 顿时那条鱼的信息便出现在了他眼前。 古兽, 金纹龙鱼, 等级, 黄街, 能力, 水, 火, 圣灵, 空间, 状态, 巅峰。 果不其然, 看着那条鱼的信息, 江浩不由暗自咋舌。 这个秘境还真是处处充斥着古怪与神秘。 得, 现在这两个庞然大物在激战, 自己也不可能离开了。 只能在这里先等这两个家伙打完再说了。 想到这里, 江浩后退了一段距离, 这两个家伙太大了, 而且实力又这么强。 他真怕自己会被殃及驰鱼, 所以还是躲远点的好。 碰, 卧槽。 江浩这边刚离开, 通幽玄规与金纹龙鱼就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战斗鱼波直接将江浩笼罩在了其中, 江浩直接被震得晕了过去。 第76章, 龙珠。 这都已经第六波进去的将士了, 如果这一次再探查不出什么的话, 我觉得咱们应该离开这里了。 看着走进秘境之中的将士, 彭田叹了一口气。 自从上一次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一天一夜了, 他们前后派去了六波将士。 可每一次都会出现各种状况。 有什么地震、 海啸等等一系列的情况, 甚至还折损了十多名将士。 然而尽管如此, 他们依旧没有获得什么有用的信息。 刘景龙他们没有说什么。 为了这个秘境, 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七八天了。 再探查不出什么, 就只能让官方来想办法了。 他们是没有任何办法了。 突然光幕再次闪烁, 刘景龙、彭田他们看去, 只见一名将士浑身是血地逃了出来。 彭田扶住那名将士, 其他人呢? 他们怎么没出来? 那名将士一脸惊恐地说道, 团长, 他们都牺牲了, 我们刚进去, 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就看到一道光芒闪过, 紧接着他们就被尸首分离了, 我侥幸才逃过一命。 直到现在, 他还没有从刚才的恐惧中回过神来呢。 刘景龙他们闻言一惊, 怎么会这样? 秘境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快, 带他下去疗伤。 彭田指挥一旁的将士, 带着这位重伤的将士先下去。 几位, 我觉得这件事必须通知上头, 这已经不是咱们所能解决的了。 刘景龙他们点了点头, 这件事, 确实比他们想象中的要严峻许多。 警卫司的人沉声道, 通知下去吧, 趁着现在事情还不算太严峻的情况下, 让上头赶紧派人解决。 如果再不解决的话, 等事态严重了, 那可就危险了。 刘景龙看向了秘境入口, 心中暗叹一声。 X, 是我对不住你, 你放心, 你的家人什么的, 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的。 好疼。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江浩终于苏醒过来, 看着天空上的星星点点。 好半天, 他才回想起来发生了什么。 自己竟然没死。 江浩猛地坐起来, 看着自己身上不由露出喜色。 但很快, 他发现自己的面具竟然碎了。 不过比起活着, 面具碎了也就碎了。 江浩手掌一番, 从系统空间中取出几瓶治疗药剂, 直接倒入口中, 身上的伤势终于恢复了七七八八。 这时, 江浩才从地上站起来。 他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来到了陆地上。 嗯? 不对。 江浩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此刻并不是在通幽玄规的背上, 而是真真实实地踩在地上。 至于江浩为什么这么确定, 那是因为, 他看到了远处倒在地上的通幽玄规 以及金文龙鱼。 怎么回事, 这两个家伙不会同归于尽了吧? 犹豫了一下, 江浩立即向通幽玄规, 金文龙鱼所在的方向掠取。 江浩将凌波微步施展到了极致, 甚至还动用了暴击。 可饶是如此, 他依旧跑了一夜, 这才来到通幽玄规与金文龙鱼这边。 看到已经尽气多出气少的这两个家伙, 江浩不禁摇了摇头, 这是多大的仇, 多大的怨呀, 竟然真的来了个同归于尽。 说同归于尽也不准确, 严格来说是两败俱伤, 因为这两个家伙还没有死呢。 江浩突然神色一正, 环顾了一眼四周。 这里该不会是之前的温泉吧? 只不过温泉内的水被打没了。 江浩越想越有这种可能, 心中更是震惊不已。 这么一个巨大的温泉, 竟然说给打没了就打没了,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够狠的。 虽然心中震惊, 可江浩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正事。 既然这两个家伙两败俱伤了, 那自己就可以捡漏了。 这可是两只黄结古兽, 杀了他们, 自己就能获得两个黄结的兽缘了。 好。 江浩没有丝毫犹豫, 对着金文龙鱼直接施展起了狮吼弓。 震耳欲聋的吼声在空旷的周围不断回荡。 金文龙鱼生机迅速消散, 很快便没了生机。 随后江浩再次对着通幽玄规施展了狮吼弓。 之所以施展狮吼弓。 而非用赤焰剑, 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家伙体格太大了。 赤焰剑在他们面前跟牙签没什么区别。 甚至能不能破开他们的皮肤都说不定了。 看着系统空间内多出来的两个黄结兽缘, 江浩满意地点了点头。 幸亏这两个家伙打得两败俱伤了, 不然自己还真得不到黄结兽缘。 如今, 这两个家伙已经死了, 自己也该回去了。 这都七八天了, 也不知道外面是不是也过去了七八天了。 想着, 江浩便来到通幽玄规的身边。 可就当他准备爬到通幽玄规的背上时, 突然一道光芒撞进了他的视野之中。 江浩好奇地顺着那道光芒看去, 只见那道光芒出现的位置是在通幽玄规后脚下面。 江浩立即顺着那个位置掠了过去。 为了能快点, 江浩甚至还动用了凌波微步。 但饶是如此, 依旧跑了一个小时才抵达。 此刻他也终于看见了这道光芒。 只可惜这个东西大部分都被通幽玄规的脚压着, 他只能勉强看出对方应该是个球体, 其余的什么也看不到。 当即, 江浩动用了鉴别之眼。 宝物, 龙珠, 级别。 江浩瞳孔皱缩, 龙珠竟然是传说中的龙珠。 没想到, 秘境之中竟然还有这种宝物。 看着等级上显示出来的三个问号, 江浩就知道这龙珠怕不简单。 难怪这两个家伙会打得你死我活的呢。 原来就是为了这枚龙珠。 只可惜, 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倒是便宜他了。 江浩立即拿出赤焰剑, 开始在地上挖。 在挖了一个时辰后, 终于将龙珠给挖了出来。 看着足有小汽车大小的龙珠,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也就是自己过来了。 若是一般人过来, 还真不一定能将其带走吗? 江浩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储物袋, 将龙珠收入其中后, 直接从这里往通幽玄规的身上爬去。 一天一夜后, 江浩终于爬到了通幽玄规壳边缘。 之后, 又用了一个白天的时间, 江浩终于回到了最开始进来的位置了, 看着那道灰色光幕。 江浩不由有些感慨, 这一趟秘境之行还真是有惊无险。 不过不管怎么说, 自己总算完成任务了, 并且还有了格外收获。 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秘境, 江浩这才抬脚走进光幕之中。 第77章X牺牲了。 银盘高悬。 秘境入口一阵闪烁, 紧接着江浩从中走了出来。 原本江浩以为自己出来后, 会看到刘景龙他们呢。 没想到此刻, 这里已经空无一人了。 或许是因为自己耽误的时间比较长了。 刘景龙他们已经离开了吧。 第一,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幸运转盘乘一, 宿主是否现在转动幸运转盘。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在江浩的脑海中响起。 江浩果断地选择了事。 顿时, 在江浩的面前就浮现出了一个五颜六色的转盘。 与上次一样, 各种内功, 武学应有尽有。 江浩看了一眼, 这个幸运转盘还挺智能, 凡是自己拥有的内功, 武学这里都没有再出现过。 三秒后, 转盘开始转动, 宿主可以随时叫停。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三秒后, 转盘开始旋转起来。 停。 江浩感觉差不多了, 立即叫停。 转盘停止了转动, 江浩看到指针下方对应着, 赫然是太极。 幸运转盘消失不见。 恭喜宿主, 获得神级武学太极成一。 江浩文言, 立即选择了学习。 恭喜宿主, 学会了神级武学, 初级太极。 虽然依旧是初级, 不过江浩已经很满意了。 自己掌握的武功中, 灵波微步除外, 灵波微步不具有攻击, 只是身法。 除了灵波微步, 不论是施吼弓, 还是降龙十八掌, 都是远程攻击, 并不擅长近身战斗。 眼下太极倒是正好弥补了他这个缺点。 江浩心中已经开始期待, 系统的另一个奖励了。 只要自己取得了学校大比的冠军, 还是武学。 好。 就在江浩心心念念想着的时候, 突然一声售吼传来。 紧接着就看到一道黑影直奔自己而来。 江浩见状, 手掌一番, 赤焰剑立即出现在手中, 当即直接向那道黑影迎了过去。 原本他都想直接回家了, 不过看到魔物后, 他立即改变了想法。 既然来了, 怎么也要收割一次魔物再回去啊。 这段时间他又买房子, 又买车的, 手里的钱都不怎么够了。 正好顺便挣点外快。 同时也看看, 能不能再获得面具类的武器了。 狼猪面具在秘境中破碎了, 虽然他没想过一直隐藏身份, 但最起码也要自己参加学校大比的时候再暴露身份才行。 顺便他还准备猎杀两只鳄鱼类的魔物, 弄出两个卫甲给父母。 之前他虽然杀了不少鳄鱼类的魔物, 可并没遇到等级高的卫甲, 所以也就没有留着那些卫甲。 如今, 他修为突破了, 在轮陷区外围不敢说横着走, 碰! 江浩与那道黑影碰撞在一起, 同时借用月光, 他也看清楚了对方的样子。 原来是一只三阶魔物, 金钱豹。 金钱豹有些愕然地看着江浩, 他有些纳闷, 眼前这个人类明明是二阶实力, 为什么能抵挡住自己的攻击? 只可惜, 不等他想明白那江浩就已经发动了攻击。 感觉到了危险, 金钱豹迅速后退, 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他刚后退没两步的时候, 江浩顺势而上, 试验键横扫而出。 碰! 金钱豹带着不安, 带着迷茫重重摔在了地上。 解决了金钱豹以后, 江浩开始扫荡周围的魔物。 江浩离开轮陷区已经是清晨了, 他并没有去学校, 而是直接回到了家中。 跟江上拳, 萧玉芬打了一声招呼, 便倒头就睡。 这几天他一直没有休息好, 这一次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等江浩睡醒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爸妈, 这两个衣服给你们。 江浩将准备好的鳄鱼卫甲拿了出来。 这两个鳄鱼卫甲都是C级武器装备, 为了杀这两只四阶的鳄鱼, 他可费了小一阵功夫呢。 萧玉芬好奇地看着手中, 类似锦身衣的红色皮衣, 这是什么衣服? 怎么突然给我们衣服了呢? 爸妈, 你们可别小看这衣服, 这是C级装备, 名为鳄鱼卫甲, 是防御型武器。 穿上这衣服, 就算三阶觉醒者, 都很难伤害到你们。 听到江浩的话, 江上全吓了一跳, 这得很贵吧? 你这孩子, 给我们买这个做什么, 我们也用不到, 你快留着自己用吧。 虽然, 如今别墅住着, 豪车开着, 可将上全他们的思想, 依旧停留在之前。 C级武器装备, 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存在。 同时在他们看来, 江浩比他们更需要这种武器装备, 与其穿在他们身上浪费, 还不如江浩留着呢。 爸妈, 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们买的, 你们就穿着吧, 我自己有, 你们看。 江浩知道父母的意思, 特意将自己身上的鳄鱼, 喂假露了出来。 江上全他们见状, 这才手下这两件鳄鱼喂假。 为了防止他们不肯穿, 江浩特意让江上全, 他们回房间换上。 跟老两口聊了一会, 江浩便离开了家。 来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他换上一套衣服, 之后又从系统空间取出了一个新的狼珠面具。 这个狼珠面具, 是他特意寻找巨型狼珠, 本来他之前已经获得了一个面具, 可他转念一想, X主要特征就是狼珠面具。 如果没有狼珠面具了, 那还算X了吗? 所以他特意寻找的巨型狼珠。 巨型狼珠也没有让他失望, 直接爆出了狼珠面具。 江浩来到了黑市, 路上的时候他就联系了黄星山。 经过多次合作, 江浩与黄星山也越来越默契了。 没用多久, 江浩这批武器就都卖出去了。 因为江浩这批武器的等级高, 除了少数F级、E级的以外, 其余都是D级和C级的。 因此他这一次收获也不小, 足足收获了600万金币。 告别了黄星山, 江浩这才联系刘景龙。 赏金工会会长办公室内, 领导,X牺牲了。 刘景龙声音有些低沉, 本来这个电话他昨天就应该打的, 但因为一些事情, 拖拖拉拉一直到现在他才有时间。 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一道咆哮声, 刘景龙,你在搞什么? 刘景龙一脸苦笑的, 将事情解释了一遍。 他也不想这样的, 可这件事如果成功了, 对X也是有很大好处的。 你真是糊涂, 秘境岂是那么容易探查的, 你竟然还敢让X进入? 刘景龙呀刘景龙, 龙城赏金工会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好苗子, 被你就这么给毁了。 第78章, 莫名的心慌。 我知道领导, 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为时已晚了。 听到领导的训斥, 刘景龙不敢有任何反驳。 我给你打电话的意思, 就是看一下X的档案, 好联系一下他的家人, 到时候多照顾一下他的家人。 我试试吧, SSS的机密档案, 就连我都没有一个看, 我需要联系一下总部那边才行, 你到时候等消息吧。 电话另一头说完, 也不给刘景龙说话的机会, 直接把电话挂了。 刘景龙看着电话, 不由摇头苦笑, 叮铃铃。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刘景龙拿起手机一看, 原本他还没有在意, 可看到上面的备注后, 瞳孔不由骤然一缩。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即连忙接起来。 刘会长, 你现在方便吗? 我去赏金工会找你。 听到电话另一头, 熟悉的声音, 刘景龙心情如同坐过山车一般。 喂? 喂? 刘会长, 你能听到吗? 刘景龙回过神来, 激动说道, X先生, 你竟然没事, 真的太好了。 手机另一头, 江浩神色有些古怪, 刘景龙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这么激动? 我当然没事了, 刘会长, 你现在没事的话, 我去赏金工会找你。 刘景龙激动地说道, 没事, 我没事, 你过来吧。 江浩挂了电话, 便直奔赏金工会。 而刘景龙这边更是激动不已, X没事, 他心中的愧疚终于消散了。 想了想, 他当即再次向自己的领导打去了电话。 X没死的好消息, 他必须找人分享一下。 30分钟后, 江浩来到了赏金工会。 江浩一出现, 立即引起了赏金工会的骚动。 周围的赏金猎人, 立即将江浩围了起来。 X先生, 能跟你要个签名吗? 我女儿很喜欢你。 X先生, 我想跟你合影。 X先生, 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的团队, 我可以让你做副队长。 面对热情的众人, 江浩只好笑脸相迎, 还签名的签名该拍照的拍照。 就在他快要应承不过来的时候, 刘景龙终于及时赶到, 江浩就出了苦海。 办公室内, 刘景龙亲自为江浩倒了一杯茶, 然后坐在江浩对面, 细细地打量江浩。 刘会长, 你要不要别看我? 江浩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试想一下, 谁被一个大男人这样盯着, 都会感觉十分别扭的。 刘景龙尴尬一笑, 随后说道, 不好意思X先生, 不过, 我真挺好奇, 你是怎么在秘境之中活下来的。 在你进入秘境之后, 我们陆续派了一些人进去, 可结果都没有任何进展, 还碰到了什么地震, 海啸, 甚至还有寒冷。 那可不是什么地震, 海啸, 江浩摇了摇头, 随即将他这一路的经历说了出来。 当然, 他并没有说那些生物是古兽, 也没有说哪里存在超出九阶的存在。 除此之外, 该说的他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 听到江浩轻描淡写的讲述, 刘景龙心中震惊不已, 没想到江浩短短十天的时间, 竟然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同时他更没想到, 秘境之中, 竟然存在那么多可怕的生物。 X先生, 这件事我会如实上报的, 你放心这一次探查秘境你功不可没, 该给你的奖励, 绝对不会少的。 另外, 这张卡你拿着, 这里面有一千万, 这是咱们龙城赏金工会单独给你的报酬。 说着, 刘景龙从怀中取出一张卡, 将其递给了江浩。 对此, 江浩并没有拒绝, 他以身犯险, 帮助国家探查秘境, 多次险向还生, 收个一千万并不过分。 聊了一会, 江浩向刘景龙提出了告辞, 那行刘会长, 我这边就不打扰你了, 你忙你的, 我就先回去了。 刘景龙并没有拦着江浩, 他确实需要将这件事第一时间上报。 X这次带回来的信息, 实在太重要了。 江浩离开了赏金工会, 便直接回家了。 路上, 他突然想起来, 白家与徐静最近似乎有些太安静了。 他可没忘记, 徐静之前找四阶觉醒者猎杀自己的事情。 之前自己没有能力报仇, 也就忍下来了。 可如今自己有能力了, 这仇也应该报了。 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不好意思, 他不是君子。 在江浩看来, 有能力报仇的情况下, 让仇隔夜都是晚的。 想到这里, 江浩直接改变方向, 直奔白氏集团。 这么长时间没找白家麻烦了, 估计他们不快忘记自己了吧。 作为龙城有名的白氏集团, 江浩没用多长时间就来到了这里。 看着守卫森严的白氏集团, 江浩眉头挑了挑, 看来自己想要进去不太容易啊。 而就在江浩考虑该要如何进入其中的时候, 只见一辆运输物资的重型卡车 从白氏集团之中开了出来。 又是运输物资? 江浩挑了挑眉, 犹豫了一下, 便跟了上去。 既然进白氏集团有点费劲, 那就直接从对方的运输物资这边动手吧。 反正这种事, 自己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 江浩不紧不慢地跟在运输车后面, 直到一路来到郊外, 他这才加快了速度。 周正图不知道今天怎么了, 自从离开白氏集团后, 右眼皮就跳个不停, 而且还有莫名的心慌。 这还是他自从上次被劫车以来, 第一次跟车。 周哥, 你怎么了? 这是? 这是? 司机小王注意到了周正图的异样。 没什么? 周正图摇了摇头, 不过似乎有些不放心, 他不由问道, 小王, 刚才出来的时候, 检查清楚了吗? 小王笑道, 放心吧周哥, 已经检查清楚了, 不会有事的。 周正图闻言, 这才放心一些。 江浩本想, 等他们出了郊外再动手, 结果没想到, 他们竟然七拐八拐后, 来到了一处厂房之中。 看到这一幕, 江浩立即放弃了出手的准备, 他倒要看看, 这些家伙, 究竟要干什么? 江浩并没有进入厂房, 而是蹲在外面耐心地等着。 等了大约三十分钟后, 就看到刚才进入厂房之中的运输卡车, 开了出来, 而且看其方向并不是要出城, 而是要回市区。 见状, 江浩立即跟了上去。 第79章, 障眼法。 刘会长, 你说的是真的? 彭田听到刘景龙的话, 不由一惊。 他没想到, 原本以为必死无疑的X, 竟然活着从秘境之中出来了, 还带出了秘境之中的消息。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是真的了, 我敢拿这是开玩笑。 彭团长, 这件事X可是手工, 上头可绝对不能让人家寒心啊。 彭田点头道, 放心吧刘会长, 这件事我会如实禀报的, 如果X说的属实的话, 奖励不会少了X的。 刘景龙文言, 也就放心了。 挂了电话, 刘景龙又给警卫司那边打去了电话。 知嘎。 突然, 小王一脚刹车踩住。 周正图连忙抬头看去, 就看到一道有些熟悉的销售背影, 站在车头前方。 周正图的心脏狠狠地跳动两下。 小王伸出脑袋怒骂道, 你干什么? 找死呢? 站在马路中间? 你以为马路是你家开的呀? 他根本没注意, 这个家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仿佛是突然出现的一般。 吓了他一身冷汗。 什么人哪? 他就凡这种走路不看别的人。 难道他们不知道危险吗? 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活这么大的? 不想死, 赶紧滚! 说着, 小王就挂挡, 准备起车离开。 而就在这时, 车头前方那道销售身影, 缓缓转过了身。 鼓动! 看清楚来人的样子后, 周正图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走, 快走! 周正图小声对一旁的司机小王催促。 是他? 真的是他? 周正图在心里大叫, 之前看对方的背影, 他就隐隐猜测到了什么。 没想到, 竟然真的是此人。 怪不得他又眼皮一直在跳呢。 小王被车头之人吓了一跳, 这人有毛病吧, 竟然摆着一个面具。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这个面具, 自己似乎在哪里见过。 快走! 周正图几乎是喊出来的。 周哥, 你怎么? 不等小王说完, 外面的人便来到了车门的位置, 直接伸手将车门打开了。 江浩一脸玩味地看着周正图, 又见面了。 我的规矩你懂吧? 你他妈谁啊你? 竟然这么, 司机小王也是个火爆脾气。 还不带周正图说话, 他就率先开口了。 只是还不等他说完, 江浩就一巴掌落下。 小王的脸直接砸在了方向盘上, 瞬间被撞得头破血流。 小王脑袋嗡嗡的, 好半天没有反应过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江浩没有给他太多的反应时间, 一把江小王从驾驶位上拽了下来, 丢在了地上。 你呢? 需要我动手吗? 江浩看向周正图。 周正图脸色苍白, 硬挤出一抹笑容, 然后主动打开车门从车上下来, 来到了江浩这边。 他很清楚, 这位爷他根本惹不起。 与其做无畏的硬碰硬, 还不如乖乖听话。 说说吧, 你们刚才干什么去了? 周正图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们什么, 什么也没干。 不说实话是吧? 江浩揉了揉手腕, 顿时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似是想起了江浩的恐怖, 周正图不敢再有任何隐瞒, 连忙开口道, 我们是, 是去送货的。 哦? 是去送货, 还是取货去了? 周正图咽了一口唾沫, 送, 送货。 江浩来到了车厢这边, 他要看看, 这一次白氏集团运输的是什么物资? 咔嚓。 江浩将车门打开, 发现里面确实空空如也, 这才看向周正图。 规矩还是老规矩, 回去告诉徐静, 这批货我要了, 滚吧。 周正图不敢多说什么, 直接带着司机小王离开了这里。 看来这家伙果然没有骗自己, 那么他们, 是去送什么货去了? 讲好摸了摸下吧, 最后决定, 重新回郊外那边工厂去看看。 周, 周哥, 那家伙, 是谁啊? 竟然这么嚣张, 丝毫不把咱们白氏集团放在眼里。 走出一段距离后, 小王终于回过神来。 他是谁? 他就是X。 周正图苦笑一声, 随即拿出手机, 拨通了徐静的电话。 嗯, 喂, 很快, 手机就被接通了, 里面传出了一道娇媚的喘息声。 成年人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夫人, 周正图刚开口, 便被对面的一声娇媚的声音给打断了。 嗯, 你, 啊, 你说, 我在听, 嗯。 夫人, X出现了, 不仅截下了我们的车, 还发现了郊外咱们的秘密基地。 随着周正图的声音落下, 手机另一段的娇媚声音, 戛然而止。 你说什么? 周正图再次将自己刚才说过的话, 重新说了一遍。 行, 我知道了。 徐静冷冷地说了一声, 便挂了电话。 老公, 别玩了, 出大事了。 徐静推开压着自己的白文洛, 将事情说了一遍。 白文洛冷声道, 联系卡莫打电话, 让他过来解决了X。 这个该死的X, 自己这段时间没有时间对付他, 他反倒来了能耐, 竟然敢挑衅他们, 真是不知死活。 这一次, 无论如何, 都要将X解决掉, 涌出后患。 徐静直接拨通了卡莫的电话。 哦, 亲爱的白夫人,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你? 一道轻挑的声音响起, 徐静平静地说道, 卡莫, X出现了。 你不是, 想要一雪前耻吗? 他现在就在郊外的基地。 很好, 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还敢出现,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电话另一头闻言, 声音立即变得冷立起来。 与此同时, 江浩已经重新来到了郊外的工厂外, 这里虽然也有安保, 不过相对来说比较松懈。 江浩趁没人注意到自己的时候, 立即翻墙跳进了工厂内。 不多时, 江浩就来到了窗户边, 他悄悄往里看了一眼, 结果发现, 里面除了几台老旧的机床以外, 什么也没有。 情况不太对劲, 他之前可是亲眼看到白氏集团的车开进来的, 如果这里真的这么简单, 怎么会让白氏集团的人过来呢? 江浩思索片刻, 最终决定自己亲自进入查看一番再说。 当即, 他便趁没人注意, 悄悄溜进了厂房之中。 江浩一路小心翼翼地, 将所有监控能避开的, 全部都避开了。 而他也终于发现了一些端倪。 江浩发现, 这个一层厂房, 竟然配备电梯, 这一点太不正常了。 厂房只是一层, 可却安了电梯, 上面肯定上不去了。 那也就说, 这个厂房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 他的真身在下面呢。 确认周围没人后, 江浩进入到了电梯之中, 果不其然, 电梯通往了负一。 正所谓一高人大胆, 江浩没有迟疑, 便按了负一的按键。 电梯开始缓缓运行起来。 第八十章 再战四届。 江浩来到了负一层, 并且在这里转了一圈。 看到里面的场景, 神色不由有些古怪。 他说, 怎么会有那种人为合成怪物呢? 原来感情全都是白氏集团弄出来的。 这个负一层简直就是一个实验室, 周围有十个巨大的玻璃容器。 而在这样, 容器之中, 都是之前他对付过的那个人为 合成怪物一模一样。 除此之外, 周围还有不少容器装着一些各种器官。 显然, 这些都是实验材料。 并且, 这里充斥着浓郁血腥味。 白氏集团, 徐静。 你们竟然敢拿人来做实验, 还真是胆大妄为, 丧心病狂呀。 江浩在心里说着, 龙城可是严令禁止, 任何人不允许做人体实验, 没想到白氏集团竟然在偷偷做。 还有之前倒卖人体器官的事情。 这两项罪责, 随便拿出一个都足以让白氏集团 全部挨枪子了。 当即江浩拿出手机, 开始将周围的情况录下来, 随后给刘景龙拨了过去。 X先生, 有何吩咐? 刘景龙的笑声很快传来。 刘会长, 我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江浩说着, 便将这边的情况说了出来, 同时将自己录下的视频 发给了刘景龙。 听到江浩的话, 刘景龙不由大为惊骇。 X先生, 你确定这里与白氏集团有关? 当然, 这种事情我也没必要骗你。 刘景龙再次问道, 那你是如何发现的? 按理说, 这种地方应该格外隐秘才对, 不应该会被轻易发现的。 怕江浩误会, 刘景龙连忙解释一句。 X先生, 我并不是要质疑你, 只是就算我跟上头汇报, 也要说清楚才行。 江浩没有隐瞒, 刘会长应该很明白 我跟白家的矛盾, 我本来是想要结白家物资的, 结果跟他们来到了这边, 这才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我明白了, X先生, 稍等我一会, 我马上过去。 挂了电话, 江浩继续打量起了四周, 看看有没有什么暗格。 还真别说, 竟然真的有。 江浩拉开了一个办公桌的抽屉, 他本来是先要看看 里面有什么的。 结果没想到, 随着抽屉被打开, 实验室的左侧墙壁 竟然也跟着移动了起来, 紧接着一个昏暗的房间 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 只见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铁笼子, 而铁笼子关的不是别的, 竟然是一个个神色木讷的人, 以及一股刺鼻的怪味。 江浩眉头一皱, 刚想走进看看, 突然电梯运转起来了。 有人来了。 江浩见状眸子微眯, 是自己被发现了, 还是刚好有人过来了。 在这里, 根本没有藏身之地。 无奈江浩只能找个柜子 作为掩体, 将自己藏在柜子的另一侧, 这样来人就不能第一时间看到他了。 很快电梯打开了, 一位中年人从电梯中走了出来。 X别藏了, 我知道你在这里, 出来吧。 听到有些熟悉的声音, 江浩眉头一挑, 他已经听出来了对方是谁。 原本他还心思如何找到对方呢, 没想到对方自己送上门来了。 想到这里, 江浩不又摇了摇头? 还真当他还是大半个月前的他了吗? 好久不见, 江浩从柜子的另一侧走了出来。 X, 这一次我看你还往哪逃? 看到江浩出来, 卡莫双眼之中闪过一抹金光。 说着便直接向江浩掠来。 江浩嘴角上扬, 之前看待四阶觉醒者, 他会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可如今嘛, 也不过如此。 江浩没有动, 在卡莫即将来到自己面前的时候, 他这才摆出了太极的起手势。 虽然太极只是初级, 可毕竟自己的修为提升了。 他要看看, 太极能给他带来怎样的惊喜。 难怪如此淡定, 原来是晋级了呀。 可惜只是二阶,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二阶与四阶之间的差距。 卡莫注意到江浩的气息变化, 一眼就看出了江浩突破到了二阶。 不过他并没在意, 别说是二阶了, 就算是三阶, 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很快, 卡莫便来到了江浩身前, 同时一拳挥出, 重重向江浩的脑袋砸去。 这一拳虽然看上去没有任何威力, 可实则内含杀机。 这一拳足足用了卡莫的八层力量。 显然卡莫依旧对于当初, 江浩从他手里逃脱掉耿耿于怀, 所以一上来救下杀手, 打算秒杀江浩。 面对卡莫的一击重拳, 江浩不躲不闪, 立即施展出了左右野马分病, 双手轻微摆动, 将卡莫拳头上的力道尽数化解掉。 卡莫眼睛瞪得老大,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他实在想不明白, 自己这一击重拳, 为什么会在对方随意拨动间, 就被泄力了。 然而, 不等他反应过来, 江浩一记白鹤亮翅, 拉近了自己与卡莫的距离。 随即江浩又是施展出来左右搂歇咬步, 看似软绵无力的攻击, 却打得卡莫连连后退。 卡莫回过神来, 心中大怒, 他没想到自己堂堂四阶, 竟然被一个二阶被打懵了。 稳住身形, 卡莫立即展开了反击。 灵力的攻击如同狂风暴雨一般, 铺天盖地地向江浩落下。 卡莫的攻势不仅灵力, 而且个个都是阴险的杀招, 所攻之处皆是要害部位。 然而, 任由卡莫的攻击如何灵力, 迅猛, 他的攻击全都被江浩看似软绵无力的招式 给抵挡了下来。 最后江浩没感觉怎么样, 反而给卡莫勒得气喘吁吁了。 看到太极的效果, 江浩心中非常满意。 虽然太极没有灵力的杀招, 也没有群攻的效果, 可却柔中带刚, 刚柔并济, 没有杀招又处处蕴含杀招。 以这种打法, 自己就算打一天也不会觉得累。 你这是什么手段? 卡莫不解地问道。 江浩没有回答卡莫, 虽然他的武功别人学不去, 可没必要告诉敌人。 哼! 卡莫冷哼一声, 随即再次向江浩发起攻击。 他不信, 自己堂堂四阶, 竟然会被一个二阶打败。 见状, 江浩再次摆出了起手势。 然而, 卡莫这一次却不再用拳脚攻击了, 而是从手中的拐杖抽出了细剑向江浩攻去。 面对不讲武德的卡莫, 江浩收起了起手势, 手掌一番, 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赤焰剑。 两人当即在实验室中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其实, 以江浩的实力, 现在想要弄死卡莫非常容易。 他只不过是不想将实验室破坏, 所以才没有施展施吼弓, 降龙十八掌这种杀伤性大的手段而已。 第八十一章, 你说了? 刘锦龙与江浩挂了电话后, 立即联系了警卫司, 并且与警卫司那边同时开始行动, 迅速向郊外厂房赶来。 当他们抵达郊外厂房的时候, 已经是十一个小时之后了。 而在他们刚刚抵达的时候, 白文洛, 徐靖也刚好到这里。 双方都没想到能看到对方。 白文洛笑着走上前, 刘会长, 孔司长, 两位怎么这么有时间, 来到这郊外呢? 以及趁着没人注意到自己的时候, 迅速拿起手机发了一条信息。 我们也不想呀, 但有些人总是给我们找事, 我们只好过来一趟了。 孔文广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白文洛。 刘锦龙故意问道, 怎么? 这个厂房是白氏集团呢? 白文洛十分自然地摇了摇头。 不是, 不过马上就是了, 我们最近正在跟这个厂房主人交涉, 要买下这个厂房。 本来今天心思再过来看看的,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两位。 他知道厂房的情况, 这个时候自然不能承认厂房是他们白氏集团的, 不然后果不敢设想。 好在当初建立这个厂房的时候, 他为了防止意外并没有用自己的名字, 也没有挂上白氏集团。 就算这两位要查, 也不可能查到什么东西。 这个厂房挂名的人早就被他暗中解决掉了。 刘锦龙与孔文广对视一眼, 心中都是不由暗骂白文洛一声老狐狸, 这么快就把自己给撇干净了。 刘锦龙脸上笑容不变, 这样呀, 那怕是要让白先生失望了。 这个厂房我们接到举报, 正在做非法勾当, 所以怕是你们无法接手了。 什么? 竟然还有这等事? 刘会长, 孔司长, 有你们真是龙城的福气啊。 白文洛一脸感慨, 心中却忍不住怒骂, 该死的X, 定是他将这两个家伙引来的。 自己这批试验品马上就要送走了, 没想到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尤其是一想到自己将要面临的损失, 白文洛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龙城有白先生这样的商人才是有福气。 你放心白先生, 等我们解决了这边的事情, 厂房你还是可以该接手接手的。 刘锦龙笑了笑, 说着对孔文广使了个眼色, 孔文广心领神会不再与白文洛交谈, 直接带人向厂房内走去。 白文洛眸子微眯, 自己拖了这么长时间, 卡莫应该已经得手了吧。 哼, 等你们进去, X已经死了, 到时候自己就说这个厂房是X的, 这样一来就死无对症了。 白文洛回头看向徐静, 见徐静对他点了点头, 当即抬脚跟上了刘锦龙他们。 刘会长, 孔司长, 我也跟你们过去看看, 说不定还有什么能帮助你们的呢? 与孔文广并没有什么, 一行人直奔厂房走去。 砰, 卡莫的身体重重撞在墙上。 哼, 卡莫一口鲜血喷出, 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浩。 这已经是他第六次被对方打飞出去了。 他实在想不明白, 为什么对方只是二阶修为, 可战斗力竟然比自己这个四阶还要强。 然而江浩根本不给卡莫喘息的机会, 迅速来到卡莫身前, 直接将赤焰剑架在了卡莫的脖子上。 你说了, 卡莫冷笑出声, 嘿嘿, 你以为你赢了我吗? 不怕告诉你, 我是黑龙慧的人, 你敢杀我, 黑龙慧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吓唬我。 江浩摇了摇头, 什么黑龙慧, 白龙慧他根本没听说过。 不管黑龙慧, 还是白龙慧, 他根本不在乎。 希望到时候, 也能这么尊严。 卡莫说着, 突然抱起, 随即手中细剑直接攻向一旁, 装着那些人为合成怪物的玻璃罐子刺去。 他已经想好了, 既然自己对付不过X, 那就将这些怪物放出来。 他不信, X就算再厉害, 还能对付得了这十只怪物了。 江浩连忙施展灵波微步, 在细剑即将落在玻璃罐子上时, 一把抓住了细剑。 速度不错, 可惜你阻止不了我。 就在这时, 卡莫的声音从另一旁传出。 江浩闻声望去, 只见卡莫已经来到了一个玻璃罐子前方, 并且挥拳向玻璃罐子砸去。 你找死! 江浩脸色一沉, 此刻他想要阻拦已经来不及了。 本来他就不想破坏这个实验室, 所以才跟这个家伙打了这么长时间。 结果这家伙, 竟然想要把这世个人为合成怪物放出来。 他现在虽然拥有击杀四阶的实力, 可同时面对十个四阶, 他也要避其锋芒。 卡莫冷冷一笑, 虽然他控制不了这些怪物, 可为了能杀死X, 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砰! 卡莫的拳头重重地落在了玻璃罐子上, 瞬间玻璃罐子表面布满了裂痕, 随即猛然裂开。 里面的液体洒落一地, 原本处于沉睡状态的怪物, 也猛然睁开了毛子。 好! 怪物咆哮一声, 迅速将目光落在了江浩与卡莫的身上。 咕咚! 卡莫咽了一口唾沫, 下意识后退几步。 他虽然是四阶觉醒者, 可面对四阶怪物的时候, 他根本不是对手。 怪物直接向江浩他们冲了过来。 刘景龙他们此刻来到了厂房外面, 刚要推门进入。 哄! 突然, 整个厂房突然一颤, 巨大的动静吓了刘景龙他们一跳。 随即他们就看到厂房坍塌, 紧接着十只蜥蜴模样的人形怪物, 从废墟之中掠出。 紧接着江浩的身影也冲了出来, 他手里还拎着一个中年人。 只是此刻江浩与卡莫的状态并不好。 尤其是卡莫本身他就被江浩重伤, 刚才在地下室时候都被怪物重伤, 让他此刻气息为名。 相比于卡莫, 江浩只不过受了一些轻伤而已, 并不影响战斗力。 看到江浩出现的那一刻, 白文洛拳头紧握。 他没想到X竟然还活着。 卡莫这个废物怎么回事, 一个四阶竟然没有解决二阶, 反而还把自己弄得伤成这样。 刘会长, 抓住这个家伙, 别让他跑了。 江浩将卡莫丢给刘景龙。 下面的地下室里有个暗阁, 里面有一些被抓来的活人, 需要救援一下。 江浩迅速将情况说了一遍。 而就在这时, 十只怪物已经向他们这边掠来了。 孔文广立即组织警卫司的人出手。 如果让这是十只怪物跑到市区去, 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82章 击杀怪物 你们几个去找X说的地方, 务必把人救出来。 刘景龙对带来的赏金猎人说道。 是。 几位赏金猎人文言立即向地下室掠去。 刘会长, 我来看着这个家伙吧。 你安心帮助孔司长对付这些可怕的怪物。 白文洛生气归生气, 但还是走了过来。 他不能让卡末落到警卫司或者赏金工会的手里, 万一他们从卡末口中套出什么话, 那可就麻烦大了。 刘景龙摇了摇头, 不用了, 有X再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虽然X只是二阶觉醒者, 可别忘了, 当初X一阶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与四阶有一战之力了。 他相信二阶的X已经会更强的。 白文洛文言也不好再说什么, 说多了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因此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 此刻江浩在警卫司众人的协同下, 已经开始对那十只怪物开始进行反击了。 有警卫司众人的帮助, 江浩的压力小了不少, 同时也有把握解决掉这些怪物了。 所有人捂住耳朵。 江浩大喝一声, 提醒众人。 周围众人通过之前江浩战斗的视频, 已经知道了江浩的手段, 因此十分果断地捂住了耳朵。 就连白文洛也捂住了耳朵。 好。 江浩气晕丹田, 头顶上空立即浮现出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随即众人就听震耳欲聋的吼声从江浩口中传出, 直接将十只怪物给笼罩在其中。 啊! 十只怪物发出痛苦的哀嚎, 恐怖的音波攻击让他们体内气血翻涌。 若非实力够强的话, 只怕他们此刻都已经暴体而亡了。 众人惊骇地看着江浩, 之前他们在视频中江浩江浩施展这一招。 原本他们觉得自己已经高估了对方, 现在看来还是低估了。 这音波攻击实在是太恐怖了。 饶使他们捂着耳朵也感受到了一阵气血翻涌。 施展完施吼弓后, 江浩施展出了凌波微步, 手持赤焰剑迅速向着十只怪物杀去。 锦威斯那些人见状, 也立即跟在江浩身边。 十只怪物晃了晃脑袋, 随即面露凶狠之像向江浩扑了过来。 面对十只怪物的攻击, 江浩不躲不闪, 赤焰剑表面升腾出一层火焰, 江浩与这十只怪物站在了一起。 而锦威斯众人, 能远攻的全部开始了远攻, 能近战的则跟在江浩身边, 帮江浩拖住这十只怪物。 还有两个辅助类的觉醒者, 不断给江浩他们身上增加辅助技能。 什么攻击加成, 速度加成等等。 这也让江浩他们的战斗力大幅度提升。 江浩的攻击非常迅猛, 手中赤焰剑不断向刺向这些怪物。 然而这些怪物同样不是吃素的, 他们不仅战斗力强, 防御力同样不弱。 在场中人之中, 除了江浩的赤焰剑能对他们造成伤害以外, 其余人的武器根本对怪物造不成任何伤害。 甚至还有几位警卫斯的人, 被怪物抓住机会打成了重伤。 索性江浩第一时间出手, 这才没有让受伤那些受伤的人被怪物击杀。 然而这些怪物虽然实力强, 可江浩还是发现了对方的弱点, 那就是他们没有灵智, 所做的一切全都凭借着本能行事。 如此一来, 那就好对付了。 当即江浩催动暴击, 让自己的速度再次提升一些。 随即迅速来到了一只怪物的身后, 趁着他被警卫斯的人纠缠住, 江浩猛地一箭挥出。 砰! 试验间落下, 这只怪物的头颅也跟着落在了地上。 怪物身体一个亮腔, 随即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好! 浓郁的血腥味刺激着其他九只怪物双眼赤红一片。 攻击也愈发地疯狂了。 江浩如法炮制, 再次来到了另一只怪物的身后。 这只怪物虽然反应极快, 第一时间抬起手臂进行抵挡。 可他终究低估了赤验剑的锋利程度。 只见江浩猛地挥剑斩下, 这只怪物的手臂与脑袋齐齐落下。 看着一只只辛苦培育的怪物被江浩击杀, 白纹落, 徐静脸色阴沉得可怕。 为了培养这十只怪物, 他们足足消耗了数十亿资金, 可如今却全都复制东流了。 终于在一番苦战的情况下, 这十只怪物全部被江浩他们联手击杀了。 而刘锦龙的人则也将地下室中 被关在笼子内的人救了出来。 X,这一次还真是要感谢你了, 你为咱们龙城出了一个大害。 孔文广走上前, 热情地拍了拍江浩肩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刘锦龙这时也走了过来, 怕江浩不认识孔文广, 帮忙介绍了一下。 X先生, 这位是咱们龙城警卫司司长, 孔司长。 江浩对孔文广打了一声招呼。 龙城警卫司司长可是除了市长以外, 最大的官僚。 与刘锦龙是同级别的存在。 X先生, 那些被关押的人都已经被救出来, 咱们走吧。 江浩点了点头, 事情办完了, 也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 临走之前, 江浩看向了白文洛以及刚刚走过来的徐静, 嘴角上扬。 两位, 咱们又见面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坏了你们的好事。 白文洛心中问候了这江浩十八代祖宗, 表面上却一脸风轻云淡的模样。 X先生说的这是哪里话? 说起来我们还要感谢你才对, 是你帮助龙城清理了祸患。 好说好说, 江浩不在意地笑了笑。 哦对了, 说起来这件事还要感谢你们白氏集团的员工呢? 若不是他告诉我这边有情况, 我还不会过来呢? 这一次, 你们可要好好感谢一下他。 说完, 江浩也不理会白文洛, 徐静玉发难看的脸色, 哈哈一笑, 便跟着刘景龙他们一起离开了这里。 看着江浩他们离开, 白文洛对徐静问道, 联系上头了吗? 已经联系完了, 他们说这件事他们来解决。 徐静点了点头, 白文洛冷笑一声, 很好, 让他们狂, 接下来有他们发愁的了。 徐静担忧地说道, 卡莫那边怎么办? 万一他说一些不该说的, 那可就麻烦了。 放心吧, 卡莫应该没有这个胆量, 别忘了他的家人还在黑龙会手里呢, 敢出卖黑龙会, 他必死无疑。 说完, 白文洛便带着徐静他们离开了这里。 第83章, 我是江浩。 X先生, 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而且以你的声望, 一定会更上一步的。 江浩摇了摇头, 婉拒了刘景龙的提议。 警卫司那边如果报到的话, 带上我就行, 让我出面的话就算了。 今天一早, 江浩起床正在吃饭呢, 刘景龙就打来了电话。 昨天江浩帮龙城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 孔文广的意思, 给江浩做个专访, 让所有人都知道江浩的功劳。 奈何他没有江浩的联系方式, 而且与江浩不熟, 贸然打电话的话不太好。 所以就把这件事委托给了刘景龙。 刘景龙再次说道, 那好吧, 对了, 探查秘境之中奖励的事情, 你先不要着急, 官方需要亲自验证一番, 确认没什么问题后, 就会把奖励给你的。 行, 没问题。 江浩挂了电话, 吃完早餐后便离开家门了。 如今开学也有小半个月了, 他除了开学去了一趟学校以外, 还没有去过学校呢。 今天正好没什么事, 他准备上学校看看。 至于学校大笔的事情, 他也一直在关注, 只不过距离学校大笔还有半个月呢。 他现在也不着急。 学校大笔的举办地 被放在了五大书院之一的战武书院。 自己提前十天前往就可以了。 不多时, 江浩便来到了龙城大学。 感受到学校之中的青春气息以及书香气息, 江浩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舒坦。 真是什么年龄, 做什么事。 这段时间, 他感觉自己已经跟十八岁脱轨了一般。 接触的人跟事都不是十八岁所能接触到的。 江浩一路穿过操场, 来到了教学楼, 最后来到了大一三班。 看着走进来的江浩, 众人都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他们根本不记得自己班有这么一个人。 甚至还有人怀疑, 江浩是不是走错了班级。 那个同学, 你是不是走错班级了? 还是说, 你要找人。 一名长相清秀的女子走了过来。 没有错, 她就是咱们班的。 江浩刚要开口, 两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这两人不是别人, 正是黄毛瘦子跟纹身胖子。 女子一脸厌恶地瞥了一眼两人, 又看了看江浩, 随即转身离开了。 江浩被女子临走时, 厌恶的目光看得有些不知所措。 什么情况, 自己也没招惹过这个女生吧? 黄毛瘦子拉着江浩来到了一个空座坐下。 江哥, 你终于来上学了。 你没有请假, 就无故旷课, 可给班主任弃完了。 我最近有事, 没来得及请假。 江浩淡淡一笑, 随即有些诧异地看着这两个家伙, 以这两个家伙的品性, 竟然这么老实来上课, 不应该啊。 纹身胖子凑过来说道, 江哥, 你都在忙什么呀? 带我们兄弟俩一个呗。 黄毛瘦子也点头道, 对对对, 我们两个可以给你打下手, 一定以你马首是瞻。 我做的事情, 你们可做不了, 还是好好上学吧。 江浩摇了摇头, 他这可不是在吓唬这两个家伙, 不论是去沦陷去杀魔物, 还是做任务, 亦或者去秘境之中探索, 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而这两个家伙, 只不过是F级的天赋, 灵结修为, 去了无疑是去送死的。 黄毛瘦子他们, 还想要说什么? 这时候齐悦抱着课本, 有了进来。 开始点名, 曹小涛, 道, 李娜, 道。 随着齐悦的不断点名, 一个个学生也都喊了道。 很快到了江浩, 齐悦直接选择了无事, 在他看来, 江浩不来上学已经是常态了, 自己没必要喊名了。 好了, 同学都到了, 那就上课吧。 齐悦说着, 看向众人, 当他看到江浩的那一刻, 不由一乐。 与其他人一样, 他一时间也没有认出江浩是谁。 齐悦问道, 这位同学, 你是哪个班的? 怎么来三班了? 坐在江浩身旁的黄毛瘦子, 以及纹身胖子不由, 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 老师, 我是江浩。 江浩站起来, 虽然齐悦只是一阶的觉醒者, 放在外面, 完全是被自己秒杀的存在。 可这里是学校, 齐悦是老师, 江浩一直没有忘记, 自己还是一名学生, 要知道尊师重道。 江浩? 你就是江浩? 齐悦一愣, 江浩笑着点了点头。 齐悦脸色一沉, 就是这个家伙, 不来上课, 连假都不紧。 齐悦刚想训斥江浩, 可想到了前几天教导主任, 校长找他谈的话, 他不由忍了下来。 你跟我过来, 其他人先自协。 说着, 齐悦便向外面走去。 江浩见状, 虽然不清楚齐悦叫自己做什么, 但还是跟了出去。 哎, 你们说, 班主任把江浩叫出去了, 是不是要训他? 毕竟他半个月没来学校了。 谁知道了, 不过, 我看八成玄。 什么八成玄, 分明就是, 班主任把他叫出去, 是为了给他面子。 江浩与齐悦离开后, 班级立即炸了, 讨论什么的都有, 不过讨论最多的, 还是江浩会不会被训。 此刻他在齐悦的带领下, 已经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江浩眉头一皱, 这是干什么? 把自己带到了校长办公室? 这是打算让自己退学, 还是给自己换个班级? 就在江浩疑惑的时候, 校长办公室内传出了一声劲。 齐悦带着江浩走了进来。 校长, 江浩来了。 江浩! 邹文林一愣, 随即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 来到江浩对面。 齐悦有些诧异地看着邹文林, 不就是一个学生吗? 为什么校长会这么激动? 莫非这个江浩真是什么关系祸? 江浩被邹文林盯得有些不自然, 微微后退一步, 皱着眉头道, 我是江浩, 校长你有什么事吗? 啊, 不好意思, 是我唐突了。 邹文林回过神来, 尴尬一笑。 小齐啊, 你先回去吧, 我有事跟江浩聊聊。 啊, 好。 齐悦点了点头, 随即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快走吧, 江浩同学。 邹文林照顾江浩坐下。 江浩无奈地说道, 校长, 你有什么事, 直接说就好。 邹文林这样子, 他确实有些招架不住。 第84章, 校长的馈赠。 是这样的江浩同学, 我听说你报了学校大笔, 我想知道, 你这是怎么想的? 江浩没有掩饰自己的目的, 什么怎么想的, 就是报学校大笔, 跟他们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的学生比比而已。 江浩同学, 你的事情我也知道了一些, 我知道你心里可能对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有些想法。 邹文林叹了一口气, 说实话, 对于龙城, 这位高考状元的经历, 他也是颇为同情的。 可这也没办法, 谁让江浩是鼓舞者了? 谁也不可能浪费资源, 培养一位没有成就的鼓舞者? 可学校大笔不是小事。 而且, 咱们龙城大学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江浩看向邹文林, 校长是想要让我放弃。 我不是让你放弃, 我是希望你能想好了。 邹文林摇了摇头, 随即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论是五大书院, 还是十大名校, 都是专门培养强大觉醒者的学校, 拥有着丰富的修炼资源。 龙城大学只是普通大学, 没有修炼资源提供你, 这种情况下, 你很吃亏的。 对于邹文林说的这些, 江浩自然清楚, 而且他也没指望, 龙城大学能给自己什么帮助。 不然他这段时间, 也不可能经常去沦陷区。 而且你应该也清楚, 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 早在你们分配完学校后的第三天, 就已经开学了。 也就是说, 他们从那时候, 就已经开始接受训练了。 如今他们, 怕都已经是一阶觉醒者了。 你们之间的差距, 也越来越大了。 当然, 我这也不是为了打击, 你才跟你说这些的。 学校大比, 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它并不是什么新生大比。 你要面临的, 不仅仅是同届的对手, 甚至还有大二, 大三, 甚至大四的对手。 所以我才让你想好了。 江浩听明白了邹文林的意思, 说白了就是他并不看好自己, 也不希望自己去自取其辱。 江浩淡淡地说道, 校长, 这件事我已经想好了, 不然我也不会选择报名。 如果是正常情况, 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学校大比, 根本不感兴趣。 可现在不行, 他有系统任务在身, 除了父母, 他什么都可以不外乎, 但唯独系统不行。 邹文林文言, 知道自己劝不动江浩,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犹豫了一下, 他起身从一旁的办公桌抽屉中, 取出了一本泛黄的书籍, 然后递到了江浩面前。 这事, 江浩有些诧异地看了一下邹文林。 三百年前, 我先祖也从事一位鼓舞者, 这是他千辛万苦, 才获得一部剑法, 名为华山剑法。 虽然不强, 但对于你现在这个阶段, 学起来刚刚好。 邹文林虽然有些舍不得, 可他很清楚, 这部剑法留在他这里, 并没有什么用, 还不如交给江浩呢。 最起码, 也能提升一下江浩的战斗力。 江浩怎么也没想到, 邹文林竟然会给他一部剑法。 邹文林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劝不动你, 可龙城大学的情况你也清楚, 我没办法给你太多的帮助。 你能交给你这套剑法了, 至于你能学到什么地步, 就看你自己的了。 多谢校长, 江浩连忙起身, 双手接过这个华山剑法。 虽然这套剑法对于自己可有可无, 可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邹文林的一片心意, 自己不能拒绝。 邹文林说道, 行了, 你先回去吧, 距离学校大比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 争取能多掌握一些这套剑法吧。 另外这段时间你不用来学校了, 你小齐那边我帮你请个假。 江浩再次感谢了邹文林一生, 随即离开了房间。 系统, 我要学习这套华山剑法。 江浩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 虽然这套剑法对于自己来说可有可无, 不过一想到自己的赤焰剑, 他还是决定学习这套华山剑法。 这样自己以后在使用赤焰剑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像之前那样, 没有任何技术可言了。 检测到F级武学华山剑法, 武学升级, 恭喜宿主获得神级武学华山剑法。 恭喜宿主学会了神级武学初级华山剑法。 听着脑海中的提示音, 江浩神色一棱, 没想到系统还有提升武学品阶的能力。 这岂不是说, 自己以后不论得到什么品阶的武学, 都可以让系统升级了吗? 想到这里, 江浩不由心情大好。 虽然邹文林已经允许自己这段时间不用过来上课了, 可江浩也并没有立即离开学校。 他今天过来就是体验校园生活的, 自然不会就这么离开了。 之后的三天, 江浩每天都来到了学校, 直到第四天, 江浩才没有过来。 之所以没过来, 是因为刘景龙给他打去了电话, 官方已经把探查秘境的奖励发放下来了。 不过, 必须他亲自领取才行。 而这一次给他发放奖励的, 更是龙城市长。 因此, 第四天一早, 江浩便来到了赏金工会。 在刘景龙的带领下, 江浩来到了龙城政府。 他们一路来到了五楼, 五楼就是市长办公室所在的位置。 不过他们这一次, 却不是去市长办公室, 而是来到了会议大厅。 因为这次探索秘境的功劳比较大, 因此官方这边决定开个记者招待会, 特意表扬一下江浩。 与此同时, 网上也都宣传这件事情。 一时间,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现在, 让我们欢迎X先生。 随着主持人的声音落下, 江浩在刘景龙的事宜下, 走上了前台。 市长来到了江浩身旁, 这一次多亏了X以身犯险, 为国家探查秘境, 并且在危险重重的环境下, 将秘境的情况带了回来。 在这里, 我代表官方, 代表龙城感谢X, 并且给予X圣学府邀请函一张。 说着, 一旁的秘书, 戴着白手套, 手中端着一个木制的托盘, 在托盘上, 赫然是一张泛黄的羊皮券。 市长江圣学府的邀请函, 郑重地交在了江浩手中。 牛呀, 没想到这次奖励, 竟然是圣学府的邀请函, 早知道, 我也去试试了。 嘿, 楼上的, 你以为这邀请函那么好得到的吗? 除非你有X的运气才行。 不过话说回来了, X虽然厉害, 可他地灵石鼓者, 圣学府会收他吗? 对啊, 白瞎这张邀请函了, 还不如给我呢。 网络平台上, 一条条弹幕出现在屏幕上。 有人羡慕, 有人嫉妒。 碰, 一个精致的茶杯被徐静狠狠地甩在了墙上。 第85章, 深浅。 X先生, 你之前让我查的黑龙会我已经查到了。 黑龙会起源于50年前, 曾被官方狠狠地打击一番。 本以为他们就此消沉下去了呢, 没想到对方不仅存活下来了, 甚至比起之前更强了。 江浩诧异地问道, 哦, 怎么说? 早在三天前, 江浩就脱留景龙探查黑龙会的事情。 他并没有忘记那个中年人, 在提到黑龙会时有恃无恐的模样。 虽然他不清楚黑龙会, 不过却也隐隐感觉到黑龙会不简单。 之前你交给我们的那个人, 今天被保释出去了,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顺藤摸瓜查到了黑龙会。 刘景龙的声音从手机的另一头传出来, 江浩文言眉头一皱, 那个中年人竟然被保释出去了。 如此看来, 黑龙会的影响力确实不小呀。 刘景龙继续说道, 我怀疑黑龙会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官方。 X先生, 你要多加小心一些了。 还有白家那边, 尽可能不要与对方起冲突了。 我怀疑白家是黑龙会地下属。 他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 为了探查出黑龙会的消息, 他派出了不少人探查。 可每一次探查, 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力。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能有探查出太多的东西。 这也是他为什么劝江浩先避气锋芒的原因。 江浩想了想, 然后问道, 刘会长, 有黑龙会具体资料吗? 他倒不害怕黑龙会, 不过知己知彼总比两眼一抹黑要强。 以前的资料倒是有一些, 不过对于现在的黑龙会意义不大。 至于现在的黑龙会, 我并没有弄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刘锦龙摇了摇头, 刑刘会长, 这件事我欠你一个人情。 挂了电话后, 江浩坐在学校的花坛旁, 默默思考着黑龙会的事情。 那个中年人被保释出去了, 对方难免不会再次对自己出手。 自己该如何解决这个黑龙会呢? 叮铃铃。 就在这时, 突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江浩拿起手机一看, 是个陌生的号码,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接了起来。 不过他并没有说话, 而是在等对方开口说话。 X, 有时间吗? 咱们聊聊。 过了一会, 手机另一头这才传出一道嘶哑的声音。 江浩淡淡地问道, 你是谁? 你不是请人在调查我们吗? 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我们可以亲自跟你说。 江浩眸子微眯, 黑龙会的人。 不错, 我们就是黑龙会的人。 我现在最新楼, 想要跟你见一面。 你可否赏脸? 如果我不过去呢? 手机另一头那人淡笑道, 那我们就只好将跟你有关的人全部找到这里来了, 比如黄兴山, 比如江上全, 再比如刘景龙。 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黑龙会有这个实力。 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威胁了。 江浩眸子中杀一幅线。 手机另一头那人笑了笑, 并没有说什么, 随即直接将电话挂断。 江浩看着手机, 脸色有些阴沉, 随即直接起身离开了学校。 路上, 江浩先是给父母打去了电话, 再确认了父母目前安全,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随即他又给黄兴山打去电话, 让他这段时间先躲一躲, 不要出来乱跑。 先生,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 江浩的警告, 让黄兴山吓了一跳。 没什么, 具体的,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 你只要记住, 听我的没错, 先这样了。 说完, 江浩不给黄兴山说话的机会, 直接挂了电话, 然后打给了刘景龙, 并且把事情跟刘景龙说了一遍。 刘景龙文言连忙说道, X先生, 不要过去, 这摆明了是个全套。 我知道, 但我不能赌, 所以我只能过去一趟。 江浩叹了一口气, 说话的同时, 他来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 迅速换了一套衣服, 戴上了狼珠面具。 刘景龙问道, 那你有什么计划吗? 我想让你找一些可靠的人, 最好实力在五阶的埋伏到最新楼附近, 如果发展情况不对劲的话, 立即攻进去。 江浩自然不可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就前去赴约, 他给刘景龙打电话的目的, 就是布置后手。 刘景龙有些为难地说道, 五阶的有点费劲, 整个龙城五阶觉醒者已知的, 也就仅有三四个人而已。 我最多只能展开两个四阶觉醒者, 这个真不是他不给江浩面子。 龙城已知的五阶觉醒者, 确实只有这几个人, 这其中还算他一个。 至于另外三位觉醒者, 一个是彭田, 一个是孔文广, 还有一位是市长的贴身保镖。 这三位调拐保护X根本不现实, 那也行, 就这么定吧。 江浩叹了一口气, 原本想凭借一些五阶觉醒者镇压住对方, 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行, 我这就准备。 刘景龙也不废话, 挂了电话, 就开始着手准备。 X对于龙城的意义他非常清楚, 就算他有事也不能让X有事。 最新楼, 重新营业的地下黑拳场地, 几人在擂台上切磋, 看台上坐着一位中年人。 在中年人的两边还站着十多位保镖, 而在中年人的前方则站着白文洛、 徐靖。 白文洛低声道, 林堂主, 那个X如果不过来怎么办? 咱们要不要布置一些后手? 放心吧, 他不会不过来的。 林子墨淡然一笑, 笑容中充满了自信。 通过之前白文洛与徐靖的讲述, 他就知道, X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自己拿他身边的朋友威胁他, 他肯定会过来的。 有林堂主在, 只要X赶来, 必定会有来无回的。 徐靖亲手给林子墨到了一杯茶。 来。 林子墨对徐靖招了招手。 徐靖看了一眼白文洛, 只见白文洛脸色难看, 白文洛刚想要说什么。 林子墨一把, 将徐靖拽到了自己怀里, 惹得徐靖惊呼一声。 白文洛咬牙切齿地看着林子墨, 林堂主。 哗! 林子墨身旁的保镖, 立即面色不善地盯着白文洛。 一旦白文洛有什么举动, 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出手。 干什么? 干什么? 都是自己人, 没必要这样。 林子墨摆了白手, 示意保镖退下。 随后他直接当着白文洛的面, 把手伸进来徐靖的裙子里。 林堂主! 徐靖脸色一白, 连忙伸手, 抓住了林子墨的手。 嗯? 林子墨没有说话, 目光淡默地看着徐靖。 徐靖被林子墨盯得有些不自在, 却也不敢反抗。 林子墨不仅是黑龙会的堂主级人物, 本身更是一位五阶觉醒者, 根本不是他们能对付得了的。 徐靖缓缓拿开了手, 任由林子墨探索自己的深浅。 第八十六章 道不同, 江浩来到最新楼外, 正准备打电话, 就看到一名熟悉的中年人, 一脸玩味地从最新楼中走了出来。 X怎么弄又见面了? 走吧, 堂主已经等你多时了。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卡莫。 江浩跟着卡莫一路来到了最新楼大堂后面的电梯。 看着淡定的江浩, 卡莫冷笑一声, X你倒是淡定, 你就不怕这一趟有来无回。 手下败将, 没有资格跟我说话。 你…… 卡莫脸色一沉, 随机冷冷地说道, 愿意说你就说吧。 我怕以后, 你再也没机会开口了。 江浩没有理会卡莫, 心里在默默盘算着退路。 虽然他已经联系刘景龙了, 可此刻, 他却不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刘景龙的身上。 他的战斗力这些人都清楚, 对方既然敢叫他后来, 必然有所依仗。 看来, 自己要随机应变了。 就在江浩想着的时候, 他们已经来到了副五层。 电梯打开, 江浩跟着卡莫走出了电梯。 看到江浩过来了, 那些正在活动的保镖立即从擂台上跳了下来。 X, 你终于来了。 看到江浩, 林子墨淡然一笑, 手下的动作却丝毫没有停止。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林子墨, 黑龙会的一个堂主。 江浩来到林子墨对面, 随手拽来一个椅子坐在了上面。 说吧, 找我来什么事? 对于林子墨怀中, 满脸通红, 双眼迷离的徐静恍若未见。 没什么, 就是找你聊聊, 问你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们黑龙会。 江浩微微一笑, 哦, 我要说没有, 是不是就代表我走不出这里了? 从进入这里的那一刻, 江浩就将每个人都观察了一遍。 除了眼前的林子墨是五阶的修为以外, 其余人不是三阶就是四阶, 最不堪的就是白文洛与徐静, 他们只是一阶觉醒者。 你也可以试试。 林子墨耸了耸肩, 虽然他听说过X有些古怪, 二阶就能打败四阶觉醒者。 可身为五阶觉醒者的他, 有信心将X留在这里。 江浩抬眸, 看向林子墨, 五阶觉醒者很强, 自己确实不是对手, 但想要将自己留下来, 也并没有那么容易。 自己已经用鉴别之眼, 看出了林子墨的能力, 心中反倒安心了不少。 这么说, 那就是没得谈了。 江浩从座位上站起来, 那些保镖立即围了上来。 你们倒是敬严。 江浩笑着摇了摇头, 随即看向林子墨。 我已经过来了,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聊这些的话, 那我就走了。 哦对了, 下回不要随意威胁我, 我不喜欢别人威胁我。 说着, 江浩便准备离开, 可那些保镖却挡在他他身前, 一动不动。 林子墨不嫌不淡的声音, 从后方传出, X, 你或许还不了解我黑龙慧。 我黑龙慧起源于五十年前, 一路侃侃可磕, 经历了不知道多少大风大浪, 才走到今天的。 然后呢? 林子墨终于松开了徐静, 拿出手在徐静衣服上擦了擦, 黑龙慧为了生存下来, 什么事都做过, 同样为了扫平对手, 什么手段都用过。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得罪我们黑龙慧的下场。 说着, 林子墨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整理了一下衣服, 然后走向江浩。 看着林子墨过来, 江浩立即警惕起来, 斗转心仪开始在体内运转起来。 然而林子墨却没有靠近江浩, 在距离江浩五米的位置停了下来。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江浩神色淡漠, 让他加入黑龙慧, 显然是不可能的。 很好, 看来看来, 你真是不怕死呀。 林子墨微微一笑, 随即挥了挥手, 顿时周围的那些保镖, 开始向江浩展开了攻击。 这些保镖有的变身成各种动物, 向江浩扑来, 也有的直接向江浩发起攻击, 后方更是有各种灵能袭来。 这若是换成一般人, 估计必死无疑了, 但可惜, 他们面对的是江浩。 好, 江浩立即弃沉丹田, 头顶上空浮现出了一道透明的狮子头。 快捂住耳朵。 徐静惊呼一声, 只是还不带众人做出反应呢, 江浩就已经施展出了狮吼功。 恐怖的吼声震耳欲聋, 如同潮水一般, 迅速向四周扩散。 几乎一瞬间, 除了四阶觉醒者能够勉强抵挡住以外, 三阶觉醒者重伤, 三阶觉醒者以下的觉醒者, 全部被秒杀。 白文洛, 徐静因为事先做好了准备, 虽然身受重伤, 却保住了一条命。 林子莫差异地看着江浩, 他之前就听白文洛, 徐静他们说过, X拥有一个强大的音波攻击。 原本他还没有在意, 如今看来, 他还真是低估了X。 刘你不得了。 看着自己带来的二十多位保镖, 如今只剩下了三位四肩, 外加卡末。 这让林子莫意识到了江浩的危险程度, 这样的人必须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想到这里, 林子莫也不迟疑, 手掌一挥, 顿时一道风刃浮现出来, 直奔江浩掠取。 感觉到身后恶风来袭, 江浩猛然回头, 看到急迟而来的风刃, 瞳孔骤然一缩。 他知道, 这风刃是林子莫释放出来的, 在动用鉴别之眼的时候, 他就已经看出了这家伙的能力, 知道这家伙是A级天赋的风系灵能者。 这也是他, 为什么会再见到林子莫后安心的原因。 三大战斗类, 变异者, 体能者, 灵能者, 他最不怕的就是灵能者。 如果林子莫是变异者或者体能者, 他今天还真说不定还走不出去了, 偏偏这家伙是灵能者。 灵能者最擅长的就是远程攻击一道被近身, 那就离死不远了。 当即江浩运转斗转星移, 虽然他知道斗转星移可以将对方的攻击转移回去, 可此刻他也没有多大的信心。 不说别的, 单说林子莫是位五阶觉醒者, 而他只是二阶觉醒者,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斗转星移能不能将林子莫的攻击完美接下来并且转移回去。 但眼下他已经没办法了。 碰! 在众人的注视下, 锋刃重重落在江浩的身上。 江浩被这股力量撞得, 重重撞在墙上。 破! 江浩一口鲜血喷出, 而就在众人以为江浩必死无疑的时候, 却见锋刃竟然并没有将江浩劈成两半。 反而竟然不断地在江浩身前旋转。 不等众人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江浩突然大喝一声。 随即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下, 就看到原本攻向江浩的锋刃。 此刻竟然突然反弹了出去, 直奔林子莫。 第87章, 离开。 林子莫也被这一幕惊叨了。 等他反应过来时, 锋刃已经来到了他身前。 林子莫连芒再次施展锋刃, 两道锋刃碰撞在一起, 他这才躲过一劫。 卡摩他们回过神来, 连芒立即向江浩攻来。 江浩见状也是丝毫不客气, 直接开始施展响龙十八掌。 他的响龙十八掌, 随着他的修为提升, 如今也晋级到了终极。 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施展过终极的响龙十八掌呢。 只见他双脚快速移动两步, 随即气沉丹田, 身体下压, 双手左右晃动, 急猛地向前推出。 降龙十八掌第一势, 抗龙有悔。 随着江浩施展出降龙十八掌, 顿时一道透明的龙形虚影浮现出来, 随即直奔卡摩他们。 碰! 以前自己十八掌齐出, 都很难奈何, 得了四阶觉醒者。 如今仅仅是第一掌, 便将这些家伙给阵底不断后退。 果然有特效, 就是比没特效强。 林子莫沉声道, 攻击他, 这么强大的技能, 他不可能连续施展出来。 说着, 他便施展出了攻击, 只见一道青色光球迅速在他手中凝聚, 并且还在迅速扩大。 江浩注意到了林子莫的动作, 心中一灵, 当即不再攻击卡摩他们, 而是直奔林子莫。 降龙十八掌第二势, 飞龙在天。 降龙十八掌第五势, 乾龙勿用。 看到江浩的攻击, 林子莫眼皮狂跳, 他怎么也没想到, 江浩的技能与他们不一样。 快拦住他! 虽然他不认为X的攻击能攻击到自己, 可却会影响他施展攻击。 灵能者不能说不强, 相反, 灵能者很强, 但却有很大的限制。 首先灵能者只擅长远程攻击, 并不擅长近身战斗。 其次, 灵能者的防御力不高, 近身战的话, 最多也就比普通人强一点而已。 最后就是, 灵能者施展攻击的时候, 不能被打扰, 都也攻击, 施展不出来不说。 还很有可能受到反噬。 卡摩他们闻言, 顾不上其他, 连忙冲到林子莫身前, 将江浩的攻击给抵挡下来。 扑! 然而, 江浩的攻击虽然被他们给抵挡下来了, 可他们也收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势。 降龙十八掌第九誓, 霍月在冤。 降龙十八掌第十四誓, 笋则有福。 龙银声不断在副层响彻, 卡摩他们身上的伤势也越来越严重了。 可林子莫的攻击还没有好, 他们根本不敢躲开, 只能硬生生抵挡江浩的攻击。 降龙十八掌第十六誓, 吕霜兵质。 降龙十八掌第十八誓, 神龙百尾。 砰! 卡摩他们再也坚持不住了, 直接被这最后一誓神龙百尾给打飞了出去。 他们砸在地上, 一个个气息为民。 然而, 江浩的状态也不太好。 他虽然施展出了降龙十八掌, 可随着修为提升, 降龙十八掌晋级到终极后, 所消耗的能量也同样十分巨大。 这让江浩不由有种, 当初第一次全力施展降龙十八掌的感觉。 江浩趁机手掌一番, 快速去除两瓶恢复药剂 以及治疗药剂仰头和下。 两种药剂进度, 江浩这才感觉自己体内的能量恢复了一些。 与此同时, 林子墨的攻击也终于酝酿好了。 只见林子墨手掌向江浩一推, 顿时掌心中那颗西瓜大小的青色光球, 直奔江浩来。 看着这颗青色光球, 江浩心中一领, 只觉得一股淡淡的危险涌上心头。 不可力敌。 江浩果断判断出了当前的局势, 根据本能的判断, 他如果用斗转心仪强行接下对方的这几攻击, 自己必然重伤。 想到这里, 江浩迅速向一旁掠去。 然而这个光球却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直奔他而来。 江浩无奈, 只能将林波微步施展到了极致, 可即便如此, 他依旧无法摆脱这颗光球。 看来只能试试这一招了。 江浩一咬牙, 将斗转心仪运转到极致, 反弹回去。 而太极可以借力打力, 四两拨千斤。 自己只需要借用太极将对方攻击威力给卸去, 然后再用斗转心仪将其反弹回去即可。 虽然想法不错, 可江浩却不敢保证自己这么做能不能成。 如果不成的话, 自己就危险了。 可不这么做的话, 这个青色光球始终都会跟着自己。 而这里空间有限, 自己根本躲不开, 早晚会被攻击到。 与其这样, 还不如拼一把。 碰! 青色光球重重地轰击在江浩的身上, 江浩被震得连连后退, 可他却不敢有任何松懈, 连忙施展太极, 双手围着青色光球不断变换。 江浩连续后退了十多步, 这才问住了身形, 同时借用太极, 他也终于将青色光球上蕴含的可怕力道尽数卸去。 你的东西还给你! 江浩以斗转心仪的力量, 直接将青色光球丢给了林子墨。 林子墨见状连忙躲开。 江浩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趁机迅速跑向了电梯。 虽然他现在如果乘胜追击的话, 有一定几率可以击杀这个家伙。 可这里面蕴含的风险太大, 如果自己没有击杀这家伙的话, 那危险的可就是自己了。 五阶觉醒者的怒火, 可不是自己能承受得起的。 为了保险起见, 江浩决定先撤一波再说。 碰! 青色光球毕竟不是江浩的, 虽然他将其反弹了回去, 却无法控制, 因此直接撞在了墙上。 瞬间厚重的水泥墙上, 出现了一道直径足有一米的深坑, 在深坑的周围更是布满了裂痕。 等林子墨回过神来时, 江浩已经进去了电梯, 正在对他摆手吗? 该死的! 看着缓缓关上的电梯门, 林子墨心中愤怒至极。 他没想到, 自己亲自出手, 竟然还是让这个家伙给跑了。 废物! 一群废物! 看着重伤倒地的卡墨他们, 林子墨气愤地一脚将身旁的凳子踹倒。 这么多人, 竟然都没有抓住一个二阶觉醒者。 这要是传出去, 肯定会被笑掉大牙的。 卡墨, 白文洛他们一脸苦涩, 他们也不想这样啊。 之前他们就跟林子墨说过, X不容易对付, 可林子墨就是不听, 现在又把抓不到X的责任推到了他们身上。 他们也很无奈啊。 尤其是白文洛, 感觉自己最亏, 不仅没有抓住X, 还把自己媳妇搭上了。 第88章 回马枪 X先生, 你没事吧? 刘景龙刚带人赶到, 就看到了浑身有些狼狈的江浩, 脸色一变, 连忙走上前。 江浩摇了摇头, 我没事。 随即他将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 刘景龙他们闻言心中暗惊, 谁也没想到, 江浩不仅从五阶觉醒者的围捕中逃出来, 甚至还全身而退。 试问全天下, 谁能做到这一点? 那咱们, 江浩回头看向最新楼, 刘会长, 如果把里面那些家伙抓住的话, 会怎样? 那要看你想把他们抓哪去了? 如果送到警卫司的话, 我估计用不了两天, 他们就会被保释出来了。 刘景龙一愣, 如果你单独抓他们离开的话, 我估计黑龙会那边更加不会善把甘休了。 X先生, 你该不会试想? 江浩没有回答刘景龙的话, 反而问道, 刘会长, 你说我们这算不算不死不休了? 不等刘景龙开口说话, 江浩再次开口。 就算我想要放过他们, 他们也不一定会放过我, 还会用我的亲戚朋友威胁我。 这是个隐患呀。 江浩突然看向刘景龙, 刘会长, 我想请你帮个忙。 刘景龙苦笑一声, X先生, 你可想好了, 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可不少呀。 他已经猜测到X要做什么了, 说实话, 如果眼前之人不是X的话, 他肯定不会同意, 甚至还会将对方抓起来送到警卫司去。 因为接下来的事情很有可能涉及犯罪。 虽然如今是全民觉醒的时代, 力量至上, 可该有的法律依旧存在, 甚至有些法律比起三百年前还要严格, 主要就是用来约束觉醒者的。 免得一些觉醒者觉得自己拥有力量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但涉及到X, 他觉得一切都可以放松一些政策。 再说了, X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放心, 我不会太过分的, 再说了, 你难道不想知道有关黑龙会的信息吗? 江浩微微一笑, 说着, 转身就走回了最新楼。 刘锦龙见状, 也只好带人跟上江浩。 江浩来到大堂后面的电梯, 还没等他按电梯呢, 电梯就自行运转起来了。 不多时, 电梯打开, 林子墨他们就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到, 站在电梯门口的江浩他们, 林子墨他们一愣。 谁也没想到, 江浩竟然会杀个回马枪。 咱们又见面了。 江浩咧嘴一笑, 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 只可惜, 他戴着面具, 别人根本看不到他的笑容。 林子墨脸色阴沉, 目光环视了一圈。 你要干什么? 如果只是X, 他自然不怕, 可此刻X身边还有刘锦龙几人。 而他身边的, 都是重伤之人, 双方战力悬殊, 这就让他不得不警惕起来了。 没什么, 就是想跟你聊聊。 江浩用眼神示意了一下。 林子墨看明白了江浩的眼神, 当即带人退回了电梯内。 下去等我。 听到江浩的话, 林子墨虽然恼怒, 却也没有办法, 只能乖乖地按下电梯, 回到了副五层。 这一次, 还真是损失惨重。 白文洛靠在一个擂台边上, 艰难坐了起来。 徐静亮腔地站了起来, 林子墨已经离开了, 咱们也离开吧。 江浩的施吼功威力太强了, 虽然不是针对他们, 却也让他们重伤。 徐静想要拉起白文洛, 却被白文洛躲开了。 徐静知道白文洛为什么躲开自己, 有些委屈, 泪水不由汇聚在眼眶上。 你在怪我? 刚才那种情况, 你让我怎么办? 但凡你要有些实力, 林子墨也不敢那么对我。 听到徐静的话, 白文洛心中也有些愧疚。 张了张嘴, 想要道歉, 可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咱们回家吧。 憋了半天, 白文洛这才开口。 徐静没有说话, 伸手将白文洛扶起来, 两人相互搀扶着向电梯走去。 就在这时, 电梯突然运转起来。 两人一愣, 同时将目光看向了电梯。 这个时候谁会过来? 就在两人疑惑的时候, 电梯门打开了, 紧接着林子墨他们一行人, 脸色难看地走出了电梯。 林堂主, 你们这是白文洛, 徐静一脸疑惑地看着林子墨。 闭嘴! 林子墨怒喝一声, 随即指了指卡墨, 给堂口其他人打电话, 让他们过来支援。 白文洛,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林子墨突然这么暴躁, 甚至还要动用堂口的人。 就在他们疑惑的时候, 电梯再次运转起来。 不多时, 他们就看到江浩, 刘景龙等人从电梯内走了出来。 白文洛, 徐静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视一眼, 悄悄后退了一些。 江浩笑眯眯地说道, 林子墨, 这回咱们可以好好聊聊了。 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聊的, 实相地让我们离开, 不然黑龙会不会放过你们的。 林子墨冷哼一声, 我想黑龙会不会放过我的。 不过, 你还是考虑考虑你自己的处境吧。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把黑龙会的情况告诉我, 我放你们离开。 不然的话, 你们谁都别想走了。 林子墨不屑地看了一眼江浩, 就凭你。 X, 你以为有刘景龙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了吗? 我告诉你, 在我们黑龙会面前, 你只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 江浩拍了拍林子墨的肩膀。 你这桀骜不驯的样子, 我很喜欢, 希望你一会还能保持住。 刘会长, 他交给你了。 刘景龙闻言, 晃了晃脖子, 随即双眸金光一闪。 下一秒, 整个人便如同导弹一般, 暴射而出。 林子墨脸色一变, 他没想到刘景龙竟然真的敢对自己出手。 他们两个虽然都是五阶觉醒者, 又都是A级天赋, 可他毕竟是灵能者。 而刘景龙却是体能者。 两人真正打起来, 没有人帮自己的话, 自己肯定必输无疑。 可眼下他也不能坐以待毙, 连忙施展, 锋刃向刘景龙射去, 试图用锋刃逼退刘景龙。 而林子墨则趁机迅速后退, 不给刘景龙靠近自己的机会。 身为五阶觉醒者, 又是龙城赏金工会会长, 刘景龙战斗意识又岂会弱。 几个躲闪腾挪间, 便躲过了林子墨的攻击, 同时迅速向林子墨掠去。 第89章, 四步三十六堂口, 林子墨很快便被逼到了角落中。 唐主小心! 卡墨惊呼一声。 突然, 一柄浑身覆盖着一层火焰的长剑, 从一旁刺来。 林子墨心中大害, 顾不上看是谁攻击的自己, 迅速向一旁躲去。 然而, 他虽然躲开了长剑攻击, 却没有躲开刘景龙的攻击, 直接被刘景龙一拳轰在胸膛上。 噗! 林子墨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重重砸在墙上。 林子墨刚要动, 江浩的声音便传了出来, 别动, 再动的话, 小心我的剑弄伤你。 随即, 一柄浑身覆盖一层火焰的长剑, 落在了他的喉咙前方。 咕咚! 林子墨咽了一口唾沫, 刚才就是这柄剑偷袭的自己。 卡墨等人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 生怕江浩会伤到林子墨。 现在, 咱们能好好聊聊了吗? 江浩看着林子墨。 林子墨冷声道,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你看黑龙惠惠不会放过你。 好啊, 那就试试看。 说着, 江浩就持剑向林子墨的脖子斩去。 等等, 有话好说。 就在江浩的赤焰剑即将落在林子墨的身上时。 林子墨终于服软了, 他在江浩的身上感受到了杀气。 这家伙是真的敢杀自己。 那就说说你们黑龙惠吧, 我警告你, 你可别骗我, 不然的话, 江浩嘿嘿一笑。 将江浩停手了, 林子墨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们黑龙惠, 林子墨刚开口, 就被江浩给打断了。 刘会长, 你来审问他, 我去审问这个家伙去, 一会咱们两个对一下。 如果他们说的对不上, 就杀了他们。 说着, 江浩便抓起一旁的卡墨向包间走去。 卡墨脸色一变, 连忙看向林子墨。 不等林子墨开口, 江浩就拎着卡墨走进了包间。 这回, 你们别想着耍花招了, 说说黑龙惠的情况吧。 看到江浩走进了包间, 刘景龙看向了林子墨。 心中不由赞叹X这一手玩得真漂亮。 这样一来, 就算这家伙想要耍花招也不敢了。 确实, 林子墨也没想到, 江浩会来这一手, 这让他顿时把之前的小心丝收了起来。 当即开始讲述起了黑龙惠的情况。 按照林子墨所言, 黑龙惠如今发展得十分庞大。 座下有四部, 三十六堂口。 三十六堂口全部归四部掌管。 四部分别是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 至于三十六堂口各有齐名, 他所在的就是玄武部古墓堂。 每一个堂口的堂主都是五阶的修为, 在他们座下还有两位副堂主, 副堂主同样需要五阶的修为。 了解到这些, 刘锦龙心中暗惊, 原本他以为自己已经高看黑龙惠了, 没想到还是低估了对方。 照林子墨所言, 黑龙惠很有可能存在着八阶觉醒者。 这种实力, 怕是就算他们赏金工惠, 都很难奈何得了对方。 刘锦龙问道, 你们黑龙惠一共有多少人? 他们具体的分布地在什么地方? 之前不知道黑龙惠也就罢了, 如今知道黑龙惠的存在了, 那必然不能再允许黑龙惠继续做大下去了。 看到刘锦龙脸色变化, 林子墨冷笑道, 嘿嘿, 现在知道怕了, 刘锦龙只要你肯放我们离开。 我保证黑龙惠与龙城会相安无事。 否则的话, 否则怎么的? 就在这时, 江浩带着卡末走了出来。 众人看到卡末鼻青脸肿的模样, 不由嘴角一阵抽搐。 不难想象, 刚才卡末遭受了什么? 看到江浩出来了, 林子墨不再说话。 其实他有些想不明白, 刘锦龙怎么说也是龙城上金工会会长, 为什么会这么听X的? 江浩没有理会林子墨, 将刘锦龙叫到了一旁, 两人开始对自己得到的信息。 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 看来这两个家伙并没有骗他们。 我想问他们一共有多少人, 具体分布在什么地方, 却没有问出来。 江浩叹道, 我已经问过了, 这家伙说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只知道自己本堂口的事情, 对于其他堂口知道的并不清楚。 刘锦龙问道, 那接下来怎么办? 咱们先离开这里吧。 我从那个家伙口中问出来, 他们已经通知龙城这边的堂口了, 那边已经过来支援了, 再不走的话, 咱们就很难离开了。 刘锦龙看了一眼林子墨他们, 那他们呢? 刘会长, 你们先离开吧, 我再跟他们聊聊。 江浩微微一笑, 刘锦龙闻言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深深地看了一眼江浩。 他们有法律制裁, 把他们交给警卫司就好。 有些事情没必要自己做, 否则的话, 有理也会变成没理。 说完, 刘锦龙拍了拍江浩的肩膀, 随即带人离开了。 等刘锦龙他们进入电梯离开了, 江浩这才看向林子墨他们一行人。 X, 你要做什么? 林子墨目光死死地盯着江浩。 这家伙留下来, 准没好事。 江浩面目表情, 咱们之间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完呢。 我说过了, 我讨厌别人威胁我, 偏偏你用威胁让我过来了。 别说我欺负人, 我只出一招。 能不能抵挡住, 就看你们的命了。 林子墨文言一愣, 随即想到了什么, 脸色一变。 白文落, 徐静他们也意识到了什么, 刚要开口说什么, 就看到江浩的头顶上空, 已经浮现出了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众人瞳孔皱缩, 已经精力一变了, 他们很清楚江浩这几攻击的威力。 好。 不等他们做出反应, 震耳欲聋的吼声, 瞬间席卷整个副五层。 顿时一阵凄厉的哀嚎声响起, 江浩没有理会他们, 施展完了施吼攻吼, 直接转身离开了。 至于谁能活下来, 那就看他们的命了。 江浩走出电梯, 就看到刘景龙, 他们依旧正在等着他呢。 刘会长, 麻烦你给警卫司打个电话吧, 让警卫司将这些人带走。 刘景龙点了点头, 没问题。 这次多谢了, 诸位放心, 报酬我不会少了你们的, 明天吧, 明天你们找刘会长, 他会把报酬给你们的。 江浩看向那三位 跟过来帮忙的四阶觉醒者。 三人文言连忙摆手, X先生客气了, 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 至于报酬什么的, 就不需要了。 他们之所以过来, 除了看在X的面子上, 更多还是看在刘景龙的面子上。 身为龙城赏金工会的赏金猎人, 刘景龙可是他们的直属领导。 这些小事就不需要你来操心了, 这里交给我就行了。 江浩还要开口说什么, 却被刘景龙给打断了。 江浩苦笑地点了点头, 看这架势, 自己这时又要欠奋人情了。 跟刘景龙聊了一会, 江浩这才离开。 你们几个做得不错, 明天来赏金工会领赏。 第九十章 欢迎你们的到来。 事情暂时告了一段落, 江浩本来想要好好睡一觉的, 一觉睡到自然醒。 但一早, 他就被刘景龙的电话给吵醒了。 X先生, 出事了。 刘景龙第一句话, 就让江浩睡意全无。 江浩眉头一皱, 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早上, 林子墨死在了警卫司。 法医诊断, 林子墨死亡时间是凌晨。 听到刘景龙的话, 江浩心中一领, 林子冲死了, 这不可能呀。 林子墨不仅仅是五阶觉醒者, 更是黑龙会的堂主。 他一死, 黑龙会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是不可能, 可问题, 他确实死在了警卫司。 刘景龙苦笑一声, 黑龙会那边是什么态度? 刘景龙摇了摇头, 说来也奇怪。 黑龙会竟然出奇地安静, 没有丝毫的动作, 只是把其余人带走了。 对于黑龙会的态度, 他也十分不解。 按道理来说, 死了一个堂主, 怎么也不可能这么平静吧? 可黑龙会却平静得有些出奇。 江浩文言眉头紧锁,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问道, 等等, 林子墨是死在自杀, 还是他杀? 警卫司应该很清楚, 林子墨的重要性, 不可能让林子墨出事的, 可偏偏这个时候, 林子墨出事了。 这其中, 如果没有猫腻的话, 他说什么也不会相信。 是他杀, 据我所得的消息, 杀林子墨的是一个小混混。 江浩文言嘴角一阵抽搐, 小混混, 一个小混混是怎么杀的五阶觉醒者。 还有, 林子墨这种危险人物, 一般不都是被单独关押的吗? 怎么会有小混混闯进去, 还成功杀死了林子墨? 江浩别有深意的笑道, 刘会长, 看来警卫司也不能完全相信了。 刘景龙苦笑, 我确实小看黑龙会了, 没想到他们的力量已经渗透进了警卫司, 甚至说不定连赏金工会都有。 江浩没有说话, 赏金工会看似庞然大物, 实则鱼龙混杂, 更容易掺杂一些不明身份的人。 但这也没办法, 赏金工会的性质就是这样的, 包括他自己都是如此。 行了, 我跟你说这些, 没别的意思, 就是让你小心一些, 最近龙城会很不太平。 你自己多注意一下, 刘景龙说着就要挂断电话, 不过却被江浩给拦住了。 刘会长, 白文洛, 徐静他们两个还活着吗? 倒是没死, 不过目前还在昏迷之中, 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两说。 讲解了自己想要知道的, 江浩这才与刘景龙挂了电话。 他倒不是关心这两人的生死, 主要是觉得, 如果这两个家伙就这么死了的话, 着实有些便宜他们了。 知道他们现在的状态就够了。 江浩坐在床上, 开始思索应该如何应对黑龙会。 他虽然想不明白, 林子墨为什么会被杀,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 黑龙会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甚至还有可能继续对付自己, 对付他他倒不怕, 就怕对方会对付他父母。 想了想, 江浩打开了系统空间。 如今他的系统空间内, 除了自己留下的几个武器装备后, 绝大部分都是各种药剂, 以及天赋水晶。 药剂就不用说了, 这些都是关键时刻能保命的东西。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兽源。 只不过, 兽源目前有什么用它还不清楚。 江浩将目光落在了十滴血液之上。 这十滴血液正是之前击杀那十只怪物获得的。 变异血, 系统出品C级资源, 服用后可以有让血液发生变异, 50%的几率会变强。 住, 任何生灵只能服用一次变异血。 看着这变异血, 江浩摇了摇头, 没有任何兴趣, 当即将变异血丢到了一旁。 最终他看向了这些天赋水晶, 看看有没有强一些的。 如果有的话, 倒是可以给父母一人一个, 这样他们就能正常修炼了。 不用要求他们多强, 最起码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能够有自保的能力。 然而, 江浩看了一遍, 天赋水晶不少, 但绝大部分都是F级、 E级的。 甚至, 就连D级的都没有两个。 这种价格的天赋水晶, 根本没有什么用处。 要是能有A级或者S级的天赋水晶还行。 想到这里, 江浩不由有些无奈, 天赋水晶的获得条件并不难, 可却必须是杀人才能获得。 被杀者天赋等级, 决定着天赋水晶的等级。 可他总不能为了这个, 就随意杀人吧。 嗯…… 江浩突然想到了黑龙会, 毛子不由微微眯起。 黑龙会倒是个不错的目标, 希望他们能拥有A级或者S级天赋的觉醒者吧。 叮铃铃。 突然, 手里铃声响起, 江浩拿起手机, 发现上面是个陌生的号码。 犹豫了一下, 江浩按了接听键。 你好,X。 手机另一头传来了一道爽朗的笑声。 你是谁? 自我介绍一下, 笔人姓董, 明英勤, 现在是黑龙会古墓堂堂主。 江浩眸子微眯? 哦? 这么说林子墨是被你杀的了? 不不不, 上任堂主的死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董英勤淡然一笑, 那你联系我是什么意思? 董英勤直言不会道, 我给你打电话, 自然是要谢谢你。 若不是你, 我也不可能这么快当上堂主。 江浩心中冷笑, 他已经十有八九确定了, 杀害林子墨的人就是董英勤。 所以呢? 所以, 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 我要告诉你, 你已经被黑龙会列入了必杀的黑名单。 而黑龙会将在三天后, 对你展开击杀。 江浩笑道, 话说, 我为你背了黑锅, 你就是这么感谢我的。 我这不是给你准备了交代后世的时间了吗? 董英勤微微一笑, 你就不怕我告诉别人。 林子墨是你杀的。 董英勤毫不在意地笑道, 那也要有人相信你才行啊。 现在整个黑龙会都已经认定了, 上任堂主的死跟你有直接的关系, X你是跑不掉的。 江浩没有说话, 他知道董英勤说的事实, 黑龙会的人是不会相信他的话的。 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既然黑龙会已经决定要对付自己了, 那自己自然也不会跟他们客气。 董英勤是吧? 欢迎你们的到来。 第91章, 黑龙会所。 挂了电话, 江浩简单地收拾一下, 便离开了家门。 既然黑龙会要对付自己, 他自然不准备坐以待毙。 反正现在距离学校大比, 还有小半个月的时间呢, 自己还有一周的时间可以利用。 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 跟这帮家伙玩一玩。 虽然不能灭掉对方, 但想办法将对方打疼, 还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对于黑龙会他知道的, 也不是很清楚。 唯一知道多一些的就是古墓堂。 只是古墓堂的大本营在什么地方他不清楚, 但他知道一个联络点。 往常那个叫卡莫的家伙, 就待在联络点之中。 江浩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联络点, 他解决掉联络点内的人, 看看能不能从他们的口中, 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一个小时后, 江浩来到了卡莫口中的联络点, 不由露出了恶然的神色。 他原本以为, 这个所谓的联络点, 应该极为隐秘, 或者隐藏在一个小店铺之中嘛。 结果没想到, 这个联络点竟然是一个会所。 然而,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这个会所牌子明晃晃的就叫黑龙会所。 江浩有些疑惑, 这个黑龙会所这么明目张胆, 官方为什么没有对付黑龙会所呢? 到底是黑龙会运作得好? 没有让人发现, 还是说有人庇护黑龙会。 几乎一瞬间, 江浩想到了很多, 不过这些跟他没有多大关系, 江浩直接走进了黑龙会所。 不好意思, 现在还不是营业时间, 请客人还是晚点过来吧。 很快一位年轻的男性服务员走了过来。 江浩瞥了此人一眼, 虽然对方演示得很好, 可他还是用鉴别之眼看出了对方的信息。 没想到这名青年看起来不起眼, 竟然是C级天赋, 修为达到了二届。 江浩淡然一笑, 我既然来了, 你就应该知道, 我是奔着你们黑龙会来的吧? 别告诉我, 你不认识我。 X没想到你这么嚣张, 我们黑龙会还没有找你的麻烦呢? 你竟然找到这里来了。 听到江浩的话, 青年也不装了。 说着, 便在柜台上按了一下, 紧接着外面的门便自动锁死了。 并且窗户, 门都浮现出一层遮挡, 让外面无法看清楚里面的情况。 紧接着, 十多道人影便从里面走了出来。 江浩在这些人身上扫视了一眼, 最多也就三接修为。 就你们几个。 X, 不要小看我们, 今天就让你有来无回。 青年大喝一声, 随即身体变成了一条眼镜蛇, 直接张着嘴, 向江浩咬来。 其余人此刻也向江浩攻来。 江浩见状摇了摇头, 随即也不废话, 直接气沉丹田。 顿时在江浩头顶上空, 浮现出了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吼。 震耳欲聋的吼声, 如同潮水一般, 迅速向四周席卷而来。 青年他们脸色一变, 想要躲避, 却发现吼声无孔不入,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躲避的机会。 最终十几人全部领了河饭, 周围更是一片狼藉。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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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 突然一阵巴掌声响起, 随即江浩就看到, 一名身着黑色西装, 一脸正气的中年人, 从楼上缓缓走了下来。 X果然厉害, 难怪组织会如此想要除掉你呢。 江浩看向中年人, 看到鉴别之眼给自己反馈回来的信息, 江浩不由露出惊讶的神色。 这位中年人不仅是S级天赋, 能力更是罕见的精神系灵能者。 目前为止, 这还是江浩见到的第一位, 精神系的灵能者呢。 你在窥探我, 高旁雨眉头一皱。 就在刚刚, 他明显感觉到一股不一样的感觉在自己身上扫过。 江浩心中一领, 这还是他第一次动用鉴别之眼, 被人发现呢, 精神系的灵能者果然不一般。 只可惜, 自己就算杀了这家伙, 自己也无法得到对方的能力。 提多只能得到一枚S级天赋水晶。 虽然如此, 不过也足以让江浩满意了。 S级天赋水晶, 不论给父母谁, 都能让他们打破现状了。 想到这里, 江浩不再迟疑, 直接向高旁雨略取。 让他杀无辜人, 他自然做不到, 但如果让他杀敌人, 他非常愿意。 看着对自己急驰而来的江浩, 高旁雨不敢有任何大意。 精神系灵能者, 虽然与其他灵能者不一样, 可终究还是灵能者, 依旧不敢让人谨慎。 尤其他知道, 眼前的X, 战斗力不能以常理来论, 虽然只是二阶的修为, 却拥有击杀四阶觉醒者的实力。 这让他不得不小心面对。 当即高旁雨立即催动精神力, 全力向江浩压迫而去。 正在靠近高旁雨的江浩, 突然感觉一股陌生的力量, 正在入侵自己的大脑, 不由脸色一变。 脑袋可不是其他地方, 如果被打坏了, 那可就真的坏了。 之前他在课堂上, 听老师讲过精神系灵能者的攻击手段, 都是针对敌人精神攻击的。 只是如何防御, 老师却没讲过。 江浩尝试继续前进, 可越赶紧对方就感觉脑袋越疼, 无奈他只能开始后退。 随着不断后退, 脑袋中的疼痛这才减弱一些。 江浩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个家伙的攻击应该跟距离有关, 只要自己保持安全距离, 这家伙的攻击对自己应该就没有任何作用。 就是不知道, 自己如果运转斗转心仪的话, 能不能将对方的攻击精神攻击给反弹回去。 高旁雨一脸得意地看着江浩, X, 我承认你很强, 不过在我面前, 你没有任何优势。 是吗? 那我就看看, 你的攻击究竟有多强。 说着, 江浩再次向高旁雨掠去, 同时抖转心仪也被他运转了起来。 高旁雨健壮, 连忙再次施展, 催动精神力, 向江浩发起了攻击。 感受到头痛欲裂的痛处, 江浩这一次并没有慌, 也没有撤退。 而是直接加速运转起了抖转心仪。 随着抖转心仪的运转, 江浩果然感受到了那股古怪的能量。 不过, 虽然抖转心仪能够感受到这股能量的存在, 可想要将其反弹回去, 却做不到。 无奈江浩只能再次后退。 既然抖转心仪不行, 那就只能用这一招了。 第九十二章 尽管过来。 好。 江浩弃尘丹田, 施展出了狮吼弓。 他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自己不能反弹对方的攻击, 那就破坏对方的攻击。 虽然狮吼弓不是灵魂攻击, 可恐怖的阴波攻击, 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扛得住的。 破坏。 高庞宇在看到江浩头顶上浮现出的 那颗透明狮子头时, 就意识到了不好, 当即全力催动精神攻击。 可他终究还是低估了江浩的狮吼弓威力, 直接被恐怖的阴波攻击震得重重撞在墙上, 更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高庞宇强忍着身上的伤势, 稳住身形, 便看到一道黑影来到了自己身旁。 高庞宇脸色一变, 刚要催动攻击, 一道戏血声突然在耳旁响起。 不想死的话, 你最好别动。 随即, 异柄长剑落在他的脖子上。 高庞宇咽了一口唾沫, 身体僵硬地站在楼梯拐角处。 江浩笑道, 咱们聊聊吧, 你们古墓堂的总部在什么地方? 我? 高庞宇刚要开口, 便被江浩给打断了。 你可想好了再说, 若是你敢骗我的话, 别怪我手中的剑拿不稳了。 高庞宇无奈地说道, 我们古墓堂总部位置, 我也不清楚, 看来你很不老实呀。 江浩拿着赤烟剑在高庞宇眼前晃了晃。 高庞宇哭丧着脸说道, 我, 我没骗你, 我确实不知道古墓堂总部的位置在哪。 只有得到黑龙会层层认可, 才能进入总部, 我现在还没到那个级别。 他虽然加入黑龙会有几年的时间了, 可对于黑龙会大部分事情根本不了解。 黑龙会真正的成员都是五阶觉醒者, 他虽然是四阶, 可在五阶觉醒者面前什么也不是。 江浩看出了高庞宇确实没有说谎, 这才放过他这个问题。 你不知道古墓堂总部的位置, 那平时都是谁跟你联系的? 高庞宇连忙说道, 我们有内部群, 平时都是通过群沟通的, 但我们之前很少见面, 即便上头有事叫我们, 也是通过私聊联系我们。 他是真的害怕了, 生怕X会动手杀了他。 把手机拿出来, 打开你说的那个群。 高庞宇不敢反抗, 连忙按照江浩的指示座。 打开视频通话, 高庞宇一惊, 这个家伙要干什么? 江浩见高庞宇没有反应, 冷哼一声, 手中赤焰剑直接加大了几分力气, 瞬间高庞宇的脖子上出现了一道细小的伤口。 我照做, 我照做。 高庞宇颤颤颤微微地点开了视频功能, 片刻后就看到有人也点开了视频功能。 老高, 你有什么事? 高庞宇看向江浩。 我是X, 现在在你们的联络点, 想要对付我, 尽管过来。 江浩结果手机将摄像头对准自己。 X, 你不要猖狂, 既然敢袭击, 我们联络点, 你给我等着。 该死的。 X, 我们黑龙会与你势不两立。 X, 有种你别走, 我们马上就过去。 江浩的话, 立即引起了公愤, 手机内一道一道愤怒声音响起, 同时还伴随摔东西声。 江浩对此淡然一笑, 随即挂断了电话。 X, 你要我办的事, 我已经办完了, 我是不是高庞宇甘笑一声。 江浩点了点头, 高庞宇见状顿时喜出望外, 然而还不带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道火红色光芒闪过。 高庞宇身体一正, 连忙用手捂着脖子,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浩。 鲜血顺着高庞宇的手喷涌而出, 任由高庞宇如何捂都捂不住。 你……, 高庞宇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江浩看都没看高庞宇, 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放过你。 高庞宇眼神中充满了不甘, 身体在这一刻再也坚持不住, 缓缓地挡在地上。 察觉到高庞宇没了生命气息, 江浩看向自己的系统空间。 果不其然, 一枚S级的天赋水晶 出现在了系统空间之中。 这枚S级天赋水晶 完美继承了高庞宇的天赋, 锋锐。 这个天赋不可谓不强, 只可惜高庞宇的能力与其不匹配。 不然的话, 高庞宇的实力必然会更强一些的。 这枚天赋水晶给母亲用正好。 他记得, 母亲的能力是精细灵能者。 S级风锐天赋, 配上以穿透性著称的精细, 绝对能让母亲的战斗力大幅度提升的。 到时候, 自己再弄一些提升实力的得意东西给母亲。 短时间内应该能让母亲突破到一阶, 或者二阶。 江浩意识从系统空间中退了出来。 随即来到柜台前, 之前那名青年就是在这里按了一下。 会所的窗户门关上的, 当然黑龙会的人来了, 别进不来。 江浩说要在这里等着黑龙会的人过来, 并不是在开玩笑。 之所以这么做, 为的就是试一下对方的深浅。 如果不敌的话, 他也有把握离开这里。 早在来之前, 他就已经找好了退路。 不然他也不可能这一般挑衅黑龙会这帮家伙。 找了一会, 江浩终于找到了开关, 将窗户门都打开后, 江浩便拽来一把椅子, 坐在了上面, 静静等着黑龙会的到来。 对于黑龙会的人, 江浩还有一些期待, 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S级天赋的, 就算没有的话, A级天赋也行。 与此同时, 董英勤也收到了江浩袭击他们联络点的消息。 这个该死的家伙, 动作还真快, 自己才跟他通过电话没多久, 竟然就开始行动了。 董英勤怒骂一声, 随即他拿出手机, 开始打电话。 既然X已经出手了, 那他自然不能坐以待毙。 不然他这个堂主位置还没做热呼, 估计就会被拿下去了。 不多时, 距离黑龙会所没有多远的地方, 就开始陆陆续续汇聚了不少人。 这些人没有什么多余的交流, 不过他们的目标却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黑龙会所。 路上的行人注意到这些人连忙躲到一旁, 只要不是瞎子, 都能看出这些家伙绝对不是好人。 甚至还有人直接给警卫司打去电话。 这么多人出行, 也给周围的交通造成了很大的堵塞。 有些司机鸣笛, 催促这些人赶紧走, 结果被一拳打碎了引擎, 瞬间周围这些司机都消停了, 谁也不敢再按喇叭了。 第九十三章 死命令 X,我们来了 哗啦 随着一声怒吼传来, 就看到数十道人影冲进了黑龙会所。 这些人一个个面露胸光地盯着 站在楼梯拐角的江浩 杀 也不知道是谁, 突然怒吼一声。 顿时那些黑龙会的人便直接向江浩冲了过来。 吼 江浩嘴巴一张, 恐怖的吼声顿时如同潮水一般, 扩散开。 那些冲过来最快的人, 直接被震得倒飞了出去。 实力低于三阶的, 更是直接被秒杀。 几乎瞬间, 黑龙会这些人, 能站着的就只剩下四个人了, 这四个都是四阶觉醒者。 四人脸色苍白地看着江浩。 X的实力, 他们已经有所耳闻了, 却没想到竟然这么强。 其中一位中年人脸色阴沉地看着江浩。 X, 你杀我黑龙会这么多人, 是想要与我黑龙会不死不休吗? 我没想过跟谁不死不休, 想要跟我不死不休的, 貌似一直都是你们黑龙会。 江浩不紧不慢地走下楼梯, 看到江浩下来, 四位四阶觉醒者下意识后退一步。 刚才那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 虽然他们也有能力击杀那些人, 可绝对无法做到像江浩这么轻松的。 你别胡说八道, 我们黑龙会, 没时间理会, 你这个小人物。 其中一人咽了一口唾沫, 硬着头皮争辩。 江浩嘴角上扬, 哦? 这么说, 是我误会你们了。 你们黑龙会并没有想要对付我。 他已经将这四人的情况, 通过鉴别之眼看了一遍。 都是C级天赋, 跟高旁宇完全比不了。 不过倒是, 一个三阶叫醒者引起了他的注意。 虽然对方只是三阶修为, 可天赋竟然是SS级的。 只是有意思的是, 这个家伙的能力是辅助, 跟苏青雪一样。 这样的天赋, 江浩自然不能让其浪费。 江浩瞥了一眼对方, 此刻这个家伙, 明显已经过不成了。 江浩来到此人身边, 脚尖轻轻掉在了此人的太阳穴上, 此人瞬间便没呼吸。 X, 你别太过分了, 他们都已经这样了, 对你够不成威胁了, 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他? 若是此刻躺在地上的人是我, 你会放过我吗? 江浩微微一笑, 四人还想要说什么, 突然一阵鸣笛声响起。 X, 你居然报警了。 四人脸色一沉, 江浩眉头一皱, 他怎么可能会报警, 想来是有好心市民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才给警卫司的人电话了吧。 哼, X今天的事情我们记住了, 他日黑龙会定会找你讨要一个说法。 四人撂下一句狠话, 便迅速离开了这里。 江浩再次施展出了施吼宫, 随即也迅速离开了这里。 警卫司的人赶到的时候, 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只留下了一地死去的尸体。 该死的, 这是什么人干的? 一名女警脸色阴沉。 这帮不法分子, 胆越来越大了, 简直不把他们警卫司放在眼里。 一位中年人沉声道, 先把这周围控制起来, 小迪你去找一下看有没有目击者。 大头, 老三, 你们跟我进来, 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 是队长, 废物, 一群废物, 十多个觉醒者, 外加四位四阶觉醒者, 竟然连一个二阶觉醒者, 你们都解决不了。 我要你们, 还有什么用? 听到手下汇报, 董殷勤勃然大怒, 气得他, 差点把手机摔了。 手机另一头, 传来一阵苦笑声, 堂主, 你是不知道呀, 那个X的吼声, 太厉害了。 一嗓子三阶以下的觉醒者, 根本抵挡不住。 就算三阶侥幸不死, 也都一个个身受重伤, 没有再战的能力了。 即便现在, 回想起来, 他们依旧心有余悸, 若不是警卫司的人来得及时, 只怕他们此刻, 也已经交代在这了。 不要给你们的无能找借口, 我现在就问你们, 应该怎么办? 董殷勤与气阴森, 一个二阶的觉醒者, 竟然就让他们焦头烂额了。 这若是传出去, 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堂主, 想要击杀X,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 要么多给我们派来一些四阶觉醒者, 我们联手的情况下, 还是有可能击杀X的。 要么就直接出动五阶觉醒者吧, 那个X太诡异了, 只有五阶觉醒者才能有把握击杀他, 但不能是五阶的灵能者。 上任堂主就是五阶灵能者, 结果不还是失败了吗? 最后甚至还被自己人给杀了。 五阶灵能者虽然失败了, 可他们觉得五阶变异者或者五阶体能者对付X的话, 应该都没问题。 董殷勤脸色更加难看了, 对付一位二阶觉醒者, 竟然还需要五阶觉醒者出手, 是他们黑龙会没人了, 还是他们黑龙会已经彻底没落了。 寒山,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三天之内必须弄死X, 否则你们四个等着接受惩罚吧。 说完, 董殷勤便直接挂掉电话。 一群啥也不是的废物, 如果还是解决不掉X, 他们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原本他还打算三天后御驾清征呢, 现在他已经没这个心情了。 想了想, 董殷勤找出一个号码拨了过去。 寒山四人看着已经被挂断了电话, 彼此对视一眼, 皆是露出一抹苦笑, 这跟让他们去送死又有什么区别? 三位, 这件事你们怎么看? 寒山看向另外三人。 袁耳东美好气地说道, 还能怎么办, 自然是听上头命令了。 面对上头的决定, 他们这些手下根本不敢不听, 否则第二天就会有人专门负责抹除他们。 听上头命令是肯定的, 我是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咱们集思广义一下, 说不定真能想出一个妙计呢。 寒山摇头苦笑, 苗豪冷冷地说道, 这还不简单, 咱们只需要把X的家人抓起来, 以他家人作为威胁, 我不信他会不顾及家人的安危。 五件人白了描好一眼, 描好, 你说话长不长脑子? X一直戴着面具, 咱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真实身份, 上哪找他的家人。 X为什么戴着面具, 为什么叫X, 为的不就是不让别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这家伙竟然还想要抓X的家人,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第94章, 心疼江浩。 江浩回到家中, 洗了一个澡, 将身上的血腥味洗掉。 刚坐在床上用毛巾擦拭头发, 手机便响了起来, 江浩一看是刘景龙打来的, 直接接了起来。 刘会长怎么了? 刘景龙没有卖关子, 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X先生, 黑龙会所那边的事情, 是你做的吧? 是我做的。 我一猜就是你。 刘景龙苦笑一声, X先生, 你下回有所行动的时候, 能不能先通知我一声? 刚才警卫司那边的电话, 都打到我这边来了。 江浩一愣, 怎么了? 自己不就是杀了一些黑龙会的人吗? 怎么警卫司的人 把电话打到刘景龙这边来了? 莫非他们发现自己了? 有人举报, 说有决心者打架斗殴。 目击者说, 其中一人戴着面具, 刚才孔文广亲自打电话, 向我何时? 不过被我搪塞过去了。 江浩周梅道, 事出有因, 再说我杀的那些都是黑龙会的人, 警卫司那边总不至于给我定罪吧。 手机另一头的刘景龙, 听到江浩的话, 不由摇了摇头。 他知道, X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耐着性子解释起来。 X先生, 黑龙会只是他们身份的一种而已, 他们还有其他身份呢? 他们的副业各行各业都有, 这一次造成的影响不小。 江浩这一次听明白了, 这次的影响, 来源于这些家伙表面的身份。 警卫司那边是什么意思? 刘景龙低声道, 这件事上都很重视, 一会我去跟他们说一下情况, 具体的还需要到时候再说。 他这不是在吓唬X, 虽然X为龙城做了一些贡献, 但法律就是法律, 如果X犯法, 警卫司依旧会将X抓起来的。 不过好在, 他知道事情的原委, 这样他就好帮X洗脱罪名了。 两人聊了一会, 这才挂了电话。 虽然这件事听起来很严重, 不过江浩并没有在乎, 大不了自己以后不用X的身份就是了。 不再多想, 江浩从系统空间中将那两枚天赋水晶拿了出来。 他在考虑, 要找什么理由将这两枚天赋水晶给父母使用。 至于会不会有副作用, 这一点江浩一点都不担心, 系统出品必是精品, 这点保障还是有的。 想来想去, 江浩最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 当下他穿好衣服便下楼了。 小浩, 你这刚回来, 还要出去。 萧玉芬刚洗完水果, 就看到江浩下楼了。 江浩点了点头, 嗯妈, 我要出去一趟, 一会回来。 这孩子, 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看着江浩出门, 江上拳摇了摇头。 萧玉芬白了江上拳一眼。 儿子有本事了, 你还不知足。 我这哪里是不知足, 我这不是心疼儿子吗? 江上拳苦笑一声。 自从江浩成为了觉醒者后, 他们俩的老家伙就没工作过, 如今吃的, 用的都是江浩的。 这让他心里愈发心疼江浩。 萧玉芬叹了一口气, 那怎么办, 咱们两个都没本事, 帮不上儿子什么忙。 知道儿子有出息了, 他非常高兴, 可随着时间久了, 看到儿子的忙碌, 他也很心疼。 听到萧玉芬的话, 江上拳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是啊, 都怪他们没本事。 江浩并不知道劳两口此刻的想法, 他正在前往觉醒者交易中心的路上。 之所以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买一些觉醒者用来修炼的资源。 系统虽然给了他不少好处, 却唯独没有修炼资源。 不过尽管如此, 江浩也已经很满足了。 如果不是有系统的存在, 他只怕早就敏于众人了, 更别说有现在的成就了。 人人都羡慕强大的觉醒者, 却不知道觉醒者看似光鲜艳丽, 背后所需要的修炼资源更是昂贵的下人。 有多少天赋不错, 却因为买不起修炼资源而敏于众人的觉醒者。 又有多少为了修炼资源, 不得不寄人篱下, 做有钱人家的保镖。 比起这些人, 江浩简直太幸运了。 很快, 江浩便来到了觉醒者交易中心, 这一次他并没有联系黄兴山, 也没打算去黑市。 而是直接找了一家贩卖资源的商铺。 你好, 请问需要什么? 前台看向江浩, 立即热情地迎了上来。 江浩说道, 你们这里都有什么修炼资源给我介绍一下。 想要修炼资源, 先生那你是来对了。 我们这里不仅有能提升能力的灵果, 还有能增强体质的灵念, 不仅如此还有能够增强气血的。 这些资源都分为级别, 想对着的不同级别的觉醒者。 听着前台的介绍, 江浩只觉得一阵头大, 他没想到修炼资源竟然这么多。 江浩强耐着性子听完前台的介绍, 随即说道, 这样吧, 零至三阶的修炼资源给我各自来两份, 然后多少钱, 给我算一下。 好的, 请稍等。 前台文言眼前一亮, 自己这是需要大客户了, 这份资源可不便宜, 自己这个月的提成又会多出一大笔收入。 不多时, 前台拎来了两大兜子, 先生, 这些就是你要的资源, 前台将这些东西一一讲解给江浩听。 这些资源一共572万, 我给你抹了零, 你给570万就行。 江浩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刷卡。 随后江浩在前台震惊的目光下, 手掌一挥, 直接将两大包资源收了起来。 储物装备! 这青年究竟是谁? 等前台回过神来的时候, 江浩已经离开了。 前台懊悔不已, 早知道对方有储物装备, 自己应该再热情一些, 说不定还能与对方结交一番呢。 小浩回来了, 快洗手吃饭了。 江浩刚回来, 萧玉芬的声音就传来了。 洗完手, 萧玉芬刚好端着最后一道菜走了过来。 爸妈, 饭一会再吃, 我跟你们说个事。 萧玉芬脸色微变, 连忙问道, 怎么了小浩? 江上全也看向了江浩。 看出了老两口的担忧, 江浩笑道, 放心吧, 不是坏事, 是好事。 咱们先坐下吧。 三人坐下后, 江浩这才开口道, 妈, 我记得你是精细灵能者对吧? 萧玉芬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什么灵能者不灵能者的, 她只是F级的天赋, 虽然能力不错, 可天赋太废物了。 妈, 这个给你, 你直接将她吞进肚子就行。 江浩在老两口震惊的目光下, 手掌一翻, 一枚鸽子弹大小的金色金石出现在了手中。 第95章 使用天赋水晶 小浩, 这个是, 江上全顾不上震惊江浩拥有储物装备, 眉头一皱。 他自然知道江浩不会害他们, 但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就直接往嘴里放, 未免有些不太好。 爸, 你别着急, 你也有。 江浩微微一笑, 手掌一翻, 手掌之中顿时又多出了一枚鸽子弹大小, 淡蓝色的金石。 爸妈, 你们尽管将这两个东西服下就行, 到时候, 你们自然就知道这个东西的妙用了。 这, 江上全还是有些迟疑, 有什么好迟疑的, 小浩还能害咱们不成。 萧玉芬白了一眼江上全, 随即直接拿起那枚S级天赋水晶吞下。 江浩, 江上全立即看向萧玉芬, 只见萧玉芬身上散发出一抹淡淡的霞光。 江浩立即动用鉴别之眼, 姓名, 萧玉芬, 年龄, 天赋, F级续能, S级风锐。 能力, 精细灵能者。 状态, 一般。 江浩心中一喜, 果然成功了。 从今以后, 老妈也是S级天赋的觉醒者了。 虽然起不晚了一些, 可有S级天赋在, 还是足以弥补的。 这, 萧玉芬惊呼一声。 她自然能感受到自己体内的变化。 当她意识到自己竟然多出了一个S级天赋后, 顿时震惊不已。 江上全还以为萧玉芬怎么了呢? 紧张地问道, 海他娘, 你怎么样吗? 海他爸, 我, 我拥有S级天赋了。 什么? 江上全文言, 双眼瞪得老大。 这怎么可能? 她还是头一次听说, 天赋竟然还能提升的。 爸, 你也试试。 听到江浩的话, 江上全回过神来。 这一次, 她不再迟疑, 当即将那枚SS级天赋水晶吞入腹中。 很快, 她的身上也浮现出了一层霞光。 江浩立即动用鉴别之眼查看。 姓名, 江上全。 年龄, 42。 等级, 灵阶。 天赋, F级烈焰, SS级速度。 能力, 罗汉战体, 体能者。 状态, 一般。 我, 江上全回过神来, 一脸难以置信。 天赋竟然真的变了。 不, 不是变了, 是增加了一个。 江上全强忍着心中的激动, 连忙问道, 小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江浩早就想好了借口, 脸不红气不喘地说道, 这个是我前两天在沦陷区救了一位老人家。 老人家为了感谢我, 特意给我的。 当时给了我三枚, 我不放心, 直接给你们用, 就拿其中一枚给别人用了。 看到成功了, 我这才拿出来给你们用的。 怎么样爸妈, 感觉还不错吧? 江上全大笑道, 何止是好用, 简直太爽了。 我没想到, 我有一天也会是SS级天赋的觉醒者。 一旁的肖玉芬也激动不已, 年轻的时候觉醒出F级天赋, 她就知道,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没想到, 老了老了, 他们的儿子竟然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 唉, 可惜了, 我们这个年龄, 就算拥有这么好的天赋, 也白费了。 江上全冷静下来, 苦笑一声。 爸妈别担心, 你们新的天赋, 足以弥补你们这些年的缺失。 说着, 江浩再次手掌一番, 两栗修炼资源出现在了桌子上。 爸妈, 从明天开始, 你们那也不要去了, 就在家里修炼, 这些修炼资源, 足以让你们修炼到三阶了。 萧玉芬摇了摇头, 小浩, 这是你的修炼资源, 我们不能要。 江上全也开口道, 是啊小浩, 我跟你妈想要修炼资源的话, 我们自己弄就行, 你不用把你的修炼资源给我们。 老两口以为江浩拿出来的是自己的修炼资源呢, 说什么也不肯要。 爸妈, 这个并不是我的修炼资源, 这是我刚才特意给你们买的, 你们就收下吧。 听到江浩这么说, 老两口这才不再坚持, 将这些修炼资源收了起来。 哦对了, 妈这个给你, 这是储物装备, 只需要在上面滴一滴你自己的鲜血就可以用了。 江浩将那条腰带储物装备拿了出来。 萧玉芬连忙摇头, 小浩, 这个太珍贵了, 你自己留着吧妈不能要。 虽然她不是强大的觉醒者, 却也清楚储物装备的珍贵性。 这东西留在江浩手里, 比留在她手里有用多了。 我还有呢, 你看, 这个是特意给你的。 江浩拿出自己的储物袋, 掩饰了一下。 爸, 你这边别着急, 我看看过两天也给你弄一些装备。 江上全眼眶泛红地拍了拍江浩的肩膀。 小浩, 爸要不要装备无所谓, 你不要太辛苦了, 咱们家现在这个样子, 我跟你妈就很知足了。 江浩笑着没有说什么, 有些事情还是不告诉老两口比较好, 免得他们为自己担心。 一日, 江浩吃完早饭便直接出门前往了轮陷区。 趁着去参加学校大比之前, 他要尽可能地给父母多弄一些装备出来, 顺便看看能不能获得一些储物装备。 主要是空间系的魔物太少了, 目前为止自己也才不过遇到两只而已。 来到沦陷区, 江浩发现这里依旧有大量的将士守着, 显然是为了守护秘境的。 那些将士看到江浩后, 立即向江浩打招呼。 若不是江浩, 他们也不可能探查清楚秘境里的情况。 与这些将士打完招呼后, 江浩这才去别的地方猎杀魔物。 与此同时, 在距离黑龙会所不远的一个出租屋内, 韩珊他们四人正坐在其中, 经过了一天的讨论, 他们依旧没有能想出什么被多江浩的好办法。 袁尔东沉声道, 我觉得, 咱们要不这样呢, 直接将X约出来, 然后咱们事先那个好, 只要X出现, 咱们就向X出手。 方法倒是可行, 问题是, 就算咱们四个联手, 怕也不是X的对手, 除非。 说到这里的时候, 韩珊突然停了下来。 我想到办法了。 袁尔东他们问完, 立即看向韩珊。 X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的音波攻击, 咱们只需要找个能压制他声音的地方, 不就行了吗? 五件人苦笑道, 可上哪找这种地方, 只要有空气的地方, 就能够传播声音, 除非是太空, 但咱们根本去不了。 不, 有一个地方可以。 韩珊摇了摇头, 五件人反应过来, 你是说, 你们在说什么呢? 苗豪与袁尔东有些, 摸不着头脑地看着两人。 韩珊笑道, 你们不用明白, 到时候照做就行了。 第九十六章, 处物护暗。 一处废墟之中, 一道人影迅速闪动, 突然在他的左手边, 出现一只兽影, 猛地向人影扑去。 人影手持长剑猛地挥下, 可那道兽影, 却突然诡异地消失不见了。 人影稳住身形, 目光警惕地看着周围。 这道人影不是别人, 正是来到沦陷区的江浩。 此刻他警惕的目光中, 又充斥着惊喜。 他没想到, 自己这一次, 竟然真的遇到了空间隙的魔物。 而且还是一只三肩魔物。 这只魔物他说什么, 也要将其击杀。 So! 一道寒光突然从头顶乍现, 直奔江浩来。 江浩身影闪动, 躲过了攻击。 在抬头的时候, 那只魔物已经消失不见了。 空间隙魔物好事好, 就是太诡异了, 动不动就消失不见, 攻击也毫无章法。 自己已经与这个家伙斗了一个多小时了, 始终都没抓住对方的破绽。 就在江浩这样想着的时候, 那只魔物再次出现, 这一次那只魔物更加嚣张了, 竟然直逼江浩的面门。 好! 江浩见状眼前一亮, 这可是你自己找死的, 立即施展出施口弓。 这家伙还真以为自己没办法对付他了, 竟然这么嚣张, 直接在自己面前出现。 那只魔物神色一变, 可此刻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在恐怖的音波攻击下, 那只魔物身体一顿, 紧接着被震得的倒飞了出去。 江浩见状立即栖身而上, 那只魔物砸在地上, 刚刚亮腔地从地上爬起来, 江浩就已经来到了他身边。 不等那只魔物反应过来, 一脚踹出, 直接将其踹倒在了地上。 渣瓜! 那只魔物怒吼一声, 还想起身反抗, 可江浩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为了防止这家伙继续消失, 江浩再次施展出施口弓。 那只魔物气息瞬间萎靡下来, 蹊跷也都流出血迹。 江浩对此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手中赤焰剑直接刺入那只魔物的胸膛之中。 那只魔物痛苦地挣扎, 却根本于事无补。 片刻后, 那只魔物终于没了气息, 江浩这才将手中赤焰剑抽回。 他立即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系统空间, 只见一只护腕出现在系统空间之中。 储物护腕, 系统出品地级装备, 内置1500平空间, 可惜用来储物。 住, 储物装备不可以防止活物。 看着眼前的信息, 江浩满意地点了点头。 时隔一个来月, 终于再次获得了一个储物装备, 这个储物装备正好给老爸。 亦是从系统空间内退出, 江浩继续寻找猎物。 这一路上, 他击杀了不少魔物, 可真正有用的, 除了刚才的储物装备以外, 其余用处并不大。 目前, 他还没有遇到四阶的魔物, 他的想法是获得C级武器, 给父母留着用。 猫! 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江浩立即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不多时, 他便看到了一只通体赤红, 有点类似黄牛的牛泪魔物。 四阶魔物, 赤眼蛮牛。 江浩眼前一亮, 终于遇到了四阶魔物。 江浩的出现, 也吸引了赤眼蛮牛的注意。 对于这个出现在自己领地的人类, 赤眼蛮牛眼神中凶光乍现。 当即, 低着头, 直接向江浩顶来。 江浩不躲不闪, 只见他双脚快速移动两步, 随即气沉丹田, 身体下压, 双手左右晃动, 顿时一阵似有似无的龙银声响起, 降龙十八掌第一势, 抗龙有悔。 好。 一道透明的龙形气浪, 从江浩手掌之中迸发而出, 直接与赤眼蛮牛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赤眼蛮牛被震得后退了数步, 这才稳住身形。 梦。 赤眼蛮牛怒吼一声, 随即再次向江浩冲来, 两只巨角更是生腾起一层火焰。 好。 江浩气沉丹田, 头顶上空出现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恐怖的音波攻击席卷而出, 将赤眼蛮牛笼罩在其中。 然而, 以往无往不利的狮吼弓, 这一次竟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只见赤眼蛮牛顶着音波攻击继续向江浩走来, 只是速度慢了不少。 江浩收工, 直接向赤眼蛮牛冲了过去。 碰。 赤眼剑与赤眼蛮牛的脚碰撞在一起, 看似坚硬无比的牛角。 在赤眼剑面前如同豆腐一般, 被轻松斩断。 赤眼蛮牛一惊自己最引以为傲的, 除了一身坚硬的皮毛以外, 就是这对锋利而又坚硬的牛角了。 可在这个人类面前, 自己的牛角竟然就这么被斩断了。 这若是攻击在自己身上, 那自己岂不是必死无疑了? 想到这里, 赤眼蛮牛哪里还敢继续与江浩战斗了? 当即转身就跑。 什么领地不领地的, 这一刻都已经不重要了。 然而, 江浩又怎么会让他就这么跑掉? 当即三步并坐两步, 迅速跟上赤眼蛮牛。 赤眼蛮牛主要能力就是力量, 速度方便并不擅长。 江浩甚至都动用暴击, 都能追上赤眼蛮牛。 So! 靠近赤眼蛮牛, 江浩直接再次一剑斩出。 如今, 他使用赤眼剑可不再单单是依仗蛮力。 学会了华山剑法后, 他的剑法得到了很大提升。 碰! 赤眼蛮牛的另一只牛角硬生而断。 赤眼蛮牛心中又惊又怒, 却又无何奈何, 他根本是这个人类的对手。 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离开这里。 只是目前来看, 貌似这一点并不容易。 他速度太慢了, 跑不过这个人类。 Move! 气愤之下, 赤眼蛮牛发出一声警告。 这个人类再过分的话, 那就别怪他拼命了。 然而, 江浩自然是听不懂, 赤眼蛮牛声音中所蕴含的意思。 此刻他已经来到了赤眼蛮牛身前, 将赤眼蛮牛逼停了。 赤眼蛮牛眼中凶光大盛, 再次向江浩冲了过来。 碰! 江浩一箭斩下, 赤眼蛮牛的脑袋上顿时出现了一道血痕。 血痕迅速扩大, 鲜血紧接着喷涌而出。 赤眼蛮牛身体晃了晃, 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快要不行了, 缓缓转身离开。 江浩面目表情地看着赤眼蛮牛离开的背影。 赤眼蛮牛没有走出多远, 四肢一软便瘫倒在了地上。 发出一声不大不小的牛猫声, 便彻底没了声息。 第97章 动手。 太阳落山, 江浩也从沦陷区走了出来。 他本打算找个没人的地方, 将面具摘下去, 结果还没等他找到合适的地方呢, 手机就响了起来。 X你的电话可算打通了, 出大事了。 不等江浩开口, 刘景龙的声音就传了出来。 怎么了? 江浩一愣, 莫非是官方要捉拿他? 不应该啊。 刘景龙沉声道, 除了我以外, 一些给你有关的人都给黑龙汇的人抓走了。 什么? 江浩神色大变。 跟他有关的也就黄兴山, 还有父母。 刘会长, 都谁被抓走了? 你什么时候收到的信息? 江浩声音冰冷。 别人怎么对他都无所, 但对他亲人朋友动手,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是下午接到的消息, 黄兴山还有江上全两口子都被黑龙汇的人抓走了。 他们原本还想抓江上全的儿子呢,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成功。 本来我接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联系你了, 结果没想到怎么也打不通你的电话。 听到父母被抓走了, 江浩脸色阴沉, 浓郁的沙气从身上散发出来。 江浩深吸一口气, 他很清楚, 这个时候解决不能乱, 必须保持理智。 黑龙汇那些人有说什么吗? 目前还没有, 主要对方联系一遍我后, 便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了。 刘景龙摇了摇头, 我估计他们应该也联系你了, 只是你的电话没有打通。 行刘会长, 先这样, 我这边想办法联系一下他们。 挂了电话, 江浩再次深吸一口气, 随即在手机里找到了董英勤的电话, 刚要拨过去, 他手机就响了起来。 看着上面陌生的号码, 江浩猜测, 很有可能是黑龙汇的人, 直接接了起来。 X, 不想你朋友有事的话, 来明湖大街214号, 我只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小时后你如果还没到的话, 你就等着给你朋友们收尸吧。 说完, 对方不给江浩说话的机会, 直接将电话挂断。 江浩收起手机, 直接向明湖大街赶去。 黑龙汇, 你们还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本来想跟你们慢慢玩的, 是你们掀掀桌子的,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了。 路上, 江浩再次拿出手机, 给刘景龙拨了过去, 同时将情况跟刘景龙说了一遍。 刘会长, 这种情况下, 我出手警卫司应该不会管吧? 刘景龙笑道, 放心吧, 这一次我帮你收尾,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多谢了刘会长。 江浩挂了电话, 再次加快了速度。 一辆从外城开过来的轿车, 正在马路上急驰, 突然只觉得一道黑影一闪而过。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麻烦黑影已经出现在很远的地方了。 司机一愣, 随即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仪表台, 不由露出惊骇神色。 自己的卖速表, 可是都已经踩到了120, 究竟是什么东西, 超过了自己。 发生这样事情的, 不仅仅只是一个司机, 好几个司机都遇到了这种情况。 明湖大街214号, 这里是一座巨大的厂房。 此刻厂房内, 寒山他们正汇聚在其中。 而在角落中, 江尚全, 萧玉芬他们几人被绑在这里。 袁尔东笑道, 已经通知X了, 就是不知道X能不能过来了。 管他过不过来, 如果X不过来, 那咱们就把这几个人杀了。 苗豪冷冷地瞥了一眼江尚全他们。 说来也奇怪, 这几个都是普通人, X为什么会跟他们有联系呢? 五件人摇了摇头, 这谁知道了, 说不明以前认识呗。 寒山沉声道, 先别说这些了, 大家准备一下, 别X过来了, 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 寒山, 这里真能抵挡住X的音波攻击吗? 苗豪还是有些不放心。 到现在, 他都没看出这里有什么特别之处。 一旁的袁尔东也一脸疑惑, 他也没看出这里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五件人笑道, 我来告诉你们吧, 这里曾经是龙城警卫司总部的旧职。 这里的建筑不仅能够抵挡住觉醒者攻击, 还可以隔绝一些特殊攻击, 音波攻击就是其中的一种。 在龙城警卫司总部搬走后, 这个地方经过了几次一族后, 最后被咱们黑龙会秘密将其买了下来。 原本是想要留着作为一个分布的, 只是后来因为一些事情一直没有落实而已。 在这里, 就算X对他们施展音波攻击, 也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影响。 袁尔东与苗豪文言, 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寒山这么有自信呢。 而远处, 江上全他们文言心中不由一领, 同时为江浩捏了一把汗。 不过,相比于黄兴山几人, 江上全与萧玉芬则有些不解, 对方要对付X, 为什么要把他们抓来, 他们根本不认识X呀。 而这些家伙根本不听他们解释, 强行把他们抓了过来。 好在小浩不在家, 不然肯定也会被抓来了。 与此同时, 江浩用了30分钟, 终于赶到了明湖大街214号这边, 看着这个巨大厂房。 江浩并没有立即进入其中, 看时间还来得及, 便先在周围转了一圈。 他要确认一下周围的情况, 以及到时候自己撤退的路线。 观察了一番, 江浩心里有了的大概, 这才向厂房走去。 一路畅通无阻便来到了厂房内。 然而江浩并没有注意到, 在对面的楼顶上, 一道人影正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X, 没想到你竟然还真敢过来。 看到江浩过来了, 寒山把手放在嘴边, 吹了一声口哨。 顿时十多道人影从周围掠了出来, 将江浩团团包围了起来。 这些突然多出来的人, 赫然也是四阶觉醒者。 江浩没有理会这些人, 目光落在父母与黄星山他们身上。 确认他们没事, 这才松了一口气。 江浩环视了一眼四周, 随即淡淡地说道, 既然我来了, 那就放他们离开吧。 听到江浩的声音, 将尚全与萧玉芬对视一眼。 这声音, 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呢? 你想多了X, 今天他们谁也离不开这里, 你也一样。 寒山变成了一头体型庞大的犀牛。 光荡! 这时, 不知道是谁, 将厂房内的大门关上了。 动手! 寒山大喝一声, 随即率先向江浩发起了攻击。 第九十八章, 晚了。 好! 江浩立即施展施吼弓, 然而想象中的恐怖音波攻击 并没有被激发出来。 江浩眉头一皱。 这是什么情况? 之前一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来不及多想, 寒山他们已经冲了过来。 江浩见状手掌一番, 赤焰剑顿时出现在手中。 就算没有石吼弓, 他还有其他武学。 只见赤焰剑在他手中抖出了几个剑花。 江浩施展出华山剑法, 与寒山他们一行人展开了激战。 虽然他被包围在了其中, 可寒山他们想要伤害到江浩根本不可能。 不过,江浩想要突围同样也不可能。 江浩逼退一个攻击过来的人, 随即将弓法转换成龙神弓。 好。 江浩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 化作了一条透明的东方神龙。 随着龙神弓提升到了终极, 所还幻化出来的透明东方神龙也愈发神骏, 逼真了。 以前江浩施展的龙神弓, 最多也就有个龙头, 能看出是东方神龙的模样。 可如今江浩在施展龙神弓后, 所化的透明东方神龙多出了四只。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浑身透明, 没有什么威严。 江浩一记神龙百尾, 迅速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苗豪冷冷地看向江浩, 哼, X你就算冲出了我们的包围又如何, 在这里你是跑不掉的。 跑? 对付你们, 我还用得着跑。 江浩冷笑一声, 他之所以冲出来, 一方面是为了施展武学,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有人对他父母。 还有黄兴山他们出手。 江父母, 还有黄兴山他们护在身后。 这样一来, 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说着, 江浩双脚快速移动两步, 随即气沉丹田, 身体下压, 双手左右晃动, 顿时一阵似有似无的龙银声响起, 猛地向前推出。 降龙十八掌第一势, 抗龙有悔。 好。 顿时一道透明的龙形, 虚影自江浩的手掌之中涌出, 直奔寒山他们。 寒山沉声道, 该死的, X的古怪手段太多了, 大家一起上, 不能让X继续施展这些手段了。 不用他提醒, 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灵能者全力出手, 将江浩的第一势, 降龙十八掌抵挡下来以后。 那些灵能者立即向江浩冲来。 江浩见状, 立即再次施展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第二势, 飞龙在天。 降龙十八掌第七势, 立射大川。 龙银声响彻度绝, 一道道龙形虚影在寒山他们身边环绕。 弄得寒山, 他们手忙脚乱。 寒山心中大气, 原本以为压制住X的音波攻击, 就好对付X了。 结果没想到, X依旧还有这么多的手段。 尤其是这种, 能够释放出龙形虚影的攻击。 虽然奈何不了他们, 却能让他们不停地受伤, 十分烦人。 降龙十八掌第十势, 双龙取水。 降龙十八掌第十势, 龙战鱼也。 寒山心中怒火中烧, 这次为了对付X, 他四处找关系, 才找来了十六位四阶觉醒者。 就为了能一举消灭X, 结果从战斗到现在都快二十分钟了, X竟然毫发未损。 是他们太废物了, 还是X太强了? 他们二十位四阶觉醒者联手, 竟然还奈何不了一位二阶觉醒者。 这若是传出去, 必然让人笑掉大牙。 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 寒山立即开始改变战略。 变异者跟我一起行动, 抵挡住X的攻击, 灵能者趁机赶紧, 灵能者远程攻击X, 辅助类觉醒者给我们增幅。 瞬间这些人立即分成了四个梯队。 对于寒山他们的布置, 江浩嗤之以鼻, 毫不在乎。 降龙十八掌第十七事, 低阳触翻。 降龙十八掌第十八事, 神龙摆尾。 随着江浩将降龙十八掌全部施展出来, 顿时十八道龙形虚影向寒山他们攻去。 江浩身体一晃, 一口气湿施展出降龙十八掌, 对他的消耗不小。 江浩立即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两瓶恢复药剂盒下, 这才让体内空虚状态好一些。 幸亏他今天在沦陷区击杀了不少植物类的魔物, 不然他手中的药剂还真不够他这么挥霍的。 碰! 寒山他们刚刚站好的队形被彻底打乱, 一些实力弱一些的更是直接被打得口吐鲜血。 好在他们人多将江浩的攻击分散了不少, 不然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这么强大手段, 他肯定不能多次施展。 解决了X。 寒山大喝一声, 顾不上身上的伤势率先冲了过来。 其他人闻言也纷纷冲了过来。 江浩见状手掌一番, 赤焰剑再次出现在手中。 江浩面无表情地迎了上去。 对方虽然人多, 可如今都已经不是巅峰状态了。 是收割的时候了。 赤焰剑在江浩手中飞舞, 所过之处都会带起一片血化。 这一刻,江浩也杀红了眼, 凡是挡在他身前的人全部都得被他给解决掉了。 整个厂房之中都散发着浓郁的血腥味。 这让远处角落中的江尚泉, 萧玉芬他们脸色苍白, 十分不适应。 他们什么时候见过这种血腥场面? 别说他们了, 就算是寒山他们也感到了强烈的不适。 并非他们对于这种血腥场面不适应, 而是对江浩不适应。 这还是二阶觉醒者了吗? 怎么可能这么强? 他们这可是整整二十位四阶觉醒者。 他们联手的情况下, 竟然被反杀了十多个。 这还是人了吗? 江浩浑身是血, 就仿佛从尸体中走出来的沙神一般。 身上可怕气息, 压得寒山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 此刻江浩也不太好受, 一方面是体内能量已经出现了枯竭, 另一方面就是身上的伤势。 虽然他穿着C级鳄鱼卫甲, 可以无视一般的攻击, 可鳄鱼卫甲再强, 也不可能抵挡住这么多四阶觉醒者的攻击。 若非他有斗转心仪, 只怕此刻已经浑身伤痕累累了。 然而江浩却并没有就此停手, 依旧向寒山他们发起攻击。 从寒山他们绑架江浩父母的那一刻, 就已经注定了他们的下场。 寒山迅速后退, 躲避江浩攻击, X, 今天的事就此罢休, 咱们停战如何? 晚了。 江浩催动体内最后的力量, 化作了一道残影。 手中赤焰见火光大胜。 第99章 勒文博 解决了寒山他们, 江浩身体一个亮呛, 差点坐在地上。 江浩咬了一下舌尖, 努力让自己清醒一些, 随即手掌一番, 从中拿出几瓶治疗药剂, 体力药剂以及恢复药剂。 将这些药剂喝下去, 江浩的状态这才好一些。 随后他来到江上拳他们这边, 将他们身上的绳子解开。 X先生, 这次多谢你了, 你又一次救了我的性命。 黄兴山一脸敬畏地看着江浩。 这已经是X第二次救他了, 这两份大恩情让他无以为报。 江浩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没事, 经过这一次, 这帮家伙应该不会再对你们出手了。 江上拳刚要开口说话, 突然一阵鼓掌声响起。 江浩他们闻声望去, 就看到一位中年人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 见到来人, 江浩立即警惕提起来, 同时动用了鉴别之言。 姓名, 未知, 年龄, 48, 等级, 五阶 天赋 A级天赋咆哮 能力 藏傲 变异者 状态 巅峰 来人但笑道, X果然名不虚传, 这么多四阶觉醒者竟然都被你杀了。 黑龙会的人, 中年人点了点头, 不错, 我是古木堂两大副堂主之一, 我叫乐文博。 你们先离开这里。 江浩对江上拳他们使了个眼色。 X, 黄兴山想要说什么, 却被江浩给拦了下来。 你们离开这里, 不用管我。 江上拳他们文言, 知道在这里帮不上江浩什么忙, 只能离开, 先离开这里再说。 你自己小心一些。 说了一声, 江上拳他们便离开了。 乐文博并没有阻止江上拳他们离开, 他的目标只是江浩。 等江上拳他们离开后, 乐文博这才开口道, 他们已经离开了,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想要出手就抓紧吧, 不然等我出手, 你就没机会了。 江浩文言也不说话, 直接从系统空间中取出各种药剂, 往嘴里灌。 乐文博见状并没有阻止江浩, 身为五阶觉醒者, 他对于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信心。 随着一瓶瓶药剂进入口中, 江浩的状态也在快速地恢复着, 不多时便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你这种瓶瓶罐罐倒是挺有意思的, 竟然让你恢复到巅峰状态了。 乐文博有些诧异地看着江浩, 这种手段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同时他也惊讶, X竟然还拥有储物装备。 要知道, 就算是他, 也不过前不久才获得了一个储物装备。 而X二阶修为竟然就获得了储物装备。 由此可见, X并不简单。 江浩没有理会乐文博, 也没有想着攻击乐文博。 他很清楚, 自己并不是乐文博的对手, 所以他在考虑自己怎么安全低地离开这里。 其实他现在跑很容易, 直接就可以跑, 但他怕他跑了, 乐文博会迁怒父母他们, 万一将父母抓住威胁他, 那他可就彻底被动了。 所以他在等, 等父母与刘锦龙会合, 有刘锦龙在, 龙城没有谁能伤害到父母。 见江浩迟迟不出手, 乐文博淡淡地说道, 你再不动手的话, 我可就要动手了。 江浩微微一笑, 我觉得, 咱们之前没必要打声打死, 毕竟咱们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不是。 乐文博文言嘴角一抽, 目光瞥了一眼, 地上寒山他们二十人的尸体。 这叫没有深仇大恨? 这叫没有必要打声打死。 没有必要, 你把我们的人都杀了。 注意到了乐文博的目光, 江浩开口道, 他们不一样,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 有什么事可以冲我来, 我都接着, 接不住算我没本事, 可这些家伙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乐文博笑问道, 呵呵, 那如果是我威胁你呢?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 什么话? 乐文博好奇地看向江浩, 龙有逆龄, 处之必死。 乐文博笑着摇了摇头, 呵呵, X你是个有趣的人, 同时也是聪明人, 但你千不该, 万不该与我黑龙会为敌。 本来我还挺欣赏你的, 有心让你加入黑龙会, 但没办法, 堂主已经下达, 死命令了, 必须杀了你。 随着乐文博的声音落下, 他整个人立即化作了一只微风凛凛的藏骜, 随即如同导弹一般, 向江浩冲来。 降龙十八掌第一是, 抗龙有悔。 降龙十八掌第二是, 飞龙在天。 见状, 江浩立即施展降龙十八掌。 之前, 他以一阶修为施展降龙十八掌, 击杀了两只重伤的三阶魔物。 如今, 以二阶修为, 想要击杀五阶觉醒者, 显然是不可能的。 他只希望能与乐文博周旋一段时间。 在等父母他们能与刘颈龙碰面后, 他就立即离开这里。 然而他想得很好, 可还是有些低估了乐文博的实力。 乐文博不仅轻松抵挡下了良好的攻击, 还迅速向江浩靠近。 江浩见状, 只能迅速后退, 尽可能与乐文博拉开距离。 可乐文博的速度极快, 很快便来到了江浩身前, 一找拍在了江浩胸口上。 扑! 江浩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向后滑出十多米。 江浩迅速转身, 借着这股力量直接向后方掠去。 面对不可力敌的存在, 江浩可没傻到要跟对方应拼。 想跑! 看出了江浩的意图, 乐文博立即追了过去。 刘会长, 你这样让我们很难做啊。 警卫司的人一脸苦笑地看着刘景龙。 有人报案说明, 胡大街发生了打斗, 他们立即赶了过来, 结果竟然被刘景龙给拦了下来。 面对这位大佬, 他们也不敢得罪, 只能好言相劝, 可奈何, 对方就是不给面子。 刘景龙拍了拍对方肩膀, 小陈呀, 这边的情况, 我都已经跟你说出清楚了, 那是在做演习呢? 这个时候, 不能让人打扰。 再说了, 你现在不是还没接到孔司长的命令呢吗? 陈明伟苦笑, 刘会长, 你好歹让我们进去有一个过场也行啊。 如果过场不让走的话, 我们也没法交代啊。 他只是, 警卫司分布的一个小司长而已。 面对刘景龙这位大佬, 他是真得罪不起。 刘景龙刚要说话, 就看到树道人影从远处跑了过来。 早已经调查过他们了, 刘景龙自然知道他们是谁。 怎么救你们出来了? 刘景龙眉头一皱, 不等他话说完, 黄兴山就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刘会长, 求你救救X。 第100章, 狼狈逃窜。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你先起来说。 刘景龙文言脸色一变, 将黄兴山从地上拉了起来。 黄兴山立即把情况说了一遍, 是这样的。 什么? 听到黑龙会又出动了五阶觉醒者对付江浩。 此刻江浩正在独自面对五阶觉醒者时, 刘景龙再也坐不住了。 X是他们龙城赏金工会的希望, 绝对不能让他有事。 顾不上继续阻拦陈明伟, 刘景龙当即迅速向214号那边掠去。 一旁的陈明伟也脸色一变。 二话不说, 立即带着人向214号掠去。 之前他们还不知道黑龙会, 可最近龙城警卫司总部那边, 已经将黑龙会的情况传给他们了。 知道有黑龙会的人在这里作乱, 他们怎么能视而不见? X你是逃不掉的, 束手就擒吧。 江浩被勒文博堵在了一个角落中, 勒文博脸上露出细血的神色。 想要杀我,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江浩将内功转换成龙神功, 变身成了透明的东方神龙后, 迅速向远处冲了过去。 哇! 勒文博犬肺一声, 此刻他们已经离开了厂房, 厂房内的限制对他们已经不起作用了。 勒文博这一声犬肺, 包含了他的天赋咆哮。 这一声犬肺, 传入江浩耳中, 仿佛携带着古怪的魔力一般, 顿时让他有种头痛欲裂的感觉。 该死的! 江浩在心里怒骂一声。 此时此刻, 他终于能体会到那些承受他施吼弓的人感受了。 这种感觉, 实在太难受了。 江浩强忍着不适, 继续向远处掠去。 勒文博有些诧异地看着江浩, 没想到江浩竟然能承受住他的天赋攻击。 虽然诧异, 可他却并没有停止追杀江浩。 几乎很快, 他就追上了江浩。 哇! 勒文博再次施展出天赋攻击, 恐怖的音波攻击瞬间席卷而来。 江浩首当其冲, 这一次, 他没有能抵挡住这种攻击, 直接被震得倒飞了出去。 碰! 江浩身体重重砸在地上, 身体也从龙形状态恢复了人形状态。 勒文博缓缓向江浩走来, X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在我面前你是逃不掉的。 破! 江浩刚张口, 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 X这就是得罪我黑龙会的下场, 在我黑龙会面前, 任何敢于我们为敌的都不会有好下场。 说话的同时, 勒文博已经来到了江浩身前。 勒文博抬起爪子, 就要向江浩的脖子抓去。 好! 江浩目光一灵, 这若是被抓住了, 他必死无疑。 江浩没有丝毫迟疑, 立即催动狮吼弓。 然而, 他的狮吼弓, 却对勒文博没有任何影响。 勒文博露出不懈的笑容。 X, 你虽然战斗力超凡, 能以二阶觉醒者的实力, 对付四阶觉醒者, 但你太小看五阶觉醒者了。 说着,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江浩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赤焰剑。 碰! 赤焰剑与勒文博的爪子碰撞在一起。 沉重的力道, 震得江浩虎口炸裂, 赤焰剑差点脱手而出。 B级武器, 倒是小瞧你了。 勒文博诧异地看了一眼江浩手中的赤焰剑。 没想到, 江浩手中竟然还有这种语气。 同时他不由心中暗自庆幸, 幸亏用这种武器的是X, 如果是一位五阶觉醒者, 他的爪子就别想要了。 尽管如此, 他爪子上依旧出现了一道血痕。 江浩趁着这个间隙从地上踉跄地爬了起来, 随即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一些药剑服下, 这才让自己的状态好一些。 X, 你的这些瓶瓶罐罐是从哪里来的? 交出来, 我给你一个痛快的。 看着江浩再次恢复得差不多了, 勒文博立即看上了江浩手中的这些药剑。 这些瓶瓶罐罐太神奇了, 如果给他们黑龙会的人使用的话, 他们黑龙会不说整体实力提升一大截, 最起码伤亡能够减半。 江浩冷笑一声, 哼, 等你抓住我再说吧。 说着, 他转身就跑。 面对五阶觉醒者, 尤其是变异者, 体能者这类的觉醒者, 他根本没有交手的可能。 眼下还是想办法, 离开这里才是最重要的。 看着江浩再次逃跑, 勒文博摇了摇头, 随即立即跟了上去。 这一次, 他不会再给X任何机会了。 很快, 江浩便被追了上来。 勒文博嘴巴张开, 直接向江浩咬来。 江浩心中一灵, 连忙向一旁躲避, 这才堪堪躲过了血盆大口。 嗖! 还不带江浩喘口气呢, 一道黑影掠来, 不给江浩任何反应的机会, 直接将江浩抽飞了出去。 这时江浩才看清究竟是什么东西, 攻击的自己, 原来是勒文博的尾巴。 碰! 江浩重重地摔在地上。 勒文博七身上, 猛地向江浩扑了过来。 江浩见状, 顾不上身上的伤势, 立即向一旁滚去。 以勒文博变身后的体型, 足以堪比一头成年大象了。 若是压在自己身上的话, 自己不说必死无疑, 也会重伤。 虽然成功地躲过了勒文博的攻击, 可江浩还是被勒文博身上携带的气浪 狠狠地震飞了出去。 江浩身体砸在地上, 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视线一阵模糊, 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差点被撞出来。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岳文博, 江浩想要从地上站起来, 奈何受伤太严重了, 根本站不起来, 此刻就连鳄鱼喂假都破裂了。 乖乖听话不就得了, 何必自讨苦吃呢? 勒文博居高临下地看着江浩, 随即恢复了人形状态。 本来我应该直接杀了你的, 但突然我改变主意了, 我要把你带回去, 好好研究研究。 说着, 勒文博便伸手向江浩抓去。 勒文博看出了江浩的不一般, 活捉江浩要远比杀了江浩更有价值。 同时他也暗自庆幸, X手段太多了, 幸亏是自己亲自过来了, 不然一般人还真不一定能抓住X。 江浩此刻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勒文博抓向自己。 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吗? 江浩心中苦涩, 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在一些五阶觉醒者面前根本没有反抗能力。 So! 突然, 一道破风声传来, 第101章 摊牌 刘景龙紧赶慢赶, 他就怕自己来晚了一步, 看到不好的事情发生。 好在关键时刻, 他及时赶到了。 勒文博躲开了攻击, 低头一看, 居然是一枚石子。 顺着石子传来的方向望去, 就看到刘景龙走了过来。 勒文博刚要开口说话, 刘景龙便如同导弹一般, 向勒文博击事来。 勒文博脸色一变, 连忙再次变身成脏骜。 哇! 勒文博再次施展出了天赋攻击, 只是他的攻击对江浩有用, 可对刘景龙却没什么用。 刘景龙迅速来到勒文博身前, 直接将勒文博撞飞了出去。 刘景龙栖身而上, 双拳铺天盖地砸向勒文博。 看到刘景龙过来了, 江浩也就放心了, 他吃力地从系统空间中取出药剂盒下。 连续几瓶下毒后, 江浩的状态也终于好了不少。 虽然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 最起码行动不成问题。 江浩从地上站起来, 陈明伟他们也来到了这里。 X, 究竟发生了什么? 陈明伟带人走了过来。 对于江浩他自然认识, 也知道这里的事情跟江浩有关。 江浩没有隐瞒, 简单地将事情说了一遍。 当听到江浩击杀了20位四阶觉醒者后, 陈明伟他们震惊不已。 他们这些人联手, 都不一定能解决一位四阶觉醒者呢。 X一个人竟然解决了四位, 这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他们说话间, 刘景龙与勒文博之间的战斗 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刘景龙的攻势十分迅猛, 根本不给勒文博反应的机会。 勒文博完全处于下风, 并非他不想反抗, 而是根本没办法反抗。 变异者与体能者之间的差距, 一个是强大的自身力量, 另一个则是强大的变身效果。 双方各有千秋, 但偏偏勒文博变身后是脏骚。 与其他变异者比起来, 这并不算弱, 可与体能者比起来, 就要显得弱一些了。 原因无他, 只因为体能者拥有灵活的四肢, 而变异者却没有。 除非变异者本身强于体能者。 就像江浩与勒文博这样, 江浩就完全处于劣势。 在勒文博面前根本没有反抗能力。 勒文博拼命地反抗, 可始终都没有挣脱开刘景龙的束缚。 只有一声声犬吠不断响起。 不多时, 勒文博便被打得跟死狗一般, 搭拉着脑袋, 趴在地上。 刘景龙喘着粗气, 站在一旁, 此刻他的双手满是血迹, 有他自己的, 也有勒文博的。 X先生, 你没事吧? 简单地调整一下呼吸, 刘景龙这才看向江浩。 江浩苦笑一声, 我还好, 你如果来得再慢一些的话, 我就被这家伙抓走了。 多亏刘景龙及时赶到, 不然他就真的危险了。 刘景龙皱眉道, 这家伙是怎么过来的? 我之前在周围转了一圈, 都没有发现这个家伙。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确实在周围转了一圈, 结果没想到居然还是被钻了空子。 谁知道了, 我估计他是之前就过来了, 只是一直没有现身而已。 刘景龙指了指半死不拉活的勒文博, 这家伙怎么处理? 嗨嗨, 刘会长, X。 陈明伟见着两人似乎没有询问自己的意思, 不由咳嗽一声。 我觉得, 把他交给我警卫司最好。 刘景龙眉头一挑, 随即看向了江浩。 江浩略微沉吟, 最终点了点头。 虽然他很想直接处理了勒文博, 可他清楚, 有警卫司在这里, 绝对不会允许自己这么做的。 与其与得罪警卫司, 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呢。 毕竟自己家还在龙城, 不能与警卫司交恶。 见江浩点头, 陈明伟不由暗自松了一口气, 随即给了自己手下一个眼神, 那几个人立即上前抓住了勒文博。 刘会长, X那我们就先走了。 陈明伟对江浩他们打了一声招呼, 便带人离开了。 刘景龙说道, 咱们也走吧, 这一次黑龙会损失惨重, 江浩已有事情为缘由, 与刘景龙分开了, 随即直接回到了家中。 江尚全, 萧玉芬他们因为跟刘景龙他们一起走的, 所以目前还没有回来。 江浩回到自己房间, 洗了个澡, 然后又从系统空间内取出几瓶药剂盒下。 看着日益减少的药剂,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按照自己这种使用方法, 剩下的药剂已经不够自己挥霍多少次的了。 咔嚓! 就在江浩感慨之际, 房门开锁的声音响起。 江浩知道父母回来了, 走出房间, 从楼上走了下来。 爸妈, 你们回来了。 小浩, 我有事情想问你。 江尚全关上门, 看向江浩。 江浩点了点头, 坐在了沙发上。 江尚全与萧玉芬坐在江浩的对面, 江尚全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问道, 小浩, X是不是? 是我? 江浩点了点头, 对于父母并没有隐瞒。 听到江浩承认, 江尚全, 萧玉芬反倒一愣。 原本他们以为江浩会不承认呢, 结果没想到, 竟然直接承认了。 这反倒给他们弄得不会了, 憋了一肚子的话, 不知道该怎么说出来。 不过倒是他们终于想明白了一些事, 为什么之前他们被打伤, X会出手帮他们对付英德财。 那哪是X出手帮忙, 分明是他们而已, 为他们讨公道。 一想到自己的儿子, 竟然是鼎鼎大名的X, 他们心中既高兴, 又心疼。 高兴的是, 儿子真没骗他们, 他的鼓舞者能力并不是废物。 以二阶觉醒者的实力, 竟然击杀了那么多四阶觉醒者。 心疼的是, 表面上光鲜艳丽的儿子, 被地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才达到今天的成就。 小浩, 今天那伙人, 他们是黑龙会的人, 是白氏集团背后的主人。 江浩依旧没有隐瞒。 将自己与白氏集团的恩怨说了一遍, 又将白氏集团与黑龙会之间的关系说了出来。 包括他现在与黑龙会之间的关系。 原本他是不准备跟父母说这些的, 但既然父母已经问起来了, 那就索性直接摊牌了。 免得他们总是提心吊胆的。 毕竟他没想过要用X的身份多久, 也没想过要隐瞒父母。 如今, 自己已经帮他们提升了天赋, 他们安心修炼, 迟早也会有自保能力的。 听到江浩说这些, 萧玉芬忍不住说道, 小浩, 既然这么危险, 那你不要当X了, 就这样以真正的身份生活吧。 江浩摇了摇头, 没用的妈, 他们已经知道X跟你们有关了, 就像这一次, 他们为了让X过去, 不是特意将你们抓住了吗? 第102章, 是我。 一日一早, 刘景龙打来电话, 希望江浩能过去一趟。 江浩没有拒绝, 将自己之前给父母弄的那些装备, 以及储物护腕留下来, 让父母继续在家里修炼, 他便前往了赏金工会。 昨天的交谈, 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意识到儿子的强大以及麻烦后, 劳两口果断地决定开始修炼。 虽然不知道自己能提升到什么地步, 但尽可能让儿子少为他们担心, 这样子也能放心在外面闯荡。 他们不想成为儿子的绊脚石, 赏金工会。 江浩来了以后, 前台直接告诉他会长在上面等他呢。 江浩直接上楼来到了刘景龙办公室。 此刻刘景龙正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东西呢? 看到江浩来了, 这才放下笔, 站了起来。 来了, 坐吧。 坐在沙发上, 江浩对刘景龙问道, 怎么了刘会长? 刘景龙笑道, 放心吧, 是好事。 一会咱们省赏金工会的领导要过来, 点名道姓要见你。 见我? 我跟人家又不熟, 见我做什么? 江浩有些疑惑。 说实话, 他并不喜欢这些交集, 今天如果不是刘景龙给他打电话的话, 他都不会过来了。 再有两天, 他就要去参加学校大笔了。 刘景龙拍了拍江浩的肩膀。 你虽然不认识他, 可他却认识你。 这么说吧, 我这么支持你,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 江浩闻言有些愕然, 这他还真没想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还真得见一见这位领导了。 对方什么时候过来? 刘景龙看了一下墙上的表, 应该快了,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江浩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等着吧。 想到了什么, 江浩问道, 对了刘会长, 那个勒文博警卫司怎么处理了? 不会又让黑龙会的人给保释出去了吧? 他倒不是怕勒文博会被保释出去, 反正已经交给警卫司了, 就算被保释出去了, 也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他主要是想问, 这家伙该不会也被人弄死在警卫司吧? 这一次倒是没有, 不过那家伙嘴很硬, 什么也没说, 已经被龙城警卫司总部给带走了。 刘景龙摇了摇头, 对于黑龙会这帮家伙, 他现在也有些没看懂, 更不知道这帮家伙想要做什么。 我看这一次, 孔文广似乎要搞些动作, 应该不会让黑龙会轻易地把人带走。 江浩有些诧异, 什么意思是上头要对黑龙会动手了吗? 看出了江浩的疑惑, 刘景龙说道, 我觉得应该是上头注意到了黑龙会, 不然孔文广也不会这么做。 江浩点了点头, 这种可能性确实大。 说话间, 办公室的电话响起, 刘景龙接起, 一句话没说便挂了, 走吧, 领导过来了, 咱们下去迎接吧。 江浩文言, 跟了上去。 咱们这个领导将孟绍杰, 为人刚正不阿, 刘景龙一边走, 一边给江浩讲了一下这位领导的情况。 免得到时候, 江浩一上来说错过, 那就不好了。 不多时, 两人来到楼下, 周围的赏金猎人, 见江浩竟然与刘景龙一起出来了, 露出好奇的神色。 如今, 江浩可是彻头彻底的名人了, 很少有人不认识他的。 这俩人混在一起, 这是又有什么事了? 带着好奇, 这些赏金猎人没有立即领取任务, 他们要看看, 究竟发生了什么? 要让X与刘景龙一起出来。 江浩与刘景龙出来后, 便站在了门口, 除了前台, 一些工作人员此刻也都站了出来。 就在众人疑惑不已的时候, 四辆家长豪车开了过来, 骑刷刷地停在了赏金工会的门口。 不过这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每个车上都有一个赏金工会的标记。 此刻众人才意识到, 这是赏金工会来大人物了。 车门打开, 前面两个,最后面的车上, 各自下来的四位身穿黑色西服的中年人, 率先下车。 凡是有些眼力的人都能看出, 这十二个人, 绝对不简单, 一看就是专业的保镖。 江浩用鉴别之眼悄悄看了一眼, 不由心中一领, 这十二个人, 竟然清一色都是五阶觉醒者。 这就是省理赏金工会的力量吗? 比他们龙城赏金工会强多了。 几人环视了一眼周围, 确认没什么危险后, 这才聚集到倒数第二辆车这边。 其中一个人将车门打开, 随即众人就看到一位榜大妖元, 身上气息比那些保镖还要中的中年人走了下来。 中年人一张国字脸, 不怒自威, 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威严。 江浩暗暗心惊, 此人虽然依旧是五阶, 可气息已经半只脚迈进了六阶。 这位就是领导。 刘锦龙小声跟江浩说了一声, 便哈哈哈哈一笑向孟少杰走去。 领导, 一路辛苦了, 咱们上去说吧。 孟少杰点了点头, 随后目光落在了江浩身上。 你就是X。 江浩不卑不亢地说道, 是我, 领导好。 好, 不错。 孟少杰不怒自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那些保镖有些诧异地看着孟少杰, 他们领导可是以严肃著称的平时不苟言笑, 没想到今天竟然露出了笑容。 刘锦龙也有些诧异, 要知道, 他见到这位笑的时候都少, 没想到如今对X竟然笑了。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办公室。 只是进入办公室的却只有江浩他们三人, 至于其他人则全部留在了办公室之外。 领导喝茶。 刘锦龙亲自为孟少杰倒了一杯茶。 别看他在龙城市赏金工会会长, 可在孟少杰面前依旧像的小弟一样。 孟少杰没有理会刘锦龙, 而是看向了江浩, X咱们终于见面了。 以前只是听老刘在电话中提起过你, 今日一见果然不一般。 虽然他看不到X的真实样貌, 可通过X清澈的眼神, 他就能断定出来。 X的品性不错, 值得栽培。 领导客气了, 这段时间还多亏你的照顾, 刘会长已经跟我说了。 若不是你的话, 也不会这么照顾我。 江浩微微一笑, 无形之中也帮刘锦龙说了好话。 刘锦龙悄悄给江浩投去感激的目光。 第103章 求援。 你的情况, 老刘已经跟我说了。 你的天赋不错, 虽然是骨折, 可实力摆在这里呢。 而且你综合天赋也很好, 是个好苗子, 以后要多帮衬帮衬老刘才是。 江浩点了点头, 这些不用孟少杰说, 他也会这么做的。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人尽他一尺, 他还一丈。 更何况, 刘锦龙已经帮他这么多了。 如果刘锦龙有事的话, 他自然也不会推脱。 孟少杰接着说道, 你有什么需求的话, 尽管跟老刘提就好, 他会给你更多帮助的。 江浩笑道, 放心吧领导, 我这都没少麻烦刘会长呢, 有需求的话, 我不会跟刘会长客气的。 这就对了, 孟少杰满意地点了点头, 龙城能出现X这种人物, 他很高兴, 很少有人知道, 他最开始就是在龙城担任赏金工会会长的, 后来得到机会, 才提升上去的。 虽然已经离开了龙城, 可他的心依旧在龙城, 希望龙城越来越好。 最近黑龙会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 你放心吧, 我已经跟上头反应了, 黑龙会不会嚣张太长时间了。 不过尽管如此, 依旧要注意一些, 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谁也不敢保证, 这些家伙会做出什么事。 放心吧领导, 我会注意的。 江浩笑了笑, 黑龙会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现在虽然不是对手, 可不代表以后不是对手。 大不了自己带着父母躲起来, 等修为提升上来后, 再对付黑龙会。 不过他相信, 经过这次的事情, 黑龙会应该短时间内不会再对付自己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 总部,董英勤正在哀训。 电话的另一头, 传来一道苍老的愤怒声。 董英勤, 你看看你办的事情, 若是知道, 你这样, 我说什么, 也不会推荐你来做古墓堂堂主。 董英勤连忙哀求道, 乔老, 我知道错了, 我也没想到, 寒山那些蠢货会把事情办成这样。 乔老,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这一次, 一定能解决掉X的。 哼, 下不为例。 电话另一头的乔老冷哼一声。 放心吧乔老, 不用了, X这个人先不用对付他了。 因为你们, 官方已经开始注意到黑龙会了, 上头的意思, 让你们这些人都消停一些。 如果出事的话, 上头不会管你们。 董英勤不敢反驳, 是是是。 对了乔老, 那乐文博。 乐文博是不能救了, 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 做得干净一些。 如果这次办不好的话, 我再也不会管你了。 明白, 放心吧乔老。 挂了电话, 董英勤猛地将手机摔在地上。 该死的老东西, 等我站稳脚步的, 肯定第一个除掉你。 寒山这群蠢货,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这件小事都做不好。 还有乐文博, 活该黑龙会放弃你。 五接抓一个二接, 竟然还能失败。 董英勤心中一阵恼火, 若非这些家伙办事不利, 自己又怎么会挨骂。 消气后, 董英勤这才重新拿出一部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跟孟少杰聊了一会, 江浩本想离开的, 结果孟少杰不让, 刘景龙又说已经订好了包房。 离开之前, 他与孟少杰也添加了联系方式, 方便以后联系。 江浩去看了一眼黄星山, 见他一家没什么事, 也就放心了。 回到家中, 老两口还在修炼呢。 看着如此认真修炼的老两口, 江浩并没有打扰他们。 回到了自己房间内, 江浩坐在床上, 陷入了沉思。 虽然他如今的实力, 比起其他人来说, 已经强了很多, 可跟真正的强者比起来, 还要差一些。 就拿昨天与勒文博之间的战斗来说, 面对勒文博的时候, 他几乎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全程都处于劣势之中。 如何能让自己变得再强一些呢? 江浩摸着自己的下巴。 如果让别人知道江浩的想法, 估计肯定会满脸黑线。 这叫人画, 以二阶修为击杀四阶, 这都已经超过了多少人了, 竟然还要变强, 怎么不上天呢? 叮铃铃, 突然一阵手机铃声, 打破了江浩的沉思。 看着是苏清雪打来的, 江浩接了起来。 江浩, 你能帮我个忙吗? 听到苏清雪着急的声音, 江浩眉头一皱, 怎么了? 我父亲被一伙人抓走了, 现在生死不明。 苏清雪的声音带着几分哭腔, 显然他是真着急了。 你先别着急, 你跟我说一下具体情况, 还有, 有没有报警? 苏清雪哀求道, 我是刚才才收到我妈丢打的电话, 说我爸被一伙神秘人抓走了。 我爸身边的保镖都被杀了, 现在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已经给警卫司打电话了, 但我不放心警卫司的人, 我想求你帮帮我。 没有具体情况, 也没有方向。 江浩苦笑一声, 他倒是可以帮忙, 但问题是他什么信息都没有, 这让他如何帮忙, 他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啊。 苏清雪想到了什么, 连忙说道, 对了, 我妈跟我爸的手机都有定位, 你找我妈, 让我妈打开定位, 应该能发现我爸离开的方向。 行, 你跟你妈说一声, 但别说我去找她, 就说X去找她, 明白吗? 江浩叮嘱一声, 嗯, 撂了电话, 江浩这才出门离开。 不多时, 苏清雪再次打来电话, 江浩, 我打不通, 我妈电话了, 我妈她。 苏清雪着急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 你别担心, 我已经快到你家了, 我去看看。 挂了电话, 江浩便直奔陈辉小镇。 陈辉小镇, 苏家庄园, 嘿嘿, 小宝贝, 你想往哪里跑? 一名只穿着平脚裤的猥琐男子, 一脸猥琐地看着角落中的赵雅文。 此刻, 赵雅文美艳的容颜竟显苍白, 一身衣服更是被撕扯得破破烂烂, 只能勉强挡住大好风光。 赵雅文愤怒地看着猥琐男子, 西门晴, 你个畜生, 我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疯狂的人, 就因为对方看上了他, 竟然将他家先生绑架了, 还来他们家, 要强迫他。 嘿嘿, 我会让你死的, 不过不是那种死, 还是让你醉生梦死。 哈哈。 西门晴大笑一声, 随即向赵雅文扑了过去。 第104章, 来个自我介绍先。 那个, 要不你先等会。 就在西门晴马上扑到赵雅文的时候, 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紧接着一只手从他身后伸了出来, 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 将他提了起来。 你…… 西门晴拼命地挣扎, 可奈何任由他如何挣扎, 就是无法挣脱开江浩的束缚。 你是谁, 竟然敢打扰我的好事, 你知道我是谁吗? 西门晴愤怒不已, 他娘的眼看着马上就要得到了这娘们, 结果竟然突然跑出一个人。 这种感觉, 比杀了他父母还难受。 江浩没有理会西门晴的叫唤,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赵雅文。 好吧, 呃,不是, 好大, 呸。 江浩只觉得有些口干舌燥。 赵雅文原本都已经认命地闭上眼睛了, 突然听到一道略微熟悉的声音, 不由睁开了眸子。 X。 赵雅文惊呼一声, 他怎么也没想到, X竟然会出现在他家。 江浩有些不舍地将目光从赵雅文身上收回来。 是苏清雪, 请我过来帮你们的。 你先收拾下, 然后咱们聊聊。 赵雅文心中一惊, 自己女儿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竟然连X都认识, 还请对方帮忙了。 虽然惊讶, 不过赵雅文不愧是贵妇, 很快就平定了心情, 跟江浩说了一声便连忙去自己房间。 他现在这身确实不太好见人。 江浩看着赵雅文的背影, 神色有些古怪, 他以为赵雅文这种知性的美女, 应该特别成熟。 结果没想到贴身小酷酷后面, 竟然印着一只大大姓你的粉色老鼠。 真没看出来, 这么个知性的美女, 还有如此少女性。 见赵雅文回到了房间, 江浩这才有些遗憾地收回目光, 看向手中的西门琴。 江浩随手将西门琴丢在地上, 自己则坐在了沙发上。 你看嘛。 西门琴起身张嘴就骂, 只是他的话刚出口就被噎了回去。 原因无他, 只因为江浩随手一番, 赤焰剑便出现在了手中, 并且架在了西门琴的脖子上。 奇怪, 自己的那些手下呢? 这么一个大活人过来, 他们难道没发现? 似是看出了西门琴的想法。 江浩淡淡地说道, 你不用指望你那些手下了, 他们已经都被我解决了。 不想死的话, 就给我好好说话。 刚才听你的意思, 你很厉害啊, 来吧说说你是谁。 咕咚。 西门琴咽了一口唾沫。 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 来个自我介绍先。 江浩用赤焰剑拍了拍西门琴。 西门琴不敢隐瞒, 连忙说道, 我叫西门琴, 是江省西门家的人。 西门琴原本以为搬出自己的家族, 对方就会放过他了。 结果没想到, 对方的剑依旧架在他的脖子上。 该死的狗东西, 你给我等着, 我非弄死你不可。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刚才又是怎么回事? 说清楚了, 不要骗我。 要是让我知道你骗我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了。 西门琴连忙说道, 我说, 我看上刚才那个女人了, 想要强上她。 你倒是实在, 我让你实话实说, 你还真实话实说啊。 西门琴露出尴尬神色。 他娘的, 你把剑架在我脖子上, 我敢不实话实说吗? 咱俩换一下位置, 你也得跟我一样。 就在这时, 赵雅文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他已经换上了一件得体的衣服。 西门琴见状, 眼中立即绽放出淫晦的光芒。 江浩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不过却并没有说什么。 江浩看向赵雅文, 说说吧, 你老公怎么个情况? 苏清雪说, 你们两个手机有定位。 你能知道, 你老公现在在什么位置吗? X先生, 我家先生是被这个畜生找人掳走的。 赵雅文目光愤恨地看向西门琴。 江浩问问, 立即将目光看向了西门琴, 苏百里在什么地方? 原本他还以为需要费一些力气呢, 结果没想到, 罪魁祸首就在这里。 只是这家伙怎么敢的, 为了睡一个女人, 不仅掳走了人家老公, 还来到了人家家里施暴。 这未免也太无法无天了吧。 他是觉得谁也治不了他吗? 西门琴咬牙切齿地说道, 苏百里已经死了。 一想到他喜欢的女人, 竟然被苏百里拱了这么久, 他就恨不得将苏百里碎尸万段。 看来, 你是不准备配合我了呀。 江浩脸色一沉, 西门琴这一刻不知道是怎么了, 突然硬气了起来, 我是江省西门家的人, 你敢杀我, 西门家不会放过你的。 江浩刚要开口说话, 一旁的赵亚文率先低声道, X先生, 西门家是江省的首富, 身份不一般。 他虽然很想杀了这个混蛋, 可却也不得不忌惮他的家族, 这是他们家惹不起的存在。 他不想X因为要帮自己, 就招惹西门家的人。 听到了吗? 我西门家不是你能招惹的存在, 现在跪在地上, 给我磕三个响头, 我或许可以考虑考虑放过你。 西门琴一改之前的怯懦神态, 瞬间变得不可一世起来。 不过不论是怯懦, 还是不可一世, 他都改变不了那猥琐的模样。 江浩笑着摇头, 哼哼, 想要让我下跪求原谅是吗? 这家伙的脑回路, 真不知道是怎么长的, 还大家族的子弟呢? 竟然连当前什么情况都分辨不出来。 啊, 西门琴刚要开口, 突然见光一闪, 紧接着一股强烈的疼痛袭来。 西门琴低头一看, 自己右手的手指竟然全部断了。 顿时一道杀猪般的叫声袭来。 一旁的赵亚文吓了一跳, 不过很快就镇静下来, 眉眸中闪过一抹快意。 不过很快, 他又不由担忧起来。 X费了西门琴的一只手, 这就相当于彻底得罪西门家了。 江浩冷哼一声, 身上散发出浓郁的杀气, 给我闭嘴, 不想令只手被吠的话, 就给我老实回答, 说苏百里在什么地方。 经过这一个月的杀戮, 他身上也积累了不少杀气。 我, 我让手下, 江, 将他丢进了沦陷区。 啊, 快给我包扎伤口, 我快不行了。 第105章。 我真的快不行了, 你们带我去医院吧。 西门琴一脸哀求地看着江浩, 此刻他的脸因为流血过多, 已经显得有些苍白了。 江浩冷哼一声, 别废话, 赶紧走, 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 这家伙做出了这种混账事, 自己没杀他就已经很不错了, 竟然还想去医院, 想得真美。 西门琴万分后悔, 自己之前嘚瑟什么, 应该直接拿下赵雅文这个娘们, 非要玩一些刺激的, 结果落得这样的下场。 同时他更后悔, 自己没有带着五阶觉醒者出来。 这一次, 他为了得到赵雅文, 特意偷偷跑出来的, 只带了一些三阶, 四阶的保镖。 原本以为这些人, 在家自己的身份, 在龙城绝对能横着走了, 没想到竟然踢到了铁板。 到现在, 他都没有弄清楚, 对方究竟是谁。 这时, 赵雅文开车过来, 江浩推着西门琴坐到了后面。 当即, 他们开车前往轮陷区。 路过保安亭的时候, 西门琴突然大喊大叫, 想要引起保安注意。 结果保安没引过来, 引来了江浩。 只见江浩两拳下去, 西门琴的牙全掉了。 西门琴呜抽噎着, 仿佛受到侵犯的小媳妇一般, 蜷缩在角落中。 别看赵雅文外边很知性, 可开车速度却极快, 在路上一路风驰电撤, 本应该两个小时的路程, 硬生生用了一个小时不到, 就赶到了郊外。 江浩冷冷地说道, 给你手下打电话, 问他们, 在哪呢? 呜, 呜, 西门琴一顿笔话。 不是他不想说清楚, 只是牙都掉了。 他说话漏风, 说出来的话, 根本听不清。 不过尽管如此, 江浩依旧看明白了, 这家伙是说自己手机没在身边。 赵雅文这时将自己手机拿了出来, 递给了西门琴。 西门琴颤颤巍巍地接过手机, 用谨慎的左手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很快, 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响起。 听到这道声音, 西门琴顿时露出激动的神色。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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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呜, 呜, 江浩一把将手机抢了过来。 西门打刨眉头一皱, 看了一眼手机上显示的陌生号码, 以为是谁恶作剧呢? 当即就要挂断。 而就在这时,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 是西门琴的保镖吧? 西门琴在我手里, 不想他死的话, 就把苏百里交出来。 你是谁? X。 西门打刨眸子一眯, X他自然听说过, 也知道对方是谁。 只是他想不明白, X与西门琴怎么弄到一起去了, 而且似乎相处得还挺不友好。 还有苏百里这个名字, 为什么听得这么耳熟? 西门打刨想了想, 决定先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说, 我是西门打刨, 西门琴现在怎么样了? 你不是西门琴的保镖? 江浩眉头一皱, 看向西门琴的目光充满了不善。 这个该死的家伙, 都这个时候竟然还敢耍心眼, 看来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呜呜呜, 被江浩的目光给吓住了, 西门琴一边摇头一边后退。 西门打刨? 西门家族当代的家主? 一旁的赵亚文惊呼一声。 江浩冷哼一声。 你敢骗我? 好大的胆子。 一把抓住正在后退的西门琴, 上去就是一顿胖揍。 呜呜呜, 顿时西门琴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X, 你别太过分, 西门琴是我西门家族的人, 你敢伤了西门琴, 我西门家族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手机另一头, 西门打刨听到西门琴的惨叫声, 脸色一变。 虽然西门琴品行不端, 却也是他儿子。 而且还是他们西门家族这一代唯一的男丁, 谁有事, 西门琴都不能有事。 很好, 西门家族就是如此仗势欺人的是吗?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等着给西门琴收尸吧。 说着, 江浩也不给西门打刨说话的机会, 直接挂断了电话。 随即一脚踢在了西门琴的坐腿上, 顿时一阵杀猪般叫声传来。 另一边, 西门打刨立即拨回电话, 结果对方就是不接。 该死的。 西门打刨气得差点将手机摔了。 来人。 家主。 管家走了过来。 西门打刨将赵雅文的电话号写给管家, 去给我查一下这个电话号, 是哪的? 要快。 是。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管家也不墨迹, 接过电话号转身就离开了。 与此同时, 江浩抓起西门琴, 拎着他就往轮陷区走去。 守在这里的将士被眼下的情况弄得一愣, 差点就要将江浩围起来了。 不过看到来人是江浩后, 他们这得忍住了。 X先生, 这是。 江浩简单地解释道, 这家伙命人绑了苏氏集团的苏百里。 对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 之前有谁进去了轮陷区? 我们这边没有看到, 不过三十分钟前, 倒是有一行人从这边出来了。 那位将士摇了摇头, 江浩与赵雅文文言脸色一变。 苏百里虽然是一阶觉醒者, 可却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这样的人在轮陷区待三十分钟, 简直跟找死没什么区别。 这位兄弟, 我有事来不及了, 必须抓紧进入轮陷区救人, 我就先离开了。 江浩跟那位将士说了一声, 然后看向赵雅文。 苏夫人, 你就别跟我进去了, 你先在这里等着吧。 说完, 江浩就要离开, 不过却被赵雅文拦住了。 X先生, 我手机你拿着, 这个是我与我家先生的定位, 你可以根据这个找到我家先生。 麻烦你了X, 请一定要将我家先生救出来。 好。 江浩接过手机, 把西门琴丢下后, 便向轮陷区里面掠去。 时间不等人, 他必须抓紧时间了。 赵雅文看着江浩离开的背影, 在心里默默祈祷江浩能成功。 这边的将士知道, 赵雅文是跟江浩一起过来的, 因此对于赵雅文十分客气。 至于西门琴, 此刻如同死狗一般被丢在地上, 谁也没有理会他。 家主, 已经查出来了, 这个电话号的归属地是在龙城, 并没有实名印证, 所以查不出究竟是谁在用。 很快, 管家就走了回来, 将查到的信息如是汇报出来。 龙城! 西门打跑毛子一咪, 被飞机叫几个保镖, 另外将阿文也叫上, 跟我去龙城。 是! 管家立即去安排, 心中惊讶不已, 究竟发生了什么? 家主竟然要带五阶觉醒者离开。 第106章, 救人, 进入沦陷区后, 江浩看向手机上的显示, 立即确定了苏百里所在的位置。 当即不敢耽误, 连忙赶了过去。 现在多耽误一秒钟, 苏百里就多一份危险。 他已经答应了苏清雪要救苏百里, 自然不能就带回一具尸体。 不过, 不得不说, 这个定位还真挺不错的, 关键时刻排上了用场, 就连在沦陷区这种没有信号的地方都能使用。 等回去以后, 他也要给父母弄一个, 这样又能多了一份保障。 好! 江浩没有走出多远就遇到了一只魔物, 那只魔物看到江浩后, 双眸之中迸发出一道金光, 立即向江浩扑了过来。 江浩见状, 手掌一翻, 赤焰剑出现在手掌之中, 一箭挥出, 那只魔物瞬间被秒杀。 江浩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如同一道残影一般, 在沦陷区穿梭。 周围魔物顿时被吸引了过来, 不过全都被江浩给秒杀了。 所过之处, 留下一地魔物尸体。 五分钟后, 江浩看了一眼手机, 此刻他距离苏百里已经非常近了。 确认了方向后, 江浩收起手机, 苏百里脸色苍白地看着围着自己的树枝魔物, 只能不断地后退。 他此刻已经筋疲力尽了, 衣服破烂不堪, 鲜血不断同身上的伤口流出。 可他不敢松懈, 他知道自己一旦松懈了, 必死无疑, 只能不断挥舞着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树枝。 试图让这些魔物不要靠近他。 然而这些魔物却并没有因此而退开, 血腥味刺激着他们, 反而步步紧逼。 其中一只一间魔物, 灰狼, 似乎已经受不了这股血腥味了, 更是直接扑向苏百里。 啊! 苏百里惊呼一声, 下意识后退, 结果没注意脚下, 被一块石头绊倒在地。 碰! 苏百里脑袋重重磕在身后的一棵大树上, 直接双眼一翻, 陷入了昏迷。 灰狼张开血盆大口, 便向苏百里的脑袋咬去。 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龙银声响起。 紧接着一道透明的龙形虚影, 从远处击事而来。 随即又是几道龙银声响起, 树道透明的龙形虚影从远处掠来。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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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 周围那几只魔物尽数被秒杀, 只剩下了一只二阶的云鹰, 因为飞在空中, 所以才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救! 云鹰看向远处, 就看到一名戴着面具的人影走了过来。 鸣叫一声, 云鹰直接向来人扑了过来。 好! 江浩头顶上空服献出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随即嘴巴一张, 震耳欲聋的吼声瞬间传出。 可怜苏百里刚刚从昏迷中回过神来, 不等他反应过来呢, 就被这股恐怖的阴波攻击震得双眼一翻, 再次昏迷了过去。 而云鹰同样也不好受, 在这道阴波攻击下, 他首当其中。 云鹰发出一声霹雳的惨叫声后, 便重重地摔在地上。 解决了云鹰, 江浩迅速来到苏百里这边, 检查了一下苏百里的情况, 确认苏百里只是晕过去了, 受伤并不重,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将苏百里背在背上, 江浩向沦陷区外走去。 虽然受伤不重, 但还是抓紧, 去医院看看比较好。 至于自己手里的药剂, 江浩并没准备拿出来。 如果苏百里生命垂危, 江浩肯定不会吝啬, 但眼下苏百里受伤不重, 莫必要浪费药剂。 沦陷区外。 赵雅文一脸担忧地看着沦陷区, 左盼右盼都不见X回来。 一名将士看不下去了, 无奈地说道, 苏夫人, 你不用担心, 有X先生亲自出马, 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有担心的时间, 还不如耐心等待了。 如果X都不能把人救出来的话, 那估计只能让五阶觉醒者出面了。 赵雅文心中苦涩, 但还是点了点头, 就在他往休息室走的时候, 刚才的将士声音响起。 X先生回来了。 赵雅文文言猛地回头, 果然看到江浩背着苏百里 从沦陷区走了回来。 赵雅文见状, 连忙向江浩散去。 苏夫人不用过来。 江浩制止了赵雅文, 身形一动, 便来到了少岗。 看到江浩背上的苏百里, 赵雅文脸色一变, X先生, 我家先生, 他怎么了? 一旁的将士帮忙将苏百里 从江浩背上搬下来。 苏夫人不用担心, 你老公只是昏迷过去了, 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到时候送医院查看一下就好了。 听到江浩的话, 赵雅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如果苏百里出现什么意外, 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苏夫人, 先把你老公送医院去吧。 嗯, 对对对。 赵雅文反应过来, 连忙往车那边跑。 江浩让两位将士 帮忙将苏百里搬上车, 他也拎着 如同死狗一样的西门擒走了过去。 龙城机场, 西门打刨坐着飞机也已经来了。 阿文问道, 家主, 咱们接下来去哪? 联系一下琴儿的保镖, 看他们在什么地方。 过了一会, 阿文走过来说道, 家主, 已经联系过了。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公子在什么地方。 西门打刨文言眉头一皱, 这些保镖怎么办事的, 竟然跟主人分开了, 还不知道主人在什么地方。 哼, 如果琴儿任何损失的话, 他非要扒了这几个家伙的皮不可。 家主, 事情我刚才已经从公子那些保镖那边了解过了。 阿文犹豫了一下, 随即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西门打刨老脸一黑, 他说, 这么熟悉呢, 原来是龙城首富。 这个畜生, 为了得到人家老婆, 竟然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之前因为这种事, 自己为他擦了多少屁股。 现在竟然还不知悔改, 而且还招惹上了X。 早晚这个畜生会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西门打刨就没问到, 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会牵扯到X吗? 这个他们也不清楚, 他们说公子让他们把苏百里丢到沦陷区后, 他们也没联系上公子。 阿文摇了摇头, 现在联系苏百里的夫人, 我要跟他谈谈。 是, 第107章, 最好不要自悟。 X先生, 这一次真的是多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安顿好苏百里后, 赵亚文郑重地向江浩道谢。 这张卡里有五千万, 虽然钱不多, 但是我的一片心意, 请X先生务必收下。 江浩没有拒绝, 虽然他是帮苏清雪的, 如果不给他报酬的话, 他也不会要。 不过既然给了, 他也不会不要。 他修炼不需要什么资源, 可父母已经开始修炼了, 这些钱正好给他的购买修炼资源。 叮铃铃, 赵亚文还要说什么, 突然手里想了起来。 X先生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江浩点了点头, 随即来到一旁, 给苏清雪打去了短信, 把事情告诉他, 免得他担心。 他并没有隐瞒赵亚文给自己钱的事情, 毕竟就算自己不说, 以后赵亚文也会跟苏清雪说的。 所以, 还不如自己直接说出来呢。 发完短信, 江浩就注意到赵亚文脸色有些发白。 苏夫人怎么了? 赵亚文回过神来, 连忙说道, X先生, 你快走, 西门打袍要过来了。 刚才就雇着忙活苏白礼了, 他都忘记被X丢进后备箱的西门琴了。 哼, 他是为了西门琴那个家伙过来的吧? 江浩冷笑一声, 没事, 我倒要看看, 他能对我怎样? 江浩知道自己不能走, 不然赵亚文跟苏白礼可能就危险了。 赵亚文文言想要说什么, 但江浩根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苏夫人, 你先在病房照顾你老公吧, 我出去打个电话。 说着, 江浩便离开了病房, 找出一个电话号码拨了过去。 碰, 江浩刚离开没多久, 病房门突然被一脚踹开。 赵亚文被吓了一跳, 紧接着数道人影闯了进来。 你们是, 赵亚文带眉微醋, 当他看到西门打袍后, 立即知道了这些人是谁。 赵亚文深吸一口气, 西门先生, 你们未免太霸道了吧。 西门打袍看到赵亚文那一刻, 即便是他都有种惊艳的感觉。 难怪那畜生不惜铤而走险, 也要拿下这个娘们, 就连他都有些心动了。 他娘的畜生, 这种极品是他能把握住的呢。 我儿子在那。 西门打袍原本想要直接动手的, 但看到赵亚文的瞬间, 他改变了主意。 也不知道那畜生有没有得手, 不过就算得手了, 他也不在意跟自己儿子做一次一栋连桥。 西门先生真有意思。 你儿子在哪? 我怎么知道? 赵亚文虽然忌惮西门家族, 但现在都已经与对方交恶了, 大有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 他已经想好了, 这件事是他们苏家引起的, 绝对不能牵连X先生。 西门打袍冷声道, 苏夫人, 我现在好生好气地跟你说话, 希望你不要挑战我的耐心。 我西门家族是什么人, 你应该很清楚。 西门先生, 这里是荣城, 不是省城。 你再不离开的话, 我可就要报警了。 西门打袍怒急返校, 看来苏家, 还真是越来越狂妄了, 把他们带走。 你们要干什么? 西门家族就这么无法无天吗? 赵亚文脸色一变, 连忙挡在病床前。 心中有些后悔, 早知道自己就叫来一些保镖了, 现在就他自己, 根本抵挡不住这些人。 无法无天? 在整个江上, 我西门家族就是法, 就是天! 西门打袍露出不屑的声色。 就在这时, 一道戏谑在门口响起, 西门家族好大的口气。 你要不说, 我还以为整个龙国, 都是你西门家族的呢。 X, 众人看到来人, 毛子微密。 可当他们看到, 江浩手里拎得不知死活的人后, 脸色结实一变。 X, 把我儿子放下。 西门打袍怒吼一声, 看着不知是死, 是活的西门情, 西门打袍双目赤红, 仿佛能喷火。 江浩淡然一笑, 原来这个家伙, 是你儿子呀? 我还以为是什么人能生出这么个狗东西呢? 你找死! 阿文脸色一沉, 其他保镖也都面色不善地看着江浩。 你们别吓唬我, 否则我手很容易抖的。 江浩随手一翻, 顿时赤焰剑出现在手中, 架在了西门情的脖子上。 西门打袍强忍着怒气, X,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这里是病房, 别在这里说话了, 咱们出去吧。 江浩说着, 便往外面走去。 跟上! 西门打袍对阿文试了个眼色, 随即带人跟上去。 阿文便无表情地看着赵亚文。 苏夫人, 跟我们走一趟吧。 赵亚文知道自己反抗不了, 没有拒绝, 也跟着走出了病房。 一行人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西门打袍冷声道, X, 把我儿子放了。 他能看出来, 此刻西门情的状态并不好, 稍有不慎, 很有可能就有性命之忧。 这也让他对江浩产生了杀意。 该死的X, 竟然敢得罪我西门家族,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好啊, 把让苏夫人过来, 我放过你儿子。 江浩耸了耸肩, 别看他表面风轻云淡, 其实心中还是格外谨慎的, 原因无他, 因为对方一行人中, 竟然有一位五阶觉醒者。 西门打袍对阿文使了个眼色, 阿文文言便推着赵亚文往前走。 等等, 你不行, 你一个五阶觉醒者, 我可不敢让你靠近, 换个人来吧。 江浩突然叫住了阿文, 阿文回头看了一眼西门打袍, 见西门打袍点了点头。 阿文这才退回来, 赵亚文趁机连忙来到江浩身旁。 人我已经给你了, 把我儿子放了。 江浩微微一笑, 别着急啊, 人我肯定会放的, 不过现在不行。 放人, 放什么人, 现在放人他跟赵亚文谁也活不成了。 有西门情在手, 对方还没有些忌惮, 不敢随意出手。 如果放了西门情的话, 对方肯定会第一时间出手的。 X, 你是在找死? 西门打袍语气森然, 江浩耸了耸肩, 没有说话, 带着赵亚文不断后退。 X, 我劝你最好不要自悟, 得罪我西门家族可没有好下场。 就在这时, 一道玩味的声音, 在地下停车场响起, 西门家族真是好大的威风呀。 竟然来我龙城找事了, 是当我龙城没人了吗? 第108章, 没收作案工具。 是谁? 西门打袍文声望曲, 就看到一位中年人带着两个人走了过来。 刘会长, 西门打袍毛子微眯, 莫想到来人竟然会是刘景龙。 一旁的阿文露出警惕的神色, 他是五阶觉醒者, 可刘景龙也是五阶觉醒者, 对付刘景龙他根本没有信心。 江浩看到刘景龙过来, 也就放心了, 刚才他出去打电话, 就是打给刘景龙的。 有刘景龙这位五阶觉醒者在, 他底气也足了一些。 刘景龙冷笑一声, 不敢当。 你西门打袍, 还是叫我刘景龙吧? 我看你这意思, 根本没有把龙城当回事呀。 西门打袍, 好,脸色阴沉。 哼,刘会长, 你不用跟我说话阴阳怪气的, X伤害我儿子, 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以他西门家族在省城的地位, 不敢说只手遮天, 最起码在省城赏金工会, 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 因此, 他还真不怎么将刘景龙放在眼里。 不会善罢甘休? 好啊, 那让我看看你们是怎么不会善罢甘休的。 江浩笑着, 随手将西门情如同死狗一般丢在了地上。 西门情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 不过江浩却没有理会, 而是直接一脚踩在了上面, 赤焰剑落在西门情的脖子上。 X, 你别欺人太甚。 西门打袍, 咬牙切齿地看着江浩。 刘景龙被江浩这个举动吓了一跳, 连忙来到江浩身旁, 用仅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X, 别把事情做绝了。 他们虽然不怕西门打袍, 可西门家族的势力不容小觑, 尤其是在省城方面, 西门家族更是顶级势力。 如果他们在这里跟西门家族彻底闹翻的话, 到时候省城施压, 他们也不好受。 放心, 我不会杀了他的。 江浩微微一笑, 他的话让刘景龙, 西门打袍他们安心了一些, 只要不杀了西门情, 一切都好说。 然而, 江浩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们不由脸色一变。 不过呢, 这家伙不干人事, 一天天总想一些没用的, 为了防止他再出来祸害人, 我没收他的作案工具不过分吧。 江浩说着, 不给任何人反应的机会, 赤焰剑一挥。 啊! 顿时, 整个地下停车场都响起了杀猪般的嚎叫。 西门情下身更是被鲜血染的通红。 刘景龙脸色一变, 随即苦笑, 他怎么也没想到, X竟然这么果断, 直接把西门情给废了。 一旁的赵雅文看到这一幕, 心中非常解气。 差点自己就被那个东西祸害了, 如今没了看他还怎么祸害其他女人了。 不过一想到, X要面临的麻烦, 心起来。 他知道, X这么做是为了帮自己解气, 可这也让X与西门家族彻底交恶了。 X! 西门打袍怒吼一声, 顾不上其他, 立即向西门情跑了过去。 西门情可是西门家族年轻一辈中唯一的男丁, 如果家伙是被废了, 那他们西门家族可就要断子绝孙了。 阿文他们见状, 也连忙跟上了西门打袍。 江浩倾笑一声, 随即示意刘景龙、 赵雅文离开。 情儿! 西门打袍顾不上江浩他们离开, 一把抱起来西门情。 此刻西门情脸色苍白, 嘴唇发紫, 已经陷入了昏迷。 X!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西门打袍抱着西门情怒吼一声。 阿文说道, 家主, 快送公子, 找医生看看吧。 对, 快上去找医生。 西门打袍反应过来, 连忙招呼保镖带西门情上去。 另一边, 江浩他们已经走出了地下停车场。 刘景龙神色凝重地说道, X, 这件事你太冲动了, 西门情可是西门家族的独苗, 你打他一顿, 哪怕卸掉他两条腿, 都没事。 可你偏偏废了他家伙事, 西门家族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刘景龙有些苦恼地发现, 这个X潜力巨大, 实力强不假, 可惹获的本事同样不小。 龙城这边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呢, 如今竟然招惹到了省城那边的情况了。 没事, 他们有本事直接来找我就好。 江浩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随即看向了赵雅文。 苏夫人, 你联系警卫司的人吧, 有警卫司的人在, 西门家族明面上不敢对你们怎么样的。 然后, 你再找一些靠得住的保镖, 免得西门家族被地理找事。 赵雅文点了点头, 这事他已经考虑过了, 一会就开始安排。 与赵雅文聊了一会, 江浩这才跟刘景龙离开。 走出一段距离后, 江浩说道, 刘会长, 那我也离开了, 这次又欠你一个人情。 说完, 江浩就准备离开, 不过却被刘景龙给拦了下来。 X, 龙城赏金工会副会长到退休的年纪了, 我打算让你来做副会长, 你看如何? 这个, 江浩眉头一皱, 让他出个任务, 半个是他还行, 做赏金工会副会长, 他不会啊。 你放心, 这只是个名头, 平时不需要你, 只有有事需要你出面的时候, 你再出现就行。 平日里, 你想做什么没人管你, 每个月你不仅能获得相对应的修炼资源, 也会有工资。 好吧, 江浩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刘景龙平时帮他这么多忙了, 这点小事他自然拒绝不了, 反正不让他管理就行, 更何况这个待遇不错。 见江浩点头答应了, 刘景龙心中一喜, 这招果然不错。 这是孟少杰给他出的招, 想要与X绑定在一起, 就要给X安排一个合理的身份, 这样才能让X对龙城赏金工会有归属感。 至于什么职位, 这都无所谓了, 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 而这也不算利用X就相当于变相地 让X加入龙城赏金工会了。 与刘景龙告别后, 江浩就回家了。 西门先生, 我们已经尽力了, 令公子的器具被毁坏得太严重了, 根本没办法, 修复好了。 手术室外, 医生露出了惋惜的神色, 说完便离开了。 西门达袍身体一晃, 差点摔倒。 好在阿文及时扶住西门达袍。 X, 我不杀你势不为人。 西门达袍怒吼一声。 西门达袍冷冷地说道, 阿文, 去给我查, 绝地三尺也要给我查出X的身份。 是, 第109章。 设计。 江浩这件事太感谢你了, 我妈已经跟我说了, 这一次如果不是你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吃过晚饭后, 苏清雪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没事, 举手之劳而已。 江浩不在意地笑了笑。 两人聊了一会, 苏清雪开口问道, 对了, 学校大比再有几天就要开始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看看这一两天吧,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我就过去了。 苏清雪笑道, 这一次, 你怕是这一届学校大比最大的黑马了。 黑马嘛, 也对这届学校大比, 自己势必要获得第一名。 江浩摇了摇头, 估计到时候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都会后悔的。 江浩笑了笑, 他并不在乎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是否会后悔, 如果不是系统任务, 他根本不想参加学校大比。 两人聊了一会, 这才挂了电话。 江浩犹豫了一下, 又给刘景龙打去了电话。 家主, 我们找了很多关系, 都没有探查到X的信息, 赏金工会那边X的资料是保密的, 规格是SSS级, 咱们没有资格探查。 阿文低声向西门打袍汇报调查结果。 西门打袍眉头一皱, 动用省城的力量了吗? 这就是动用了省城力量才查到的信息, 如果还想继续的话, 就需要动用其他力量了。 阿文点了点头, 带着秦儿离开, 咱们回省城。 阿文低声道, 家主, 公子的情况还是调养两天吧。 西门琴的伤势明显不宜长途跋涉, 他都已经这样了, 再调养又能怎么样, 已经是个废人了。 西门打袍摇了摇头, 对了, 有的时候去把赵亚文带走。 西门打袍一想到赵亚文, 就觉得一股邪火在自己小腹生疼。 这个娘们, 他一定要得到。 西门琴已经废了, 他只能拼命再生一个了。 这个任务就让赵亚文来完成吧。 阿文苦笑一声, 家主, 这个怕是不行了,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 看到警卫司的人来了, 此刻正在苏百里病房之中呢。 西门打袍眉头一皱, 这娘们动作倒是快。 既然带不走, 那就弄一次再走, 没准自己一枪必中也说不定嘛。 想到这里, 西门打袍眼神中浮现出淫秽神色。 阿文, 你这样, 西门打袍低声对阿文交代一番。 阿文嘴角一阵抽搐,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然后离开了。 夫人, 我带了二十位兄弟, 他们都是二阶觉醒者。 赵亚文点了点头, 虽然二阶觉醒者不算强, 可有他们在, 自己也有了一些底气。 我已经把隔壁的病房租下来了。 你们累了的话, 就去隔壁病房休息, 留下两个人就可以。 这些保镖点了点头, 随即留下了两个人, 其余人都去了隔壁。 警卫司这边的艺人笑道, 苏夫人, 你这未免也太谨慎了。 小心使得万年传。 赵亚文摇了摇头, 他不觉得自己谨慎一些有错。 相反他反而觉得, 还是有些不够。 如果不是不好意思, 请X再帮忙了。 他说什么, 也要请X过来。 警卫司的人对视一眼, 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 有他们警卫司的人在, 谁敢伤害赵亚文。 不过, 既然人家愿意多做一些防备, 那就做呗, 反正人家有钱。 就在这时, 一位护士走了进来, 帮检查一下, 药水打得如何了。 护士从兜里拿出一支笔, 刚要在记录本上登记, 结果笔没拿稳, 一下掉在了地上。 正好掉到了赵亚文脚下。 赵亚文伸手帮忙将笔捡起来, 递给护士。 多谢。 赵亚文不可察觉地带眉微醋, 随即起身走向了一旁的洗手间。 此刻他手里多出了一张纸条。 你身边有西门打袍的人, 不要声张, 来地下停车场。 X。 看着上面的内容, 赵亚文眉头紧锁。 他身边有西门打袍的人。 这怎么可能啊? 还有X是怎么知道的? 赵亚文犹豫了一下, 拿出手机给苏清雪打过去。 他想要确认一下, 这张纸究竟是不是X给他的。 然而, 他打了两遍, 都没有打通。 这让赵亚文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上面的信息。 如果不相信的话, 万一西门打袍对自己不利, 那可就麻烦了。 如果相信了, 若是有人假借X之名给自己传递信息, 引诱自己过去, 那自己同样会有危险。 想来想去, 赵亚文决定问一下刚才往自己手里塞纸条的护士, 看是谁给他的纸条。 赵亚文走出洗手间, 可护士却已经离开了。 犹豫了一下, 赵亚文决定赌一把, 直接向外面走去。 两位保镖与警卫司的人想要跟上, 都被他用理由搪塞过去了。 他现在不确定究竟谁是西门打袍的人, 所以并不打算让他们跟着。 很快, 赵亚文便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可却没见到X。 这让他有种不好的感觉, 是自己被骗了, 还是X出事了。 赵亚文转身想要回去, 却被两人拦住了去路。 苏夫人, 你想去哪啊? 就在这时, 一道讨要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就看到西门打袍带人走了出来。 是你引诱我过来的? 赵亚文暗道一声不吼, 此时此刻, 他如何看不出这是个阴谋? 对方就是利用自己对X的信任, 将自己引诱出来的。 想到这里, 赵亚文暗自后悔, 早知道如此, 自己说什么也不会单独过来了。 西门打袍, 你想要干什么? 西门打袍大笑, 干什么? 自然是干那个聂储没有完成的事情了。 说完, 他对着这些保镖试了个眼色, 这些保镖立即上前抓住了赵亚文, 抓着赵亚文就走。 放开我, 赵亚文拼命正呀, 只是任由他如何挣扎, 始终都摆脱不掉这些保镖的束缚。 西门打袍, 你敢碰我,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赵亚文被这些保镖塞进了一个车里, 西门打袍也转了进去, 保镖们则被对着车站好。 西门打袍看着楚楚动人的赵亚文, 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燥热, 直接扑了过去。 你滚, 你滚开! 赵亚文拼命地挣扎, 可车里的空间实在太小了。 再加上, 西门打袍是一位三阶觉醒者。 赵亚文哪里是他的对手, 很快衣服就被撕扯下来, 露出了雪白的香肩。 你跟X废了我儿子, X我没抓到, 那就只能让你给我再生一个儿子了。 西门打袍捏着赵亚文的下巴, 说着便压下了身子。 第110章, 指导。 呀, 苏先生, 你醒了? 病房内昏昏欲睡的两位警卫司, 突然注意到了苏百里, 睁开了毛子, 一下子精神了。 来到了苏百里的身边。 你们是谁? 这里是什么地方? 苏百里的意识有些昏昏沉沉,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这里好像是医院? 自己不是被魔物围攻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 是做梦? 还是自己已经死了? 一位警卫司说道, 苏先生, 我们是警卫司的人, 这里是医院, 是X先生与苏夫人救的你, 你现在已经没事了。 小宁, 去把苏家保镖叫进来, 然后把苏夫人叫回来。 小宁点了点头, 随你离开了。 我夫人呢? 苏百里一时清醒了一些, 也听明白了这位警卫司的话, 他没想到, X竟然会出手救他。 苏夫人有事出去了, 不过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说话间, 病房门被打开了, 那些保镖陆续走了进来。 我一手的保镖问道, 苏先生, 你没事了吧? 我还好。 苏百里摇了摇头, 虽然现在依旧很虚弱, 可能活着, 对于他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苏百里视线环顾了一圈, 依旧没有看到赵亚文, 心中有些担忧。 那位警卫司的人看出了苏百里的想法, 对那些保镖问道, 你们派个人去叫苏夫人了吗? 已经派人过去了。 为首保镖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医生也过来了。 为首的保镖听到苏百里醒了后, 第一时间就让人去叫医生了。 医生对苏百里检查了一下, 这才开口道,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再留院观察几天就行了。 听到苏百里没事了, 众人这才放心。 爸, 你这个攻击太大开大合了。 虽然你是体能者, 拥有自身的优势, 但也不要中门大开, 给敌人可乘之机。 江浩本来打算修炼一会, 结果江尚全要江浩指点一下他。 江浩便跟着江尚全来到了客厅。 江浩看着自己老爸攻击上的部族, 立即指点了出来。 江尚全虚心地接受着江浩的指点。 行, 这里我再注意一下。 你就自己修炼呗, 非要打扰小浩, 小浩也需要修炼。 萧玉芬白了一眼江尚全。 江尚全挠了挠头, 我这不是心思能快点提升自己吗? 没事的妈, 反正我也不着急。 江浩微微一笑。 爸, 咱们继续吧。 江尚全点了点头, 随即继续向江浩发起笨猪的攻击。 觉醒者中, 除了鼓舞者以外, 其余觉醒者都会自动诞生出攻击技能, 也可以施展天赋攻击。 随着他们的实力提升, 会不断诞生出强大的技能。 不过不论是技能, 还是战斗, 都需要战斗经验。 否则, 就算再强的技能, 也没办法完美地施展出来。 江尚全就因为这方面欠缺, 所以才会特意找江浩学习的。 值得一提的是, 或许是因为后机勃发, 江尚全, 萧玉芬仅仅用了两天的时间, 修为就已经突破到了一截。 这速度, 比起当初江浩从零阶突破到一阶都快。 不过, 想想也是, 江尚全, 萧玉芬他们在零阶可是待了三十多年了。 虽然他们之前天赋不怎么低,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的能量还是会不断积累的。 像他们这些人, 有不少出现七八十岁, 正常突破了一阶的。 而江尚全, 萧玉芬被江浩增添了天赋, 外加修炼资源加持, 这么快突破到一阶也是有情可原的。 不过, 想要突破到二阶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当然这里指的没有那么容易了, 是说, 不可能在两天之内突破到二阶了。 最快也要过年前后, 才能有所突破。 毕竟他们现在的天赋, 最低都是S级的, 跟那些天才并不差什么。 江浩躲开了江尚全的攻击, 再次指出了不足, 爸, 你这个攻击不行, 你没有发挥出腰部的力量, 在你侧身攻击的时候, 腰部也要跟上, 要像这样似的。 说着, 江浩特意还做了个示范。 虽然江浩目前只是二阶, 可这段时间的不断战斗, 让他的战斗经验愈发的丰富, 一眼就看出了自己老爸的不足之处。 说着说着, 江浩突然想到了什么? 自己老爸虽然不是鼓舞者, 不可能跟自己一样最近武学, 但却可以修炼太极。 如果自己将太极交给老爸的话, 老爸应该也能修炼。 不说能够有自己攻击的一层威力, 最起码可以帮助老爸协调他的身体, 让老爸能够更好地掌握自己的身体机能。 小浩怎么了? 是不是爸太笨了? 看到江浩说着说着, 突然停了下来, 江上全有些不太好意思。 爸你说啥呢? 江浩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爸你这样, 你现在跟我面对面, 我做什么动作, 你就做什么动作? 江上全文言立即来到了江浩对面。 江浩双腿分开, 双手伸直伸到身前。 江上全健壮也按照江浩的动作, 做出了相应的动作。 江浩, 江老爸准备好了, 开始施展起了太极。 为了能让老爸看清楚, 江浩施展得并不快, 每一招每一事都做得十分到位。 江上全虽然觉得江浩教的这套动作, 有些软明无力, 但既然是儿子教的, 他依旧学得十分认真。 很快, 一套太极便打完了。 江浩收工, 随即问道, 怎么样爸, 招式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江上全点了点头。 那就是记忆力会得到提升。 尤其是如今的江上全, 记忆力比起之前强了不少。 再加上太极本身也不复杂, 招式非常容易记住。 爸, 你以后每天抽出一些时间, 练习我教给你的这套招式, 等你能够融会贯通后, 就知道它的妙用了。 行, 我以后多加练习。 之后江浩又给江上全讲了讲心得, 这才回到自己房间, 让江上全独自练习。 相比于江上全, 萧玉芬因为是灵能者, 修炼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 对于灵能者来说, 只要灵能足够, 他们就可以远程施展技能, 并不需要什么战斗技巧。 第111章 郝雅兴, 当身上最后一件遮羞布被扯下来的时候, 赵亚文绝望地看着车顶棚。 此刻他心中万分后悔, 可却已经于事无补了。 这一刻, 赵亚文想死的心都有了, 可他知道, 他不能死, 最起码这个时候不能死。 就算死, 他也要让西门打炮陪葬。 碰! 沉闷的声响突然在地下停车场响起。 西门打炮也注意到了这动静, 可此刻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并没有多想, 依旧在继续。 反正阿文与其他人都在外面, 不可能有任何意外。 那些保镖听到了动静, 刚要查看, 就看到阿文的身体便倒飞了回来。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道人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之中。 那些保镖见状, 心中一灵, 阿文是五阶觉醒者, 都不是对方的对手, 他们估计也不是对方的对手。 便向他们冲了过来。 碰, 碰, 碰。 很快, 地下停车场安静了下来。 西门打炮, 你还真是好亚信呀。 就在西门打炮已经摆好姿势, 马上就要进洞的时候, 突然一道细血的声音响起。 碰, 不等西门打炮反应过来, 一个拳头直接打破了车窗, 从外面伸了进来。 刘景龙? 亚信被打扰到了, 让西门打炮非常不爽。 他娘的自己都碰到了, 只要一挺腰就得到了, 结果被人给抓出来了。 看清楚来人, 西门打炮一愣, 刘景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西门打炮拼命地挣扎着。 刘景龙, 你敢对我动手, 西门家族不会放过你的。 西门打炮, 你先看清楚情况再说。 刘景龙冷笑一声, 随即将自己的衣服外套脱下来, 丢进了车内。 赵亚文抓着刘景龙的衣服, 将自己盖上, 蜷缩在车里, 泪水不停地从眼前滑落。 西门打炮看到自己的保镖, 包括阿文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 心中一沉。 对你动手, 我对你动手了又如何? 你真当龙城是你家大的不成, 允许你为所欲为。 说着, 刘景龙一巴掌甩了出去。 啪。 清脆的巴掌声, 在地下停车场, 响彻不停。 西门打炮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刘景龙。 他没想到, 刘景龙竟然真敢打他。 刘景龙瞥了一眼西门打炮的下面, 嘖嘖嘖, 就你这个小东西都没我家狗子的大呢, 还西门打炮呢? 我看你鼎天就是个小麻雷。 说着, 刘景龙再次一巴掌甩了出去。 同时, 他就不由在心里感叹, 还真让X预料到了。 晚上的时候, X给他打电话就说, 西门打炮可能不会安稳, 让他留意着。 本来他还没在意, 觉得应该不可能, 毕竟他都出面了。 结果没想到, 这混蛋竟然这么丧心病狂。 刘景龙, 我给你拼了。 西门打炮回过神来, 怒吼一声, 便向刘景龙冲了过来。 他西门打炮, 西门家族当代家主, 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屈辱? 砰! 刘景龙一脚踹出, 西门打炮直接倒飞了出去, 最终重重地趴在地上, 如同一滩白花花的烂肉。 噗! 西门打炮一口鲜血喷出。 刘景龙走上前, 将西门打炮身体翻过来, 看着那条软踏踏, 不由露出鄙夷的神色。 随即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一日, 江浩醒来后, 便接到了刘景龙打来的电话。 刘景龙把晚上的事情说了一遍。 赵雅文怎么样? 没有被那混蛋得逞吧? 江浩眉头一皱。 不知道为什么, 江浩问出这话的时候, 莫名有种紧张感。 潜意识里再不断祈祷, 赵雅文可千万别被西门打炮得逞了。 刘景龙苦笑一声, 这个我也不太确定, 我也没法问呀。 他总不能直接问赵雅文, 喂, 你有没有被西门打炮得逞吧? 江浩叹了一口气, 不再想这些, 能做的他都已经做了。 但愿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吧。 刘景龙再次说道,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孔文广了, 不过以西门家族的实力, 我估计今天早上, 他们就会被保释出去。 有钱就是好呀, 这都能保释出去。 江浩摇了摇头, 这也没办法, 谁让西门家族势力大呢? 对此, 刘景龙也很是无奈, 可没办法, 西门家族对江省的功效不小, 上头不会因为这事, 就动西门家族的。 不过释放的警告还是会的。 江浩与刘景龙聊了一会, 这才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两天, 江浩并没有外出, 而是一直待在家里陪着父母。 随着时间推移, 学校大比也越来越近了。 第三天的时候, 江浩跟父母打了一声招呼, 便前往了学校大比的举办地。 这一届的学校大比, 举办地是在五大书院之一的战武书院举办的。 战武书院位于苏城, 与龙城间隔了五个城市, 虽然不算远, 却也不近, 即便坐飞机也需要三个小时。 虽然现在距离学校大比, 还有四天的时间, 但江浩还是提前出发了。 他打算顺便看一下苏城的风景。 坐着飞机, 江浩用了三个小时, 终于抵达了苏城。 苏城位于龙国以南, 有着江南水乡之称。 原本江浩还有些不幸, 可当他真正看到苏城美景后, 才知道自己之前井底之蛙了。 这里四面环水, 依水城街, 周围都是古色古香的房子。 虽然一下飞机就赶上了大雨, 可也正是因为这场雨, 才让江浩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苏城的美。 那朦朦胧胧, 仿佛整座古城都隐藏在了迷雾之中一般。 根据古籍上记载, 三百年前, 龙国的江南水乡可不止这一处, 只是自从三百年前的变故后, 很多美景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如今苏城, 算是龙城之中少有的美景之一了。 江浩打着伞, 走在去往酒店的路上。 再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订好了酒店。 酒店位置距离战武书院并不远。 其实, 战武书院给参赛人员都安排了住的地方。 只不过, 因为学校大笔, 还没有正式开启呢。 所以, 江浩现在不能直接过去, 只能找找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等学校大笔开始, 再让战武书院给自己安排住处。 第112章, 把握不住。 一日, 太阳升起, 江浩在吃过早饭后, 便离开了酒店。 昨天下飞机后, 因为大雨的原因, 他没有机会逛苏城, 今天正好逛逛, 顺便给父母买一些江城的土特产回去。 江浩刚走出酒店, 手机就响了起来, 看到上面备注, 江浩按了接通。 江浩, 你到苏城了吗? 不等江浩开口说话, 手机另一段就传来了苏清雪的声音。 到了, 昨天就到了。 苏清雪文言, 连忙说道, 你在哪? 我去找你。 怎么了? 听到江浩干巴巴的询问, 手机另一头的苏清雪, 不由翻了个好看的白眼。 这家伙, 这样能找到女朋友吗? 在心里诽谤了一声。 苏清雪还是开口道, 我打算卖一些东西, 到时候, 请你帮我给我父母带回去。 也打算请你吃个饭, 感谢你的帮忙。 江浩文言没有再说什么, 将自己的位置告诉给了苏清雪。 不到一个小时, 苏清雪一身雪白色连衣裙便赶了过来。 苏清雪本来就漂亮, 再加上今天还化了一个淡妆, 配上雪白色连衣裙, 整个人宛如仙女下凡一般, 引得不少路人驻足观看。 我去, 这个女还是谁, 竟然长得这么漂亮, 跟仙女一样。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这是我老婆。 滚, 臭我不要脸的, 这分泌是我老婆。 完了完了, 我感觉, 我恋爱了, 从今以后, 这就是我的女神了。 周围众人议论纷纷, 等着急了吧。 苏清雪来到江浩身前, 双手背后, 眨着明亮的美眸, 翘生生地看着江浩。 这一幕, 让众人顿时感觉自己的心都碎了。 没有等多长时间, 以前跟许晴谈恋爱的时候, 每次出门她等的时间比这长多了, 早就习惯了。 对了, 你也参加学校大比。 江浩疑惑地看了一眼苏清雪, 苏清雪白了一眼江浩, 怎么? 看不起我。 江浩摇了摇头, 没有, 只是你的能力, 没有什么战斗力, 就算参加了, 也注定不可能取得什么成绩的。 我当然不是来参加大比的, 我是作为后勤过来的, 如果同学在比赛中受伤的话, 我可以帮忙治疗。 每个学校都带了一些像我这样的后勤人员的。 江浩了然, 看来这些学校考虑得还挺周到的。 走吧, 咱们去逛一逛。 苏清雪心情不错, 说着便拉着江浩离开了这里。 江浩顿时感觉不少人目光不善地看着自己。 江浩有些无奈, 还真是红颜祸水呀。 苏清雪一边走一边笑道, 话说你最近在龙城获得风生水起吗? 一般一般吧。 苏清雪撇了撇嘴, 且你不知道, 我们学校有不少人都是你的谜底谜媚呢? 江浩文言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道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出名, 按照他的本意, 他可更喜欢猥琐发育。 两人走在街道上, 苏清雪已然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引来不少目光。 马哥, 那不是清雪学妹吗? 远处, 几个正在逛街的青年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马斌脸色瞬间就难看了下来, 这个苏清雪, 自己请他逛街。 他告诉自己有事没时间, 转眼竟然跟别人一起逛街了。 这个贱人, 王他还以为他有多金贵呢? 被人玩烂了的金货。 马德, 那个小子是谁, 竟然跟清雪学妹走得这么近? 他娘的, 一看那小子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 给咱们马哥踢鞋都不配。 一人讨好的问道, 马哥, 那个小子应该也是前来参加学校大比的吧? 要不要我们调查一下那小子的身份? 王刚你去查一下, 其他人跟我过来。 是。 不多时, 两人来到了一个鼓玩店, 之所以来这里, 完全是因为苏白礼喜欢鼓玩, 所以苏清雪才过来的。 苏清雪买了两个鼓玩, 刚准备离开, 就看到两个熟人走了进来。 呦, 这不是我们的高考状元吗? 听说你竟然敢报名参加学校大比。 怎么, 你该不会是借着这个机会来旅游的吧? 江浩本不想搭理对方, 没想到对方主动凑上来了。 白羊, 你还是那么嘴臭呀。 白羊不屑地笑道, 江浩,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吗? 如今我可是一阶觉醒者, 你怕还是在临阶徘徊呢吧? 怎么样, 要不要跟我比划比划? 白羊一脸得意地看着江浩, 巴不得江浩继续挑衅自己, 这样他就有出手的理由了。 一阶啊, 那你真厉害。 看着白羊这副小人得知的嘴脸, 江浩不由摇了摇头, 不知道等大比的时候, 自己暴露出修为, 这家伙还能不能笑得出来了。 苏清雪, 越来越漂亮了, 不过你的品位可真不怎么定。 白羊看向苏清雪, 眼神中顿时露出了一抹惊艳的神色。 这让白羊不由有些火热, 许晴与苏清雪比起来,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对于许晴, 他早就有些顽腻了。 如果不是仗着许晴的能力特别, 他早就把许晴甩了。 苏清雪厌恶地看了一眼白羊, 并没有理会他。 一旁的许晴露出说教的口气, 淡淡开口。 江浩, 人贵有自知之明, 觉醒者的世界水太深, 不是你这种人能把握住的。 我劝你还是回龙城去吧, 这里不适合你来。 听到许晴的话, 苏清雪带眉微醋, 刚要开口说话, 却被江浩给拦了下来。 你说得很对, 觉醒者的世界水确实很深, 我也确实把握不住, 不过你们确定, 你们就把握住了吗? 说完, 江浩微微一笑, 便带着苏清雪离开了。 这两个家伙, 还真是够讨厌的。 你当初怎么看上的许晴? 走出古玩店, 苏清雪有些愤愤不平。 江浩不在意地笑了笑, 两个跳蚤而已, 何必放在心上? 走吧, 我也要买一些特产给父母带回去。 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心情,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卖特产的专卖店。 在买了一些特产后, 眼看着也来到了中午, 江浩提议先吃饭, 结果却被苏清雪给拒绝了。 先不着急, 好不容易出来一回, 先逛逛再说。 苏清雪眼神有些躲闪, 江浩没有多想, 便同意了。 只是他没想到, 这一逛就逛到了太阳落山。 第113章 醉酒 这回可以吃饭了吧, 我都饿了。 苏子传来一阵咕咕叫, 江浩苦笑一声。 这娘们还真能逛, 更能买东西。 他手里大包小果的, 已经拎了不少了。 他发现, 陪女人逛街, 简直跟人战斗, 还累。 如果可以的话, 他宁愿与人战斗, 也不陪女人逛街。 苏清雪点了点头, 行吧, 咱们点些饭菜, 去你住处吃吧。 去我住处。 江浩一愣。 苏清雪理所当然地说道, 对啊, 在外面吃, 你觉得咱们能吃好吗? 当然要找个安静点的地方了。 说完, 他还用眼神示意了一眼, 周围那些看他的人。 江浩神色古怪地看了一眼苏清雪,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这娘们好像没安好心, 可他又找不到证据。 好了好了, 赶紧走吧, 我都饿了。 苏清雪撅着嘴多了跺脚, 随即拉着江浩就走。 江浩被苏清雪这一波无形的撒娇攻击, 打得措手不及, 好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就这么任由苏清雪拉着自己。 这一幕看的远处, 马冰脸色更加难看了, 双拳紧握。 这个贱人, 在学校里一副高冷的模样, 没想到出来后, 竟然这么放浪。 马哥, 咱们还不出手吗? 就是, 我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马哥, 咱们这么多人, 出手解决了那个小子, 绝对没有问题。 一旁的小弟议论纷纷, 他们确实看不下去了, 一天了, 整整一天了。 他们就这么跟着这俩人, 饭没吃, 水没喝的。 马冰咬牙道, 走, 再跟过去看看。 马冰带着人跟着江浩他们, 看到他们去饭店点菜, 然后又看到他们去了酒店。 马哥, 他们去酒店了。 那些小弟一愣, 他们也不敢相信, 平时高冷的笑话, 竟然跟一个男人去了酒店。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简直不言而喻, 是个人都懂。 一个小弟眼巴巴地问道, 马哥, 咱们就在这里看着吗? 先回去, 问问王刚那边调查的什么情况了。 马冰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声, 随即转身就走。 其他小弟对视一眼, 随即也跟了上去。 酒店内, 苏清雪坐在沙发上, 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这还是他第一次跟除了他爸以外, 唯一一个异性待在房间内, 而且还是酒店。 房间内的气氛有些莫名的暧昧。 江浩似乎也看出了苏清雪的不安, 与诡异的气氛。 他来到窗户旁, 将窗户打开, 让外面的空气进入一些。 这才让房间内的气氛没有那么尴尬。 不多时, 饭店那边就把饭菜送了过来。 你喝什么酒? 苏清雪来到一旁的酒柜。 你还要喝酒? 江浩诧异地看了一眼苏清雪。 这娘们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 居然还要喝酒。 先不说这里的酒柜不贵, 单说他就不怕喝多了。 这是对自己该有多放心。 苏清雪心虚地说道, 这不是要感谢你吗? 我陪你喝点, 就这个吧。 说着, 他就拿出了一个透明玻璃瓶装的白色的酒。 随后又拿了两个被子给自己, 跟江浩各自翻了一杯。 来干杯。 苏清雪举杯直接一饮而尽。 卧槽。 江浩被吓了一跳, 这娘们是要把自己喝多了不成。 江浩刚要开口, 让苏清雪少喝一些, 突然苏清雪惊呼一声。 哇, 这酒好好喝, 江浩你快尝尝, 这酒能提升体内能量。 随即将江浩面前的酒举了起来。 江浩在苏清雪期待的目光下, 将信将疑地喝了一口。 酒水入口除了一股软糯的香甜以外, 竟然真的有股精纯的能量涌入体内, 瞬间让身体热乎乎的。 江浩眼前一亮, 直接将这一杯酒一饮而尽。 还真别说, 他感觉自己体内的能量增加了几分。 见识到了这酒的好处, 两人也不在客气。 你一杯我一杯, 接着喝了起来。 菜没怎么吃, 很快这一瓶酒就已经被他们两个消灭掉了。 苏清雪又拿了一瓶, 虽然不是同一款, 却也拥有着差不多的能量。 马哥已经调查清楚了, 那个小子确实是参加学校大比的, 名叫江浩。 他就是之前咱们讨论的那个普通大学的学生。 王刚将自己调查出来的消息说了出来。 我靠, 有没有搞错? 这种货色竟然敢跟马哥强女人, 简直自不量力。 谁说不是呢? 要我看清雪学妹的眼神真不怎么定。 那个江浩那点比马哥强, 马哥可是SS级天赋。 就是, 马哥要我说咱们直接过去, 教训一顿那小子, 让他以后离清雪学妹有多远滚多远得了。 听到王刚的话, 几个小弟立即开口说道, 如果是其他五大书院学生, 他们或许还会忌惮一些。 可一个普通大学的学生, 还不足以让他们放在心上。 行了, 这件事我自有定夺, 你们先下去吧。 马兵摆了摆手, 其他人见状也不好说什么, 他们已经习惯了做马兵小弟, 听从马兵的安排。 既然马兵让他们先下去, 那就先下去好了。 等所有人都离开后, 马兵脸上浮现出一抹猙獰。 贱人, 你不是喜欢那小子吗? 你看我在擂台上, 怎么折磨他的? 还有你苏清雪,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你沉浮在我的胯下。 可以想到苏清雪与江浩进入酒店的那一幕, 再想到此刻他们可能做的事情, 马兵就是一阵烦躁。 最后, 更是一脚将茶几踹翻, 可即便如此, 依旧无法让他平静下来。 突然马兵于光瞥了一眼桌子上的小卡片, 犹豫了一下, 拿起手机拿了过去。 与此同时, 酒店内, 此刻酒柜里的酒, 已经被江浩他们消灭得一干二净了。 两人只觉得浑身一阵燥热, 尤其是苏清雪, 小脸淡红扑扑的, 让人有种想要一清方泽的冲动。 江浩晃了晃脑袋, 想要把身上的醉意给甩出去。 可奈何这酒劲实在太大了, 江浩不仅没有摆脱这股醉意, 反而加深了不少。 顾不上苏清雪, 江浩直接上床睡觉。 迷迷糊糊间, 他感觉到了一道温良撞进了自己怀中。 凭借本能, 江浩将这道温良抱在怀中。 可这道温良根本不老实, 弄得江浩痒痒的。 第114章, 我来了。 清晨, 阳光透过窗户折射进了房间, 让房间暖痒痒的。 房间内一片狼藉, 除了没有收拾起来的饭菜以外, 还有丢的到处的衣服。 江浩有些头疼, 喝酒真是务实, 本以为这酒喝起来没有什么感觉, 还能提升能量, 就贪杯了一些。 结果没想到后镜竟然这么大, 以至于他根本不知道了发生了什么。 嗯? 江浩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自己, 触感还挺光滑。 江浩缓缓睁开眼睛, 下一秒他瞳孔皱缩。 只见苏清雪如同小猫一般, 趴在自己怀里。 然而,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们貌似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想到这里, 啊, 突然一道惊呼声响起。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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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清雪无奈地看着用被把自己裹起来的江浩。 大哥, 你至于这个反应吗? 吃亏的事, 我又不是你好不好。 再说了, 我这么一个大美女, 被你给拱了, 你还这个样子, 整得好像你多吃亏一样。 我要不要面子呀? 那个, 江浩有些尴尬地看着苏清雪,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不用你负责。 苏清雪气呼呼地从床上下来, 这一下幅度太大, 让他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不过他还是咬着牙, 走向了洗手间。 江浩看着床上那抹烟红, 不由有些发愣? 我不是出歌了。 苏清雪从洗手间走出, 把地上的衣服捡起来往身上穿。 这几个给你, 其余的我拿走了, 这两个文丸也给你, 回去的时候给我爸妈带回去。 收拾好后, 苏清雪从自己买来的那些东西中掏出几个, 又将文丸拿了出来。 说完, 便拎着东西离开了房间。 看着苏清雪的背影, 江浩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但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走进电梯, 苏清雪美眸不由浮现出一层水雾。 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做对不对, 会发生这种事情, 跟他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 他没想过要跟江浩有什么结果, 只是不想自己留下遗憾而已。 可真正发生了关系, 他本以为自己可以坦然面对, 可此刻依旧感觉有些莫名的委屈。 江浩在床上坐了一会, 这才起身下床, 简单地洗漱一番, 开始穿衣服。 然后收拾房间, 再次看到床上那抹烟红, 不由摇头苦笑。 情债难还, 自己这一次责任大了。 收拾好以后, 江浩站在窗户旁, 默默地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 原本还想逛逛苏城, 现在已经没了兴趣。 马哥, 我打听清楚了, 一名小弟从外面走了回来。 说! 这, 这名小弟露出了迟疑的神色。 贾明烟你干什么吞吞吐吐的? 你倒是说啊。 就是, 你打听到了什么你说啊, 我们都等着呢。 真磨剑, 你能不能快点说了。 见到贾明烟支支吾吾的, 其他人气得牙痒痒。 贾明烟没有理会其他人, 而是看向了马斌。 马斌眉头一皱, 说, 看到贾明烟这副模样, 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些猜测了, 可他就是想听贾明烟是怎么说的, 心里依旧有一丝期待。 然而, 他也并不像表面那么淡定, 此刻双手不由自主地紧握成全。 贾明烟一咬牙, 将自己打听出来的事情说了出来, 经过打听, 静! 屋子里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个个都不说话了。 这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贾明烟, 让你说, 你就不能说得委婉一些吗? 非要说得这么直白。 碰! 马斌再也控制不住了, 抬脚一把将一旁的茶几再次揣翻。 马哥, 你冷静一下, 别冲动。 一个小弟硬着头皮拉住了马斌。 是啊那个, 为了这种事情生气不值得, 再说了以你的条件, 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就是就是, 咱们南狱书院校花有三个呢。 除了苏清雪以外, 还有两个呢。 对马哥别生气了, 实在不行, 我们把江浩绑起来揍一顿, 然后让你当着他面玩苏清雪一次。 此话一出, 房间再次一进。 哼! 马斌冷哼一声, 苏清雪既然这么放浪, 那他也就没必要再跟苏清雪客气了。 王刚, 谈指你们两个去把那个什么, 号给我叫过来去。 是, 众人对视一眼, 心中为那个江浩木挨三秒钟。 你说, 你招惹谁不好, 非要跟马冰抢女人, 这下子有苦头吃了。 酒店内, 江浩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此刻他已经来到前台办理退房了, 明天就是学校大笔, 开始了, 今天需要去战武术院报到, 然后战武术院统一安排住宿的地方。 先生, 你一共消费了十五万八。 江浩嘴角抽搐, 本来他住两天酒店, 有五千块钱够够的了。 结果, 苏清雪一来, 直接让自己消费了这么多。 但一想到自己得到的, 十五万八也不算贵了。 交完前后, 江浩便离开了酒店, 向战武术院走去。 然而, 还没有走出多远, 他就被两名青年给拦住了。 有事, 江浩淡淡地瞥了一眼对方。 王刚鼻孔朝天地说道, 小子, 我们大哥要见你, 跟我们走一趟吧。 没兴趣。 说着, 江浩直接从两人中间穿过, 撞得两人不由后退两步。 小子, 你找死。 弹智冷哼一声, 当即就要出手, 却被一旁的王刚给拦了下来。 你疯了不成, 竟然还想到这里动手。 弹智回过神来, 这里可是市区, 觉醒者是不能轻易出手的。 那咱们怎么办?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离开吧。 王刚嘿嘿一笑, 那就离开呗, 咱们又不是没来叫他, 是他不跟咱们走的, 到时候马哥就会教训他了。 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回去吗? 弹智反应过来。 回去吧, 今天要去战武书院报到, 别去太晚了。 当即两人离开了这里。 对于这两人, 江浩并没有机会。 两个一阶觉醒者, 他不动用武功都能轻易秒杀他们。 不多时, 江浩来到了战武书院, 不愧是五大书院之一, 战武书院的门脸弄得十分有气势。 江浩深吸一口气, 随即抬脚向战武书院走去。 学校大笔, 我来了。 第115章 报道 马哥, 我们去叫江浩了, 可江浩不跟我们来。 我们提你, 他还说不认识什么, 又说, 如果你想见他就去找他, 他不会过来见你的。 听到王刚的话, 马冰脸色一沉, 很好, 还真是够狂的。 一旁的谭志, 诧异地看着王刚, 江浩什么说过这些话了。 注意到谭志的视线, 王刚不动声色地摇了摇头。 马哥, 那个家伙太嚣张了, 简直没把你放在眼里。 就是, 咱们对他太温柔了, 应该给他一些教训才是。 马哥你说吧, 咱们要怎么做, 我们听你的。 听到众人的话, 马冰摆了摆手, 一个跳梁小丑罢了, 先不用管他, 咱们先去战武书院那边。 他已经想好了, 他不会放过江浩的。 既然江浩这么嚣张, 那他就在擂台上打败这个家伙。 他要江浩像狗一样跪在自己面前。 战武书院门口, 此刻汇聚了不少人, 他们都在排队等着接受安排呢。 江浩来到了专门负责记录的地方。 这里有三位老师模样的人, 正在对参赛者记录信息。 很快就轮到了江浩。 其中一位老师说道, 把你手机上的报名信息打开。 江浩没有废话, 直接将自己的报名信息交上去了。 你就是江浩。 负责记录的老师看到江浩的信息, 不由一愣。 这还是普通大学第一次有人报名参加学校大笔。 而对于江浩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查, 知道江浩是这一届龙城的高考状元。 原本他们以为江浩只是报个名, 不会真的过来的。 结果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过来了。 是我有问题吗? 负责记录的老师微微一笑, 没问题, 这个是你的房间卡拿好。 比赛结束后要原封不动地还回来, 否则会被罚钱。 这时, 一名战武书院的女学生走了过来。 你是做完记录了吧? 做完记录的话, 就跟我走吧, 我送你去住的地方。 江浩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跟着那名女学生离开了这里。 那名女学生一边走, 一边给江浩介绍道, 门卡上有订餐电话。 你如何饿了的话, 可以打上面的电话订餐, 早上六点至晚上十点, 这期间订餐都是免费的。 好的, 谢谢。 不多时, 江浩就被带到了一处宿舍楼。 房间浩在门卡上, 你自己上去吧, 我去接待其他人了。 说着, 那名女学生便离开了这里。 江浩被安排的住处在506, 江浩刚要用门卡打开门, 隔壁的房门就打开了, 走出了一道歉影。 四目相对, 江浩一愣, 他没想到, 住在他隔壁的竟然是苏清雪。 江浩尴尬一笑, 随即转身离开了。 江浩苦笑, 打开门走了进去。 房间的环境不错, 虽然不如酒店, 但已经很不错了。 甚至还配置了独立洗手间以及卫浴。 整体来说, 都比较人性化。 江浩躺在床上, 开始闭目养神。 就在这时, 手机传来了短信声音。 江浩打开一看, 赫然是苏清雪给自己发来的。 上面没有多余的话, 有的只是参赛者信息。 这些参赛者为苏清雪划分了几个板块。 这些区域代表着不同等级的觉醒者。 从一到四街都有。 让江浩有些意外的是, 他在这里竟然看到了秦清兰他们一行人。 除了黄陵以外, 其余人都在。 看来, 他们也都参加了这次的学校大比, 希望尽可能别遇到他们吧。 他倒不是觉得自己打不过他们, 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可能走得远一点。 当然, 那个丹北除外, SSS及天赋, 江浩可一直都惦记着。 江浩继续往下看去。 值得注意的是, 秦清兰他们竟然只排在了第二位, 上面也标注了秦清兰他们是大三学生。 在秦清兰他们之上, 还有大四的学生, 这些学生都是四街觉醒者。 但这里有两个被苏清雪给画了重点, 表示不确定他们有没有突破到五街。 看到这里, 江浩露出一些凝重, 以他如今的实力, 对付四街没问题, 可如果对付五街的话, 就要差一些了。 好在这其中有一个是灵能者, 江浩倒不怎么忌惮, 但有一个是体能者, 这就让江浩不得不注意了。 看来自己之前有些小看这些人了。 其他人无所谓, 但这两个一四五街的自己必须要注意些了。 到时候必然是一场恶仗。 江浩仔细看向他们的信息, 两人一男一女, 男的叫陆百川战武书院大四学生, 能力是一种名为水晶体的体能者。 女的叫宋高龄北辰书院大四学生, 他的能力是木系灵能者。 希望自己不要提前遇到他们的, 不然就有些麻烦了。 江浩想了想, 还是给苏清雪回了一句谢谢。 不管怎么说, 这是苏清雪的一番好意, 自己必须领情。 同时他也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苏清雪并没有真生自己气, 不然也不可能给自己发这些东西。 只是难消美人恩呀。 房间内, 苏清雪看到江浩回复的信息, 撇了撇嘴, 稀罕。 虽然话是这么说, 可他的嘴角, 依旧不可察觉地微微上扬。 江浩继续翻看苏清雪, 给自己传来的资料。 可就在这时, 房间的门被敲响了。 江浩有些纳闷, 谁会过来找自己。 你怎么过来了? 看到来人, 江浩一愣。 怎么? 我不能过来。 苏清雪白了一眼江浩, 随即直接走进了房间。 江浩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竟然在门口左右看了一眼, 确认没人看到, 这才关上门。 我给你的东西, 你看了吗? 江浩好奇地问道, 看着呢, 你从哪弄来的这些资料? 这些论坛上都有, 我一猜你就没看论坛, 才给你发过来的。 什么论坛? 江浩有些纳闷, 他怎么没听说过呢? 苏清雪尴尬一笑, 是我们的论坛, 我忘记你没有了。 他们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都有一个论坛, 在上面基本上能了解很多信息。 苏清雪歉意地看了一眼江浩, 江浩却并没有在意, 你吃饭了吗? 要不一起吃个饭? 江浩古怪地看着苏清雪, 在喝酒, 你去死。 苏清雪气呼呼地把枕头丢给江浩, 起身离开了房间。 这个混蛋, 得了便宜就卖怪。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一日, 江浩收拾好后, 便走出了房间, 向比赛场地会合。 第116章, 比赛开始。 嗨嗨, 所有人听我说。 龙城大学, 所有人刚要上课, 校园广播突然响起了邹文林的声音。 大家应该都知道, 学校大比吧? 虽然咱们龙城大学只是一个普通大学, 从来不参加学校大比, 但这一届, 咱们也有同学参加了学校大比。 那个人, 就是咱们的江浩同学。 现在说有班级, 把电视打开。 虽然咱们无法去现场给江浩同学加油骨气, 但咱们可以在学校给江浩同学骨气。 听到邹文林的话, 众人神色古怪起来, 他们有一些人是知道江浩的, 知道这位高考状元。 原本他们以为, 江浩这辈子注定沉沦下去了, 没想到江浩竟然跑去参加学校大比去了。 虽然如此, 但他们依旧不看好江浩。 龙城大学这些老师在听到邹文林的话后, 不得不将班级电视打开, 调到了学校大比的直播频道。 此时此刻, 不仅仅是龙城大学打开了直播频道, 不少网友也打开了直播频道。 学校大比虽然一年一届, 可每一次都是不小的盛况。 上一届是战武书院夺冠了, 这一届不知道会是谁夺冠。 我猜是北辰书院, 别忘了五大书院北辰书院排名第一。 上一届之所以输了, 是因为他们的最强, 学生没有参加, 这一次绝对不可能输。 也那不一定, 最近几年南域书院与永夜书院也都不弱, 大有与北辰书院争夺第一的架势。 我猜这一届的冠军应该出自这两个书院。 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呢, 可网友的一条条议论 已经开始出现在了屏幕之上。 战武书院, 江浩便被工作人员带到了一个露天的体育馆。 这个体育馆十分巨大, 容纳十万人完全不是问题。 最中间还有一个一百屏左右的擂台。 体育馆分为三个区域, 分别是评委席、观看席以及参赛席。 江浩被直接达到了参赛席这边。 除了评委席以外, 参赛席是距离擂台最近的位置了。 但因为这体育馆实在太大了, 即便坐在参赛席上, 除非视力好, 否则也很难看清楚。 好在战武书院十分贴心, 准备了不下十个大屏幕。 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大屏幕 看清楚擂台上的每一个角落。 江浩的座位是个不起眼的角落之中, 此刻已经有不少参赛者坐在了座位上。 江浩路过白杨座位, 白杨冷笑道, 江浩, 你还真打算参加学校大比啊? 希望你气到别遇到我, 否则我定让你知道咱们之间的差距。 好啊, 正好我也很想知道咱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江浩咧嘴一笑, 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他已经通过学校大比通告, 知道了学校大比的规定。 虽然没有明确说不能杀人, 但拳脚无眼, 刀剑无情, 谁也不敢说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更何况学校大比之中, 死人的情况并不少见。 说完, 江浩便不再理会白杨, 直接来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哼, 他还挺嚣张, 一会上了擂台, 我看他还怎么嚣张。 白杨冷哼一声, 许清白了白杨一眼, 行了, 你跟他治什么气啊, 也不觉得掉身份。 在他心里, 只有那些强者才能入他的法眼, 像江浩这种注定在社会底层的 根本不配入他的法眼。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体育馆内的人渐渐也多了起来。 不仅是参赛席, 就连观看席也是如此。 很快便作无虚席了。 不多时, 一行身着西服的中年人来到了评委席上。 站在中间的中年人上前一步。 大家好, 我是战武书院的教导主任, 我叫马晨宇。 首先在这里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 观看本届学校大比。 本来这一届学校大比会跟网界一样, 但是今天早上, 我们收到通知, 官方为了鼓励各位参赛者, 特意拿出一张圣学府邀请函作为第一的奖励。 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一片哗然。 我去, 第一的奖励竟然这么丰厚, 早知道我也报名参加了。 失策失策, 之前不说偏偏在这个时候说, 现在还能不能报名了。 哈哈, 让你们不报名, 这一次第一是我的了。 别白日做梦了, 第一只会是我的。 前段时间江浩获得了圣学府邀请函, 就让不少人羡慕不已。 没想到这一次, 官方为了扶持学校大笔, 竟然再次拿出了一张圣学府邀请函。 这让那些没有报名参赛的人, 如何能够不眼红? 别说是他们了, 就算参赛者也都一个个喘着粗气。 相比于其他奖励, 圣学府邀请函实在太具诱惑了。 许清眸子微眯, 圣学府邀请函, 我要定了, 谁跟我正, 我就让谁死。 在场唯一能平静的, 或许也就只有江浩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 他已经拥有了一个邀请函, 更是因为这第一已经被他定下了, 谁也不能抢走。 眼下江浩唯一不确定的就是, 如果自己暴露身份的话, 那么这张邀请函还会不会给自己了? 想了想, 江浩便果断将这个想法丢到一旁了。 一张邀请函而已, 给不给自己都无所谓, 自己只需要拿第一就好。 马晨宇摆了摆手, 示意众人安静, 随即再次说道, 比赛规则大家都已经知道, 现在我再简单说一下规则。 咱们学校大笔采用五金制赛制, 分别是淘汰赛、 晋级赛、 决赛以及五强赛和夺冠赛。 其中淘汰赛与晋级赛各分为三轮, 每轮一天, 一共分六天进行。 而后决赛分为两轮, 同样是每轮一天, 五强赛与夺冠赛各自一轮, 分两天进行。 尽管擂台上没有什么限制, 可拳脚无眼, 刀剑无情。 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点到为止, 不要下杀手。 好了, 严禁于此, 接下来将由抽签决定出战选手。 随着马晨宇的话落下, 顿时一个大屏幕缓缓落在了主席台上。 各个参赛选手的照片以及信息出现在了屏幕之上。 众人立即将期待的目光落在了这个大屏幕上。 圣学府的邀请函将学校大笔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众人非常期待参赛者的表现。 只见大屏幕飞快滚动, 三秒后, 屏幕上留下了两个照片以及信息。 第一站的选手已经定下来了, 青海大学王小韩对战卢江大学童童, 请两位选手上场。 第117章 没控制好力度 很快, 一男一女两位选手便登上了擂台。 在裁判说了一声开始后, 两人便开始了。 王小韩是一位一阶的变异者, 他的能力是可以变身成一条黑背。 而童童是一位一阶的灵能者, 他的能力是兵系灵能。 王小韩很清楚灵能者的攻击威力, 想要对付灵能者就必须晋身。 因此, 他在第一时间便快速冲向童童。 童童也意识到了王小韩的想法, 因此迅速后退, 同时手掌一挥, 身后顿时出现了数到中止长短的冰锥, 直奔王小韩刺取。 王小韩见状, 立即左右躲闪, 很快便将童童的攻击给躲避开了。 童童立即催动能量, 在身体前方凝聚出三道冰墙, 试图抵挡王小韩的靠近。 然而效果却微乎其微。 不得不说, 两人的战斗意识都非常不错。 只可惜, 童童只是C级天赋, 而王小韩却是B级天赋。 最终王小韩施展出天赋, 将童童扑倒在地, 锋利的獠牙抵在了童童的喉咙上。 不过王小韩并没有下杀手, 在给童童开口说了认输的机会后, 便从童童的身上下来了。 这一战青海大学王小韩胜。 随着裁判宣布胜利者后, 青海大学那边顿时欢声一片。 相比于青海大学, 如江大学这边就要显得有些落寞了。 现在进行下一组抽签。 马晨宇的声音落下, 评委席上的大屏幕再次滚动起来。 片刻后, 两个照片信息出现在了屏幕上。 众人看到大屏幕上的信息, 不由神色古怪起来。 这个曹圣圣还真是倒霉啊。 一阶的修为竟然对上了二阶的爱意。 谁说不是呢, 但也没办法, 这是大数据下的匹配并不存在弄虚作假。 唉, 希望之后这种情况少出现一些吧。 庆云大学曹圣圣对战广路大学爱意, 请两位选手上场。 很快, 一男一女登上了擂台。 不等裁判说开始, 曹圣圣便直接认输。 说完, 他便走下了擂台。 众人见状无奈地摇了摇头, 一阶对二阶, 换成他们也会选择认输投降的。 这种情况, 评委席上几人也无奈地笑了笑。 在这种大数据的情况下, 他们也没办法, 除非将每个级别的觉醒者分出来。 但那样的话, 学校大比就失去了很大的看点了。 这一战, 广路大学爱意胜。 下一场, 北华大学王诗奇对战晚南大学邓雪。 下一场, 南狱书院罗明泽对战永夜书院雷天宇。 转眼五个小时过去了, 虽然一场场比赛进行得都挺快, 但奈何人数比较多, 不然也不可能需要三天来进行。 江浩无聊地坐在座位上, 这种比赛对于他来说, 没有任何意思。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排到他, 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是谁上场, 所以没有上场的只能在这里等着。 好在中午战武术院给所有人都配备了午餐, 也不需要他们出去吃饭了, 直接就在座位上吃了。 下一场, 北华大学许晴对战朔丰大学陆一鸣。 江浩慵懒得抬眸, 很快就看到了许晴已经站在了擂台之上, 而他的对手此刻手持长剑也走上了擂台。 江浩摇了摇头, 对于这场战斗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虽然许晴只是A级天赋, 可他的能力是变身成东方神龙, 战斗力丝毫不比S级天赋的觉醒者弱。 而他的对手只是一位B级天赋的觉醒者, 能力虽然是体能者, 可天赋不如许晴, 结果注定输。 听到裁判说开始, 陆一鸣立即抽出手中长剑, 率先向许晴杀来。 好。 许晴见状露出了不屑的神色, 随即一声悠扬的龙银声从口中传出。 下一秒, 许晴便便生成了一条体态优美的东方神龙。 虽然只是三爪冰龙, 可血脉确实货真价实的东方神龙血脉。 这就是东方神龙吗? 好威武。 难怪人们都说, 东方神龙是变异者中顶级的变化之一。 唉, 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悦? 真羡慕这个许晴竟然能变身成东方神龙。 还是咱们东方神龙看着顺眼? 西方一些人能变身成西方神龙, 虽然看上去也十分威武, 却远不如咱们的东方神龙。 看到许晴的变身, 众人立即议论起来。 能够变身成龙的变异者实在太少了, 别说他们这一代少, 纵观三百年前后都没有几个能变身成龙的。 陆一鸣看到许晴的变身后, 下意识咽了一口唾沫,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听到众人的议论, 许晴心中更加的得意。 看向陆一鸣的目光, 出现了一些变化。 当即一记神龙白尾甩出, 陆一鸣脸色一变, 连忙用长剑抵挡。 可他的长剑只是一级长剑, 根本伤害不到许晴身上的蓝色龙鳞。 碰! 陆一鸣被打飞了起来。 不等他落在地上, 许晴嘴巴一张, 直接一记含冰龙溪落下。 瞬间, 陆一鸣便被冻成了冰雕, 重重地摔在擂台上。 看到被解决了的陆一鸣, 许晴了恢复了人形状态。 裁判立即上前查看陆一鸣的情况, 不由眉头一皱。 陆一鸣已死, 这一战北华大学许晴胜。 哗! 众人一片哗然。 从战斗到现在, 有轻伤的, 也重伤的, 可死人的还一个都没有发现。 没想到这一场竟然出现了死亡。 寿丰大学这边, 一位老师站起来, 脸色阴沉地看着许晴。 许晴,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下杀手? 陆一鸣根本不是许晴的对手。 许晴完全可以给陆一鸣投降的机会, 可许晴并没有。 而是采用了最极端的手段, 将陆一鸣击杀, 这简直就是心思歹毒。 哦, 一时没控制好力度, 不好意思了。 许晴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这一幕, 气得寿丰大学这边差点冲下去, 向许晴出手。 寿丰大学的老师陈生道, 各位评委, 我严重怀疑许晴故意杀人, 请各位评委取消许晴的参赛资格。 评委席上, 马晨与他们文言低头讨论起来, 我没有故意杀人, 我只是没有控制好力度而已。 谁知道他这么弱。 许晴待没为错, 他可不想被取消参赛资格。 反正他就咬死了, 自己没有控制好力度。 这样, 谁也不能拿他怎么办。 我觉得许晴没有错, 虽然这只是比赛, 可谁不想获得胜利, 谁敢留守。 就是, 我也觉得许晴没有做错, 怕死就别来参加比赛了。 自己实力不如人,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争仇, 输了就要认。 周围不少人站出来替许晴发声, 这也让许晴更加得意了。 第118章, 上场。 这位寿丰大学老师经过我们判断, 许晴不算故意杀人。 马晨与他们讨论了一会, 最终给出了决断。 那位老师怒急返校, 好好好, 那下一次我们寿丰大学杀他们北华大学的学生, 也说没有控制好力度。 马晨与几人闻言眉头一皱, 如果真闹成这样, 那这场大比成什么了? 杀人现场吗? 不等马晨与他们开口说话呢, 北华大学的老师便站了出来, 寿丰大学, 你们可要想好了, 当心祸从口出。 十大名校他们北华大学才是第一, 寿丰大学只能排在末端。 你是在威胁我了? 寿丰大学的老师脸色格外的阴沉。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在广播中响起, 好了, 都少说两句吧, 学校大比本来就没有严令禁止, 不允许杀人,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众人找了半天, 都没有找到是谁说的话。 寿丰大学的老师面无表情地坐了下来, 许晴见没自己什么事了, 暗自松了一口气, 随即回到了座位上。 而此刻, 在战武书院体育馆的一处房间之中, 十五道人影坐落其中。 这十五道人影不是别人, 正是五大书院十大名校的校长。 老叶, 你刚才这话是什么意思? 北华大学校长神色不悦地看向朔丰大学校长。 不错, 刚才说话之人正是朔丰大学校长。 叶峰笑道, 没什么意思, 学校大比吗? 依然还是有点血腥, 看得更有意思一些。 一旁的一位校长问道, 老叶, 这件事可不是小事。 你确定要人由这样发展下去吗? 放心吧, 多大点事啊, 以后龙国就是他们这样小辈们的了, 咱们总不能一直把他们保护在雨下吧。 叶峰不在意地笑了笑, 其余人闻言, 没有再说什么。 体育馆内, 比试也恢复了正常。 其他学校比赛还算好一些, 能留守他们都会留守, 唯独朔丰大学与北华大学, 只要他们两个碰在一起, 便是生死对决。 而这让众人看得热血澎湃。 下一场, 龙城大学江浩对战衡阳大学陈文军。 听到马陈宇的话, 众人一愣。 龙城大学, 龙城大学好像不是十大名校之中的吧。 真是便宜了这个江浩, 本来还以为他能碰到马哥呢, 结果没想到被人截胡了。 哼, 算他吃了狗屎运。 没事, 等他输了后, 咱们再教训他也不迟。 马冰身旁的那些小弟露出了惋惜神色, 马冰的神色也有些不好看。 他希望江浩能够给大家一个惊喜, 坚持过这一轮, 这样他们还能有机会碰到一起。 此刻, 网络上那些网友也纷纷议论起来。 龙城大学? 这不是开玩笑吗? 他一个普通大学学生竟然参加学校大比了。 没劲, 这不是上来送了吗? 耽误时间。 陈文君加油, 干死这个普通大学的学生。 与此同时, 龙城大学这边, 他们等了一天, 终于看到了江浩登场, 一个个虽然也不看好江浩。 可此刻, 却也希望江浩能赢, 毕竟眼下江浩代表的, 可是他们龙城大学。 邹文林双手死死地握在一起, 默默为江浩加油鼓气。 在众人的注视下, 江浩与陈文君登上了擂台。 我要是你就不会上来自取其辱了。 裁判宣布了开始, 不过双方并没有出手, 陈文君淡淡地看着江浩。 打心里, 他都没有将江浩放在眼里。 出手吧。 江浩耸了耸肩。 一个毕级天赋的一阶觉醒者, 他一拳就能秒杀一个, 完全没有必要跟对方浪费口舌。 陈文君不屑地说道, 别说我欺负你, 我给你一次出手的机会, 别来了一趟学校大比, 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那就丢人丢大发了。 江浩神色古怪地看了一眼陈文君, 让他出手。 哈? 江浩静止走到了陈文君身前, 甩手就是一巴掌。 原本人声鼎飞的体育馆, 嘈杂的声音瞬间戛然而止。 在场中人一个个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擂台。 此刻擂台上哪里还有陈文君的身影啊? 只有江浩站在那里。 什么情况? 众人疑惑不已, 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此刻网上再经过了短暂的安排, 安静后, 瞬间炸锅了。 我靠, 什么情况? 刚才发生了什么? 有没有搞错, 堂堂十大名校学生, 毕级天赋, 竟然不是一个普通大学学生一招之敌。 打假赛了吧? 我要求裁判, 好好判断一下。 可以宣布结果了吗? 江浩看向裁判。 裁判回过神来, 连忙宣布, 这一战, 龙城大学江浩胜。 江浩一边走下擂台, 一边摇头说道, 没想到, 还有人有这种要求, 竟然让我先出手, 真是好人啊。 要说最懵的, 还是陈文君, 他都没有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呢? 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等他反应过来后, 整个人就已经倒在了地上。 陈文君刚从地上爬起来, 听到江浩的话, 一时没有忍住,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紧接着整个人陷入了昏迷之中。 衡阳大学这边众人脸色难看, 心中更是直骂陈文君废物。 之前他们就已经出场了一名学生, 结果惨遭淘汰, 原本以为陈文君能扳回一局呢? 结果没想到因为这个蠢货大义, 竟然直接输掉了比赛。 如果是正常战斗, 输了他们虽然不高兴, 却也会认, 可偏偏这一次输给了一个普通大学学生, 这简直是耻辱中的耻辱。 这件事必然会成为笑柄, 伴随衡阳大学很长一段时间。 难以书院这边, 苏清雪看到江浩赢得如此轻松, 不由言嘴一笑。 这个混蛋, 对付一阶觉醒者, 这不是在欺负人吗? 是啊, 这一手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倒是先看这个家伙了。 切, 分明是陈文君装逼没装明白。 马兵那些小弟们撇了撇嘴, 马兵也没想到会这样, 虽然诧异, 不过他心里更多的还是高兴。 对, 你多坚持一轮, 咱们碰到的机会就越大, 别让我失望呀。 白羊双手紧握成拳, 这个该死的家伙, 还真是走了狗屎运。 第119章 别后悔。 呼, 看到江浩竟然真的胜利了, 邹文林不由松了一口气。 他一直担心江浩别第一轮就被刷下来, 那可就太丢脸了, 好在江浩没有让他失望。 哈哈, 太好了, 江浩听过了第一轮, 那个陈文君还真是能装, 这回估计要躲在被窝里哭死了。 哈哈, 那是他活该。 龙城大学其他人也忍不住欢呼出声, 谁说他们普通大学就不能参加学校大比了, 十大名校又如何, 还不是被江浩给打败了。 江浩本想直接回到住处的, 但奈何比赛没有结束, 根本不让离场, 他只好回到座位上继续漫长地等待。 看着其他人的比赛, 江浩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终于挺到了晚上七点, 第一轮淘汰赛才正式结束。 江浩回到住处, 吃过晚饭后他便开始修炼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前天跟苏清雪喝的那些酒的原因, 他隐隐感觉自己快要突破了, 可具体什么时候能突破他还不太确定。 碰, 碰, 碰。 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 江浩从修炼中退了出来, 打开门就看到苏清雪翘生生地站在门口。 江浩这一次主动让开了路, 等苏清雪进来, 这才把门关上。 大晚上的, 你不休息, 跑我屋来干什么? 苏清雪瞪了一眼江浩, 怎么我不能来? 江浩苦笑一声, 不敢多说什么。 苏清雪坐在沙发上笑道, 你知道现在他们怎么说你的吗? 江浩耸了耸肩, 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 一切用实力说话就好。 他们说, 你走了狗屎运。 苏清雪眼嘴偷笑, 甚至还有人说, 你跟陈文军打假赛, 这一切都是你们串通好的。 管他们怎么说呢, 我又不在乎。 苏清雪白了一眼江浩, 这家伙会不会聊天, 一上来就把天聊死了, 自己该怎么见? 活该他没有女朋友, 给他机会也不知道珍惜。 不中用的小垃圾。 哼, 嗯, 就在苏清雪刚要说话的时候, 隔壁突然传出了一道 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 声音越来越大, 而且还伴随着床板碰撞在墙上的声音。 江浩与苏清雪一愣, 两人对视一眼, 随即快分开, 甘大的气氛围绕在房间中。 嗯, 听到这骚里骚气的声音, 江浩老脸一黑, 对着隔壁的墙拍了拍, 示意他们收敛一些。 这里是学校, 不是宾馆。 操, 谁啊? 隔壁立即传来一道怒骂声。 听这声音, 江浩有种熟悉的感觉, 只不过因为隔着一层墙, 一时间没有响起来。 谁? 谁敲墙? 很快隔壁的门打开了, 这一次江浩清晰地听出了对方的声音。 本来他多管闲事的, 但在听出对方的声音后, 他直接过去把门打开。 白羊你小点声, 影响到我消息了。 白羊看到江浩不由一愣, 随即冷笑道, 呦, 我还原是谁呢? 原来是你啊, 怎么咱们堂堂高考状元, 天天就这么独守空房啊? 他还真不知道, 他的隔壁是江浩。 你能不能回来了? 就在这时, 许晴的声音也传了出来。 白羊得意地看向江浩, 嘿嘿, 江浩怎么样? 此时此刻是什么感觉? 你的女神现在正在等着我重信呢? 嘖嘖嘖, 不得不说, 许晴跟水一样。 江浩, 你应该感觉庆幸, 如果不是你住在这里。 你这辈子都听不到你女神放浪的声音。 就在白羊以为自己彻底占据上风的时候, 江浩房间传出了一道软糯诱人的声音。 你跟他有什么好聊的, 快回来吧。 随即在白羊震惊的目光下, 苏清雪裹着浴巾将江浩拽回了房间。 瞬间白羊整个人都不好了, 如同吃了一坨干燥了一个月的响一般, 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房间内,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江浩哭笑不得地看着苏清雪, 还不是为了给你长脸。 苏清雪白了一眼江浩, 虽然他说得轻巧, 可俏脸却一片飞红。 显然他心中也极为不平静。 江浩闻言嘴角一阵抽搐, 就算给我长脸, 你也没必要把自己弄成这样吧? 苏清雪声若闻纳, 你还傻站着干什么? 江浩一愣, 看到江浩这副模样, 苏清雪又羞又气, 自己都这样了, 他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什么吗? 还是说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自己都送到他嘴边了, 还像那傻子一样。 苏清雪气得一把将江浩拽了过来, 由于动作太大, 身上的玉袍也跟着脱落下来。 一身雪白, 差点晃下江浩的太合金狗眼, 江浩连忙闭上眼睛。 苏清雪强忍着修意, 没有将玉袍穿上, 反手搂住了江浩的脖子。 苏清雪口吐幽兰, 在江浩耳旁说道, 我都这样了, 你还不主动吗? 江浩苦笑道, 你来真的? 苏清雪已经豁出去了, 顾不上休不休了。 你说呢, 我刚才出来, 他们肯定知道咱俩要做什么。 他们可在隔壁听着呢, 如果我没有反应, 那他们岂不是觉得你是戏狗? 江浩有些无奈, 你这是在玩火, 你知道吗? 我已经被你玩了, 你别后悔。 嗯, 贱人, 听到这道苏妹软糯的声音, 白杨, 许清两人脸色铁青。 白杨生气, 是没想到, 江浩竟然得到了苏清雪这种级别的美女。 凭什么你江浩一个废物? 能玩高等货, 我却只能玩这种便宜的垃圾货。 许清则气愤, 江浩都这样了, 竟然还有人倒贴。 一日, 江浩从睡梦中醒来, 看着睡在自己怀中, 如同小猫一般的苏清雪, 神色有些复杂。 这就算关系定下来了, 江浩突然摇了摇头, 这么个大美女倒贴, 你竟然还挑三拣四的, 还真是个混蛋啊。 轻轻在苏清雪额头上亲了一口, 江浩从床上下来, 走进了洗手间。 苏清雪睫毛动了动, 翘脸飞红地睁开了眉眸, 其实他比江浩醒得早,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江浩, 所以才一直装睡。 苏清雪摸了摸刚才江浩稳的位置, 嘴角忍不住露出一个好看的弧度。 江浩洗漱完出来, 发现苏清雪已经离开了, 他并没有丝毫意外, 刚才苏清雪走的时候, 他就已经感受到了。 怕苏清雪尴尬, 他才没有说什么。 收拾完后, 江浩便又出了房间, 恰巧这个时候, 白杨、许清他们也走出了房间。 第120章,开始吧。 昨晚这是没休息好呀。 看着两人顶着黑眼圈, 江浩忍不住好笑。 两人冷哼一声, 罕见的谁也没搭理江浩, 直接离开了。 江浩刚要走, 苏清雪也从房间中走出来了。 看到江浩, 苏清雪不由大胸, 昨天晚上已经消耗光了, 他所有勇气, 他本想躲着江浩的, 结果没想到, 竟然没躲开。 走吧, 一起出去吃早饭吧。 江浩说着, 便拉着苏清雪向楼下走去。 苏清雪看着拉着自己的江浩, 心中有着一丝小甜蜜。 江浩就这么牵着苏清雪的手, 进去了食堂, 瞬间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女生还好一些, 那些男生眼神中不是羡慕, 就是嫉妒。 看向江浩的眼神, 恨不得弄死江浩, 他们好取而代之。 远处正在吃饭的马冰, 被小弟碰了碰, 然后示意他往另一边看。 马冰便看到了手牵手的江浩与苏清雪, 眼神中迸发出一股杀意。 恨不得现在就弄死江浩, 但奈何这里不是动手的地方。 马冰冷哼一声, 饭也不吃了, 直接起身离开了这里。 对于周围人的眼神, 江浩视而不见, 与苏清雪吃完早饭后, 就直接前往了体育馆。 今天的比赛开始得非常早, 江浩刚到没议会, 比赛就已经开始了。 江浩无聊地靠在椅子上, 看着擂台上选手们的战斗。 不多时, 他就看到了秦清兰上场了, 昨天他也看到了秦清兰上场, 不过他的对手是个一阶的倒霉蛋, 直接选择了投降。 而这一次, 他的对手是也是三阶的觉醒者。 在裁判说开始后, 秦清兰便变身成了九尾天狐。 看到秦清兰的变身, 众人惊艳不已。 狐狸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具有魅惑的生物, 更是比肩五爪神龙的存在, 比许清三爪冰龙血脉高级多了。 看着秦清兰的变身, 许清的眼神中闪过一抹嫉妒。 秦清兰不仅变身能力比他强, 自身长相也足以甩他二里地了。 一时间, 秦清兰风头无两。 尤其是在场的男同学, 更是双眼放光地看着秦清兰。 对于众人的表现,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与别人观察的不一样, 江浩更看重秦清兰的战斗力。 作为大三学生, 秦清兰的实力无庸置疑, 他的对手虽然也是大三学生, 却是十大名校的学生。 尽管两人同级都是三阶觉醒者, 可天赋却不如秦清兰。 比赛没有任何悬念, 秦清兰轻松取胜。 之后的比赛, 偶尔也出现了一个两个精彩的, 不过依旧没有让江浩产生多大的兴趣。 倒是陆百川与宋高林的战斗, 江浩仔细看了一下。 只是他们的战斗重规重矩, 并没有什么太过突出的地方。 如果是别人看, 或许不会看出什么, 但江浩拥有鉴别之眼, 昨天他就看出了这两人的真实等级。 这两个不只是这两个人, 有好几个都在隐藏实力。 其中算上陆百川、宋高林, 这一届学校大比出现了五位五阶觉醒者。 四阶觉醒者更是不下二十位, 就连秦清兰都在隐藏实力, 别人看不出他的真实实力, 可他鉴别之眼却看出了他已经突破到了四阶。 只不过一只隐藏没有爆发而已。 这也再次让江浩意识到了, 自己之前确实小瞧了学校大比。 不知不觉间, 比赛再次来到了下午。 下一场, 龙城大学江浩对战北华大学白阳。 就在江浩昏昏欲睡的时候, 马晨宇的声音响起。 江浩眉头一挑, 随即嘴角上扬, 白阳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了。 当即他起身向擂台走去。 白阳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与江浩碰到, 顿时喜笑颜开。 哈哈, 很好, 江浩今天我就让你有来无回, 等你死了, 我再想办法得到苏清雪。 这个江浩还真是好运, 两次淘汰赛竟然都躲过了马哥。 希望他这一次能给点力, 坚持过这一文吧。 怕是难了, 这个白阳不简单, 是S级天赋。 这一次江浩肯定必输无疑了。 龙城大学这边, 众人同样看着这一幕。 因为江浩的原因, 他们这一周都不需要上课了, 都坐在教室内看着学校大比的直播现场。 邹文林也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昨天江浩侥幸获得了胜利, 这一次怕是没有那么好运了。 在医院病房内, 白文洛、徐静也在看着这一幕。 前天, 他们就已经从重伤昏迷之中苏醒了过来。 在得知学校大比马上开始后, 他们顾不上养伤, 立即让人给病房内按了一个电视, 方便他们看看直播。 白文洛有些诧异, 夫人, 我看这个江浩怎么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呢? 你也有这个发现。 徐静一愣, 随即把自己的发现也说了出来。 两人都觉得纳闷, 却又说不出哪里纳闷。 参赛席上, 陈文君双拳紧握, 目光死死地盯着江浩。 昨天败给了江浩, 对他来说就是莫大的耻辱。 尤其既然有人说他与江浩有勾结, 是故意输给江浩的, 这让他更加愤怒了。 此刻他恨不得能代替白羊, 一雪前耻。 只可惜, 他第一轮就被淘汰下来了, 已经没有资格上场了。 江浩与白羊站在了擂台上。 白羊一脸冷笑地看着江浩, 江浩, 真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倒霉, 竟然会在这个时候遇到我。 是啊, 我也没想到会遇到你。 江浩微微一笑, 原本他只想过, 要是能在擂台上碰到白羊该多好, 可没想到, 竟然真的碰到了。 不知道自己, 如果把白羊杀了, 白文洛, 徐静会怎样? 相信一定会很疯狂吧? 不过可惜, 他还不能这么做, 他倒不怕白文洛, 徐静他们, 但他怕这两个家伙, 把怒火撒在父母身上。 自己在父母身边倒无所谓了, 可眼下他不敢躲。 为了一时之快, 没必要让父母陷入危险之中。 如果父母此刻都是三阶觉醒者的话,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杀了白羊, 但眼下, 他也只能是简单地教训一下白羊了。 开始吧。 白羊还想要说什么? 就听到裁判, 说了开始。 第121章。 又赢了。 江浩, 去死吧。 白羊手掌一挥, 瞬间树到火球凭空出现, 随即向江浩掠去。 白羊这一手完全没有任何留守, 摆明了是奔着弄死江浩去的。 然而就在众人都以为江浩必死无疑的时候, 却见江浩突然身形一动, 将白羊的攻击尽数躲开。 白羊有些诧异, 不过他并没有惊慌, 立即再次施展攻击, 只见三条火蟒出现在了擂台之上, 向江浩掠去。 江浩有些意外地看向白羊, 看来这两个月, 他并没有虚度呀。 竟然领悟出了这种攻击。 这可不是一般灵能者若拥有的手段, 就算至少遇到的那个五级灵能者林子墨, 都没有这种手段。 或, 不愧是S级天赋的觉醒者, 这手段根本不是A级以下的觉醒者所能领悟的。 这一次, 那个江浩在劫难逃了, 什么人都想参加学校大笔, 也不看看, 学校大笔是他们能参加的吗? 唉, 没什么看头, 没意思, 还是抓紧结束, 进入下一场吧。 此刻, 众人已经断定江浩必输无疑了, 面对着这样的攻击, 一阶觉醒者中, 除非特殊存在, 或者天赋比白羊厉害的, 才能战胜白羊, 否则根本没有赢得可能性。 哈哈, 老公看到没? 这就是咱们羊儿, 太厉害了。 病房内, 徐静看着白羊的攻击, 忍不住笑出声。 白文洛也点了点头, 对于白羊的表现非常满意。 他而白羊果然厉害, 相信用不了多久, 必然比那个讨厌的X还要厉害。 擂台上, 江浩看着急驰而来三条火蟒, 身形移动, 虽然没有施展灵波微步那么夸张, 却依旧让众人震惊不已。 卧槽, 这速度, 这家伙怎么会突然这么快? 众人诧异地看着江浩, 这速度足以碾压不少一阶觉醒者了。 这是鼓舞者应该有的实力吗? 或许这是他的天赋吧, 别忘了, 江浩可不单单是鼓舞者, 更是拥有SSS级天赋的鼓舞者。 听到这话, 众人这才觉得有情可原, 鼓舞者并不少见, 可天赋超过C级的鼓舞者却并不常见, 更别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SSS级天赋的鼓舞者了。 或许有些特殊也说不定。 为了不太引人注目, 江浩连灵波微步都没有施展出来, 只是将速度稍微提升了一些而已。 白羊的三条火蟒看似神奇, 其实只不过是火系能量凝聚出来的而已, 并非真的火蟒, 江浩轻而易举就将其躲避开。 白羊没想到, 江浩如此轻易就躲开了自己的攻击, 当即便还想再次攻击。 可此刻, 江浩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身前。 白羊, 你这点实力, 着实让我有些失望呀。 听到江浩的戏血声, 白羊脸色一变, 下意识便想要后退。 身为灵能者, 他自然清楚被禁身的后果。 只是江浩是如何禁自己身的, 为什么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然而江浩根本不给他后退的机会, 直接一巴掌甩出。 啊, 白羊惊呼一声, 随即整个人如同陀螺一般, 在擂台上转了好几圈, 最后从擂台上摔了下去。 众人愕然地看着这一幕, 谁也没想到, 江浩竟然又赢了。 江浩耸了耸肩, 随即看向裁判。 裁判明白过来, 立即开口宣布, 这一战, 龙城大学江浩胜。 龙城大学听到裁判的宣布, 立即欢呼一片。 又赢了。 江浩还真给龙城大学长脸。 邹文林脸上也绽放出了笑容, 如果江浩能挺过第三轮淘汰赛, 就算在晋级赛, 输了依旧不会惋惜。 能够达到晋级赛, 就已经超过了不少学生, 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了。 相比于龙城大学这边的开心雀跃, 医院病房内, 白纹落, 徐静脸色缺阴沉如水。 刚才的架势, 白羊分明必赢, 可结果没想到, 竟然还是输了。 这个该死的江浩, 简直最该万死。 徐静冷声道, 来人, 去江浩家里, 给我收拾一顿他父母。 哼, 敢打伤我儿子, 我也要让他付出代价。 是, 体育馆内, 北华大学脸色也十分不好看, 这是明晃晃的打脸。 当初, 他们因为江浩的能力, 在五大书院没收江浩的情况下, 他们也没收江浩。 可今天, 江浩当着真多人面, 把白羊打败了。 这岂不是说, 白羊不如他江浩, 当初他们, 北华大学也瞎了。 在场除了苏清雪高兴以外, 怕也就是朔丰大学了。 他们与北华大学的有恩怨, 因此很愿意看到 北华大学吃瘪的样子。 江浩此刻已经回到了座位上, 对于众人的心理并没有理会。 就在这时, 江浩手里来了一条短信, 一看竟然是苏清雪发来的。 我还以为你会杀了白羊呢。 看着短信上的内容, 江浩摇了摇头, 随即开始给苏清雪回复。 想了,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再让他蹦那几天再说吧。 在江浩与苏清雪用手机发短信闲聊室, 远在龙城。 江上泉与萧玉芬依旧在努力修炼, 突然房门被敲响。 两人从修炼中退了出来。 敲门声再次传来, 江上泉与萧玉芬一愣, 这个点了, 谁会过来。 两人对视一眼, 如果他们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普通人了, 通过江浩他们也见识到了觉醒者的世界。 这也让他们多了个心眼, 并没有立即起身开门。 外面白氏集团的人眉头一皱。 什么情况,江浩家里莫非没人? 他又敲了两下, 依旧没有人开门。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江上泉与萧玉芬他们此刻已经站在了门口, 透过猫眼看到了他们。 其中一人拿出电话, 给徐静打了过去。 夫人, 我们敲了半天门, 没人开门, 估计他们不在家, 我们撤回来, 还是怎么办? 听到外面的声音, 江上泉与萧玉芬断定, 这些家伙肯定不是好人。 更加肯定了不开门的想法。 如果对方只是一两个人的话, 以他们如今的实力或许还不怕, 可对方五六个人呢, 他们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江上泉怒气道, 该死的, 真当咱们好欺负了不成。 别冲动, 咱们待在房间那别处去, 他们敢做什么的话, 万分留报警。 第122章, 战许晴。 清晨, 江浩跟苏清雪吃过早饭后, 便来到了体育馆, 等了一小会后, 第三轮淘汰赛便开始了。 由于前两天的淘汰赛, 淘汰了不少人, 已经没有几个了。 估计过了今天以后, 一阶觉醒者都会被淘汰。 看着擂台上的战斗, 江浩有些期待, 今天自己的对手会是谁。 希望别是三阶网上的, 那样自己就得提前暴露实力了。 然而江浩的担忧显然有些多余了。 当他听到自己出战的信息后, 不由一愣。 下一场, 龙城大学江浩对战北华大学许晴。 苏清雪也有些愕然, 不由回头看了一眼江浩。 他很想知道, 这家伙会怎么对待许晴。 许晴也没想到, 自己第三轮的对手竟然会是江浩。 心中却忍不住暗自松了一口气。 还好是江浩, 如果是其他人, 他还真没把握招生对方。 是江浩的话, 他就能进入到晋级赛了。 白羊语气森然地说道, 许晴, 不许留守, 我要你杀了这个家伙, 听到了吗? 许晴点了点头, 随即走向了擂台。 许晴? 许晴? 经过了这两天的战斗, 许晴也积攒了一些人气。 一看到许晴上台, 立即发出了欢呼。 很快, 江浩也来到了擂台之上。 虽然江浩坚持了两场淘汰赛, 可众人依旧不看好他。 鼓舞者, 就算天赋是SSS级又如何, 天赋并不能决定一些。 就像比如, 你的能力是灵能者, 可你的天赋是SSS级的势力清晰, 一样什么用都没有。 许晴淡淡地看向江浩, 江浩, 你真不应该过来参加学校大比的, 你只是个没用的废物, 你的能力翻不起任何浪花的。 到此为止吧, 成为我的垫脚石, 也是你的荣幸了。 好啊,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江浩淡然一笑, 想要让自己成为垫脚石, 真不知道谁给许晴的自信。 比试开始, 裁判宣布了开始。 许晴没有任何客气, 直接变身成三爪冰龙。 随即对着江浩, 就是一记神龙百尾。 许晴出手的两次, 都会施展出这一招。 而这一招他也屡试不爽。 又是这招, 这一次江浩肯定死定了。 不错, 许晴已经凭借这一招, 杀了两个人了, 江浩也必死无疑。 则则则, 只要赢了江浩, 许晴就能进入到晋级赛了。 看到许晴发起攻击, 众人立即议论起来。 在他们看来, 江浩必死无疑了。 许晴出手极为狠辣, 他的对手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直播间内, 网友看到这一幕, 也纷纷发起了弹幕。 好, 这个普通大学的小子终于要下线了, 看他太耽误事了, 就不应该让他参加比赛。 许晴666, 加油, 我爱你。 真是的, 什么人都能参加学校大比了, 这样的废物过来参加干什么, 还不如早点弄死呢? 放心, 他马上就要死了。 一条条弹幕不停地滚动着, 龙城大学众人也在紧张地地看着这一幕。 如果江浩赢了, 那他们龙城大学必然出名, 可江浩能赢吗? 许晴这一手威力如何, 他们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邹文灵双手紧张的都是汗。 出招呀! 邹文灵恨不得站在擂台上替江浩出手。 擂台上, 江浩看着迎面过来的蓝色龙尾, 终于知道许晴为什么愿意用这一招了。 看似普通的神龙百尾, 原来带着锁定的能力。 江浩感觉到了一股能量锁定了自己, 试图让自己无法移动。 江浩摇了摇头, 这一招对别人或许有用, 可对于他来说却没有什么用。 碰! 蓝色龙尾重重抽在江浩的身上。 就在众人以为江浩会被抽飞的时候, 可下一幕, 却让众人一惊。 只见江浩竟然一把抱住了许晴的尾巴, 身体站在原地一动未动。 卧槽! 这怎么可能? 这,这,这竟然接住了? 没搞错吧, 怎么会被接住呢? 难不成许晴没有动用权力? 众人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别说众人诧异了, 就连许晴自己也有些懵了。 这怎么可能? 自己的攻击威力如何? 他再清楚不过。 如果此刻站在他对面的是二阶觉醒者, 或者其他人, 他都不至于这么震惊, 可偏偏站在他身前的是江浩。 他实在想不明白, 江浩是如何抓住自己尾巴的。 不过诧异归诧异, 战斗还要继续。 许晴张开嘴巴, 就要吐出寒冰龙溪, 可江浩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只见江浩猛地用力, 如同十多米长的许晴, 竟然被江浩给抡了起来。 许晴惊呼一声, 想要挣脱开江浩的束缚, 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碰! 江浩没有任何手下留情, 直接将许晴重重砸在了擂台之上。 沉闷而又巨大的声响, 让人听着就疼。 众人呆呆地望着这一幕, 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不仅是现场众人, 就连直播间的弹幕, 也消失不见了。 显然谁也没有想到, 这种情况发生。 一个个愕然地看着这一幕。 这个江浩不简单啊。 体育馆内, 隐蔽的房间中。 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的校长 也注意到了擂台上的一幕。 之前他们也见到了江浩出手, 不过都没有在意。 可如今, 他们想不在意是不行了。 不说最开始的陈文君, 单说第二轮的白杨, 那可是S级天赋的 一阶火系灵能者。 可在与江浩正面战斗的情况下, 仍然输给了江浩。 眼下许晴, 虽然是A级的变异者, 可因为能够变身成三爪冰龙, 实力并不比S级天赋觉醒者弱, 可在江浩面前, 竟然依旧没有反抗能力。 这正常吗? 这他娘的, 根本就不正常好吗? 是啊, 看来咱们都看走眼了。 有人点了点头, 也有人提出了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不尽然, 不论是陈文君, 还是白杨, 许晴之所以会这样, 全都因为对古武者不了解, 所以轻敌所致。 而且, 你们别忘了, 这才是一阶, 古武者与一阶的体能者, 没什么两样。 几位校长闻言, 倒也觉得有几分道理。 他们确实有些看得太片面了, 至于江浩是否真的有能力, 还要继续观察一段时间才行。 第123章 成全我一次。 不给许晴反应的机会, 江浩直接栖身而上, 骑在了许晴的身上, 双拳直接对着许晴的脑袋砸去。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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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闷的声响不断传出, 让人看得一阵摇头。 这两个家伙不会有仇吧? 江浩明明能直接将许晴丢下去, 竟然非要骑着打。 最需要这种攻击伤害不大, 侮辱性极强。 在江浩的攻击下, 许晴的脑袋上鳞片炸裂, 鲜血顺着伤口就落下来。 江浩! 许晴回过神来, 怒吼一声, 自从觉醒了以后, 他何时收到过这样羞辱? 许晴晃着脑袋, 想要将江浩从他的身上甩下去。 可江浩却一只手抓住了他的龙脚, 任由他如何甩都无法将江浩甩下去。 江浩, 你给我滚下来, 江浩的声音没有任何掩盖, 众人听得不由嘴角一阵抽搐。 你该死! 许晴怒吼, 龙音声不断响彻, 可却依旧丝毫都奈何不了江浩。 这是你逼我的! 许晴庞大的身体猛地倒在地上, 随即向一旁翻滚, 似乎想要凭借自身体型的优势, 将江浩压死。 江浩见状, 这才从许晴的身上跳下来。 许晴立即张嘴, 向江浩吐出寒冰吐息。 瞬间, 擂台上温度骤降, 出现了一层冰霜。 江浩迅速移动, 躲避着许晴攻击, 不让许晴攻击到自己。 许晴怒声道, 江浩, 你只会逃吗? 他连续喷了好几口寒冰吐息, 竟然没有一次碰到江浩, 这让他恼怒不已。 感觉自己被江浩给耍了, 那就去你所愿。 见江浩竟然这么停下来了, 许晴眼前一亮, 眼神中迸发出杀意。 张嘴便是再次吐出寒冰吐息, 刚准备再次向江浩出手, 可江浩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他身旁。 许晴瞳孔骤然一缩, 不等他做出反应, 江浩就已经一拳轰出。 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拳, 许晴起初还没有在意, 可下一秒, 当江浩的拳头落在他的身上时, 他脸色不由一变。 碰, 破, 许晴一口鲜血喷出, 庞大的身躯滑出了十多米, 来到了擂台边缘。 许晴刚刚稳住身体, 就看到江浩再次来到了身边。 不要江浩, 我不想说。 许晴连忙开口, 语气重, 充满了哀求。 你知道我为了今天, 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吗? 江浩我知道你还喜欢我, 一定不会让我输的对吗? 你成全我一次, 主动认输好不好。 众人诧异地看着许晴, 随即又看向了江浩, 很好奇江浩会如何选择。 白羊脸色阴沉, 他知道许晴不要脸, 没想到许晴竟然这么不要脸。 北华大学众人同样脸色难看, 感觉无比丢脸。 这可是比赛, 比赛时候你用什么手段都可以, 只要能赢就行。 可哪有求着人家认输的? 哼, 杜元璐, 这就是你北华大学的学生吗? 还真是让人另眼相看呀。 体育馆隐藏的房间内, 叶峰玩味地看向北华大学校长, 比对方强识救下死守, 不如对方就赎对方认输。 杜元璐脸色阴沉, 他也没想到许晴竟然是这样的人。 原本他还想重点培养一下许晴呢, 现在看来完全没必要了。 一位女性校长说道, 话说, 这个许晴与江浩应该是认识吧? 不然怎么会说出江浩喜欢他的话呢? 众人耸了耸肩, 他们那里知道这些, 他们根本不关注一些好不好。 直播间内, 一些知道江浩与许晴情况的大义心声, 忍不住发出弹幕。 呸, 这个许晴还真是不要脸。 当初江浩被测试出鼓舞者的能力后, 立即跟江浩分手, 投入了白羊的怀抱, 如今竟然还好意思跟江浩说这话。 我去什么情况? 快说说。 详细说说。 一些看热闹不怕是大的人, 立即发出询问的弹幕。 而刚才发表言论的人, 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立即将情况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惹得众人一阵唏嘘。 病房内, 白文洛、 徐静自然也看到了这些弹幕。 两人脸色阴沉不已。 徐静冷声道, 去, 把那个乱发言论的人抓出来, 剁了他的手。 如果不是看中许晴的能力, 他们当初根本不会同意白羊跟许晴在一起。 今天许晴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了, 看来他们需要重新考虑一下, 白羊与许晴的关系了。 擂台上, 你想让我主动认输, 成全你。 江浩淡淡地看着许晴。 许晴恢复了人形状态, 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你会这么做的, 对不对江浩? 以前自己每次这个表情, 江浩就会无条件答应自己任何要求。 他相信, 这一次, 江浩也绝对不会拒绝自己的。 谁给你的自信? 江浩淡然一笑。 是, 什么? 许晴有些没反应过来。 然而江浩却没有再说下去的性质了, 同样他也没给许晴说话的机会, 直接一拳挥出。 这一拳, 江浩跟刚才一样, 没有动用暴击, 只是他正常状态下的一拳。 同样江浩也没有手下留情, 虽然是普通的一拳, 却是他的十层力量。 他现在还没打算杀了许晴, 不过也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他的。 碰。 在许晴难以置信的目光下, 江浩一拳砸在了他的小腹上。 一口鲜血喷出, 整个人倒飞出去, 最终重重砸在了擂台下面, 直接陷入了昏迷。 北华大学这边的医疗队, 立即赶过来, 将许晴抬走。 虽然许晴这一次让他们丢尽了脸, 可毕竟是他们北华大学的学生, 他们不能见死不救。 这一战, 龙城大学江浩胜, 裁判第一时间宣布了比试结果。 江浩走下擂台, 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 这时, 手机短信来了, 江浩一看, 又是苏清雪发来的。 你没事吧? 江浩见状哑然失笑, 自己能有什么事, 苏清雪该不会以为自己, 还对许晴于晴未了吧。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即给苏清雪回了个没事, 便继续观看比赛了。 第124章, 晋级赛开始。 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 凭什么无缘无故闯进我们家? 江上泉与萧玉芬, 愤怒地看着对面的五六个人。 这些家伙, 强行闯进来不说, 不仅直接打了他们一顿, 还将他们家砸得的不像样子。 若非他们有江浩给的C级鳄鱼为假, 再加上, 他们已经成为了一阶觉醒者, 此刻怕已经被打中伤了。 哼, 要怪就怪你儿子在学校大笔上, 打伤了我家白杨少爷吧。 为首之人冷哼一声, 说完便直接带人离开了。 这些该死的家伙, 简直没有枉法了。 江上泉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坐在了沙发上。 咱们给小浩打电话, 让小浩回来解决这些家伙。 萧玉芬阻止了江上泉, 不行, 小浩参加学校大笔去了, 咱们不能让他分心, 等小浩回来再说。 江上泉文言只好放弃了给江浩打电话的想法。 听他们的意思, 这些家伙应该是白氏集团的人, 这些家伙还真是不消停, 都已经被小浩打成这样了, 竟然还这么嚣张。 萧玉芬撇了撇嘴, 白氏集团作威作福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可能不嚣张? 行了, 你休息休息, 我收拾一下。 萧玉芬艰难地站起来, 开始收拾房间内的狼藉。 江上泉也过来帮忙了。 萧玉芬一边收拾, 一边眼眸浮现出一层水雾。 虽然如今他们家有钱了, 可这些钱都是江浩辛辛苦苦挣得。 如今被砸成这样, 他心疼不已。 江上泉连忙安慰萧玉芬, 还他妈别哭别哭, 等小浩回来了, 一定会为咱们报仇的。 战武书院体育馆内, 今天一早, 所有人都老早就过来了, 原因无他, 只因为今天是晋级赛的第一轮。 经过了三天的淘汰赛, 参赛者缩减了一大半, 能够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了。 这时, 马晨宇等一种评委走了, 走上了评委席。 马晨宇看了一眼中人, 开口道, 首先我要在这里, 恭喜每一位进入到晋级赛的学生。 晋级赛分两轮, 最终留下20人用来进行决赛。 晋级赛的规矩与淘汰赛一样, 现在开始抽签决定对手。 随着马晨宇的声音落下, 评委席上面的大屏幕立即滚动起来。 很快, 两张照片以及名字就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第一站的选手已经定下来了, 北华大学张琪对战北海大学陈子怡, 请两位选手上场。 张琪与陈子怡走上了擂台, 在听到裁判宣布开始后, 立即施展出了自己的能力。 然而有意思的是, 这两人不仅都是二阶修为, 就连能力也都是一样的, 竟然都是水系灵能者。 唯一不同的是, 张琪是C级天赋, 而陈子怡是B级天赋。 只见张琪站在原地, 身后浮现出两条 如同成年人大腿粗细的水柱, 向陈子怡攻去。 面对张琪的攻击, 陈子怡丝毫不慌, 手掌一抬, 顿时一道水墙浮现在身前, 抵挡张琪的攻击。 随即在陈子怡的身后, 凝聚出数道水箭, 在陈子怡的操控下, 向张琪暴射而去。 张琪见状, 身后的两条水柱立即合二为一, 强行冲破了陈子怡的水墙, 然后攻向陈子怡的水箭。 碰, 碰, 碰。 清脆的水滴声响起, 最终陈子怡的水箭与张琪的水柱消失不见。 陈子怡立即伸手指向张琪, 下一秒, 一道水柱凭空出现在张琪的头顶上空, 如同瀑布一般落下。 张琪心念一动, 头顶立即出现一道水纹屏障, 将陈子怡的攻击抵挡下来。 然而这还不算完, 只见陈子怡再次挥手一指。 顿时擂台之上, 下起了雨。 然而, 看似普通的雨, 却蕴含玄机, 在落下的那一刻, 立即化作锋芒, 摄像响起。 张琪脸色微变, 连忙在身前凝聚出一道水墙, 可水墙能护住他身前, 却顾不住他身后还有身体两侧。 很快, 他身上就被雨水化作的锋芒弄得遍体鳞伤。 无奈, 张琪只能选择认输。 这一战, 北海大学陈子怡胜。 听到裁判的声音, 北海大学这边立即欢呼起来。 晋级赛第一场就那下个开门红, 这绝对是个好兆头。 下一场, 北陈大学张子兴对战青山书院刘子强。 只见一个背着剑, 一个拿着长枪的两名青年来到了擂台上。 拿武器上擂台并不是稀奇事, 之前有不少人都是那些武器上擂台的。 在听到裁判宣布开始后, 两人果断出手。 张子兴与刘子强同样是三阶觉醒者, 并且两人也是体能者。 只不过, 张子兴是A级天赋的青铜体, 而刘子强是S级天赋的塑胶体。 张子兴手持长剑直奔刘子强掠去。 看到这一幕, 江浩不由点了点头。 这个张子兴战斗意识不错, 知道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 所以他一开始便直接拉近与刘子强的距离。 这样一来, 刘子强的长枪优势就很难发挥出来。 刘子强也看出了张子兴的意图, 二话不说迅速后退, 同时手中长枪向张子兴攻去。 这个时候, 刘子强的体质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因为是塑胶体的缘故, 所以刘子强的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延伸很长一段。 这也就导致, 刘子强不需要靠近张子兴, 直接将双臂延长, 就可以远距离对张子兴进行攻击。 这也导致张子兴始终无法进一步突破, 只能被迫与刘子强攻击。 枪枪枪! 清脆的金属碰撞声音不断在擂台上响起。 看着两人的战斗, 江浩露出了饶有兴趣的神色。 原本他还挺看好张子兴的, 可看到刘子强的手段后, 他更看好刘子强了。 不能说刘子强有多强, 但他确实将自身的优势开发到了极致。 如果是同级, 同天赋的情况下, 怕是很少有人会是刘子强的对手。 而且, 江浩还发现一点, 刘子强的手段对于灵能者有些很大的威胁。 可以说, 刘子强天生克制灵能者。 这一点不仅江浩发现了, 其他人也发现了。 擂台上的战斗依旧在继续, 不过胜负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张子兴很不错, 只可惜遇到了刘子强。 除非是比刘子强强, 否则一般人很难突破刘子强的防线。 当然, 如果速度足够快的话, 同样可以压制住刘子强, 只可惜这两点张子兴都不具备。 最终, 张子兴还是战败了。 第125章 对战马兵 下一场, 龙城大学江浩对战南玉书院马兵。 刚刚吃过午饭, 江浩慰懒地坐在座位上, 原本以为还要等到下午才能到自己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自己了。 当即起身向擂台走去。 马兵在听到这则通告后, 先是一愣, 随即露出狂喜之色。 原本他都已经不对, 能在擂台上遇到江浩抱有什么希望了。 没想到, 竟然直接让他在晋级赛上遇到了江浩。 这一次, 这个江浩终于走到头了。 江浩能挺到晋级赛已经很不容易了。 只可惜, 这一次他的对手不仅是五大书院之一南玉书院的学生, 更是二阶觉醒者。 这样的成就足以让江浩自傲了。 直播间内, 网友议论的方向瞬间落在了江浩的身上。 毕竟, 江浩是第一个以普通大学参加学校大比的人, 更是第一个走到晋级赛的普通大学学生。 原本之前都是讽刺江浩的人, 在看到江浩上一场战斗后, 都改变了一些看法。 不过同样没有人看好他。 龙城大学这边, 看到江浩再次登场, 他们又一次紧张起来。 其实看到江浩走到晋级赛, 他们已经感觉到了不可思议。 如今看到江浩对手变成了二阶的觉醒者。 他们更加不对江浩抱有什么希望了。 邹文林叹了一口气, 江浩已经完成了一个壮举。 虽然不可能继续走下去了, 他希望江浩能平安回来。 嘿嘿, 你们踩马哥会有几招打败江浩? 几招? 我才最多两招, 肯定能把江浩打得哭爹喊娘。 哈哈, 我猜不一定, 马哥的意思是想要这么这个家伙。 我觉得马哥不可能那么容易就弄死那个家伙的。 马斌那些小弟一个个低声说道。 与此同时, 江浩与马斌已经来到了擂台之上, 两人相对而战。 江浩眉头微皱, 这家伙怎么回事, 为什么眼神中充满了敌意呢? 就在江浩纳闷之际, 马斌的声音传来, 江浩, 本来咱们两个无冤无仇, 但奈何你招惹了苏清雪, 所以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等着吧, 打得连你妈都不认识你, 我要让苏清雪那个贱人看看, 他选择的男人有多么废物。 马斌的声音不大, 别人听不到, 但江浩却听得一清二楚。 同时也终于听明白了, 这家伙对自己的敌意来自哪里。 不过不知道他是哪来的自信, 竟然敢这么跟自己说话。 江浩摇了摇头, 没有理会马斌。 而江浩的沉默, 在马斌看来, 就是怕了, 所以才不敢说话。 哼, 苏清雪你看看你选择的狗男人, 在我面前连屁都不敢放一下。 开始吧。 裁判示意了一下, 马斌立即变身, 成了一只如同轿车大小的陆地龟, 随即向江浩冲去。 嗯…… 变异者就这一点不好, 虽然他们能变身成动物, 可在变身后, 他们也会拥有该动物的一些特征。 例如, 马斌变身成了陆地龟, 除了继承了陆地龟的防御后, 也继承了陆地龟的行动缓慢。 马斌脖子上的筋都蹦起来了, 可速度依旧没有什么见证, 依旧缓慢地向江浩靠近。 我猜有没有搞错, 速度这么慢, 等他够到江浩的时候, 估计太阳不下山了。 还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这伙白瞎一个SS级天赋了, 能力竟然只是变成一只陆地龟, 这他娘的是爱搞笑的吧。 无语, 真是无语。 直播间内, 一道道弹幕飘过。 同样无语的还有其他人, 谁也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 之前, 马斌倒是出战两次, 可他的对手都是一阶觉醒者, 见他是二阶觉醒者, 谁也没出手, 直接选择了投降。 因此, 并没有人知道马斌的真实战斗力。 这还是众人第一次见到马斌变身后的样子。 南玉书院众人则露出了尴尬的神色, 都觉得有些丢人。 若非马斌的防御力极强, 根本没有资格代替南玉书院参加学校大比。 可眼下看起来, 就显得有些丢人了。 看着这样的马斌, 江浩嘴角一阵抽搐。 就你马这样, 摇了摇头,江浩也不等了, 直接走向了马斌。 马斌半天没有移动几厘米距离, 江浩两步就来到了马斌身前。 看到江浩的行为, 众人不由一伦起来。 我靠,江浩这是干什么? 他不离马斌原点, 反而还靠近马斌, 这不是找死吗? 就是啊, 这个时候就应该与马斌拉开距离, 让马斌干着急。 唉, 还是战斗经验太少了。 看到江浩过来了, 马斌面色一喜, 当即张嘴, 就向江浩咬去。 除了速度慢,防御力强以外, 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咬人的速度特别快。 马斌也不例外, 别看他速度慢, 可张嘴咬人的速度, 却快成了残硬。 然而他快, 江浩比他更快, 不等马斌咬到江浩呢, 江浩一巴掌甩出。 啪! 清脆的声响, 响彻体育馆, 众人一愣。 马斌同样一愣, 江浩竟然当众打自己的脸。 回过神来, 马斌张开嘴, 就是对着江浩一顿咬。 这还不是让他最生气的, 最让他生气的是, 从开始到现在, 江浩的巴掌就没停过。 最重要的是, 自己怎么躲都躲不过去, 就好像自己把脸伸过去, 主动让江浩打一板。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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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脆的巴掌声响彻不绝。 马斌那些小弟, 一个个面面相去, 这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江浩, 我杀了你! 马斌怒骂一声, 脉动着四肢向江浩撞来。 江浩摇了摇头, 失去了兴趣。 身体一动, 直接转到了马斌身旁。 马斌咬牙切齿地说道, 江浩, 你有本事别动。 一动不动是王八。 江浩微微一笑, 你…… 马斌气急, 却又拿江浩一点办法没有, 只能转身继续向江浩咬去。 然而江浩却准备跟他玩下去了, 当即一记边腿甩出, 重重踢在了马斌的龟壳上。 不等马斌反应过来, 直接整个人如同陀螺一样, 甩飞了出去。 碰! 马斌四脚朝天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第126章, 然后这样, 我去, 什么情况? 江浩竟然又赢了? 二阶竟然被一阶打败了, 最重要的是, 这个二阶还是五大书院的学生。 嗨嗨, 这一次南狱书院的脸针是丢大发了。 不论是现场还是直播间, 都是先是一愣, 随后议论声纷纷响起。 显然谁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 别说是众人了, 就算是马斌都没反应过来。 他挣扎地想要翻身, 可翻了半天都没翻过来, 无奈只能恢复人形状态。 而此刻他才发现, 自己竟然落在了擂台之外。 脸色瞬间铁青下来。 嗨嗨, 这一战, 龙城大学江浩胜。 龙城大学? 众人呆呆地看着电视,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江浩竟然又胜了。 最重要的是, 江浩打败了南狱书院的学生了。 哗! 众人回过神来, 紧接着顿时一片哗然。 江浩打败了南狱书院的学生, 可这是极大程度的打脸南狱书院。 他们龙城大学这次必定火了。 邹文林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同样一脸不可置信的神色。 他也没想到江浩竟然真的赢了。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体育馆隐藏的房间内, 啪! 一道茶杯摔碎的声音响起。 哈哈! 老陈呀! 多大点事, 没必要上这么大的火。 就是就是, 比赛输赢在所难免, 何必动怒呢? 消消气, 消消气。 其他人幸灾乐祸地笑道。 陈铭安冷声道, 哼, 你们倒是说起了风凉话, 这个江浩摆明了就是过来打脸的。 也不用你们笑, 看你们的学生被江浩打败了, 你们什么样? 一旁的永夜书院校长笑道, 老陈, 大家不是跟你开个玩笑吗? 何必当真? 再说了, 这才刚刚晋级赛而已, 没必要认真。 哼, 陈铭安冷哼一声, 不再理会众人。 这帮狗东西, 一个个的, 就知道幸灾乐祸。 看一会, 轮到你们的时候, 我怎么笑话你呢? 江浩回到了座位上, 继续观看比赛。 接下来的比赛, 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 实力低的, 虽然拼尽全力, 却也就一般般, 没有什么亮点。 实力强的虽然厉害, 可战斗起来, 藏头藏尾, 不愿意现在就暴露实力, 导致战斗, 同样没有任何看点, 除非需要势均力敌的。 只是目前来说,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比赛依旧持续到了晚上七点的时候, 这才停止第一轮的竞技赛。 江浩跟苏清雪, 回到了住处, 自从两人默认了关系后, 便直接住在了一起。 马兵的住处, 马兵脸色阴沉, 如水地坐在沙发上, 一旁的几个小弟低着头, 不敢乱说话。 他们谁也没想到, 竟然是这么个局面, 原本以为马兵能轻而易举地教训江浩一顿呢, 结果被江浩一顿教训。 如果说, 之前的三场比试, 江浩对手都是大意了, 那些这一场马兵可一点都没大意。 而且, 江浩从始至终都没有使用什么手段。 这说明什么? 说明江浩比马兵还要强。 之前他们都低估了江浩。 王刚沉声道, 马哥, 这件事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件事自然不能就这么算了。 马兵阴侧侧笑着, 可下一秒, 他又表情扭曲起来, 捂着脸到稀凉起。 这个该死的混蛋, 在擂台上竟然打了自己那么多耳光, 自己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呢。 本来南玉书院是准备了医疗团队的, 可一看到苏清雪, 他气愤地就被接受医疗团队的治疗。 这些导致他现在只要面部表情幅度大一些, 就会感觉脸格外的疼。 谭志问道, 马哥, 你说咱们应该咋办吧? 马兵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你们这些, 先去打探一下那家伙的房间号, 然后这样。 明白。 江浩与苏清雪吃过晚饭, 苏清雪便去洗澡了。 以前他一听到别人讨论男女之事, 他除了羞涩以外, 就感觉不理解。 那种事, 除了能繁衍生息以外, 有什么用。 可当他自己品尝到了这种滋味后, 顿时有种食髓之味的感觉, 酥酥麻麻, 仿佛进入了云端一般。 难怪有些人喜欢这种事情, 没有经历过也就罢, 经历之后根本忘不掉。 就像他一样, 碰, 碰, 碰。 就在江浩等着苏清学洗晚饭的时候,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江浩眉头一皱, 这个时候了, 谁会敲自己房门。 虽然疑惑, 但他还是过去将房门打开了。 是你。 江浩瞥了一眼来人, 只见三个青年现在自己门口。 为首之人他认识, 之前自己来战武术院报到的时候, 对方拦过自己的路。 王刚淡淡地说道, 江浩, 不想苏清学有事的话, 跟我们走一趟吧。 苏清学怎么了? 江浩神色古怪地看了一眼王刚。 这家伙, 想要骗自己过去, 最起码找个像样点的理由吧? 非要拿苏清学说事呢? 你去了就知道了。 怎么了? 就在这时, 洗手间的门打开了, 苏清学穿着浴袍, 一边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 一边走了出来。 或许是因为刚刚洗过澡的缘故, 苏清学肌浮泛红, 就仿佛水蜜桃一般。 王刚他们一个个呆愣在原地, 他们没想到苏清学竟然就在江浩的房间内, 更没想到自己能看到苏清学洗完澡的样子。 他们眼神中浮现出惊艳。 王刚, 张小白, 你们怎么过来了? 苏清学一愣, 他刚才就听到门口有说话的声音, 却没有听清说话的内容, 原本他还以为怎么回事呢? 没想到一出来就看到了王刚他们。 想到了什么? 苏清学脸色一沉, 是马兵让你们来的。 他知道这三个人都是马兵的小弟, 他们此刻过来, 那必然是马兵受益的。 我们? 王刚他们心中一阵尴尬, 本来还心思借用苏清学的消息, 将江浩骗过去呢。 结果没想到苏清学竟然就在江浩住处。 原来你们是马兵的人啊。 江浩微微一笑。 在擂台上的时候, 马兵就已经透露了除了对苏清学有意思的神色。 之前他还纳闷呢, 为首这个家伙为什么拦自己? 看来应该就是马兵受益的了。 第127章 贱气。 回去告诉马兵, 想要对付我, 尽管出手, 但别弄这些有的没的, 我的脾气不是一直这么好的。 说完, 江浩也不给王刚说话的机会, 直接把门关上了。 怎么回事啊? 苏清学坐在床上。 江浩没有隐瞒, 将之前马兵在擂台上说的话说了一遍, 又将王刚之前堵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 不好意思, 我给你惹麻烦了。 苏清学吐了吐舌头。 江浩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有啥麻烦不麻烦的, 再说了, 这又不是你的错。 那咱们, 苏清学靠在江浩怀里, 伸手在江浩胸膛画圈。 江浩看了一眼苏清学, 直接靠了过去。 贱人, 贱人! 听到王刚回来的汇报, 马兵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愤怒地咆哮着。 之前在酒店过了一夜还不够, 竟然还同居上了。 这个贱人。 王刚苦笑道, 马哥, 这件事是咱们失误, 谁也没想到, 苏清学会在江浩的房间, 咱们再想其他办法吧。 之前看到苏清学出现在江浩房间那一刻, 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马兵这家伙出的什么主意? 弹芝开口道, 马哥, 我觉得什么办法, 都不如咱们直接找到江浩, 教训他一顿来得好。 其他人也纷纷开口, 就是呀马哥, 咱们这么多人还不幸斗不过他了。 行, 那就等明天的, 今天先放过他一次。 马兵点了点头。 一日, 江浩跟苏清学来到了体育馆, 很快比赛便开始了。 今天第一个上场的竟然是陆百川, 而他的对手, 这一次是一位名为楼云山的青年。 江浩见重, 神色有些古怪, 不由为这个楼云山感到悲哀。 楼云山的实力不弱, 已经突破到了四阶, 只不过一直隐藏实力, 让人以为他是三阶觉醒者。 然而没想到他今天遇到的对手, 竟然是陆百川。 一个隐藏四阶, 一个隐藏五阶。 其实以楼云山的实力, 前五虽然没什么希望, 可前世还是能拼一拼的。 奈何气韵不佳, 遇到了一头蓝鹿虎。 只见陆百川手持一柄长剑, 便走上了擂台。 随后, 楼云山也跟着走了上来, 只不过楼云山两手空空。 江浩已经通过鉴别之眼, 看到了楼云山的能力了, 同样是体能者。 而且他的体质是金刚体, 单论身体强度比陆百川还要强一些。 开始吧。 剑两人都上来了, 裁判直接宣布了开始。 陆百川立即向楼云山发起了攻击, 楼云山见状, 身体一震, 随即在众人的注视下, 他的身体迅速变成了钢铁的颜色。 就连头发丝, 此刻都变成了钢铁。 此刻陆百川的长剑已经刺来, 楼云山直接伸手抓住了陆百川的长剑。 顿时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响起, 同时还伴有火花四剑。 砰! 陈百川一拳轰出, 他的拳头在砸向楼云山的时候, 迅速变成了白色的水晶。 楼云山虽然及时抵挡, 可终究还是被震得后退了两步。 稳住身形后, 楼云山这一次率先攻击, 整个人如同猎豹一般, 迅速冲向陈百川, 双拳化作了无数拳影, 将陆百川笼罩在其中。 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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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百川手持长剑, 不断进行攻击, 将楼云山的拳影尽数抵挡下来。 不得不说, 楼云山还是挺强的, 只可惜他遇到了陈百川。 虽然陆百川不是SSS级天赋, 却也是SS级天赋, 武阶,实力自然无比强横。 而楼云山也只不过是S级天赋而已。 碰! 陆百川的趁着楼云山变换拳头的时候, 直接撞进了楼云山怀中, 一瞬间长剑都不用了, 直接单手向楼云山发起了攻击。 楼云山起初还有些手忙脚乱, 但很快就调整过来, 只是尽管如此, 他依旧失去了先机, 被陆百川打得身体滑行了数米, 这才稳住身形。 陆百川淡淡地说道, 你不是我的对手,认输吧。 呵呵, 楼云山轻笑一声, 随即伸手将嘴角处的血迹擦拭干净。 本来不想这么早暴露的, 但是没想到, 我这么快就遇到了四阶觉醒者。 楼云山摇了摇头, 似是在跟陆百川说话, 又似是在自言自语。 听到楼云山的话, 众人一愣, 随后露出了饶有兴趣的神色。 下一刻, 众人就察觉到了楼云山身上的气息, 开始发生变化, 很快就从三阶变成了四阶。 陆百川面无表情地看着楼云山, 并没有因为楼云山实力变化而变化。 楼云山脚掌猛的一跺地面, 随即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冲向了陆百川。 然而就在众人以为, 这会是一场龙争虎斗的时候, 楼云山竟然直接倒飞了出去。 只见陆百川单手背后, 另一只手拎着长剑站立。 这一幕, 让众人看得一愣。 楼云山都已经释放出了真实修为, 结果竟然依旧没有讨到什么好处, 这说明什么? 楼云山也诧异地看了一眼陆百川, 他也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 认输吧, 你不是我的对手。 陆百川神色默然地看着楼云山。 哼, 等你真正打败我再说吧。 楼云山冷笑, 随即再次向陆百川冲了过去。 这一次, 他的速度明显提升了一倍不止。 显然连续没讨到好处, 让他也有些不淡定了。 在即将靠近陆百川的时候, 楼云山身体猛地一跃, 直接扑向陆百川。 陆百川眸子微眯, 手中长剑猛地一挥, 顿时一道光芒掠出, 直奔楼云山。 看着这道光芒, 楼云山一惊, 此刻想躲却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硬着头皮硬炕。 哗!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皆是神色一变, 纷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靠, 我没看错吧? 这既然是剑气, 这怎么可能? 天哪, 既然是剑气, 这可是六阶体能者才能掌握的手段。 没想到陆百川现在就掌握了, 太不可思议了。 拦不成陆百川已经突破到了六阶不成, 不止现场, 就连直播间也开始刷屏了, 一个个都在为陆百川施展出剑气, 而感到不可思议。 碰! 楼云山被这道剑气阵的,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身体更是直接倒飞了出去, 重重砸在了泪台外。 第128章, 赌一把。 江浩也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如今他也是用剑的, 对于剑气这种东西, 也颇为感兴趣。 没想到陆百川竟然能领悟出剑气, 这悟性果然厉害。 看来, 自己如果遇到了陆百川的话, 也要小心一些。 此刻, 一些与陆百川一样隐藏实力的人, 目光露出一抹警惕与忌惮。 老王呀, 你们战武术院出了的好苗子呀。 体育馆隐藏房间内, 一位学校校长露出羡慕的神色。 王长校笑着道, 还行, 还行, 百川这个孩子平时修炼非常刻苦。 虽然他说的谦虚, 可任谁都能听出他心中的得意。 这让众人在心里十分鄙夷。 战斗依旧在继续, 很快一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 江浩无聊地坐在椅子上, 默默等着自己上场。 这些战斗, 除了之前陆百川与楼云山的战斗比较精彩外, 其余人的战斗就要显得有这一般了。 终于在今天最后一场的时候, 轮到了江浩。 一时间, 众人都把目光放在了江浩身上。 从学校大比开始到现在, 江浩一共上场了四次, 这四次他都出奇地胜利了。 让原本不看好的人都闭上了嘴巴。 如今再次上场, 他们很想看看, 江浩还能不能再创奇迹了。 江浩这一次的对手, 是一位名为贺亦凡的青年。 永夜书院的大二学生, 二阶觉醒, SS及天赋, 能力是体能者, 岩石体。 贺亦凡便手持喧花斧, 站在江浩对面。 你很幸运, 竟然走到了这里, 不过可惜, 我将是你的终点。 江浩微微一笑, 并没有说话。 如果此刻, 站在贺亦凡面前的是别人, 贺亦凡或许有实力说出这种话。 可眼下站在贺亦凡面前的是他, 贺亦凡注定会失败。 这边裁判宣布了开始, 贺亦凡身体立即膨胀起来, 随即化作了一个三米左右的岩石巨人, 手持喧花斧直奔江浩来。 江浩站在原地一动未动, 仿佛已经被吓傻了一般。 我去, 快躲呀, 怎么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该不会是被吓傻了吧? 完了完了, 这一次江浩必输无疑了。 唉, 终究还是要输了, 可惜了, 但凡江浩能力是别的, 也不会这样。 这一刻, 网友皆是叹息一声, 在场众人看到这一幕, 也是摇了摇头。 在他们看来, 江浩这一次必败无疑, 不会有任何悬念。 虽然贺亦凡只是二阶觉醒者, 可他的能力在配合他的天赋, 已经丝毫不比一些普通天赋的觉醒者弱了, 并且出手极为狠辣。 虽然没有击杀对手, 可凡是跟他战斗的参赛者, 不是断胳膊, 就是断腿的。 江浩必然也逃脱, 不掉这个命运。 有人分析出来, 江浩能走到这里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他之前遇到的参赛者实力, 都是垫底的存在。 如今换上了贺亦凡, 必败无疑。 老沈, 咱们赌一把如何? 体育馆隐藏的房间内, 北辰书院的校长突然开口笑道, 哦? 赌什么? 沈天明看向北辰书院校长, 其他人也饶有兴趣地看着北辰书院校长。 孙万宇笑道, 咱们就赌江浩能不能赢? 我赌江浩, 这才能赢你永夜书院的这名学生。 众人一愣, 没想到孙万宇竟然这么看好江浩。 老孙, 你这是看不起我永夜书院啊, 既然你觉得江浩会赢, 那我就赌我书院的贺亦凡会赢。 沈天明白了一眼孙万宇, 至于彩头, 就赌一把A级武器吧。 可以。 孙万宇没有拒绝, 笑着点了点头。 在众人说话期间, 擂台上, 贺亦凡已经来到江浩身前, 举起手中的喧花斧, 便向江浩劈砍而去。 凌厉的进风, 直奔江浩的脑袋, 贺亦凡这一击, 没有丝毫的手下留情。 看着已经攻来的贺亦凡, 江浩终于动了。 只是江浩并没有向众人想象中的那般, 立即躲开贺亦凡的攻击, 而是直接抬起拳头, 向贺亦凡的脑袋砸去。 卧槽, 这家伙疯了不成, 还想硬钢贺亦凡。 就是, 人家是体能者, 身体已经坚硬如磐石了, 这家伙怎么想的? 唉, 估计是知道自己赢不了, 所以自暴自弃了吧。 看到江浩的举动, 众人不由摇了摇头。 贺亦凡也露出了一抹冷笑, 还想攻击自己, 就算自己陷在这里让这家伙攻击, 估计打一天, 这家伙都不可能打伤自己。 这并不是他吹牛, 而是他真有这种实力。 然而下一秒, 贺亦凡就傻眼了。 江浩的拳头落在他脸上, 贺亦凡顿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等他再次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掉到了擂台外了。 现场要是一片寂静, 可紧接着就是一片哗然。 我擦, 什么情况, 贺亦凡怎么飞出擂台了呢? 谁能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不过喝口水的功夫, 怎么贺亦凡就不见了? 江浩竟然又赢了, 这是怎么个情况? 堂堂五大书院学生, 竟然都败给了江浩, 这怎么可能? 直播间内, 众网友也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如果说之前四场比赛, 江浩遇到的人都不强, 那这一次呢? 之前可以说江浩幸运, 这一次总不能再说江浩幸运了吧。 江浩真的是鼓舞者, 一条弹幕飘在直播间内。 体育馆隐藏的房间内, 这些校长也都露出了错愕的神色。 显然谁也没想到, 江浩这一次竟然还能赢。 老沈, 怎么样? 孙万宇满脸笑意地看着沈天明。 此刻沈天明脸色难看, 如同吃详了一般。 老沈, 你该不会想要赖账吧? 给你。 沈天明从储物装备中取出一柄A级匕首, 丢给了孙万宇。 孙万宇美滋滋地将武器收了起来。 A级武器虽然不是最顶级的, 却也极为罕见, 价格上更是高达数千万金币。 江浩看向裁判, 可以宣布结果了吗? 这一场比赛, 在龙城大学江浩上。 裁判尴尬一笑, 连忙宣布结果。 听到结果, 江浩这才走下擂台, 至于贺亦凡, 依旧一脸猛逼地坐在地上。 也不知道是那位摄像大哥, 还特意给了贺亦凡一个特写, 将贺亦凡此时此刻的表情, 完美呈现了出来。 第129章 喜欢原味的。 马哥, 咱们还要对付江浩。 我感觉江浩有些邪性呢。 回到马斌住处, 听到马斌要对付江浩, 王刚不由露出心有余悸的神色。 其他人虽然没说话, 可心里的想法也跟王刚差不多。 如果江浩只是坚持了淘汰赛的三轮, 他们还不怕他。 可江浩在晋级赛上的表现实在太诡异了。 而且面对的对手, 一个是南狱书院的马斌, 一个是永夜书院的贺亦凡。 这可都是五大书院的学生, 可还是败在了江浩手中。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江浩的实力, 根本不是什么意见。 马斌脸色一沉, 怎么? 你们怕了? 我们,王刚他们苦笑一声。 他们只是一阶觉醒者, 虽然都是S级天赋, 可江浩连SS级二阶天赋的觉醒者都打败了, 更何况是他们了。 再说了, 就连马斌自己不也败了吗? 看你们的胆量, 他不过一个废物的鼓舞者而已。 至于把你们怕成这样吗? 王刚他们尴尬地低下头不说话。 看着王刚他们这不争气的服样子, 马斌气不打一处来, 随即直接起身离开了房间。 这些废物一点用处都没有, 什么都指望不上。 若不是, 看在他们经常孝敬他, 他早就把这几个废物踢开了。 见马斌走了, 王刚连忙说道, 走, 咱们跟上看看去。 不管怎么说, 马斌是他们的靠山, 如果没有马斌的话, 他们在南狱书院的生活必然不会好过。 这个时候, 可不是狠马斌闹翻的时候。 几人明白王刚的意思, 连忙跟上了马斌。 食堂内, 江浩与苏清雪刚刚打了饭菜, 正吃着, 就看到一群人向自己这个方向走来, 为首的赫然是马斌。 马斌如此气势汹汹地过来,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没有好事。 江浩与苏清雪眉头一皱, 好不容易来食堂吃个饭, 这几天他们都是让食堂把饭送到房间的。 今天难得有雅兴, 出来吃个饭。 结果没想到, 马斌竟然过来了。 马斌直接带着人围上了江浩他们这张桌子。 周围众人立即露出一副看热闹的神情, 马斌先是目光火热地在苏清雪身上扫了一眼。 这个浪蹄子, 自己早晚有一天要把他征服在胯下。 感受到马斌毫不掩饰的目光, 苏清雪带眉微醋, 露出厌恶的神色。 咱们走吧。 江浩拉起苏清雪的手, 便准备走人。 对于马斌这种人, 他根本没兴趣搭理。 若不是现在在战武书院, 又是学校大笔。 马斌这种人, 自己单手都能杀十个。 马斌见江浩没有理会自己, 脸色一沉, 直接拦在了江浩身前。 我让你们走了吗? 你一个手下败将,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豪横的? 看到马斌这一出, 江浩不由觉得好笑。 此话一出, 马斌的脸色更加阴沉了。 然而江浩接下来举动, 更让他措手不及。 江浩突然伸手, 一把掐住了马斌的脖子。 马斌连忙挣扎, 可奈何江浩的手就如同铁钳一般, 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脖子。 任由他如何挣扎, 始终都挣脱不开江浩的束缚。 你干什么? 快放开马哥! 江浩, 你快松开马哥, 不然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 江浩, 你敢动马哥, 南狱书院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苏清雪, 你就眼睁睁看着嘛, 别忘了你也是南狱书院的学生。 王刚, 谈着他们脸色一变, 谁也没想到江浩会说动手就动手。 当即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盯着江浩。 周围看热闹的人, 也没想到江浩竟然会说动手就动手。 不过, 让他们诧异的是, 马斌竟然在江浩手里毫无反抗能力。 马斌不管怎么说, 那也是SS级的二阶觉醒者, 此刻竟然连变身都做不到。 是马斌太弱了, 还是江浩太强了? 一时间, 众人陷入了疑惑。 莫非他们真的低估了江浩? 人群中, 许晴, 白羊两人脸色阴沉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也想不明白, 江浩为什么这么强, 他不是最废物的孤者吗? 为什么不仅能战胜他们, 甚至还能战胜二阶的马斌? 江浩淡淡瞥了一眼, 王刚他们并没有理会, 而是将脸色已经憋得有些发子的马斌 拉到了自己身前。 我这人没什么优点, 但绝对不允许别人用他的狗眼, 肆无忌惮地看我的女人。 这是第一次,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还有, 不要三番两次地挑衅我, 我不见得每一次都会放过你。 说完, 江浩将马斌如同丢垃圾一般丢在了地上, 随即拉着苏清雪离开了这里。 此刻, 苏清雪心里都是江浩刚才那句 《我的女人》, 感觉非常甜蜜。 马哥, 马哥, 你没事吧? 王刚他们回过神, 连忙将马斌扶了起来。 此刻, 马斌虽然没有陷入昏迷, 却也有些神志不清晰了。 快, 带马哥找医疗团队, 让他们救治一下马哥。 反应过来的王刚他们, 连忙扶起马斌离开了食堂。 许晴推了一把白羊, 随即也离开了食堂。 随着马斌他们离开, 食堂这边的闹剧这才结束。 没有热闹看的众人, 吃完饭便离开了。 对于这边后续的事情, 江浩与苏清雪并不知情, 他们也没有兴趣知道, 此刻他们已经回到了住处。 我去洗澡。 苏清雪伸出手指, 一边在江浩胸膛画圈, 一边柔声说道, 然后走进了洗手间。 看着苏清雪春心荡漾的模样, 江浩打了个冷战。 自从跟苏清雪确认了关系后, 两人天天在一起。 他感觉自己好像无意间, 打开了潘多拉摩河一般。 以前的高冷笑花在这种世上, 竟然比他还热衷, 而且花活尽出, 若非他自身功底, 强横扎实, 怕早就承受不住了。 江浩摇了摇头, 怪不得根据不完全统计, 论好色程度, 女生是男生的好几倍呢。 以前他还不相信呢, 如今看来他彻底信了。 不多时, 苏清雪从浴室中走了出来。 那个, 我也去洗个澡。 江浩咽了一口唾沫。 苏清雪一把拉住了江浩, 不要, 我就喜欢原味的。 说着, 便把江浩扑倒在床。 第130章, 你很得意。 第二天, 天空下起了小雨, 不过这并不影响众人 参加学校大比。 江浩来到体育馆, 原本露天的体育馆, 上面升起了一层透明玻璃, 将除了擂台的位置, 其余位置都笼罩进去。 这样一来, 众人就不用担心被雨淋湿了。 只有擂台上会被淋雨, 但参赛者并不在乎。 最后一轮晋级赛, 很快便开始了。 看着擂台上的战斗, 江浩打了个哈欠。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这些人比赛, 他就忍不住犯困。 原本江浩以为, 自己还会像昨天那样, 被安排在最后一场呢。 结果没想到, 第三场就到自己了。 而让他意外的是, 他这次的对手, 竟然是永夜书院的丹北。 还真是不是冤家不惧头呀。 江浩笑着摇了摇头, 看到江浩登上了擂台, 众人立即看向江浩。 从学校大比开始到现在, 如今别说一接觉醒者了, 就连二接觉醒者的身影都没有几个了。 江浩算是一个奇葩了, 完全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因此, 江浩的比赛, 他们也颇为关注。 尤其现在是晋级赛的最后一轮了, 只要晋级成功了, 那他就进入了决赛。 能够进入决赛的人, 可否没有一个简单的。 以目前情况来看, 只有四接觉醒者, 才能有机会进入到决赛之中。 丹北也没想到他的对手, 竟然回事江浩, 倒不是说他认出了江浩是X, 而是他原本已经放弃了进入决赛。 他只不过是三接觉醒者, 根本斗不过那些四接觉醒者。 可眼下不一样了, 别人他不敢说能够百分百战胜, 可江浩他却敢说百分百能战胜。 那些同样对于晋级, 没有多少信心的参赛者, 有些羡慕地看着丹北。 他们这些人想要进入决赛, 唯一的希望就是碰到那几位二接觉醒者。 只是这种几率并不大, 丹北倒是运气后, 遇到了江浩。 或, 江浩这一次怕真是走到头了, 遇到了一个SSS级天赋的三接觉醒者。 可惜了, 原本以为江浩还能进入决赛呢, 现在看来是没戏了。 以鼓舞者的能力, 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多少人还走不到这一步呢? 直播间众网友一个个发出感慨。 邹文林也叹了一口气, 江浩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出乎他的意料了。 虽然没有进入决赛, 但依旧给他们龙城大学长了很大的脸面。 等江浩回来, 自己应该好好奖励一番。 丹北来到擂台上, 看着已经站好的江浩露出玩味的笑容。 小子, 该说不说你听倒霉的? 如果你遇到另外几个二接, 说不定还真能坚持到决赛。 没想到竟然在这时候遇到了我。 是吗? 我觉得你也听倒霉的。 江浩微微一笑。 丹北不明所以地看着江浩, 不明白江浩这话是什么意思? 江浩笑道, 因为你遇到了我。 丹北文言脸色一沉。 哼, 让你狂。 一会我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这时, 裁判宣布了开始。 丹北二话不说, 手掌一台, 竖道冰锥浮现出来。 随即在他的操控下, 这些冰锥立即向江浩射去。 老孙, 咱们再打个赌如何? 体育馆隐藏房间内。 永夜书院校长沈天明 看向北辰书院校长孙万宇。 哦? 赌什么? 孙万宇好笑地看着沈天明。 他知道, 昨天沈天明输给自己一柄A级武器, 很不甘心, 所以想要赢回去。 不过他不觉得沈天明能赢回去。 沈天明得意洋洋地说道, 就以昨天的A级武器做赌注。 我赌这一次, 江浩必输无疑。 好啊, 那我就赌江浩, 这次还能赢。 孙万宇没有拒绝。 青山书院校长顾欠诧意地看着孙万宇。 老孙, 你真要跟老神赌。 这场赌约完全没有必要, 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 这一次江浩必输无疑。 孙万宇耸了耸肩, 既然老神想玩, 那我就陪他玩玩好了。 反正就算输了, 我也不吃亏。 万一我赢了, 老神还要再给我一件A级武器, 何乱不为呢? 其他人闻言则摇了摇头, 赢。 江浩怎么可能赢? 他凭借着鼓舞者这个废物能力走到这, 已经是激战了, 不可能进入决赛的。 如果江浩真的进入决赛了, 那才是真正打了他们脸。 哼哼, 那就让咱们拭目以待吧。 沈天明淡然一笑, 丹北虽然人品不行, 但实力还是很不错的, 更何况丹北还是SSS级天赋, 使他们永夜疏愿, 未来重点培养对象。 擂台上, 江浩迅速移动, 想要躲避开这些冰锥, 可奈何这些冰锥的速度太快了, 让他的速度都有些跟不上。 见状, 江浩只好动用暴击, 暴击是天赋, 而不是武学, 就算他动用了, 别人也不会发现什么。 更何况别人只知道 他是SSS级天赋, 却不知道他的天赋是什么。 谁也不可能根据暴击, 猜测出自己就是X。 砰。 施展了暴击后, 江浩的速度瞬间提升了不少, 在擂台上留下了道道残疑。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江浩的速度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快了? 这速度, 怕是就连四阶觉醒者也很难达到吧。 怎么回事啊? 江浩速度怎么突然提升了这么多? 看着江浩速度突然提升这么多, 众人不由一惊。 直播间众人看到这一幕, 同样满脸不可思议。 屏幕上更是飘出一个个问号。 别说众人被吓了一跳了, 就连丹北也被吓了一跳。 看着自己的攻击落空, 丹北猛地向前迈出一步。 顿时整个擂台上的温度都下降了不少, 借着雨水的优势, 擂台上很快出现了一层冰层。 并且, 由于擂台温度太低, 雨水在下降的过程中变成了冰锥, 向江浩砸去。 看到这一幕, 丹北嘴角上扬。 速度快又如何, 他不信江浩, 就算速度再快, 还能快过他这些冰锥下降的速度了。 然而就在丹北得意不已的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在他耳旁响起。 你很得意。 丹北一惊。 江浩什么时候过来的, 他竟然一点都没感觉到。 丹北刚要撤退, 可却已经来不及了。 一道黑影出现在自己身前。 碰。 第131章。 许晴搞事情。 不等丹北反应过来, 一个拳头就已经落在了他的眼睛上。 啊! 丹北痛叫一声, 可紧接着他另一只眼睛也重重地挨了一拳。 剧烈的疼痛让丹北直跺脚, 周围的能量更是无法继续维持, 开始纷纷消散。 众人诧异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什么情况? SSS及天赋的三阶觉醒者, 竟然在江浩面前被玩虐。 是这个善美太废物了, 还是江浩太强了? 江浩真的是鼓舞者吗? 此刻众人心里皆是有这个疑问。 鼓舞者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先有X, 现在又有江浩, 莫非鼓舞者要起飞了不成。 邹文林通过直播间看着擂台上发生的一幕, 心中不由大为震惊。 江浩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这么强?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啊。 同样震惊的, 还有个笑笑张, 他们透过窗户, 看着擂台上发生的一切。 老沈, 多谢了呀。 孙万宇一脸得意地看着沈天明, 心中也同样震惊, 他猜测到江浩不简单, 却也没想到江浩真的能战胜善美。 可如今, 事实就摆在眼前, 他就算不想相信也不行了。 沈天明脸色阴沉得可怕, 一群没用的废物, 竟然连一个鼓舞者都打不过, 永夜书院的脸都被丢光了。 还有这个该死的江浩, 如果不是他, 永夜书院也不可能这么丢脸。 哼, 等决赛的时候, 如果再次遇到永夜书院的人, 一定要让他们对江浩下重手。 擂台上, 江浩并没有着急将扇北打下擂台, 而是用拳头不停地砸在扇北的脸上。 之前他就看扇北不顺眼了, 只是因为当时有秦清兰, 所以他才没有出手, 眼下他怎么能放过这次机会。 扇北的惨叫声在擂台上响彻不绝, 听得众人嘴角抽搐。 而终于在坚持了一会后, 扇北再也坚持不住了, 不得不主动认输。 江浩有些失望地看着扇北, 这家伙, 自己还没打够呢。 他原本自己这么羞辱他, 这家伙怎么不得暴怒, 然后跟自己拼命, 这样, 自己就有机会杀了这家伙了。 SSS级的天赋水晶呀, 自己还是很看重的。 就算自己不用, 留作收藏也不错。 可惜, 扇北不给他这个机会。 这一战, 龙城大学江浩上, 裁判宣布了江浩的结果。 而就在江浩要往台下走的时候, 观看席上, 许晴突然站了起来。 诸位评委, 我怀疑江浩吃了什么违禁药, 我建议取消他的鄙视资格。 白羊也站起来说道, 不错, 我也建议取消江浩的鄙视资格, 他吃违禁药, 然后跟我们比, 这不公平。 取消江浩的鄙视资格? 马兵, 陈文君此刻也都站起来发声。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一愣, 随即瞬间哗然一片。 他们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对啊, 之前我就感觉不对劲, 鼓舞者出一个X已经够了, 怎么可能再出现一个江浩呢? 评委, 取消江浩的鄙视资格, 虽然擂台上没有什么要求, 但不能吃违禁药, 是明文规定的。 对, 我同意取消江浩的鄙视资格, 他鄙视成绩也不能做数。 听到众人的议论声, 马晨与他们几个裁判, 立即开始交头接耳地讨论起来。 江浩抬头看向了观看席上的许晴, 此刻许晴昂着头, 如同一只战胜的大公鸡一般, 满脸都是得意之色。 感受到江浩投来的目光, 许晴更加得意了。 哼江浩, 你以为你见不得人的手段, 能瞒得过我? 这一次我, 直接将其公布于众, 我看你, 还有什么说的? 江浩心中冷笑, 这个家伙, 为了让自己输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就连违禁药都想到了。 苏清雪一脸厌恶地看了许晴一眼, 这女人是真看不得别人半点好。 直播间内, 众人为众说纷纭, 有人觉得应该调查一下, 也有人觉得, 江浩确实吃违禁药了, 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这完全不科学。 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 当然最多的还是觉得江浩吃了违禁药。 不然实在没办法解释, 江浩一个废物的古武者,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当然, 众人心中也有个想法, 那就是古武者有一个X已经够了, 不需要再有一个江浩了, 一瞬间, 江浩因为许晴的一句话, 瞬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马晨宇看向了江浩, 江浩, 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 他们虽然也对于江浩会这么厉害抱有怀疑, 可凡是都需要讲究证据, 没有证据的话, 他们不可能胡乱冤枉人。 不过在调查之前, 他们还是想要听听江浩是怎么说的。 我接受任何调查, 江浩淡然一笑, 有没有吃违禁药, 他自己不清楚吗? 他倒想要看看, 调查自己没有吃违禁药后, 这些家伙会怎么办? 其实他如果暴露自己是X的身份的话, 很容易就可以解决这件事, 但他现在不准备这么做。 他要让评委调查, 让评委亲自来证明。 马晨宇想了想, 然后开口道, 带江浩去医务室检查, 其余人比赛继续。 闻言, 立即有两位老实模样的人, 带着江浩离开了这里。 很快江浩便被带到了医务室, 按照医生的要求, 江浩化验了尿, 然后又用选择的仪器对江浩进行扫描。 用了将近五个小时的调查, 最终才确认江浩没有任何问题。 江浩跟着两位老师回到了体育馆, 比赛暂停, 两位老师将化验单送到了马晨宇手中。 马晨宇看了一眼化验单, 随即趁着当下的比赛刚刚结束, 叫停了比赛。 众人立即看向马晨宇, 他们知道马晨宇叫停比赛代表着什么。 他们也十分好奇江浩究竟有没有吃违禁药。 经检验, 江浩并没有服用过任何违禁药品, 他的比赛成绩有效。 说着, 马晨宇让人将化验单通过电脑 发送到了评委席上面的大屏幕上。 原本对江浩是否吃过违禁药 还有说辞的众人, 此刻也都闭嘴了。 许晴他们脸色难看, 原本以为十拿九稳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竟然会这样。 江浩这时拿过了裁判的话筒。 许晴, 白羊, 你们对于输给我不服气, 我能理解, 但还请不要胡言乱语, 我可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好脾气的。 第132章, 决赛开始。 江浩的话, 气得许晴牙根痒痒, 可却又没有任何办法。 如今已经证明了, 江浩并没有吃违禁药。 如果他在这时候, 再说江浩吃了违禁药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江浩冷笑一声, 将话筒还给裁判。 江浩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路过苏清雪时, 苏清雪对江浩说了个大拇指。 比赛继续, 在江浩进行检验的时候, 错过了不说比赛, 不过他并不在乎, 真正的比赛明天才进行呢。 坚持到了晚上七点, 比赛终于结束, 所有人离开了体育馆。 江浩跟苏清雪吃过晚饭后, 便回到了住处。 只是没想到, 许晴竟然在门口等着他们。 江浩,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躲过检查的, 但明天就是决赛了, 决赛你必输无疑。 说完, 不等江浩他们说话, 许晴就转身回到了房间之中, 留下了一脸错愕的江浩他们。 这女人有病吧? 苏清雪回过神来, 江浩耸了耸肩, 谁知道了? 打开门, 两人走进了房间。 苏清雪不解地看着江浩, 话说, 你以前怎么就看上了许晴呢? 这种女人, 你看上了她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 她已经好奇很长时间了。 脑袋被驴踢了呗。 我看也是。 苏清雪叫哼一声, 随即起身走进了卫生间。 早上, 江浩他们来到体育馆的时候, 马晨宇他们便来到了体育馆。 今天是决赛的第一天, 也是决赛的第一轮。 话不多说, 所有人准备好, 直接开始。 随着马晨宇的声音落下, 评委席上的大屏幕立即滚动起来。 不多时, 众人就看到两个照片以及个人信息出现在了屏幕之上。 第一站, 东升大学黄婉婉对战元华大学朱光明。 很快一男一女, 两人便走上了擂台。 这都是大三学生, 一位是三阶体能者, 一位是三阶变异者。 在听到裁判说开始的那一刻, 朱光明立即变身成了一只乌鸦。 而黄婉婉身体在这一刻也出现了变化, 只见黄婉婉皮肤之上竟然出现了蓝色的纹路。 冰灵体, 这种体质十分特殊, 是一种介于体能者与冰系灵能者之间的存在。 不过虽然如此, 可冰灵体并不能像冰系灵能者那样, 随手施展出冰系攻击。 但她的攻击却自身携带一股寒气, 这种体质不能说多厉害, 却非常罕见与特殊。 变身成冰灵体后, 黄婉婉手腕一抖, 只见一对钉字形的短拐从袖子中探了出来。 随即黄婉婉脚掌一跺地面, 直接向对面的朱光明掠取。 打! 朱光明发出一声鸣叫, 这是她的成鸣记, 她的叫声之中除了蕴含音波攻击以外, 还蕴含着精神攻击。 之前她就用这一招打败了所有敌人。 黄婉婉见状迅速躲闪, 同时手中双拐猛地一杂, 顿时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这是她想出来专门破裂音波攻击的办法。 那就是以音波攻击对战音波攻击。 不得不说, 黄婉婉还是很有手段的。 她的音波攻击虽然无法完全抵消朱光明的音波攻击, 却成功地削弱了朱光明的音波攻击。 可即便如此, 精神攻击仍然让她受了一些伤势。 朱光明见状, 立即扇动着翅膀, 向黄婉婉扑了过来。 黄婉婉一咬牙, 左手之中短拐, 直接丢向朱光明。 察觉到下方恶风来袭, 朱光明连忙躲避开攻击, 迅速来到黄婉婉的身后, 两只锋利的爪子直奔黄婉婉的后心抓去。 速度之快, 一般人根本反应不过来。 说起来, 正常情况下, 以黄婉婉的实力, 同机之中, 只有SS级和SSS级天赋的同阶觉醒者能打败她。 可偏偏她遇到了朱光明, 朱光明变身能力是乌鸦, 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飞。 这一点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比得了的。 也正因为如此, 黄婉婉才会陷入到被动之中。 不过好在能够坚持到决赛的都不是普通人, 黄婉婉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 并且做出了反击。 只见黄婉婉迅速蹲下身体, 让朱光明扑了个空。 紧接着, 不等朱光明调整好身形, 黄婉婉迅速起身, 同时伸手, 抓住了朱光明的一只爪子。 朱光明脸色一变, 猛地扇动翅膀, 想要挣脱来黄婉婉的束缚,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只见黄婉婉双眼变成了蓝色, 下一秒自她的掌心开始, 一层寒冰迅速向朱光明身上蔓延。 寒气入体, 让朱光明身体一震, 只觉得浑身血液都开始凝固了。 这就是冰灵体的威力, 说白了, 有些类似于三百年前, 电视里演的特异功能差不多。 啊? 朱光明连忙再次发出 蕴含灵魂攻击的音波攻击。 黄婉婉眉头一皱, 虽然她很想强行承受住朱光明的攻击, 解决了朱光明。 可奈何朱光明这一击攻击的威力不弱, 饶势她也不敢硬碰硬, 只能松开朱光明的爪子, 迅速后退。 可她的速度就算再快, 也不可能比得过声音快, 更不可能比灵魂攻击快。 在音波攻击与灵魂攻击的双重攻击下, 黄婉婉脸色一白, 紧接着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气息在这一刻也萎靡了下来。 朱光明顾不上身上的伤势, 立即乘胜追击, 当即掉转身体, 伸出两只爪子向黄婉婉抓去。 黄婉婉有心挣扎, 奈何音波攻击与灵魂攻击对她的伤害太大, 让她短时间内没办法抵消。 因此,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朱光明双爪抓住了她的肩膀。 好在她此刻是冰临体状态, 不然此刻只怕肩膀都会被朱光明给抓穿。 可即便如此, 她依旧没有半点反抗能力, 只能任由朱光明将她丢下了擂台。 当黄婉婉被丢下擂台的那一刻, 袁华大学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纷纷激动地鼓掌。 此战将决出此次学校大笔的前十, 只要朱光明下一轮再赢, 就能排进前十了。 东升大学这边的众人则露出了失弱的神色。 黄婉婉已经是他们东升大学最后一个参赛的人了。 如今黄婉婉输了, 他们东升大学已经彻底没了, 进入前十的机会了。 这一战, 袁华大学朱光明胜。 下一战, 晚南大学丁建连对战卢江大学第五长语。 第133章, 我赌江浩赢。 比赛正常进行, 或许是因为到了决赛, 所以所有人都开始拿出真本事了。 战斗的都十分激烈。 而这也能看出一些人的水平。 凡是越早暴露出真正实力的人, 就说明此人的底牌并不充足。 不然也不可能被逼到暴露底牌的地步。 或许现在暴露底牌可以战胜当下的对手, 可这样也会把自己的缺点暴露给下一个对手。 一上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吃过中午饭后, 刚刚进行第四场, 就轮到了江浩。 看到江浩再次上场, 众人不由露出了饶有兴趣的神色。 江浩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终于来到了决赛。 不知道这一次他还能不能这么幸运了。 这一刻, 不论是现场众人还是直播间众人, 目光都落在了江浩的身上。 你们说, 江浩这一次是输还是赢? 我猜这一次肯定是输。 决赛了。 能够走到这里的对手, 哪有一个简单的。 江浩虽然幸运, 可幸运却不能一直伴随他。 我认同楼上说的, 江浩以普通大学学生、 鼓舞者的身份走到决赛, 足以载入史册了。 但他想继续走下去, 根本不可能。 一条条弹幕在刷屏。 江浩此刻已经来到了擂台之上, 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对手。 一位长相还算说得过去的马尾女生, 手拿一柄银色长剑。 说起来, 这还是他参加学校大比以来, 除了许清以外, 第二次遇到女性对手呢。 谭文雅多龄大学大三学生, A级天赋三阶体能者, 能力与他高中那位名为 颜春的同学能力一样, 都是金刚不坏肢体。 开始吧。 听到裁判事一开始, 谭文雅立即将长剑出鞘, 直接向江浩杀来。 虽然江浩只是鼓舞者, 可他并没有大意, 江浩的几场比赛他都看到了。 虽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 但依旧能看出对方不简单, 不然也不可能走到决赛。 而他总结出来的经验, 那就是出手不能有任何保留, 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迅速解决掉江浩。 看着急迟而来谭文雅, 江浩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意图。 可惜, 如果谭文雅是四阶觉醒者, 他或许需要全力以赴, 可三阶觉醒者, 尤其还是A级, 对他并没有什么威胁。 同为三阶, 谭文雅还去丹北厉害呢, 毕竟丹北顶着SSS及天赋的名头。 很快, 谭文雅便来到了江浩身前, 手中长剑直奔江浩面门刺去。 江浩剑撞立即施展暴击, 身体迅速向一旁躲闪开谭文雅的攻击, 随即一步迈出, 直接向谭文雅怀中。 谭文雅一惊, 身体迅速后退, 与江浩拉开距离,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虽然是体能者, 并不怕近身, 可刚才江浩的攻击实在太突然。 如果一旦被近身的话, 不说他会被打败, 最起码他会吃很大的亏。 他不是没有看到, 江浩是怎么打败其他三阶觉醒者的。 看到谭文雅的举动, 不少人点了点头, 这样的反应非常不错。 体育馆隐藏房间内, 战武书院校长王长孝孝道, 老风呀, 你们学校这个谭文雅不错呀, 重点培养的话, 将来成就绝对不会低于六届。 谭文雅天赋虽然不算最顶级的, 但胜在能吃苦, 我已经准备等他毕业后, 将他留在学校做打三老师了。 风源几点了点头, 这样的好苗子, 他自然早就发现了, 甚至他已经将谭文雅收为弟子了。 孙万宇看向沈天明, 老沈呀, 怎么样这回要不要再赌一把了? 滚! 沈天明猛地一拍桌子, 他娘的, 这届学校大笔还没有结束呢, 自己就已经输掉两柄A级武器了。 众人看着暴怒的沈天明, 不由笑着摇头。 孙万宇笑道, 你这样, 这把我还是赌江浩赢, 如果我输了, 我把这两柄A级武器还你, 但如果你输了的话, 你只需要再给我一柄A级武器了如何? 你还赌江浩赢? 沈天明有些诧异, 见孙万宇点头, 沈天明再次一拍桌子, 我跟你赌了, 我赌这一场, 江浩必输无疑。 他就不信了, 一个鼓舞者还能上天不成, 这都已经决赛了, 江浩如果还能继续晋级的话, 那就太没天理了。 一旁的战武书院校长王长校好奇地问道, 老孙, 你怎么对这个江浩这么有信心? 我感觉这小家伙不简单, 说不定这一次咱们都看走眼了, 也说不定。 孙万宇没有隐瞒, 说出了自己的感觉, 沈天明不懈地撇了撇嘴, 你觉得不简单, 那你把他收到你北城书院去。 孙万宇淡然一笑, 并没有说话, 他却拾动了这个心思, 不过还要看看江浩究竟能走到哪一步。 鼓舞者前妻与体能者基本上没什么两样, 只有越到后期, 差距才会越大。 他现在不确定的是, 江浩究竟是潜力透支, 还是确实天赋一比。 目前为止, 还没看出江浩有什么出彩的能力。 擂台上, 谭文雅再次持剑向江浩攻去, 这一次他不再生硬地用剑刺向江浩, 而是使用了一些技巧。 虽然比不上武学, 却也是他根据经验生成出来的技巧。 江浩迅速迅速后退, 不打算应接对方的攻击。 然而, 谭文雅却丝毫不给江浩喘息的机会, 手中长剑灵活地向江浩刺来。 看到谭文雅如此不依不饶, 江浩立即将速度提升, 躲过谭文雅的攻击后, 迅速绕到了谭文雅的身后。 谭文雅的反应速度也非常快, 立即转身, 再次向江浩刺来。 江浩迅速后退, 躲开了谭文雅的攻击。 没看出来啊, 江浩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通过与谭文雅的战斗来看, 战斗经验挺丰富的。 有啥也没用, 谭文雅有武器, 江浩连个武器都没有。 如何能战胜谭文雅, 这就是普通大学, 连个像样点的资源都拿不出来。 江浩败是肯定的了, 现在就看能挺多长时间了。 看着江浩的战斗, 众人不由议论起来。 在众人心中, 江浩这一次肯定必输无疑了。 哼, 江浩你最好祈祷自己, 死在谭文雅手里, 不然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参赛席上, 一道阴狠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江浩, 那模样, 恨不得将江浩碎尸万段。 第134章 刘锦龙来电。 面对谭文雅的攻击, 江浩迅速后退, 他已经注意到了谭文雅的弱点。 只需要找到合适的机会, 他就会果断出击。 谭文雅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江浩给盯上了, 依旧在不断强势攻击。 岂不知, 他正在一步步向着江浩给他布置的陷阱靠近。 老孙, 这次,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江浩已经输了, 把那两柄A级武器给我吧。 沈天明看了一眼泪台上的战局。 孙万宇笑道, 一切还为时过早呢, 还是等最后结果出来吧。 说实话, 此刻他也觉得江浩有些悬, 目前在他们看来, 江浩已经没有任何反击之力了。 谭文雅似乎也看出了机会, 攻势愈发地猛烈了。 就是现在, 江浩眸子微眯, 看准时机果断出手。 只见江浩速度再次提升, 身体几乎贴着长剑往前迈出了一步。 谭文雅瞳孔咒然一缩, 刚要收剑回防, 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江浩一记手刀劈砍在他的手腕上, 谭文雅吃痛, 手中长剑无法握住, 直接脱手而出。 江浩再次一步迈出, 一记铁山靠, 直接震得谭文雅, 亮腔地退了几步。 不等谭文雅反应过来, 江浩栖身而上。 擂台上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众人一愣。 谁也没想到, 原本已经处于劣势的江浩, 竟然瞬间占据了上风。 你们快看, 江浩这个反击很到位啊, 谭文雅完全被打懵了。 我靠, 这个谭文雅倒是反击啊, 他一个体能者, 跟江浩近身战斗呀。 你懂个屁, 谭文雅不是不想反击, 是根本没有办法反击。 江浩已经压制住了他的所有进攻路线。 直播间内, 众网友也在议润纷纷。 邹文零此刻更是站了起来, 激动得浑身颤抖。 他原本以为江浩这一次必输无疑了呢, 结果没想到, 竟然来了反击。 沈天明脸色阴沉, 甚至比都陵大学校长风源级, 脸色还要难看。 原本以为十拿九稳的事情了, 结果谁也没想到, 竟然会变成这样。 倒是一旁的孙万宇 一脸笑呵呵的模样, 又能得到一件A级武器了, 真好。 擂台上, 江浩接二连三的攻击, 已经彻底将谭文雅给打懵了。 等谭文雅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处于了擂台边缘。 意识到自己情况不好, 谭文雅连忙就要反击。 可惜, 他已经没有理会了, 而且江浩也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只见江浩一拳轰出, 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拳, 实则蕴含了暴击的加成。 谭文雅起初还没有在意, 可当他与江浩的拳头碰到一起后, 感受到里面所蕴含的力量后, 顿时脸色一变。 只是一切为时已晚。 谭文雅被一拳轰飞了出去, 身体重重撞击在地上。 破! 谭文雅一口鲜血喷出, 面色苍白如纸。 这一战, 龙城大学江浩上。 哗! 众人顿时哗然一片。 我没听错吧, 江浩竟然真的赢了, 这怎么可能? 我靠,我现在才看明白, 江浩才是这一届学校大笔的黑马啊。 人群中, 数刀愿读的目光落在江浩的身上, 尤其是许晴。 他断定江浩必输无疑, 昨晚还特意嘲讽一番, 结果没想到打脸竟然来得这么快。 凭什么? 这废物只是一个鼓舞者, 凭什么比我强? 许晴心中怒喊。 哎老沈, 你看这是闹的, 本想把这两名武器还给你的。 结果没想到, 哎,让你破废了。 孙万宇笑嘻嘻地看着沈天明。 沈天明嘴角抽搐, 你踏马的, 小人得志。 沈天明气愤地取出一柄A级武器, 丢给孙万宇, 随后不再理会他。 他发誓, 他在跟孙万宇打赌, 他就是狗。 众人看到沈天明这副模样, 皆是憋着笑。 回到座位上, 江浩慵懒地靠在靠背上。 这一次, 自己赢得还算轻松, 只怕下一次就需要拿出一些真实力了。 实力弱的参赛者, 今天之内不出意外的话, 都会被淘汰掉了。 比赛依旧继续, 正如江浩猜想的那样, 之后的比赛就是一个清理, 修为低于三阶的, 除了江浩自己以外, 全部被清理干净了。 即便是三阶, 也没剩下几个。 而这几个三阶实力都不弱, 虽然等级不够, 可胜在天赋够强, 这才挺过这一轮。 不过明天能不能挺住, 就不好说了。 晚上最后一场是秦清兰, 他的对手是一位大四的学生, 四阶修为。 不过, 天赋不如他, 只是一个C级天赋的觉醒者。 秦清兰甚至连底牌都没有暴露, 就轻松拿下了比赛。 今天的比赛也随着秦清兰的胜利, 圆满结束。 江浩跟苏清雪回到住处, 苏清雪刚要做想要做的事情, 刘景龙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刘会长, 怎么了? 刘景龙问道, X你在哪呢? 怎么最近一直没有现身呢? 我最近有点事, 一直在忙呢。 江浩对苏清雪 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然后坐在了沙发上。 你不会就问我这个, 才特意给我发个电话。 刘景龙笑道, 我是想要问你最近有没有时间, 想请你帮个忙。 哦? 什么忙? 江浩一愣, 能让刘景龙说请帮忙? 那这件事怕是不简单。 苏清雪给江浩喂了一枚切好的水果, 随后跨坐在江浩腿上, 将自己蜷缩在江浩怀中。 一个月后, 是三年一度的赏金工会比试。 我希望你能代替咱们龙城赏金工会去参加。 赏金工会还有比试? 江浩愕然, 他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呢? 刘景龙听出了江浩不了解, 立即耐心地解释起来。 这个当然有了, 赏金工会的比试, 是对赏金工会的考验, 涉及到全国排名。 排名越靠前, 得到的支柱也就越多, 官方会发下很多修炼资源的。 这还不是最需要的, 最主要的是, 如果能排进前五的话, 就可以代替龙国参加全世界的比赛了。 当然, 前五不一定能行, 可咱们龙城赏金工会在全国的排名要提升一些。 江浩想了想, 然后问道, 刘会长, 这个参赛需要什么要求吗? 最低要求四阶觉醒者的修为, 你虽然不是四阶, 可你的战斗力不弱于四阶, 参加完全没问题的。 江浩点头道, 这样吧, 这件事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过两天跟你面谈如何? 没问题。 第135章, 五阶。 第二天, 江浩扶着腰从床上下来。 他算是知道了, 以后找媳妇, 绝对不能找辅助类的, 明明都征服了, 结果突然一个辅助技能下去, 瞬间满血复活了。 如果不是他功力深厚, 还真是满足不了苏清雪。 苏清雪看样子的从被窝之中出来, 看着江浩这样, 不由甜甜一笑。 自从做了这种事后, 每晚他睡得特别香甜。 两人来到体育馆, 今天又是一个雨天, 体育馆上空再次升起了一层透明玻璃罩。 今天的比赛格外重要, 因为今天将决策出前十。 也就是说, 今天所有人都不会隐藏实力, 想要赢的话都会全力以赴。 等了一会, 体育馆很快就被坐满了, 马晨宇他们也在这时候走了过来。 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 咱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抽签决定出战选手。 很快大屏幕上就出现了第一场比赛的选手信息。 第一战, 北辰书院长明浩对战战武书院陆百川。 很快两人便走上了擂台, 陆百川手持长剑, 长明浩则拿着一根两米长的狼牙棍。 这两人都是体能者, 不过长明浩是货真价实的四阶觉醒者, 而陆百川却是五阶觉醒者。 看着这两人, 江浩估计, 陆百川这一次应该会暴露出自己的真实修为。 长明浩实力也不弱, 虽然不是五阶觉醒者, 却比一般四阶觉醒者强一些。 随着裁判宣布开始, 陆百川与长明浩便发起了攻击。 碰, 碰, 碰。 一时间沉闷的攻击在擂台上响彻不停, 不绝于耳。 或许是因为两人都是体能者, 因此攻击起来并没有那么多花哨的动作, 非常的简单粗暴。 两人初次交锋, 长明浩还是占据上风的, 毕竟他用的是长兵器, 陆百川短时间内难以近身。 不过, 陆百川也不着急, 他还有没有展现出来的底牌呢? 因此, 面对着长明浩的攻击, 没有丝毫的慌乱。 你们说, 陆百川与长明浩谁能赢? 那还用说, 肯定是长明浩呀。 长明浩这几次出手, 那一次不是碾压强势碾压对手。 我看不尽然, 你们别忘了, 陆百川可是领悟了剑气的存在。 那可是剑气, 长明浩就算再厉害, 能抵挡住剑气的攻击吗? 可闭嘴吧, 你们都快赶上专家了。 看着陆百川与长明浩的战斗, 众人忍不住纷纷议论起来。 有人看好陆百川, 也有人看好长明浩。 沈天明突然开口问道, 老孙, 你觉得他们两个谁会赢? 怎么? 你还要跟我比? 孙万宇细穴一笑。 滚。 沈天明没好气地怒骂一声, 跟你赌, 再跟你赌我就是狗。 孙万宇摇了摇头, 长明浩这孩子实力虽然不弱, 可终究没有突破, 肯定不如陆百川, 这一点没有什么悬念。 以他的眼力, 谁能走到哪一步, 他都跟明镜一样。 唯独江浩, 是他看不透的。 南宇书院校长陈明安笑道, 听你的意思, 你不在乎输赢了? 谁能不在乎输赢, 长明浩又不是我北辰书院最强学生。 别忘了, 我北辰书院的宋高龄还没上场呢。 孙万宇瞥了一眼陈明安。 他娘的, 让这个狗东西装到了。 沈天明在心里怒骂一声。 在众人说话之际, 擂台上, 陆百川与长明浩的战斗 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此刻, 陆百川已经突破了长明浩的防御, 开始与长明浩近身战斗。 这个时候, 就显示出了短兵器的厉害。 无奈之下, 长明浩只能尽可能防御, 可即便如此, 他在陆百川的攻击下, 依旧节节败退。 退! 长明浩突然怒吓一声, 紧接着就看到他的身体迅速变得如同枯树一般。 别看长明浩变得行将旧木的模样, 可战斗力却丝毫不弱, 竟然硬生生将陆百川都给逼退了。 而后长明浩乘胜追击, 举起手中的狼牙棍, 迅速向陆百川攻去。 一个人的强弱跟武器也有很大关系, 只可惜长明浩的武器只是D级武器, 而陆百川的却是C级武器。 看着直奔自己而来的狼牙棍, 陆百川手中常见一台, 剑气顿时横扫而出。 灵力的剑气, 瞬间将长明浩的狼牙棍给打断。 看着手中断裂的狼牙棍, 长明浩脸色一沉, 当即丢下手中的半截狼牙棍, 再次向陆百川攻来。 看着长明浩放下了手中武器, 陆百川也没有再用剑, 而是将剑刺进了擂台, 随即赤手空拳地与长明浩打了起来。 看着如此激烈的一幕, 众人忍不住欢呼起来。 虽然正常战斗也很激烈, 却不如这种拳拳到肉的热血感觉。 碰! 陆百川看准时机, 一拳轰出, 直接重重地砸在了长明浩的胸膛, 震得长明浩连续后退了三步, 这才稳住身形。 陆百川的能力不像其他体能者那般, 直接全身都出现变化。 他可以选择性让身体某个部位变成坚硬的水晶。 长明浩深吸一口气, 再次向陆百川发起攻击。 这一次, 长明浩的速度提升了一倍不止, 显然这一次他是打算一战定乾坤, 没有任何留守。 似是察觉到了长明浩的想法, 陆百川也不再藏着掖着的了。 身上气息翻涌, 下一秒, 属于五阶觉醒者的气息散发出来。 五阶? 感受到陆百川的气息, 除了一小部分人以外, 全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这可是五阶觉醒者啊, 他们绝大部分还不过二阶, 三阶的实力呢? 没想到陆百川就已经突破到了五阶。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长明浩感受到陆百川的气息, 并没有任何意外。 他知道, 这一届参加学校大比的, 有几位五阶觉醒者, 只不过这些人目前还没有暴露出实力而已。 长明浩深吸口气, 并没有因为陆百川是五阶觉醒者而退缩, 反而更快地冲了过来。 说不定他还能趁着这次的机会突破到五阶也说不定。 陆百川面无表情地看着急驰而来的长明浩, 随即右手猛地一拳挥出, 重重落在长明浩的身上。 噗! 长明浩口吐鲜血, 直接倒飞出去。 第136章 秦清兰上场 这一战, 战武书院陆百川胜。 随着裁判的声音落下, 陆百川与长明浩的战斗结束。 还没有上场的参赛者, 看向陆百川的目光中充满了忌惮。 下一场, 永夜书院汪小冬对战北海大学宁温明。 下一场, 杜林大学雄广森对战青山书院梅玉玲。 随着一场场比赛进行, 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 下午的第一场轮到了秦清兰上场。 她的对手是北华大学的大四学生, 名为向南。 四阶修为A级天赋, 能力同样是变异者, 可以变身成北级熊。 秦清兰? 秦清兰? 看到秦清兰上场, 现场顿时响起强烈的呼声。 秦清兰笑花级的存在, 甚至比苏清雪还要漂亮几分。 这种级别的美女, 想要不引起注意动难。 许晴极度地看着这一幕。 快看, 我老婆又上场了, 老婆加油呀, 我在家里做好饭等着你呢。 你放片, 老婆, 老婆别听楼上的胡说, 一会来我家吃饭。 你们够了, 别在直播间瞎说, 一个个你老婆, 你老婆的, 那是我孩子他妈, 还他妈, 比完赛回来, 孩子等你喂奶呢。 呸, 真不要脸。 在直播间刷屏的时候, 秦清兰已经与她的对手来到了擂台上。 在听到裁判宣布了开始后, 两人同一时间进行变身。 秦清兰变身成雪白的九尾天狐, 而向南此刻也变成了身高将近四米的北极熊。 好。 向南咆哮一声, 便直接向秦清兰冲了过去。 庞大的身躯, 再加上身上四阶觉醒者的可怕气息, 让向南极具威慑力。 面对着向南的冲击, 秦清兰并没有后退, 眉眸之中突然泛起了紫色光芒。 下一秒, 向南急迟而来的身体, 瞬间停了下来, 只觉得意识被带到了另一个空间之中。 秦清兰见状, 九条尾巴高高扬起, 直奔向南甩去。 碰。 沉闷的声响响起, 向南庞大的身躯被抽得连连后退。 好。 稳住身形, 向南愤怒不已, 当即再次向秦清兰冲了过去。 这一次, 向南学聪明了, 他知道秦清兰能够迷惑别人心神。 所以, 这一次再见到秦清兰双眸泛出紫色光芒后, 立即闭上眼睛。 这也是秦清兰的一个弱点, 他的天赋强大, 可以无视等级, 但只要此人闭上眼睛, 或者不看他的眼睛, 他的天赋就会失去作用。 见到自己的天赋失去了作用, 秦清兰立即改变策略。 只见秦清兰身后九条尾巴摇曳, 随即如同长枪一般向向南刺去。 向南察觉到了危险, 连忙一边躲闪, 一脸向秦清兰靠近。 江浩看到秦清兰的这一招, 不由眸子一眯, 看来秦清兰修为突破后, 又领悟出了新的技能。 这个技能以前都没见秦清兰施展过, 有了这个手段, 秦清兰的战斗提升了不少。 老孙雅, 你北城书院这里面, 还真是出了不少好苗子。 尤其是这个秦清兰, 大三就已经突破到了四街, 将来北城书院的大梁, 估计也就他来挑了。 体育馆隐藏房间内, 青山书院校长顾歉, 忍不住说道。 沈天明文言撇了撇嘴, 这家伙也就运气好。 当年比我们更早发现了秦清兰, 不然怎么会轮到他。 此话一出, 其他人也都点了点头。 秦清兰从小跟他母亲相依为命, 又一次他母亲生病了, 恰巧被孙万宇碰到了。 孙万宇不忍心看到这对可怜的母女受罪, 便出钱帮忙救治了一下, 这才保住秦清兰母亲的性命。 原本这点小事, 孙万宇根本没有在意。 然而谁也没想到, 当年的丑小鸭在十八岁的时候, 摇身一变成为了美丽的白天鹅。 不仅觉醒出了SSS级天赋, 更是拥有变身成九尾天狐的能力。 九尾天狐, 那可是与五爪神龙一个级别的存在。 当初, 他们为了争抢秦清兰, 差点大打出手。 结果秦清兰站出来, 主动选择了北辰书院。 并且说出了这段往事, 孙万宇这才想起来, 当年他确实帮助过一对母女, 只是没想到当年的那个孩子, 竟然会有这么高的天赋。 孙万宇笑道, 看清兰自己的意思吧。 他之前跟我说过, 大肆想要出去历练, 然后要考圣学府, 我尊重他的意见。 可惜, 这一次圣学府的邀请函只有一张, 秦清兰倒是可以争取一下, 但如今有陈百川五人在, 其他人根本没戏了。 王长孝摇了摇头, 众人点了点头, 说是学校大比, 其实比到最后, 都是五大书院在比。 不过这也没办法, 谁让五大书院太强了呢? 有五大书院在, 他们能够保持住十大名校, 就已经很不错了。 此刻, 擂台上, 秦清兰与向南的战斗, 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 虽然变异者的肉搏, 不如体能者肉搏有看头, 却也同样充满了热血。 与体能者肉搏比起来, 变异者的肉搏多了一份野性。 看上去就像, 两只凶兽在争夺领地一般。 向南胜在皮操肉后力量强大, 但秦清兰攻击力同样不弱, 虽然体型没有向南这般庞大, 可胜在动作敏锐。 尤其是秦清兰时不时将尾巴当作长枪, 向向南攻击。 好。 向南咆哮一声, 随即身体肌肉隆起, 两只巨大熊掌对着秦清兰的脑袋拍去。 这若是被拍中了, 秦清兰不死也会中伤。 还不展现出真正实力吗? 就在江浩泥男出生的时候, 秦清兰果断是放出了真实周围, 瞬间身上的气息加重了不少。 四阶! 众人看到秦清兰的修为从三阶变成了四阶, 顿时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他们知道有人隐藏了实力, 没想到秦清兰竟然也隐藏了实力。 向南也露出了以外的神色, 之前他就感觉秦清兰有些不对劲, 不过却没有多想。 却没想到, 秦清兰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四阶。 虽然诧异, 不过他却并没有停手, 两只巨大的熊掌依旧向秦清兰的脑袋拍去。 面对向南的攻击, 秦清兰不躲不闪, 九条尾巴再度如同长枪一般向向南刺去。 只不过这一次, 秦清兰的九条尾巴给人一种非常危险的感觉。 第137章,再读, 碰! 双方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向南直接被震得身体连续后退。 秦清兰见状, 立即栖身而上。 不见他动用什么招式, 就见九条尾巴翻飞, 硬生生将向南给打下了擂台。 这一战, 北辰书院秦清兰胜。 随着裁判的宣布, 北辰书院的学生立即欢呼起来。 秦清兰这次胜利, 也就意味着他在此次学校大比之中排进了前十。 看到秦清兰胜利了, 江浩微微一笑, 这场战斗没有任何悬念, 如果秦清兰不能赢, 再一场,兽丰大学郑辰轩对战龙城大学江浩。 听到自己的名字, 江浩立即起身走向了擂台。 很快, 他的对手也来到了擂台上, 郑辰轩大四学生, A级天赋, 四阶修为, 能力是风系灵能者。 虽然在不暴露自身实力的情况下, 不太好对付, 但也并非完全不能对付。 只要给自己机会进身就行。 哈哈, 四阶觉醒者, 江浩我看你这一次还怎么蹦打了。 看到郑辰轩的信息, 白羊忍不住在心里冷笑。 许晴同样一脸冷笑, 他虽然不能亲手打败江浩, 可看到江浩被打败也非常不错。 这个江浩这一次应该不能赢了吧? 这可是四阶觉醒者了, 不是之前的那些觉醒者了。 谁知道了, 我估计这次够呛了, 毕竟一些四阶觉醒者都不敢保证能坚持住, 更何况其他人了。 能够走到决赛已经足以让江浩自傲了, 就算输了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 在场众人纷纷议论起来。 说起来, 他们对于江浩能够走到这里, 他们也跟敬佩。 毕竟江浩不像他们一样有丰富的修炼资源。 可即便如此, 江浩依旧超越了不少人, 这些足以说明江浩不简单。 不过大家都清楚, 学校大比今天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前十有名额, 前十之后就没有排名了。 也正因为如此, 此刻能够站在擂台上的人都不是一般参赛者。 所以, 众人都觉得江浩这一次必败无疑了。 比试开始, 裁判的声音落下, 郑辰轩立即拉开距离。 随即心念一动, 树道封刃凭空出现, 直接向江浩斩去。 他虽然是四阶觉醒者, 却也不敢让江浩近身, 更何况江浩还是与体能者差不多的鼓舞者。 一旦被近身可就危险了。 以他的实力, 碾压江浩完全不在话下, 根本不需要冒险。 所以他选择了最安稳的打法。 看着急迟而来的树道封刃, 江浩迅速向远处躲避。 如果不是现在, 他还不想暴露自己的话, 眼下他只能通过走位来躲避攻击了。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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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的锋刃接连落在江浩身体移动的位置。 好在这些攻击都被江浩躲闪开了。 这些锋刃在擂台上留下一道道足有20厘米的身痕。 郑辰轩对于江浩能躲开自己的攻击并不感到意外, 毕竟能走到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 再者,自己也没有痛下杀手。 当即, 郑辰轩再次凝聚出树道锋刃向江浩攻去。 他的天赋跟他非常匹配, 可以让他拥有顺发技能的能力。 不过这种顺发却有一定的限制, 那就是一次性不能施展太多的攻击。 不过这已经让他很满意了。 只要他能量够, 他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施展多次攻击。 江浩见状迅速向一旁躲避, 好不容易躲避开了郑辰轩的攻击, 就看到郑辰轩再次释放出了攻击。 江浩只能再次躲避。 老沈! 滚! 孙万宇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家伙反应至于这么大吗? 其他人眼嘴偷笑。 北华大学校长袁长庆笑道, 老沈, 我要是你, 我就跟老孙赌, 这都到决赛的最后一轮了。 江浩对手可是四阶觉醒者, 他怎么可能打得过? 要赌你们赌, 别拉上我。 沈天明美好气地冷哼一声, 孙万宇笑眯眯地问道, 老沈, 你觉得这一次谁能赢? 沈天明扭过头不去看孙万宇, 谁输谁赢跟他什么关系? 老沈, 你说他们谁能赢? 孙万宇看向一旁的陈明安。 陈明安沉声道, 这个江浩有些古怪, 我看不透他。 不过我觉得, 就算再古怪, 也不可能是四阶觉醒者的对手。 要知道, 就算他们五大书院培养这些学生, 也不过一年一个等级。 四阶觉醒者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 江浩就算再逆天, 也不过是大一学生。 就算再厉害, 多说也就跟三阶觉醒者差不多而已。 绝对不可能是四阶觉醒者的对手。 孙万宇叹息一声, 故作惋惜地摇了摇头, 听到了吗? 老沈, 本来想要把这些A级武器还给你的, 但你不要我也没办法呀。 然而, 任由孙万宇如何说, 沈天明就是没有一点反应。 孙万宇想了想, 然后再次开口道, 这样吧, 老沈, 我先还你一个武器, 然后咱们两个再赌一把。 如果你赢了, 我把剩下的两柄武器还你。 如果我赢了, 我不用, 你给我两柄武器了。 你只需要再拿出一把武器, 连同我刚才给你武器一起给我就行怎么样。 文言, 沈天明不由有些心动, 他眸子转了转。 这个狗东西, 不会坑我吧?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一场比赛, 郑辰宣赢定了。 万一自己同意了, 这个狗东西, 选择郑辰宣赢, 那自己, 不是输定了吗? 既然你不同意, 见沈天明不说话, 孙万宇便再次开口。 结果话没有说完, 沈天明便开口了。 让我同意也可以, 不过我要先选。 孙万宇耸了耸了, 随即伸手示意沈天明先来。 沈天明得意洋洋地说道, 我赌郑辰宣赢。 众人闻言, 不由对孙万宇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这一次, 这家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结果, 偏偏孙万宇还要让沈天明先选。 这一下子, 他只能选择赌江浩赢了。 但江浩能赢吗? 孙万宇摇了摇头, 他就知道, 沈天明这家伙肯定会这么选的。 不过他并不后悔, 他说什么也要将江浩招揽到北辰书院来。 第138章 你也败给了江浩。 碰, 碰, 碰。 郑辰宣站在远处, 一道道锋刃凝聚而成, 随即不断向江浩攻去。 面对着郑辰宣的攻击, 江浩根本无法进行反击, 只能不断躲闪, 试图借着走位不断靠近郑辰宣。 唉, 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 虽然目前能保证不被打败, 但江浩也买得不了郑辰宣。 认输吧, 再坚持下去, 已经没有意义了。 谁说不是呢, 早点下去得了。 直播间内, 一大批弹幕席卷而来。 看到江浩没有能力反击, 只能不断地躲闪, 众人很快就失去了耐心。 江浩看了一眼, 还在继续攻击自己郑辰宣, 无奈地摇了摇头。 看到江浩摇头, 就在众人以为江浩要认输投降的时候, 突然被江浩接下来的举动给震惊到了。 只见江浩手掌一番, 顿时一柄青色长剑出现出现在了手中。 为了防止别人认出自己是X, 他并没有拿出赤焰剑, 而是随便拿出了一柄异级长剑。 然而即便如此, 依旧让众人反应强烈。 卧槽, 这, 我没看错吧? 江浩竟然拥有储物装备。 我靠, 这江浩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拥有储物装备,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江浩该不会是隐藏的大佬吧? 失敬了失敬了, 没想到江浩竟然拥有储物装备, 看来江浩果然不一般。 可笑, 咱们竟然都没看出来。 众人一片哗然, 在场唯一淡定的, 怕也就苏清雪了。 早在两人在一起的第二天, 他就知道江浩拥有储物装备了。 许晴双拳紧握, 手背上青筋都鼓出来了。 这个废物, 有储物装备竟然不知道给自己。 不行, 自己一定要想办法, 要下来。 这可是储物装备, 就连白杨家都没有。 这种高级货, 只有自己配用。 王长笑神色古怪地笑道, 哼哼哼, 诸位, 看来要么都小看江浩了呀。 众人闻言, 心有所感地点了点头。 储物装备, 他们在场诸位都有, 可这种装备, 并不是普遍都有的。 入门就是武器修为, 同样还要有足够的钱。 与其他武器装备不一样, 储物装备没有什么品阶限制, 哪怕只是小小的F级储物装备, 都价值上亿金币, 而且还是有价无市。 没想到, 江浩竟然也有一个。 江浩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 面对郑承轩的锋刃攻击, 江浩手持长剑将其震开, 随即趁机向郑承轩靠近。 郑承轩剑撞立即自动位置, 不给江浩靠近自己的机会, 同时继续催动锋刃向江浩攻击。 只是这一次他的攻击, 对于江浩没有什么威胁了。 郑承轩不知道的是, 江浩的剑可不是随便挥舞的, 而是无形之中施展出了华山剑法。 风刃这种攻击已经伤害不到江浩了。 见到自己攻击已经压制不住江浩了, 郑承轩并没有慌乱, 立即改变攻击套路。 当即不再释放风刃, 只听一阵刺耳而又急促声音响彻在擂台之上。 江浩眉头一挑, 他虽然没有看到攻击, 却已经猜测到了对方施展的是什么攻击了。 这是一种利用风声产生出的音波攻击。 这种风声就类似于坐在房间中听着外面刮春风的感觉。 本身就会音波攻击, 江浩自然知道音波攻击的强横。 不过, 郑承轩的音波攻击还没有练到家, 对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当即江浩身形移动, 顶着郑承轩的音波攻击在催动暴击的情况下, 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迅速向郑承轩靠近。 不等郑承轩反应过来, 江浩就已经来到了郑承轩的身前, 手中长剑落在了他的脖子上。 认输, 还是死。 突然的变化, 让众人再次一愣,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根本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 怎么江浩就已经将剑放在了郑承轩的脖子上了? 别说众人没反应过来了, 就连郑承轩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 呆呆看着江浩,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老沈, 孙万语干巴巴的看向沈天明。 他发誓, 他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 沈天明回过神来猛的一拍桌子, 姓孙的, 你他娘的坑我。 我真没有, 我也不知道, 孙万语苦笑。 行, 我记住了。 孙万语想要解释, 可沈天明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将刚才孙万语还给他的武器丢给了孙万语, 随即又从储物装备中取出了一个A级装备丢给了孙万语。 做完这些, 沈天明气呼呼地坐到了一旁, 不再忌讳孙万语。 这个狗东西, 绝对是故意的, 这才几天的时间就坑走了自己四柄武器了。 想到这里, 沈天明有些欲哭无泪, A级装备, 就算他都没有多些, 竟然被孙万语给坑走了四柄。 众人同情地看了一眼沈天明。 擂台上, 看着已经架在自己脖子上的长剑, 自己甚至能感受到长剑上的良意。 郑辰轩苦笑一声, 知道自己已经彻底输了, 虽然不甘, 却也没办法, 最终只能无奈地选择认输。 将郑辰轩认输, 江浩收回了长剑, 然后看向了裁判。 这一战, 裁判刚开口, 就被打断了, 只见许晴再次站了起来。 等一下, 我觉得江浩作弊了, 他收买对手, 不然以他的实力, 怎么可能战胜郑辰轩这样的四阶觉醒者。 这, 裁判一愣, 随即看向了马辰宇等一众评委。 马辰宇看向许晴, 你有证据吗? 我没证据, 但我敢肯定, 肯定是这样的。 众人文言不由摇了摇头, 这女人怎么想的, 没证据就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真是白瞎了三爪冰龙的能力了。 马辰宇淡淡地说道, 这位同学没有证据的话, 尽量还是不早说说的好, 除非你拿出证据出来。 而且你不要忘记, 你也败给江浩了。 许清文言眉头一皱。 我擦, 这个女人怎么想的张嘴就胡说八道呢? 脑袋里装的都是想吗? 就是, 先不说江浩是不是真的买通了对手, 单说他们的对手都是随机的, 江浩怎么可能知道下一个对手是谁? 哎, 以前看这个女人觉得还不错, 现在只觉得当初瞎了眼。 直播间内更是一条条, 弹幕满天飞。 这一战, 龙城大学江浩胜。 裁判不再理会许晴, 直接宣布了江浩的胜利。 第139章, 晚点刺激的。 呦呼! 听到裁判的宣布, 龙城大学这边彻底地沸腾了。 江浩赢了, 这就代表江浩在本届学校大比进入了前十。 前十啊, 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进入的。 哈哈, 以后江浩就是我哥了, 跟着我浩哥魂, 绝对吃香地喝辣的。 不错, 我浩哥为五。 他娘的, 这回看五大书院, 还是十大名校感, 不敢看不起咱们普通大学了。 普通大学怎么了, 随便出来一个学生, 照样能甩他们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学生好几条街。 对对对, 以后看谁敢瞧不起咱们。 校长办公室, 周文林一屁股坐在座位上, 此刻他额头上布满了汗水。 刚才可给他紧张完了, 好在江浩没有让人失望。 同时周文林又无比庆幸, 招生老师竟然能将江浩这种天交招 收到他们龙城大学来。 想到这里, 周文林直接拿起电话 给教导主任拨过去。 问校长, 怎么了? 周文林大笑道, 这一次去春水高中招生的是谁? 讲, 给我狠狠地讲。 啊? 明白。 教导主任先是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他知道, 周文林这么高兴, 是因为江浩进入了前十。 挂了电话, 周文林又陷入了沉思, 原本他还考虑给江浩奖利一两百万呢。 可看到江浩竟然拥有储物装备, 这种神奇装备就连他都没有, 没想到江浩竟然拥有。 储物装备的价值他很清楚, 之前考虑给的奖励现在根本拿不出来了。 唉。 周文林暗自叹了一口气, 开始思索究竟该给江浩什么好呢。 当最后一场比赛结束, 已经是下午五点的时候, 因为人数问题, 这一次并没有比到晚上七点。 因此, 随着最后一场比赛结束, 决赛也完美落幕, 明天将进行五强赛争夺前五的排名。 离开体育馆, 江浩本想直接回住处, 可苏清雪却想要江浩陪他逛逛街。 毕竟再过两天, 他们就要分开了, 江浩不忍心拒绝便同意了。 在外面吃个饭, 又看了个电影, 等两人回到住处, 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回到住处的时候, 江浩他们就看到站在他们门口的许晴, 两人眉头一皱。 江浩本不想理会许晴, 结果没想到许晴率先开口了。 江浩, 把你的储物装备给我。 江浩文言不由被气笑了, 这个许晴怎么想的? 谁给他勇气这么理直气壮的呢? 不等江浩说话, 一旁的苏清雪占了出来。 许晴, 你还要脸吗? 你跟江浩都已经分手了。 你凭什么管他要储物装备? 这是我们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吧。 许晴瞥了一眼苏清雪, 眼底浮现出一抹嫉妒。 凭什么这个女人长得比她好看, 自己才是最优秀的, 将来自己一定能成为模样。 当时候她要把这些想得漂亮的女人, 全部抓起来毁容。 苏清雪冷笑, 真有意思, 江浩是我男人, 这是怎么跟我没关系了? 许晴没有搭理苏清雪, 而是看向了江浩。 江浩, 我跟你三年的时间储物装备给我, 就算是弥补我的青春损失了。 凭什么? 你觉得你配吗? 江浩默然地看着许晴。 许晴傲然道, 我怎么不配了? 储物装备放在你这个废物手里, 简直爆前天物, 给我才能让它发挥出最大作用。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得到我。 你这样,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把储物装备给我, 今晚我让你得偿所愿如何。 江浩声音冰冷地说道, 许晴, 有多远, 你给我滚多远, 别用你肮脏的想法来玷污我的耳朵。 一旁的苏清雪文炎直摇头, 他见过不要脸的, 却还没有见到像许晴这么不要脸的呢。 他真不知道, 许晴究竟是哪来的脸, 管江浩要东西。 江浩, 许晴还想要说什么, 却被江浩默喝一声。 滚。 江浩这一声音量不小, 惹得这一层的人不少开门走了出来。 江浩没有理会众人一把将许晴扒拉开, 随即开门拉着苏清雪走了进去。 江浩! 等许晴反应过来后, 江浩已经关上门了, 气得许晴狠狠地砸了两下门。 看什么看? 许晴对其他人怒吼一声, 随即气呼呼地回到了自己房间中, 砰的一声, 将房门关上。 我去, 我看到了, 苏清雪竟然跟江浩进房间了。 他们两个不会是在。 众人一瞬间八卦起来。 江浩回到房间后, 脸色阴沉地在沙发上, 苏清雪就坐在了江浩腿上, 柔声道。 别生气了, 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得。 我以前真这么眼瞎吗? 江浩看向苏清雪。 苏清雪认真的点了点头。 好了, 别想这些了, 都已经过去了。 苏清雪靠在江浩的怀中。 洗澡吧。 你先洗吧, 我一会洗。 苏清雪突然语气一变, 妩媚地问道, 想不想玩点刺激的。 呃, 什么刺激的? 江浩咽了一口唾沫。 这娘们准没憋好屁。 咱俩一起, 苏清雪说着, 轻轻在江浩耳旁吹了一口气。 随即不给江浩拒绝的机会, 直接拉起江浩就往洗手间走去。 今天是五强赛, 五强赛的规则与之前不一样。 先是你们俩俩交战, 赢的人明天进行夺冠比赛, 输的人今天进行前十排名。 现在开始抽签决定出战选手。 随着马晨宇的声音落下, 评委席上的大屏幕立即转动起来。 很快, 两张照片以及参赛者的信息就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然而马晨宇却并没有立即宣布比赛开始, 只见大屏幕再次转动, 又是两张照片以及参赛者的信息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如此经历了五次, 最终大屏幕这才不再转动。 上面出现了五场比赛的顺序。 江浩眉头一挑, 原本他还以为为了保证五位五阶觉醒者参加最后的夺冠赛。 会让五位五阶觉醒者分别对付他们另外五人。 结果没想到, 有北辰书院的宋高龄竟然与青山书院的龙飞羽碰到了一起。 这两个可都是五阶觉醒者。 而自己无比的运气好, 对手竟然是一位四阶觉醒者。 第140章 认输 第一场, 永夜书院汪小冬对战青山书院梅玉玲, 很快, 一男一女便来到了擂台上。 这两人江浩第一天的时候, 就已经用鉴别之眼看过了。 汪小冬五阶觉醒者, SS几天赋, 能力是体能者, 冰晶玉骨体。 梅玉玲四阶觉醒者, S几天赋, 能力是变异者, 能够变身成一条黄金马。 在裁判宣布开始的瞬间, 汪小冬身体迅速变得晶莹剔透起来, 就仿佛一块人形的冰晶玉石一般。 汪小冬迅速向梅玉玲攻去, 梅玉玲则第一时间变成了一条十多米长, 成年人大腿粗细的黄金马。 汪小冬见状, 立即停下来脚步, 同时迅速后退。 看到汪小冬怪异的举动, 众人立即议论起来。 我擦, 汪小冬这是在搞什么? 怎么突然又不进攻了? 你懂个屁, 别忘了, 梅玉玲最不怕的, 就是近身战斗。 之前有两个与他近身战斗的, 哪一个不是被他缠住, 最终无力反抗, 不得不认输的。 那怎么办? 汪小冬是体能者, 不能近身的话, 那岂不是必输无疑了? 先看着吧, 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江浩看了一眼擂台, 不由摇了摇头, 汪小冬的天赋有些鸡肋, 对他自身帮助并不大, 不过赢这场比赛还是没什么悬念的。 至于汪小冬的战术, 他也已经看明白了。 虽然有些过于小心了, 却也不是是最稳妥的方法。 在江浩这样想着的时候, 梅玉玲已经扭动着蛇区, 向汪小冬不断靠近了。 梅玉玲此刻就如同一条真正的黄金蟒一般, 仿佛汪小冬就是他的猎物。 他的速度不紧不慢, 却又步步紧逼将汪小冬控制在一定的区域。 不多时, 梅玉玲似乎觉得汪小冬在他的攻击范围了。 当即尾巴一甩, 身体如同弹簧一般, 迅速飞起, 向汪小冬扑来。 而就在这时, 汪小冬猛地转身, 身上气息涌动, 顷刻间从四阶觉醒者变成了五阶觉醒者。 五阶? 感受到汪小冬的气息变化, 在场众人瞳孔一缩。 他们没有僵好的鉴别之眼, 自然看不出这些人的真实修为。 原本他们以为只有陆百川是五阶觉醒者呢。 结果没想到, 汪小冬竟然也是五阶觉醒者。 梅玉玲也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不过他眼神中多出了一抹坚定, 并没有就此停手。 庞大的身躯迅速缠上了汪小冬。 汪小冬并没有露出任何慌乱, 反而微微一笑, 也不挣扎, 任由梅玉玲缠住自己。 嗯? 汪小冬为什么不反抗? 众人疑惑地看着擂台上。 就在众人疑惑不已的时候, 汪小冬身体突然开始扭曲, 随即竟然仿佛变成了一条大蛇一般。 随即与梅玉玲纠缠在一起, 轻而易举便让梅玉玲的缠绕失去了作用。 这就是汪小冬的天赋, 可以自己的身体进行某种特定的童话。 不过这个童话也有限制, 那就是必须接触到对方的身体才行。 正是因为接触到了梅玉玲的身体, 汪小冬才能让自己的身体, 如同蛇一样柔软。 梅玉玲没想到, 汪小冬竟然还有这这一招。 如此一来, 她的缠绕对汪小冬也就失去了作用。 不过梅玉玲很快便镇定下来, 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向汪小冬咬去。 汪小冬见状, 连忙侧身躲开了梅玉玲的攻击。 她只是将身体同化的与蛇一样柔软, 却不是她变成了蛇。 梅玉玲能张嘴咬她, 她却无法做到。 不过这不代表她没有反应能力了, 只见汪小冬一直探出, 重重地点在梅玉玲身上。 啊! 梅玉玲痛叫一声。 瞬间, 梅玉玲身上出现了一个血洞, 并且周围的伤口, 还出现了玉石化。 这正是她晋升到五阶时, 新获得的技能, 玉化。 不过这个技能同样有限制, 并不是她触摸什么, 什么就会愈化。 而是需要她击伤对方, 这样伤口位置才会出现少许的愈化。 这样一来, 对方就无法让伤口愈合了。 除非对方比自己实力强, 能够破解开自己的愈化, 否则根本无法破解自己的攻击。 梅玉玲强忍着身上的疼痛, 想要继续攻击汪小冬, 可汪小冬异常灵活, 根本不给梅玉玲攻击自己的机会。 反倒是梅玉玲自己, 身上又多出了几个伤口, 鲜血不断顺着伤口流出。 好在梅玉玲变身后, 身体变大了不少, 不然光是流出的血, 都会让她因为失血过多而陷入昏迷。 不过尽管如此, 梅玉玲也极为不好受, 汪小冬完全克制了她的能力, 再加上身上的伤口无法愈合。 最终, 梅玉玲只能无奈地选择认输。 这一战, 永夜书院汪小冬胜。 永夜书院这边立即环顾出生, 虽然都知道五强会出自他们五大书院, 可汪小冬率先胜出, 代表目前五强之中, 汪小冬排名第一。 尽管只是暂时的, 依旧让他们高兴不已。 下一场, 战武书院陆百川对战南玉书院王翰。 见汪小冬, 梅玉玲下了擂台, 马晨宇也宣布出了第二场出战的名字。 让人意外的是, 王翰直接选择了认输。 陆百川上一轮比赛, 就已经暴露出了自己五阶的修为。 王翰只是四阶觉醒者, 天赋还不如陆百川, 与其上去被虐, 还不如直接选择认输投降呢。 这样, 自己还能留些力气, 争夺前十排名。 众人看出了王翰的想法, 不由摇了摇头。 他们并不是对王翰失望, 谁都清楚五阶与四阶之间的差距。 很早之前就有人说过, 五阶与四阶其实是个分水岭。 五阶以下的觉醒者, 只不过是觉醒者初期成长的阶段而已, 连入门都算不上。 就类似人一样, 从婴儿到小学生, 然后是中学生, 高中生一样。 正式成为觉醒者才算是正式成为觉醒者。 王翰不这儿退, 固然有些丢人, 可这也是最正确的做法。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那不是勇气, 那是傻。 陆百川面色平淡, 重新坐回了座位上。 裁判宣布了陆百川胜利, 随后马晨宇的声音再次响起。 下一场, 北辰书院秦清兰对战南域书院木洛。 第141章 暂停比赛 秦清兰与木洛的战斗没有任何悬念, 虽然秦清兰晋级到了四阶, 又是SSS级天赋。 可木洛毕竟是五阶觉醒者, 纵使秦清兰拼尽全力, 却依旧不是木洛的对手。 最终也只能遗憾地指不在五强之外了。 下一场, 北辰书院宋高林对战青山书院南宫博, 体育馆隐藏房间内。 这不胡闹吗? 让两个五阶做对手。 如果他们现在是夺冠赛, 那我无话可说。 青山书院院长顾倩, 脸色一沉。 可现在竟然在这个时候遇到了, 岂不是代表一个人将失去夺冠的机会吗? 他们青山书院本就是以辅助为主的书院, 并不擅长战斗。 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好苗子, 结果还遇到了五阶的对手。 赢了还好说, 输了可就太吃亏了。 再说一道, 双方动起手, 出现伤势, 就算赢了, 也会影响明天的战斗。 王长孝咒梅道, 老顾这是抽签决定的, 在说了之前, 你不也没反对吗? 电脑抽签这个, 谁也干预不了, 否则他们学校大比的公平在哪里。 再说了, 现在双方都已经上场了, 这时候再说这些, 一切都晚了。 顾欠沉声道, 暂停比赛, 不能让他们比了, 我青山书院就剩下这一个学生了。 如果他输了的话, 岂不是前五没有青山书院了? 与此同时, 宋高龄与南宫博登上擂台, 在听到裁判宣布开始后, 两人似乎都心有所感, 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真实气息。 五阶! 感受到, 两人竟然都是五阶觉醒者, 在场众人一惊。 两个五阶竟然遇到了一起, 这是提前要夺冠吗? 宋高龄与南宫博也谋自微密, 他们之前就对对方感觉忌惮, 却没发现忌惮的源头来自哪里。 如今看来, 原来是因为对方都隐藏了实力。 比赛先暂停一下, 突然广播之中传出了一道沉稳的女声。 众人一愣,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暂停了比赛? 就是啊, 怎么突然暂停了? 继续啊, 我们还要看五阶觉醒者的对战呢。 对啊, 为什么暂停比赛? 我们要看比赛, 快让比赛开始。 众人不满的声音此起彼伏, 然而却没有人理会众人的议论。 江浩眉头一挑, 隐隐猜测到了什么, 这是不舍得两个五阶觉醒者现在战斗, 还是怎么的。 亦或者说, 五阶觉醒者需要最后夺冠才能相互出手。 就在江浩暗自猜测具体原因的时候, 体育馆隐藏的房间内。 不见, 你这么做, 有些不守规矩了。 众人不悦地看着顾歉。 学校大比的规矩是历代学校负责人商定下来的, 结果被顾歉这么一弄, 岂不是让人笑话? 顾歉冷笑一声, 规矩。 按照你们的规矩, 我青山书院就要从前五中掉下来了。 不管青山书院实力如何, 前五的名头必须保住。 现在还没开始比呢。 你就说这话, 万一这一次你们青山书院赢了呢? 孙万语无奈地摇了摇头。 话虽如此, 他其实很清楚顾歉地顾虑。 如果堂堂青山书院连学校大比前五都进不了的话, 对青山书院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我现在不想听这些, 我必须保证我青山书院学生进入五强之中。 陈明安问道, 那你是什么意见? 其他校长见到五大书院校长在这争执, 都没有说话。 学校大比到了现在已经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他们之所以留在这里, 也不过是看看热闹而已。 在这里, 他们能够掌握到第一手资源。 让江浩与南宫博换一下。 王长校皱眉道, 这怎么可以? 先不说江浩会不会同意, 单说这个也不符合规矩啊。 这有什么? 你们觉得江浩还能赢怎么的? 顾歉不以为然。 一个普通大学学生能够走到十墙就已经很不错了, 怎么可能比得过他们五大书院的学生? 陈明安摇了摇头, 这样做肯定是坏了规矩的。 而且你们别忘了, 江浩是第一个普通学校参加的学校大比, 咱们这么做了, 会让其他人怎么想? 到时候网上再传出, 咱们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欺负一个普通大学学生, 那可就麻烦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们说怎么办? 总之, 我青山书院必须是在前五之列。 王长校想了想, 然后说道, 这样吧, 让宋高龄, 南宫博不用比了, 直接晋级夺冠赛, 到时候他们争夺, 你们看这样行吧。 孙万宇, 这个方法倒是不错, 不过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六个人夺冠了吗? 夺冠就夺冠呗, 大不了咱们改变一下比赛规则呗, 多加一场, 这又没什么大不了的。 王长校不在意地耸了耸肩, 随即看向顾倩。 顾倩, 这个方案你觉得如何? 不过时间说好了, 如果你青山书院的南宫博输了, 你可不行再耍赖了。 顾倩沉阴片刻,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能够保证让南宫博参与夺冠就够了。 至于南宫博能不能赢, 那就看他自己的了。 不过顾倩相信, 南宫博轻易不会输得, 那就这么定了。 王长校确定下来后, 当即开始在广播之中发布通告。 介于宋高龄, 南宫博都是五阶觉醒者, 所以我们这些校长决定, 取消他们的战斗, 让他们都进去到夺冠赛。 现在开始下一场比赛吧。 王长校的话让众人一愣, 不过转念一想, 他们便明白过来, 五阶觉醒者应该用来夺冠, 而不是在这里争夺前五。 这些校长这么做, 不过是给宋高龄, 南宫博一个夺冠的机会而已。 毕竟这一次冠军奖励, 可是有圣学府邀请函的。 就释然了。 宋高龄,南宫同时松了一口气, 原本他们还以为自己这一次 可能与大奖失之交臂呢? 没想到各位校长让他们多了一个机会。 如此,他们也就放心了, 当即走下了擂台。 江浩淡然一笑, 这些对于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他只需要战胜自己的对手。 从而参加夺冠, 并且获得第一就够了。 至于夺冠的是几人, 这个他一点都不在乎。 下一场, 龙城大学江浩对战永夜书院翟玉庆。 第142章 震惊。 江浩站在擂台上, 看着自己的对手。 翟玉庆四阶觉醒者, S级天赋, 能力是体能者, 猎羊体。 四阶觉醒者, 足以让他全力以赴了。 在江浩打量翟玉庆的时候, 翟玉庆也在打量着江浩。 他很庆幸, 自己分道的对手竟然是江浩, 不然自己连进去五强的机会都没有。 虽然自己即便打过了江浩, 也不可能跟五阶觉醒者争夺冠军, 可进入五强与没进入五强是两个概念。 想到这里, 翟玉庆不由心情大好, 忍不住说道, 江浩, 一会你直接投降吧, 这样也算给自己留下一些体面了。 江浩淡然一笑, 投降? 我可没有投降的打算。 想要让他投降, 那是不可能的。 哼, 不识好歹的东西。 看到江浩明完不灵, 翟玉庆脸色一沉, 本来自己心情好, 才特意提醒江浩一句的。 既然江浩不领情, 那就别怪自己不客气了。 开始吧。 就在这时, 裁判的声音响起。 翟玉庆文言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随即头顶上升腾起一颗拳头大小的光团。 然而, 这可不是什么光团, 这是猎羊体的标志, 这个光团代表着太阳。 翟玉庆将背上背着的长枪拿了下来, 随即直奔江浩去。 我去, 江浩不投降干什么呢? 面对四阶觉醒者, 他是对手吗? 谁知道了, 估计是被吓傻了吧? 快投降吧, 四阶觉醒者怎么可能打得过? 他以为他是X吗? 看着比赛开始了, 众人摇了摇头。 此刻, 擂台上, 江浩深吸一口气, 随即手掌一番, 之前被他拿出来过的青色长剑, 再次被他拿了出来。 哼, 还真是不死心啊。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四阶觉醒者的威力, 免得你这辈子都没与四阶觉醒者交过手。 看到江浩竟然真不打算投降, 翟玉庆冷笑一声, 速度加快了一些。 听到翟玉庆的话, 江浩眉头一皱, 这家伙还真以为自己赢定了事吗? 看来自己要好好的给对方上一课了。 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翟玉庆, 江浩手持长剑直接赢了上去, 同时抖转心仪运转起来。 一瞬间, 江浩体内的气息升腾而起。 二阶! 众人看着江浩的气息, 神色不由有些古怪, 这就是江浩的底蕴吗? 这样的底蕴, 还有亮出来的必要了吗? 不对劲, 根据资料上显示, 江浩是大一新生, 大一都是一阶, 江浩怎么是二阶呢? 对啊, 之前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江浩竟然超过了这一阶所有的大一新生。 我靠, 江浩真的是过来打脸的。 那些招生老师如果看到了这一幕, 岂不是都会无地自容? 江浩竟然是二阶, 这个狗东西隐藏得还挺深, 难怪能打败自己呢。 白羊看着江浩的修为, 眸子微眯。 原来这就是你的医症, 那你现在可以下去了。 擂台上, 翟玉庆看着江浩的气息露出不屑的神色。 江浩没有说话, 手中长剑直接与翟玉庆的长枪碰在了一起。 翟玉庆更加不屑, 长枪直接猛地横扫, 看样子似乎想要将江浩的长剑打掉。 然而, 就在这时,江浩手中长剑突然捂出一道剑花, 巧妙地破开了翟玉庆的攻击。 翟玉庆一愣, 但并没有多想, 直接继续向江浩攻去。 然而, 他的长枪虽然舞动得格外生猛, 可却都被江浩给完美地抵挡了下来。 翟玉庆有些差异, 没想到江浩竟然还真有两下子。 不过他没有在意, 他不信自己堂堂四阶觉醒者, 会不是一个二阶觉醒者的对手。 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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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飞快交手, 与翟玉庆的暴力攻击不同, 江浩的攻击明显是具有招式的。 而这也让翟玉庆意识到了, 自己可能把江浩想得太简单了。 不过, 想想也是, 一个能够凭借二阶觉醒者的实力, 走到石墙的人怎么可能会弱? 咦? 江浩的这一手攻击, 怎么看着这么像舞学呢? 陈明安看着江浩的战斗, 不由惊疑出声。 王长孝摇了摇头, 看来江浩之所以有底气, 应该是掌握了一些武学。 不过可惜, 就算如此, 同级之中, 孤舞者也不如体能者。 陈明安沉声道, 不对, 你们别忘了, 江浩是二阶修为, 可他不仅战胜了二阶觉醒者, 更是战胜了三阶觉醒者。 如今, 就算四阶觉醒者, 他也与其打得有来有回。 顾倩撇了撇嘴, 那又能说明什么? 这才刚开始,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要是网上那个X来了, 或许能跟四阶觉醒者有一战之力, 但江浩嘛, 肯定不行。 孙万宇摇头道, 不竟然, 我觉得江浩应该还有手段, 没有施展出来呢。 要知道, 江浩一共就施展过两次剑法。 哼, 就算他再有本事, 也不可能是翟玉庆的对手。 沈天明冷哼一声, 众人闻言不由露出苦笑。 擂台上, 翟玉庆见自己打了这么久, 竟然都没有能解决掉江浩, 不由有些恼怒。 一个二阶鼓舞者, 凭什么跟自己都这么长时间。 想到这里, 翟玉庆直接施展出天赋攻击。 爆炎! 顿时, 他手中长枪的枪间迸发出璀璨的光芒, 同时一股强劲的攻击力从中迸发出来。 这一招, 他是翟玉庆的最强攻击了。 江浩见状, 果断后退。 然而, 翟玉庆却不依不饶, 手中长枪直指江浩的眉心。 见到这一幕, 众人不由摇了摇头, 在他们看来, 江浩这一次必输无疑了, 弄不好还要为此失去性命了。 原因无他, 翟玉庆这一招太具有杀伤性了。 即便他们没有在擂台上, 也感受到了翟玉庆的杀意。 哈哈, 江浩, 我看你这一回还能不死。 白羊心中冷笑, 一旁的许青眸子微眯, 江浩死不足惜。 不过江浩死了的话, 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将储物装备弄到手。 储物装备是他的, 谁也不可以抢走。 卧槽, 那是什么, 快看。 众人文言一愣, 连忙向擂台看去。 当他们看到擂台上的情况后, 不由露出惊恶的神色。 这怎么可能啊? 第143章, 身份暴露。 在场众人, 差不多都站了起来, 一脸愕然地看着擂台。 只见江浩, 身体突然化作了一道虚影, 迅速躲开了翟玉庆的攻击, 出现在了翟玉庆的身体后方。 当然, 单凭这样, 还不足以让众人震惊。 真正让人震惊的是, 江浩的头顶上空幅现出了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若是之前, 他们肯定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 可如今大家几乎都知道X, 在网络上的视频中, 他们都看到过, X有一门音波攻击。 而这音波攻击的标志, 就是头顶上空, 会出现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如今江浩的头顶上, 竟然也出现了这么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这说明什么? 江浩就是X, 或者江浩与X有关系。 丹北冷冷地看着这一幕, 这一幕太熟悉了。 印象中那个让人讨厌的身影 与江浩的身影怎么会融合。 许晴, 白羊也有些呆愣,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江浩是X, 这怎么可能? 他们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事实。 秦秦兰美眸中泛起一色, 好家伙, 原来你隐藏得这么深呀。 想到这里, 秦秦兰嘴角上扬, 露出一抹让人惊心动魄的绝美糊涂。 这一幕不仅在场中人感觉到了震惊, 就连直播间也同样震惊一片。 一条条弹幕飘过。 什么情况? 这个江浩竟然会X的攻击。 你们说, 有没有重可能江浩就是X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觉得江浩应该是X的徒弟, 或者两人是师兄弟。 龙城大学。 卧槽, 我没做梦吧? 我竟然跟X是同学。 切, 你这算啥? 我开学当天还被X教训过呢? 威武浩哥, 没想到浩哥竟然是神秘的X。 教室中坐在角落的魏光源, 心中后悔不已。 早知道江浩这么厉害, 他说什么也要好好巴结巴结。 邹文林愕然地看着屏幕, 他也被江浩这一手段吓了一跳。 在看屏幕上的弹幕, 他突然觉得江浩很有可能就是X本人。 毕竟江浩率先被检测出来 SSS及天赋的鼓舞者, 而后才有X的出现。 而且, 江浩如今的修为与X一样, 都是二届。 想到这一点, 邹文林看向江浩的目光不由泛起幽光。 X, 江浩就是鼎炳大名的X, 这一次, 他们龙城大学想要不火都难了。 龙城赏金工会, 会长办公室。 刘景龙刚忙完, 正要喝水, 办公室电话就响起来了。 喂, 领导有什么指示? 刘景龙你快打开视频, 看这一届的学校大笔, 快。 孟少杰没有多说, 说了一句, 就挂断了电话。 听着孟少杰激动的声音, 刘景龙一愣, 虽然不明白, 孟少杰为什么这么激动, 但还是打开了视频, 找到了学校大笔。 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 刘景龙刚喝进口中的水, 一下子流了出来。 卧槽! 体育馆隐藏房间内, 一片安静。 各校校长呆呆地, 看着擂台上的江浩。 擂台上? 翟玉庆察觉到了不对劲, 猛地回头。 映入眼帘的是江浩面无表情的神色, 他目光上移, 不由心脏一抽。 好! 不给翟玉庆任何反应的机会, 江浩嘴巴一张, 顿时一股恐怖的音波攻击席卷而出。 瞬间响彻整个体育馆, 众人只觉得一阵心神荡漾。 同时暗自庆幸, 江浩这一攻击并不是针对他们的。 然而, 相比于众人翟玉庆就不好了。 在江浩的音波攻击中, 他手当其冲, 硬生生被震得连续后退了好几步, 嘴角更是流出了鲜血。 我杀了你! 翟玉庆稳住身形, 怒吼一声, 便向江浩冲了过来。 江浩当即收起青色长剑, 随即运转起了龙神弓。 好! 龙银声响起, 江浩瞬间化作了透明的东方神龙, 向翟玉庆冲了过去。 我靠, 我之前还不确定, 现在我确定江浩绝对是X。 不错, X也有这种手段, 江浩肯定是X。 怎么敢来参加学校大比呢? 原来是这样。 看到江浩此刻的样子, 众人顿时议论起来。 诸位, 你们看到了吧? 有什么想说的吗? 孙万宇微微一笑。 这个江浩, 还真是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惊喜。 原本废物的鼓舞者, 竟然真的让他给盘活了。 这样的天才, 一定要想办法收到北城书院来。 沈天明脸色难看地说道, 说什么, 回去就给负责招生的老师来了。 干什么吃的, 这么大的人给放跑了。 此刻其他人也脸色难看, 这些负责招生的人是怎么办事的。 江浩这明显不是如同鼓舞者, 竟然就被这样招生的人给抛弃了。 他们也不想想, 如同鼓舞者怎么能成为龙城高考状元。 一群没用的废物。 然而这些校长却忽略了一点, 他们埋怨招生老师不合格。 可之前看到江浩的时候, 他们谁也没有看得起江浩。 孙万宇看着这种人的模样, 微微一笑。 说实话, 他心里也很齐, 他人差不多。 不过, 此刻他想的不是如何处置招生老师, 而是如何将江浩这种天才, 招揽进北辰书院。 与此同时, 擂台上, 翟玉庆被江浩用龙神弓给重重撞飞, 手中长枪更是脱手而出。 江浩从东方神龙状态退了出来, 抬脚向翟玉庆走去, 同时运转起了斗转心仪。 翟玉庆稳住身形,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江浩, 心中一灵。 此时此刻, 他已经知道自己不是江浩的对手了。 这让他有些无法接受, 自己堂堂四阶觉醒者, 竟然不是知道二阶觉醒者的对手。 凭什么, 江浩不过是废物的鼓舞者, 为什么会这么强? 还有他跟那个X究竟是什么关系? 翟玉庆脑海中想了很多, 可眼下已经容不得他多想了, 江浩已经来到了他身前。 翟玉庆一咬牙, 猛地抬拳挥出。 碰! 翟玉庆的拳头很快, 可江浩比他更快, 一把便抓住了他的拳头。 不等翟玉庆反应过来, 江浩的头顶上空再次出面了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好! 恐怖的吼声自江浩口中传出, 翟玉庆首当其冲, 只觉得自己大脑一片空白。 破! 翟玉庆一口鲜血喷出, 随后被江浩一脚踹下了擂台。 第144章 招揽 这一战, 龙城大学江浩上。 随着裁判宣布出声, 在场大部分人站起来为江浩鼓掌。 知道了江浩是X, 他们心中之前对江浩的瞧不起也消散了不少。 陆百川他们深深地看了一眼江浩, 心中隐隐有些忌惮, 不缺却也没有太在意。 毕竟江浩再强, 也只是二阶与五阶觉醒者之间依旧有着不小的鸿沟。 江浩回到了座位上, 前五争夺虽然完事了, 但前十的排名还没有完事呢。 接下来就是前十的比试了。 江浩同学, 请跟我来一趟, 各校校长想要见你。 就在江浩看比赛的时候, 一名中年人来到了他的身边, 与其十分客气。 江浩眉头一皱, 各校校长要见我。 他们见我做什么? 虽然他这么问, 但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无外乎就是看出了自己的潜力, 想要招揽自己而已。 这自然是好事, 你去了就知道了。 江浩点了点头没有拒绝, 他倒要看看, 这些校长打算怎么招揽自己。 在这位中年人的带领下, 江浩很快来到了隐藏的房间内。 或, 如果不是有人带着自己, 自己肯定不会知道这里竟然是个房间。 走进房间, 江浩瞬间就感觉到了三十双眼睛全部落在了自己身上。 江浩不动声色地走进了房间, 那位中年并没有跟进来。 房间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类似一个会议厅。 最主要的是, 他发现这里的视野特别好, 几乎能将整个体育馆看到。 不过就是实力低的人, 无法看清楚擂台上的战斗。 瞄了一眼周围, 江浩将目光看向了众人。 好家伙, 最低都是六阶觉醒者, 其余五人竟然都是七阶觉醒者。 而且, 这些人的天赋竟然最低都是A级, 最强的还有两位SS级的其余清一色S级的天赋。 过来了, 别紧张, 坐吧。 孙万宇笑着对江浩点了点头。 江浩也没有客气, 拽过一把椅子, 直接坐下了。 不知道几位校长找我过来所为何事。 江浩上来就开门见山, 语气不卑不亢。 王长笑笑道, 是这样的江浩, 我们想要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学。 只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江浩给打断了。 我记得前两个月招生的时候, 在座的学校, 好像没有一个愿意收我的吧。 江浩嘴角上扬, 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跟这些人, 他没有兴趣蓄以为疑。 虽然在座的各位都比他厉害, 可在这里, 他们该不会拿自己怎么样的。 此话一出, 顿时让孙万宇他们露出尴尬的笑容。 孙万宇倾壳一声, 随即说道, 小浩呀, 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 不过好在一切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加入我北城书院吧, 我会给你更好的资源, 让你修为突飞猛进的。 我擦, 这个狗东西。 王长孝, 陈明安他们一众校长心中怒骂。 这个混蛋, 说好了大家一起招揽江浩的, 结果这家伙竟然玩起了花活, 甚至还不要脸的套起了近乎, 连小浩都叫出来了。 老孙, 你北城书院虽然是五大书院第一, 可并不适合小浩, 来我战武书院吧。 王长孝这时咋开口了? 他娘的, 再也不开口就来不及了。 他可不想江浩这种好苗子落在别人的手中。 论起培养体能者这一块, 谁有我战武书院厉害? 虽然小浩是鼓舞者, 但我相信, 我们战武书院依旧非常适合小浩。 其他校长也先说什么, 不过却被江浩给打断了。 诸位校长的意思明白, 难道你们不怕我的能力, 只不与二阶? 虽然我现在能越级对战四阶, 可万一我之后无法继续突破。 你们的投资可就容易打水漂了呀。 此话一出, 众人一愣。 是啊, 现在他们虽然看出了江浩有潜力, 可万一江浩这是将潜力透支出来的实力, 那他们之后的投资就很容易打水漂了。 即便现在招揽江浩, 也不过是一场豪赌而已。 一些校长目光出现了一些变化, 不再像刚才那般热气了。 江浩将众人的目光尽收眼底, 心中不有冷笑。 无妨, 我们王长校还想要再说什么, 却还没有说出来呢, 就听到江浩再次说道。 其实我以前对于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还是很向往的, 觉得你们是龙国最强的学校。 不过, 现在看来, 你们大一的学生, 如今也猜不过一阶。 哼哼。 说到这里, 江浩微微一笑, 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其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了。 如今他没有借用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的修炼资源就已经突破到了二阶。 可跟他一届的大义新生, 目前为止也猜不过一届。 试问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有什么资格招揽他。 此话一出, 众人的神色不由有些尴尬, 不可否认, 江浩说的确实是事实。 孙万语叹息道, 小浩, 话不能这么说, 有人强就有人弱。 培养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但他们天赋在哪里摆着呢? SSS级天赋的学生还是太少了。 江浩微微一笑, 随即起身道, 首先我在这里多谢诸位校长的台, 不过我已经有了打算, 所以只能说不好意思了。 说完, 江浩便起身离开了。 一位校长冷声道, 哼, 这个家伙, 实在是太不知好歹了。 咱们这么多位校长一起招揽他, 已经给他足够多的面子了, 结果他竟然如此不给面子。 另一位校长也说道, 就是我看他就是恃宠而骄, 这样的人没有招收的必要了。 行了, 都少说两句吧。 孙万语摆了摆手, 人家恃宠而骄怎么了? 人家现在有这个本钱, 再说了, 当初还不是咱们几个学校招生的人不给力, 把这么一个天才给拒之门外了。 以江浩的天赋, 对咱们不满, 产生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刚才说话的那位校长再次说道, 话虽说如此, 可他不加入咱们这些学校, 后续修炼所需要的资源更多, 我看他上哪弄去。 你们别忘了, 他还有一个身份呢。 王长孝玩味一笑。 第145章, 滚。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江浩刚坐下, 就收到了苏清雪发来的短信。 江浩没有隐瞒, 江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 切,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苏清雪撇了撇嘴。 江浩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继续观看擂台上的比试。 最终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 比赛结束。 前十的排名也定了下来。 翟玉庆排第10, 梅玉玲排第9, 王汉排第8, 秦青蓝排第7。 这个排名没有那么严谨, 主要看谁先出场, 谁先输定吧。 比赛结束后, 江浩与苏清雪便回到了住处。 刚一回到住处, 刘景龙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江浩看着刘景龙的电话, 他就猜测到了, 这家伙应该是知道他的身份了。 果不其然, 刘景龙一开口就说出来他的身份。 X, 你这隐藏得也太深了。 如果不是这一次学校大比, 你是不是还不准备暴露自己身份呢? 难怪你非要搞隐藏身份呢? 甚至就连赏金工会这边, 你都隐瞒了身份。 怎么样? 五大书院, 十大名校在知道你的身份后, 是不是特别后悔。 听着刘景龙激动的声音,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对了, 刘会长, 有件事还需要麻烦你一下。 刘景龙笑道, 你在担心你父母会被白家算计吧? 放心吧, 我早在知道, 你身份后就已经找人暗中保护你父母了。 多谢了刘会长。 江浩没想到刘景龙竟然这么喜心, 心中很是感动。 嗨, 咱们之间说这些干什么? 刘景龙不在意地笑了笑, 随即话锋一转。 不过, 你瞒我这么苦, 回来可要请我吃饭。 那没问题。 江浩与刘景龙聊了一会, 这才挂了电话。 一旁的苏清雪刚坐在江浩怀里, 电话又响了。 秦清兰? 你竟然跟秦清兰还认识? 苏清雪吃味地看着江浩。 秦清兰可是北城书院第一美女, 比自己还漂亮。 莫想到江浩竟然与秦清兰认识。 之前有过两次合作。 江浩微微一笑, 随即接起了电话。 嘖嘖嘖, 小学弟你好呀。 秦清兰的声音从手机另一头传来。 江浩开玩笑道, 我可不是你北城书院的学生, 你别叫我学弟。 千里住在哪里? 晚上一起吃个饭。 行。 江浩说出了自己住的房间, 随后与秦清兰简单地聊了一会。 哼, 你个花心大萝卜。 苏清雪气呼呼地拍了一下江浩。 江浩好笑地看着苏清雪, 我怎么就花心大萝卜了? 人家秦清兰说约你吃饭, 你就同意了, 还不是花心大萝卜是什么。 苏清雪绝着嘴, 江浩摇头苦笑, 刚要说话, 敲门声便响起来了。 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许晴。 你怎么来了? 江浩眉头一皱。 许晴声音低沉中带着一丝忧怨。 江浩, 你为什么骗我? 我骗你什么了? 许晴委屈地说道, 你明明这么厉害, 还要装作很普通, 害得我跟你分手。 江浩, 咱们重归于好吧。 说着, 许晴就要抱江浩, 不过却被江浩给躲开了。 许晴, 咱们已经结束了, 我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许晴声音提到了一些, 没有结束。 江浩我知道你一直还喜欢我的对不对? 你想要得到我, 我虽然没有第一次了, 但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我保证能让你舒服的。 江浩, 咱们两个重归于好吧。 我保证以后会全心全意地爱你的。 不等江浩开口, 苏清雪从里面走了出来。 许晴, 你有病吧? 之前看江浩觉醒了孤舞者, 没有前途, 你就跟江浩分手。 如今, 看出了江浩的潜力, 你又舔着脸, 回来求江浩复合。 怎么所有人都要围着你, 转世不顺? 苏清雪, 这里没有你什么事, 你不过是插足的第三者罢了。 你个贱, 许晴恶狠狠地看着苏清雪。 只是他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江浩一把掌甩在了脸上。 许晴捂着脸, 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浩。 江浩, 你竟然为了这个剑, 啪, 又是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江浩冷冷地看着许晴, 你再敢多说一句,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滚。 当江浩最后一句话说完, 身上的杀气喷涌了出, 瞬间整个房间的温度都下降了一些, 许晴哪里经历过这些, 脸色瞬间苍白无比。 江浩, 你这么对我, 你会后悔的。 许晴气愤地撂下一句狠话, 便离开了。 我还以为你会愚情未了呢。 苏清雪美眸含笑, 刚才江浩为了他甩了许晴两巴掌, 让他心里非常开心。 江浩白了一眼苏清雪, 我闲的。 另一边, 白杨将江浩是X的事情, 告诉给了白文洛徐晋他们。 白文洛冷声道, 该死的, 我就说这个江浩看着有些眼熟, 原来他就是X, 真是可恶。 哼, 之前不知道他身份, 不好对付他, 这一次知道他身份了, 咱们也就能拿捏他了。 徐晋冷笑一声, 白文洛闻眼眼前一亮, 夫人有什么好办法? 没听说过,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吗? 江浩的父母还在龙城吗? 咱们可以先将他父母控制起来。 白文洛黑黑一笑, 夫人这招好, 我这就让人去把江浩父母带过来。 与此同时, 江省, 西门家族。 好好, 江浩是吧,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此刻西门打跑也知道了江浩的真实身份。 本来回到省城后, 他就开始着手调查X, 结果什么也没查到。 没想到这个时候, X竟然自己把自己给暴露了。 来人, 很快管家就走了过来。 去, 让阿文把江浩的父母带到省城来。 我要让江浩也尝尝失去至亲的滋味。 是。 龙城, 黑龙会古墓堂总部。 X, 没想到你这么愚蠢。 你要不暴露身份, 我还真没办法对付你呢。 没想到你到自己把自己暴露出来了。 董英勤听到属下的汇报, 不由冷笑连连。 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呀。 也罢,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来人, 堂主, 这是江浩的资料, 去把他父母抓过来。 是。 第146章, 夺冠赛开始。 一日, 江浩来到了体育馆, 他刚坐下, 就感受了几股怨毒的眼神, 不用看他都知道这眼神来自谁的。 不过他并没有在乎, 也没有理会。 此刻他想的就是, 如何能够夺冠。 别看他能轻易击败四阶觉醒者, 可面对五阶觉醒者, 他一点把握都没有。 之前他就感觉自己有突破的迹象, 可这么多天过去了, 却始终都没有突破。 看来这个任务, 自己注定无法完成了。 不过一想到系统给的任务完失败的处罚, 他就不由一阵头疼。 如果自己降阶了, 在面对那些仇家的话, 自己估计必死无疑了。 江浩轻叹一口气, 之前没有感觉, 如今才真正感觉到压力。 终于万众瞩目的时刻来临了, 夺冠赛正式开始。 不停因为这一次, 有六个人进去到了夺冠赛, 所以我们决定将夺冠赛增加一轮。 我们会抽签先进行三场, 输得直接进行排名, 赢得三人会再次进行一轮比试, 最终决策出冠军之位。 好了, 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抽签。 随着马晨宇的声音落下, 评委席上的大屏幕立即滚动起来。 很快, 江浩他们的照片以及信息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第一场, 永夜书院汪小冬对战南域书院木洛。 汪小冬与木洛走上了擂台。 在裁判宣布开始后, 两人便开始出手了。 汪小冬身体瞬间变得晶莹剔透起来, 同时迅速向木洛走去。 木洛并非体能者, 而是灵能者, 他深知被近身的危险, 当即后退。 同时从怀中拿出一根类似魔法棒一样的东西, 只见魔法棒一晃, 树到火焰升腾而起, 直奔汪小冬。 面对同级灵能者的攻击, 汪小冬也不敢大意, 一边躲闪, 一边寻找靠近木洛的机会。 只是木洛根本不给汪小冬这个机会。 只见木洛魔法棒轻轻对着汪小冬一指, 顿时那些火焰汇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只火焰大鸟, 向汪小冬扑去。 火焰大鸟仿佛幼灵致一般, 任由汪小冬如何躲闪, 始终都能锁定汪小冬。 汪小冬见状, 也不敢藏着掖着的了, 当即全力催动自己冰晶玉骨体, 瞬间他整个人都变得璀璨无比。 想象中的火焰大鸟被撞碎并没有发生, 反而更加凶猛地攻击汪小冬。 汪小冬怒喝一声, 拳头化作漫天拳影, 将火焰大鸟困在其中。 最终火焰大鸟被汪小冬硬硬生生打爆。 可汪小冬的拳头也鲜血淋漓, 足以看出木洛的攻击威力有多大。 汪小冬顾不上伤势, 迅速向木洛冲去。 他不能再让木洛攻击了, 不然他必输无疑。 想到这里, 汪小冬加快了速度。 然而, 他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只见木洛不仅不慢地用魔法棒在空中画了一个圆, 下一秒, 一个火焰光圈出现在他的身前。 紧接着, 一条火蛇从中爬了出来, 直奔汪小冬。 看着木洛的攻击, 江浩点了点头, 不愧是五阶觉醒者, 竟然将火系力量掌握到了这种地步。 当然这也有南玉书院的功劳, 若不是南玉书院培养的话, 凭借木洛想要做到这一步, 怕最起码需要六阶或者七阶才行。 如今再五阶就能做到了, 实属不容易。 汪小冬想要赢木洛希望不大, 除非他能无视对方的攻击, 直接近身, 否则根本不可能赢。 江浩感慨地摇了摇头, 五大书院的五阶觉醒者每一个简单的, 自己之前确实小看学校大笔了。 如今这五人, 随便拿出去, 放在任何一个类似龙城这种三线城市, 都是顶级的存在。 同级之中, 就连刘景龙都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这个汪小冬还真够倒霉的, 跟谁排在一起不好, 偏偏跟木洛排在一了一起, 这一次估计赢的几率比较小了。 谁说不是呢? 从战斗到现在, 他都没有碰到木洛, 反倒是被木洛压着打。 相比于汪小冬, 我更期待看到江浩的战斗, 他可是第一个把鼓舞者修炼这么厉害的。 不错, 我也十分期待。 在众人议论中, 汪小冬与木洛的战斗也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汪小冬虽然不弱, 可相比于木洛还是略逊一筹。 在木洛的攻击下, 汪小冬根本没办法近身, 甚至还被弄得伤痕累累。 最终汪小冬无奈地选择了认输, 不认输也没办法。 再继续下去的话, 不说他体内能量能不能维持他继续战斗下去, 就算继续战斗, 他无法靠近木洛也根本没办法取胜。 反而一会让自己伤上加伤。 众人也都看出了汪小冬的无奈, 皆是惋惜地摇了摇头。 这一战, 南玉书院木洛胜。 下一场, 北辰书院宋高林对战青山书院南宫博。 随着马晨宇的声音落下, 宋高林与南宫博一同走上了擂台。 看着两人再次成为了对手, 众人皆是露出了期待的神色。 昨天因为他们两个舞阶碰到一起, 就没有打起来。 这一次, 终于可以看到两人的战斗了。 江浩目光也落在了两人的身上。 宋高林是SS级天赋的木系灵灯者, 而南宫博是S级天赋的变异者。 这两人谁强谁弱, 目前还不好说。 之前他们的战斗, 江浩都见过。 宋高林的木系攻击非常凌厉, 与苏清学辅助类的木系完全不一样。 而南宫博的变身能力是可以变身成螃蟹, 两只大敖更是孔武有力, 一般武器根本承受不住。 之前江浩就看到过, 南宫博凭借这对大敖硬生生加断了一柄地极武器, 足以看出这对大敖的力量是多么惊人。 在众人的注视下, 两人的战斗已经开始了。 南宫博第一时间变身成一只足有一辆大型越野车那么大的螃蟹, 率先向宋高林掠去。 与真正的螃蟹一样, 南宫博也是横着走路的。 宋高林手一挥, 顿时一道道藤万从身后掠出, 向南宫博掠去。 咔嚓!咔嚓! 南宫博挥舞着两只大敖, 将这些藤万禁术加断, 同时身体不断向宋高林靠近。 别看南宫博速度不快, 可身上的防御却非常高, 一些没有被夹断的藤万抽打在南宫博身上, 南宫博仿佛一点感觉都没有一般。 第147章, 对战陆百川。 四世看出了自己的藤万难以对南宫博造成伤害, 宋高林果断改变了攻击。 只见树道尖锐的目刺, 从南宫博升腾而起, 向南宫博腹部刺去。 螃蟹防御力虽然厉害, 可也只是表面厉害而已, 与乌龟一样, 腹部的防御都相对差差一些。 察觉到危险, 南宫博连忙躲避, 只是地上冒出来的目刺实在是太多了。 饶势南宫博已经反应很快了, 可还是被几道目刺给伤到了。 鲜血不断从他腹部流下来, 剧烈的疼痛, 让南宫博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但眼下他已经顾不上伤势了, 南宫博咬牙向宋高林冲了过去。 眼下他只能凭借着自己的防御力冲到宋高林身旁, 只有这样他才能赢得比赛。 众人凭住呼吸,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擂台。 比起汪小冬, 南宫博的情况虽然不见得好多些, 可胜在南宫博的能力要比汪小冬好一些。 不至于像汪小冬那么被动。 顾倩看到这一幕, 不由摇了摇头, 路他已经给南宫博铺好了, 可南宫博似乎已经无法走到哪一步了。 作为一位七阶觉醒者, 他自然一眼就看出了, 南宫博不是宋高林的对手。 不然之前, 他也不会打破规矩。 只是他没想到, 又让南宫博与宋高林碰在了一起。 这一次, 他不能再打破规矩了。 擂台上, 看明白南宫博意图的宋高林不再留守, 只见他竟然主动迈出一步。 下一秒, 数到藤蔓竟然拔地而起, 将南宫博困在了其中。 随后藤蔓越来越多, 任由南宫博如何拼命挥舞着大敖, 始终无法将这些藤蔓全部加断。 最终被这些藤蔓捆成了一个大闸线。 好在宋高林并没有下杀手, 他直接将南宫博送到了擂台下。 这一战, 北辰书院宋高林胜, 裁判第一时间宣布了比赛结果。 看到宋高林获胜, 北辰书院这边立即发出了欢呼声。 宋高林胜了, 就意味着他有争夺第一的机会了。 如果宋高林赢了, 他们北辰书院就是这一届学校大比的第一了。 下一场, 战武书院陆百川对战龙城大学江浩。 江浩! 江浩! 陆百川! 陆百川! 听到马晨宇的声音, 在场众人立即发出呐喊起来。 自从知道江浩就是X, 不少人开始支持江浩。 江浩常常地吐出一口浊气, 随即起身向擂台走去。 他虽然没办法战胜五阶觉醒者, 但他依旧会全力以赴的。 看到江浩来到擂台上的那一刻, 不论是现场, 还是直播间内, 所有人都看向了江浩。 这可是唯一一个鼓舞者, 他们很好奇, 江浩真正实力究竟有多强。 刘景龙, 邹文林也老早就守在了直播间, 就等江浩上场了。 很快, 陆百川也来到了擂台上, 面无表情地看着江浩。 江浩, 没想到你竟然是最近风头最盛的X, 不过我并不觉得你有多强, 在我看来, 鼓舞者就是体能者的附庸, 根本不配单独有个体系。 江浩眉头微皱, 自己好像没有得罪过这个家伙吧, 怎么一上来就加枪带棍的? 我没觉得自己有多强, 但鼓舞者存在自然有存在的必要。 这个不是你能说了算的。 陆百川淡淡地说道, 我会让你知道, 让所有人知道, 鼓舞者在体能者面前, 永远都抬不起头。 我拭目以待, 江浩嘴角上扬。 比赛开始, 裁判的声音响起, 陆百川长剑一抖, 剑翘脱落而下。 动手吧, 别说我欺负你, 我让你先出手。 江浩文言也不废话, 手掌一翻, 赤焰剑顿时出现在手中。 B级。 感受到江浩手中赤焰剑的气息, 众人瞳孔一缩, 这可是B级武器, 在场这些学生中, 没有一个人的武器是B级的。 就算陆百川手里的武器, 也才不过是C级武器而已。 看到江浩手中的B级武器, 陆百川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竟然是B级武器, 这个家伙何德何能, 这种武器放在这家伙手里, 简直是萌羞, 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将这柄长剑抢过来。 只有自己这样的天骄, 才配拥有B级武器。 江浩没有理会陆百川那火热的目光, 没有丝毫客气, 直接率先发起了攻击。 一上来,江浩就动用了铃波微步, 并且还动用了暴击。 他要的就是出其不意, 最好能趁着陆百川没反应过来, 就将其打败。 我靠, 这就是江浩的真正速度吗? 这也太快了吧, 几乎都是残影。 嘿嘿, 没有点异仗, 他就不是X啊。 不错, 不过这速度确实有些恐怖, 我感觉已经丝毫不弱于武器觉醒者了。 都说江浩是SSS级天赋, 谁知道他的天赋究竟是什么? 这个谁能知道, 天赋都是最重要的, 除了最近亲的人, 谁也不会告诉我。 在众人议论声中, 江浩已经来到了陆百川身前。 手中赤焰剑一抖, 瞬间在众人惊呼中散发出一层火焰。 江浩长剑横扫, 直奔陆百川的胸膛。 这一剑绝非普通攻击, 而是蕴含了华山剑法。 哼, 华而不识, 江浩, 你也不过如此。 就在江浩的长剑即将攻击到陆百川的时候, 陆百川终于出手了。 本来他根本没有在意, 抬剑抵挡, 原本他以为自己轻而易举就能将江浩的长剑打飞出去。 结果却不曾想, 江浩的长剑之中竟然蕴含着无比巧妙的招式, 若非他反应够快的话, 飞出去的就是他的剑了。 陆百川连忙催动体内的能量, 这才压制住江浩的剑将江浩逼退。 陆百川冷哼一声, 随即直接向江浩冲去, 长剑直指江浩的眉心。 看得出来, 陆百川出手没有丝毫的手下留情。 江浩迅速躲开了陆百川的攻击, 来到了擂台的另一端。 江浩, 你不是厉害吗? 难不成你, 只会躲不成? 陆百川不懈地看着江浩。 江浩没有理会陆百川的冷嘲热讽, 当即气沉丹田, 头顶上立即出现了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好, 没有丝毫留守, 江浩用暴击加持着狮吼弓, 猛地向陆百川弓去。 恐怖的音波攻击, 瞬间席卷整个体育馆。 第148章 说就这点力道吗? 我看也不过如此。 陆百川冷笑一声, 随即手中长剑猛的一挥。 顿时一份剑气涌出, 直奔江浩而去。 江浩见状, 瞳孔骤然一缩, 此刻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当即将斗转心仪运转到了极致。 碰! 剑气重重落在江浩身上, 江浩被震得在擂台上滑行。 我靠, 陆百川竟然这么猛, 江浩根本不是对手啊。 废话, 陆百川可是货真价实的五阶觉醒者, 江浩只是二阶觉醒者。 虽然战斗力达到了四阶, 可终究与五阶觉醒者有着很大的鸿沟。 好可怕的剑气, 这谁能抵挡住? 这一届学校大比的第一名, 看来非陆百川所有了。 看到江浩被震得不断倒退, 众人忍不住再次议论起来。 嘿! 江浩, 就算你是X又如何, 面对陆百川, 我不信你还能赢。 看到江浩此刻的状态, 白羊不由在心里冷笑一声。 一旁的许晴也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江浩我说了, 你会后悔的。 陆百川, 我那么卖力地伺候你, 又用后臭, 又用嘴的。 你可别让我失望呀, 一定要杀了江浩。 没人知道, 昨天晚上, 许晴为了报复江浩, 特意找到了陆百川他们四人。 不过另外三人没搭理他, 只有陆百川答应了他。 原本陆百川看上去像个正人君子, 结果没想到, 不仅是猥琐男, 更是个三秒真男人。 甚至都不如白羊那两下子。 可偏偏实力不行, 花活却不少。 不过, 为了能让陆百川对付江浩, 他可谓是手段进出。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今天陆百川, 竟然真的与江浩碰到一起了。 此时此刻, 直播间内, 也纷纷发起了弹幕。 陆百川厉害, X竟然完全不是对手。 哈哈, 我就说, 鼓舞者怎么可能这么妖孽, X的强大到头了。 我擦, 不对你们快看, 江浩挡住了对方的攻击。 擂台上, 江浩滑行出了十多米, 这才艰难抵停下来。 剑气依旧凌厉地旋转, 试图穿透江浩, 不过江浩身上却仿佛有种神奇的力量, 将剑气给抵挡了下来。 陆百川有些诧异地看着这一幕, 他的剑气自从领悟出来后, 便无往不利, 这还是第一次无法起到实质性作用。 你的剑气还给你。 江浩抬起头, 冷笑一声, 随即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 身体猛然一阵。 只见这道剑气突然调转方向, 直奔陆百川去。 我靠, 什么情况? 陆百川也有些错愕, 这种情况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自己的剑气竟然反过来攻击自己来了。 来不及多想, 陆百川手中长剑一挥, 顿时又是一道剑气掠出, 随即两道将其重重碰撞在一起, 然后缓缓消散。 江浩, 如果你就这点本事, 那我可就要不客气了。 说着, 陆百川这一次率先攻击, 直接向江浩掠去。 面对陆百川的攻击, 江浩并没有慌张, 只见他双脚快速移动两步, 随即气沉丹田身体下压, 双手左右晃动, 顿时一阵似有似无的龙银声响起, 双掌猛地向前推出。 响龙十八掌第一势, 抗龙有悔。 瞬间一道透明的龙形虚影喷涌而出, 直奔陆百川去。 我去, 以前只在视频中看见过X的这种手段, 没想到现实中看到, 竟然这么震撼。 看到这一幕, 众人不忧忍不住惊呼出声。 看来江浩确实得到了一些武学, 不然不可能拥有这么强大的攻击。 体育馆隐藏的房间内, 看着江浩的表现, 孙万宇微微一笑。 沈天明撇了撇嘴,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江浩已经要输了。 孙万宇笑道, 老沈, 要不要咱们再赌一把? 赌什么? 就赌他们的输赢。 你赢了, 我把这些武器还给你。 你输了的话, 再给我一柄A级武器。 似是怕孙万宇反悔一般, 沈天明立即说道, 行, 我赌这把陆百川胜。 行, 孙万宇笑着点了点头。 陈明安笑道, 老孙呀, 你这把怕是要输了呀。 无所谓了, 反正这些武器也都是老沈的, 我不打傻。 孙万宇耸了耸肩,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沈天明牙根痒痒。 众人见状, 笑着摇了摇头。 孙万宇没有再理会沈天明, 而是看向了江浩。 虽然江浩创造了多次奇迹, 可这一次, 他也不看好江浩。 四阶与五阶之间的鸿沟 不是那么好破除的。 就算江浩战斗力超强也是一样。 不然五阶也不会被当作分水岭了。 看着急迟而来的透明龙影虚影, 陆百川并没有在意。 手中长剑猛地向前刺去, 直接与龙形虚影碰撞在一起。 碰。 下一秒, 龙形虚影直接破碎。 看到陆百川竟然如此轻而易举, 便将江浩的攻击破坏掉了。 战武书院的学生露出兴奋的神色。 他们的陆百川学长是最强的, 就算江浩是X又如何, 依旧不是陆百川学长的对手。 对于自己的攻击会被破掉, 江浩并没有感觉到意外。 五阶觉行者的强横又不是没有领教过。 当即江浩便准备施展 想龙石巴掌的其他招式。 只是这一次陆百川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迅速来到江浩身前, 手中长剑更是直奔江浩的喉咙。 江浩见状迅速躲开, 这才避免自己受伤。 只是还不等他站稳, 陆百川的攻击便再次袭来。 江浩猝不及防之下, 直接被震得后退了竖步, 这才稳住身形。 苏清雪看着江浩略显狼狈的样子, 不由露出心疼的神色。 从他认识江浩以来, 这还是他头一次见到江浩这么狼狈的时候呢。 相比于苏清雪、许晴、白羊、 丹北等人则面露冷笑。 江浩被打得越惨, 他们就越兴奋。 而陆百川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再次向江浩攻击。 这一次, 直接将赤焰剑给打飞了出去。 碰! 陆百川一脚踹出, 直接重重踹在江浩的胸膛上。 破! 江浩一口鲜血喷出, 随即整个倒飞出去, 最终落在擂台的边缘, 差点就失去了比赛的资格。 江浩心中苦笑, 原本他以为自己这段时间实力也提升了一些, 可以与五阶觉醒者有一战之力的。 结果没想到, 依旧不是五阶觉醒者的对手。 第149章, 你这东西我也有。 江浩, 你输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这么轻易, 就解决你的。 陆百川来到江浩身边, 抬脚踩在了江浩胸膛上。 陆百川突然大声呵斥, 鼓舞者, 鼓舞者, 从鼓至今, 就是个废物。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在擂台上比试。 说着, 陆百川猛地一脚踢下去, 直接将江浩从擂台边缘踢到了擂台中心。 随即, 陆百川再次向江浩走去。 老孙, 你确定不叫停比赛? 陈明安看向孙万宇。 再继续下去的话, 陆百川弄不好真的会杀了江浩的。 先不用, 孙万宇眸子微眯。 他想要看看, 江浩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创造奇迹了。 沈天明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说, 有些人就不要硬挺了。 老孙你已经输了, 把我的武器还给我吧。 别着急啊, 不还是没到最后一步呢吗? 孙万宇笑了笑, 王长笑, 看向孙万宇。 老孙, 你可要想好了, 现在不叫停的话, 一会百川, 下手狠了, 可别怪我。 孙万宇没有说话,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擂台。 虽然他表面上风轻云淡, 实则也为江浩捏了一把汗。 什么鼓舞者, 什么X, 在我眼里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陆百川说着, 一脚踢在了江浩脑袋上, 直接将江浩给踢得飞了起来。 砰, 江浩身体重重地趴在擂台上。 看到江浩如此凄惨的模样, 之前那些支持江浩的人, 不由摇了摇头露出了惋惜的神色。 正在通过直播间观看比赛的刘景龙, 邹文林他们一行人也神色漠然。 他们知道, 其实以江浩的实力, 能够达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是江浩战斗力太弱了, 而是江浩的修为太低了。 如果江浩与陆百川修为同级的话, 他们相信江浩绝对不会比陆百川弱的。 此刻, 江浩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都不是自己的一般。 甚至陆百川说什么, 他都已经听不清了。 而就在江浩意识模糊的时候, 突然身体一震。 江浩本来已经暗淡无神的目光, 猛地绽放出璀璨的神色。 第一, 恭喜宿主突破三阶, 奖励神级内功北冥神功乘一, 恭喜宿主突破三阶, 奖励神级武学奎花点学手乘一。 恭喜宿主突破三阶, 奖励神级武学金钟赵乘一。 恭喜宿主突破三阶, 奖励神级武学龙爪手乘一。 奖励已发放, 宿主是否学习? 脑海中突然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让江浩心中一喜。 当即选择了学习。 恭喜宿主, 学会了神级内功, 初级北冥神功。 恭喜宿主, 学会了神级武学, 初级奎花点学手。 恭喜宿主, 学会了神级武学, 初级龙爪手。 叮! 检测道宿主修为突破到了三阶, 武学太极提升到中级。 检测道宿主修为突破到了三阶, 武学化山剑法提升到中级。 江浩连忙调出了自己的信息面板。 姓名, 江浩, 能力, 鼓舞者, 等级, 三阶, 天赋, 神, 悟性, 神, 暴击, 内功, 神, 高级斗转星仪, 神, 终极龙神功, 神, 初级北宁神功。 武学, 神, 终极灵波微步, 神, 终极施后功, 神, 终极降龙十八掌, 神, 终极太极, 神, 终极华山剑法, 神, 初级葵花点学手, 神, 初级金钟罩, 神, 初级龙爪手。 看着自己信息面板, 江浩心中, 兴奋不已。 三阶了, 那五阶是不是就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了? 江浩, 你倒是起来啊, 你不是X吗? 你不是能将鼓舞者发扬光大吗? 那你就别像死狗一样趴在地上, 有种你站起来。 陆百川嘲讽的声音不断, 一个五阶打败我一个二阶, 你似乎很得意啊。 就在这时, 一道轻笑声响起。 陆百川一愣, 随即看向江浩, 就看到江浩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 竟然真的站起来了。 看到江浩站了起来, 秦清兰, 苏清雪都不由松了一口气。 刚才看到江浩那副模样, 他们真是担心, 坏了。 直播间外, 刘景龙, 邹文林, 他们也松了一口气。 你…… 陆百川眉头一皱, 不应该啊, 自己刚才出手, 可没有手下留情。 按理说, 江浩此刻应该跟一条死狗一样, 不行能站起来才对啊。 江浩伸手擦掉嘴角上的鲜血, 很奇怪是吗? 哼, 装神弄鬼的东西, 我能打败你第一次, 就能打败你第二次。 陆百川冷哼一声, 说着便直接向江浩攻来。 看着陆百川的拳头在视线中不断扩大, 江浩抬手就是太极之中的四两拨千斤。 不等陆百川反应过来, 他的身体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去…… 这是什么情况? 江浩怎么突然间这么厉害了? 不对, 你们快看, 江浩身上的气息, 他突破了, 他不是二阶了, 现在是三阶了。 三阶, 江浩竟然在战斗中突破了。 那也不应该啊, 不是说五阶是分水岭吗? 江浩才三阶, 就能打得过五阶了? 你懂什么? 江浩二阶就能打过四阶, 三阶打败五阶不很正常吗? 一些人眼尖, 一眼就发现了江浩突破了。 该死的, 你找死! 陆百川从地上爬起来, 怒吼一声, 再次向江浩攻去。 然而, 他来得快, 去得更快。 他都没看清楚江浩是怎么出的手, 就已经被江浩踹得倒飞了出去。 陆百川强忍着身上的疼痛, 眼中闪过一抹狠力。 当即, 他催动长剑, 给我去死! 一道足有三十多厘米长的剑气, 自他的长剑中掠出, 直奔江浩。 这道剑气必杀戮百川之前, 施展出来的剑气长多了, 而且所蕴含的威力也大了不少。 你这个东西我也有。 江浩手掌虚握, 远处的赤焰剑瞬间飞, 回到了他的手中。 当即江浩猛地挥剑一展, 一道足有半米长的赤红色剑气, 自赤焰剑中喷涌而出。 卧槽! 剑气, 这怎么可能? 看到江浩竟然也释放出了剑气, 众人一惊。 什么时候剑气这么好领悟了? 如果真的好领悟的话, 是不是他们被人打一顿, 也能领悟出剑气来? 江浩也被这道剑气吓了一跳, 他知道随着自己的突破, 华山剑法升级, 他的攻击会带有特效。 却没想到这道剑气竟然这么恐怖, 不仅长度笔路百川的剑气长, 威力更是笔路百川的剑气大多了。 第150章 反杀? 江浩竟然也领悟了剑气, 这怎么可能? 体育馆隐藏的房间内, 孙万宇他们看到江浩施展出来的剑气也是一愣。 剑气是七阶体能者才能领悟出来的东西, 谁也没想到, 路百川领悟了, 江浩竟然也领悟出来了。 路百川领悟了, 他们还能接受, 毕竟路百川已经是五阶觉醒者了。 可江浩才三阶觉醒者啊, 怎么也领悟出了剑气, 这也太变态了吧? 不好。 王长孝瞳瞳孔一缩, 孙万宇他们健壮, 也脸色一变。 快让马晨宇把路百川救下来。 晨宇快拦下江浩的攻击, 广播中传出王长孝的声音。 马晨宇二话不说, 连忙从评委席上掠出想要挡住江浩的剑气, 可他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等他来到擂台上时, 江浩的剑气不仅摧毁了路百川的剑气, 更是直接从路百川的身体之中一穿而过。 路百川身体一震, 随即身体一软, 声音再次传来,陈宇快看一下路百川怎么样了。 马晨宇来到路百川身边, 蹲下身子, 查看了一下, 不由心中一沉。 校长, 路百川死了。 静! 体育馆一片寂静, 谁也没想到, 江浩最终竟然将路百川给杀了。 当然, 他们不认为江浩是故意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 路百川都是五阶觉醒者, 如此被杀, 着实有些可惜。 比赛先暂停, 下午一点的时候, 再开始。 现在你们可以去休息去了, 马晨宇, 你们先把路百川尸体带下去, 然后过来一趟。 就在这时, 广播之中响起了孙万宇的声音。 众人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开始退场。 苏清雪来到了江浩身旁, 怎么办?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江浩微微一笑, 这时, 秦清兰走了过来, 先离开这里吧。 三人离开了体育馆。 你们说, 上头会不会因为这件事, 处罚江浩? 我觉得不会, 学校大比本来就不禁止杀人, 更何况许清还杀人了呢, 不也没事吗? 那能一样吗? 许清杀的是一阶觉醒者, 江浩杀的是五阶觉醒者, 那可是五阶觉醒者, 放在外面都是一方强者了。 虽然如此, 不过我依旧觉得江浩不会有事, 别忘了, 江浩能杀了陈百川, 证明江浩的潜力比路百川大。 众人一边走一边议论着, 体育馆隐藏的房间内。 大家都说说吧, 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理? 陈明安叹了一口气, 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原本他们还担心江浩会被陈百川杀了呢, 结果没想到陈百川反倒是被江浩给杀了。 众人闻言谁也没说话, 反而把目光看向了王长孝。 陈百川是战武书院的学生, 在场最有发言权的就是王长孝了。 孙万宇见王长孝半天不说话, 不由开口道, 老王, 你说说看。 说? 我说什么? 人都已经死了。 王长孝叹了一口气, 沈天明沉声道, 我记得陈百川应该是京城路家的人吧? 这一次陈百川死在了学校大笔上, 估计陈家不会善罢甘休。 沈天明的话音刚落, 王长孝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众人看向王长孝。 王长孝拿出手机, 看到上面的备注苦笑一声。 陈家人来电话了。 说着, 王长孝接了起来。 不等王长孝开口说话, 手机的另一头就传来了一道冷漠的声音。 王校长, 把那个江浩控制起来, 我陈家的人不能白死。 老陆, 这件事不能怪江浩, 江浩刚刚突破, 力量掌握不好, 孙万宇刚开口, 便被手机另一头给打断了。 我不想听这些, 我们已经过去了, 晚上就会抵达苏城。 手机对面说完, 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留下孙万宇, 他们面面相去。 孙万宇倾咳一声, 这件事不好办了, 诸位, 你们怎么看? 沈天明说道, 别怎么看了, 要我说, 直接把江浩交给陆家得了。 不行, 江浩本就没有什么错, 为什么要把江浩交出去? 再说了学校大笔, 出现伤亡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孙万宇摇了摇头, 陈明安看向孙万宇, 老孙, 你是怎么想的? 你直接说吧, 我们听听。 他知道孙万宇既然这么说了, 必然就已经有了对策。 然而孙万宇, 却并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 而是看向了王长孝。 老王, 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毕竟陆百川, 是你战武书院的人。 王长孝苦笑一声, 说实话, 我知道这件事不能怨江浩, 但陆百川不是普通人, 他背后还有一个陆家呢。 眼下就算我想, 西市宁人陆家都不会同意。 比赛全程他都看到了, 讲真的, 陆百川还是有些让他失望的。 明明能早点结束战斗的, 非要羞辱江浩, 结果逼没装成, 还被江浩给反杀了。 归根到底, 都是陆百川旧游自取, 可眼下陆家那边不好交代。 如果陆家是如同的家族也就罢了, 偏偏陆家是龙国十大家族之一, 更是有着军方背景, 这一点他们就不好弄。 孙万宇点了点头, 有你这句话就行, 这样, 一会把江浩叫过来, 跟他说一下情况。 老孙, 你他娘的, 不会还想将江浩招揽到你们北辰书院吧? 现在江浩可是个烫手山芋。 沈天明诧异地看着孙万宇, 孙万宇微微一笑,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说话的时候, 马晨宇他们一行裁判走了进来。 孙万宇说道, 马晨宇, 你去让人把江浩叫过来, 我们跟他说点事。 马晨宇点了点头, 然后立即安排人去叫江浩。 不多时, 江浩便过来了。 坐吧。 等江浩坐下后, 孙万宇将情况跟江浩说了一遍, 然后又给江浩讲了一下陆家。 现在的情况, 你了解了? 江浩点了点头, 诸位校长的意思是, 情况他自然清楚了, 他现在想知道在场这些人是什么态度。 如果这样人想要将他送给陆家的话, 那他肯定是逃不掉的。 虽然他现在能击杀五阶觉醒者了, 可面对着在场这么多位六阶觉醒者, 七阶觉醒者, 他一点把握都没有。 第151章, 免死金牌。 龙城, 赏金工会, 会长办公室。 老刘, 情况你咋知道了吧? 办公室电话内, 响起了孟少杰的声音。 刘景龙点了点头, 语气沉重, 知道了领导,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没想到, 你的电话先过来了, 这件事怎么办? 江浩不能有事。 本来看到江浩反败为胜, 他还挺高兴的, 结果没想到, 那个陆百川竟然被江浩失手杀死了。 起初他还没有在意, 可看到直播间内的弹幕, 提到了陆百川的身份, 让他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他刚要给孟少杰打去电话, 没想到孟少杰的电话率先打过来了。 放心吧, 我不会让江浩有事的, 这件事我已经给总部那边打去电话了, 老会长会亲自出面与陆家沟通的。 刘景龙有些不放心, 领导, 老会长那边真的能行吗? 他们赏金工会背后是官方, 可陆家背后是军方呀。 陆家那位老爷子更是一方司令, 掌管着龙国四分之一的军团, 咳嗽一声, 整个龙国都要颤三颤的存在。 能不能行, 现在还不好说, 我给你打电话的目的, 就是告诉你, 万一老会长不好使的话, 你就让江浩立即拿出圣学府邀请函。 孟少杰叹了一口气, 圣学府邀请函相当于一个免死金牌, 别说一个陆家了, 就算整个龙国都要给面子。 刘景龙闻言嘿嘿一笑, 对啊, 我怎么把圣学府邀请函给忘记了呢? 那这么说, 江浩这不没事了吗? 孟少杰无奈地说道, 哪有那么简单, 圣学府邀请函确实管用, 可你能保证陆家不会背地下手吗? 这是不到万不得已, 才能使用的办法。 好了, 你先跟江浩说一声吧, 我这边等老会长的电话。 说着, 孟少杰便挂断了电话。 放心吧, 我们不会让你被带走的, 比赛继续就可以。 孙万宇微微一笑, 众人文言, 不由有些诧异地看着孙万宇, 不过很快众人就反应过来, 皆是不由在心里骂了一句老狐狸, 那多谢诸位校长了。 江浩也反应过来了, 这家伙是想要在这里买得好, 至于目的, 应该就是为了让自己加入北辰书院。 江浩自然不会加入北辰书院, 他也没打算加入北辰书院。 不过眼下, 他确实需要借用他们的力量才行。 陆家这边自己先不用考虑, 眼下是顺利完成比赛。 这样自己的任务就完成了, 修为也保下来了。 孙万宇笑道, 没事, 你先下去吧, 准备准备, 一会好好比赛。 江浩点了点头, 随即离开了房间。 沈天明阴阳怪气地说道, 老孙, 你这也不行呀, 江浩都没领情。 其他人也是点了点头, 刚才江浩的神色, 他们都尽收眼底。 没事, 什么事不都得一步一步来吗? 孙万宇不在意地笑了笑。 陈明安看向了孙万宇, 老孙, 现在你能说你的办法了吗? 众人都看向了孙万宇, 他们也好奇, 孙万宇究竟有什么办法, 敢这么笃定可以摆平路甲。 天机不可泄露。 孙万宇得意一笑, 随即走出了房间。 沈天明骂了一声, 擦, 得性吧。 江浩离开体育馆后, 便去向苏清雪去了。 没走几步, 手机就响了起来。 刘会长, 江浩接起手机。 刘景龙语气郑重地说道, 江浩, 我长话短说, 你杀的那个陆百川身份不一般。 不过你放心, 领导已经帮你找人了, 但具体情况还不确定, 领导那边也在等信。 你不用担心, 如果真到万不得已地去吧, 你就把你之前得到的那张圣学府邀请函拿出来。 这个邀请函相当于一个免死金牌, 别说陆家了, 就算龙国都要给面子。 江浩没想到这件事竟然都惊动了孟少杰, 也没想到刘景龙会专程给自己打这个电话。 这让江浩心里暖暖的。 刘会长, 多谢了。 刘景龙不在意地说道, 跟我不用见外, 我先挂了, 等领导那边给我信, 我通知你。 挂了电话, 江浩就往食堂走去。 本来他与苏清雪, 秦清兰正打算去食堂吃饭, 结果他就被叫走了。 他让苏清雪, 秦清兰他们先去食堂等自己。 江浩刚来到食堂, 就看到一大群人围在食堂之中, 在最中心位置还有一阵吵闹。 在这样吵闹声中, 江浩听到了苏清雪, 秦清兰的声音。 当即他眉头一皱, 还不等他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江浩来了。 顿时刚才还水泄不通的食堂, 突然出现了一人通过的道。 江浩顺着这些人给他流出来的通道, 走到了最里面。 一来到这里, 他就看到许晴跟一群人正一脸趾高气扬地 围着苏清雪与秦清兰。 周围人看着他, 也露出了不善的目光。 江浩淡淡地问道, 怎么回事? 不等苏清雪他们开口, 就有一位满脸青春痘, 大包牙的青年站了出来。 江浩, 你来得正好。 你杀了陈百川学长, 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说法? 你算哪根葱? 我问你话了吗? 江浩瞥了一眼大包牙。 灵力的目光让大包牙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身体下意识后退了两步。 秦清兰霜臂环胸冲着许晴扬了扬下巴。 我们刚来这里, 这个女人就带一群战武书院的人过来了, 说是要为陈百川讨要公道。 许晴, 你真的, 我不敢杀你不成。 江浩看向许晴, 眸子中迸发出一股杀意。 许晴也被江浩的目光吓了一跳, 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江浩, 你当我是被吓大的事吗? 我告诉你, 你杀了陈百川, 这件事就绝不能就这么算了。 许晴的话音落下, 周围战武书院的人立即说道, 不错江浩, 你杀了陈百川学长, 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对, 给我们一个说法。 江浩弹幕地说道, 学校大笔上本来就没有明文禁止, 不允许杀人, 凭什么我就要给说法? 再说了, 战武书院的校长都没说什么呢, 你们凭什么讨要说法? 江浩两句话, 就让众人哑口无言。 第152章, 比赛继续。 马主任, 不好了, 咱们学校的学生, 把江浩他们堵在了食堂。 马晨宇刚从体育馆隐藏的房间中出来, 就有学生着急地走了过来。 什么? 马晨宇眉头一皱, 当即就向食堂走去。 他娘的, 这不是胡闹吗? 这帮家伙就胡来, 万一惹恼了江浩, 江浩突然发难, 这帮家伙, 有几个能是江浩的对手。 马晨宇脸色有些难看, 这还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就给他添麻烦。 还有你许晴, 你一个北华大学的学生, 我刚要说什么, 就被江浩给打断了。 你们想要找我要说法? 好啊。 谁想要我要说法? 跟我上擂台, 千生死状, 我给他说法。 此话一出, 这些战武书院的学生, 立即低下了头, 不敢直视江浩的眼睛。 陆百川五街觉醒者, 都被江浩给杀了。 他们上擂台, 还跟江浩千生死状, 简直跟找死没什么两样。 都在干什么呢? 谁让你们聚在一起了? 就在这时, 马晨宇走了进来。 听到马晨宇的呵斥声, 这些战武书院学生, 立即散开了。 看到众人没事, 马晨宇这才松了一口气, 对江浩点了点头。 许晴健壮, 也没有再自讨没趣, 灰溜溜地离开了。 在他即将离开食堂的时候, 江浩叫住了他。 许晴, 这是第二次, 也是最后一次, 我对你的警告了, 别来招惹我, 否则后果自负。 许晴没有说什么, 脸色铁青地, 直接离开了。 江浩, 你给我等着, 在他身上饭后, 江浩他们回到了体育馆。 此刻体育馆已经再度坐满了人。 不多时, 马晨宇等一众评委便走了过来。 比赛继续, 你们是三个人, 所以, 这一轮将有一人被轮空, 至于谁会被落空, 全靠命运。 好了, 话不多说, 直接抽签吧。 随着马晨宇话音落下, 评委席上的大屏幕 很快就出现了两张照片 以及选手的信息。 第一站, 龙城大学江浩对战南域书院目落, 宋高龄被轮空, 请参赛选手入场。 江浩起身向擂台走去。 江浩! 江浩! 之前那些支持江浩的, 再次呐喊起来。 也有人喊穆洛, 可喊穆洛的声音, 很快就被压了下来。 江浩与穆洛站在了擂台上, 穆洛脸色凝重。 如果对战其他人, 他还能有些把握, 可面对江浩, 他还真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 不说别的, 单说江浩竟然能反杀陆百川, 这一点, 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最起码, 他没有把握击杀任何一位五阶觉醒者, 最多也就能战败对方而已。 如果生死拼杀的话, 他连打败对方的把握都没有。 比赛开始吧。 裁判的声音响起, 穆洛深吸一口气, 从怀中拿出自己的魔法棒。 见识到了江浩的厉害, 穆洛没有客气, 一上来就施展出了自己的最强攻击。 虽然他知道自己很有可能会输, 但无论如何, 都要试一试。 只见穆洛在身前用魔法棒化了一个圈, 顿时一道火焰光圈浮现, 随即一条火蛇从中爬了出来, 直奔江浩去。 看着穆洛发出了攻击, 江浩也没客气, 直接气韵丹田, 头顶上空立即出现了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好。 恐怖的音波攻击瞬间席卷体育馆。 随着江浩修为突破, 狮吼弓的威力也再次提升。 之前江浩施展狮吼弓的时候, 众人心中觉得体内气血动荡, 可现在在听到狮吼弓后, 他们只觉得自己体内气血翻腾。 一些一阶觉醒者, 二阶觉醒者甚至被震得蹊跷流血。 这一幕让众人震惊不已。 这究竟是什么攻击? 威力竟然这么恐怖。 不好, 快进行防御。 马晨宇注意到了这一幕, 连忙示意人把体育馆的防御开启。 顿时一层透明的防护罩将擂台与他们隔绝开。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脸忌惮地看着江浩。 而身处擂台之上的木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他处于阴波攻击之中, 首当其中。 恐怖的阴波攻击让他只觉得自己的意识都仿佛要脱体而出一半。 甚至就连他的攻击都受到了影响, 无法继续保持。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他虽然受伤了, 可伤势并不重。 你们能看出江浩这几攻击是什么攻击吗? 怎么威力这么大? 陈明安露出疑惑的神色。 顾倩摇了摇头, 这谁知道了, 鼓舞者的武学十分古怪, 那些武学早就已经失传了, 根本没办法考证。 北华大学校长袁长庆疑惑地说道, 奇怪, 江浩这几武学的攻击, 威力应该堪比六阶觉醒者的攻击了, 他哪来那么多的能量支持呢? 估计江浩身上有秘密呗。 顾倩耸了耸肩。 对于顾倩这话, 众人都十分认同, 说江浩身上没有秘密, 他们都不相信。 如果没有秘密的话, 江浩是如何做到越级而战, 而且一跃就跃了两阶。 老孙, 事情你到底办得怎么样了? 王长孝看向孙万宇。 孙万宇知道王长孝问的是什么意思, 苦笑一声, 不知道呢, 我也在等信呢。 这一次他为了江浩, 可是把老脸都舍出去了。 不过这件事的难度他很清楚, 具体的他也要再等等看。 为了防止有意外发生, 所以他才会主张让比赛继续。 如果江浩获胜了, 就可以获得一张圣学府的邀请函。 有了这张邀请函, 想必路架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擂台上, 江浩破除了穆洛的攻击, 并没有继续攻击, 而是目光平淡地看着穆洛。 还要继续吗? 穆洛苦笑一声, 他知道自己赢不了。 不说别的, 单说江浩凭借这一手阴波攻击, 就足以处于不败之地。 而自己却不能承受多次攻击。 我认输。 虽然不甘心, 可穆洛还是选择了认输, 这样最起码能输得体面一些。 此时此刻, 他终于体会到了汪小冬的心情了。 这一战, 龙城大学江浩胜。 裁判第一时间宣布了比赛结果。 下一战, 龙城大学江浩对战北辰书院宋高龄。 第153章, 获胜者龙城大学江浩。 领导, 情况怎么样了? 老会长那边怎么说? 刘景龙终于接到了孟少杰的电话, 连忙询问。 孟少杰叹了一口气, 情况不太乐观, 老会长给陆家老爷子打去电话了, 但陆家老爷子却不肯松口, 连老会长的面子都不给。 那怎么办呀? 真要让江浩动用那张邀请函。 刘景龙眉头一皱。 再等等看吧, 老会长已经动身, 亲自前往苏城了, 应该用不上那张邀请函。 孟少杰摇了摇头。 对了, 江浩认识沈家的人? 刘景龙一愣。 沈家的人? 我不知道呀, 怎么了? 老会长说, 沈家那边也给陆家打电话了, 但情况跟他差不多。 孟少杰没有隐瞒。 沈家都出动了, 我不清楚江浩认不认识沈家的人。 刘景龙心中惊讶, 沈家也是龙国十大家族之一。 不过相比于陆家, 沈家就要低调得多了。 没想到这一次因为江浩, 竟然连沈家都给惊动了。 你一会给江浩打个电话吧? 告诉他别着急, 老会长亲自去苏城了, 绝对不会有事的。 挂了电话, 刘景龙看了一眼直播间, 现在比赛还在继续呢。 等比赛结束后, 他再打这个电话吧。 此刻, 江浩与宋高龄已经站在了擂台上。 与木洛一样, 宋高龄也一脸凝重地看着江浩。 他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是江浩的对手。 不过无论如何, 他都想要试试。 当听到裁判说开始后, 宋高龄二话不说, 立即与江浩拉开距离, 同时手掌挥动。 顿时一根根木刺, 从地上生腿而起, 向江浩刺去。 请中兆! 江浩在心里默念一声, 顿时一股无形的屏障, 出现在他的身体四周。 本来江浩像直接动用施吼弓 解决掉宋高龄的。 可他看到这些木刺后, 立即改变了主意。 他准备试验一下, 新学会的金钟赵威力如何。 别看金钟赵无形, 可当那些木刺触碰到金钟赵的时候, 顿时江浩的身体四周形成了一道道涟漪。 而那些木刺也全部都被抵挡了下来。 这一幕, 让众人看得不由有些惊奇。 宋高龄见状, 瞳孔一缩。 江浩果然有后手。 当即他再次施展攻击, 只见一道道藤蔓在擂台升腾而起, 随即向江浩包裹而去。 江浩对于金钟赵的防御还算满意, 不过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 施展金钟赵以后就无法继续攻击。 想要发起攻击, 就只能散去金钟赵。 江浩散去金钟赵, 随即气韵丹田, 头顶上立即出现一颗透明狮子头。 宋高龄脸色一变, 想要躲避却已经来不及了。 只听吼的一声, 一股恐怖的音波攻击瞬间将他席卷。 意识一阵震荡, 所有的攻击全部显然。 好在之前马晨宇让人将擂台给防御起来, 不然其他人还会再次受到江浩的攻击。 宋高龄回过神来, 却发现江浩已经不在他对面了, 这让他不由一惊。 就在他想要移动的时候, 一道弹幕的声音在他耳旁响起。 认输吧, 你不是我对手。 宋高龄身体一僵, 随即露出苦笑, 果断地选择了认输。 莫办法, 江浩实在太诡异了, 他虽然不想就这么认输, 可面对江浩, 他根本没有反抗能力。 所有攻击在江浩面前都行动虚设。 最主要的是, 江浩这一嗓子下来, 他的攻击根本无法继续维持。 这一战, 龙城大学江浩胜。 听到裁判的宣布, 宋高龄这才感觉到锁定在自己身上的气息消失不见。 对着江浩点了点头, 随即走下了擂台。 这一届学校大比圆满完成, 获胜者龙城大学江浩。 马晨宇的声音落下, 周围顿时响起欢呼声。 许青, 白杨他们则脸色难看, 一个个咬牙切齿地看着江浩。 秦秦兰, 苏青雪松了一口气。 直播间刘景龙, 邹文玲也纷纷松了一口气。 尤其是邹文玲, 激动得更是双眼通红。 多少年了, 他龙城大学还第一次这么耀眼。 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江浩。 他已经找好了, 他要给江浩建造一个雕像, 就耸立在操场正中央的位置。 他要让龙城大学永远都记住这个人。 叮。 恭喜宿主任务完成, 神秘礼盒已经发放到了系统空间, 请宿主注意查收。 听到系统的声音, 江浩不由嘴角上扬,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现在, 颁发冠军奖励。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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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擂台四周突然然放礼花。 马晨宇等一众评委走下评委席, 来到了擂台之上。 马晨宇对江浩笑道, 恭喜你江浩, 你完成了一个壮举。 其他评委也对江浩露出了善意的笑容。 如果江浩只是鼓舞者, 或者只是三阶鼓舞者, 自然不值得他们这么对江浩。 可江浩虽然是三阶觉醒者, 可战斗力却能够轻易碾压五阶觉醒者, 这就让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江浩了。 可想而知, 不出意外的话, 江浩以后的成就会达到什么地步? 江浩一一回来的笑容, 这是有工作人员将冠军奖励拿了出来。 看到这所谓的冠军奖励, 江浩不由眉头一挑。 这所谓的冠军奖励, 还真是够丰厚的。 一柄B级武器不说, 还有一些高级的修炼资源, 这些东西加起来都得将近一千万金币了。 B级武器, 这些修炼资源他不在意, 都时候拿回去给父母用到是可以。 而在这样奖励旁边, 还有一张羊皮卷。 他知道, 这羊皮卷就是圣学府的邀请函。 他除物袋中, 还有一个呢? 将奖励交给江浩, 马晨宇别有深意地说道, 江浩, 这个就是邀请函, 别的都可以有事, 这个你可要保护好呀。 江浩笑着点了点头, 众人羡慕地看着这一幕。 咦, 我突然想起一个是, 江浩好像之前就获得过邀请函。 那岂不是说, 江浩现在手里总有两个邀请函了吗?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去圣学府一个邀请函就够了。 若是咱们让江浩将邀请函卖给咱们的话, 咱们岂不是也能加入圣学府了吗? 对对对, 一会一定要联系着一下江浩。 众人的议论声立即让一些人动了想法。 第154章, 一个亿, 江浩与苏清雪刚走出体育馆, 刘景龙的电话就打来了。 刘会长, 刘景龙开玩笑的声音响起, 江浩恭喜啊, 成为了这届学校大比的冠军。 运气好而已, 江浩微微一笑, 你这家伙倒是谦虚。 刘景龙笑骂一声, 随即态度认真了一些。 总部的老会长已经去苏城了, 那件事你不用担心了。 江浩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没想到为了自己的事情, 竟然惊动了总部的老会长。 多谢了刘会长。 刘景龙不在意地笑道, 你不用谢我, 这件事我没帮多少忙, 主要还是领导运作的, 等以后有机会, 你好好感谢一下领导吧。 江浩! 就在这时, 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 江浩眉头一皱, 随即他就看到许晴快步走了过来。 刘会长, 有时间我联系你, 我现在有点事。 说完, 江浩就把电话挂了, 面无表情地看着许晴。 江浩, 我知道错了, 咱们两个从归于好吧。 不等江浩说话, 苏清雪挽住了江浩手臂。 许晴, 你是不是没有弄清楚情况? 他现在是我男人, 我是他女朋友。 苏清雪都是你, 如果不是你, 我跟江浩就不会分开, 都是因为, 许晴气愤地看着苏清雪。 不等他话说完, 就被江浩给打断了。 够了许晴, 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别招惹我, 你是真没记性啊。 许晴摇了摇头, 我不是, 江浩我知道你还喜欢我, 你心里有我, 这样,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咱们两个重新开始吧。 许晴,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打算,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江浩冷笑一声, 说完带着苏清雪, 转身就走。 江浩,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知道错了。 许晴在身后大喊, 可江浩根本就无动于衷, 周围人一个个看热闹般地看着这一幕。 之前, 他们已经在网上, 听说过了, 江浩与许晴之间的事情。 直到当初江浩测试结果不好, 许晴直接甩了江浩。 没想到, 如今, 看到江浩出息了, 许晴又这般, 这让众人看向许晴的目光中充满了不屑。 许晴破罐子破摔地说道, 江浩, 我给你讲个选择, 要么跟我重新在一起, 要么你把圣学府的邀请喊给我, 否则我一直纠缠你。 众人鄙夷地看着许晴, 没想到, 许晴真正目的竟然是这个。 白羊站在人群中, 脸色铁青。 许晴太不要脸了, 为了目的, 真是不择手段。 为了能够得到圣学府邀请函, 竟然连脸都不要了。 气得白羊转身就走, 他已经决定了, 以后跟许晴断绝一切关系。 江浩, 你不给我圣学府的邀请, 我就去你家, 跟你爸妈说, 我怀孕了, 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北华大学的老师走了出来, 脸色铁青地看着许晴。 许晴, 你干什么? 你还要不要脸了? 你懂什么? 我许晴注定是这个时代的女王, 只有圣学府才有资格我去学习。 老师, 咱们走吧。 北华大学的老师还想要说什么, 却被学生给拽走了。 太丢人了, 这个许晴简直把他们北华大学的脸都丢光了。 孙万宇他们也从隐藏房间走了出来, 刚好听到这一幕, 他们幸灾乐祸地看向袁长庆。 袁长庆老脸一黑, 随即拿出手机, 也不知道他是给谁打的。 对方刚接电话, 袁长庆就冷声道, 立即宣布下去, 许晴被开除了, 让他三天内赶紧给我滚蛋。 说完, 袁长庆便挂断了电话。 其实, 以许晴的天赋以及能力, 犯一些大不见小不见的错, 他都可以原谅, 可眼下他真的没办法原谅了。 这样一个三观有问题的人, 就算天赋再好, 能力再强, 也不值得培养。 江浩对于这边的事情并不知情, 此刻他已经跟苏清雪回到了住处。 正常按理来说, 学校大比结束了, 所有人都可以离开了。 不过按照惯例, 不论在哪个书院举办的学校大比, 那个书院都会在最后一天举办宴会, 第二日才会离开。 这一次也跟往常一样, 江浩与苏清雪温存了一会, 秦清兰就过来了。 秦清兰打去道, 你们两个还真是一点不浪费时间啊。 秦兰姐, 你说什么呢? 苏清雪翘脸一红, 有些不好意思。 如果正常情况下, 他也不至于不好意思。 问题是, 他们刚才确实刚刚才完事。 这让他有种被抓现行的感觉。 江浩问道, 你怎么这么闲着过来了呢? 宴会不是快要开始了吗? 怎么? 怪我打扰你们了。 秦清兰玩味地看着江浩。 哪有? 秦清兰身色郑重了一些, 不跟你闹了, 我来是想跟你要那张邀请函的。 你放心, 我不白要。 你出个价夺买。 江浩文言一愣, 没想到秦清兰竟然想要这个邀请函。 不过, 想想也是, 邀请函的珍贵程度可是很高的。 学校大笔这么多年, 也不过第一次拿出了邀请函。 其实, 怕江浩误会什么, 秦清兰解释了一下。 我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我知道你手里还有一张邀请函, 所以我才舍脸过来的。 江浩, 你既然手里还有一个邀请函, 那就把这张邀请函卖给清兰姐吧。 这时一旁的苏清雪也开口了。 江浩诧异地看了一眼苏清雪。 你不想要? 他原本以为苏清雪会想要呢。 苏清雪笑道, 你不会不知道吧, 辅助类觉醒者, 不超过S级, 大四以后就可以直接申请进入圣学府。 江浩一愣, 这事他还真不知道, 不过也没有多想, 他手掌一番将邀请函取了出来, 看向了秦清兰。 你觉得这个邀请函值多少钱? 虽然他与秦清兰相处得还不错, 可一码归一码, 让他将邀请函白给秦清兰是不可能的。 你说个价格吧, 不论什么价格, 我都接受。 不过如果价格太高的话, 我不能一次性给你, 我需要分期给你。 那就一个亿吧。 苏清雪一惊, 江浩还真敢要, 一个亿, 他们苏家在龙城已经够有钱的了, 总资产也才不过十个亿而已。 没想到, 江浩竟然张嘴就要一个亿。 然而, 苏清雪没想到, 秦清兰竟然真的同意了。 可以。 第155章, 本命元灵。 这是我的所有钱了, 剩下的六千万给我两年时间, 我分期给你。 秦清兰接过邀请函, 随即拿出手机给江浩转过去了四千万。 没问题。 江浩点了点头, 对于秦清兰的人品他还是信得过的。 秦清兰嘻嘻一笑, 那行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说完, 便美滋滋地便要离开, 不过却被苏清雪叫住了。 秦兰姐, 等等我, 我跟你一起走。 看着两女离开, 江浩摇了摇头。 随后她将意识投进了系统空间内, 她的没忘记, 自己的奖励还没有领取呢。 这一次的奖励竟然是神秘礼盒, 也不知道这礼盒里面究竟有什么, 竟然让系统这么神秘。 嗯? 江浩意识刚刚来到系统空间, 突然注意到天赋水晶之中, 竟然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水晶。 这与天赋水晶不同, 有点像溜溜, 通体透明颜色, 不过在其中心位置中, 有着一道类似于液体的东西, 在这里面不断地游动。 江浩敢肯定, 这东西之前确定没有出现过。 就在江浩疑惑的时候, 一道信息出现在了他眼前。 觉醒水晶, 系统出品的无级别宝物, 可以让使用者在原有的能力基础上, 额外增加一个天赋, 可以赠送给别人。 主, 觉醒水晶没有级别设定, 只有宿主击杀五阶级以上的人类, 才能产生出对应对方能力的觉醒水晶。 与天赋水晶一样, 一个人一生只能用三次。 觉醒水晶可以跟天赋水晶一起使用, 并不会对使用者造成任何影响。 看到这个信息, 江浩不由傻眼了。 原本他以为天赋水晶就已经够逆天的了, 没想到竟然还有觉醒水晶。 那岂不是自己可以获得多种能力了, 甚至还可以让其他人也拥有多个能力了。 想到这里, 饶式江浩的心脏都忍不住狠狠地跳动了两下。 天赋水晶与觉醒水晶实在太逆天了, 自己绝对不能轻易让它们暴露出来。 不过自己父母倒是可以用一下, 这样一来, 他们就能多一种能力了。 压制下心中的想法, 江浩很快便找到了所谓的神秘礼盒。 这个礼盒还真是够神秘的, 整体漆黑色, 上面竟然还系个蝴蝶结。 江浩心念一动, 选择了打开礼盒。 恭喜宿主获得神级天赋, 涅槃, 住。 宿主在生死存亡之际会自动触发涅槃, 获得新生。 恭喜宿主获得本命元灵乘一, 住。 本命元灵类似于本命灵兽, 宿主通过培养, 可以让本命元灵越来越强。 恭喜宿主获得洗髓丹诚实, 住。 洗髓丹可以改变生灵体质, 提升天赋等级, 宿主不可用。 定,定,定。 三道系统提示应在脑海中响起, 让江浩一愣一愣的。 涅槃这个天赋他非常喜欢, 这个无异于让他多条命, 只是系统没有提示能使用几次这一点差评。 然后就是这个本命元灵, 这个是什么东西? 江浩目前还没有理解。 至于洗髓丹, 这个东西倒是不错, 竟然可以提升天赋等级, 只可惜数量只有十美。 自己需要谨慎使用才行。 江浩意识从系统空间中退了出来, 随即眉头一挑, 只见自己的床上多出了一枚火红色的蛋。 这个蛋足有一米高, 直径差不多两米左右, 是个椭圆形的蛋。 本命元灵。 看着这枚巨蛋, 江浩眸子一眯, 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巨大的蛋, 可他却感觉到了自己与这枚巨蛋之间 似乎有种莫名的羁绊在产生。 这让他一下子便断定, 这就是本命元灵。 定。 宿主需要滴一滴写在本命元灵上, 本命元灵就会孵化。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 江浩按照系统说的将自己手指咬破, 随即将血滴在了巨蛋表面。 顿时, 巨蛋向他传递出了一股喜悦。 咔嚓。 紧接着, 在江浩的注视下, 巨蛋表面开始出现裂痕。 随后, 裂痕竟然越来越大, 最后。 啊。 最后, 巨蛋破裂, 结果什么也没有。 就在江浩起身查看的时候, 就看到一条拇指长短, 铅笔粗细的小生物, 奋力地从蛋壳之中爬了出来。 看到这只通体赤红色的小生物, 江浩嘴角一抽, 那么大的蛋, 竟然就生出了这么小的一个家伙。 这小东西, 怎么长得这么像壁虎呢? 若不是都顶上长着两只金色的小脚, 他真以为这家伙是壁虎呢? 叮。 恭喜宿主获得本命元灵, 无爪火龙。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江浩眉头一挑, 这小家伙竟然是龙, 而且还是无爪火龙。 咔嚓。 就在这时, 一道道咔嚓咔嚓的声音响起。 江浩文声望去, 就看到这个小家伙正一口一口地吃着自己的蛋壳呢。 而随着蛋壳被吃下去, 小家伙身上散发出了一股淡淡的龙威。 十多分钟后, 在小家伙的努力下, 硕大的蛋壳全部被小家伙给吃了进去。 小家伙的个头, 在这一刻也终于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之前只有拇指长短, 如今已经有一条成年人手臂长短了。 而小家伙的气息, 也从刚才的龄阶变成了一阶。 主音, 我饿。 就在江浩饶有兴趣观察这个小家伙的时候, 一道稚嫩, 软眠的声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 是你在说话? 江浩愕然地看着小家伙。 小家伙呆猛地点了点头。 江浩好奇地问道, 你要吃什么? 我不知道, 我感觉到主音身上有一些我可以吃的东西。 小家伙或许是因为太小了, 表达的还不算太清楚。 江浩一愣, 我身上的一些东西。 随即他从系统空间中拿出武器, 这个, 小家伙摇了摇头。 这个, 江浩又拿出了天赋水晶, 结果小家伙还是摇了摇头。 这个也不是, 那我身上也没什么东西了。 江浩突然想到了什么, 将储物袋取了出来, 但一想到龙珠的体积, 他果断地放弃。 就在他想要收起来的时候, 小家伙的声音再次在他脑海中响起。 主音这个我要, 但我说的不是这个。 说着, 小家伙突然嘴巴一掌。 江浩就看到, 除物袋之中的龙珠竟然不受控制地从里面飞了出来。 江浩脸色一变, 龙珠可有小汽车大小, 如果出现在房间内, 这个房间就不用要了。 然而江浩这个担心显然是多余了。 只见龙珠化作了一滩液体, 并且在不断缩小, 最终化作了鸽子蛋大小, 然后被小家伙给吞入腹中。 第156章 赤霄? 你说的不会是这个吧? 小家伙脱下龙珠后, 便眨着灵动的大眼睛看着江浩。 江浩无奈, 再次看向自己的系统空间, 此刻他系统里的东西基本基本上都给小家伙看了一遍。 唯有兽元没有拿出来过。 江浩突然想起来兽元的作用就是喂养神兽的。 这个小家伙该不是要吃兽元吧? 可其他东西, 除了龙珠被小家伙拿走了, 就剩下了兽元。 当江浩拿出兽元后, 小家伙双眼立即放光, 直接将兽元抱在怀中, 乖巧地坐在床上吃着。 江浩见状不由一阵头疼, 兽元自己也没有多些。 如果这小家伙只吃兽元的话, 那自己岂不是以后要经常去秘境之中了? 一想到秘境之中的恐怖, 江浩就感觉害怕。 很快, 一枚F级兽元便被小家伙给吃进去了。 随后小家伙眼巴巴地看着江浩。 江浩无奈, 只能再次拿出一枚F级兽元。 原本江浩以为这个小家伙会继续吃下去呢。 结果没想到, 小家伙在吃完第二枚兽元后便不再吃了。 如此, 江浩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真怕这个小家伙会是一个无底洞。 嗯? 江浩突然露出惊讶的神色, 这个小家伙的等级竟然不知不觉间突破到了二阶。 这兽元能量这么大吗? 还是说因为龙珠的原因。 就在江浩疑惑的时候, 小家伙身体移动, 再次变成了拇指长短。 随后在江浩诧异的目光下, 直接飞了起来, 落在了江浩的手上。 小家伙用小脑袋蹭了蹭江浩的手掌。 主音, 你还没给我取名字呢? 小家伙稚嫩而又软眠的声音在江浩的脑海中响起。 江浩好笑地看着小家伙, 你还需要名字? 要的要的, 有了名字, 我就拥有天赋了, 还可以拥有属于我的技能。 小家伙用力地点头, 主音给我起名字的话, 我也可以拥有主音的天赋以及能力。 江浩愕然, 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小家伙怎么会知道这些, 不过既然小家伙都这么说了, 那自己是该给他取个名字了。 江浩想了一会, 随即说道, 你通体赤红又是五爪火龙, 注定要龙傲九霄, 不如就叫赤霄吧。 嗯嗯, 赤霄点了点头, 对于这个名字非常满意。 看到赤霄这副模样, 江浩忍不住伸手摸了摸, 赤霄立即露出享受的神色。 棒, 棒, 棒。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江浩眉头仔细, 看着手中的赤霄, 一时间不知道应该将赤霄放在哪里。 赤霄似乎感受到了江浩的为难, 小身体扭动着, 在江浩诧异的目光下, 盘在了江浩的食指上。 然而这还不算完, 只见赤霄身体闪烁, 片刻后, 就如同一枚龙形戒指一般, 缠在了江浩的食指上。 江浩不由感觉惊奇, 没想到, 赤霄还有这种手段。 不过眼下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江浩起身开门, 就看到苏清雪站在门口。 江浩, 宴会马上开始了。 行, 咱们下去吧。 江浩点了点头。 江浩一边走, 一边在脑海中问道, 赤霄, 你现在都有什么样的天赋? 技能了? 因为赤霄是他的本命元灵, 他们两个拥有着灵魂羁绊, 所以他也可以跟赤霄用灵魂交流, 别人根本探查不出来。 我自身天赋是吞噬血脉, 可以吞噬一切龙族血脉, 来提升自己血脉。 另外, 我还继承了主营你的悟性天赋, 暴击天赋, 以及涅槃天赋。 主营, 你好厉害啊, 既然拥有三个天赋, 我们龙族最多, 也才不过拥有两个天赋而已。 赤霄透过灵魂, 向江浩传递出崇拜的情绪。 对了主营, 我的天赋你, 也可以用得哟。 赤霄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的技能目前只有一个, 就是龙岩吐息。 不过主营的技能, 我也可以施展出来。 主营也可以施展出我的技能。 江浩文言眼前一亮, 没想到, 本命元灵竟然还有这种好处。 你怎么了? 苏清雪注意到了江浩的异样。 江浩摇了摇头, 没什么。 虽然已经很苏清雪在一起了, 可赤霄的事情, 他还是不准备找跟苏清雪说。 不是说他不信任苏清雪, 而是到时候, 解释赤霄的由来不好解释。 更何况, 赤霄还是一条五爪火龙, 真正的东方神龙。 虽然, 如今有变异者, 可以变身成东方神龙, 人们却从来没有见过真正东方神龙出现过。 不多时, 他们便来到了战武书院的操场上。 此刻这里汇聚了不少人, 让原本宽阔的操场变得十分有些拥挤。 青蓝姐。 江浩他们刚过来, 就看到秦青蓝向他们走来, 苏清雪立即向秦青蓝打招呼。 周围人看到两大美女距离在江浩身边, 不由露出满脸羡慕的神色。 人群中, 许晴一脸怨毒地看着这一幕。 与许晴差不多神色的, 还有丹呗。 秦青蓝脸色凝重地说道, 江浩, 我刚才听到一些消息, 陆百川家里人要过来了, 打算带你离开。 你还是离开这里吧。 没事,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 而且你觉得这样人会让我离开吗? 江浩微微一笑。 苏清雪紧张地问道, 怎么回事, 这件事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秦青蓝摇头苦笑, 哪有那么容易? 陆百川是京城陆家的人, 背景强大, 江浩杀了他, 陆家人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那怎么办? 苏清雪脸色凝重。 江浩伸手, 刮了一下苏清雪的鼻子。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该吃吃, 该呵呵。 苏清雪称怪地瞪了一眼江浩,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家伙, 居然还有心情, 调戏自己。 江浩带着两女, 找了个空位置坐下。 很快就有人过来, 跟几次面套近乎。 江浩兄弟, 在下尹中拳, 拿玉书院大二的学生, 还望赏脸喝一杯。 江浩点了点头, 随即拿起一旁的酒杯, 跟饮中全喝了一杯酒。 江浩兄弟, 在下尉处生, 宛南大学大一学生。 我想跟你加个联系方式。 江浩学弟, 在下针三秒, 青海大学大三学生。 我想跟你聊一下邀请函的事情。 江浩学弟, 江浩费了好大力气, 才从众人的包围中跑出来。 惹得一旁的晴清兰, 苏清雪一阵娇笑。 江浩无奈地白了一眼良女, 本想找个地方消停待会, 结果就在这时, 一阵轰鸣声传来。 众人抬头望去, 就看到树架直升机 从远处飞了过来。 第157章, 陆家来人。 在众人的注视下, 这些直升飞机 落在了战武书院的停机坪上。 陆家的人过来了, 咱们过去看看吧。 孙万宇说着, 便走向了停机坪。 其他校长见状, 也跟了上去。 此刻, 十多道身着军装的人影 从直升机上下来, 最后是一位 身着白色西装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有些泻顶, 阴沟鼻, 眼眶有些凹陷, 颧骨很高, 一看就是特别阴险之辈。 陆先生, 孙万宇笑着跟中年人打招呼, 然而中年人却没理会孙万宇。 江浩呢, 把他交出来, 我要带走。 王长明笑道, 陆先生别着急, 先去办公室, 咱们聊聊。 说着, 就要拉中年人, 却被一旁的那些军人 给拦了下来。 陆济周神色默然地 看向王长笑。 王校长, 我侄子死在战武书院。 这件事战武书院 是不是要给我一个说法? 王长笑神色一致, 心中有些不怨。 自己好歹是五大书院之一。 战武书院的校长, 陆济周竟然对自己说话 这般不客气。 如果没有陆家, 你陆济周在我眼中什么也不慎。 不知道陆先生 想要什么说法。 王长笑收起笑容。 学校大笔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 本来陆百川被杀, 他还感觉惋惜与自责。 可看到陆济周的态度, 他心中这点惋惜与自责, 也烟消云散了。 陆济周平淡地说道, 这件事我会慢慢跟王校长算的, 现在我要带走江浩。 孙万宇道, 陆先生,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咱们先去办公室吧。 不用了。 陆济周说着, 便直接带人向操场的方向走去。 孙万宇他们对视一眼, 也跟了上去。 苏清雪紧张地看着远处的来人, 江浩, 怎么办? 这些人肯定是冲你来的。 没事, 不用担心。 江浩摇了摇头, 同时他开启鉴别之眼查看, 陆济周他们的信息全部暴露在他眼前。 这一行人竟然有七位五阶, 三位六阶的觉醒者。 为首之人只是四阶, 到不足为虑。 主音放心, 我马上就能将龙珠练化了。 只要我练化龙珠, 就能突破到三阶, 到时候他们就不是咱们对手。 我可以让主音的战斗力提升一个等级的。 就在这时, 赤消稚嫩且软眠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你还有这等能力? 江浩一惊, 他的越级而战已经很厉害了。 没想到赤消竟然比他还厉害。 赤消骄傲地解释道, 当然了, 作为主音的本命元灵, 我不仅可以跟主音共享一切, 只要与主音同阶, 就可以让主音战斗力提升一阶。 那你如果比我等级高的话, 我岂不是战斗力能提升更多了? 江浩眼前一亮。 如果是这样的话, 拿自己看来要先提升赤消的实力了。 这样自己就算等级不提升, 战斗力也会跟着提升。 赤消知道, 江浩误会了, 连忙解释道, 不是的, 作为本命元灵, 我的等级是不能超过主音的, 我之所以会突破这么快, 是因为主音你现在是三阶, 所以我才会这么快突破到三阶的。 江浩恍然, 心里不由有些遗憾, 早知道这样, 自己就不先领取神秘礼盒了。 等自己修为突破得更高, 自己再领取神秘礼盒, 这样赤消的实力就会提升得更多了。 就在江浩惋惜的时候, 陆济周他们秘境来到了操场。 陆济周给一位将士使了一个眼色, 那名将士心领神会直接走到一旁, 将音乐关掉。 随即举枪冲天开了三枪, 瞬间操场上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看向了陆济周。 陆济周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 陆家二公子陆济周, 今天我侄子陆百川被歹人所杀, 今天我要带走这个歹人, 谁敢阻拦, 就是与龙国铁血军作对。 此话一出, 众人一片哗然。 孙万宇他们更是眉头一皱, 谁也没想到, 陆济周竟然搬出了铁血军。 铁血军就是陆家掌握的军队, 是龙国五大军团之一。 陆济周搬出铁血军, 性质一下就变得不一样了。 孙万宇深吸一口气, 陆先生, 你是不是有些过了? 他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江浩被带走。 陆济周冷哼一声, 孙校长, 这件事与你北辰书院无关, 如果你非要插手的话, 我将是你们北辰书院干扰我铁血军办事。 说完, 陆济周不再理会脸色难看的孙万宇。 江浩, 滚出来。 苏清雪脸色苍白, 双手死死地抓着江浩手臂, 不想让江浩站出去。 然而, 这已经不是他想不让江浩站出去, 就不站出去的了。 只见周围人迅速分开, 将江浩暴露了出来。 陆济周一扬下巴, 身边那几位将士心领神会, 立即向江浩走去。 虽然赤霄说他们能打过这些人, 不过江浩并没有动手。 而是手掌一番将圣书院的邀请函拿了出来。 江浩平淡地说道, 陆家的人, 你们应该都认识这个吧? 想必也清楚邀请函的作用吧? 那几位将士停下了脚步, 回头看向陆济周。 邀请函的作用我自然清楚, 不过你杀了我陆家的人, 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也保护不了你, 动手。 陆济周冷笑一声, 他早就料到了江浩会拿出邀请函, 从他们准备对江浩动手的那一刻, 他们就已经将江浩调查了一遍。 可他不准备认这个邀请函, 只要他将江浩解决了, 就算圣学府知道了这件事, 也不会对他们陆家怎样的。 毕竟那时候江浩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如果江浩已经是圣书院的学生了, 他或许还会忌惮一些, 但现在嘛,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那几位将士文言再次向江浩走来。 江浩见状眉头一皱, 陆家看来是真的要弄死他了。 竟然连圣书院的面子都不给。 原本不想动手的, 现在看来不动手是不行了。 江浩在心里问道, 赤霄, 你还需要多长时间? 五分钟左右吧。 五分钟, 时间可不短, 自己怕事不一定能坚持五分钟。 不过不管怎样, 他也要试试, 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而就在他打算出手的时候, 一道清脆的声音突然响起。 陆家好声霸道, 竟然连圣学府的邀请函都不在乎了。 那是不是连我沈家也不在乎了? 第158章 沈家, 沈梦莲。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 一名女子从操场另一边走了过来。 然而, 这还不是最让人震惊的, 最让人震惊的是女子的容貌。 女子一头飘逸的长发, 五官精美, 戴着一层浅装。 一身小香风黑色短款阳气显瘦的套装裙, 脚下一双黑色的细跟高跟鞋。 整个人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雨之性的美。 这女子是谁? 众人疑惑地看着女子, 竟然敢直接叫板陆家的人。 这个江浩莫非有什么隐藏背景不成, 竟然能引来这种任务助阵。 雪芹双拳紧握, 原本看到江浩马上就要被带走了, 她还挺高兴, 结果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成咬精。 而且对方的颜值, 竟然比她还高。 凭什么这么多长得好看的女人都围在江浩身旁? 明明江浩是自己不要的垃圾, 如今反倒成为了宝。 在众人的注视下, 女子来到了这边。 梦恋。 秦秦兰一脸错愕地看着女子,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江浩也有些意外, 没想到来人竟然是与她有过几面之缘的沈梦里。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 沈梦里此刻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并且帮她说话。 看样子, 沈梦里似乎与陆家认识啊, 看来自己小看沈梦里了。 沈梦里对江浩, 秦秦兰调皮地眨了眨眼睛。 沈梦里看向陆季周, 陆二叔, 不知道我沈家的面子, 够不够保下江浩的。 陆季周淡淡地说道, 原来是梦里丫头呀, 这件事不是陆二叔不给你面子, 我陆家的情况, 你应该很清楚。 百川是老爷子最得意的孙子, 如今却死在了江浩手里, 老爷子心情很不好。 所以, 你不要让陆二叔为难。 陆季周说着, 一摆手, 那几位将士文言立即向江浩走去。 沈梦里见状立即站在了江浩身前。 陆季周脸色阴沉下来, 梦里丫头是执意要跟我做对了。 不敢, 不过今天我是不会让任何人动江浩的。 沈梦里摇了摇头, 清脆的嗓音中带着毋庸置疑。 很好, 梦里丫头真是长大了。 陆季周怒急返校, 随即冷声道, 铁血军将士听令, 拿下江浩, 谁敢阻拦以叛国罪处置。 是, 沈梦里站在江浩面前, 丝毫不退让。 陆二叔, 我倒要看看, 你是如何给我定下叛国罪的。 另外, 我也想要看看, 这件事闹到上面, 上面会怎么处置? 你…… 陆季周脸色一沉, 他没想到, 沈梦里竟然这么难缠。 这件事, 如果闹到上面去的话, 他们陆家肯定是不占理的。 而且, 这件事也确实不能闹到上面去, 不然, 他也不会就带这几个人过来。 可以想到父亲给他下达的命令, 陆季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把梦里丫头拽走, 你们把江浩抓过来。 是, 那几位将士文言, 立即向江浩走去。 沈梦里冷冷地看着那几位将士, 我警告你们, 你们别乱来, 你们敢碰我一下, 我爷爷不会放过你们的。 然而那些将士恍若未闻, 伸手便向沈梦里抓去。 碰!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柄赤红色长剑从沈梦里后方刺出, 将那位伸手抓向沈梦里的将士逼退。 江浩一把将沈梦里拽到身后, 目光凌厉地看着那些将士以及陆季周。 陆家你们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陆季周冷笑一声, 哼, 敢说我陆家过分的, 你还是第一个。 小子, 你刚才动手了是吧? 敢对龙国军人动手, 这下子, 就算我现在杀了你, 谁也说不出什么。 动手! 随着陆季周声音落下, 一名六阶觉醒者的将士立即向江浩出手。 主音, 给我三分钟时间。 赤箫的声音在江浩脑海中响起。 江浩默默点头, 随即气韵丹田, 头顶上空立即浮现出一颗透明狮子头。 不好, 快捂住耳朵。 众人见状, 脸色一变。 之前他们在体育馆就领略了江浩的这际音波攻击, 那时候他们距离远都受到了攻击, 如今他们距离这么近, 将要承受的攻击可想而知。 好! 江浩怒吼一声, 顿时恐怖的音波攻击席卷而出。 周围一些实力弱的, 直接被震的口吐鲜血倒飞出去。 不过相比于其他人, 那些将士则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他们大部分都是五阶觉醒者, 其中还有三位六阶觉醒者。 承受住江浩的攻击, 十分容易。 对此, 江浩没有任何以外, 当即一剑挥出, 顿时一道赤红色剑气席卷而出。 小子, 你以为就你拥有剑气不成? 那名将士将别在腰间的匕首拿了出来, 随即猛的一挥, 同样是一道剑气涌出。 碰! 两道剑气碰撞在一起, 江浩的剑气瞬间被击溃, 那名将士的剑气直奔江浩来。 江浩剑状立即施展金钟罩, 沉闷的声响再次响起, 只见剑气重重落在江浩身体周围那道无形的屏障上, 顿时引起一片涟漪。 而江浩也被这股力道给带的连续后退了数步, 这才稳住身体。 不过让人惊讶的是, 金钟罩竟然真的抵挡住了六阶觉醒者的剑气攻击。 尽管此刻剑气已经不在巅峰状态了, 不过依旧让人感觉惊奇。 那位将士同样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他也没想到自己的攻击竟然会被抵挡住。 深吸一口气, 那名将士脚掌一塌地面, 直接向江浩报射而去。 住手! 就在这时, 孙万宇从后方掠出, 想要拦住阻止这场战斗, 可很快他就被另一位六阶觉醒者给拦了下来。 陆先生, 学校大笔本就充满了危险, 更何况江浩又不是故意的, 何必如此苦苦相逼? 陆济周沉声道, 就凭他杀了我陆家的人, 我陆教委龙国镇守国门一百多年, 如今我陆家的孩子竟然在龙国被杀了, 孙校长你觉得我这是在苦苦相逼吗? 此话一出, 众人不由有些沉默了, 就连孙万宇都被问得哑口无言。 要说对龙国的功效, 陆家确实不小, 也正是因为有五大军团在, 才让其他国家不敢轻易入境。 可若就因为这个, 就要对江浩下手, 未免有些说不过去。 在众人这样想着的时候, 江浩已经与那位六阶觉醒者将士交上手了。 第159章, 老会长, 江浩原本以为六阶觉醒者就算再强, 自己也应该能与其周旋一阵。 结果没想到, 对方一拳就将他轰飞了出去。 江浩落在地上, 单膝跪地,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那位将士健壮, 迅速向江浩掠来。 江浩眸子一缩, 顾不上伤势, 连忙起身后退。 只是他快, 那位将士的速度更快, 很快对方就追上他了。 碰, 碰, 碰。 那位将士的攻击十分灵力, 而且, 招招都是杀人技能。 面对对方的攻击, 江浩毫无还手之力。 江浩无奈, 只能强行撑起金钟赵。 至于金钟赵能不能抵挡住对方的攻击, 他也不确定。 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一了。 碰, 碰, 碰。 金钟赵果然没有让江浩失望。 面对那名将士的攻击, 金钟赵全部将其抵挡下来了。 看到江浩竟然抵挡住了六阶觉醒者的攻击, 众人不由心中暗惊。 这可是六阶觉醒者啊, 在龙国绝对是金字塔顶尖的存在了。 然而没想到, 江浩竟然能够抵挡住六阶觉醒者的攻击。 如果江浩此刻是五阶, 他们或许还不会这么惊讶, 可偏偏江浩才不过三阶。 难以想象, 如果江浩成长到六阶以后, 实力会提升到什么地步? 江浩也没想到, 金钟赵竟然真的抵挡住了对方的攻击。 果然系统出品, 必是精品。 不过金钟赵消耗也十分巨大。 金钟赵的原理, 就是依靠他自身能量, 在体表维持一个屏障, 所消耗的也正是他自身的能量。 而这种消耗, 也跟他受到的攻击有关, 受到的攻击越强, 所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发巨大。 金钟赵虽然抵挡住那名将士的攻击, 可江浩依旧被攻击余波震得气血翻涌, 嘴角更是溢出了血迹。 秦秦兰, 苏清雪他们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心中担心不已。 陈泰别玩了, 抓点解。 就在这时, 一旁其他将士喊了一声。 陈泰回应了一声, 马上, 这小子的手段有些古怪。 说完, 他继续攻击江浩。 什么拳头, 剑气都被他用上了, 结果依旧什么用都没有。 小子, 我不信你破不开你的龟壳。 陈泰说着, 当即调动身体全部力量。 江浩见状脸色一变, 他体内的能量可没多些了, 对方这一拳下来, 自己怕是绝对抵挡不住。 砰。 不给江浩反应的机会, 陈泰猛地一拳挥出, 重重砸在江浩的金钟罩上。 沉闷的声音在操场上响起, 紧接着就听咔嚓一声, 金钟罩应声而碎。 噗, 江浩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身体倒飞出去, 重重砸在地上。 江浩! 苏清雪一惊, 连忙想要向江浩跑去, 却被秦清兰给抓住了。 清雪你别过去, 你帮不了江浩的, 你去了只会拖累江浩的。 陈泰黑黑一笑, 随即向江浩走去。 可嗨嗨, 江浩剧烈地咳嗽起来, 随即挣扎地从地上站起。 卓音, 我炼化了龙珠, 修为突破到了三阶, 可以反击了。 赤霄稚嫩且软眠的声音响起。 江浩闻言, 眸子一眯, 终于好了吗? 那就让这些家伙, 感受一下自己的厉害吧。 江浩看着已经过来的陈泰, 便要让本命元凌现身, 跟他一起联手。 而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 陆家还真是越来越霸道了。 江浩一愣, 立即阻止了赤霄显露真身。 在众人震惊的的注视下, 一位老者踏空而来。 能够飞行的觉醒者, 最起码都是七阶的存在。 七阶觉醒者, 放在当今已经是老怪物了。 整个龙国七阶觉醒者, 屈指可数。 然而, 这还不是让人最震惊的。 最让人震惊的是, 这位老者, 竟然是给江浩站场子的。 没想到, 江浩竟然还认识这种级别的大佬。 难怪能够如此有恃无恐。 孙万与他们也有点诧异, 尤其在看清楚了老者的容貌后, 更加的诧异了。 没想到, 这位竟然会亲自过来。 只是他们, 不记得找过这位啊。 莫非是江浩找来的? 陆济周看到来人, 不由脸色微变。 显然他没想到, 对方竟然会过来。 老者在众人的注视下, 缓缓从空中落下, 落在了江浩的身边。 老者看着江浩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不错, 果然英雄出少年, 小家伙。 你认识我不? 江浩嘴角一抽, 你都不说你是谁? 我上来认识你去。 当然, 这话也就在心里说说而已。 对于老者的身份, 江浩已经有了一些猜测。 江浩试探性地问道, 老会长。 哈哈哈哈, 不错, 正是我。 司马向阳站着拍了拍江浩的肩膀。 放心吧小家伙, 有老夫在, 谁也奈何不了你。 江浩微微一笑, 心里松了一口气, 同时对于司马向阳也充满了感激。 没想到这等存在, 里面真的为了自己, 亲自过来了一趟。 这份恩情可不好还呀。 一旁的秦秦兰, 苏清雪也不由暗自松了一口气。 陆济周皱眉问道, 司马老爷子, 您这是什么意思? 他可以不理会圣学府邀请函, 可以不理会沈梦里, 却不敢不理会眼前的司马向阳。 这可是龙国赏金工会的会长, 身份丝毫不比他父亲低。 最主要的是, 对方恐怖的实力。 没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你们陆家, 讲好保下了, 如果你们陆家有意见的话, 可以让陆正那个老家伙来找我。 司马向阳淡然一笑, 说着, 直接带着江浩离开了战武书院。 众人看着这一幕, 不由心中震惊, 震惊就是强者吗? 在绝对实力面前, 就算是强大的陆家, 也要低头。 看着江浩与司马向阳离开的背影, 陆济周脸色一沉, 当即拿出手机拨过去一个号码。 很快, 电话就被接通了, 只听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响起。 济周, 陆济周将这边的事情说了一遍, 爸, 司马老爷子来了, 说他保下江浩了, 咱们陆家有意见的话, 让你去找他。 现在已经带着江浩离开了。 陆正沉默片刻前后说道, 行, 这件事我知道了, 你带人回来吧。 爸, 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 陆济周眉头一皱, 先回来吧, 那个老家伙亲自出面了, 外加老沈, 老河都给我打了电话, 你先带人回来吧。 是, 陆济周虽然不甘心, 却也只能听从陆正的安排。 咱们走, 第160章, 认可。 多谢老会长, 走出战武书院, 江浩对司马向阳行了一礼。 司马向阳不在意地笑道, 不用客气, 你是我赏金工会的人, 只要你不做出背叛国家, 背叛赏金工会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允许别人欺负赏金工会的任何一个人的。 放心吧老会长, 我身为龙国人, 绝对不会做出背叛龙国事情的, 至于赏金工会, 我同样也不会背叛的。 江浩郑重地承诺, 司马向阳满意地笑了笑, 随即拍了拍江浩的肩膀。 走吧, 找个地方先休息一晚, 明天我带你回龙城。 江浩闻言, 跟着司马向阳离开了。 至于苏清雪他们, 他并不担心, 陆家要对付的是他, 并不是苏清雪他们。 他离开了, 陆家不会对付苏清雪他们的。 梦里, 你既然是京城沈家的人, 我之前都不知道。 陆济周他们离开后, 众人也没有兴趣参加宴会了。 秦清兰带着苏清雪, 沈梦里来到他的房间。 直到这个时候, 秦清兰这才有机会跟沈梦里说上话。 你不也没问吗? 沈梦里心虚地干咳一声, 秦清兰故作生气地说道, 哼, 你太不讲究了。 哎呀, 好了好了, 等以后我给你只做一件强大的武器, 送给你怎么样? 沈梦里搂着秦清兰, 这还差不多。 秦清兰娇哼一声, 随即给沈梦里跟苏清雪相互介绍了一下。 梦里, 这位是南域书院的大义新生苏清雪, SS级辅助类觉醒者, 也是江浩的女朋友。 清雪, 因为是北辰书院上一届刚刚毕业的大四学生沈梦里, 同时也是罕见的S级强化类觉醒者, 如今已经是圣学府一年级的学生了。 苏清雪有些诧异地看着沈梦里, 没想到沈梦里竟然是S级强化类觉醒者。 强化者虽然罕见, 却也有一些, 可天赋能达到A级的, 绝对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了。 苏清雪, 你好, 梦里姐。 苏清雪与沈梦里握了一下手, 三女一番交谈, 很快就成为了好姐妹。 秦清兰想到了什么, 好奇地问道, 对了梦里, 你怎么会突然过来? 我也是看到了直播, 所以过来帮江浩站的场子, 本以为凭借我的身份应该没问题的, 结果没想到什么又没起到。 沈梦里苦笑一声, 苏清雪抓住沈梦里的手, 梦里姐别这么说, 你能来就是对江浩的最大帮助了。 哟哟哟, 你这还没有进入江家门, 就开始帮人家说话了。 秦清兰玩味地笑着, 秦兰姐。 三女嬉笑打闹在一起, 场面相当相艳了, 只可惜这一般相艳的场景没人看到。 江浩跟着司马向阳找了一个酒店, 回到自己房间后, 江浩拿出手机看到都是秦清兰, 苏清雪他们发的信息, 询问他怎么样了。 江浩给三女一一回了信息, 得知江浩已经没事了, 明天就回龙城, 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江浩也看到了刘景龙的信息, 把情况跟他说了一遍。 江浩, 你回来后, 先来一趟赏金工会。 刘景龙很快回过来信息, 江浩没有问为什么, 直接回了一个好。 他知道, 刘景龙既然找他, 那肯定是有事的。 一日吃过早饭, 司马向阳带着江浩坐飞机回到了龙城, 而后, 司马向阳便直接离开了。 离开前两人加了联系方式。 江浩整理一下心情后, 拇指摸了摸盘在食指上的赤销, 便直奔赏金工会。 赤销修为突破, 他如今的战斗力堪比六阶觉醒者。 整个龙国他不敢说, 最起码, 龙城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了。 江浩很快便来到了赏金工会, 在来之前他已经联系刘景龙了, 因此直接上了办公室。 因为身份已经曝光了, 所以他并没有再继续戴着面具。 哈哈哈哈, X, 江浩。 刘景龙看到江浩, 不由笑了起来。 刘会长, 刘景龙笑道, 不错, 没给咱们龙城赏金工会丢脸。 江浩文言笑着摇了摇头, 刘会长, 你把我叫过来怎么了? 我叫你过来, 是要告诉你, 自从你身份曝光后, 你父母前后受到了八起袭击。 说到正式, 刘景龙神色正重了一些。 其中有四起来自于白家, 一起来自黑龙会, 另外三起来自于西门家族。 不过你放心, 你父母并没有受伤, 都被我安排的人保护下来了。 另外据我了解, 在你打败白羊那场比赛的时候, 白家派人砸了你家一次。 江浩文言不由冷笑一声, 还真是好大的胆子。 看来, 自己要跟他们好好算算账了。 还有黑龙会, 真当自己是面瓜好捏了不成。 刘景龙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别冲动, 我跟你说, 这些不是让你报复他们, 是让你心里有数就行。 你现在不像之前, 别人查不到你的信息, 现在谁都知道你就是X了, 所以你要更加小心一些才行。 看着刘景龙这个样子, 江浩心里暖暖的。 说起来, 他虽然与刘景龙接触的时间并不长, 可刘景龙始终都像个暖心的大叔, 并且毫无保留地帮助自己。 刘景龙, 你是A级天赋吧? 嗯。 刘景龙被江浩这句刘叔弄得一愣, 甚至都忘记江浩怎么知道自己是A级天赋的了。 不过一想到自己得到了江浩的认可, 刘景龙心中莫名有些开心。 江浩想了想, 随即手掌一番, 只见一枚暗红色的丹药出现在手里。 这赫然就是洗髓丹。 刘景龙, 如果你信得过我, 把他吃了。 说着, 江浩把洗髓丹递了过去。 这个, 刘景龙有些诧异地看着江浩手中的洗髓丹, 江浩拥有储物装备,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可这个要玩什么鬼? 刘景龙看了一眼江浩,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接过了洗髓丹, 吃了下去。 他相信江浩不会害自己的。 更何况, 以江浩的实力, 真要害自己的话, 自己也不一定是江浩的对手, 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 洗髓丹进度, 还不等刘景龙反应过来, 便化作了一股液体, 涌入了他的身体。 下一秒, 刘景龙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仿佛被刀子划一般, 剧烈的疼痛瞬间让他冷汗直流。 不仅如此, 同时一股股难闻的气味从刘景龙的身上散发出来。 第161章, 回家。 扑通, 刘景龙一屁股坐在地上。 啊, 刘景龙再也忍不住了, 发出一道道凄厉的哀嚎声。 这种感觉实在太痛苦了。 若不是现在疼得他不能开口, 他肯定要痛骂江浩。 这究竟给他吃的什么? 刘景龙心中后悔不已, 早知道会这样他说什么也不会吃的。 什么狗屁的信任? 若不是因为信任江浩, 他说什么也不会吃那个药丸。 看着刘景龙这副模样, 江浩眉头一皱。 为什么会这样? 吸水单不是提升天赋的吗? 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江浩想要询问系统, 可系统根本不会给他答复。 若不是相信系统, 江浩此刻怕也难以淡定。 江浩开启了鉴别之眼, 确认刘景龙没什么大事, 这才放心。 原本江浩以为这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 结果没想到竟然维持了足足一上午的时间。 最终, 刘景龙浑身仿佛脱水一般, 瘫坐在地上。 江浩早就将办公室的窗户打开了, 不然这办公室肯定是待不住人了。 看到刘景龙似乎结束了, 江浩再次开启了鉴别之眼。 姓名, 刘景龙。 年龄, 四十。 等级, 六阶。 天赋, S级天赋灵力。 能力, 狂战体, 体能者。 状态, 虚弱。 看到刘景龙的天赋以及等级, 江浩眸子微眯, 洗髓单果然非同一般。 不仅将刘景龙的天赋提升到了S级, 更是让他的等级提升到了六阶。 同时, 江浩也暗自松了一口气, 洗髓单的作用不错, 有了刘景龙的前车之鉴, 到时候自己给父母用的时候, 就有心理准备了。 大口地喘了几口气, 刘景龙这才恢复一些力气。 江浩。 刘景龙刚要骂出声, 就被江浩给打断了。 刘说, 你先看一下你的等级与天赋。 刘景龙一愣, 下一秒, 他的眼神瞬间变得震惊起来。 刘景龙连忙从地上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可他现在太虚弱了, 最终还是江浩扶着他, 他才从地上站了起来。 先把这个喝下去吧。 江浩从系统空间拿出两瓶体能药剂。 刘景龙见到江浩又拿出了稀奇古怪的东西, 下意识想要拒绝。 刚才那种感觉, 他依旧记忆犹新。 江浩看出了刘景龙的忌惮, 苦笑道, 放心吧刘叔, 这个是能让你恢复体力的, 不会让你像刚才那样的。 刘景龙将信将疑地打开药剂喝了下去, 顿时一股暖流涌变全身, 让他只觉得浑身通畅。 同时, 体力也恢复了一些, 这让刘景龙不由眼前一亮, 当即连忙将第二瓶体力药剂喝下。 虽然依旧感觉有些虚弱, 但最起码比刚才好多了。 小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刘景龙有些语无伦次, 不过想想也正常, 任谁发现自己的天赋 竟然能得到提升, 都会激动的。 刘景龙也算见过大场面的人, 可他还从来没听说过, 有谁的天赋竟然能提升的。 刘叔, 恭喜了, 以后你前途无量了。 江浩微微一笑, 刘景龙强行压制住心中的激动。 小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称呼也在不知不觉中, 从江浩变成了小浩。 刘叔, 这件事你自己清楚就行了, 既然你没事了, 我也就放心了, 我先回去了, 你, 你最好洗一下。 江浩微微一笑, 说完便离开了办公室。 刘景龙依旧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呢, 感受到自己S级天赋 以及六阶觉醒者的等级。 刘景龙不由黑黑一顿傻笑, 当他闻到自己身上的味道后, 不由打了个哆嗦, 露出嫌弃的声色。 真臭, 难怪江浩让他洗洗呢, 好在他办公室能洗澡, 不然他还真不好意思出去了呢。 离开了赏金工会, 江浩便直奔家中, 这一次他离家半个月了, 也不知道爸妈怎么样了。 还有白家, 西门家族以及黑龙会 竟然敢对他爸妈出手, 这些家伙他绝对不会放过的。 不多时, 江浩就回到了家里, 正赶上老两口在吃饭。 看到江浩回来了, 老两口非常激动, 连忙拉着江浩坐下, 询问这几天的情况。 这段时间, 他们一直在修炼, 并没有关注学校大笔。 在他们看来, 以江浩的实力, 获得第一完全没问题。 江浩将这几天的经历说了一遍, 当然得罪陆家的事情, 他并没有说, 免得老两口担心。 当得知江浩真的获得了第一, 老两口非常高兴。 爸妈, 你们修炼资源应该差不多了吧, 这个给你们。 吃过饭后, 江浩将这次冠军奖励拿了出来, 这一次他获得的资源不少, 足够老两口用一阵子了。 爸, 这个给你, 这是一柄B级武器, 你先拿着用着。 江浩两这次奖励的B级武器也拿了出来, 这是一柄大砍刀。 虽然是B级武器, 却远不如他手里的赤燕剑。 赤燕剑不仅在材质上比这柄武器强, 更重要的是赤燕剑拥有气灵, 这一点是这柄B级武器所不具备的。 江上全欣喜地摸着这把B级武器。 对了爸妈, 这两枚丹药, 你们吃了。 这是洗水丹, 对你们有好处, 不过过程会有些痛苦。 说着, 江浩手掌一番, 从系统空间中将洗水丹取了出来。 老两口没有多想, 拿起洗水丹就吃下去。 很快, 老两口就体验到了之前刘景龙的感觉。 那剧烈的疼痛, 让他们痛苦不已。 同时, 一股股恶臭, 从他们的体内涌出。 江浩见状, 连忙将窗户打开。 比起刘景龙, 老两口的状态, 要更加的不好。 刘景龙不管怎么说, 也是五阶觉醒者, 老两口才不过一阶觉醒者。 在剧烈的疼痛中, 直接晕了过去。 可即便如此, 脸上依旧充满了痛苦的神色。 江浩揉了揉眉心, 这洗水丹效果非常强, 可过程却也极为痛苦, 根本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 主音, 我饿了。 赤霄可怜兮兮的声音在江浩脑海中响起。 江浩这才想起来, 赤霄从今天晚上开始到现在一直没吃饭呢。 连忙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一枚寿源。 赤霄立即从江浩的食指上飞下来, 落在了江浩手中, 小尾巴盘在自己身上, 让自己坐起来。 两只小前爪, 捧着兽源嘎嘣嘎嘣吃了起来。 第162章 老两口的蜕变。 赤霄, 你以后就要一直吃这种东西吗? 赤霄摇了摇小脑袋, 不是的, 我只是幼年七十吃这些, 这里面的能量对我成长有帮助。 听到赤霄这么说, 江浩这才松了一口气。 如果赤霄一直吃这些东西的话, 自己还真不一定能养得起赤霄。 其他东西还好说, 可偏偏这个兽源是在秘境之中的, 秘境中的恐怖, 他已经经历过了。 没有实力, 断然不能轻易进入秘境。 当初他都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 说尽秘境就进入秘境了。 主营, 我还饿。 将兽源吃掉以后, 赤霄再次眼巴巴地看着江浩。 江浩哑然失笑, 随即又从系统空间之中拿出了一枚兽源。 原本江浩以为两枚兽源已经够了, 结果赤霄足足吃了五枚兽源, 这才吃饱。 看着自己系统空间之中的兽源, 江浩对得自己应该再去一趟秘境了。 之前那个秘境怕不行了, 应该重新找个秘境才行。 朱音, 你的爸爸, 妈妈好像脆体结束了。 赤霄趴在江浩掌心中, 稚嫩且软眠的声音在江浩脑海中响起。 江浩闻言, 抬头一看, 果然爸妈此刻已经情绪稳定了不少。 当即他打开了鉴别之眼。 姓名, 萧玉芬。 年龄, 41, 等级, 二阶。 天赋, S级蓄能, SS级丰锐。 能力, 精细灵能者。 状态, 虚弱。 江浩一愣, 没想到老妈不仅重新获得的天赋提升了等级, 就连本身天赋也提升到了S级。 江浩连忙看向江尚全。 姓名, 江尚全。 年龄, 42, 等级, 二阶。 天赋, S级烈焰, SS级速度。 能力, 罗汉战体, 体能者。 状态, 虚弱。 果然, 老爸天赋提升得更加恐怖, 不仅本身天赋提升到了S级, 就连新获得的天赋也提升到了SSS。 以后只要有足够资源, 爸妈的实力就会不停地提升。 突然江浩想了觉醒水晶。 哼, 自己击杀五阶级以上的觉醒者就可以获得觉醒水晶。 如果遇到不错能力的觉醒水晶, 倒是也给爸妈使用。 这样, 爸妈就又能多出一种能力了。 至于什么样的觉醒水晶, 他也已经想好了。 老妈可以用变异者的觉醒水晶, 或者体能者的觉醒水晶。 至于老爸, 直接就是灵能者水晶就好。 正好可以让他们取长不短。 过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 老两口这才悠悠转醒。 可身体上的感觉, 让老两口忍不住呲牙咧嘴。 这种感觉忒难受了, 他们实在不想再有第二遍了。 就在老两口想要询问江浩, 究竟给他们吃的是什么的时候, 为什么会这么疼? 江浩的声音响起。 爸妈, 你们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 呀! 小语芬惊呼一声, 江上泉也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显然他也发现了自己身体上的变化。 小浩, 江上泉看向江浩。 这也太神奇了吧。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药丸, 竟然不仅让他两个天赋都得到了提升, 甚至就连实力也突破到了二姐。 江浩郑重地说道, 爸妈, 这件事你们自己清楚就行, 对外不要多说, 这种东西我也没有几个。 老两口闻言连忙点头。 咦? 这是什么味道? 怎么这么难闻? 萧玉芬突然注意到房间中的味道, 不由捂住了鼻子。 结果突然发现, 这味道竟然来自于她的身上, 此刻她皮肤表面有一层黏乎乎的黑色物质。 这股难闻的气味, 就是来自于这些黑色的物质。 不止萧玉芬身上有, 就连江上全身上也有。 江浩笑道, 爸妈, 你们还是去洗洗吧。 哦, 对对对, 江上全点了点头, 想要从地上站起来, 却感觉浑身酸软无力。 爸妈, 你们把这两个喝下去, 会好一些。 江浩从系统空间中, 再次取出四瓶体力药剂。 老两口没有怀疑, 直接喝了下去, 身体上的疲劳这才减轻了不少。 老两口相互搀扶着, 回到了房间去洗澡。 江浩摇了摇头, 随即起身开始做饭。 虽然平时大部分饭菜都是老妈在做, 但其实江浩也会做饭。 以前的时候, 爸妈工作回来的晚, 饭菜都是她自己弄的。 赤霄飞到了江浩的头顶上, 也不打扰江浩, 四只小爪子死死地抓着江浩的头发, 防止自己掉下去。 江浩并没有让赤霄再次变成戒指, 她没打算向爸妈隐藏赤霄的存在。 过了一个小时后, 江上泉与萧玉芬这才从房间中走出来。 经过洗水单的洗水, 两人仿佛年轻了二十岁, 与江浩走在一起, 怕别人都会误以为他们是兄弟姐妹, 而不会把他们认为是江浩的父母。 江浩笑道, 非常不错, 爸妈你们现在最起码年轻了二十岁。 江上泉, 萧玉芬文言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之前他们还没有发现, 刚才洗完澡, 他们也被自己此刻的样子给震惊到了。 尤其是萧玉芬, 整个人的气势都提升了一大截。 爸妈, 马上吃饭了, 你们稍等一下。 江上泉与萧玉芬坐在了餐桌旁。 不多时, 江浩就把饭菜端了上来。 咦? 小浩, 你头上, 萧玉芬突然注意到, 江浩头顶上的赤霄不由一愣。 赤霄, 下来。 震惊的目光下, 赤霄扭动着身躯, 从江浩的头上飞了下来。 爸妈, 这个是我的伙伴, 名叫赤霄, 是一条五爪火龙。 江上泉惊呼一声, 五爪火龙, 她的东方神龙。 萧玉芬也露出惊讶的神色。 龙国人对东方神龙有着很大的崇拜感觉。 再听到赤霄竟然是五爪火龙, 他们看向赤霄的目光变了。 赤霄游动着小身体来到了江上泉, 萧玉芬身前。 可爱的模样, 让老两口心都快融化了。 下意识想要伸手去摸摸赤霄, 但一想到赤霄是东方神龙, 他们便放弃了这个打算。 然而赤霄却丝毫不怕声, 主动蹭了蹭江上泉, 萧玉芬的手。 这让老两口激动不已, 这可是东方神龙呀。 爸妈, 赤霄的事情, 也要是不要说出去, 免得有些不轨之人。 江上泉莲保证, 放心吧, 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对了爸妈, 如今你们也是二阶觉醒者了。 我打算明天带你们去轮陷区, 锻炼一下。 这件事江浩早就想好了, 爸妈光有等级不行, 也要有相对应的实力。 不然, 自己不在身边的话, 爸妈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江上泉笑道, 没问题, 其实你不说, 我刚才还跟你妈说了呢, 想要让你带我们去轮陷区历练一下, 就怕你没时间。 第163章, 历练。 清晨, 吃过饭后, 江浩便带着江上泉, 他们前往了轮陷区。 来到轮陷区, 在军方少岗做好了登记后, 三人便进入到了轮陷区。 因为江上泉, 萧玉芬才二阶, 战斗力甚至连一阶都不如。 所以江浩并没有带着江上泉, 萧玉芬深入, 而是带着他们在边缘地带历练。 萧玉芬好奇地问道, 对了小浩, 怎么没看到赤霄呢? 虽然赤霄是东方神龙, 可以想到赤霄那可爱的模样, 他就有些爱不释手。 赤霄平时会变成戒指盘在我手指上。 江浩说着, 晃了晃自己手掌。 江上泉, 萧玉芬果然在江浩的食指上, 看到了一枚宛如红宝石一般的龙形戒指。 这让他们不由大为惊奇, 没想到赤霄竟然还有这样的能力。 赤霄抬起小脑袋, 恢复了本来样子, 对着江上泉, 萧玉芬他们眨了眨灵动的大眼睛, 露出可爱的模样, 然后再次变成戒指模样, 盘在了江浩食指上。 很快他们便遇到了一只一阶魔物。 这是一只一阶的刚毛刺猬, 体积足有中型犬大小。 爸妈, 这个小家伙就交给你们解决了。 说着, 江浩退到了一旁, 丝毫没有想要动手地打算, 完全让江上泉, 萧玉芬自己解决。 刚毛刺猬直接向江上泉, 萧玉芬扑了过去。 两人刚开始还有些惊慌, 毕竟两人战斗经验几乎为零。 一顿攻击结果, 见对方身体都没碰到。 看到江上泉, 萧玉芬这样的表现, 江浩看得直腰头, 最后只好开口提醒道, 爸妈, 你们可以先联手。 经过江浩提醒, 两人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联手。 最终, 这才手忙脚乱地将这只一阶魔物给解决了。 江浩给他们指点了一下战斗中的不足, 让他们从而进行改进。 之后江浩带着两人不断在沦陷去边缘溜达, 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不少灵阶, 一阶的魔物。 除了植物类魔物被江浩击杀了以外, 剩下的全部都被江上泉, 肖玉芬给击杀了。 两人也从最开始的手忙脚乱, 但现在已经能够联手轻松击杀一件魔物了。 进步虽然不大, 但对于老两口来说, 已经很不错了。 So! 突然, 一道黑影掠过。 是老鼠! 江上全眉头一条。 肖玉芬摇了摇头, 好像是锦毛鼠。 江浩说道, 爸妈, 你们先等我一下, 我去杀了那只老鼠。 小浩, 这只锦毛鼠让我来吧。 江上全拦住了江浩。 爸这只不行, 这只我有用。 江浩摇了摇头, 随即向那只老鼠追去。 江上全有些惋惜地摇了摇头。 肖玉芬称怪地瞪了一眼江上全。 行了, 小浩既然要出手, 那必然说明这只锦毛鼠不简单。 江上全文言, 嘿嘿一笑。 肖玉芬说得不错, 这只锦毛鼠确实不简单。 或者说,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锦毛鼠。 这是一种名为倒空鼠的一间魔物。 然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这是一只空间系魔物。 若非如此, 江浩也不会果断出手。 倒空鼠的速度很快, 几乎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不过它虽然快, 可江浩的速度也丝毫不慢。 猪鹰, 我有办法压制住它。 就在这时, 赤霄稚嫩且软眠的声音在江浩脑海中响起。 江浩好奇地问道, 哦, 什么办法? 以前他对付这种空间系魔物, 通常都会用这种追赶的方式。 等对方体内能量不足, 自然也就是被他追到了。 赤霄黑黑一笑, 随即从江浩的食指飞了下来, 顿时一股龙威落下。 支! 倒空鼠惊叫一声, 身体从空间中跌落下来, 扒在地上瑟瑟发抖。 江浩眉头一挑, 没想到赤霄的龙威竟然这么好用。 那以后自己对付其他魔物, 岂不是也可以借用赤霄的龙威了吗? 江浩来到倒空鼠的身旁, 手掌一翻, 赤验剑便出现在了手中。 随即直接将这只倒空鼠给斩杀了。 之后江浩继续带着江上拳, 很快一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 江上拳他们的战斗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甚至, 如今已经能够做到单独猎杀一阶觉醒者了。 毕竟如今江上拳与萧玉芬比所有觉醒者都多出了一个天赋, 并且两个天赋都是S级的。 这也是他们比同级觉醒者强上一些的原因。 解决了一只一阶魔物后, 江上拳开口道, 小浩, 如今一阶魔物对我跟你妈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 要不带我们去找一些二阶魔物吧。 好吧, 那咱们就去找一些二阶魔物。 江浩点了点头, 并没有拒绝。 随着深入, 没多久, 他们便遇到了一只二阶魔物。 与一阶魔物比起来, 二阶魔物的实力就要强很多了。 江上拳与萧玉芬再次变得手忙脚乱起来, 好在江浩在一旁不断地提醒指出他们的错误, 否则他们还真不一定能解决掉这只二阶魔物呢。 这也让江上拳, 萧玉芬意识到了他们的不足。 之后在两人的相互配合下, 又陆续解决了几只二阶的魔物。 虽然目前来说, 还是无法独立击杀二阶魔物, 可这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他们才不过第一天与这些魔物战斗, 如今两人不弱, 所欠缺的不过是战斗经验而已。 以如今江上拳, 萧玉芬两人的实力, 只要他们战斗经验上来了, 想要单独击杀二阶魔物并不难。 江浩相信, 用不了多久, 两人就都能做到这一步了。 有江浩在一旁压阵, 将尚拳与萧玉芬的历练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三口人一直在轮陷区带到太阳落山, 这才回家, 将尚拳与萧玉芬依旧有些意犹未尽。 他们从来没想过, 竟然有一天也能出手击杀这些魔物。 若不是他们儿子的话, 只怕他们这辈子也就平平无奇了, 是他们儿子给了他们新生。 之后的几天, 江浩没有去学校, 也没有联系任何人, 而是一直陪着爸妈在沦陷区历练。 经过几天历练, 他们如今终于能够单独击杀二阶魔物了。 两人联手的情况下, 就算与三阶魔物也能有一战之力。 为了锻炼两人的战斗力, 江浩特意引来一只三阶魔物, 让爸妈练手。 虽然最终两人败了, 可他们也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而通过这几天的历练, 江上泉与萧玉芬不仅战斗经验提升了不少, 战斗力也跟着有所提升。 最重要的是, 两人的配合也愈发默契。 原本江浩以为自己还能多待两天的, 结果没想到, 晚上的时候, 刘景龙给他带来了电话。 第164章 出大事了。 刘叔, 发生了什么事, 这么着急? 清晨, 江浩来到了刘景龙的办公室。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江浩过来都不需要预约, 直接就可以过来找刘景龙。 刘景龙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出大事了。 江浩笑道, 怎么了? 你现在都已经是六阶觉醒者了, 还至于这种表情吗? 那是你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刘景龙苦笑一声, 西太平洋最近海啸频发, 经过调查, 是因为一处秘境引起的。 这个秘境之前是被控制住的, 可最近却频繁出现异动, 最后经过探查, 发现这个异动来自于西太平洋的一处大型秘境引起的。 江浩不解地问道, 那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正常情况下, 自然跟你没关系。 可因为西太平洋那边情况特殊, 那边的秘境是被多个国家共同掌握的。 刘景龙叹口气, 所以, 这一次秘境出现问题了, 需要修为达到六阶的觉醒者进入其中。 官方经过探讨, 便让军方过去看看, 结果陆家提到了你, 说, 你是这一届学校大比的冠军, 年少有为等等, 反正就是给你一顿夸, 然后点名要让你参加这次行动。 江浩无语地摇了摇头, 他们陆家有病吧? 刘景龙苦笑道, 谁知道, 这是领导给我打的电话, 官方已经定下来了, 这一次就连老会长出马都没好使。 这一次也是老会长让我联系你的, 他不好意思联系你, 他让我告诉你, 进入秘境后一定要小心, 陆家说不定会在秘境之中对付你。 对了, 这一次也会有西方参加这次的活动。 江浩问道, 西方也是军方的人吗? 不是, 根据老会长所说, 这一次出动的, 是跟赏金工会一样性质的人。 刘景龙摇了摇头, 其中就有美定监的代表是佣兵工会, 长毛国的代表是勇者之盾, 日不起的代表是圆桌骑士以及龟田的樱花会等等。 好家伙还真是萝卜开会啊。 那个秘境具体什么情况? 什么时候发出? 既然官方已经定下来了, 他自然不能拒绝。 再加上本身他就打算最近进入秘境看看, 这一次正好给赤销弄一些吃的回来。 至于陆家, 如果他们敢在逆境中对自己出手的话, 自己不介意灭了他们。 反正有赤销在, 他的战斗力丝毫不弱于六阶觉醒者。 刘景龙沉声道, 那个秘境是一片史前世界, 里面的魔物都是各种恐龙。 至于时间定在了三天后, 你需要今天或者明天就出发前往京城, 到时候跟他们一起出发。 江浩点了点头, 心里对于西太平洋的秘境有一些期待。 之前在龙城这个秘境之中, 他得到了龙珠与寿源, 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有所收获。 与刘景龙聊了一会, 江浩这才离开赏金工会。 原本他以为陆家会就此停手呢, 没想到这帮家伙在背后捅刀子。 看来自己是高看陆家了。 这件事自己记住了, 早晚会还给他们的。 江浩冷哼一声, 便直奔沦陷区。 今天他因为要来刘景龙这边, 所以就让爸妈自己去沦陷区了。 也不知道没有自己在身边, 爸妈历练的怎么样了。 不过, 应该问题不大, 自己给爸妈都留了足够的药剂。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轮陷区。 老大, 我已经盯那两个人很久了, 他们只有二截实力。 咱们出手, 绝对能把他们的武器抢下来的。 一个B级武器, 一个C级武器, 抢到手咱们就发财了。 一处残垣断壁出, 树道人影正隐藏在其中。 其中一人看着远处正在历练的江上拳他们, 双眼放光, 闪烁着贪婪的神色。 一位阴沟鼻的中年人, 挑了挑嘴唇, 眼中也竟是贪婪。 姚三, 你确定只有他们两个吗? 我确定, 除了他们两个绝对没有其他人。 姚三点了点头, 走咱们过去。 解决了一只灵阶魔物, 萧玉芬叹了一口气。 小号怎么还不过来, 不会有什么事吧? 能有什么事, 以小号的实力, 不可能有什么问题的。 江上拳不以为意地撇了撇嘴, 估计是被什么事缠住了吧? 萧玉芬刚要说话, 就看到十多个人手里拿着武器, 向他们走来, 这些人一看就来者不善, 不由眉头一皱。 注意到萧玉芬的目光, 江上拳也看了过去, 同样意识到了不对劲。 江好之前就跟他们说过, 在沦陷区除了要小心魔物以外, 还要小心人类。 有时候人类比魔物还要可怕。 咱们走, 这些家伙来者不善。 江上拳说着, 便准备带着萧玉芬离开。 可那些人突然加快了速度, 直接将江上拳他们给拦了下来。 两位别走呀。 英勾鼻目光玩味地看着江上拳他们。 起为什么意思? 江上拳将萧玉芬护在身后。 他没有忘记江好说的, 萧玉芬是灵能者, 绝对不能让敌人近身。 只要给灵能者足够的时间, 灵能者的攻击威力远超变异者和体能者。 英勾鼻扣了扣耳朵, 没什么意思, 就是哥几个最近手头有点紧。 哥几个看你们手上的武器不错, 给哥几个, 哥几个就放你们离开。 江上拳, 萧玉芬文言脸色一沉, 他们就看这些家伙来者不善, 原来是打着这个主意。 如果是正常武器, 他们交出去也就交出去了, 就当破财免灾了。 可这两柄武器是江浩给他们的, 不仅威力强大, 同样也是江浩辛辛苦苦得到的。 让他们就这样交出去的话, 他们自然不愿意。 两位, 不享受皮肉苦的话, 我劝你们还是配合一下, 不然的话。 姚三说着, 将身上三阶叫行者气息释放出来, 其他人也都将气息释放了出来。 感受到他们的气息将上拳, 萧玉芬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这十三个人, 竟然有三个是三阶觉醒者。 其余十人, 更是六位一阶觉醒者, 四位二阶觉醒者。 不说那三位三阶觉醒者, 单说那十人联手, 他们就不是对手。 萧玉芬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们这跟强盗有什么区别? 嘿嘿, 兄弟们, 这娘们说咱们跟强盗有什么区别? 那咱们就让她看一下, 咱们跟强盗的区别吧。 听到姚三的话, 众人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兄弟们, 动手。 姚三说着, 便直接向江上拳他们冲了过去。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响起。 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 第165章, 赤霄出手。 谁?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众人一愣。 阴沟鼻目光, 凌厉地看着周围。 江上拳与萧玉芬, 却不由暗自松了一口气。 很快, 在众人的注视下, 一名青年从远处走了过来。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赶过来的江浩。 江浩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来到沦陷区, 就看到爸妈被人堵在这里的场景。 他不由暗自庆刑, 信贿自己来得及时,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姚三怒骂一声, 小子, 你敢打扰我们的好事? 我看你才是活得不耐烦了。 说着, 姚三便向对方走去。 他今天一定要让这个家伙知道, 党人财路的后果。 就在江浩想要出手的时候, 赤霄稚嫩且软眠的声音在江浩脑海中响起。 主音, 让我出手吧。 我保证, 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江浩用鉴别之眼在这样家伙的身上扫了一眼, 立即将他们大致信息了解了一遍。 本来他是想要看看, 这些人有没有天赋是S级的, 结果让他非常失望。 交给你了, 解决利索一些。 嘿嘿, 主音放心吧。 赤霄嘿嘿一笑, 随即从江浩时纸上飞了下来, 来到了空中。 众人看到江浩手中飞出的红色物体, 并没有在意。 可下一秒, 他们就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待在了这里。 就连江浩都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只见赤霄迎风而长, 几乎瞬间就变成了一条20米长的赤红色东方神龙。 看上去十分威武霸气。 好。 赤霄嘴巴一张, 顿时一道震耳欲容的龙银声响起。 江浩脸色一变, 赤霄, 你大爷的。 江浩怎么也没想到, 赤霄一上来, 竟然就施展出了他的施吼弓。 顿时只觉得体内气血翻涌, 不过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连忙来到江上全他们身边, 施展惊中照护住他们。 江浩已经速度够快了, 可还是慢了一步, 江上全他们嘴角溢出一抹血迹。 这还幸亏, 赤霄的攻击并非针对他们呢。 赤霄的施吼弓, 施展起来, 已经丝毫不比江浩差了。 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江浩施展施吼弓, 不论如何施展, 都是人发出的声音。 可赤霄施展出来的, 不仅夹杂着龙吟, 还夹杂着龙威。 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住, 更别说摇三他们了。 恐怖的龙吟瞬间传播术理, 这之内的三阶级以下的魔物, 全部被秒杀, 就连四阶, 五阶的魔物, 也被震得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倒不是说赤霄的施吼弓, 威力有多大。 而是因为龙吟与龙威。 作为神兽, 赤霄血脉上足以碾压任何魔物。 实力强横的魔物, 或许可以抵挡住赤霄的血脉压制, 可实力低的就不行了。 轮陷区边缘的将士, 也都听到了赤霄的龙吟声, 顿时不由以惊。 这是什么魔物发出来的声音, 竟然这么恐怖。 难不成有强大的魔物, 要从轮陷区深处跑出来了不成? 班长立即叫来几位将士, 去进轮陷区看看。 是, 几位将士虽然害怕, 但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当即他们硬着头皮, 走进了轮陷区。 与此同时, 在赤霄的龙吟声下, 几乎瞬间, 姚三他们的身体便全部炸开, 化作了一道道血污。 连最终临终都没说出来。 好, 赤霄得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 扭动着庞大身体, 龙空中过来, 轻易地用脑袋蹭了蹭江浩的脸。 江浩美好气地瞪了一眼赤霄。 你这家伙, 想要施展施后功, 你倒是提醒我一声呀。 赤霄晃动着身体, 委屈巴巴地看着江浩。 萧玉芬不忍心赤霄挨讯, 拍了江浩一把。 行了小浩, 别怪赤霄了, 她也不是故意的。 江上全也开口道, 就是, 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 别怪赤霄了。 赤霄连忙用脑袋蹭了蹭江上全, 萧玉芬的脸。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是你真身? 说起来, 江浩也没见过赤霄真身究竟有多大。 她一直以为赤霄只有先前拇指大小呢,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能变身这么大。 赤霄稚嫩且软眠的声音, 在江浩脑海中响起, 主音, 我现在没满月, 满月的话可以长到实丈。 江浩若有所思, 随即眉头一皱, 看了一眼远处。 赤霄也心有所感, 身体瞬间恢复到原先大小, 然后飞回江浩的手上, 重心盘在江浩的食指上。 江上全, 萧玉芬刚要说话, 就看到江浩对他们摇了摇头。 很快, 几位将士走了过来。 江浩小兄弟, 刚才是什么声音? 你们没事吧? 如今, 这些将士也都知道了江浩的身份。 江浩摇了摇头, 刚才是我对付魔物, 施展的技能让你们担心了, 真是不好意思。 听到江浩的话, 几位将士不由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们还以为是深处的魔物跑了出来呢? 原来是江浩的攻击, 那他们就放心了。 几位将士叮嘱他们, 小心一些后, 便回去汇报去了。 爸妈, 你们继续在这里历练吧, 我带着赤萧去深处看看。 江上拳, 萧玉芬没有阻拦。 以他们如今的实力, 在这外围, 除非遇到其他人, 否则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江浩往深处走去, 以他如今的势力, 在外围不敢说无敌, 最起码基本上不会遇到危险。 所以这一次, 他打算去中围, 中围这边不存在零间魔物, 最低都是三间魔物。 江浩摸了摸盘在自己食指上的赤萧。 出来吧。 赤萧立即从江浩手指中飞了出来, 落在了江浩头顶上, 四只小爪子死死地抓着江浩的头发。 接下来, 我要训练你战斗了。 这一次, 你不要施展龙威。 我看看, 你的战斗力能达到什么地步。 赤萧点了点头, 随后从江浩头顶上飞下来, 恢复了本体。 看着足有二十米的赤萧, 江浩摸了摸下巴。 之前自己以为赤萧不大, 所以没有多想, 如今看着这个形态的赤萧, 让他不由有了一些想法。 或许自己真的可以成为龙骑士也说不定。 以赤萧的体积, 应该能承受住自己的重量, 在空中飞翔吧。 嗯, 找个机会试一试。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岂不是不到七阶就可以飞了吗? 想到这里, 江浩不由嘴角上扬。 第166章 龙骑士 主音 赤萧有些不满地看着江浩, 说是训练他, 结果每一次都是江浩击杀了那些魔物。 这都已经是第18只魔物了, 没有一直是他杀死的。 江浩摸了摸赤萧的脑袋, 不要在意这些, 我杀这些魔物有用。 再说, 你能打败他们, 不也是你实力的证明吗? 赤萧眨了眨灵动的大眼睛, 真的是这样吗? 他怎么感觉主音是在忽悠他, 可他又找不到证据。 好了, 赤萧你带我到上面看看。 江浩原本还以为需要跟赤萧说一些好话呢, 结果没想到赤萧根本没有拒绝, 直接落在了地上, 低下了头。 这反倒让江浩有些不好意思了, 不过他确实想要体验一把飞行的快乐, 最终还是站在了赤萧的脑袋上。 20米长的赤萧, 跟一辆前四后八差不多, 并排站三四个人, 也不会觉得拥挤。 赤萧飞升而起, 毫不费力便来到了空中。 站在赤萧头顶, 俯瞰整个下方, 瞬间让江浩有种豪气冲天的感觉。 这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赤萧在空中肆意遨游, 让江浩过足了飞行的影。 救! 突然一声鸣叫在空中响彻, 紧接着一只头顶有些几根金色羽毛的大鸟, 从下方飞了上来。 六阶魔物, 金灌雕。 江浩眸子微眯, 赤萧, 冲上去, 先不要释放龙威, 咱们看看六阶魔物的实力。 之前赤萧说他们联手可以战胜六阶觉醒者, 不知道对付这六阶魔物是否也能打过。 好。 赤萧发出一声咆哮, 兴奋地向金灌雕冲了过去。 刚才他们一路走来, 并没有遇到六阶魔物, 如今终于遇到了, 他也终于能大展身手了。 金灌雕见着两个闯入自己领地的家伙, 竟然还敢向自己攻击, 双齿猛地煽动, 顿时两道金芒生腾而起, 直奔江浩来。 赤萧一记神龙百尾, 躲过了金灌雕的攻击, 随即嘴巴一张。 顿时一道火焰生腾喷出, 赫然是他的技能龙眼吐息。 这还是赤燕第一次施展出龙眼吐息, 之前他遇到的那些魔物, 他只用江浩的攻击便轻松解决掉了。 响龙十八掌第一势, 抗龙有悔。 江浩气云丹田, 猛地一掌拍出, 顿时一道龙影无形涌出, 直奔金灌雕。 金灌雕刚刚躲开赤萧的龙眼吐息, 就看到了江浩的攻击。 此刻他就算想躲, 也无法躲开了。 金灌雕一咬牙, 直接选择硬抗。 碰。 降龙十八掌重重碰撞在金灌雕的身上, 直接将金灌雕震退。 虽然金灌雕被震退, 可他却并没有受多大的伤势。 卓妍, 你站稳了, 我要跟他练练。 见自己与江浩的攻击, 并没有对金灌雕完成多大的伤势, 这让赤萧仿佛受到了羞辱一般。 当即提醒了江浩一声, 便迅速向金灌雕掠去。 让江浩诧异的是, 赤萧施展的竟然是他的灵波微步。 他一直以为, 灵波微步只能在地上施展, 没想到在空中同样能施展。 不过, 此刻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江浩抓住赤萧的两对龙角。 赤萧速度暴增, 这是金灌雕没有想到的, 不过他并没有在意。 在空中, 他们雕类绝对是空中王者, 比鹰类还要厉害呢。 这只长相古怪的尼丘虽然也会飞, 但绝对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然而下一秒, 金灌雕就被打脸了。 虽然这是在空中, 可赤萧不论灵活程度, 还是飞行速度, 都丝毫不弱于金灌雕。 甚至飞行速度方面, 还要比金灌雕快一些。 一龙一雕不断在空中战斗, 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 江浩见状, 已经看明白情况了。 随着赤萧进入到三阶, 他与赤萧都已经拥有了 与六阶正面战斗的能力了。 不过想要战胜对方并不容易, 当然, 对方也别想战胜他们。 当他们两个联手的话, 就能打败或者击杀六阶了。 因为他们两个相当于两个六阶。 明白过来时怎么回事, 江浩也就放心了。 赤萧, 你把耳朵闭上, 我来施展施吼弓。 赤萧闻言, 立即将耳朵遮上, 随即继续纠金灌雕。 好。 江浩这边施展出了施吼弓, 恐怖的阴波攻击, 响彻这片区域金灌雕首当其冲。 在恐怖的阴波攻击下, 金灌雕身体一震, 蹊跷流血。 赤萧看准机会, 一记神龙白尾甩出, 直接重重甩在了金灌雕的身上。 救! 金灌雕发出一声悲鸣, 身体不受控制地向下方坠去。 赤萧乘胜追击也跟着冲了下去, 同时再次释放出龙颜吐息。 一道足有半米粗的火柱, 直接将金灌雕淹没在其中。 你大爷的,快收回龙颜吐息, 别弄死他,把他救给我。 江浩脸色一变, 这可是六阶魔物, 自己将其杀了, 就能获得一柄A级武器了。 这样自己的战斗力还能提升一些。 赤萧委屈地收回了龙颜吐息。 此刻金灌雕身上的毛发已经被烧焦了, 甚至就连身体大部分也被烧成了焦炭, 不过好在还有一口气在。 江浩从赤萧的身体上一跃而下, 同时手掌一番, 赤燕剑出现在手中。 江浩落在金灌雕的身上, 赤燕剑直接刺入金灌雕的背上。 救! 金灌雕再次发出一声悲鸣, 不过这一次, 他的气息也跟着消失殆尽。 身体下降的速度又加快了一些, 赤萧一个俯冲追上了金灌雕。 江浩趁机跳回了赤萧的背上, 这才避免了与金灌雕一起掉到地上的命运。 虽然此刻距离地面已经不到十米了, 可这个高度即便江浩掉下去也不会感受。 好在赤萧反应迅速,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碰! 赤萧平稳地落在地上, 江浩从赤萧的头上下来。 他立即将意识投到系统空间之中, 看看自己获得了什么武器。 当他看到系统空间之中, 多出来的一对金色羽翼后不由一愣。 金灌雕翼, 系统出品的A级飞行武器, 可以融入身体, 让使用者拥有飞行能力, 可以宿主自己使用, 也可以赠送给别人。 主! 飞行武器虽然不是正常武器, 却也拥有攻击能力。 金灌鱼翼的技能, 暴雨梨花针。 金灌鱼翼可以将使用者的能量, 转化成精细能量。 使用者只需要心念移动, 就可以催动暴雨梨花针进行攻击。 A级武器是拥有气灵的武器, 只认一个主人, 非主人不可使用。 第167章, 金灌鱼翼。 江浩手掌一番, 一对迷你的金色翅膀立即出现在手中。 随即江浩直接将其认主, 顿时这对迷你的金色翅膀便消失不见。 江浩心面一动, 碰! 一对展开足有十米左右的巨大羽翼, 在他身后浮现出来。 一旁的赤箫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江浩运转能量催动, 背后的金灌鱼翼微微煽动, 直接让他拔地而起。 来到空中, 江浩眼前一亮, 原本他以为自己需要再突破到七阶, 或者借助赤箫才能施展飞行梦想了。 没想到, 现在就实现了飞行。 金灌鱼翼虽然是飞行武器, 可此刻却仿佛与他浑然一体一般, 根本感觉不到任何不适的感觉。 甚至就连飞行, 也并没有让江浩感觉到任何不适应, 就仿佛本能一样。 哈哈, 有了这金灌鱼翼, 除了七阶觉醒者, 谁还是自己对手了? 赤箫好奇地问道, 朱音, 你怎么长出了翅膀? 这不是翅膀, 这是飞行武器。 江浩好好地感受了一下飞行的感觉, 这才意犹未尽地从空中落下。 赤箫, 咱们找找看, 还能不能再遇到一只六阶魔物了? 赤箫文言变成了拇指大小, 落在了江浩的头顶上。 出发! 赤箫乃声乃气地在江浩脑海中喊了一声。 大约三十分钟后, 江浩与赤箫来到了一处类似于广场的地方, 只不过这里破烂不堪, 四周更是杂草众生。 突然, 远处草丛耸动, 江浩停下了两步。 主营, 是一条六阶的大蜥蜴。 江浩点了点头, 他已经用鉴别之眼看过去了。 确实是一条大蜥蜴, 这是一只六阶的角蜥。 体长十五米左右, 足有三米宽, 在其额头上还长着一根足有半米长的脚。 这脚有些类似于犀牛脚, 不过角蜥的脚顶端并不是尖锐的, 而是平的。 角蜥一边不停吐着舌头, 一边向江浩他们这边走了过来。 主营, 我跟他玩玩。 赤箫说着, 便从江浩头顶上飞了出去, 身体在飞行过程中不断扩大, 角蜥注意到了赤箫, 心中满是疑惑。 这个家伙长着跟自己倒是有些类似, 可为什么他会飞, 自己就不能飞呢? 难不成是因为这个家伙长了两只脚的原因? 奈何角蜥根本没见过东方神龙, 不然他肯定不会这样想。 角蜥没有理会赤箫, 依旧向江浩走去。 赤箫见自己被无视了, 当即从空中落下, 向角蜥攻去。 这就是东方神龙, 不仅可以翱翔在空中, 也能在陆地上战斗, 即便是水中依旧如鱼得水。 角蜥没有含糊, 直接冲了上去。 两只巨大的生物开始了激烈的搏斗, 江浩并没有第一时间上手。 他也想要看看, 赤箫在陆地上的战斗如何。 两只巨兽战斗的速度速度极快, 不过相比于赤箫, 角蜥就没有那么灵活了。 在于赤箫的战斗中, 角蜥完全落入下风, 虽然赤箫不能打败他, 可他同样也不能打败赤箫。 久攻不下, 这让角蜥心中愈发恼怒, 咆哮一声, 张开嘴就像赤箫宛如。 只要咬中赤箫, 他就可以将毒素送到赤箫的体内。 然而, 赤箫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朱音, 我要施展施后宫了。 赤箫提醒了江浩一声, 江浩立即捂住耳朵。 好。 赤箫嘴巴一张, 恐怖的龙银声席卷而出。 角蜥猝不及防下, 被震得倒飞了出去。 赤箫见状, 嘴巴再次一张, 顿时龙岩吐吸喷涌而出。 角蜥被逼急了, 稳住身形, 全力催动体内能量, 顿时头顶上的独角绽放出光芒。 下一秒, 一道足有成年人手臂粗的雷霆, 自角蜥的独角之中激射出来, 与赤箫的龙岩吐吸碰撞在一起。 雷霆本身不弱, 比火焰要强很多, 可奈何角蜥明显, 还没有完全掌握雷霆。 他独角激射出来的雷霆, 没有坚持多久, 便被赤箫的龙岩吐吸给震散, 随即龙岩吐吸落在了角蜥的身上。 角蜥发出一道痛苦的声音, 随即连忙向一旁躲避来赤箫的攻击。 江浩看了一眼天色, 此刻天色已经不早了, 也该回去了。 赤箫, 咱们联手, 解决了它, 然后咱们回去。 说着, 江浩直接从后方掠了出来, 手持赤焰剑便向角蜥攻去。 角蜥心中大怒, 没想到小小人类竟然还敢向自己出手。 当即张开血盆大口, 向江浩咬去。 然而很快, 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想法错了。 眼前这个看上去只有三阶的人类, 战斗力丝毫不比他弱, 跟那只会飞得蜥蜴差不多。 这让角蜥失去了战斗兴趣。 虽然他是魔物, 可他的智商并不低, 在明知不可敌的情况下, 还要与其战斗那不是勇猛, 而是傻。 想到这里, 角蜥转身就走, 可还没走多远, 他就被江浩与赤箫给前后夹击, 拦了下来。 不等角蜥进行攻击, 江浩一箭挥出, 剑气瞬间激发出来, 重重落在了角蜥的脚上。 原本江浩以为自己这一箭, 绝对能将角蜥的脚斩断, 没想到, 只是震的角蜥倒飞出去, 可角蜥的脚却没有丝毫变化。 江浩一愣, 没想到角蜥的脚竟然这么硬。 不等角蜥爬起来, 赤箫便抓住了角蜥, 随即猛地冲天而起。 任由角蜥如何挣扎, 都无法挣脱来赤箫的束缚。 很快便被赤箫带到了空中。 突然, 赤箫松开了角蜥, 角蜥瞬间从空中追下。 这个过程中, 角蜥惊叫连连。 如果角蜥能说话的话, 肯定出口成脏。 江浩看准机会, 嘴巴一张, 顿时一道火柱从空中喷出直接笼罩角蜥。 这就是能力共享的好处。 不仅赤箫能使用江浩的天赋, 技能, 江浩同样能使用赤箫的天赋, 技能。 就好比这个龙眼吐息, 尽管江浩不是龙, 但因为能力共享, 并不妨碍它施展龙眼吐息。 不过, 龙眼吐息对能量消耗太大, 江浩并不能施展太长时间。 收回龙眼吐息, 江浩心念一动, 背后浮现出金冠羽翼。 金冠羽翼煽动, 江浩直接飞升而起, 迅速来到了奄奄一息的角蜥身边。 江浩没有丝毫迟疑, 猛的一剑斩在脚蜥的身上, 并没有让脚蜥死得太痛苦。 脚蜥巨大的身体重重地砸在地上, 瞬间血肉横飞。 江浩与赤箫落在地上, 江浩收起了金冠羽翼, 赤箫也变成了拇指大小, 重新盘在了江浩的食指上。 第168章 前往京城 回到家中, 江浩这才再次查看系统空间。 之前金冠叼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不知道这一次脚蜥能不能也给他一个惊喜。 当江浩看到系统空间之中的A级武器后, 神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超长斩马刀, 系统出品的A级武器, 使用石刀身会伴随电弧, 有一定麻痹作用。 住, A级武器, 是拥有气灵的武器, 指认一个主人, 非主人不可使用。 江浩心念一动, 将超级斩马刀从系统空间拿了出来。 看着这柄刀身1米7, 刀柄80厘米, 整体2米5长的超级斩马刀, 江浩嘴角一阵抽搐。 这么长的大刀, 他还第一次见过。 好在他的房间够大, 不然这那长的刀, 他还真不一定能拿得出来。 江浩试了试斩马刀的重量, 足有60公斤左右。 可以说分量十足, 若不是他如今突破到了三阶, 只怕他都不一定能挥舞得动。 虽然他不会刀法, 不过这可是他目前为止, 唯一的一柄A级武器, 江浩果断地让气灵认住。 有了这柄武器在手, 此次秘境之行, 他更加有把握了。 除了这柄超级斩马刀以外, 江浩还获得了不少其他武器, 其中B级武器就有不下十把, 目前他不缺钱, 也就没打算将这些武器卖掉。 除此之外, 他还获得了一条储物项链, 这个到时候可以给苏清雪用。 一日, 江浩跟江上全, 萧玉芬他们打了一声招呼, 便离开了家。 昨晚上的时候, 他就跟老两口说了自己要出去一趟。 不过在离开之前, 江浩去了一趟苏清雪家里。 之前忙忘了苏清雪给家里买的礼物, 他都忘记送过去了。 若不是昨天晚上苏清雪给他打电话, 他怕又要忘记了。 江浩去苏清雪家, 苏白礼与赵雅文都在家呢, 对于江浩他们十分热情。 如今他们也都知道了, 江浩就是X, 江浩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救命恩人。 同时, 他们也终于知道了, 苏清雪如今正在跟江浩谈恋爱。 看着江浩, 他们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欢。 苏白礼与赵雅文的热情, 让江浩有些手脚无措, 硬着头皮跟他们聊一会, 这才离开。 本来苏白礼与赵雅文还想留江浩吃午饭, 不过被江浩拒绝了, 江浩告诉他们自己又要警示, 需要去京城。 他们这才放江浩离开。 看着江浩离开的背影, 苏白礼忍不住感慨道, 哎, 谁能想到, 曾经不被人看好的高考状元, 如今竟然有这样的成就, 这可是打脸了那些五大书院与十大名校。 是啊, 不过还是咱家小雪眼光好。 赵雅文倾笑一声, 文言, 苏白礼也忍不住点了点头。 江浩离开苏家, 又去了一趟赏金工会, 让刘景龙多帮忙照顾一下他父母。 等一切忙完, 已经是下午了, 江浩这才坐着飞机前往了京城。 抵达京城后, 江浩联系了司马向阳, 老会长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住处。 原本江浩以为司马向阳给他安排的是酒店, 却没想到, 司马向阳竟然直接将他安排在了自己家里。 司马向阳住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四合院, 虽然如今进去了灵气复苏时代, 有些物质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但一些守旧的老人, 还是非常喜欢老旧东西的。 尤其是四合院, 如今四合院可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得起的。 想要买得起四合院, 首先要做的, 就是你必须对龙国有突出贡献才行。 而光是这一点, 就拦住了不少人。 因此, 如今能住得起四合院的人, 一个个身份都不简单。 你小子没怪老夫吧? 司马向阳坐在木制椅子上, 江浩不在意地摇了摇头, 没有, 这有什么好怪的。 再说让我去秘境的又不是你, 而是陆家的人。 司马向阳突然开口道, 这两天我想了想, 突然觉得, 你取秘境之中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江浩一愣, 不解地看着司马向阳, 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 司马向阳没有卖关子, 秘境之中固然有危险, 可危险的前提就是机缘。 你知道, 如今世界上的修炼资源来自什么地方吗? 江浩摇了摇头, 随即试探性地问道, 来自秘境? 不错。 司马向阳赞赏地看了一眼江浩。 当今世界上所有的修炼资源都来自于秘境,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才会说这一次对你来说, 或许是一次机缘也说不定。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灵气复苏就跟这些秘境有关吧? 其实秘境不止你看到的那么简单。 这三百年来, 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些秘境, 已经给秘境划分了几个等级, 有小秘境, 大秘境, 王者秘境, 爵士秘境以及洞穴秘境。 听着司马向阳的讲述, 江浩也终于对世界有了个全新的认识。 这些年来, 通过探查, 各国对秘境都掌握了不少信息。 秘境之中, 也不仅仅都是远古生物, 还有一些神话生物。 就比如王者秘境, 那是比大秘境还危险的地方, 里面有的就是神话中才有的生物。 而爵士秘境更是恐怖, 里面充满了危险, 这个危险不单单来自于生物, 更多的是环境, 例如雷霆, 火焰, 寒冰等等, 根本是他们人类能踏足的地方。 至于洞穴秘境, 更是他们探查都没有探查过的地方。 不是他们不敢进去, 而是完全进不去, 他们只能暂时将其命名为洞穴秘境。 相比于后面的三种秘境, 前两种秘境要安全不少。 同样里面蕴含一些物质, 是对人修炼有有所帮助的。 如今, 人们修炼的资源, 正是通过这些物质, 炼制出来的。 另外通过司马向阳的讲述, 江浩这才知道。 原来, 自从三百年前到现在, 秘境始终都没停止出现过。 有人猜测, 或许过不了多久, 那些秘境就会彻底爆发。 到时候, 人类也将灭绝。 当然, 也有人猜测, 秘境本身就是蓝星的一部分, 只不过被隐藏起来了, 如今正在复苏而已。 因此, 自从三百年前人们就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秘境会毁了蓝星, 一派认为秘境会给蓝星带来无限好处。 因此, 双方一直在明争暗斗。 而龙国就是认为秘境会毁了蓝星这一派的。 第169章, 出发。 一月一早, 江浩洗漱完, 便跟着司马向阳离开了。 是一处军营, 从这里坐直升机直接前往渤海, 然后从渤海坐船出发前往西太平洋。 小子, 没体验过飞行吧? 今天我就带你飞一把。 司马向阳带着江浩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说着, 司马向阳便抓住了江浩的手臂, 直接直接冲天而起。 如果说, 昨天之前, 江浩或许还挺期待能被七阶觉醒者带着在空中飞行的。 可自从被赤销带着飞行过, 再加上他自己如今也可以飞行, 他对于被七阶觉醒者带着飞行也就没了兴趣。 不过, 自己能飞的事情, 他没有打算说, 虽然司马向阳对他不错, 可这不代表他什么都需要跟对方说。 不过, 不得不说, 相比于走路还是飞行要快不少。 在司马向阳的带领下, 江浩很快就来到了郊外的军营之中。 咦? 你小子可以啊, 别人第一次飞行都会有很强的不适感。 你竟然这么淡定。 两人落在地上, 司马向阳诧异地看了一眼江浩。 江浩顺嘴胡说八道, 或许我适应能力比较强吧。 司马向阳道也没有多想, 真的将这归功于江浩适应能力强了。 走吧, 咱们过去。 司马向阳带着江浩来到了训练场。 此刻这里已经汇聚了不少人, 初步算下来应该有一个五个连的人。 江浩有些诧异, 没想到这一次竟然触动了这么多人。 他原本以为有十多个就已经很不错了, 结果没想到竟然有五百人左右。 然而, 这还不是最让江浩惊讶的, 最让江浩惊讶的是, 这些将士竟然绝大部分都是五级觉醒者, 其中还有十位六级觉醒者。 不是说高级觉醒者稀少吗? 怎么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 司士注意到了江浩的诧异, 司马向阳笑道, 怎么感觉奇怪? 江浩也没客气, 直接将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 这是很正常的, 你应该知道, 实力达到了五级就属于高级觉醒者了, 他们的实力强横。 这样的人, 绝大部分都被官方派出去了, 很少有能在外面走动的, 所以才会造成高级觉醒者稀少的局面。 其实咱们龙国的高级觉醒者并不少, 这么跟你说吧, 不说军方, 单说赏金工会每年都会有数人突破到六阶, 数百人突破到五阶。 江浩被这一番言论给吓到了, 他没想到龙国竟然有这么多高级觉醒者。 江浩好奇地问道, 那七阶, 八阶呢? 你当七阶, 八阶是萝卜白菜呢? 司马向阳苦笑一声, 龙国已经有五十年没有出现七阶觉醒者了, 八阶更是已经一百年没有出现过了。 那龙国有多少七阶, 八阶的觉醒者? 司马向阳没有隐瞒, 你还挺关注的, 龙国现在有十二位七阶觉醒者, 两位八阶觉醒者。 其实这些他不应该告诉江浩的, 这些事情虽然不算隐秘, 却也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 但一想到江浩那超强的战斗力, 如今三阶就可以击杀五阶觉醒者了。 若是突破到四阶, 甚至五阶, 足以看出六阶, 七阶的觉醒者。 这对于龙国来说是个不错的助理, 因此他才没有对江浩隐瞒。 说话间, 两人来到了这群人这边。 司马老爷子, 没想到您竟然亲自过来了。 就在这时, 一位一看就是领导模样的将士走了过来。 小高呀, 这一次是你带队吗? 显然司马向阳认识来人, 笑着跟对方打了一声招呼。 小高摇了摇头, 这次带队的不是我, 我只是帮忙组织人手。 这次带队的是陆少尉。 陆少尉, 陆凯。 嗯。 司马向阳玩味地笑了笑, 其他人都到了吗? 除了陆少尉, 其余人都到了。 这一次五大军团各自出动了一个连的人。 司马向阳说道, 行, 我知道了, 小高你先去忙吧。 小高点了点头, 随即离开了这里。 小子, 刚才的话你听到了, 那个陆凯就是陆家的人, 虽然不是直系, 却也非常受重视。 你自己到时候机灵一些, 别吃亏了。 江浩文也点了点头, 希望那个陆凯别自己找不自在吧。 否则就别怪自己, 心狠手辣了。 轰隆隆。 就在这时, 数十架直升飞机, 从远处飞了过来, 最后落在了不远处。 紧接着, 一名中年, 从最前面的直升机上下来。 小子, 他就是陆凯。 司马向阳对着陆凯扬了扬下巴, 随即继续说道, 进入到秘境后, 也要注意一下那些西方人。 这些年, 西方发展得不错, 这也让他们有些飘了, 如果有西方人挑衅的话, 不用留守。 江浩点了点头, 其实他巴不得对方会招惹他, 这样他就可以获得一些, 觉醒水晶了。 司马老爷子,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陆凯走了过来, 司马向阳皮笑若不笑地笑道, 这还不是要感谢你们陆家。 这位就是江浩吧, 果然一表人才。 听到司马向阳的话, 陆凯也不尴尬, 目光看向了江浩。 江浩点了点头, 是我, 请多指教。 陈凯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看向江浩的目光带着一丝玩味。 他在来的时候, 可是接到了死命令, 这一次要让江浩死在秘境之中。 陆少尉, 小高走了过来, 陆凯点头示意了一下, 随即开口道, 安排众人上直升飞机吧, 咱们这就出发。 小高闻言, 立即显然来到了那群人面前, 简单地喊了几个口令, 让众人站得正气一些, 随即开始安排众人上直升飞机。 司马老爷子, 那江浩我就带走了。 陆凯看向司马向阳。 司马向阳没有说什么, 就是简单地点了点头。 小心点, 江浩跟着陆凯离开了, 就在这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了司马向阳的声音。 灵魂传音? 七阶觉醒者的专属能力之一。 修为突破到七阶后, 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踏空而行, 除此之外, 就是灵魂传音了。 江浩有些羡慕,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步。 估计就算自己修为突破四阶后, 战斗力堪比四阶, 也无法做到灵魂传音。 第170章 海洋魔物袭击 不知道陆凯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竟然将江浩安置在了他所谓的直升飞机上了。 江浩倒是没怎么在意, 坐在座位上后就开始闭目养神。 等所有人都登上了直升飞机后, 陆凯直接下令出发。 当即数十架武装直升机, 浩浩荡荡地向渤海出发。 百姓看到如此大的阵仗出行, 不由露出惊讶的神色。 纷纷猜测这是怎么了, 是军事演习, 还是要打仗了。 龙国已经好久没有出动这么多武装直升机了。 这让众人不由有些紧张, 不过一想到龙国的实力, 龙国军人的力量, 众人这才强行压制下心中的紧张。 只要有龙国在, 龙国军人在, 他们这些百姓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陆凯看了一眼他们的方向, 随即回头看了一眼闭目养神的江浩, 不由露出一抹冷笑。 倒是挺淡定的, 希望你能一直这样淡定下去吧。 朱音, 那个家伙好讨厌, 已经看了你好几次了, 还露出了沙野, 要我出手弄死他吗? 赤消稚嫩且软眠的声音, 在江浩的脑海中响起。 江浩用拇指蹭了蹭赤消所变成的戒指, 不用, 他想看就让他看好了, 一切等进入秘境后再说。 三个小时后, 他们终于抵达了渤海, 一下飞机, 他们就能闻到一股血腥味。 渤海一带也时常受到魔物攻击, 与内陆不一样。 像龙城那种地方, 即便受到魔物攻击, 也都是陆地魔物的攻击。 可渤海一带, 不仅有陆地魔物的攻击, 甚至还有海洋魔物的攻击。 不过每一次都会被军方抵挡下来。 此刻这里周围已经被将士给围了起来, 看着这些将士身上还没有干枯的血迹, 不难看出, 他们前不久应该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一位团长从远处跑了过来, 对陆凯进了一个军礼。 陆少尉, 战舰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随时都可以上船出发。 将士们辛苦了。 陆凯回了一个礼, 然后带人开始登船。 江浩原本以为这一次要饿着肚子呢, 没想到战舰上竟然配备了厨师, 这些厨师早就准备好了饭菜。 江浩简单地吃了一口饭菜后, 便回到了安排的房间之中。 一回到房间, 赤霄便从江浩手中飞了下来。 江浩手掌一番, 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一枚寿元丢给赤霄。 赤霄立即盘起小尾巴, 用两只前肘, 抱着寿元吃了起来。 一连吃了五枚寿元, 赤霄这才心满意足地躺在江浩头顶上, 小爪子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皮, 那模样好不惬意。 江浩则坐在床上开始修炼。 只是他还没有修炼多长时间, 就感觉船体一阵动荡。 江浩从修炼中退了出来, 船体依旧晃动得厉害。 同时警报声响起, 几乎所有人都走出了房间。 赤霄重新盘在江浩的食指上, 变成了一枚龙形戒指。 江浩也走出了房间。 就在这时陆凯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到甲板上去, 有海洋魔物攻击战舰, 大家出手, 将这些海洋魔物清理掉。 众人闻言立即让甲板走去, 江浩也跟了上去。 他还没遇到过海洋魔物呢, 正好趁机见识一下。 顺便看看, 海洋魔物能给他爆出什么样的武器。 铁血军将士去左翼, 荆棘军将士去右翼。 陆凯见人过来了, 立即开始安排下去。 乾隆军与猛虎军来前方, 飞鹰军去战舰后方, 务必要守住战舰, 不能让这些海洋魔物上来。 看到江浩后, 陆凯再次说道, 江浩, 你跟着乾隆军猛虎军手在最前方。 江浩没有说什么, 来到了最前方。 站在这里, 他立即看到了所谓的海洋生物。 什么章鱼, 鲸鱼, 鲨鱼等等一些猎海洋原本的生物, 基本上都过来了。 这些海洋生物变成魔物后, 体积明显比陆地魔物要大很多。 海洋一直以来都是极为神秘的存在, 当年灵气没有复苏的时候, 人们都没有征服海洋。 如今灵气复苏后, 人们也彻底失去了对海洋的掌控。 若非必要的时候, 人们是绝对不会来到海洋之中的。 就在这时, 两支五阶, 体型足有百米的蓝鲸, 重重撞击在战舰上。 顿时, 战舰被撞得东倒西歪。 好在这艘战舰够大, 还真无法承受住这样的撞击。 一些觉醒者已经开始发起了攻击。 这个时候, 灵能者和飞行类变异者的能力就体现出来了。 一个能远程攻击, 一个可以从空中进行攻击。 反倒是体能者与绝大部分的变异者 无法发挥出多大的作用。 只能等这些海洋魔物靠近了以后, 他们才能进行攻击。 江浩并没有着急出手, 之前他在学校中学过有关魔物的课程, 不过上面绝大部分都是陆地魔物, 对于海洋魔物的情况知之甚少。 江浩在观察的同时也开启了鉴别之眼, 通过鉴别之眼, 将这些魔物的能力尽数看了一遍。 就在这时, 一道触手突然从海中伸了出来, 猛地向战舰上的众人拍去。 触手十分巨大, 不是章鱼的出手, 就是鱿鱼的出手。 上面的每一个锡盘, 都有一辆小轿车那么大。 在场中人只有江浩看得清楚, 这是一只四阶的章鱼出手。 众人连忙第一时间出手, 各种攻击全部施展了出来。 可即便如此, 也很难对这只触手造成多大的伤害, 最终还是一位六阶觉醒者出手, 将其打回了海里。 碰! 又一条触手从海中探出, 这一次攻击的是右翼位置。 荆棘军将士有两个反应的慢了一些, 直接被触手抽死, 其他人连想要救援都没有来得及。 荆棘军的一位六阶觉醒者见状, 怒吼一声, 当即释放出一道道火焰, 这才将这条触手逼回海中。 然而, 这还不算完, 一些提醒稍微小一些的鱼, 更是从水中一跃而出, 向战舰上跳来。 众人见状, 连忙出手, 尽可能将其拦了下来。 然而即便如此, 依旧有不少海洋魔物, 还是跳到了甲板上, 开始向众人发起攻击。 一时间众人被逼得手忙脚乱, 一些反应慢的将士, 直接被这些魔物给击杀了。 别看这些魔物都是海洋魔物, 灵气复苏不仅让他们拥有着强大的实力, 更是让他们拥有了离开水, 也能战斗的能力。 第171章, 力挽狂澜。 江浩虽然很想与这些海洋魔物, 酣畅凌厉地激战一场, 但眼下并不是时候, 同时他也没着急表现自己, 只是对那些冲上来战舰的魔物进行攻击。 只要实力不超过五阶的魔物, 在他的攻击下, 基本上没有那只能逃得掉的。 不过, 尽管江浩的攻击很强, 可这些魔物实在太多了, 一时间很难全部清理干净。 好在这样, 将士人数不少, 虽然刚才折损了一部分, 但剩下来的基本都是精英了, 也正是因为有它们在, 才没有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碰! 江浩一拳将一只刚好从海洋中跃起来的五阶海豚, 给重新打回了海中。 就在这时, 竖刀触手同时从海中伸了出来, 向众人攻来。 其中就有一条, 是攻击江浩的。 江浩剑撞, 没有丝毫犹豫, 手掌一番。 赤枭剑立即出现在手中, 猛的一挥, 顿时一道剑气涌出。 攻击他的这条触手, 瞬间被斩断, 重重落在甲板上。 相比于江浩这边, 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面对这些触手攻击, 众人虽然极力反抗, 可还是有所伤亡。 若非有六阶觉醒者出手, 或许伤亡更大。 江浩剑撞, 连忙前去支援。 他跟陆家有恩怨, 可跟这些将士, 却没有恩怨。 这些人都是龙国的无名英雄, 折损一个都是龙国的不小损失。 所有人别慌, 稳住。 你们继续攻击其他魔物, 我来对付这根出手。 荆棘军这边的六阶觉醒者大喝一声。 随即他手掌一挥, 顿时一道道土墙升腾而起。 然而, 他的土墙在那根触手面前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那根触手只需要轻轻移动, 便将其推倒了。 那位六阶觉醒者心中苦涩, 但凡他是别的系的灵能者, 或者是体能者也不会这么被动, 偏偏他是土系灵能者。 他的攻击在陆地上还算可以, 可在海洋上却一点作用都没有。 在在场这些六阶觉醒者中, 他自己是最废物的了。 虽然如此, 可他依旧不愿意放弃。 一道道攻击被他施展出来, 结果都被那根触手给轻易地抵挡住了。 触手高高扬起, 随即向众人拍来, 就在众人心中绝望的时候。 一道剑气击射出来, 直接将那根触手斩断, 触手重重砸落下来。 众人连忙侧头看去, 就看到江浩依旧保持着灰剑的姿势呢。 荆棘军众人感激地看着江浩, 若不是江浩, 他们只怕会损失惨重。 江浩对他们点了点头, 随即立即前去支援其他人。 江浩一圈下来, 总算帮助众人将这些触手给解决的。 陆凯冷冷地看着江浩, 江浩, 你来回瞎跑什么? 我不是让你守在这里吗? 你再这样目无法纪的话, 别怪我对你军阀处置。 这么说, 我不行去支援呗。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被杀呗。 江浩面无表情的话, 掖着陆凯一正。 陆凯冷声道, 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 既然你在这里了, 那就是我的兵, 必须听从我的安排。 江浩玩味一笑,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里? 要不是你们陆家飞偶过来? 你觉得我会在这里? 江浩, 你找死。 陆凯被气得浑身颤抖。 在这里, 他不仅仅是领队, 更是最高指挥官, 所有人都要听自己的。 没想到, 江浩竟然是个刺头。 自己还没有向他发难呢, 他反倒向自己发难了。 若非眼下情况紧急, 他说什么, 也要弄死这个家伙。 陆凯, 我奉劝你一句, 老实一些, 别招惹我。 江浩用仅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 笛声说了一句, 随即转身离开了。 陆凯脸色一片铁青, 目光死死地盯着江浩的背影, 双拳紧握。 过了好一会, 陆凯这才平静下来。 嗨, 自己跟一个死人叫什么劲? 江浩, 你等进入秘境的, 我玩死你。 竹音, 这个家伙好讨厌呀, 真想弄死他。 江浩淡然一笑, 别急, 这种人一看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 让他再蹦跆一回。 So, 就在这时, 一只五阶的平骑骑鱼从海中一跃而出, 直奔江浩来。 江浩见状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一剑挥出, 剑气瞬间击射而出。 这只平骑骑鱼此刻, 相夺已经来不及了, 直接被剑气一分为二。 卧槽, 那是什么? 快跑! 突然一声惊呼响起, 江浩抬头望去, 就看到黑压压的一片, 从海中掠出, 向战剑扑来。 江浩心中一领, 这竟然是一群灵虾? 这些灵虾只是一阶, 但数量太多了, 足有数百亿只。 与曾经的灵虾不同, 如今的灵虾每一只都有半米长, 数百亿汇聚在一起, 都赶上一个小型岛屿了。 若是让这些灵虾扑倒战剑上, 只怕战剑顷刻之间就会被掀翻。 此刻, 所有人都惊慌了, 就连陆凯也脸色大变。 海洋太恐怖了, 不仅领域大, 就连里面的生物也是多得吓人。 这也是为什么, 自从灵气复苏后, 所有人都失去了对海洋的掌控的原因。 陆少尉, 咱们怎么办? 一位六阶觉行者走了过来。 在茫茫大海之中, 战剑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所。 如果战剑被打沉了, 他们这些人必死无疑。 陆凯此刻也毫无办法, 如果是在陆地, 他自然不怕, 可眼下他们在大海之中举目无亲。 眼下不说坐着等死, 也差不多了。 谁也没想到, 他们还没抵达西太平洋呢, 就遇到了这么大的危机, 顿时一个个脸上面如死灰。 把耳朵捂起来。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众人看去, 就看到江浩已经来到了那些灵虾的对面了。 江浩, 你要干什么? 陆凯脸色一沉。 对于江浩, 他没有任何好印象。 其他人也一脸错愕地看着江浩。 这是要干什么? 难不成江浩还想要 以一己之力抵抗这些灵虾不成? 江浩是疯了吗? 别说是他了, 就算七阶觉行者, 怕都无法抵挡住这些灵虾。 江浩没有理会众人, 直接弃运丹田。 在他的头顶上, 立即出现了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好。 就在众人不明所以的时候, 江浩已经施展出了狮吼弓。 众人没有来得及捂住耳朵, 只觉得体内气血翻涌。 除了六阶觉行者以外, 其余将士全部被震得倒在地上, 并且蹊跷流血, 脑海中一片空白。 而那些灵虾, 更是一个个原地炸裂, 化作了一团团血污。 数百亿的灵虾,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消散。 第172章, 进入秘境。 卧槽。 众人回过神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 不由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快, 捂住耳朵。 当他们看到, 江浩的头顶上空, 再次浮现出一颗透明的狮子头屎。 这一次不用江浩提醒他们了, 他们主动捂住了耳朵。 好。 江浩连续肆无忌惮地, 施展了五次狮吼弓, 终于将这数百亿灵虾彻底解决掉了。 不仅如此, 就连其他一些钻出水面的海洋魔物, 只要实力没超过四阶的, 全部被他的施吼弓秒杀了。 只是因为, 声音落入水中会被大大削弱, 因此海洋里面的魔物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陆凯脸色难看的看着江浩, 这就是江浩的实力吗? 如此恐怖的攻击, 竟然能连续施展五次? 一般人根本做不到。 可江浩竟然连续施展了五次, 并且甚至没有任何不适的地方, 这太不符合常理了。 众人看向江浩的表情也发生了变化。 不过, 更多的劫后余生的喜悦, 还好江浩果断出手。 不然他们这些人怕事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随着江浩出手, 那些海洋魔物也被震慑住了, 没有再继续攻击他们的战舰。 在别人开始处理后续事情的时候, 江浩回到了安排的房间内。 这一刻没有谁说个不字, 就连陆凯也罕见得没有斥责江浩。 回到房间, 江浩立即检查自己的系统空间。 这一次他收获不可谓不丰富。 看着堆积如山的武器, 江浩简直要乐开了花。 这些武器拿出去卖的话, 不说自己会成为世界首富, 最起码两三辈子吃穿不愁了。 尤其是灵虾所爆出的武器, 虽然只是一种F级的匕首, 却又数百亿只多。 其他的级别的武器虽然没有, 同样数量不小。 江浩仔细翻看一下, 发现了几个不错的武器装备。 其中有几件类似于鳄鱼卫甲的皮衣, 这皮衣来自于几只被他斩杀的鲨鱼, 名为零杀卫甲。 等级C级, 虽然不算特别高, 防御力却不错, 而且还可以增加使用者在水中的速度。 再有就是两个盾牌, 这两个盾牌都是B级武器, 是他击杀了两只大海龟得到的。 然而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些装备中, 竟然还有五件储物装备。 这五件储物装备, 是什么魔物爆出来的他忘记了。 其中等级最强的是一件C级储物装备, 空间足有数千平。 而且, 这还是一枚蓝色的戒指, 形状的储物装备。 看来还是海中魔物种类繁多, 其中空间系的也不少。 以往在沦陷区很难见到的空间系魔物, 这一次, 一下子就碰到了五只。 而这一次它的收获, 也可谓是收获满满。 而这还没有完呢, 它们目前还没有抵达西太平洋。 这一路上还不一定会受到几次攻击呢, 说不定自己的收获会更多一些。 入夜, 江浩它们终于抵达了西太平洋海域。 事实上也正如江浩猜测的那样, 它们这一路上过得并不平稳, 前前后后一共经历了八次海洋魔物的袭击。 人数也从五百多人, 缩减到了三百多人。 面对着一次又一次的袭击, 江浩每一次都收获浮现, 各种武器多得数不胜数。 甚至就连储物装备前前后后获得了五十件。 这五十件储物装备如果拿出去的话, 必然被轰抢。 除此之外, 江浩也获得了十六件飞行武器。 这些飞行武器都来自于海上的海鸥、 信天翁等一些鸟类身上获得的。 江浩可以想象, 这些飞行武器如果拿出来的话, 同样会被轰抢。 甚至说不定与储物装备还要吸引人。 毕竟目前来说还没有飞行武器, 人们想要飞的话, 绝大部分人只能等修为突破到七阶才行。 但走了飞行武器就不一样了, 这对不少人来说都是如虎添翼。 就拿江浩来说, 只要不是七阶、八阶觉醒者出手, 他就可以不怕任何人。 完全处于了不败的地步。 不多时, 他们便来到了那个秘境的边缘。 这个秘境的入口是直接出现在海上的, 就如同一个黑洞一般。 江浩他们并不是第一个过来的, 在他们过来之前, 就已经有一些战舰停在了这里。 江浩看了一眼, 分别是美定坚、 长毛国等一些西方人。 他们也注意到了江浩他们, 不过他们并没有过来打招呼, 反而一脸高傲地看着江浩他们。 不过看他们的样子, 自己战舰上的血迹, 显然过来的也不容易。 陆凯看了一眼其他战舰, 随即说道, 人还没到齐呢, 各军派出一些人守着, 其他人先休息一会吧。 江浩, 你也守在这里。 陆凯叫住了睁眼回房间的江浩。 江浩瞥了一眼陆凯, 没有说什么, 直接坐在了甲板上闭目养神。 这一幕看得陆凯脸色难看, 他让江浩守在这里, 就是为了不让江浩休息, 结果这家伙, 竟然就这么明晃晃地坐在了甲板上。 哼, 先让你嘚瑟一会。 你看到秘境的, 我怎么弄死你的? 陆凯转头离开了。 五军各自留下了几个人留守在外面, 其余人则回到房间休息去了。 到了这里, 他们也终于能松了一口气了, 这里这么多人, 就算有魔物入侵, 他们也不怕。 其他国家的人也看到了江浩, 在发现江浩只是三阶修为后, 不由露出了不屑的神色。 在场这些人中, 最低都是五阶觉醒者。 没想到这一次, 竟然还有一位三阶觉醒者进来了。 而且还这么年轻, 是龙国没人了? 还是怎么了? 竟然让一个小鬼过来了。 在他们等待中, 又陆续有几艘战舰赶了过来。 不过他们并没有立即进入秘境。 而是一只等到了早上, 在确定了没有战舰过来后, 他们这才开始组织人手, 进入到秘境。 每个国家人都只剩下了二百多人, 他们没有留在外面。 而是在将战舰收到储物装备后, 全部进入到了秘境之中。 江浩睁开眸子, 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森林之中。 其他人也都陆续出现在了这里。 此刻不是时宜, 不然江浩真想飞到空中去看看, 这里是不是跟自己进入的秘境一样。 他们此刻脚下踩的土地, 同样是一只大乌龟。 第173章 触发任务。 大家都进来了。 接下来咱们说一下分布问题吧。 一位西方人站了出来, 日不升国的人开口道, 我觉得咱们应该选择一个总指挥出来。 那当然应该有美定监的人来了。 他们进入这个秘境次数对多, 他们对于这里肯定了解。 龟田国的一名女子, 指了指一旁的美定监国人。 其余几个国家的人, 纷纷议论起来。 一时间谁也没有能拿定主意。 这些国家的人争执不休, 有人认为分开行动的比较好, 也有人认为一起行动比较安全, 相互有些照应。 陆凯冷声道, 诸位, 我觉得还是各自行动的好, 没必要一起行动。 闭嘴, 龙国猴子, 这里没有你们说话的份。 龟田国的一枚中年人, 怒吓一声。 你骂他就骂他, 说什么龙国? 是我们龙国给你脸了, 让你蹬鼻子上脸。 江浩眉头一皱, 本来他不想说话的, 可这个龟田国的人实在太嚣张。 如果龟田国的人只是骂陆凯的话, 他不仅不会生气, 反而还会看热闹, 可这家伙张嘴就带上龙国。 这让江浩忍受不了了。 巴嘎, 龟田国那人脸色一沉, 然而不等他话说完, 一道剑气掠出, 下一秒, 此人便被江浩给斩杀了。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了,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就连龙国这边众人也是如此。 谁也没想到, 江浩竟然说动手就动手了。 最主要的是, 江浩不过三阶觉醒者, 刚才那个龟田国的人, 是一位五阶觉醒者, 结果竟然被一招秒杀。 这让众人看向江浩的脸色变了变, 他们就说, 龙国怎么会让一个三阶觉醒者过来。 原来这家伙隐藏了实力。 巴嘎, 你竟然, 之前说话的那名龟田国的女性, 脸色一变, 江浩冷冷地看向此女。 你再多说一句, 我把你也斩了。 女人下意识后退两步, 要说的话也被憋了下去。 看着女子没了嚣张气焰, 江浩有些惋惜, 要知道就不说话, 直接动手好了。 这样, 自己又能多一枚觉醒水晶了。 美定间的人站了出来, 龙国人, 你未免太霸道了吧? 你要给他们龟儿国的人出头。 江浩眉头一挑, 龟田国的人闻言, 脸色一沉, 一个个面带不善地看着江浩。 他们是龟田国, 不是龟儿国。 陆凯回过神来, 怒喝道,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滚下去。 好好, 你们继续。 江浩冷笑一声, 随即直接脱离了队伍。 好。 就在这时, 一只五阶的霸王龙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那只霸王龙张开血盆大口, 便向江浩咬来。 众人没有出手, 皆是看向了江浩。 除了龙国的人, 神色没有任何变化以外, 其余国家的人都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在秘境之中, 这些古怪的生物都十分强横, 比起魔物还要厉害。 他们倒要看看, 这个嚣张的龙国小子, 是怎么死的? 古兽, 霸王龙, 等级, 五阶, 能力, 力量, 吐戏, 状态, 巅峰。 江浩用鉴别之眼, 扫了一眼眼前的霸王龙, 手掌一番, 超级斩马刀, 直接出现在手中。 A级武器。 看到江浩手中的A级武器, 在场中人, 包括陆凯, 皆是露出了贪婪的神色。 这可是A级武器啊, 就算他们手里, 也只有一两件而已。 没想到, 江浩手里竟然有这种武器, 等有机会, 一定要将其抢到手。 在场唯一淡定的, 就是龙国那些将士了。 江浩并不知道身后那些人的目光, 此刻他双手持刀, 猛地一刀挥出。 砰, 高达十多米的霸王龙, 瞬间被江浩一切两断。 鲜血洒落, 不过江浩并没有在意, 直接继续往前走。 众人回过神来, 不由面面相觑。 这真的是五阶魔物吗? 竟然这么轻松, 就被解决了。 这个龙国小子究竟是什么能力? 见到江浩已经离开了, 这些国家的人除了几个决定联手以外, 其余人都选择单独行动。 众人纷纷向深处走去。 美定间的领队沉声道, 咱们快点走, 找到那个龙国人, 一定要把他手中的储物装备, 以及那件A级武器弄到手。 放心吧, 那个龙国猴子跑不掉的。 一个归田国的人露出谄媚的笑容。 同样的事情也都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他们的目的都是先找到江浩, 抢走他身上的储物装备以及A级武器。 就算陆凯也是如此, 一会找到江浩, 二话不说, 立即将江浩控制起来, 他的储物装备以及A级武器都要收上来。 一位中年人迟疑道, 陆少尉, 这样不太好吧, 那些都是江浩自己的东西, 咱们凭什么收上来?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江浩有想法, 他们这些将士, 大部分对江浩都是抱着感激的心理。 如果之前不是江浩力挽狂澜的话, 他们已经全军覆没了。 说到底, 他们都欠了江浩一条命。 眼下, 只有铁血军是很露凯一条心的。 一位铁血军的将士沉生道, 你懂什么? 江浩必然有不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比如说, 他为什么能连续施展强大的技能。 如果这种手段掌握在咱们军方手里, 咱们军方是不是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军人了? 此话一出, 众人沉默了。 确实, 如果江浩将这种秘密告诉他们的话, 他们龙国的整体实力会提升不少。 好了, 我知道你们不想与江浩为敌, 我不会让你们与他为敌的, 咱们只是控制住他, 又不是杀了他, 让他跟在咱们身边, 咱们保护他, 他不会有事的。 听到陆凯的话, 众人没有在说什么。 另一边, 江浩此刻已经走出了森林, 他原本以为这会是一个庞大的森林, 结果没想到, 竟然是个庞大的山脉。 叮! 恭喜宿主触发随机任务, 探明秘境。 任务成功, 宿主将获得意想不到的奖励。 任务失败处罚无。 就在江浩犹豫要往哪里走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 江浩眉头一挑, 虽然不知道这个意想不到的奖励究竟有多意想不到, 不过既然是系统发布的命令, 那就要尽可能完成才行。 江浩不再迟疑, 选择了一个方向便直接抬脚走去。 好。 就在这时, 一头四肩的迅猛龙从一旁窜了出来, 直奔江浩袭来。 第174章, 下一个就是你了。 碰! 超级斩马刀挥舞而下, 这只迅猛龙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就被江浩一刀斩杀。 这让江浩更加喜欢这柄超级斩马刀了。 虽然超级斩马刀不如赤焰剑锋利, 可它的长度以及重量, 让江浩使用时都非常得心应手。 赤笑, 你不是能吞噬龙族血脉吗? 它们也是龙族, 你不吞噬? 江浩通过灵魂对赤笑问道。 赤笑撇了撇嘴, 它们也配当龙。 体内一点龙族血脉都没有, 还不如地龙吗? 这些家伙也就占个龙的名字而已, 根本不是龙族。 江浩了然, 没想到这样, 他还以为这些恐龙也是龙族的一种吗? 原来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 朱音, 我也想出来玩玩。 出来吧。 江浩没有拒绝, 在外界他不敢保证。 但在这里, 还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唯一要抵挡的就是这些古兽。 赤笑从江浩的食指上飞下来并没有恢复真身, 而是飞到了江浩的脑袋上, 四只小爪子抓住了江浩的脑袋。 江浩一边走, 一边查看了一下系统空间, 之前被他杀死的那个龟田国的家伙, 给自己留下了一个风系的觉醒水晶。 这个觉醒水晶, 回家后倒是可以给老爸使用, 这样老爸的实力就会再次提升一些了。 打! 突然一道声音引起了江浩的注意, 只见一只五阶的翼龙在空中一闪而过。 江对方没有攻击自己的意思, 江浩也没有理会对方。 他继续前行, 不知不觉间几个小时过去了。 江浩这一路上遇到了不少古兽, 什么远古巨鳄, 太坦巨蟒, 巨型短面熊等等。 不过这样古兽, 如今都变成了兽员, 静静地躺在他的系统空间之中。 如今的江浩, 早就不是当初那个一阶的觉醒者了。 当初在龙城的秘境之中, 他可谓是处处受到限制。 如今, 他终于也成为了强者的行列。 不过即便如此, 江浩依旧不敢大意, 他可没忘记, 之前秘境之中遇到的九阶古兽, 黄阶古兽。 也不知道这个秘境里面, 有没有这种恐怖的存在。 眼看着天色渐暗, 江浩并没有继续前进的打算。 而是随便找了个空地, 进行休息, 等明天一早再出发。 出来乍到, 他还不确定这个秘境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危险, 所以一切还是小心一些的比较好。 江浩丢给赤霄几枚兽员, 他发现, 赤霄吃这些兽员也是有说到的。 F级兽员他能一下子吃五个, E级兽员能吃四个。 以此类推, 兽员越强, 他吃得越少。 安顿好赤霄后, 江浩便开始升起了篝火, 赤霄了起来。 不多时, 江浩就将这些恐龙肉烤好了, 赤霄尝了两口, 便嫌弃地丢到了一边。 这些恐龙肉口感还不错, 不过赤霄却吃不惯, 相比较而言, 他更愿意吃兽员。 无事可做的赤霄, 躺在江浩头顶看着天空上的星星。 说起来也奇怪, 秘境明明是单独的空间, 却可以看到外界的星空。 而且, 两者之间的时间也是同步的。 就在这时, 一阵脚步声响起。 赤霄直接飞回了江浩的手上, 盘在了食指上。 江浩没有理会这些脚步, 依旧在自顾自地吃着烤肉。 不多时, 三道人影出现在了这里, 竟然都是归田国的人。 三人前不久遇到古兽袭击, 与大部队走散了。 本来是见这里有火光才过来的, 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到江浩。 三人对视一眼, 眼中凶光浮现。 本来他们一路走来, 就是想要寻找江浩的。 结果始终没想到, 没想到被他们三人找到了。 如果他们解决了江浩, 并且得到江浩的储物、 装备以及A级武器, 再将其献给美定监, 他们必然会获得赏识的。 将来必将前途无量。 整到这里, 三人没有丝毫犹豫, 果断地向江浩发起了攻击。 只见其中一人便身成了一只大狗熊, 另外两人一人是火系灵能者, 一人是光之体的体能者。 三人都是一位是六阶觉醒者, 另外两位都是五阶觉醒者。 好。 江浩头顶浮现出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随即嘴巴一张, 顿时一道恐怖的鹰波攻击席卷而出。 猝不激方之下, 三人手当其冲, 直接被恐怖的鹰波攻击给笼罩在了其中。 噗! 那个变身成大狗熊的六阶觉醒者还好, 抵挡住了江浩的攻击。 可另外两人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只见两人口吐鲜血, 身体倒飞了出去。 巴嘎, 你的死啦死啦爹! 那个变身成大狗熊的六阶觉醒者怒吼一声, 便向江浩冲来。 江浩抬脚一踢, 地上的篝火直接飞向那位六阶觉醒者。 那位六阶觉醒者连忙伸手抵挡。 江浩手掌一拍地面, 一旁的超级斩马刀被震起, 随即被他伸手抓住, 直接一跃而起, 超级斩马刀重重落在了那位六阶觉醒者的身上。 碰! 斩马刀重重地劈砍在那位六阶觉醒者的身上。 那位六阶觉醒者猝不及防之下, 直接倒飞了出去。 此刻, 那两位五阶觉醒者也挣扎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然而, 还不待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道刀光浮现。 下一秒, 他们两人的脑袋便飞了起来。 巴嘎! 那位六阶觉醒者刚刚站稳身体, 就看到了这一幕。 气愤得他破口大骂。 江浩冷冷一笑, 别着急, 下一个就是你了。 随即直接向对方掠去。 那位六阶觉醒者咆哮一声, 顾不上身上的伤势, 随即直接向江浩迎了过来。 江浩一刀猛地挥出, 那位六阶觉醒者连忙躲避。 随后, 趁着江浩再次挥刀的时候, 迅速靠近江浩。 想要近身站? 江浩眉头一挑, 直接将斩马刀收了回去。 正好他也想要看看, 如今自己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地步。 面对那位六阶觉醒者的近身, 江浩不躲不闪。 任由对方向自己扑了过来。 终于在对方即将靠近自己的时候, 江浩身形移动, 迅速躲避开, 同时一拳挥出, 重重砸在对方的身上。 只可惜, 那位六阶觉醒者站起身, 两只熊掌猛地向江浩派来。 第175章 巨脉蜻蜓。 面对那位六阶觉醒者的攻击, 江浩丝毫不拒。 一把抓住了那位六阶觉醒者的一只前肘, 随即一记四两拨千斤。 碰! 那位六阶觉醒者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8. 那位六阶觉醒者怒骂一声, 只是不等他声音落下, 江浩就施展了葵花点血手。 先是让其不能说话, 然后又让其不能移动。 很快, 那位六阶觉醒者便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除了眼睛其余地方一动都不能动。 这还是江浩第一次施展葵花点血手。 没想到, 效果竟然出奇得好。 原本他还以为葵花点血手, 只对人有效果呢。 没想到变异者在变身后, 身体经络骨骼都变成了动物, 竟然依旧有效果。 这让江浩不由欣喜, 看来这葵花点血手用好了的话, 将是一个出奇必胜的手段。 用来偷袭人也很不错。 察觉到自己不能动了, 那位六阶觉醒者脸色大变, 神色中满是惊慌的神色。 这是什么手段, 他根本见都没见过。 在自己身上点两下, 自己竟然就动不了了。 这未免也太神奇了吧。 江浩没有理会对方的惊慌的神色, 手掌一翻, 斩马刀重新出现在手中。 见江浩真的对自己产生了杀意, 那位六阶觉醒者眼神中透露着祈求, 希望江浩能放过他一马。 然而江浩的斩马刀最终还是落下了。 江浩淡淡地说道, 让你死在A级武器之下, 也算对得起你六阶觉醒者的修为了。 解决了那位六阶觉醒者, 江浩并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重新坐在了刚才坐着的空地上。 至于这三人身上的血腥味会不会引来骨兽, 江浩也没有在意。 嗡嗡嗡。 不多时, 一阵嗡鸣声响起, 随即一只体型巨大的蜻蜓出现在了这里。 江浩动用鉴别之眼看去。 骨兽, 聚脉蜻蜻蜓, 等级, 六阶, 能力, 风系, 空间, 状态, 巅峰。 江浩眉头一条, 六阶骨兽, 这并不是他遇到的第一只六阶骨兽了。 只是没想到, 像霸王龙这种强大的骨兽都没有成长到六阶。 没想到这只聚脉蜻蜓竟然成长到了六阶。 主音, 让我来, 我跟他玩玩。 早就有些按耐不住的赤霄, 在见到聚脉蜻蜓后, 立即飞了出来。 江浩没有阻止赤霄, 这只聚脉蜻蜓就当给赤霄练手完了。 看着突然出现的赤霄, 聚脉蜻蜓一愣, 不过他并没有在意。 虽然赤霄长得古怪, 却只是三阶, 在他看来, 完全没有在意的必要。 见到自己被无视了, 这让赤霄非常气愤, 怒吼一声, 随即直接向聚脉蜻蜓扑了过去。 聚脉蜻蜓起初不过想细血一下赤霄, 结果一交手, 他便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哪里是什么三阶。 这战斗力分明不弱于自己。 当即聚脉蜻蜓失去了对赤霄的轻视, 转而认真对待起来。 碰, 碰, 碰。 两只庞然大物不断地在空中战斗。 聚脉蜻蜓虽然体型庞大, 可在赤霄面前还是要小一些。 在与赤霄近身战斗的时候, 显得有些吃亏。 似是察觉到近身战自己不是对手, 聚脉蜻蜓嘴巴一张, 一道蕴含着风属性的能量光团从口中飞出直奔赤霄。 赤霄见状, 灵动的大眼睛露出不屑的神色。 同样嘴巴一张, 不同于聚脉蜻蜻蜓的攻击, 只见一道火柱从赤霄的口中击射出来, 不仅第一时间摧毁了聚脉蜻蜓的攻击。 火柱同样将聚脉蜻蜓给笼罩在了其中。 刚受到赤霄龙眼吐息的恐怖, 聚脉蜻蜓连忙释放出自己的空间力量, 迅速从这里消失。 察觉到聚脉蜻蜓消失, 赤霄意识到了什么, 立即收起了龙眼吐息, 随即施展出了施吼弓。 这一次, 赤霄不仅动用了龙银, 更动用了龙威。 聚脉蜻蜓的庞大身体, 直接被逼得从空间中显现出来。 好在聚脉蜻蜓蜓实力强横, 不然就赤霄这一下子, 就足以让聚脉蜻蜓重伤了。 赤霄, 用不用我帮你? 不要。 赤霄气呼呼地回应了江浩一声。 随即在江浩诧异的目光下, 只见赤霄两只前肘一阵呼噜。 下一秒, 一条透明的龙形虚影, 自赤霄的爪子中涌出。 赫然是降龙十八掌的第一事, 抗龙有悔。 江浩还真没想到, 赤霄竟然连降龙十八掌都能施展出来。 原本他以为赤霄只能施展出一些不算复杂的武学呢, 毕竟自己的武学只适合人类修炼。 没想到, 赤霄竟然能施展出降龙十八掌, 这简直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聚脉蜻蜓也被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攻击, 为什么如此古怪? 四世察觉到了这即攻击得不简单, 聚脉蜻蜓并没有与其硬碰硬, 而是迅速向一旁躲去。 只见那道透明的龙形虚影冲向了他刚才所在的位置, 顿时那地方被震得四分五裂。 聚脉蜻蜓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下方, 还好自己躲得快, 不然可就危险了。 只是不等他稳住身体, 赤霄就已经开始再次施展出了降龙十八掌的其他招式了。 因为能力共享, 赤霄完全不需要学习, 只要江浩学会了, 就相当于他学会了。 施展起来更是信手拈来, 没有半分的生疏感觉。 数到龙形虚影浮现, 起初聚脉蜻蜓还能躲闪, 可随着后来龙形虚影越来越多, 聚脉蜻蜓蜓根本无法全部躲避。 只能倾可能地抵挡, 实在抵挡不住的, 就只能用身体硬抗了。 在赤霄的一顿狂轰烂炸下, 聚脉蜻蜓终于不敌, 被打成了重伤, 从空中灾灾愣愣地砸在地上。 赤霄也跟着落了下来, 四只爪子抓在聚脉蜓蜓的身上, 让聚脉蜻蜓动堪不得。 赤霄昂着头, 神色有些骄傲, 雀跃, 再配合他一身东方神龙的模样, 不仅英勇不凡, 还有种英姿萨爽的感觉。 行了, 给他一个痛快的吧。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小家伙, 还在上造型了。 听到江浩的话, 赤霄没有犹豫, 一爪子下去, 轻松解决了聚脉蜓蜓, 随后飞回了江浩身边, 再次恢复了拇指大小的模样, 用小脑袋蹭了蹭江浩的脸。 与赤霄玩了一会, 江浩再次闭目打坐。 第176章, 法克。 清晨, 江浩身前已经堆积了不下石头骨兽尸体了。 这一晚上, 他基本上没有休息过, 这些骨兽一会来一只, 一会来一只的, 就在刚刚, 更是一口气来了三只六阶骨兽。 不过都被他与赤霄联手给击杀了。 江浩喝了一瓶体力药剂, 补充一下霄的体力, 给赤霄吃了几枚兽员后, 随即再次起身向深处走去。 这片山脉非常巨大, 江浩走了四个小时都没有走出山脉。 而这一路上, 除了骨兽还是骨兽。 突然, 他听到远处传来了打斗声音。 江浩立即向远处掠去, 他要看看是谁在打斗。 如果是骨兽的话, 他好去捡个漏。 不多时, 江浩来到了一棵大树下, 在这里, 他一眼就看到了打斗的对方。 正是美定监国的人, 儿们此刻正在联手对付一头六阶的安地欧兽。 对于美定监这帮家伙, 江浩没有任何好感。 这帮家伙总是喜欢以世界老大自称, 还经常喜欢挑衅龙国。 在外界不好公然对他们动手, 否则会影响国际关系。 不过在这里嘛。 想到这里, 江浩直接从大树下走了出来。 看到有人过来了, 美定监那些人一惊, 当看清来人后, 他们顿时眼前一亮。 他们正在找江浩嘛, 只是一天了都没想到江浩。 他们原本以为江浩被别的国家给抓住了呢, 没想到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几人对视一眼, 随即立即有三位五阶觉醒者走了过来。 小子, 交出你的A级武器以及储物装备, 我们可以不杀你。 三人脸上露出圣券在握的神色。 江浩没有说话, 立即气沉丹田, 头顶上浮现出了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三人不以为意, 在他们看来, 他们五人联手, 或许不敌六阶觉醒者, 可对付江浩绰绰有余了。 只见三人身体迅速发生变化, 其中一人直接变成了一个长相丑陋, 整张脸都仿佛被平底锅拍平了一般, 背后长着蝙蝠翅膀的人形怪物, 飞到了空中。 另外一人则变身成了全身长矛, 脑袋类似狗脑袋的人形怪物。 还有一个与刚才这个浑身长矛的人一样, 只不过脑袋变成了熊脑袋的怪物。 这正是美定间特有的变异者, 第一个是吸血鬼, 第二个则是狼人, 第三个是熊人。 三人变身后, 直接向江浩扑了过来。 好。 江浩见状, 直接嘴巴一张, 一股恐怖的龙银声席卷而出。 之所以是龙银声, 那是因为江浩想起之前赤销施展施吼宫时候的样子, 一想到他与赤销能力共享, 所以他也试试看看能不能添加龙银声与龙威。 没想到竟然真的成功了。 如此状态下的施吼宫, 在配合暴击的加持, 直接震得那三人直接口吐鲜血, 倒飞了出去。 不仅仅是这三人, 就连那正在与安帝欧寿激战的几位美定监的人, 也收到了影响。 只有其中一位六阶觉醒者, 没有太大的影响。 法克! 其中一人怒骂一声, 直接悬空向江浩冲了过来。 嗯? 江浩一愣, 这家伙明明只是五阶, 竟然能飞? 这是为什么, 在其背后也没看到飞行武器啊。 江浩动用鉴别之眼, 很快就看出了这人的信息, 同时也终于知道对方这是什么情况了。 姓名, 未知, 年龄, 三十八, 等级, 五阶, 天赋, C级天赋悬空, 能力, 强化体, 体能者, 状态, 受伤, 这哪里是飞行, 分明就是悬空。 他还以为这家伙有什么特殊本领呢? 原来是因为本身天赋就是悬空, 所以才给他一种能飞的感觉。 这样的天赋, 除了可以悬空以外, 对战斗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江浩立即施展出凌波微步, 迅速来到此人身前, 同时施展出龙爪手。 龙爪手是擒拿的一种, 攻击非常凌厉, 与太极是两种极端。 此人哪里想到, 江浩的手段如此诡异, 面对江浩的攻击完全没有在意, 直接一拳挥出。 然而下一秒, 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了。 江浩双手弯曲成肘, 直接抓住了此人的手腕, 随即身体一挫, 上来就是肘击, 重重撞击在此人胸膛之上。 此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江浩已经用手抓住了他的肩胛骨, 同时猛地用力, 直接将此人给撞飞了出去。 江浩乘胜追击, 迅速来到此人身旁, 抬手就向此人的喉咙抓去。 而就在这时, 之前被江浩震飞的那三人, 此刻顾不上身上的伤势, 迅速赶了过来。 江浩见状, 直接左手龙爪手, 右手太极, 与这三人打在了一起。 随着修为的提升, 他的太极也成为了终极武学。 因此在施展的时候, 他的背后出现了一道虚幻的太极图案。 这时, 那位体能者也稳住了身形, 直接向江浩攻了过来。 四人围攻江浩, 江浩并没有丝毫慌乱, 反而左手龙爪手, 右手太极打得愈发顺畅。 甚至给这四人一种, 并非他们围殴江浩, 而是江浩围殴他们四人的感觉。 其实以江浩的实力, 想要解决这四个五阶觉醒者非常容易, 不过他并没有立即这么做, 而是想要借着这四个人, 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 事实证明, 江浩即便不施展强大的武学攻击, 江浩依旧能够轻松对付这些家伙。 验证了自己的实力, 江浩也就失去了耐心。 当即突然爆发, 头顶上迅速浮现出一颗透明狮子头。 吼! 夹杂着龙银, 龙威的狮吼弓猛然爆发。 四人直接被震得倒飞出去, 其余那些美定间的人也同样不好受。 安帝欧受健壮, 也开始了反扑, 一瞬间那些美定间的人便腹背受敌。 法克! 别跟他练战, 快退! 无奈之下, 那些美定间的人只能转身就跑。 然而江浩这一次, 可不打算给他们任何机会了。 凌波威部迅速施展到了极致, 身体立即化作了一道残影。 迅速来到了那四人身边, 手掌一翻, 赤削剑出现在手掌之中。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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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道剑气从赤焰剑中激发出来。 解决了这四人后, 江浩对剩下的几位美定间人掠了过去。 法克! 快拦住他! 第177章 你是在找我吗? 然而, 即便那位六阶觉醒者已经亲自出手了, 可江浩依旧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一般。 手中赤焰剑舞动, 剑气不断激发出来。 很快, 除了那位六阶觉醒者, 其余的美定间人全部被江浩解决掉了。 就在江浩要解决那位六阶觉醒者的时候。 好! 失去目标的安帝欧寿, 竟然在这时, 向江浩冲了过来。 哈哈! 龙国猴子, 我看你怎么对付这只六阶魔物。 原本都准备跑路的安吉利, 见到这一幕, 反而停了下来。 江浩看了一眼急迟而来的安帝欧兽, 又看了一眼安吉利。 赤箫, 这只安帝欧兽交给你了。 好嘞! 赤箫欢快地回应了江浩一声, 随即从江浩的食指飞了下来, 在安吉利愕然的目光下, 身体飞速扩大, 直奔那只安帝欧兽。 江浩则向那位六阶觉醒者掠去。 Oh my God! 我看到了什么, 竟然是东方神龙, 那不是只存在传说中的神兽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来不及多想, 安吉利看到江浩向他掠来, 连忙转身就跑。 此刻他心里后悔万分, 早知道这个龙国人, 有东方神龙这种神兽。 他刚才就不应该嘴欠, 直接离开就好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只能拼命地逃命了。 他娘的,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为什么不给人多设计两条腿? 这两条腿, 速度实在太慢了。 安吉利回头看了一下, 瞬间觉得头皮发麻。 江浩竟然不知不觉间, 已经距离他越来越近了, 并且他们的距离还在不断缩短。 安吉利将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他只是灵能者, 如果距离够的话, 他或许还能与江浩抖一抖。 可眼下他根本不敢停下来, 一旦停下来, 就会被江浩禁身, 到时候他必死无疑。 好! 就在安吉利想着如何摆脱江浩的时候, 后方传来了江浩的阴波攻击。 之前已经承受了两次, 这一次即便是安吉利 也察觉到了体内血液的动荡。 然而不等他反应过来, 下一秒, 一道刀光闪过。 安吉利被吓了一跳, 连忙躲避, 这才堪堪躲过了江浩的攻击。 砰! 突然背后传来什么东西展开的声音。 不过此刻安吉利 已经没有心情回头看了。 他现在只想逃过江浩的追杀。 但很快, 他突然发现, 身后竟然没有了江浩的气息, 这让他不由一愣。 安吉利最终没忍住, 回头看了一眼, 赫然发现, 后面已经没有了江浩的身影。 嗯? 那个家伙去哪了? 怎么不见了呢? 而就在安吉利刚要松一口气的时候, 突然一道细血的声音 在头顶上空响起。 你是在找我吗? 安吉利一愣, 下意识停下了脚步, 抬头一看, 瞬间头皮发麻, 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只见江浩竟然背后长出了一对羽翼, 飞在自己的头顶上空。 难怪这家伙不在自己身后, 原来是跑到了空中。 江浩对安吉利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 下一秒, 一道刀光闪烁, 将安吉利笼罩在其中。 江浩从空中落下, 收起了金冠羽翼, 随即没有理会安吉利 转身往刚才来的方向走去。 在江浩没有走出几步的时候, 只听扑通一声, 听到这声, 江浩嘴角上扬。 当江浩走回来的时候, 赤霄也刚刚解决了战斗。 看到江浩回来了, 赤霄立即恢复了拇指大小, 用脑袋蹭了蹭江浩的脸。 江浩带着赤霄离开了这里, 在江浩离开了一个小时后, 陆凯带人赶了过来, 看着满地尸体, 以及周围的狼藉, 不由眉头一皱。 铁蟹军一位将士看了一眼周围, 分析道, 陆少尉, 看来应该是这些美定间的人, 遇到了这只魔物, 双方发生了战斗, 最终两败俱伤了。 不是, 这些人是被人杀的, 不是被这只魔物杀的。 荆棘军的艺人摇了摇头, 他已经将这些人身上的伤口看了一遍。 不过, 这只魔物身上的伤有些古怪, 竟然像是被魔物抓死的, 又像是被火烧死的。 陆凯臣声道, 不用管他们的死因了, 看看这些人身上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有的话立即收起来。 这些魔物也别放过, 这些可都是资源全都收起来。 众人找了一圈, 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众人只好再次出发。 之后, 又陆续有队伍过来。 他们看了一眼情况后, 也直接厉害了。 爱德利, 大卫, 杰罗云。 不多时, 美定间其他人赶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不由一惊。 他们好不容易找到自己伙伴, 没想到这些伙伴竟然全军覆没了。 一位中年女性悲伤地说道, 爱德利他们死的蹊跷, 根本不是魔物杀的他们, 一定是其他人杀的他们。 他也看到了这些伤口, 全部都是被剑锁伤。 走, 不论是谁, 敢杀咱们拥兵工会的人都要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 又经过了五个小时, 江浩终于来到了山脉尽头。 在这里, 放眼望去是一处广阔的平原, 同时更是有各种各样的史前生物在平原之前活动。 天空上还有一龙在翱翔。 虽然看上去以前和谐, 可江浩却感受到了一股不一样的气息, 飘荡在空气中。 江浩有种感觉, 或许自己想要查明秘境的情况, 就在平原的另一面。 可平原内这么多魔物, 就算是它有赤霄的帮助, 也没有什么把握。 赤霄站在江浩的脑袋上。 朱英, 我感觉到了大海的气息, 咱们或许可以去那里看看。 大海? 在那边? 江浩一愣, 这里放眼望去, 除了平原就是平原, 哪里有大海的气息? 在左手边, 江浩文严略微沉思,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大海远比陆地危险, 这一点, 从他们来西太平洋的路上就能看出来。 外界的大海都那么危险了, 更何况这里的大海呢? 不是的, 朱英, 我感觉这里的大海与外界大海链接。 这怎么可能? 江浩一惊, 秘境相当于一个独立空间, 除非破碎, 否则根本不可能与外界链接在一起的。 真的, 朱英, 你要相信赤霄, 龙族是最亲近大海的, 绝对不会感应错的。 江浩文言,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过去看看。 说不定自己真的能通过大概查明情况吗? 当即, 江浩按照赤霄指示的方向走去。 第178章, 所谓的修炼资源, 银盘高悬, 星光点点。 江浩没有继续赶路, 而是找了一处干净的地方进行休息。 架起篝火, 江浩便开始准备自己的伙食。 至于赤霄, 江浩拿出了一个储物装备交给了赤霄, 并且将系统空间的寿元都放在了这个储物装备里面。 以后, 赤霄饿了的话, 便可以随时拿出来就吃了。 原本江浩还担忧, 赤霄应该如何收起储物装备。 结果赤霄直接将其吞入了腹中。 按照赤霄的解释, 它体内是有一个小空间的, 可以储存一些吃的, 同时也可以储存一些别的东西。 不过这个空间并不大, 它只能储存一小些食物。 它刚好可以将储物装备放在这个小空间中的, 需要用的时候, 它就可以随时拿出来了。 为此, 赤霄还特意给江浩展示了一遍, 这让江浩不由感到惊奇不已。 不过, 既然赤霄有地方安放储物装备, 它也就放心了。 在路上江浩把当今的距离单位, 以及距离的计算方法, 交给了赤霄。 按照赤霄所说, 它们距离大海, 还有三天的路程。 而这个路程, 是指它们第一天行走的时间。 吃过晚饭, 江浩便坐着, 一边休息, 一边逗弄赤霄,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这阵脚步声距离它越来越近, 而且听着有些慌乱, 赤霄乖巧地盘在了江浩食指上。 很快就看到一群人闯入了这里, 双方见面皆是不由一愣, 随即另一方露出喜色。 他们被魔物冲散了, 原本看到这里有火光, 才往这边来的, 心思看看能不能寻得帮助。 没想到, 在这里竟然遇到了江浩, 这就让他们放心多了。 江浩兄弟, 救命啊! 其中一人连忙开口, 江浩诧异地看着来人, 你们这是? 这些人不是别人, 正是龙国五大军团的人。 好! 不等江浩说完, 一只浑身长着羽毛的六阶恐手龙, 出现在了这些人后方。 你们退后! 江浩从地上站起来, 这些人都是龙国人, 他不能见死不救。 恐手龙再次咆哮一声, 便向众人扑了过来。 江浩手掌一番, 斩马刀出现在手掌之中。 随即速度陡然加快, 对着恐手龙迎了上去。 碰! 沉闷的撞击声响起, 江浩与恐手龙接事后提两步。 众人诧异地看着江浩, 他们知道江浩很强, 可没想到江浩竟然这么强, 连恐手龙这种六阶魔物都抵挡住了。 同时也暗自松了一口气。 幸亏遇到的是江浩, 如果遇到的是那些西方人, 说不定那些人会对他们出手呢。 恐手龙也没想到, 眼前这个古怪的家伙, 竟然这么厉害。 尤其是这个家伙手里拿的东西, 竟然砍伤了他。 恐手龙虽然对江浩有些忌惮, 却没有就此罢休, 稍微调整一下后便再次向江浩冲了过来。 江浩见状果断出击, 双手持着斩马刀猛地向恐手龙劈砍而去。 然而恐手龙身上的羽毛实在太厚了, 纵使江浩的斩马刀是A级武器, 也很难给恐手龙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江浩轻轻一晃斩马刀, 顿时斩马刀表面泛起一道道电弧。 这一次,江浩率先出击, 两米多长的斩马刀被他捂得虎虎声威。 起初恐手龙还并没有在意, 可当他接触到斩马刀身体传来的麻痹感觉后, 让恐手龙瞬间警惕起来。 这种麻痹的感觉虽然不能给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却让他很吃亏。 每一次麻痹, 他都无法行动, 只能眼看着对方的攻击落在自己身上。 一次两次还行, 可经常这样, 他身上的伤势越来越多, 鲜血流的也越来越多, 早晚会被打败的。 江浩兄弟, 我们帮你。 众人健壮, 立即出手。 他们虽然都是五阶觉醒者, 可这么多人呢, 再加上有江浩在这里, 一起出手, 不是不能将恐手龙留在这里。 当即众人纷纷出手, 直接将恐手龙给包围了起来。 面对众人的联手攻击, 若是没有江浩, 恐手龙自然不怕, 可眼下他不得不小心应对。 然而, 他还是低估了众人的联手, 有江浩牵制他, 众人的攻击尽数落在了他的身上。 起初恐手龙还能抵挡, 可随着次数多了, 恐手龙也难以承受了, 庞大的身体轰然倒地。 江浩见状, 直接收割掉了恐手龙的生命。 然而, 众人接下来的举动, 却让江浩一愣, 只见众人立即拿出匕首, 开始对着恐手龙进行分尸。 江浩兄弟很诧异, 一名荆棘军的将士注意到了江浩的诧异。 江浩没有掩饰, 微微点头。 江浩兄弟有所不知, 这些秘境生物的骨髓, 对于咱们来说, 可是难得的修炼资源。 它们的骨髓拥有着极强的能量, 不过不能直接吸收, 需要出去后, 让官方通过专业手段, 将其炼制成灵液,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江浩文言恍然大悟, 原来所谓的修炼资源是这么来的。 难怪自己之前一直没有找到所谓的修炼资源呢。 一想到自己之前击杀的那些骨兽尸体都丢了, 根本没有留着, 江浩就不由一阵心疼。 江浩再次问道, 这位大哥,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是修炼资源? 他发现自己对于秘境之道的还是太少了, 再有就是一些特殊的灵药了。 不过这类的不好预见, 我这有一份图册, 就给你吧, 你可以看看。 说着, 这位将士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小册子递给了江浩。 江浩也没客气, 直接接了过来。 咦? 这家伙怎么没有骨髓呢? 就在这时, 一人发出惊呼声。 江浩一愣, 随即看去。 众人费尽巴力地, 将孔手龙给分尸, 结果发现里面竟然没有骨髓, 这让他们震惊不已。 这种情况,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要知道不论是什么生物, 体内都必须有骨髓, 否则根本活不成, 可这只孔手龙竟然没有骨髓, 这未免也太不科学了。 甚至违反了生物基因。 众人围在一起, 议论纷纷。 江浩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看来不是这只孔手龙没有骨髓, 而是他的骨髓化作了寿源, 被收到系统空间里了。 想到这里, 江浩心情好了不少, 原本他以为自己浪费了资源呢, 现在看来, 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而已。 当然, 这种事情他不会说出来的。 第179章, 我看你们是在找死, 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 其他人呢? 听到江浩询问, 刚才跟江浩聊天的那位将士苦笑道, 我们下午的时候, 遇到了几只魔物的攻击, 我们都被冲散了。 本来想找大部队的, 结果没想到, 又遇到了一些魔物攻击, 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 结果又遇到了刚才这只魔物。 江浩看了一眼众人,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是跟着我, 还是继续寻找大部队? 众人眼巴巴地看着江浩, 我们跟着你吧, 这样最起码能安全一些。 你们跟着我也行,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前头, 跟我走, 很有可能更加危险, 你们要考虑清楚。 众人摇了摇头, 没事, 我们不怕。 江浩没有再多说什么, 大家都是同胞,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不断地袭击他们, 不过好在有江浩坐镇, 众人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一些。 就是收获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这些骨兽竟然又一多半都没有骨髓, 这让他们疑惑不已。 江浩已经彻底确定了, 凡是被他击杀的骨兽, 骨髓都消失不见。 而由其他人击杀的骨兽, 骨髓便保存完整。 第二天一早, 江浩便带着众人出发, 继续前往赤销兽的大海。 走了一段距离后, 远处传来了打斗声, 一名将士问道, 咦,不远处有打斗声? 江浩兄弟, 咱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过去看看吧。 江浩点了点头, 不知不觉间, 江浩已经成为了这些人中的主心骨了。 不多时, 他们来到了一处山丘, 在这里, 一眼便看到了打斗双方, 众人顿时露出愤怒之色。 远处打斗双方都是人类, 其中一方就是他们龙国人, 另外一方则是美定坚与归田国的人。 对方人数远超他们, 此刻那些龙国人已经有一些躺在了地上, 生死未知。 江浩兄弟, 咱们出手吧。 一位将士双眼赤红, 这些美定坚和归田国的人, 简直太不是人了, 竟然在这里围剿他们龙国人。 而且, 他们还有三位六阶觉醒者, 反倒是他们这边, 一个六阶觉醒者都没有。 江浩英策策地说道, 还等什么呢? 动手, 杀了这些家伙。 随即直接施展林波微步帅心而动, 陈冲愤怒地看着这些美定坚与归田国的人, 该死的。 你们这些家伙, 我们龙国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他们本来是找大部队的, 结果没想到遇到了这些家伙。 这些家伙看到他们人束手, 并且没有六阶觉醒者, 竟然直接向他们出手。 那也要你们能活着离开才行。 你们觉得, 你们还有机会离开这里了吗? 一个美定坚的人冷笑一声。 归田国的人一脸冷漠地说道, 龙国猴子就应该死啦死啦的。 我看你们是在找死。 陈冲还想说什么? 就听到一道冷哼声响起, 抬头看去, 就看一行人从远处掠来, 为首之人正是江浩。 看到江浩他们, 陈冲他们眼前一亮。 兄弟们, 咱们的援军过来了, 杀了这帮砸碎。 陈冲大喝一声。 杀, 杀, 杀。 在陈冲的带领下, 众人开始向美定坚, 归田国的人发起攻击。 哼, 刺不量力。 美定坚的六阶觉醒者, 德利斯冷哼一声。 随即一掌挥出, 顿时火焰四起, 将陈冲等人围堵起来。 你们拦住他们, 我来击杀这些人。 杀。 美定坚, 归田国的人, 直奔江浩他们。 哼, 江浩弃尘丹田, 头顶上浮现出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狮吼宫一出, 对方那些五阶觉醒者全部口吐鲜血, 身体倒飞出去。 只有三位六阶觉醒者, 没有什么影响。 哼, 江浩再次施展出狮吼宫, 直接将那些五阶觉醒者重伤。 看到江浩大发神威, 众人激动不已。 而美定坚, 归田国的人则脸色骇然。 他们知道江浩的实力不弱, 有击杀五阶觉醒者的实力, 却没想到, 竟然这么强。 江浩对其他人说道, 你们帮助那边去, 这边交给我了。 众人文言没有任何意义, 江浩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相信江浩的实力。 有江浩在, 绝对不会有事的。 八尬, 归田国的一位女性六阶觉醒者怒喝一声, 随即直接向其他人略取。 不过, 很快他就被江浩给阻拦了下来。 你们的对手是我, 还是留在这里吧。 你们这些龙国猴子, 我要让你们都死在这里。 立香花骨手掌一台, 顿时一道光刃斩出。 江浩眉头一挑, 没想到这娘们竟然是空间系的灵能者, 这可是十分罕见的一种存在。 他还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觉醒者。 一想到自己击杀这女人, 自己就能获得空间系的觉醒水晶, 江浩眼前不由一亮。 不过, 此刻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对方攻击已经来到身前了。 金钟罩! 江浩身体一震, 身体表面立即出现一道无形的屏障。 碰! 立香花骨的攻击与江浩的金钟罩碰撞在一起。 金钟罩泛起一片涟漪, 不过还是将立香花骨的攻击给抵挡了下来。 不等江浩出手, 另外两位六阶觉醒者也向江浩攻来。 碰! 两道攻击同时落在江浩的金钟罩上。 金钟罩最终不堪重负, 直接被打破, 江浩被震得后退两步。 杀了他! 立香花骨剑撞大喝一声, 他们三人直接向江浩攻去。 江浩左手龙找手, 右手太极与三人大战一起。 虽然江浩的战斗力不弱, 可面对着三人的攻击还是显得有些相形见出。 尽管没败, 却也落入了下风。 这让立香花骨他们攻击更加凌厉了。 江浩剑撞手掌一番, 斩马刀出现在手中。 立香花骨剑撞也各自取出了自己的武器。 只是他们手里并没有A级武器, 最多也就B级武器。 立香花骨他们的武器根本承受不住斩马刀的碰撞, 碰撞两三次便出现了裂痕。 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那股麻痹感。 江浩斩马刀每次落下, 都会让他们产生麻痹感。 让他们的身体是不是就会僵硬。 江浩也因此终于掌握了一些主动。 与江浩这边比起来, 其他人那边情况好多了。 他们联手虽然无法打败德利斯, 却也成功地牵制住了德利斯。 而陈冲他们也终于脱困, 开始跟众人一起联手对付德利斯。 第180章, 古兽暴动。 好。 突然兽后响起, 紧接着大帝一阵震动。 江浩他们抬头一看, 不由脸色大变。 只见远处沉烟四起, 随后就看到一大群古兽奔涌而来。 不好,快退, 是兽朝。 好,也不知道是谁大喊一声。 众人顾不上战斗, 当即转身就跑。 江浩见状眸子微眯, 这些古兽固然可怕。 之前那些被自己重伤的五阶觉醒者, 此刻还躺在地上呢。 这些可都是觉醒水晶。 江浩有心想要强在古兽赶来之前, 出手解决了这些家伙。 不过想想最终还是算了。 固然他能在古兽来之前解决了这些人, 可却无法赶在古兽来之前撤走。 面对这些古兽, 他也感觉头皮发麻。 当即江浩果断地选择离开。 兽朝他们根本抵挡不住, 尤其是古兽之中拥有不下十多只六阶存在。 在逃跑的过程中, 陈冲等人跟上了江浩。 陈冲他们对江浩表示了感谢, 从在海上开始, 江浩已经救了他们好几命了。 你们继续往远处逃, 我去追杀美定监和归田国的人。 江浩对陈冲他们说了一声, 不给陈冲他们说话的机会, 直接向美定监归田国的人略取。 陈冲担忧地说道, 哎呀,江浩兄弟太冲动了, 这可是兽朝呀, 他就算再强, 也不可能抵挡住兽朝的。 算了,江浩兄弟既然敢去, 那必然有把握, 咱们还是快走吧, 不然还得给江浩兄弟惹麻烦。 是啊,咱们抓紧离开吧, 江浩兄弟比咱们安全多了。 陈冲闻言一咬牙, 跟着众人离开了这里。 立香花谷一边跑, 一边怒骂道, 该死的魔物, 如果不是他们, 咱们早就解决了那个龙国猴子。 算了, 等以后有机会再出手吧。 反正咱们一时半会离不开这里, 有的是时间弄死那些龙国人。 德丽丝摇了摇头, 只可惜那些五阶觉醒者都交代在这了。 一位归田国的人冷笑一声, 嘿嘿, 想要弄死龙国猴子的, 可不只是咱们, 据我所知, 日不生也想要弄死龙国这帮猴子呢。 卧槽, 那是什么? 德丽丝刚要说话, 就看到一道黑影从远处掠来直奔他们。 是江浩! 立香花谷眸子一眯, 一眼就看出了来人。 另一位归田国的六阶觉醒者大笑一声, 哈哈, 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没想分这个龙国猴子竟然主动过来了。 众人闻言露出一抹宁笑, 原本他们还在为没有弄死江浩而感到惋惜呢, 没想到江浩竟然自己跑了过来, 这倒给了他们完成心愿的机会。 我来弄死他。 美定间的六阶觉醒者达兰苏说着, 直接向江浩掠去。 江浩见有人迎来, 嘴角微微上扬, 他就怕对方不过来呢, 没想到对方竟然主动过来了。 江浩手掌一番, 斩马刀再次出现在手中, 随即猛地向达兰苏斩去。 碰! 达兰苏双臂交叉, 与斩马刀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达兰苏直接被震得倒飞了出去。 达兰苏是体能者, 他的能力比较有意思, 竟然是超人体。 虽然江浩没有弄明白什么是超人体, 不过不得不说, 达兰苏身体各方面机能还是很强的, 否则也不可能硬抗他的斩马刀。 丽湘花鼓见状, 手掌一挥, 直接一记空间斩掠来。 江浩立即施展斗转星宜, 在丽湘花鼓他们诧异的目光下, 江浩将空间斩还给了丽湘花鼓。 看着本应攻击江浩的攻击, 如今竟然攻击他了, 丽湘花鼓怒吓一声, 再次施展出空间斩, 这才将这记空间斩给斩断。 一旁的德丽丝手掌一台, 江浩周围瞬间升腾是一圈火焰, 将江浩笼罩在其中。 另一位归田国的六阶觉醒者公本太郎也冲了过来。 他虽然不是体能者, 却是变异者变身后是一条柴犬。 江浩斩马刀横扫而出, 直接重重落在了公本太郎的身上, 公本太郎直接放飞出去。 就在这时, 那些鼓兽也冲了过来。 江浩身体一跃, 跳到了一只三角龙的背上, 轻松从德丽丝的攻击中脱困而出。 丽香花鼓, 德丽丝他们也一个个跃到了鼓兽的背上, 将江浩包围在了其中。 龙国猴子, 你跑不掉了。 公本太郎冷喝一声, 当即再次向江浩攻来。 江浩摸了摸盘在自己食指上的赤霄。 赤霄, 拖住他们就可以, 我来击杀他们。 好嘞。 赤霄从江浩食指上飞出, 随即在丽香花鼓他们震惊的目光下, 赤霄身体变大, 直接迎向了公本太郎。 这是什么? 东方神龙吗? 这怎么可能? 德丽丝惊呼一声, 东方神龙是传说中的生物,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受江浩的指挥。 丽香花鼓双眼放光, 解决了江浩, 说不定咱们就可以掌控这条东方神龙了。 当即率先向江浩出手, 同时德丽丝他们也同样向江浩展开了攻击。 达兰苏负责牵制江浩, 丽香花鼓与德丽丝负责远程攻击。 好。 江浩弃沉丹田, 施展出可施吼弓。 施吼弓虽然对六阶觉醒者作用不太大, 可对于下方这些五阶鼓兽却有很大的作用。 顿时周围一大片五阶鼓兽瘫软在了地上。 江浩他们也从鼓兽身上掉落下来。 后方的鼓兽冲了过来, 那些瘫倒的鼓兽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 就被这样鼓兽给踩踏死了。 看得江浩一阵心疼。 这些可都是兽员, 没有一百, 也有六七十了。 结果就这样死在了其他鼓兽的脚下, 还不如被他杀了呢? 这样也算物有所值了。 然而此刻却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那些鼓兽将江浩他们冲来, 巨大的脚掌不断落下。 江浩连忙躲避, 同时他也终于看到了立香花谷等人, 当即向他们冲去。 朱英, 这家伙已经被我解决掉差不多了。 就在这时, 赤霄的声音在江浩脑海中响起。 江浩眼前一亮, 速度慢了下来, 让赤霄带着那个家伙过来。 很快, 赤霄便带着公本太郎飞了过来。 碰! 赤霄将奄奄一息地宫, 本太郎丢在地上, 得意洋洋地看着江浩。 江浩摸了摸赤霄的脑袋, 随即斩马刀对着公本太郎挥坎而去。 解决了公本太郎后, 江浩带着赤霄向立香花谷他们追去。 第181章 追杀? 巴嘎, 这个该死的疯子, 这个时候了, 竟然还追着咱们不放? 立香花谷看到冲来的江浩, 心中大怒。 先不要管他, 咱们赶快离开着。 德丽丝沉声说着, 但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一道吼声打断。 只见一头骨兽低头向他咬来。 德丽丝怒吼一声, 该死的畜生。 随即直接伸手一指, 顿时一道火焰升腾而起, 将那头骨兽笼罩。 好! 骨兽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声, 巨大的尾巴猛地甩来。 德丽丝脸色一变, 他虽然不怕五阶魔物, 可这家伙距离自己太近了, 如果一旦你离被攻击到了, 估计自己就算不死也会重伤。 So! 就在这时, 一道空间斩出现, 这只骨兽的尾巴直接被斩断。 骨兽发出一声哀鸣, 身体失去平衡, 摔倒在地上, 迎接他的是其他骨兽无情的践踏。 德丽丝对立香花鼓点了点头, 表示感谢。 好! 就在这时, 又是一声吼声响起, 德丽丝他们抬头看去, 就看到赤箫踏空而来。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道火柱自其口中喷尸而出, 赫然是龙颜吐息。 德丽丝他们脸色一变, 迅速向远处掠去, 只是他们在地上。 而赤箫在空中, 他们的速度要比赤箫慢上了不少。 无奈他们只能往那些骨兽的肚子下面跑。 好在这样骨兽体格庞大, 即便他们站在下面, 依旧感觉十分宽敞。 唯独立香花鼓站的位置有些尴尬, 他们头顶上空的骨兽, 下身那个铃铛, 动不动就能对他一下。 难闻的气味, 差点没让他吐出来, 若非此刻情况危急, 他高低要将这根丑陋的东西割下来。 他们归田国的男人虽然只有毛毛虫大小, 却胜在小巧。 可爱, 他完全一口一个小朋友, 乃像这个畜生, 竟然比他脑袋还大。 然而就在他们以为已经躲好了的时候, 一道寒光浮现, 随即他门头顶上的骨兽, 直接一分两半, 滚烫的鲜血瞬间落下。 巴嘎! 立香花鼓怒喝一声, 伸手抹去脸上的血迹, 直接抬脚一脉, 瞬间消失不见。 下一秒, 他直接出现在了江浩不远处, 手掌一抬, 空间斩再次出现, 直接向江浩横扫而去。 好! 就在他以为, 自己的空间斩马上就要斩杀江浩的时候, 江浩猛地转身, 施吼弓瞬间施展出来。 立香花鼓虽然没有伤, 可他的空间斩却消失不见了。 立香花鼓一愣, 没想到江浩的音波攻击, 竟然还能影响到他的攻击。 立香花鼓想也没想, 转身就退。 然而迎接他的, 不是江浩与赤霄的攻击, 而是一只古兽锋锐的独角。 立香花鼓脸色大变, 他下意识想要施展空间行动, 可空间行走太消耗能量了, 他体内的能量, 根本不足以让他再施展一次空间行走。 这本是他保命的技能, 这一次施展出来, 原本以为能解决掉江浩呢。 结果没想到, 不仅江浩没解决掉, 反而让他自己陷入到了被动之中。 眼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古兽独角, 立香花鼓面如死灰。 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达兰苏及时出现, 带着立香花鼓躲开了古兽的独角。 谢谢。 立香花鼓感激地看了一眼达兰苏。 达兰苏刚要说不用客气, 赤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他的身后, 一记神龙白尾甩出, 直接将达兰苏抽飞了出去。 立香花鼓脸色一变, 起身便想跑, 可下一秒, 赤霄尾巴一甩, 迅速来到他的身边, 伸出一根爪子, 点在了立香花鼓的身上。 这正是葵花点学手, 一下子将立香花鼓给定住了。 随即抓起立香花鼓, 便向江浩掠去。 此刻, 江浩正在德里斯联手。 德里斯非常聪明, 他知道江浩近身战斗厉害, 所以根本不需江浩近身战, 迅速在周围的古兽身边晃游, 时不时偷袭江浩一下。 若是单纯这样的话, 还奈何不了江浩, 最主要是, 他还时不时攻击周围的古兽, 让周围的古兽更加暴怒了。 好。 江浩被德里斯弄烦了, 当即施展出了施吼弓, 顿时周围的五阶古兽纷纷受伤, 倒地。 障碍被消除, 江浩立即向德里斯掠取。 德里斯脸色一变, 一边后退, 一边释放火焰, 试图拦住江浩。 只是他还是低估了江浩的速度, 不论他速度多快, 江浩竟然都距离他越来越近。 这让德里斯不由有些慌张。 德里斯看着越来越近的江浩, 甘笑一声, 江浩, 大家都是人类, 没有必要弄得你死我活。 之前你你对付我龙国人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江浩嘴角上扬, 露出玩味的笑容。 德里斯一边后退, 一边说道, 之前是我错了, 我道歉, 只要你放过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这可不是认错的态度。 你想要让我放过你, 最起码停下来才有诚意吧。 德里斯文言心中怒骂, 法克你娘的, 你倒是别追我了。 你这一副非要弄死我的架势, 我敢停下来吗? 德里斯不再说话, 直接转身向远处逃顿, 想要摆脱掉江浩的追击。 然而, 突然一道恶风从后方袭来。 德里斯心中一灵, 本能地向一旁躲避, 只见一道剑气从后方掠出。 德里斯瞬间冷汗直流, 还好自己反应得够快, 不然自己可就危险了。 可也正因为他的躲避, 让他又耽误了一下速度。 等他回头看去的时候, 江浩竟然不知不觉出现在了距离他不到五米的地方。 瞬间吓得德里斯亡魂接冒。 江浩, 你非要赶尽杀绝吗? 江浩淡淡地说道, 从你对龙国人出手的那一刻, 你的死气就到了。 这是你逼我的, 既然你想要我死, 那你也别想好过。 德里斯怒喝一声, 随即猛地转身正面面对江浩。 天火犯天? 只见一道道火焰凭空浮现, 随即向江浩砸去, 江浩仿佛被安装了定位一般, 不论他如何移动, 那些火焰都会精准地瞄准他。 好。 江浩再次施展出狮吼弓, 恐怖的音波攻击席卷而出。 德里斯手当其冲, 不过最终还是被他给抵挡了下来。 不过周围的五阶魔物, 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除此之外, 德里斯的攻击也因为江浩的狮吼弓被震散。 第182章, 活很好。 德里斯脸色一变, 转身就准备继续逃跑。 然而, 他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江浩迅速来到德里斯的身旁, 同时斩马刀挥出。 德里斯只感觉自己眼中刀光一闪而过, 紧接着他便失去了意识, 最终不甘地倒在了地上。 主婴。 就在这时, 赤霄抓着丽香花骨飞了过来。 看着丽香花骨一眼惊慌, 以及身体僵硬的模样, 江浩一眼就看出了, 这女人是被赤霄给点穴了。 丽香花骨也看到了江浩,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刚才德里斯被斩首的那一幕, 他刚好看到。 干得不错赤霄。 江浩微微一笑, 得到江浩的夸赞, 赤霄立即雀跃起来, 将丽香花骨丢到了地上, 身体迅速变成了拇指大小, 用小脑袋蹭了蹭江浩的脸。 江浩看向丽香花骨,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江浩, 丽香花骨脸色苍白, 艰难地说道, 求求你, 别杀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活很好的。 面对丽香花骨的哀求, 江浩面无表情, 心中更是没有任何怜悯。 如果是别人, 他或许还能放过对方一马, 但龟田国的人不行, 龟田国的人他见一个就想杀一个。 身为龙国人, 谁都不会忘记, 曾经的龟田国对龙国造成的罪孽。 这份仇恨, 是印在骨子里的, 并不是岁月能够将其抹平的。 我可以角色扮演, 是都可以, 也可以真情流露, 还可以变太弦。 丽香花骨似乎感受到了江浩的杀意, 连忙再次开口, 只是不等他说完, 江浩手中的斩马刀便已经落下了。 一颗圆滚滚飞了起来。 擦, 下手快了, 应该听他说完的。 江浩择了择嘴, 这可都是宝贵的经验呀。 这娘们会得真不少, 不愧是龟田国的人, 玩的就是花。 江浩摇了摇头, 将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出脑袋, 这才问到, 赤霄, 另一个人呢? 看到没有? 不及倒呀, 当时被我一尾巴抽飞了, 我抓住这个女人后, 就把她带回来了。 赤霄站在江浩的头顶摇了摇头, 江浩收起斩马刀, 随后他一跃而起, 跳到了一只骨兽的背上, 随即向刚刚达兰苏被抽飞的方向掠去。 对于这家伙的超人体, 江浩还是很感兴趣的。 然而, 江浩找了半天, 也没有想到达兰苏, 最后只好离开了这里。 江浩并没有去找陈冲他们, 而是继续向赤霄之前说的大海走去。 不过因为兽巢, 再加上追击美定监, 归田国这几个人, 他的路程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他需要多浪费一些时间了。 走了将近三个小时, 江浩意外遇到了陈冲他们。 看到江浩安然无恙, 陈冲他们不由暗自松了一口气。 你们怎么在这里? 江浩有些纳闷, 他不是已经让他们离开了吗? 怎么都在这里? 看样子似乎是在等他。 陈冲尴尬地挠了挠头, 江浩兄弟, 我们不放心你, 但实力不够, 不能帮到你, 所以就在这里等你呢。 江浩兄弟, 你也累了吧? 先休息一下吧。 江浩看了一眼众人, 你们刚才没有受伤吗? 众人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没事。 众人情绪有些失落, 他们虽然没事, 但他们的一些战友, 却永远留在了这里。 跟众人聊了一会, 江浩起身, 我要出发了, 你们跟着我, 还是留在这里。 我们跟着你。 江浩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往前走去。 一处山丘, 陆凯已经顾不得 什么形象不形象的了。 狼狈坐在空地上, 他身边的这些僵尸人 也都狼狈不已。 一名中年人沉声问道, 少尉,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自从他们被这些魔物 冲散了以后, 就没有遇到大部队了。 就在前不久, 他们还经历了一场寿潮, 这也导致他们 折损了不少人。 此刻他们这边 已经不足一百人了。 休息一会, 然后先去找其他人, 看看都还谁活着吧。 陆凯叹了一口气, 中年人苦笑, 问题是咱们 根本不知道他们方向呀。 原本他们还能 找到大致方向, 可被兽潮这么一冲击, 他们都没有了方向, 如何寻找? 陈凯摇了摇头, 看看再说吧, 活人不可能让尿憋死了。 再说了, 只要是在这个秘境, 只要他们还活着, 咱们肯定能找到他们的。 眼下他也没有什么方向, 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自己作为领导, 稳定军心是做重要的。 随后他手掌一番, 从储物装备中取出一些干粮, 分给了众人。 他知道秘境危险, 却没想到竟然这么危险。 就连他都差点交代在这里, 更别说那些实力 只有五阶的觉醒者了。 不过好在铁血军的人 跟在他身边, 至于另外四个军团的人, 只能让他们自求多福了。 希望那几位六阶觉醒者 跟其他人在一起, 这样伤亡或许会小一些。 突然陆凯想到了江浩, 眸子微眯, 眼中沙一浮现。 江浩, 希望你这家伙不要轻易死了, 一定要活到 让我亲自杀了你才行。 众人吃着干巴巴的干粮, 此刻在被魔物环绕的情况下, 他们根本不敢生火做饭, 只能先对付着。 让自己别挨挨饿就行了。 好在他们在军队的时候, 就经常模拟这种 艰苦环境下的生存方法。 因此, 眼下虽然多少有些不适应, 却也能坚持住。 少尉, 就在这时, 一位被派出去的侦察兵回来了。 陆凯问道, 有什么发现吗? 我刚才在周围转了转, 周围的魔物还没有散去, 不过东边的方向, 倒是有几个小棒子国的人。 陈凯文言眼前一亮, 快速将手中的干粮吃掉, 他们一共多少人, 实力如何? 侦察兵摇了摇头, 大约八十人左右, 实力不详, 距离有点远, 我不敢靠得太近, 怕被他们发现。 陆凯陷入了沉思, 开启盘算着什么? 少尉, 你的意思是, 另一位六阶觉醒者看向陆凯。 走, 咱们过去看看。 陆凯没有回应, 直接带着人向东边走去。 第183章 七阶, 今天就先在这里休息吧。 江浩指了指一旁的空地, 对此众人并没有意见, 如今众人对江浩越来越幸福了。 他们已经走了五天了, 在这四天里, 他们见识到了江浩的强大。 这一路上, 他们遇到了不少魔物, 三阶, 四阶, 五阶, 甚至六阶的。 基本上都没有用他们怎么出手, 绝大部分都是被江浩给击杀的。 他们就跟没识人一样。 同时, 他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凡是被江浩击杀的魔物, 都没有骨髓。 也正是因为这个发现, 他们才抢着出手几次, 弄到了一些骨髓。 虽然不知道江浩是如何做到的, 但众人也没有多问。 他们也万分庆幸, 幸亏遇到了江浩, 不然他们损失更大, 同样也庆幸跟在了江浩身边。 不然他们此刻, 怕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不是在逃亡, 就是在逃亡的路上。 跟在江浩身边, 他们甚至连晚上都不需要害怕了, 可以明目张胆地休息了。 另外, 他们还发现一件事, 那就是, 江浩好像是有目的性的前景。 虽然他们很好奇, 可却没有敢询问, 生怕给江浩惹怒了, 到时候不带他们了。 趁着别人休息的时候, 江浩在周围转了一圈, 确认一下情况, 趁机让赤霄出来放放风。 虽然赤霄现身战斗几次, 可他依旧不准备, 现在就让人知道赤霄的存在。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的道理, 他还是知道的。 这一夜依旧有惊无险, 前来袭击他们的魔物, 都被江浩给弄死了。 赤霄, 你说的大海还有多远? 江浩摸了摸盘子食指上的赤霄, 赤霄再次感应了一下, 应该快了, 我感觉距离越来越近了。 江浩兄弟, 你看前面有个峡谷, 咱们过去看看吧。 陈冲的声音在一旁响起, 江浩顺着陈冲指的方向看了一眼, 没有拒绝, 一行人直接走了过去。 等一下, 江浩伸手拦住了众人, 众人疑惑刚要询问, 就看到在峡谷的周围竟然有十多只古兽, 而且还清一色的六阶。 众人神色一领, 还好江浩及时拦住了他们, 不然可就危险了。 只是, 这里为何会有这么多六阶存在呢? 就在众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远处的峡谷突然发生一变, 周围那些古兽开始向峡谷之中冲去, 众人没有立即离开, 准备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随后他们就看到, 有几道人影从峡谷中掠出, 手里似乎还抱着什么, 那些古兽在后面紧追不舍。 我擦, 那是王连长? 一人惊呼一声, 还有吕连长, 张连长他们。 众人也看清楚了那几道人影, 竟然都是他们龙国人, 而且还都是六级觉醒者。 原本他们以为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见到了。 陈冲看向江浩, 江浩兄弟, 哪里人都是他们四大军团的连长, 他希望江浩能看在大家都是龙国同胞的面子上, 就一下那几人。 再者, 这可都是六级觉醒者, 若是了一个, 对于龙国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失。 看我干什么, 出手呀。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自然看出了这家伙的意思, 自己连他们都救了, 还能不救这些人吗? 更何况, 这些都是六级觉醒者, 大家走在一起, 也能有个照应。 听到江浩的话, 众人顿时喜出望外, 当即向王大力他们跑去。 他娘的, 咱们这一票干得好像有点大了。 王大力回头看了一眼, 嘴里咧嘴一笑。 吕军义摇了摇头, 你还能笑得出来呢? 快跑吧, 跑慢一些这些家伙都能把咱们吃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些蛋究竟是什么蛋? 竟然能让这么多六阶魔物守在这里? 张斐抱着手中的蛋, 一边跑, 一边说道, 管它是什么蛋呢? 把这些东西带出去, 足够咱们龙国研究一段时间了。 王大力沉声道, 这些家伙还真是穷追不舍。 我看要不咱们分开跑吧, 这样活命的机会能大一些。 吕军义几人文言点了点头, 眼下他们也只能这么做了。 这些魔物穷追不舍, 他们一起走的话, 逃出去的几率太小了, 分开的话, 或许还能有逃命的机会。 咦? 怎么又有人过来了? 吕军义突然注意到, 远处竟然有人在向他们跑来。 张斐眉头一皱, 是陈冲他们, 他们不会也被魔物追杀了吧。 王大力苦笑一声, 完了, 这下咱们怕事都跑不了了, 搁几个, 准备拼命吧。 咦? 不对劲, 你们看, 江浩也在。 看到从人群后方掠出来的江浩, 吕俊逸一愣, 张斐露出疑惑的神色。 什么情况? 看他们的驾驶, 不像是后面有魔物追着他们呀。 张连长, 吕连长, 我们来帮你们了。 就在这时, 陈冲大喊一声, 别过来, 快回去。 他们闻言脸色一变。 没看到他们身后这么多六阶魔物吗? 竟然还赶过来, 这不是在胡闹吗? 然而, 此刻江浩, 陈冲他们已经过来了。 陈冲刚想说什么, 渴望大力大喝一声, 快跑。 江浩他们见状, 也只能跟着撤回来。 可后方那些骨兽, 速度依旧不肯放过他们。 陈冲终于有说话的机会了, 连忙问道, 张连长, 你们怀里抱的这是什么蛋? 这些魔物, 为什么如此穷追不舍? 张斐摇了摇头,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之前误入这个峡谷, 无意间发现的几枚蛋, 就被我们抱出来了。 对了,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打? 陈冲刚要说话, 突然一声难听的声音在他们头顶响起, 众人抬头看去, 就看到一只体型庞大的翼龙来到了他们头顶上空。 江浩动用鉴别之眼看去, 不由瞳孔微缩。 古兽, 风神翼龙, 等级, 七阶, 能力, 风系, 空气, 状态, 巅峰。 江浩沉声道, 这蛋不能拿了, 这是七阶的风神翼龙的蛋, 将蛋还给他, 不然咱们都得死。 来什么玩笑, 我们好不容易偷出来的, 怎么可能还给他? 王大力脑袋摇的根拨, 浪鼓一样。 别说是他了, 就算张匪, 吕俊义他们也不愿意, 将这蛋交还出去。 陈冲苦笑一声, 张连长, 你们还是听江浩兄弟的吧? 不然咱们, 真可能都交代在这里。 虽然他与江浩接触的时间不长, 却也看出了一些东西, 但凡江浩有把握的话, 都不会说出这种话。 能让江浩说出这种话的, 就说明, 现在江浩也没有把握。 王大力刚想说什么, 天空之上的风神翼龙, 就俯冲而下之奔众人。 第184章, 我要拥有一半。 龙城, 医院内, 怎么样了? 刘景龙从外面急冲冲地跑了过来, 江上泉苦涩地摇了摇头,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医生没出来呢? 该死的白家, 简直越来越嚣张了。 刘景龙脸色阴沉, 本来江浩临走的时候, 让他照顾好江, 上泉他们, 谁知道, 竟然还是被白家钻了空子。 白羊从学校回来, 直接带人堵住了江上泉他们, 若非他发现得及时, 说不定江上泉他们都要被白羊杀了。 可即便如此, 萧玉芬依旧重伤, 生死未卜。 江浩此次是为了龙国离开的, 若是他知道这时,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件事被他给压了下来, 不是他不想对付白家, 而是他要把白家留给江浩, 让江浩亲自报仇。 刘景龙拍了拍江上泉的肩膀, 放心吧江哥, 嫂子, 绝对不会有事的。 江上泉苦涩一笑, 知嘎, 就在这时, 抢救室的门打开了, 两名医生走了出来, 江上泉连忙上前问道, 医生, 我妻子的情况怎么样了? 目前已经脱离了危险, 不过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才行, 先安排进重症监护士吧。 医生叹了一口气, 说着, 护士就将萧玉芬从抢救室中推了出来, 江上泉看着浑身包裹着纱布的萧玉芬, 心疼不已。 这些该死的畜生, 看到江上泉神色不太对劲, 刘景龙连忙走上前。 江哥, 你别冲动, 这件事交给江浩, 回来处理就好。 嫂子, 已经这样了, 你不能再有事了, 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江上泉深吸一口气, 随即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虽然江上泉这么说, 但刘景龙还是有些不放心。 他走到别处, 打了一通电话, 将赏金工会这两天的事情安顿一下, 这两天他就留在这里。 一方面盯着江上泉别冲动, 一方面也为了保护江上泉他们, 免得白家人再次过来闹事。 白家? 杨儿, 这件事你有些冲动了, 若是杀了江浩父母还好, 可偏偏你没能杀了他们, 这不仅给人留下了口识, 还会让江浩注意咱们。 徐静脸色凝重地看着白羊, 白羊不在意地说道, 这有什么的, 大不了我一会去一趟医院, 悄无声息地弄死他们不就得了。 手中拿着新买的法杖, 有些爱不释手。 如果江浩在这里的话, 一定会发现, 这个法杖正是他卖到黑市的。 没想到如今竟然落在了白羊手里。 白文落脸色一变, 你别乱来, 刘景龙已经去医院了, 如果让他发现你, 你绝对跑不掉的。 如果他们白家还是以前的话, 他倒不怕刘景龙, 可如今因为黑龙会的事情, 他们白家虽然脱身了, 可事业却处处受限制, 已经大不如前了。 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白羊不在意地摆了白手。 爸妈, 我如今已经是一阶觉醒者了, 你们要不把龙城的产业听了吧, 跟我去鹏城算了。 将来我, 不等白羊话说完, 管家便走了进来。 少爷, 许晴在外面呢, 要见你。 白羊脸色一沉, 不见, 让他有多远, 给我滚多远。 这个贱女人, 都已经被北华大学开除了, 竟然还有脸过来找自己, 怎么想的? 真以为自己不知道, 他背着自己做的那些事吗? 一个被别人玩过的贱货, 自己不稀罕。 是, 管家应了一声, 便走了出去。 那个许晴, 对于许晴, 他本身就不满意, 如今白羊与其分开也好。 白羊不在意地笑了笑, 放心吧妈, 我不会再跟这种女人, 有任何瓜葛的, 我跟他只是玩玩而已, 玩过了, 也就没什么感觉了。 徐晴点了点头, 白羊能有这样的觉悟, 他也就放心了。 白文洛问道, 行了, 儿子, 好不容易回来一回, 别说这些不开心的话了。 儿子想吃什么, 我让下人去准备。 白家大门外, 许晴听到管家的汇报, 脸色一变, 他如今已经被北华大学给开除了, 修炼资源被断了。 原本想着让白羊给自己修炼资源, 结果没想到得到的竟然是这个消息。 让我去见白羊, 我要跟白羊当面说。 说着, 许晴便要硬闯进去, 结果直接被两位保镖给拦了下来。 管家冷冷地看着许晴, 许晴, 少爷说的已经很清楚, 我希望你能认清现实, 不要继续在这里胡搅蛮缠了, 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个狗眼看人低的老东西。 许晴文言, 勃然大怒。 这个狗东西, 自己跟白羊好的时候, 一口一句许晴小姐, 如今竟然敢这么对自己。 自己注定要成为女王存在的女人, 岂能允许别人这么羞辱自己, 尤其还是一个老东西。 然而, 不等许晴说完, 管家一巴掌甩了过去, 直接将许晴给打得有些蒙圈, 难以置信地看着管家。 你, 你竟然敢打? 啪。 清脆的声响再次响起, 许晴左右两边的脸各自出现了一道巴掌印。 许晴, 你再不滚的话, 我这一巴掌可就要落下了。 管家再次抬手, 许晴怒吼声, 你们给我等着。 随即正脱开保镖的束缚, 转身就走。 走着走着, 许晴的眼泪便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白羊,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的, 还有你, 江浩。 江浩! 许晴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即向江浩家里走去。 白羊指望不上了, 自己可以找江浩呀。 他爸妈可是非常喜欢自己的, 只要自己表现得可怜兮兮一些, 他爸妈那两个废人, 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的。 想到这里, 许晴不由眼前一亮, 步伐加快了一些。 横院小区。 江浩, 我知道你在家, 快开门。 许晴用力地拍打着房门。 然而, 不论许晴如何敲门, 房门始终没开, 倒是给隔壁的房门敲开了。 姑娘, 你找谁? 一位秃顶的中年人疑惑地看着许晴。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这个女孩看上去有些眼熟。 我找江浩。 你知道江浩他们家人去哪了吗? 秃顶中年人笑道, 你找老江他们呀。 哎呦, 老江他们可是摊上了个好大, 一家人早就搬走住大别墅了。 许晴连忙问道, 大别墅? 什么时候搬走的? 那个地方的大别墅?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是听别人无意间说的。 秃顶中年人摇了摇头, 随后关上房门。 许晴则气愤地离开了。 恨江浩, 凭什么一离开我? 你就住大别墅。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让你消停住大别墅的。 你如今拥有的一切, 我要拥有一半。 第185章 方向 龙城发生的事情, 江浩依然不知道。 此刻他正在跟众人一同对付这只风神翼龙。 不得不说, 七阶古兽果然强横。 他们五十多人联手, 依旧不是风神翼龙的对手。 饶食江浩在抵抗风神翼龙的时候也受伤了。 这让众人不由一筹莫展。 难不成他们真要交代在这里了不成。 风神翼龙再次俯冲而下, 强烈的进风吹着众人脸皮生疼。 众人健壮, 连忙出手进行攻击。 然而他们的攻击对于风神翼龙根本没有什么伤害。 只有江浩与张斐他们这些六阶觉醒者的攻击, 才能对风神翼龙造成一些影响。 可即便如此, 依旧无法击退风神翼龙。 好在这次, 风神翼龙只是一次降攻, 不然他们就危险了。 陈冲脸色无比凝重。 张连长, 你们还是把这些弹还给他吧, 不然咱们都得死。 他们这么多人联手, 结果就连江浩这样强大的存在都受伤了, 更别说他们这些五阶觉醒者了。 就在刚刚, 有两个同伴被这只七阶魔物给杀死了。 如果继续让这只七阶魔物追杀的话, 他们这些人谁也逃不掉了。 这, 张斐他们露出迟疑之色,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真的不愿意将这些弹还给这些魔物。 如果将这些弹交到国家的手里, 保不准国家会研究出什么更加厉害的资源, 这对于龙国非常重要。 可眼下的情况, 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还是太简单了。 如果把这些弹就这么还回去的话, 那他们之前岂不是白忙活了? 张连长,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 不放下这些弹, 咱们谁也跑不了的。 是啊, 张连长, 王连长, 没时间犹豫了, 快点吧, 这只怪物又要发起攻击了。 快跑, 那家伙又下来了。 张匪, 王大力他们闻言, 叹了一口气, 只好将这些弹放下。 随后, 他们一同跟着众人离开了这里。 果不其然, 随着张匪他们将弹放下, 风神翼龙果然没有再继续攻击, 不过那些六阶古兽却没有放过他们, 依旧在共勉追赶着他们。 吕俊逸沉声道, 该死的, 咱们都已经将这些弹放下了, 怎么还对咱们穷追不舍? 其他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们也十分纳闷。 按理说, 这些弹都已经放下了, 那些魔物不应该攻击他们了才对。 可这些魔物依旧对他们穷追不舍。 继续跑吧, 这些甩掉这些家伙就好了。 江浩摇了摇头, 之前他就说放下这些弹, 结果不听, 现在弹放下了, 可那些古兽心中的怒火却没有消散呢, 怎么可能会停下来? 这些六阶古兽数量太多了, 要是再少一些的话, 他都敢将其留下来, 可眼下根本不现实。 就在这时, 赤消稚嫩且软眠的声音在江浩脑海中响起。 主婴, 王左, 不要继续往前了, 不然咱们离大海就越来越远了。 大家往这边来。 江浩文言立即通知了一声, 随后直接向左边跑去。 张斐, 王大力他们起初还不准备听江浩的, 这个时候逃命要紧, 突然改变方向, 指不定会遇到什么危险呢。 然而, 很快他们便发现, 除了他们几个, 其余人竟然全都跟江浩离开了。 张斐他们八人一愣, 这是什么情况? 这些人还是他们的兵了吗? 怎么这么听江浩的话呢? 张斐甘尬地问道, 那个, 咱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自然跟上去了。 吕俊逸当即调转方向, 向江浩他们追去。 王大力耸了耸肩, 也跟了过去。 张斐他们见状, 也只好跟着过去。 跑了大约两个小时, 他们终于摆脱掉了那些骨兽。 众人找了一个干净一些的地方, 坐下来休息。 陈冲, 黄辰光, 你们带两个人巡视一圈去。 张斐坐在地上, 指了指陈冲。 陈冲一愣, 啊, 张连长, 不用这么麻烦了吧。 之前他们跟江浩在一起的时候, 根本不需要巡视, 完全可以躺平。 没想到这几个连长过来后, 又让他们开始巡视了。 怎么回事, 当兵的基本警惕都不知道了。 张斐眉头一皱。 他发现, 自从他们这一次看到陈冲他们, 这些家伙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算了, 我去吧。 就在这时, 江浩站了起来, 说了一声后, 便向周围走去。 张斐他们神色各异, 有些不解地看着江浩。 张连长, 王连长你们有所不知。 陈冲苦笑一声, 随即将这几天的事情说了一遍。 陈冲的话, 听得张斐他们诧意不已。 王大力忍不住问道, 你们说的真的? 江浩真的又这么强? 千真万确, 我们曾亲眼看到, 江浩单独击杀过六阶魔物。 皇臣光点了点头。 这种事, 他们自然不能胡乱说。 张斐也问道, 江浩击杀这些魔物, 真的没有骨髓。 陈冲他们再次点头, 对于这一点, 他们也没想明白这其中的缘由。 而就在他们谈话之际, 江浩也开始巡视周围了, 赤霄坐在他的掌心之中, 悠闲地吃着寿元。 江浩猜测到了, 他离开后, 那些将士会把他的事情 说给那些连长听, 不过他不在乎。 如果对方想要询问自己什么的话, 只要不太过分都可以, 但如果过分的话, 自己大不了直接离开这里, 单独去寻找那片大海。 赤霄, 现在咱们距离你说的大海, 还有多远了? 赤霄侧着小脑袋想了想, 回应道, 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 应该还有两天左右的路程吧。 江浩了然地点了点头, 让赤霄活动了一会, 江浩这才返回到之前的空地。 江浩兄弟, 不知道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江浩回来没有多久, 张斐他们就走了过来。 江浩看着他们, 怎么? 王大力笑道, 你别误会, 我们没有恶意, 就是想要问问你有没有方向。 咱们是来探查这个秘境的, 但也不能总待在这里不是, 早点探查完, 咱们也好回去。 我有方向。 江浩想了想, 然后点了点头。 第186章, 日不生的算计。 什么方向? 张斐, 王大力他们闻眼眼前一亮, 顺着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 张斐, 王大力他们嘴角抽搐, 你确定你是认真的吗? 这也幸亏江浩不是他们的兵, 不然他们肯定用大巴掌抽江浩。 江浩耸了耸肩, 我没骗你们, 我确实是怎么打算的。 将江浩确实不像说谎的样子, 张斐忍不住问道, 江浩兄弟, 你是发现了什么不成? 没有呀, 不过我有种感觉, 往这边走会有收获。 张斐, 王大力他们闻眼不由面面相觑。 感觉? 什么感觉? 为什么他们没有感觉呢? 这家伙确定不是在故意调侃他们吗? 就在几人还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一条体长十多米的五阶鼓兽, 石探尼从远处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 是魔物, 所有人戒呗。 吕俊一眉头一皱, 连忙大喝出声。 然而, 他话刚落下, 一道寒光便劈卡而来, 不等他反应过来。 只见一柄两米多长的斩马刀, 重重地刺入地下。 而这只石探尼被斩马刀一穿过, 趴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同样抽搐的, 还有张斐他们几人的嘴。 尽管之前已经从陈冲他们口中, 知道了江浩的实力强横, 却没想到竟然这么强横。 甚至, 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江浩就已经将魔物给击杀了。 张斐他们对视一眼, 皆是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震撼。 这一夜并不平静, 他们遇到了不少古兽的攻击, 绝大部分的古兽都被江浩杀了。 张斐他们也终于见识到了, 陈冲他们说的情况。 第一个, 有江浩在, 晚上他们根本不用担心。 第二个, 江浩击杀的魔物真的没有骨髓。 同时他们也终于知道了, 为何陈冲他们会如此幸福江浩。 若非有江浩在, 陈冲他们怕会折损一大半, 那还会剩下这么多人。 清晨, 他们整理好后便再次出发。 在见识到了江浩的能力后, 张斐他们已经不敢再让江浩出手了。 他们过来一方面调查秘境之中的情况, 一方面收集修炼资源的。 可偏偏江浩击杀的魔物没有骨髓, 这可是修炼资源的原材料。 没有这个东西, 根本制作不出修炼资源。 江浩有些无奈, 却也没有办法, 只好任由张斐他们击杀魔物。 原本以为可以继续这样安稳走下去。 结果没想到, 在中午的时候, 他们竟然遇到了日不生的人。 这些人神色慌张, 看到江浩他们, 立即向江浩他们靠拢。 江浩他们眉头一皱, 看不懂这些日不生的人要干什么。 日不生为首的艺人大声说道, 龙国的朋友, 这东西给你们了, 祝你们好运。 说着, 那人随手从怀中掏出一枚红色的果子, 随即猛地丢向江浩他们。 做完这些, 他们直接调转方向。 江浩刚好站在了最前面, 看到对方丢来的东西, 下意识想要躲开。 可这是一阵方向传来, 让江浩忍住了想要躲开的想法, 伸手将那东西抓住, 低头一看竟然是一枚 类似于海棠果一样的红色果子。 不过他一眼就看出了, 此果不简单, 里面蕴含着一股精纯的能量。 这让江浩不由, 眸子微眯, 同时动用鉴别之眼。 上等灵果, 悬崖果。 功效, 特效, 服用此果可以让服用者实力大增, 凭借还拥有一定可能突破等级。 注意事项, 人类不可直接服用, 否则很有可能会暴体而亡。 卓音, 这个果子可以给我吗? 就在这时, 赤霄的声音在江浩脑海中响起。 江浩一愣, 你能吃这个果子? 他以为赤霄目前只能吃寿元呢。 灵果我可以吃的, 这个果子种蕴含火系能量, 我想吃。 江浩没有拒绝, 行, 你先别着急。 这是灵果, 日不生的人竟然找到了灵果。 一旁的张斐露出诧异的神色, 只是他想不明白, 日不生怎么会将灵果丢给他们呢? 别说张斐想不明白了, 就连江浩也没想明白。 不过下一秒, 他们便想明白了, 只见一只即将突破七阶的古兽, 恐狼, 出现在了这里。 恐狼抬起星红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江浩手中的灵果。 这本是他的东西, 只等成熟, 只要他吃了, 就可以彻底进入七阶。 结果没想到, 他出去狩猎的功夫, 就被这样两脚兽给偷走了。 王大利立即分析出了情况, 该死的, 这枚灵果必然是这只魔物的, 然后被日不生的人给偷走了, 所以这只魔物才会追过来。 然后, 那帮日不生的家伙, 为了摆脱这只魔物, 所以才将灵果丢给咱们的。 咱们现在怎么办? 吕俊逸靠了过来。 如果对方是一只七阶魔物, 或者多只六阶魔物的话, 他肯定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可这个家伙, 偏偏只是半只脚, 迈入了七阶。 如果将这个家伙击杀的话, 这家伙的骨髓, 必将堪比七阶魔物的骨髓。 张斐刚要说话, 突然想到了什么, 目光看向了江浩。 江浩兄弟, 你什么意思? 江浩笑道, 可以干, 不过这个果子我想要, 这只恐狼, 将最后一击留给你们。 如何? 众人闻言犹豫了一下。 半步七阶的骨髓, 他们虽然很需要, 可灵果同样需要。 但一想到江浩的实力, 如果没有江浩帮忙的话, 他们就算最终杀了这只魔物, 怕也会顺势惨重。 行, 就这么说定了。 张斐他们犹豫了一下, 随即点了点头。 虽然这枚灵果也很珍贵, 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就拿这枚灵果, 换江浩一个人情了。 江浩微微一笑, 便出现在了手中。 你们负责牵制, 我来攻击他。 说着, 江浩便冲了过去。 哦! 看到这些长乡古怪的家伙, 竟然还敢向自己出手。 孔狼咆哮一声, 随即向江浩迎了上来。 出手! 张斐健壮大喝一声。 顿时, 他跟王大力极为灵能师, 第一时间释放出各种属性能量, 进行远程攻击。 吕俊逸等几位变异者以及异能者, 从两侧进行干扰孔狼。 碰! 斩马刀重重落在孔狼的身上, 孔狼直接被震得后退束步。 不等他稳住身形, 吕俊逸他们的攻击也到了。 面对众人的配合, 即便孔狼半只脚已经迈入了七阶刚阶, 依旧落入了下风。 哦! 孔狼怒吼一声, 第一回合就吃了个大亏, 也激发出了他的凶性。 第187章 击战 孔狼大嘴一张, 顿时一道火焰喷射而出。 直奔吕俊逸他们。 吕俊逸他们连忙后退, 而在这时, 张斐他们的二次攻击也落下了。 只见各种属性能量落下, 孔狼被震退了半步。 随后孔狼一步迈出, 竟然踏空而行。 虽然他还没有完全突破七阶, 可勉强也能够飞行。 孔狼直奔张斐他们而来, 张斐他们脸色一变。 想过去, 问过我吗? 就在这时, 姜浩大喝一声, 随即猛地一跃, 手中斩马刀, 直接对着孔狼的面门砍去。 哦! 面对姜浩的攻击, 孔狼不躲不闪。 狼本身就是童头铁尾豆腐腰, 虽然孔狼是骨兽, 可依旧有狼的特性。 或者说, 当今的狼都是孔狼的后代。 因此, 他根本不怕, 面对姜浩的攻击, 直接用头来接。 远处沉冲他们, 看着姜浩他们的攻击, 心中大为震撼。 这就是强者, 在外界, 他们五阶觉醒者已经不弱了。 可在逆境之中, 五阶觉醒者也不过是垫底的存在而已。 倒是姜浩, 明明只是三阶实力, 可战斗力却丝毫不弱于六阶。 这一点, 让众人羡慕不已, 不知道他们要如何拥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 碰! 在众人的注视下, 斩马刀与孔狼的脑袋碰撞在了一起。 斩马刀刀身表面电弧闪过, 孔狼神情一变, 随即身体僵硬地从空中重重摔在地上。 好! 看到这一幕, 张斐他们眼前一亮, 当即再次向孔狼发起攻击。 一时间各种攻击呼啸而至, 孔狼面对这些攻击也显得相形见出。 在场这些两脚兽, 有一个算一个, 单打独斗, 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可对方联手后, 自己就不是对手了。 硬生生承受了这一次攻击, 孔狼挣扎地从地上爬起来, 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他已经没有继续战斗的打算了, 当即转身就想离开。 然而, 他刚有所行动的时候, 江浩他们便再次发起了攻击。 江浩施展降龙十八掌, 逼得孔狼不得不进行抵挡。 这时, 张斐他们也再次发起了攻击。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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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样的攻击不断在孔狼身上绽放。 饶使孔狼的防御也被震得血肉横飞。 但这样同样也激发了孔狼的血腥。 孔狼意识到, 这些两脚兽不会这么轻易放过自己, 当即怒吼一声, 开始了反击。 暴怒的孔狼, 整体战斗力也提升了不少。 吕俊逸他们猝不及防下, 被孔狼一个个顶飞了出去。 随即孔狼直奔江浩。 他可没忘记, 自己之所以这么浪费, 很大一部分责任, 就是因为这只两脚兽。 所以无论如何, 自己都要杀了这个家伙。 看着急迟而来的孔狼, 江浩嘴角上扬。 如果这个家伙是七阶, 他或许还要忌惮一些, 可这家伙只是半步七阶, 想要杀了自己, 还做不到。 江浩拖着斩马刀, 主动迎向孔狼。 在即将靠近孔狼的时候, 江浩猛地挥舞斩马刀, 向孔狼斩去。 哦! 孔狼嚎叫一声, 等级的爪子猛地向斩马刀拍去。 枪! 一道刺耳的金属碰撞声响起, 斩马刀刀身再次浮现出电弧, 孔狼身体一僵。 眼神中又惊又怒, 这是什么鬼东西, 为何一碰就会让自己浑身麻痹呢? 不等孔狼恢复过来, 下一秒, 锋刃、 冰锥、 火球等等属性攻击再次落下。 孔狼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攻击落在自己身上。 碰! 孔狼身体乍飞, 随即重重落在地上。 哦! 孔狼发出一声哀嚎。 太疼了, 自从他进入成熟期后, 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恥辱。 而与此同时, 在远处的一处丛林中, 之前逃跑的日不升国的人, 即可正蹲在这里, 偷偷看着这边。 一人冷笑道, 嘿嘿, 这些龙国的蠢货, 原本还以为他们会跑呢? 没想到, 竟然跟这只魔物打起来了, 还是哈里优顿的方法好。 别说, 这些龙国蠢货, 还是有两下子, 竟然能与这只魔物战斗成这个样子, 之前, 要么低估了他们。 哈里优顿得意一笑, 科洛弗尼桑别有深意地看向江浩, 尤其是那个叫江浩的青年, 难怪之前那么嚣张, 原来是有这样的实力。 最开始说话的汉纳白鸡玩味地笑道, 嘿嘿, 不管他们有什么实力, 一会等他们两败俱伤后, 就是咱们出手的时候了。 在几人说话期间, 江浩他们与恐狼的战斗, 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恐狼虽然厉害, 可架不住江浩他们这边人太多了。 恐狼毕竟没有进入七阶, 不过这已经比一般的六阶魔物强多了。 一般的六阶魔物, 在江浩他们联手的第一时间, 就会被抹杀。 反倒是恐狼, 不仅与他们战斗了很长时间, 甚至还将吕俊逸他们给打伤了。 若非有江浩阻拦, 说不定张斐他们此刻也身受重伤了。 说到底, 这一战多亏了江浩。 不过即便如此, 张斐他们体内的能量也所剩无几了。 为了对付恐狼, 他们可是没有丝毫留守。 恐狼眼中依旧泛着凶光, 他已经跑不了了, 不过就算死, 他也要带走一个。 而就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 江浩再次出手。 只见江浩迅速向恐狼掠去。 恐狼见状, 有心想要躲避, 却已经躲不开了。 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 速度大大下降。 再者, 江浩的速度太快了, 如果是全盛时期的恐狼还不在意, 但眼下容不得他不在意。 恐狼凶狠地目光死死地盯着江浩, 随时准备给江浩来上一口。 然而, 他想得不错, 却事宜愿违。 不等他反应过来, 突然一道夹杂着龙吟与龙威的吼声 突然从江浩口中传出。 恐狼神色一变, 直接被恐怖的鹰波攻击笼罩在其中。 若是他全盛时期自然蒙抵挡住, 可眼下他身受重伤, 根本抵挡不住这鼓鹰波攻击。 恐狼一口鲜血喷出, 随即倒飞出去, 再连续撞断了几棵大树下, 这才停下来。 此刻恐狼也已经奄奄一息了, 没有丝毫的战斗力了。 江浩吃力地坐在地上, 对陈冲他们试了个眼色。 不得不说, 这家伙还真是还对付, 也幸亏他们这么多人, 不然还真不好弄死他呢。 陈冲他们心领神会立即跑过来, 将完成了击杀恐狼的最后一击。 第188章, 你不愿意? 终于解决了恐狼, 众人皆是松了一口气。 而就在陈冲他们准备 取走恐狼的骨髓时, 日不升国的人从藏身的地方走了过来。 汉纳白姬一边走一边笑道, 龙国的朋友, 多谢了, 这只魔物我们就笑纳了。 陈冲他们神色一灵, 警惕地看着这些日不升国的人。 日不升国的? 你们什么意思? 张斐他们脸色一沉, 他们拼命击杀的魔物。 这些家伙竟然要笑纳, 简直是太不要脸了。 科洛弗尼桑玩味一笑, 什么意思? 自然是自面的意思了。 难不成你们还想跟我们动手不成? 此刻他们完全不怕江浩他们, 虽然他们只有两位六阶觉醒者, 可此刻江浩他们都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对他们构不成任何威胁。 他们也没想到, 这一次竟然会有这么大的收获, 不仅获得了一只半步七斤魔物的骨髓, 还抓住了江浩。 他们可没忘记江浩手中的储物装备以及A级武器。 这种东西, 即便他们看了都眼馋。 王大力冷哼一声, 混账。 你们这是趁火打劫, 有本事你等我们缓过来的, 咱们单挑。 咱咱咱咱, 龙国的朋友, 你们似乎没有看清现实啊。 哈里优顿摇了摇头, 身上六阶觉醒者的气息释放出来。 如果你们想要现在跟我们比划比划的话, 我们倒是愿意奉陪。 张斐他们脸色更加难看了, 没想到自己这一次竟然被利用了。 哈里优顿没有理会张斐他们难看的目光, 而是看向了江浩。 江浩是吧? 你的修武装备, 还有一把A级武器, 我们也笑纳了。 社会太复杂了, 不是你这种青年能把握住的。 是吗? 武器留在这呢? 想要你就过来拿吧。 江浩文言微微一笑。 汉纳白基笑道, 很好, 你们龙国有句老话, 叫做实时物者为俊杰, 这句话用在你的身上很合适。 帕特里克, 你去把那只魔物带过来。 汉纳白基则向江浩走去。 江浩, 你很不错,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日不生帝国? 我保证, 你要加入我们日不生帝国, 帝国一定会给你无上光荣的。 江浩文威地笑道, 加入你们帝国, 学习你们这种无耻行为吗? 你找死。 汉纳白基脸色一沉, 身为日不生帝国的人, 是他最荣耀的事情。 他相信, 他们日不生的国旗, 早晚会插遍世界各地的。 在所有的国家内, 只有他们日不生是最强的, 比美定监强百倍。 他绝不允许任何人, 羞辱他的国家。 汉纳白基直接出手。 见状, 江浩心中冷笑, 而就在他打算出手的时候, 突然一道剑气从远处掠来。 汉纳白基一惊, 连忙迅速后退。 所有人都看向了那道剑气传来的方向, 只见陆凯带着三十多人走了过来。 看到陆凯, 张斐他们眼中顿时一喜。 陆少尉, 快, 动手杀了这帮养鬼子。 陆凯大笑一声, 放心吧, 他们知道, 也跑不掉的。 随即直接向汉纳白基他们杀来。 汉纳白基他们脸色一变, 他们没想到这里的龙国人竟然不是全部, 出现了一伙龙国人。 而这伙龙国人中, 居然还有两位六阶觉醒者。 虽然二对二他们不怕, 可这还有七八位六阶觉醒者呢。 如果他们趁机出手的话, 以及一行人必将凶多吉少。 日不生帝国这边, 只剩下了他们几人。 犹豫了一下, 汉纳白基他们立即选择撤退。 他们并不占优势, 若是占据绝对优势的话, 必然跟龙国人这边拼一下。 看到汉纳白基他们逃跑, 陆凯他们并没有追杀过去。 你们没事吧。 陆凯看向众人, 张匪他们摇了摇头, 他们只是脱力而已, 并没有受伤。 陈冲他们见没事了, 刚要上前取走恐狼的骨髓。 陆凯带来的人, 却先他们一步这么做了。 陈冲他们眉头一皱, 这只魔物明明是江浩他们弄死的。 陆凯的人上来二话不说, 就取走骨髓, 未免有些不地道了吧。 然而陆凯对此却视而不见。 陈冲有心想要制止铁血军的人, 却被张匪他们拦住了。 他们怎么会看不到这一幕, 可又有什么办法? 没看到陆凯在这里呢吗? 所以虽然有所不甘, 他们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陆凯看向江浩, 目光闪动, 随后撇向了地上的斩马刀。 从见到江浩拿出这柄武器的那一刻, 他就喜欢上了这柄武器。 江浩一个三接的小鳖三, 合得合能使用A级武器。 陆凯走到斩马刀旁边, 随手将斩马刀拿了起来。 陆凯再次看向江浩, 你这武器不错, 正好我的武器坏了, 借我用用, 你没意见吧? 江浩目光有些玩味, 想要贪图自己的武器就直接说, 还说什么武器坏了。 不过这家伙, 是把自己当成了软柿子了吧, 说捏就捏。 怎么? 你不愿意? 众人目光都靠了过来, 张斐, 陈冲他们脸色微变。 他们之前就知道陆凯想要对付江浩, 原本见两人没碰到, 他们还松了一口气, 结果没想到两人会在这个时候碰上。 他们不由有些担忧地看了一眼江浩。 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他们只希望江浩别冲动。 好啊。 江浩微微一笑, 陆凯, 这是你自己找死的, 那就别怪我了。 听到江浩的回答, 张斐他们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还好, 想象中的剑拔弩张没有发生。 陆凯不屑地瞥了一眼江浩, 随即不再理会江浩。 陆凯走到张斐他们这边, 张斐, 没想到你们既然剩下了这么多人, 我还以为你们会遭遇不测呢。 我们这也要多感谢江浩兄弟。 若不是他, 却顺势惨重。 张斐苦笑摇头, 陆凯脸色一沉。 江浩兄弟, 你没事吧? 陈冲见没人注意自己, 悄悄来到了江浩这边。 江浩笑道, 我没事, 我能有什么事。 然而, 这在陈冲眼里看来, 江浩不过是故作坚强而已。 毕竟那可是一柄A级武器, 就这么被陆凯抢走了, 谁心里能平衡。 想到这里, 陈冲叹了一口气, 他在军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班长而已, 人小示威。 这种情况根本帮不上江浩什么忙。 而且陆凯还是少尉, 君子比他高多了。 放心吧, 我没事的, 你不用管我。 看出了陈冲的想法, 江浩笑着拍了拍陈冲肩膀。 第189章 给你脸了是吗? 休息了一会, 众人再次出发。 一路上又遇到了一些魔物, 或许是因为刚刚得到新武器了, 陆凯表现得十分积极。 每一次出现魔物, 他都会拎着斩马刀冲上去。 这一幕, 看得江浩一阵好笑, 让他不由想起一句民间老话。 穷汉子得了狗头惊, 不知道怎么嘚瑟好了。 而这在江浩看来, 陆凯完全是在作死的边缘徘徊。 入夜, 他们来到了一处山洞, 今晚准备在这里对付一宿, 然后明天再出发。 你们四个军团辛苦一下, 派出一些人守夜, 江浩你, 也跟他们一起。 陆凯吩咐了一声后, 便走进了山洞, 留下众人面面相觑。 这家伙, 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凭什么让他们守夜, 铁血军就可以休息。 虽然心里不满, 众人却也只能忍耐。 没办法, 谁让陆凯士领队呢? 江浩对被安排下来的人说道, 你们找个地方正常休息就行, 守夜交给我吧。 多谢江浩兄弟了。 几人连忙表示感谢, 江浩不在意地点了点头。 你们先留意一下, 我去周围探查一下。 说着, 江浩便离开了。 哎, 江浩兄弟多好的人, 陆少威为什么要针对江浩兄弟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前不久的学校大比上, 江浩杀了他们陆家嫡系。 所以, 陆少威才会这般针对江浩。 这不是欺负人吗? 学校大比死人不是很正常吗? 哎, 少说两句吧, 人家是神仙打架。 另一边, 江浩离开后便让赤霄现身了, 同时手掌一番将悬羊果递给了赤霄。 赤霄盘起尾巴坐着, 一边吃着悬羊果, 一边气呼呼地说道, 主婴, 那个家伙太讨厌了, 就应该直接杀了他。 你怎么能让他拿走你的语气呢? 哼, 现在不着急, 没听说过天若玉其亡, 必先使其狂骂, 我让他再狂一回, 等他最狂的时候, 就是他没命的时候。 江浩淡然一笑, 什么计谋, 什么隐忍, 他都不喜欢, 他就喜欢直接下手。 他很期待看到, 当陆凯以为自己掌握一起的时候, 然后被自己击杀, 是什么表情。 在周围逛了一圈, 江浩这才会到山洞这边, 一夜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众人直接继续出发, 路上遇到了一些魔物, 也全都被陆凯抢着解决掉了。 陆凯妈撒着斩马刀, 越来越是喜欢。 果然古人成不起我, 真的是宝剑配英雄, 家人赠将军。 这等武器, 也就自己配使用。 江浩将陆凯的神色尽收眼底, 心中暗自冷笑。 喜欢你就多摸一会吧, 不然这辈子, 可就没机会了。 一名将士看着这些魔物尸体, 眉头一皱, 少尉, 咱们手里装这些魔物骨髓的容器不够了。 怎么回事? 陆凯走了过来, 那名将士苦笑道, 少尉, 我们手里容器不够了。 你想想办法吧, 这些魔物如果丢在这里的话, 浪费不说, 还容易便宜给别人。 江浩, 你手上这个古怪的戒指, 就是储物装备吧? 拿来给我, 我要征用了。 陆凯摸了摸下巴, 随即想到了什么, 看向江浩。 众人脸色微变, 陆凯这是要直接跟江浩开战了吗? 征用武器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还要征用储物装备。 储物装备的珍贵, 如果江浩是军方的人也就算了, 可江浩并不是军方的人啊。 江浩微微一笑, 好啊, 不过就怕你用不了。 陆凯淡淡地说道, 你只要拿来, 我就能用。 江浩没有与陆凯争辩, 把赤霄从手指上拔下来, 递给了陆凯。 众人看到这一幕, 心中有些叹息, 江浩还是怂了。 也对, 江浩就算再强, 毕竟也是个没步入社会的青年, 面对陆凯这种军中少尉, 难免有所畏惧。 陆凯接过赤霄, 直接套在了自己食指上。 但当他想用赤霄装东西的时候, 却发现根本用不了, 这让他不由眉头一皱。 不过, 他并没有声张, 只当是江浩搞的鬼。 手掌一挥, 将这些古兽尸体, 装进了自己的储物装备之中。 他这个储物装备并不是他的, 他虽然是六阶, 又是军中少尉, 却没有那么多钱买储物装备。 这个不过是军方因为这次行动借给他的而已。 等离开了秘境, 还要还回去的。 收起这些古兽尸体, 他们再次出发。 江浩淡定地走在后面。 朱音, 我不想跟着他。 赤霄不满的声音在江浩脑海中响起。 江浩笑道, 忍一忍, 不会让你跟他太长时间的。 虽然江浩这么说, 但赤霄依旧非常不满意, 不过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一上午的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他们击杀了不少魔物, 陆凯将这些魔物尸体全都收了起来。 他看着自己的食指, 眉头紧皱, 不论他如何试探, 食指上的龙形戒指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这让他不由怀疑, 这根本就是个装饰物。 自己被江浩给耍了。 陆凯越想越有可能, 心中怒火更甚。 这个该死的家伙, 竟然敢耍自己。 想到这里, 陆凯猛地转身看向江浩。 江浩, 这个真是储物装备吗? 江浩露出了一抹灿烂的笑容。 不是呀。 不是。 陆凯脸色一沉, 我要的是储物装备。 你给我的是什么玩意? 你再细刷我。 江浩耸了耸肩。 首先, 我从来没说这个是储物装备, 是你非要要的, 管我什么事。 看到两人这副模样, 众人心中一灵, 周围的气氛也变得剑拔弩张起来。 把你的储物装备交出来。 陆凯冷冷地看着江浩。 江浩笑容不变, 陆凯, 我给你脸了是吗?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燃制我的东西。 你说什么? 陆凯眼中杀气弥漫。 江浩淡然一笑, 没听清呀, 没听清的话我再说一遍, 我给你了是吗? 敢燃制我的东西。 找死! 陆凯怒喝一声, 心中冷笑, 狗东西正愁没理由杀你呢。 这是你自找的, 等杀了你以后, 你的东西都是我的了。 想着, 陆凯变手持斩马刀便直接向江浩展来。 第190章 击杀陆凯。 陆凯, 你真当我的武器那么好用, 我的东西那么好拿的吗? 江浩双手背后, 脸上笑容收敛, 面无表情地看着冲来的陆凯。 陆凯有些不明白江浩这话什么意思, 不过攻击却并没有停下来。 而就在这时, 斩马刀突然剧烈颤抖起来, 随即刀身电弧闪动, 硬生生从陆凯手中正脱开。 然后, 飞回了江浩身边, 悬浮在江浩身体右侧。 众人看到这一幕, 不由瞳孔一缩。 武器竟然还可以自己回到主人身边, 这未免有些太不可思议了吧。 江浩是如何做到的? 你以为没有武器, 我就对付不了你了是吗? 陆凯脸色阴沉。 他也没想到, 这个武器竟然还可以自动回到其主人身边。 不过, 他并没有在意, 反而心中有些喜悦。 越是这样, 越说明这柄武器不简单。 自己眼光果然独特。 只要杀了江浩, 这柄武器就彻彻底底的是自己的了。 想到这里, 陆凯的速度加快了一些。 而就在这时, 盘在他食指上的龙形戒指, 竟然开始蠕动起来。 不等陈凯反应过来, 只见龙形戒指画做了一道红色影子, 随即迅速变大, 几乎眨眼间就变成了二十米长。 众人呆呆地看着赤霄。 东方神龙? 这怎么可能? 东方神龙不是传说中的神兽吗? 虽然如今有些变异者, 天赋一禀, 可以变成东方神龙。 可却还从来没有人, 见过真正的东方神龙吗? 那么这条东方神龙是怎么回事? 它跟江浩又有什么关系? 好。 赤霄咆哮一声, 随即一记神龙百尾, 重重甩在了陆凯的身上。 陈凯猝不及防之下, 直接被赤霄给甩飞了出去。 然而赤霄却没有就此罢休, 迅速来到陆凯身前, 两只前掌抓住的肩膀。 好。 赤霄对着陆凯, 直接施展出施吼弓。 恐怖的音波攻击, 震得陆凯脸上的肉剧烈地颤抖起来。 赤霄抓着陆凯猛地一甩, 陆凯直接被摔在了地上。 也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赤霄故意的陆凯整整刚好掉到了江浩脚下。 陆凯抬头, 正好看到江浩居高临下, 充满讥讽的目光。 江浩, 我要杀你! 陆凯脸色胀红, 不知道是被弃的, 还是被羞的。 大喝一声, 陆凯伸手便向江浩的脚抓去, 结果迎接他的, 是江浩44号鞋底, 直接落在了他脸上。 猝不及防下, 陆凯在地上翻滚了几圈, 这才停下来。 陆凯, 就你这废物实力, 陆凯挣扎地从地上站起来, 脸色阴沉如水。 他知道江浩有些实力, 却没想到江浩竟然这么厉害。 这一次他可真是丢人丢大发了, 连江浩的衣服都没摸到不说, 反而还被江浩给当成孙子耍。 你们还要看到什么时候, 江浩目无法记, 还不跟我一起出手杀了他。 意识到自己不是江浩对手, 陆凯立即把主意打到了张匪他们的身上。 江浩并没有说话, 而是淡淡地站在一旁, 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赤霄飞在空中不懈地叮嘱陆凯。 然而, 除了铁血军的人站了出来以外, 另外四大军团的人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陆凯脸色一沉, 张匪, 王大力,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这些家伙竟然敢不听自己的话, 都活腻为了不成。 陆少尉, 这是你跟江浩兄弟的事情, 我们就没必要参与了吧。 王大力嘿嘿一笑, 之前他就看陆凯不爽了, 不过顾及到对方的身份, 他也只能忍耐。 这个时候竟然还想要让他们帮忙, 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好好好。 陆凯目光在张匪他们身上一一划过, 眼中杀意凌厉。 这些家伙他记住了, 等以后再慢慢收拾他们。 好。 看到陆凯磨磨叽叽的, 赤霄不耐烦了, 直接向陆凯冲了过来。 你的对手是我。 铁血军的另一个六阶决心者周天全大喝一声, 随即迎向赤霄。 只见周天全手掌一会, 一道火球浮现, 随即向赤霄攻去。 与此同时, 陆凯再次向江浩冲去。 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古怪的东方神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他知道, 只要解决了江浩, 一切就都结束了。 看着急迟而来的陆凯, 江浩手握斩马刀, 直接与其交战在了一起。 陆凯取出了自己武器, 可他的武器在江浩面前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 仅仅交手两下, 他的武器便被斩马刀给斩成两段。 陆凯心中气愤不已, 凭什么这个狗东西拥有这么好的武器? 自己一定要得到这个武器。 另一边, 赤霄躲过了周天拳的攻击, 随后嘴巴一张顿时一道半米粗的火柱, 直接将周天拳笼罩在其中。 啊! 凄厉的惨叫声从火柱之中响起。 这一幕让众人看得不由心惊胆寒, 同时也万分庆幸, 自己刚才没有陷在陆凯那边。 陆凯也听到了周天拳的惨叫声, 但此刻他自己都应接不暇呢, 如何管周天拳? 而就在陆凯分神的时候, 江浩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陆凯的身旁。 不等陆凯反应过来, 江浩上来就是葵花点血手, 直接将陆凯给定在了原地。 陆凯惊恐地看着江浩, 这是什么手段, 竟然能让他一动不动地站在这里。 赤霄, 别玩了。 江浩的声音让众人回过神来, 众人看向这边, 虽然他们没有注意到刚才发生了什么, 却也看出了陆凯此刻的不对劲。 原本众人以为这会是一场龙争虎斗, 结果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结束了。 同时, 众人也无比震惊, 他们知道江浩厉害, 总有击杀六阶魔物的实力。 没想到, 六阶觉醒者在江浩面前,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听到江浩的话, 赤霄也没有玩下去的想法了, 收起了龙眼吐息, 露出了周天全的身影。 此刻, 周天全浑身宛如焦炭一般, 不过众人却能看出, 周天全并没有死。 那个, 江浩兄弟, 张斐干咳一声。 虽然这件事, 陆凯与周天全做的不对, 对于龙国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他想要替他们求情, 希望江浩能放过他们。 江浩看向张斐, 猜测出对方要干什么, 玩味一笑。 之前他们对付我的时候, 可没人帮我求情。 张斐张了张嘴,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191章, 仇敌相见。 看着两具无头尸体, 众人沉默了下来。 谁也没想到, 江浩竟然真的会动手 杀了陆凯与周天全。 铁蟹军的众人 面色苍白地看着江浩。 江浩连陆凯,周天全这种 六阶觉醒者都敢杀, 更别说他们了。 江浩没有理会他们, 将陆凯身上的储物装备 拿了出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 强化者炼制出来的储物装备。 原本他以为 也会跟他的储物装备差不多, 是小袋子, 或者皮带, 项链之类的。 结果他万万没想到, 强化者炼制出来的储物装备, 竟然是一片隐形眼镜。 若非有鉴别之眼, 他还真找不到这个储物装备。 江浩看了一眼, 这个储物装备空间倒是不小, 足有数万平, 是一件B级装备。 比他的储物装备大多了, 不过对于这些储物装备, 江浩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他有系统空间, 储物装备只不过是 临时装一些东西而已。 然而江浩不在意, 张匪他们却十分在意, 这可是他们军方的储物装备, 整个军方都没有几个 专门用来运输大型物资的。 他们真怕江浩会贪图 这个储物装备。 不过好在, 他们的担心多余了。 江浩看了看这个储物装备后, 直接将气丢给了张匪。 张匪他们, 这才松了一口气。 江浩看向众人, 我要继续前进了。 你们跟着我, 还是自己走。 我们自然跟着江浩兄弟了。 张匪笑了笑, 眼下只有跟在江浩身边, 是最安全的, 他们自然不会离开。 江浩没有说什么, 直接出发, 张匪他们立即跟了上去。 铁血军的人见江浩没有搭理他们, 他们不由暗自松了一口气, 悄悄跟在队伍后方, 尽可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赤霄因为身份已经暴露了, 倒没有再继续盘在江浩食指上, 而是缩小成拇指大小, 站在了江浩头顶。 众人好奇地看着赤霄, 有心想要问问江浩, 是从哪里得到的一条东方神龙, 而且还是舞爪火龙。 可是碍于刚才江浩表现出的实力, 让他们忍住了好奇心。 有江浩在前面开路, 这些古兽几乎没有任何威胁。 不过这一路上, 他们也遇到了一些强大的古兽, 甚至还遇到了巴结的存在。 若非江浩发现得及时, 并且带他们迅速离开了这里, 只怕他们这些人, 根本不够巴结古兽杀的。 入夜, 下起了倾盆大雨, 江浩他们运气不错, 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山洞, 刚好可以让他们躲雨。 而在他们进入山洞没多久, 一行人也走了进来。 双方见面, 皆是一愣。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前不久, 设计陷害他们的日不生的人。 汉纳白鸡他们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见到江浩他们。 汉纳白鸡他们顿时警惕起来, 站在山洞入口处, 不敢进来。 之前他们几乎已经将江浩他们得罪死了, 那时候, 趁着江浩他们筋疲力竭, 他们自然不用怕, 可如今, 江浩他们已经恢复了巅峰状态。 而且, 江浩他们这边拥有的六阶觉醒者数量, 也比他们多。 一旦双方出手, 吃亏的必然是他们。 张斐不怀好意地笑道, 日不生的朋友, 既然来了, 为什么不进来啊? 从看到汉纳白鸡他们的那一刻, 张斐他们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们可没忘记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 若非陆凯他们及时赶到, 说不定当时他们就交代了。 汉纳白鸡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我们不需要, 站在这里就挺好的。 既然你们愿意待在那里, 那就一直待着吧, 谁敢多进入一步, 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江浩冷冷一笑, 汉纳白鸡他们露出不屑的笑容。 虽然正面硬拼, 他们或许不是对手, 但如果他们想走的话, 江浩他们必然拦不住。 然而谁也没注意到, 就在说话的时候, 一道黑影悄悄离开了山洞。 江浩再次开口道, 日不生的人, 如果我是你们的话, 我肯定现在就离开, 而不是待在这里。 怎么? 这山洞是你家的? 还是这秘境是你们龙国的? 我们在内还用得着你们管了? 科洛弗尼桑撇了撇嘴。 江浩脸上露出了玩味的神色, 既然对方找死, 那就别怪他了。 好。 突然, 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 随即众人就看到, 赤霄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山洞外, 并且献出了真声。 对着汉纳白姬他们就是一嗓子。 突如其来的龙音龙音声, 让汉纳白姬他们一惊, 下意识后退一步。 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们了吗? 谁敢多进一步, 我就对谁不客气, 你们怎么就不听吗? 而就在这时, 江浩的声音突然在耳旁响起。 汉纳白姬他们脸色一变, 猛然回头, 你想要干什么? 汉纳白姬脸色凝重地看着江浩。 现在有魔物, 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 不然咱们都得死在这里。 江浩别有深意地说道, 我们死不死不知道, 但你们肯定会死。 就在汉纳白姬他们不知道, 江浩为何说这话的时候。 赤霄直接一记神龙百尾, 将距离他最近的日不生的人, 给抽进了山洞内。 那人惊呼一声, 不过很快, 声音便消失不见了。 汉纳白姬他们见状, 瞬间肝胆欲裂, 只见江浩手持两米多长的斩马刀站在那里。 而他们的同伴, 此刻正挂在斩马刀上, 斩马刀从他们的同伴身上一串过。 江浩, 你找死! 汉纳白姬怒吓一声, 随即身体迅速变化, 很快变成了一只身高将近三米的银背大猩猩, 直奔江浩攻来。 江浩见状, 眸子微眯, 银背大猩猩, 他最喜欢的生物之一。 不过此刻, 他可不会因此手下留情。 斩马刀一震, 上面那具尸体便四分五裂, 随即江浩直接向汉纳白姬赢了上去。 张斐他们见状也没有闲着, 直接向其他人发起了攻击。 哈里优顿他们无奈, 只能硬着头皮赢了上去。 他们自然不想现在跟江浩他们发起冲突, 可奈何眼下已经由不得他们了。 大战一触即发, 本就没有任何悬念的战斗, 在江浩与赤霄的镇压下, 汉纳白姬他们最终全部被江浩斩杀。 张斐他们也算大愁得爆了, 脸上挂起了笑容。 一夜有惊无险, 第二天一早, 他们再次出发。 第192章 意想不到的奖励。 赤霄, 你确定这就是你说的大海? 江浩看着眼前直径只有十多米的湖泊, 嘴角一阵抽搐。 他原本以为赤霄说的大海, 是一片真的大海呢。 结果没想到, 来到这里一看, 情况根本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只是, 如果这真是大海也就算了, 可这分明只是一个湖泊, 甚至连湖泊都不能算, 只能算是大一点的水泡子。 赤霄声音虽然稚嫩, 却十分肯定, 就是这里没错的,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大海的气息。 江浩眉头一皱, 他相信赤霄不会骗自己的。 既然赤霄这么肯定, 那就说明这里肯定有问题了。 江浩兄弟, 咱们不继续走了吗? 张斐不解地看着江浩, 自从江浩带着他们来到这里后, 便停下不再, 继续往前了。 江浩点了点头, 我之前的方向就是这里, 不过有些事情我没弄明白, 你们先在这里等会我, 如果不想等的话, 你们可以到周围转转。 张斐等人闻言, 诧异地看着周围, 这也没什么不同的地方呀。 为何江浩会这么钟情这里? 而就在他们疑惑不解的时候, 就看到江浩竟然直接走进了眼前的水泡子。 张斐他们一愣, 然而紧接着下一秒, 让他们更加纳闷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看上去不过膝盖的水泡子, 江浩竟然直接在里面消失不见, 而赤霄也跟着消失了。 这, 众人一惊, 怎么会这样? 江浩去哪了? 众人立即围在水泡子边寻找, 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江浩的身影。 怎么办? 咱们要不要也下去? 王大力看向张斐他们。 张斐白了一眼王大力, 下去? 你有江浩兄弟那两下子吗? 这里看着不起眼, 江浩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这其中的古怪了。 江浩下去或许没事, 但他们下去的话, 说不定必死无疑。 王大力闻言善善一笑, 不再说话。 与此同时, 江浩也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 他本身就想看看这个所谓的水泡子, 为什么会被赤销说是大海? 结果没想到, 他刚进入水泡子没几步, 眼前场景就发生了变化, 自己竟然出现在了大海里。 江浩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呢? 一条黑影便直奔他而来。 江浩定睛一看, 赫然是一头鲨鱼。 骨兽, 玄齿鲨, 等级, 五阶, 能力, 水系, 力量, 状态, 巅峰。 透过鉴别之眼, 江浩一眼就到了这条鲨鱼的真实名字。 骨兽, 这就说明自己还没有离开秘境。 来不及多想, 此刻悬齿鲨已经来到了他身前。 江浩刚要出手, 一旁的赤销便冲了出去。 别看赤销是火系, 可因为东方神龙本身的性质, 并不影响赤销在水里面战斗。 甚至他的龙岩吐息, 即便是在水里也能使用。 而江浩也正因为这一点, 所以借着与赤销的能力共享, 才能在水中自由呼吸。 很快, 赤销便成功击杀了这只玄齿鲨。 江浩看了一眼周围, 只见不少骨兽正在游动, 不过他们并没有向自己攻击。 犹豫了一下, 江浩直接带着赤销向下方游去。 一路上他遇到了不少骨兽, 凡是对他攻击的都被赤销给解决了。 原本江浩以为, 已经会下沉很远很远, 才能到底。 结果没想到, 只下沉了八千多米, 就来到了底。 或者说, 他遇到了一层屏障。 江浩伸手摸着眼前的无形屏障, 他明显能感受到屏障的存在, 可用肉眼根本看不出什么。 即便江浩用鉴别之眼, 也没有看出什么。 如果站在这里一动不动的话, 甚至可以看到屏障内与倾向外的海水, 竟然相互正常游动。 唯独海洋生物无法穿透。 叮。 恭喜宿主完成探明秘境任务, 该秘境正在与现实融合, 三年之内必然会造成融合, 这个融合不可阻挡。 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江浩一愣, 没想到这就是秘境的秘密。 更没想到, 这个秘境竟然在与现实融合。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鉴别之眼获得净化, 成为洞察之眼, 净化时间为三分钟, 净化期间不影响鉴别之眼的使用。 主,洞察之眼不仅继承了鉴别之眼的能力, 同时还拥有看穿别人弱点的能力。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神级天赋仪器化三清。 主, 仪器化三清为一次性的永久性天赋。 宿主只能施展一次仪器化三清, 从而将会分化出三个本体。 本体与宿主本尊同根同源, 并非分身那么简单, 同样具备修炼的能力。 宿主在施展仪器化三清后, 三个本体会如同星室一般, 没有任何能力。 需要宿主来进行赠予能力, 所以要慎重为本体挑选能力方向。 江浩文言, 眼中顿时迸发出一道金光。 这两份奖励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奖励。 不说洞察之眼, 单说天赋仪器化三清, 简直是逆天的不能再逆天的能力了。 若非此刻不是十一的顾客, 江浩恨不得立即检验一下仪器化三清的能力。 强行压制下心中的激动, 江浩直接往上游去。 赤霄, 咱们回去。 秘境与现实融合, 这件事太过重要了。 他必须要把这件事向上汇报才行。 不过就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离开这里。 对于如何离开, 江浩有些没底。 他来是无意间进来的, 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原路返回。 而就在这时, 数道长长的触手直奔他而来。 江浩见状, 脸色微变, 通过鉴别之眼, 他已经看出来了, 这是一只托斯特巨游, 而且还是七阶的骨兽。 想也没想, 江浩带着赤霄, 便向来使得方向掠去。 在海洋中, 他的战斗力会被削弱不少。 虽然有赤霄在, 但赤霄也不可能是七阶骨兽的对手。 江浩在前面跑, 托斯特巨游在后面穷追不舍。 那长长的出手将海域搅动得天翻地覆。 即便江浩, 赤霄一时间也很难稳住身形。 江浩让赤霄盘在自己食指上, 这样他们两个变成一个, 目标就会小一些。 然而江浩还是低估了托斯特巨游的速度。 他这边刚刚稳住身形, 准备离开的时候。 托斯特巨游便追了上来, 巨大的触手直接重重落在了江浩的身上。 第193章, 遇险。 托! 江浩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但他此刻已经顾不上强势了, 咬牙迅速向远处掠去。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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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斯特巨游的触手如同利剑一般, 从后方掠来。 江浩见状连忙向一旁多少。 然而, 尽管江浩躲闪的已经很快了, 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一根触手直接从他的肩膀一穿过, 剧烈的疼痛让江浩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疼, 而且他还能清晰感觉到对方的触手正在自己体内吸食自己的血液。 不仅如此, 那根触手还在往回拽打。 江浩手掌一番, 斩马刀顿时出现在手中, 随即猛地向这根触手斩去。 以往无往不利的斩马刀, 这一次竟然也失利了。 落在这根触手上, 竟然没有给这根触手造成多大的伤势。 江浩瞳孔一缩, 这种情况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虽然情况有些出乎意料, 不过江浩并没有慌。 当即停止运转斗转星移, 转而运转龙神弓。 龙神弓可以改变他的身体状态, 让他变成东方神龙。 虽然只是形态上的, 却足够他暂时摆脱困境了。 随着龙神弓运转, 江浩当即变身成透明的东方神龙, 同时也终于摆脱了那根触手。 江浩没有停留, 迅速向远处掠去。 看到江浩竟然逃脱了, 托斯特巨游一愣, 显然没有料到这种情况。 不过他依旧不准备放过这只两脚兽。 海洋里的食物他早就吃腻了。 这只两脚兽虽然体积不大, 确实头一次见到。 感受到身后穷追不舍的托斯特巨游, 江浩真的是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 不仅施展出了暴击, 同时还将灵波微步催动到了极致。 可即便如此, 依旧无法摆脱掉托斯特巨游。 叮! 鉴别之眼升级完毕, 如今变成了洞察之眼。 系统的提示应在江浩脑海中浮现出来。 只是此刻江浩却顾不得这些。 江浩一刻都不敢松险。 而就在这一刻, 托斯特巨游也加快了速度, 很快便追上了江浩。 数道出手再次向江浩袭来。 他娘的,你没完了是吗? 正所谓倪人还有三分火气呢? 更何况是江浩了。 江浩猛地停止了脚步, 同时恢复了人形状态。 看着急迟而来的触手, 江浩果断地施展出了金钟罩。 碰! 触手与金钟罩碰撞在一起。 破! 金钟罩瞬间破碎, 江浩一口鲜血喷出。 血液在海洋中扩散开, 江浩心中一沉。 一个托斯特巨游就已经后难缠的了。 如果再次一只七阶古兽, 只怕今天自己真的凶多吉少了。 等等, 江浩突然想到了什么? 系统介绍洞察之眼的时候, 曾说过洞察之眼可以看别人的弱点。 那是不是自己可以借用洞察之眼, 看一下这只托斯特巨游的弱点呢? 想到这里, 江浩没有惊喜, 果断地施展出了洞察之眼。 很快, 他除了看到托斯特巨游的信息以外, 还看到了他的弱点。 古兽,托斯特巨游, 等级,七阶, 能力,水系, 吸血, 状态, 巅峰, 弱点, 眼睛, 怕光。 江浩眉头一皱, 虽然他看到了托斯特巨游的弱点, 却也无法战胜对方, 先不说自己能不能杀了对方, 但是靠近对方自己都做不到, 如何战胜对方。 至于怕光, 那就更不好弄了, 这里是大海, 上哪弄光去? 想了想, 江浩转身就跑。 虽然这样很耸, 但很活命相比, 耸点就耸点吧。 事情果然按照江浩想象中的来了, 因为鲜血的原因, 一些古兽从四面八方被吸引过来。 然而就在江浩以为自己这一次必死无疑的时候, 托斯特巨游这时候出手了, 那些过来的古兽几乎有一半都被骑杀死了。 其他古兽见到托斯特巨游如此勇猛, 他们又怎么敢继续待在这里, 当即转身就跑。 江浩暗自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这时, 那些触手如同利剑一般, 再度从后方袭来。 江浩连忙四处逃窜, 刚才那股疼痛的感觉, 他依旧记忆犹新, 他可不想再尝试第二遍了。 然而, 就在江浩以为自己可以躲过攻击的时候, 突然周围的海域竟然开始变得粘稠起来。 江浩脸色大变, 意识到这是托斯特巨游的攻击手段。 如果自己被禁锢住了, 那自己必死无疑。 想到这里, 江浩当即催动体内全部能量, 迅速向远处掠去。 随着江浩的权力爆发, 他开始拼命向来时的路掠去。 这一次, 为了能活下来, 江浩甚至将金冠羽翼都释放了出来。 原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结果没想到, 竟然真的让他速度提升了不少。 江浩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金冠羽翼不行呢。 卓音, 往左走, 我感受到了出口的方向。 就在这时, 赤箫的声音突然在江浩脑海中响起。 江浩文言,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向左边掠去。 看到江浩改变了方向, 托斯特巨游也跟着改变了方向, 继续向江浩追来。 该死的! 江浩在心中目骂一声。 不过他也暗自庆幸, 还好自己遇到的是七阶魔物。 虽然打不过, 但逃还是可以的。 然而, 就在江浩这个想法响起的时候, 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涌上心头。 江浩连忙回头一看, 瞬间瞳孔皱缩。 只见一只长相, 类似鳄鱼, 四肢却像乌龟的庞然大物, 出现在了威力。 骨兽, 苍龙, 等级, 八阶, 能力, 水系, 黑暗, 状态, 巅峰, 热点, 眼睛, 胸口, 背棋。 江浩动用洞察之眼一看, 瞬间汗毛说了起来, 暗骂自己乌鸦嘴, 连忙向远处掠去。 虽然苍龙的弱点不少, 可江浩对自己很有自知之明, 苍龙的弱点多达三处, 可这三处自己根本靠近不了。 托斯特巨游也注意到了苍龙过来了, 二话不说转身就跑, 尽管他已经是七阶了, 可面对着八阶, 依旧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然而, 他想跑, 苍龙却不同意, 只见苍龙尾巴甩动, 几乎瞬间便来到了托斯特巨游身旁, 血盆大口猛地张开, 直接一口来你托斯特巨游吞入口中。 这一幕刚好被江浩的余光捕捉到, 江浩只觉得通体生寒, 不敢有任何停留。 好在上天垂帘, 没有再跟江浩开玩笑, 让江浩迅速来到了来时的地方。 感受到一股犀利, 江浩收起了金冠羽翼, 任由这股犀利将它吸走。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江浩感觉那条苍龙的目光 始终落在他的身上。 第194章 夜袭? 江浩兄弟出来了! 张斐他们看到江浩重新出现, 眼前顿时一亮。 这段时间他们一直没有离开, 为的就是等江浩出来。 当他们看到江浩身上的伤势后, 不由瞳孔一缩。 江浩的实力如何, 他们都清楚, 可江浩既然受伤了, 这说明什么? 足以说明这个水泡子中的危险。 江浩兄弟, 你没事吧? 张斐担忧地看着江浩。 江浩摇了摇头, 我没事, 咱们快走吧。 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境的情况了。 事不宜迟, 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才行。 江浩兄弟, 莫非这个秘境的情况, 跟这里有关? 张斐反应过来。 江浩没有隐瞒, 嗯, 不过我劝你们还是不要进去的好。 这里面有八间魔物, 我差点都交代里面。 什么? 众人一惊。 江浩沉声道, 现在不是震惊的时候, 赶紧离开这里吧。 有什么事, 咱们出去再说。 张斐他们没有拒绝, 从江浩的表情中, 他们看出了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不然江浩不可能这种表情。 当即, 他们开始向来时的路走去。 一路上, 张斐他们躲避, 想要询问江浩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看到江浩苍白的脸色, 他们最终还是忍住了。 入夜, 他们找了个空地休息, 因为江浩受伤了, 这一次张斐他们主动承担起了首夜的工作。 江浩没有跟他们抢, 他这一次受伤不轻, 再加上体内能量消耗不小, 也确实需要好好休息休息了。 自从进入秘境以来, 他还没有好好休息过呢。 其实他完全可以通过体力药剂, 治疗药剂什么, 恢复到巅峰状态, 但眼下人多眼杂。 而且他, 对于张斐他们, 还做不到完全信任, 因此也就没有服用药剂。 与此同时, 在距离江浩他们大约五里地的地方, 一行人正围在篝火旁。 这些人竟然都是美定监跟归田国的人。 此刻他们的状态也不怎么好, 一个个灰头土脸, 衣服上还有干涸的血迹。 美定监国的六阶觉醒者 连姆斯蒂夫叹了一口气, 这些魔物还真是厉害, 这一次就让咱们损失了一大半的人。 本来他们心思联手杀两只六阶魔物, 拿走他们的骨髓, 结果没想到惹来了六只六阶魔物。 他们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逃了出来, 但也损失了将近三十人。 让本来就不足一百人的他们, 一下子缩水了一大半。 归田国的六阶觉醒者 松田大长沉声道, 接下来咱们要小心一些了, 发现秘境的具体情况呢? 众人文言点了点头, 而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走了过来。 朱军, 我发现了龙国猴子身影, 江浩也在里面, 不过他们六阶觉醒者不少。 连姆斯蒂夫问道, 他们有多少六阶觉醒者? 有八位。 那人回复, 松田大长眉头一皱, 有一点不敢相信, 这怎么可能? 咱们两国家在一起, 也不过只剩下了四位六阶觉醒者而已。 他们龙国猴子, 怎么可能还有八位六阶觉醒者? 那人沉声道, 千真万确, 我看得很清楚, 不过那个江浩似乎受伤挺严重的。 约瑟, 亚当, 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连姆斯蒂夫看向一旁的美定间的另外两位六阶觉醒者。 约瑟戴维斯耸了耸肩, 我无所谓, 只要针对龙国的事情, 我都非常愿意做。 亚当威尔逊摇头道, 我不建议出手, 咱们人数本来就少, 对方六阶觉醒者又比咱们多, 咱们没必要冒险。 连姆斯蒂夫眉头一皱, 他倒是很约瑟戴维斯想法一样。 看到龙国人不向他们出手, 简直天理难容。 虽然他们人数不占优势, 可他相信, 他们的实力绝对比龙国人强。 你那松田大长, 你是怎么想的? 连姆斯蒂夫看向了松田大长。 松田大长露出猥琐的笑容, 在我们归田国有句老话, 情绪到了祖宗也能干。 虽然龙国是我们归田国的老祖宗, 但我们斯毫不介意干翻老祖宗。 好,那咱们就干一票大的。 连姆斯蒂夫点了点头, 随即再次看向亚当威尔逊。 亚当, 我们已经决定出手了。 你你也一起吧。 亚当威尔逊无奈地点了点头。 四位六阶觉醒者, 三位都同意出手了。 他这个时候, 如果还坚持的话, 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松田大长对那人说道, 丹造军, 带我们去找那群龙国猴子。 嗨。 小野甘造硬了一声, 便向江浩他们休息的方向走去。 连姆斯蒂夫他们跟在身后。 嗨。 江浩吐出一口浊气, 虽然体内能量没有完全恢复, 但也恢复了一些不至于太过虚弱了。 估计休息一晚上, 他体内的能量就能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就在江浩想要继续调整的时候, 突然耳朵一动, 察觉到了远处有人向他们走来了。 大晚上了, 谁会过来? 而且听对方的脚步不像是正常走路的声音。 江浩有些疑惑, 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脚步传来的方向, 随即动用了洞察之眼。 看到洞察之眼反馈给自己的信息, 江浩不由嘴角上扬。 还真是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四位六级觉醒者就敢偷袭他们, 真当他们是软视则不成。 朱音, 要我出手不? 先不用, 他们跑不掉的。 正在守夜的张匪, 他们也注意到了异样, 纷纷起身查看。 而就在这时, 突然四道人影突然从黑暗中掠出, 直奔江浩他们杀来, 在他们身后还跟着十三多位五阶觉醒者。 找死! 张匪他们怒喝一声, 第一时间出手。 吕俊逸他们几位变异者, 体能者率先出手。 张匪他们三位灵能者, 则在后面输出。 龙国猴子, 今天你们都要命丧于此。 松田大长说着, 身体迅速变化, 很快变成了一条体型硕大的蚯蚓, 迎着吕俊逸他们就冲了上去。 亚瑟戴维森则变身成了吸血鬼, 亚当威尔逊便身成了狼人。 莲姆斯蒂夫则在后方, 手掌一挥, 就看到一道道雷霆出现, 直奔张匪他们略取。 张匪他们脸色一变, 雷系灵能者可不好预见。 没想到, 对方竟然是雷系灵能者。 与其他觉醒者比起来, 雷系灵能者的攻击绝对排得上第一。 第195章, 求饶。 江浩诧异地看着汤姆斯蒂夫,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雷系灵能者。 这个家伙的觉醒水晶, 自己要定了。 雷系的攻击比精细还要霸道。 这个觉醒水晶正好给老爸用。 嗯? 等等。 江浩突然想到了仪器化三清, 系统之前体型自己的话, 他还记得很清楚。 联想到系统的能力, 他突然觉得系统很多能力, 就是为仪器化三清准备的。 比如说天赋水晶, 觉醒水晶。 这不正是让自己用来提升仪器化三清的吗? 想到这里, 江浩眸子微眯, 等从秘境出去后, 自己一定要好好研究研究这一气化三清。 他有种感觉, 这一气化三清, 一定会给自己很大帮助的。 不说别的, 一气化三清的一化三, 外加上自己本尊, 那就是四个。 也就说自己一个人, 将堪比四个人。 那时候, 怕是就算七阶觉醒者, 自己也有一战之力了。 就在江浩这样想着的时候, 众人的战斗, 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因为有莲姆斯蒂夫的原因, 张匪他们被压制住了。 吕俊逸他们虽然压制住了对方, 却依旧很难取上。 江浩见状, 直接从地上站起来。 赤霄, 出来干活了。 好嘞。 赤霄兴奋地从江浩石纸上下来, 随即在莲姆斯蒂夫 他们震惊的目光下, 恢复了真身。 东方神龙。 这怎么可能啊? 江浩站在赤霄的头顶上。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赤霄便发起了攻击。 江浩先没有理会莲姆斯蒂夫, 而是直接对那些五阶觉醒者出手。 顿时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这些五阶觉醒者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轻而易举便被赤霄给打成了重伤。 最后, 交给江浩收割。 解决了这些五阶觉醒者后, 江浩这才让赤霄去对付莲姆斯蒂夫他们。 看到江浩与赤霄过来了, 莲姆斯蒂夫他们哪里, 还雇得上张斐他们了, 连忙向江浩他们发起攻击。 张斐他们见状, 十分识趣地退了下来。 松田大肠扭动着肥硕身体, 想要硬抗赤霄的攻击。 然而, 他实在低估了赤霄的实力, 赤霄一道龙岩吐息落下, 便让松田大肠吃了大亏。 若非他是六阶觉醒者, 只怕会直接死在赤霄的龙岩吐息上。 约瑟戴维斯与亚当威尔逊连忙出手, 这才将松田大肠救下来。 他们倒不关心松田大肠的死活, 可眼下他们需要松田大肠的力量。 这个时候, 多个人就多分力量。 松田大肠感激地看向两人, 多谢约瑟君、亚当君。 若非两人, 他真的要交代在这了。 卧槽, 江浩兄弟好帅啊, 这不就是龙骑士吗? 江浩兄弟还真是厉害, 即便伤成这样, 竟然还能战斗。 江浩兄弟真是好样的, 要是能把江浩兄弟带进军方, 咱们军方的实力必然能再提升一大减。 在张斐他们议论的时候, 江浩他们的战斗也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之前张斐他们被压着打, 如今江浩压着莲姆斯蒂夫他们打。 莲姆斯蒂夫的雷系攻击虽然厉害, 可每次攻击都会被江浩他们躲开。 实在躲不开的, 赤霄就会施展出施吼弓。 施吼弓一出, 尽管对六阶觉醒者的伤害不大, 却也能让莲姆斯蒂夫的灵能被断开, 无法施展出来。 巴嘎, 该死的龙国猴子, 我要弄死你! 浑身伤痕累累的松田大肠怒吼一声, 然而他却没有任何办法。 赤霄可以飞, 他们却不行, 这无形之中就让他们落入了下风。 赤霄不屑地冷笑一声, 随即爪子挥舞, 直接施展出了降龙十八掌。 好! 一道道龙银声传出, 紧接着一道道龙形虚影自赤霄的龙爪中飞出, 直奔莲姆斯蒂夫他们。 降龙十八掌单独一掌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威胁, 可十八掌气出, 直接震散了他们的队形, 更让他们出现了伤势。 甚至赤霄还施展出了剑气, 松田大肠他们因为能力的问题, 硬抗倒没什么事, 可莲姆斯蒂夫却不行了。 剑气落在他的身上, 直接要了他半条命。 莲姆斯蒂夫倒在地上, 脸色苍白, 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约瑟戴维斯他们健壮, 脸色一变, 他们之中, 只有莲姆斯蒂夫的攻击最强, 也正因为这一点, 他们才赶过来夜袭, 江浩他们。 如果莲姆斯蒂夫出现意外的话, 那他们可就危险了。 当即约瑟戴维斯, 他们便来到了莲姆斯蒂夫身边, 将他保护了起来。 赤霄却对此不屑一顾, 直接从空中俯冲而下, 龙岩吐息喷涌而出。 约瑟戴维斯他们健壮, 连忙转身就跑。 之前他们已经领略过了龙岩吐息的威力, 知道以他们的实力不能应敌。 而他们这一跑, 反倒把莲姆斯蒂夫暴露了出来。 赤霄落在了莲姆斯蒂夫身边, 江浩从赤霄头顶走了下来。 别,别杀我。 莲姆斯蒂夫惊恐地看着江浩, 此刻已经顾不上身上的疼了, 连忙求饶。 江浩淡淡地说道, 如果你们不过来的话, 我们不会主动招惹你们, 但谁让你们率先招惹我们了呢? 说着, 江浩举起了手中的斩马刀。 你, 你不能杀我, 你杀我的话, 我们美定间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废话太多了。 斩马刀果断落下, 莲姆斯蒂夫声音戛然而止。 看到莲姆斯蒂夫被杀, 约瑟戴维斯他们脸色一变。 当即顾不上太多, 转身就跑。 赤霄? 赤霄心领神会直接向他们追去。 约瑟戴维斯他们见状, 立即分头行动, 各自向两边掠去。 张斐他们见状, 不用江浩提醒, 主动出手。 结果没有任何悬念, 约瑟戴维斯他们全部被抓了回来。 张斐他们并没有擅自做主约瑟戴维斯击杀, 而是将他们交给了江浩。 江浩对此没有拒绝, 居高临下地看着约瑟戴维斯他们。 约瑟戴维斯连忙开口道, 江浩先生, 这件事不管我们什么事, 我们也是被逼的, 都是莲姆斯蒂夫强迫我们的。 松田大长也连忙说道, 不错江浩先生, 龙国乃是我们归田国的老祖宗, 我们怎么会对龙国不敬呢? 都是莲姆斯蒂夫强迫我们的。 反正现在莲姆斯蒂夫也已经不在了, 把一切都推到他的身上, 他们没有任何负担。 第196章 返回 这么说, 是我误会你们了。 江浩神色讥讽, 这一切都是误会。 松田大长露出了猥琐笑容, 亚当威尔逊也露出了讨好的神色。 对对对, 都是误会, 还请江浩先生能网开一面。 江浩文言, 脸上的讥讽加深了不少。 既然是个美丽的误会, 那就让这个美丽的误会继续下去吧。 对对付, 让误会继续下去。 嗯? 松田大长听到江浩的话, 顿时喜笑颜开, 但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脸色一变, 不等他反应过过来, 斩马刀再次落下。 三具尸体倒在地上。 好。 这边的动静, 再加上血腥味, 很快引来了骨兽。 不过好在有赤肖在, 轻而易举地抵挡住了这些骨兽。 五天后, 他们终于走出了秘境, 张斐将战舰拿了出来。 众人站在战舰上, 在秘境中也有十多天了, 感受着现实中的空气, 不由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他们来时五百多人, 如今却只剩下了一百多人。 这一次的损失不可谓不大。 走吧。 张斐叹了一口气, 随即让人去开动战舰, 他们往回走。 海上危险不断, 也不知道他们这一次会遇到怎样的危险。 然而想什么来什么, 他们刚刚走出几百里, 就遇到了海洋魔物的攻击。 好在这一次有江浩赤萧在。 这些海洋魔物的攻击虽然迅猛, 却也都被抵挡了下来。 之后的路上也算有惊无险了。 直到第二天下午, 他们抵达渤海, 这边依旧有将士守在这里。 之前守在这里的那位团长看到江浩他们回来了, 立即迎了上来, 色情地跟江浩他们打招呼。 咦? 张连长, 陆少尉呢? 那位团长发现没看到陆凯, 不由把张斐拽到了一边。 张斐闻言心中一领, 他这才想起来陆凯死了, 这件事怕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他不怕别的, 主要这件事对江浩影响太大了。 毕竟陆凯是军方的人, 而且还是少尉, 不说军方, 但是陆家都不会放过他的。 张连长, 那位团长见张斐没有回复自己, 忍不住叫了一声。 张斐回过神, 啊, 不好意思刚才在想事情, 陆少尉牺牲了, 这件事我们要回去上报的。 那位团长脸色微变, 陆凯牺牲了, 这可是大事。 张斐与那位团长聊了两句, 便带着江浩他们离开了。 京城, 军区, 张斐他们回来的消息已经传出来了, 五大军区的军长也都过来了。 这一次张斐他们带回来的情报极为重要, 他们必须要第一时间了解情况。 与此同时, 司马向阳也收到了江浩的通知,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看到司马向阳, 五大军区军长客气地跟司马向阳打招呼。 他们虽然贵为军长, 可修为只有六阶, 而司马向阳却是七阶觉醒者。 他们面对司马向阳的时候, 同样需要客客气气的。 就在这时, 铁血军军长电话突然响起。 铁血军军长跟众人告罪一声, 便走到一旁接通了电话。 陆军长, 陆少尉牺牲了。 什么? 听到手机另一头的声音, 陆继云脸色一沉。 陆凯是他儿子, 这一次一方面为了对付江浩, 一方面为了捞军功, 经过没想到竟然被死在了秘境之中。 手机另一头战战兢兢地说道, 陆军长, 具体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 我是听到这次进入秘境的铁血军将士汇报得知的, 所以我第一时间就给您打来了电话。 向你汇报的将士怎么说的? 陆继云不愧是铁血军的军长, 很快便平静下来。 手机另一头不敢有所隐瞒。 那位将士说是江浩杀的陆少尉。 好好, 我知道了, 陆继云声音发冷。 江浩, 又是江浩, 竟然还敢杀我陆家的人, 真当我陆家是你捏的不成。 挂了电话后, 找到一个号码拨了过去。 很快, 里面便传来了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 喂。 陆继云声音有些沉重。 大伯, 小凯被江浩杀了, 司马向阳正在京城军区这边。 我知道了, 我亲自过去。 手机另一头沉默片刻, 说完便挂了电话。 陆继云声吸一口气, 他一直以陆凯为荣, 以陆凯的资历, 不敢说能突破到七阶, 但将来绝对能坐上自己这个位置的。 如今, 一切全都完了。 他说司马向阳怎么过来了, 看来是保护江浩来了。 他一点也不担心。 他大伯, 也就是陆家当代家主, 陆正, 马上就过来了。 有陆正在, 就算司马向阳想要如何, 也翻不起什么浪。 江浩,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就算司马向阳也保不住你。 陆继云双全紧握, 眼底涌现出无尽沙意。 似是察觉到了陆继云所散发出来的沙意, 司马向阳淡淡地瞥了一眼陆继云。 而仅仅这一眼, 就让陆继云脸色大变, 连忙压制下心中的沙意。 该死的老东西, 感应还真敏锐, 自己不过散发出一些沙意, 竟然就被察觉到了。 虽然心里这么想的, 可陆继云却不敢再让沙意散发出来了。 七阶绝行者的恐怖, 他可是很清楚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大约五六个小时后, 数十架武装直升飞机从远处开了过来, 很快便停在了停机坪上。 江浩他们从直升飞机上走了下来。 司马向阳向江浩招了招手。 好了, 既然大家都回来了, 江浩的任务也完成了。 那我就带着江浩离开了。 司马老爷子, 江浩还不能离开。 陆继云见状, 连忙拦住了司马向阳。 他大伯还没有过来呢, 这个时候怎么能让司马向阳离开呢? 另外四大军团军长诧异地看着陆继云。 司马向阳瞥了一眼陆继云。 怎么? 你有事? 司马老爷子, 你要离开我不反对, 但江浩杀了我儿子, 他绝对不能离开。 被司马向阳这样盯着, 陆继云只觉得头皮发麻。 不过他还是咬着牙, 拦在了司马向阳的身前。 四大军团军长文言心中一领, 在看张匪他们, 果然没有看到陆凯的身影。 陆凯是这次的领队, 按理说谁都可能会出事, 陆凯是绝对不会出事的。 可听陆继云的话, 陆凯被杀了, 而且还是死在江浩手里。 第197章, 你是谁? 江浩, 他说他儿子被你杀了, 怎么回事? 刚好这个时候, 江浩走了过来, 司马向阳看向了江浩。 早在江浩告诉他, 他们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陆凯被他弄死了, 事情的经过也说了一遍。 因此, 对于陆继云此刻的表现, 他并没有任何意外。 江浩看向陆继云, 你是谁? 我这一路杀了不少人, 归田国的人也杀了不少。 难不成, 你儿子是归田国的人? 虽然没有明说陆继云与陆凯的关系, 不过江浩还是看得出来, 陆凯与陆继云有几分怜香。 因此, 司马向阳在说话的时候, 他就已经认出了这家伙, 是陆凯他罢。 不过他并不在意, 一个六阶觉醒者而已, 他根本不在意, 更何况, 还有司马向阳这个七阶觉醒者在自己身边呢。 除非八阶觉醒者对自己出手, 但八阶觉醒者可能对自己出手吗? 江浩, 你找死! 原本陆继云还能压制住自己心中的杀意, 可此刻听到江浩的话, 他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杀意了。 身上的能量涌动, 恨不得马上就动手杀了江浩。 陆继云, 你要干什么? 司马向阳平静地看了一眼陆继云。 司马向阳的声音让陆继云清醒一些, 可心中的愤怒却丝毫不见。 陆继云咬牙切齿地看着江浩, 江浩, 你杀我而陆凯, 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呢。 原来陆凯是你儿子呀, 那他死有余辜, 敢给予我的东西, 还对我出手, 我为什么不能还手? 江浩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陆继云怒声道, 你放屁, 我而陆凯乃是少尉, 怎么会寄予你的东西? 你算个什么东西? 未免也太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吧? 江浩耸耸耸肩, 那可说不定, 有些人就看别人的东西好, 尤其你儿子陆凯, 更是贪得无厌。 陆继云闻言, 脸色阴沉如水, 那模样恨不得将江浩撕了。 铁血君何在? 陆继云大喝一声, 在。 那些参加秘境行动的铁血君立即站了出来, 把秘境之中江浩是如何杀害陆凯的过程说出来。 铁血君这边三十多人一愣, 随后其中一人站出来道, 在秘境内, 江浩不服从指挥, 陆继尉要教训他, 结果江浩不服, 趁着陆继尉不注意, 反杀了陆继尉。 其余铁血君恶然地看着这人, 事情是这样的吗? 不过他们很快便反应过来, 当即也连连点头, 证明此人说的是事实。 这个时候, 正是向陆继云表明忠心的时候, 他们自然不愿意错过这次的机会。 江浩, 铁血君将士, 这话你听到, 你竟然敢杀害军方军官, 还有什么话说? 陆继云冷冷地看着江浩, 来人, 将江浩压下去后审。 江浩淡然一笑, 我杀陆凯, 是因为他招惹我了, 所以我杀他, 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 就算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依旧会这么做的。 说着, 江浩看向了那些铁血君的将士, 你们倒是好样的, 为了讨好他, 不惜得罪我是吧? 看来我之前就不应该带你们回来。 铁血君的将士文言, 心中一灵, 他们这才想起来江浩的恐怖。 六阶觉醒者都不是江浩的对手, 更何况他们了。 最恐怖的是, 江浩目前才三阶, 一旦江浩突破到四阶, 后果将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 铁血君的将士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江浩,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还敢威胁我的将士, 来人, 给我将江浩拿下。 陆继云脸色铁青, 然而他的话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即便铁血君的人也同样没有人站出来。 开什么玩笑, 拿下江浩, 除非他们不想活了。 陆继云不悦地看着铁血君众人。 你们在干什么? 我说的话没听到吗? 铁血君将士一脸为难, 心中有苦说不出, 他们也想听令呀, 可他们真不敢呀。 江浩不仅自身厉害, 身边还有一条五爪火龙呢。 人家联手杀六阶觉醒者如杀狗, 他们只是五阶觉醒者, 谁赶出江浩的眉头。 好好, 你们真是好样的。 陆继云心中愤怒无比, 这些家伙竟然敢如此不听自己的话, 等回去以后, 看自己怎么收拾他们呢。 说着, 陆继云便向江浩走去。 既然这样将士直使不动, 那他就亲自拿下江浩, 为他儿子报仇。 司马向阳冷哼一声, 陆继云, 你是真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吗? 仅凭一人之言, 就想给江浩定罪。 说着, 司马向阳看向了张斐他们, 你们来说说, 事情具体是怎么回事? 张斐他们看了一眼自己的军长, 见军长点头, 张斐他们对视一眼, 最终张斐硬着头皮站了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 张斐心意横, 没有隐瞒,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不过, 他并没有说出江浩有舞爪火龙的事情。 司马向阳目光玩味地, 看向陆继云, 陆继云, 你听到了, 这回你, 还有什么话说? 你们胡说八道, 你们肯定是串通好了。 陆继云冷笑一声, 此话一出, 另外几位军长脸色一沉。 五大军团虽然都是军方, 却也各自为政, 背后更是代表着五大家族。 双方都是平级的存在, 岂会容忍陆继云这么说他们。 其中一位身材消瘦的中年人, 更是直接站出来沉声道, 老陆, 你说别人可以, 但不要说我的将士, 我相信我的将士。 老沈, 这么说, 你觉得是我铁血军的将士说谎了? 陆继云谋子微眯, 沈万里淡淡地说道, 说没说谎我不知道, 不过, 我相信我的将士。 江浩看了一眼沈万里, 听到对方姓氏, 他就已经猜测到了, 此人必然是沈家的人, 而对方的身份也跟着呼之欲出, 乃是荆棘军的军长。 陆继云直接蛮横地说道, 我不管, 今天这事情没弄清楚之前, 江浩绝对不能走。 其实事情的经过如何根本不重要, 他很清楚陆凯此次进入秘境就是为了杀江浩的, 可结果既然江浩没死, 反而是陆凯被反杀, 这样的结果他接受不了, 更不愿意接受。 而这个江浩必然留不得。 呵呵, 我看老夫要带走江浩, 谁能阻拦? 司马向阳冷笑一声, 说着便要带着江浩离开。 而就在这时, 一道笑声突然响起, 司马, 为何这么着急离开, 该不会是知道我要来吧? 第198章 切磋, 司马向阳眉头一皱, 他猜测到了这个老东西会过来, 却没想到过来得竟然这么快。 如果是别人过来的话, 他还好弄, 可这老东西亲自过来了, 就不好弄了。 这可是个老兵癖。 江浩此刻也猜测到了来人是谁, 只是他没想到, 陆正竟然会亲自过来, 看来陆家真的是铁了心, 要弄死自己了。 江浩在心里盘算了一下, 以他如今的战斗力, 再加上赤销的战斗力, 他们两个对付六阶觉醒者, 复复有余, 对付七阶觉醒者, 就有些相形见处了。 不过相比于在秘境之中的遭遇, 七阶觉醒者应该会比七阶鼓兽好对付一些, 不至于让他太过狼狈。 怎么? 你还想跟七阶觉醒者照亮一下? 感受到江浩眼中的战役, 司马向阳有些诧异。 江浩的实力, 他略有耳闻, 对付五阶觉醒者完全没问题。 可陆正可是七阶觉醒者。 突然司马向阳想到了什么, 陆凯是六阶觉醒者, 江浩是如何将其杀死的? 司马向阳意识到, 江浩看起来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想想也是, 如果简单的话, 又怎么能以三阶修为拥有这么强的战斗力呢? 江浩一脸惋惜地摇了摇头, 有机会倒是可以试试, 不过我不认为自己会是七阶觉醒者的对手。 司马向阳嘴角抽搐, 这也就是江浩换成另一个三阶觉醒者, 敢在自己面前说这话, 自己肯定一掌拍下去, 让他下辈子都没有机会说这话。 不过一想到江浩的恐怖战斗力, 司马向阳不由在心里暗骂一声小变态。 两人谈话间, 一道人影从天空掠来, 最后落在了他们的对面。 大伯, 见到来人陆继云立即恭敬地行了一礼。 其他人也跟着打招呼, 陆司令。 审万里他们也没想到陆正会亲自过来, 他们可以不在乎陆继云, 那是因为陆继云跟他们同级。 可面对陆正的时候, 他们却不敢有半点不敬。 不仅仅因为陆正是七阶觉醒者, 更是因为陆正乃是铁蟹军的司令, 与他们上头同级。 整个龙国一共就五位司令, 陆正正是其一。 陆正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江浩。 江浩只感觉一股无形的压迫感落在自己身上, 眸子不由微眯。 老东西, 一上来就给自己一个下马威。 不过, 你当我是被下代嘛, 别说你一个七阶觉醒者了, 就算七阶古兽, 我都与其交战过。 虽然被打得不知道怎么还手, 可你一个七阶觉醒者, 比得上七阶古兽吗? 老陆, 注意你的身份。 司马向阳站在了江浩身前。 不错, 倒是有两把刷子。 陆正微微一笑, 收回了目光。 能够在自己威压下还如此淡定自若的, 不能说没有, 但三阶就能做到这一点的, 江浩绝对是独一个。 难怪能如此有恃无恐, 敢接连对他们陆家出手呢。 陆正一脸笑意地看着司马向阳。 司马, 上一次我已经给你面子了, 这一次, 你是不是该给我面子了? 其他面子都敢说, 但这次不行。 司马向阳摇了摇头, 因为就在刚刚, 我已经将江浩说为弟子了。 江浩眉头一挑,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怎么没人通知自己? 再者, 自己需要师父吗? 当然这也就是江浩自己在心里想想而已。 他自然知道, 司马向阳这么说, 是为了在陆正面前保住自己。 听到司马向阳的话, 陆正脸上笑容不变, 说了可以再驱逐吗?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哼, 若是这么说, 那江浩杀了你陆家的人, 你们陆家再从心生两个, 不就好了吗? 何必如此大动干戈? 司马向阳冷笑一声, 陆正摇头叹息, 哎, 司马, 我一直以为咱们是朋友, 但你太让我失望了, 好久没有活动身体了, 司马咱们两个切磋切磋吧。 好啊, 司马向阳没有拒绝, 他自然知道, 陆正这个家伙在打什么主意, 不过他不在乎, 陆正虽然是体能者, 可他也是变异者, 战斗力丝毫不比陆正弱。 司马, 上来一战! 陆正没有丝毫废话, 直接飞升而起。 司马向阳也没有说话, 同样飞到了半空, 并且变身成了一条, 足有50米长的三爪风龙。 江浩有些诧异, 他没想到, 司马向阳的变身能力, 竟然也是东方神龙。 虽然是三爪风龙, 可与许晴不同的是, 司马向阳的天赋, 是SS级天赋。 当然陆正也不弱, 他的天赋虽然是S级天赋, 可他的能力却是天雷八音体。 这种体质非常强横, 雷鹰不仅震耳欲聋, 更震人心神。 双方没有丝毫废话, 直接碰撞在一起了。 说是切磋, 实则这种打法, 完全就是在搏杀。 当然了, 真正搏杀是不可能的。 七阶觉醒者对龙国有多重要, 这一点谁都清楚。 不过, 也正因为七阶觉醒者的强横, 才使得他们即便切磋, 也都必须全力以赴, 否则很有可能出现伤亡。 这样看似搏杀, 实则才是最安全的打法。 天空上的激烈打斗, 不仅引起了军区将士的注意, 同时引起了市区那边所有人的注视。 而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天空上时, 陆继云则突然向江浩出手。 陆继云同样是一位S级的体能者, 他的能力是卓阳体。 在施展卓阳体后, 陆继云身上便会散发出恐怖的热量, 如同太阳一般。 谁也没想到, 陆继云会突然出手, 因此众人想要出手阻拦都不成。 江浩也没想到, 陆继云会突然对自己出手, 不过他在陆继云出手的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 双臂展开身体迅速后滑。 你要做什么? 江浩面无表情地看着陆继云。 小畜生, 你杀了我儿子, 自然是要让你偿命了。 陆继云宁笑一声, 继续向江浩冲了过来。 他倒要看看, 这个江浩究竟有什么本事能杀自己儿子。 江浩见状没有在说废话, 手掌一翻, 直接默默地掏出了自己两米多长的大刀。 A级武器。 之前张斐说江浩有A级武器, 他还不太相信呢, 没想到竟然真有A级武器。 难怪他儿子会心生贪念呢。 A级武器即便是他, 手里也才不过一把而已。 不过, 击杀了江浩, 他很快就有两把A级武器了。 想到这里, 陆继云速度突然增加。 第199章, 去你妹的。 枪! 看出了陆继云的打算, 江浩也没有客气, 斩马刀横扫而出, 直接向陆继云斩去。 陆继云手掌一翻, 他的武器是一根A级的双截棍。 两个并且碰撞在一起, 顿时迸发出一道刺耳的声响。 感受到手掌传来的震痛感, 陆继云心中大害, 这是一个三阶叫醒者应该有的力量吗? 这力量根本就不弱于他。 此时此刻, 陆继云心中终于有些确认, 陆继云确实是被江浩正面击杀的了。 而他也收起了轻视的目光。 当即, 陆继云手持双截棍, 再次向江浩攻去。 神万里, 他们也回过神来。 不过他们并没有阻拦陆继云。 之前他们发现, 陆继云出手了。 他们第一想法, 确实想要阻拦陆继云。 不过再看到江浩, 竟然凭借一己之力抵挡住了陆继云。 他们便没有阻拦的想法了。 不过他们心中, 确实暗暗惊叹。 对于江浩他们并不陌生。 在学校大比过后, 他们就看到了江浩出手的录像。 并且之前开会时, 也听说了江浩的实力。 只是当时, 不是说江浩拥有五阶觉醒者的战斗力吗? 怎么如今, 竟然与六阶觉醒者比起来, 都丝毫不弱了呢? 想到了什么? 神万里他们, 立即叫来了张斐他们, 让他们详细讲述一下江浩在秘境之中的表现。 张斐他们不好隐瞒, 将江浩的实力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在张斐他们, 讲述江浩的表现时, 江浩已经与陆继云激战在了一起。 陆继云虽然是老牌六阶觉醒者, 可江浩的战斗力也不弱。 两人一时间竟然打得有来有回, 平分秋色。 这让陆继云既震惊, 又愤怒。 这他娘的是哪来的变态? 怎么这么强? 陆继州那个蠢货是怎么做的调查? 让这样一个变态去参加秘境, 还让他儿子去杀? 这不摆明了让他儿子去送人头吗? 此刻陆继云严重怀疑, 陆继州就是要接江浩的手, 解决掉陆凯。 他自认为自己的实力在所有的六阶觉醒者中, 虽然算不上名列前茅, 却也算得上中等水平了。 可即便如此, 依旧没有把握打得过江浩。 这还是人了吗? 什么人能生出这样的变态出来? 相比于陆继云心中的各种想法, 江浩就显得要从容得多了。 尽管他没有学过刀法, 可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 斩马刀被他使用的愈发得心应手了。 江浩双手紧握斩马刀, 身体快速移动, 斩马刀在他手里被捂得虎虎声威。 饶势陆继云这位老牌六阶觉醒者, 都有些招架不住。 若非他手里的也是A级武器的话, 只怕此刻已经彻底败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同是A级武器, 可斩马刀却给陆继云一种诡异的感觉。 他感觉江浩手中的武器仿佛拥有生命一般, 比他的双截棍强多了。 这一点不论是质量, 还是坚固程度上都是一样的。 枪!枪!枪! 陆继云完全不在压制, 开始拼命地向江浩反击。 他不信, 他堂堂龙国五大军团之一, 铁血军军长竟然会输给一个默默无名的小辈。 然而,陆继云不知道的是, 从他出手投资江浩的那一刻, 他其实就已经输了。 另一边, 说到最后的张匪沉默了一下, 然后对沈万里低声道, 军长, 无论如何也要把江浩争取到咱们荆棘军来。 沈万里诧异地看了一眼张匪。 江浩虽然很不错, 不, 可以说这一届年轻一代的第一人了, 但也不至于张匪这么郑重吧。 当然, 他已经有了将江浩收入麾下的打算了。 不说别的, 单说沈梦里的关系, 他就不会对江浩不管不顾的。 张匪再次低声道, 军长有所不知, 江浩身边还有一条五爪火龙, 此刻就在他的食指上盘着呢。 而且这条五爪火龙与江浩一样, 都是三阶修为, 可占六阶的实力。 什么? 沈万里闻言瞳孔骤然一缩。 先不说那条五爪火龙的实力, 单说东方神龙那可是传说中的存在, 谁也没见过。 除了有极少的变异者, 可以变身成东方神龙以外, 他们还没见过东方神龙呢? 此事千真万确。 沈万里压低了声音, 张匪点了点头。 沈万里倒吸一口凉气, 江浩他必须要弄到他们荆棘君来。 然而, 张匪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不有脸色大变。 军长, 此事必须抓紧, 江浩的五爪火龙, 他们也见过。 沈万里闻言更为一眼张匪, 他娘的这么重要的信息怎么现在才说? 当即他二话不说, 直接变身成了一头剑齿虎, 猛地向陆继云扑了过去。 现在, 必须出手抵挡住陆继云, 争取在江浩面前赢得一个好印象。 然而, 在他出手的同时, 另外三大军长也同一时间出手。 显然他们也从自己手下那里, 听到了江浩的全部信息。 正在与江浩激战的陆继云哈哈一笑, 以为沈万里是帮他的呢。 四位兄弟, 这一次大恩不言谢, 帮我拿下, 去你妹的。 沈万里怒喝一声, 直奔陆继云。 陆继云脸色大变, 此刻他那里看不出来, 四位军长攻击的目标都是他。 江浩被眼前这一幕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刚才突然出手的四大军长, 着实吓了他吓了一跳, 还以为他们是来攻击自己的呢。 他都已经让赤霄做好了战斗准备, 结果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 江浩老弟, 你先写着, 我经济军沈万里帮你揍他。 江浩老弟, 这里不需要你了, 你看着就行, 我乾隆军张猛帮你揍他。 江浩老弟休息一会, 我蒙虎军李肖帮你揍他。 江浩老弟你且靠后, 我飞英军何尝还帮你揍他。 江浩有些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闹那样呢? 沈万里此刻心里无比恼怒, 这些无耻的家伙, 竟然都学自己。 这可是自己脑瓜最灵活的一次, 想到的既能凸显自己军队, 又能让江浩自己是谁的话。 结果这几个不要脸的家伙, 竟然都学去了。 这让他该怎么在江浩面前表现一下了? 陆继云脸色难看至极,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四个家伙竟然突然会站在江浩那边, 更没想到他们竟然会对自己出手。 一时间, 他直接被打得不知道怎么还手。 面对四位跟自己同级的存在, 他完全不是对手。 第二百章 半步八戒 陆正也注意到了下方的情况, 脸色不由一沉。 这些王八膏子是真不把他们陆家放在眼里啊, 就连他还在这里呢, 他们竟然还敢如此放肆, 呵呵, 老陆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大势所趋。 陆正淡淡地说道, 是吗? 我不觉得的。 司马向阳还想要说什么, 突然脸色一变,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然而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陆正直接近身, 一脚踹了下去。 碰! 司马向阳庞大的龙躯重重砸在地上, 周围顿时安静了下来。 就连正在战斗的沈万里, 他们也停了下来, 露出了被打得鼻青脸肿, 大鼻拉虾的陆继云。 李低声对张斐说了一声, 他有种预感, 情况不太对劲。 陆正身上的气息太恐怖了。 张斐明白沈万里的意思, 立即离开了这里。 江浩则迅速来到了司马向阳的身边, 此刻司马向阳恢复了人形状态。 老会长, 你没事吧? 江浩将司马向阳扶了起来。 司马向阳没有理会江浩, 而是看向了陆正。 你已经走到了那一步。 陆正摇了摇头, 还没有, 不过半只脚已经迈进去了。 随后, 看向沈万里他们, 你们好大的胆子。 沈万里他们只觉得头皮发麻。 老陆, 这是咱们之间的事情, 何必为难小贝? 司马向阳站在了众人身前。 江浩看向陆正动用洞察之眼。 姓名, 陆正。 年龄, 77。 等级, 七阶。 天赋, S级天赋公素。 能力, 天雷八音体, 体能者。 状态, 巅峰。 热点, 中庭学, 筋骨学, 中书学。 陆正淡淡地说道, 司马, 你已经败了。 司马向阳文言脸色一沉, 他没想到, 陆正竟然达到了半步八阶。 虽然只是半步, 却已经超过了七阶很多了。 老会长, 你有把握吗? 江浩看着司马向阳, 他也从陆正身上的气息上, 感觉到了不对劲。 司马向阳摇了摇头, 他如果有把握, 也不至于这样了。 江浩用仅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低声道, 咱们联手吧, 我告诉你他的弱点, 我牵制他, 你来攻击。 司马向阳有些诧异地看着江浩, 你能行吗? 反正我不想坐以待毙。 江浩耸了耸肩, 能不能行自然要是过了才能知道。 他自己肯定不是七阶觉醒者的对手, 不过有司马向阳就不一定了。 就算陆正半步八阶, 依旧有一战之力。 司马向阳略微思索, 绝对试一试, 不管行不行, 他都不会让陆正带走江浩的。 江浩跟我走吧。 陆正踏空而来,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江浩咧嘴一笑, 想要带我走,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众人露出诧异的神色, 他们面对陆正都不敢有任何反抗能力, 没想到江浩竟然如此硬气。 陆正也有些诧异, 不知道江浩究竟是哪里来的勇气。 好, 司马向阳发出一声龙吟, 随即再次变身成三爪风龙, 直奔陆正而去。 如果司马是你的依仗的话, 那你要失望了。 陆正摇了摇头, 权当江浩的依仗是司马向阳, 当即两人再次展开了激战。 只是这一次, 司马向阳完全落入了下风。 江浩淡然一笑, 我的依仗从来不是别人, 我只依仗自己。 说着, 他用拇指摸了摸盘在自己食指上的赤霄。 赤霄, 现身吧。 随着江浩声音落下, 一道龙吟声响起。 随即就看到, 赤霄从江浩手指上飞了下来, 并且迅速变大。 虽然不如司马向阳体型庞大, 却也二十多米长了。 马上赤霄便要满月了, 一旦他满月, 就是十丈长。 赤霄的突然出现, 让除了张匪他们以外, 所有人都是疑论。 这也包括司马向阳与陆正。 东方神龙一直存在于传说之中, 谁也没有真正见过。 没想到如今却真真实实地见到了。 只是江浩身边, 为什么会有一条东方神龙呢? 而且还是五爪火龙。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江浩站在了赤霄的头顶。 赤霄腾空而起, 直奔陆正而来。 陆正回过神来, 眸子微眯, 看到此刻的江浩, 他顿时明白, 为什么陆济周说, 这个江浩留不得了。 陆正当即舍弃司马向阳, 直奔江浩而来。 江浩看着急迟而来的陆正, 直接对司马向阳大声喊道, 老会长, 陆正的弱点一共有好处, 一个是中庭学, 一个是筋骨学, 还有一个是中书学。 这三个你攻击哪一个都行。 你找死啊! 陆正脸色一沉, 同时心中又惊又怒, 自己这三处弱点根本没有人知道, 江浩是怎么知道的, 如今还直接告诉给了司马向阳。 这样一来, 自己岂不是畏手畏脚的了? 司马向阳也是一惊, 之前他以为江浩说, 知道陆正的弱点是随便说的呢。 没成想, 江浩竟然真的知道。 而且, 这哪里是什么弱点? 这分明是陆正的命门。 想到这里, 司马向阳不由打了个冷战, 江浩竟然能知道陆正的弱点, 是不是也知道自己的弱点。 就在司马向阳这样想着的时候, 江浩已经与陆正展开了激战。 这一次, 众人终于见识到了江浩的变态。 虽然江浩修为才不过三阶, 但却能与陆正激战的有来有回。 这是三阶觉醒者能做到的事情吗? 我擦, 快看天上, 那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就是两条东方神龙吗? 一看就是两个变异者。 变异者吗? 为什么我感觉, 那条红色的龙有些不太一样吗? 不对, 那条红色的龙头顶上站着一个人。 江浩他们的战斗 引起了市区之中的不少人注视, 众人也因此议论纷纷。 另一边, 随着交战, 陆正心里愈发惊讶, 这还是三阶觉醒者了吗? 实力堪比六阶觉醒者也就算了。 没想到, 竟然还堪比七阶觉醒者。 江浩虽然不是自己的对手, 可自己一时半会也拿不下江浩。 难怪这小子敢如此猖狂, 如果自己有这样的实力, 自己说不定比江浩还狂。 这一刻, 陆正心中多少有些后悔, 与江浩为敌了。 这样的敌人太恐怖了。 尤其是江浩今年才多大, 若是给江浩足够的成长空间, 只怕江浩会更加强横。 不过, 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那他就不会留守。 江浩的成长太快了, 必须将其击杀, 否则他们陆家就危险了。 第201章, 联手。 好。 司马向阳回过神来, 直接向陆正杀去。 之前他保护江浩, 就是看中了江浩潜力。 觉得, 只要给江浩足够的时间, 江浩必然会成为龙国的顶梁柱。 而江浩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 甚至已经超出了他的期待。 江浩, 司马向阳, 以及赤销他们三个联手, 饶食陆正已经半步八街, 此刻依旧被压制下来了。 也幸亏陆正如今是半步八街, 不然现在说不定就要败了。 而这也让下方众人心中大为惊骇, 他们原本以为江浩跟他们差不多, 却不想, 江浩竟然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前面。 这让众人震惊之余, 同时也唏嘘不已。 虽然江浩的等级不如他们, 可战斗力却已经超过了他们。 在众人唏嘘的时候, 战斗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在江浩他们的围攻下, 陆正终于没有了之前的淡定从容。 尤其被江浩暴露出弱点后, 出手时纵使唯唯诺诺, 生怕会被司马向阳偷袭。 不过江浩他们想要击败陆正也没有那么容易, 双方出现了僵持。 司马向阳看向陆正, 陆正, 今天的事情就此作罢如何? 哼哼, 司马, 你真当我陆家好欺负了不成。 陆正冷笑一声, 说着他不再留守, 直接施展了除了自己天雷八音体的真正战斗力。 只听一阵阵雷鸣般的声响, 自陆正身体响起。 这股雷鸣司马向阳倒是能勉强抵挡住, 可江浩却有着相形见处了。 这就是实力上的差距。 江浩现在说到底, 也不过堪比六阶觉醒者而已, 与七阶觉醒者比起来还差一些。 这一次若不是有司马向阳在一旁协助, 他还真不是陆正的对手。 恐怖的雷鸣让江浩意识有些模糊。 陆正看准机会直接向江浩出手。 司马向阳此刻想要拦住陆正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嘴巴一张施展出了飓风吐息。 与此同时, 赤霄也施展出了龙岩吐息。 可陆正似乎就认准了江浩, 哪怕面对着司马向阳与赤霄的吐息, 依旧没有停止。 陆正迅速来到江浩面前, 直接一拳轰出。 江浩见状, 二话没说, 立即施展出了金钟赵。 他不确定金钟赵能不能抵挡住陆正的攻击, 但眼下他也只有这种办法了。 碰! 陆正的拳头重重地轰击在了金钟赵上。 金钟赵硬生而碎, 江浩也一口鲜血喷出,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陆正有些诧异, 他原本自己自己能趁机击杀江浩呢? 没想到, 竟然一股奇特的力量给阻拦了下来。 不过看到江浩被轰飞出去, 他还是很高兴的。 他们虽然在空中飞得不高, 却也有五十米多高, 这个高度江浩掉下去, 必然会摔成肉泥。 司马向阳见江浩掉下去了, 连忙要过去接住江浩, 却被陆正给拦了下来。 司马向阳脸色一沉陆正, 你非要跟我不死不休是吗? 司马, 是你先跟我不死不休的。 陆正神色漠然。 好。 在两人说话之际, 赤霄直接向陆正攻来。 司马向阳脸色一变, 虽然赤霄的实力不弱, 可终究还是三接。 司马向阳对赤霄说道, 我拦住他, 你去接住江浩去。 然而, 赤霄却不为所动, 依旧向陆正发起攻击。 自不量力, 就算你是东方神龙, 可你站在了, 我对立面,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陆正说着, 直接抬手向赤霄与司马向阳攻去。 司马向阳心急如焚, 此刻再不去就江浩, 就来不及了。 如果江浩死在这里的话, 他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 沈万里, 他们也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却没有丝毫办法, 他们只是六阶觉醒者, 根本不会飞。 在场也就陆继云脸上露出了笑容。 哼, 死! 这一笑, 直接牵动了陆继云脸上的伤势, 让他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该死的四个砸碎, 你们给我等着,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陆继云在心里怒骂一声, 江浩感觉身体四周传来的冷力风声, 深吸一口气, 心念一动,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金冠羽翼直接从身后展开, 碰! 江浩羽翼煽动, 一个俯冲后, 直接冲天而起。 众人呆呆地看着江浩背后, 展开足有十多米长的金冠羽翼。 卧槽, 江浩这也太帅了吧, 他是从哪弄的这么一个羽翼的, 而且竟然还是A级品质。 确实好帅, 只是为何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翅膀武器呢? 这是那位强化者制作出来的。 要是咱们也有这种能飞的翅膀的话, 咱们的战斗力是不是又会提升一些? 也不知道是谁开的头, 众人纷纷议论起来。 陆继云脸色难看, 如同吃了一吨重的香。 该死的, 该死的, 为什么会这样? 这怎么可能? 陆继云在心中咆哮, 可眼前的事实告诉他, 江浩拥有飞行能力。 别说陆继云不敢相信了, 就连陆正, 司马向阳此刻也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江浩。 到了他们这种级别, 自然知道一些隐心, 龙国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飞行武器了, 可是却始终没有成功过。 没想到, 江浩如今竟然拿出了飞行武器, 而且还是A级的, 这怎么可能? 而司马向阳此刻也终于明白了, 为何看到江浩从空中掉下去, 没有一点着急的样子, 反而继续向陆正攻击, 原来是知道江浩有这样的底牌。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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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看天上! 卧槽! 那个人怎么长了一个翅膀呢? 莫非这就是飞行武器? 他是在哪买的? 是不是咱们也能买到飞行武器了? 市区众人一直注意这边, 在看到江浩背后的翅膀后, 顿时震惊不已。 同时也开始联系自己的朋友, 打听飞行武器的事情。 也有一些人, 直接开启了直播, 将这次的战斗发布到了网上。 与此同时, 天空上, 江浩来到了陆正对面, 目光讥讽。 陆正是吧? 你的实力也不怎么低啊? 你这翅膀是哪来的? 陆正没有理会江浩, 反而目光灼灼地, 看着江浩背后的翅膀。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江浩摇了摇头, 没有兴趣与陆正继续聊了, 直接开始运转体内能量, 随即向陆正发起了攻击。 司马向阳, 赤消见状, 也纷纷向陆正发起攻击。 第202章, 沈秦苍到来。 此刻, 除了沈万里以外, 其余三位军长也开始让自己的人, 开始给背后司令打电话。 这不仅仅是江浩表现出来潜力, 更是因为江浩表现出来的飞行武器。 这让他们意识到了, 自己之前还是低估了江浩的价值。 所以, 这一刻必须请自己背后的司令出手了。 而他们也看出来了, 谁能够保下江浩, 谁就有可能让江浩加入他们的军团。 以江浩的潜力, 他们丝毫不担心, 江浩会被埋没。 可以说, 谁拉拢了江浩, 那方军团的实力就会提升一大截。 天空之上, 战斗依旧在继续。 降龙十八掌第一势, 抗龙有悔。 降龙十八掌第二势, 飞龙在天。 江浩直接施展出了降龙十八掌, 一道道龙形虚影自江浩的掌心中释放出来。 我靠, 这不是江浩吗? 他现在竟然都能跟七阶决心者战斗了吗? 这是认真的吗? 网络上, 一些网友看到江浩施展出来的降龙十八掌。 他们虽然看不清监控上人的脸, 却依旧凭借降龙十八掌的特性, 第一眼认出了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江浩。 咦? 江浩背后的是什么? 江浩背后怎么有一对翅膀呢? 很快, 网友注意到了江浩的翅膀, 立即纷纷猜测起来。 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飞行武器吧? 好帅嘛, 我也想弄一个飞行武器, 到时候, 我一定是我们这条街, 最亮的仔。 谁知道这个飞行武器的出路, 我愿意出价一个亿。 直播间里的弹幕, 从开始就没有停止过。 而江浩他们战斗, 也同样没有停止过。 江浩他们三个, 形成一个三角, 将陆正围在了正中间。 不过, 既然江浩他们三个联手, 依旧与陆正打得平分秋色, 没有占到什么实质性的便宜。 此刻江浩他们已经明白了, 他们三个继续打下去,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但此刻正因为这种平衡, 让他们谁也不能停手。 如果一旦停手了, 很有可能让彼此重伤。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笑声响起, 老陆, 你这是怎么了? 动这么大的火气。 众人闻声望去, 就看到一位面容和善的中年人 从远处掠了出来。 老沈, 你也是来阻止我的。 陆正没有回头, 眼下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倒是江浩在听到陆正的话后, 回头看了一眼。 陆正叫对方老沈, 这也就说, 死人是荆棘军的司令了。 就是不知道他与沈梦里是什么关系。 他知道, 沈梦里背后, 就是荆棘军。 沈秦苍对江浩友善地点了点头, 心中却也是诧异不已。 他之前就从孙女沈梦里口中听说了江浩, 知道江浩年轻有为, 实力不凡。 之前沈梦里替江浩出头, 他也清楚。 原本他以为, 江浩只不过是有些潜力的年轻人而已。 没想到, 自己还是低估了江浩。 之前接到张斐的电话, 说, 江浩拥有堪比七阶觉醒者的能力, 他才亲自过来的。 原本他只不过抱着江信江仪的态度, 如今亲眼看到了, 才意识到江浩的潜力有多大。 同时他也庆幸, 自己亲自过来了。 下方, 张猛, 李肖他们斜着眼睛看向沈万里。 这个狗东西, 早就看出了江浩不一般, 竟然提前打电话联系沈青仓了。 此刻有沈青仓在, 江浩必然不会有事的。 张猛他们心中暗自惋惜, 没想到让沈万里给抢先了。 似是注意到了张猛他们的目光, 沈万里得意地点着脚。 那模样要多欠揍就有多欠揍, 看得张猛他们差点想要圈踢沈万里。 沈青仓叹了一口气, 老陆,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江浩小有事国之动量, 我相信不仅是我, 其他人也不会允许你动他的。 那我孙儿岂不是白死了? 陆正脸色一沉, 不等其他人说话, 江浩淡淡说道, 如果他们不招惹我的话, 或许他们会活得好好的。 小子, 你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吗? 陆正冷哼一声, 江浩耸了耸肩。 圣书院的底蕴, 不是说任何人在龙宫都跟普通人一样吗? 怎么巴结觉醒者就没事了? 还有这个巴结觉醒者在哪? 为什么自己只感觉到了这股气息, 却不见巴结觉醒者呢? 就在江浩猜想的时候, 那股气息突然消失了。 再看陆正, 此刻脸色涨红, 不知道是被刚才的气吸压的, 还是气的。 陆正深吸一口气, 最终还是选择服软了。 既然一号都开口了, 那我自然要给你面子了。 他不服软也没办法, 除非他突破到八阶, 不然七阶与八阶之间的鸿沟, 他是没办法抹除的。 即便他如今是半步八阶, 可在八阶面前依旧跟小孩子一样。 尤其在龙宫, 此刻他更是没有任何抵抗力。 一号笑容不减地点了点头。 江浩却暗自心惊, 这就是一号吗? 谈笑风声间就解决了自己麻烦。 就是不知道, 如果陆正够刚, 就是不服软的话, 一号会怎么做? 一号再次看向江浩, 江浩是吧? 之前或多或少听过你的名字, 倒是英雄初少年。 一号客气了, 这次秘境之行不容易吧? 说说你的发现吧。 江浩点了点头, 没有太多的隐瞒, 将大部分事情说了一遍, 同时也将自己的发展说了一遍。 当众人听到, 秘境竟然与现实在融合, 他们脸色结实一变。 秘境与现实融合绝对不是小事, 谁也不敢保证, 秘境与现实融合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一到秘境与现实融合后, 秘境里的可怕魔物必然会出现在现实之中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 怕又要有大部分人生灵涂炭了。 一时间, 所有人顿时开始交头接耳, 就连一号都露出民众的神色。 在场最自然的, 怕也就是江浩了。 然而众人讨论半天, 依旧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来。 一位老者沉声道, 一号, 我觉得咱们应该把西太平洋附近的人撤回来, 并且及时在那里建立防线, 免得秘境融合后, 里面的魔物对咱们龙国人造成伤害。 众人点了点头, 虽然没有合适的处理方案, 但老者的建议不错。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减少没必要的损失, 同时还可以预防秘境之中的那些魔物出现。 一位中年女性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件事用不用通知一下其他国家。 大家早点做准备, 万一秘境与现实融合了, 咱们人类还是要团结在一起的。 先不用通知其他国家了, 他们也有人进入了秘境, 估计这件事他们也会发现, 咱们还是顾好自己吧。 一号摇了摇头, 张言, 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乾隆军了, 凡是靠近西太平洋位置的城镇, 全部建立三道防线, 先不用通知当地居民, 难得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张言点了点头, 好, 一会会议结束, 我就通知下去。 之后, 众人有说了一些其他建设, 这才宣布散会。 江浩跟司马向阳离开了会议厅, 然而还没走多远, 他们就被拦了下来。 你们要干什么? 司马向阳神色不悦地看着沈秦苍他们四人。 沈秦苍笑道, 司马, 你别这么小气行不, 江浩这样的天才, 放在赏金工会简直是浪费, 让他加入军队历练一番多好。 张言也开口笑道, 是啊,司马, 大家都不是外人, 把江浩交给我们你, 根本不用担心。 我告诉你们, 没门, 我赏金工会好不容易有个好苗子, 凭什么让给你们? 司马向阳冷哼一声。 江浩此刻也已经听明白了, 感情这些人是来拉拢自己加入军方的。 猛虎军司令李天龙争吵道, 话不能这么说司马。 你也知道江浩是好苗子, 可他在赏金工会能有什么作为? 好男儿就要加入军队, 为国效力才是。 去你个驴粪球的, 赏金工会就不为国家效力了。 司马向阳美好气, 递白了一眼李天龙。 你们也别打江浩的注意了, 下个月就是圣学府开学的日子了, 江浩注定要加入圣学府的, 没时间跟你们这些老兵提完。 说完, 司马向阳也不理会审情仓他们, 直接带着江浩离开了。 老会长, 下个月圣学府就要开学了? 江浩有些诧异, 他还真不知道圣学府什么时候开学。 司马向阳点了点头, 嗯, 每年的十月份都是圣学府开学招生的日子。 江浩好奇地问道, 圣学府入学有什么条件? 以我如今的实力, 上不上圣学府, 应该问题都不大了吧? 你别小瞧了圣学府, 就算八阶觉醒者进入圣学府也不敢嚣张。 司马向阳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江浩。 江浩文言一经, 八阶觉醒者进入圣学府竟然都不敢嚣张, 莫非? 难道圣学府有九阶觉醒者? 司马向阳点了点头, 嗯, 而且不止一位。 江浩文言不都倒吸一口凉气, 九阶觉醒者, 目前他们龙国一位九阶觉醒者都没有, 圣学府竟然不止一位。 也正是因为圣学府拥有九阶觉醒者, 才让圣学府在各国之间拥有独特的地位。 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瞧圣学府。 江浩文言深有所感地点了点头。 之前, 他确实小瞧了圣学府, 原本以为自己的实力进不进入, 圣学府已经无所谓了。 如今看来, 自己还真要进入圣学府看看。 江浩犹豫了一下, 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老会长, 如今距离灵气复苏已经过去了三百年, 为什么只有圣学府拥有九阶觉醒者? 其他国家却没有九阶觉醒者呢? 九阶觉醒者并不是那么好突破的。 圣学府拥有的九阶觉醒者, 也是付出了不小代价, 才成功的。 司马向阳叹了一口气, 随即看向江浩, 微微一笑。 或许有一天, 你能做到这一步。 江浩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自己三阶就拥有了堪比七阶觉醒者的战斗力。 自己如果突破到四阶, 五阶甚至六阶, 说不定就能拥有堪比九阶觉醒者的战斗力了。 说实话, 江浩自己也挺期待的。 而且现在自己还有一个一气化三清的天赋, 自己一个人就相当于四个人。 两人一边走一边聊着天, 江浩本想直接龙城, 但司马向阳没同意, 而是直接将江浩带回了自己家里。 第205章, 回家。 一日, 司马向阳一路将江浩送到了飞机上, 这才与江浩道别。 几个小时后, 江浩终于回到了龙城。 感受着龙城气息, 江浩不由陶醉地深吸一口气。 虽然龙城只是三线城市, 可却给他一种家的感觉。 其他城镇再好, 也没有让他有活这种感觉。 江浩走出飞机场, 便立即马不停蹄地往家赶。 如今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了, 也不知道爸妈怎么样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家这么长时间呢。 原本这个月, 他应该是参加赏金工会比赛的, 结果因为秘境的事情, 也没有参加赏。 也不知道龙城赏金工会成绩如何了, 等明天找刘景龙再说吧。 他现在只想赶紧回家, 有种归心似箭的感觉。 一个小时后, 江浩回到了家里, 他兴高采烈地打开房门, 原本以为迎接他的会是父母激动的笑脸。 然而, 迎接他的却是一股浓郁的药味。 江浩眉头一皱, 心中顿时升起一抹激动。 很快将尚全的身影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看到开始人江浩将尚全嘴动了动, 想要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 爸, 我妈呢? 江浩没有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发颤, 江尚全的声音有些发沉。 你妈在房间呢? 进来吧。 江浩跟着江尚全来到房间, 就看到萧玉芬面色苍白地躺在床上, 一旁还打着点滴。 爸, 我妈这是怎么了? 江浩看向江尚全。 江尚全眼中含泪地说道, 你走后几天, 一个自称是白羊的年轻人带着一群人过来了, 打伤了我跟你妈。 如果不是刘先生及时赶到的话, 你妈已经死了。 白羊? 江浩闻言脸色一沉, 心中更是怒火中烧。 白羊, 很好, 我还没捣出手收拾你们呢, 你倒来找我的麻烦了。 爸, 我不是给你跟我妈留治疗药剂了吗? 江尚全痛苦地坐在地上, 都怪我。 你走不久, 我非要去沦陷区历练, 你妈劝不住我, 也跟着去了。 结果我们遇到了四间魔物, 我们虽然逃出来, 可我也身受重伤。 为了救我, 治疗药剂都给我使用了。 爸, 没事, 我这还有治疗药剂, 你担心, 我妈会没事的。 江浩强忍着心中杀意, 将江尚全扶到椅子上。 然后来到床边, 手掌一翻, 顿时多出了十多瓶治疗药剂。 江浩一瓶一瓶喂给萧玉芬。 直到第十瓶的时候, 萧玉芬这才悠悠转醒。 萧玉芬! 萧玉芬看着江浩,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她真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江浩了呢。 江浩也流下了泪水, 妈我回来了, 没事了, 还他妈? 你感觉怎么样了? 江尚全连忙来到床边, 一脸紧张地看着萧玉芬。 萧玉芬昏迷这段时间, 她真是害怕了, 她不敢想象, 如果萧玉芬不在了, 她还能不能活下去了。 还他爸! 萧玉芬微微一笑, 老梁口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爸妈, 这个你们练话, 明天我带你们去复仇, 另外这个, 你们也练话了。 江浩手掌一翻, 取出了两枚绝形水晶。 她将莲姆斯蒂夫的雷系绝形 水晶递给江尚全, 将一枚忘记杀谁的得到的体能者的 绝形水晶递给了萧玉芬。 随后又拿出两枚变异者的绝形水晶, 让他们炼化。 对于江浩拿出来的东西, 江尚全、 萧玉芬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将其炼化。 很快他们便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浩。 他们知道江浩有增加天赋的水晶, 却没想到, 竟然连这种增加能力的水晶都有。 如今, 他们两个都拥有了三种不同能力。 小浩, 报仇的是, 萧玉芬不太想报仇, 毕竟渊渊相报何时了? 她只希望一家人能渐渐康康地生活在一起。 然而,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江尚全打断了。 还他妈, 这一次咱们听小浩的。 见江尚全如此郑重的递说, 萧玉芬轻叹一口气,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江浩再次手掌一番, 很快两件飞行武器出现在了她手中。 爸妈, 这是两件A级飞行武器, 你们将其炼化, 到时候也能借着这个飞行了, 这会让你们的实力提升很多的。 江尚全与萧玉芬没有拒绝。 萧玉芬担忧地看着江浩, 小浩, 那个白家不是。 江浩自然知道萧玉芬说的是什么意思, 自信一笑, 妈, 你就放心吧。 如今整个龙国, 能够战胜我的友, 但能够杀死我的, 只有两个。 见江浩这般, 江尚全与萧玉芬也就彻底放心了。 三人聊了一会, 江浩便自觉地将空间让给了老两口, 他也回到了自己房间。 江浩洗漱一番给手机充上电, 这段时间要么是在秘境之中, 要么在没有信号的地方, 以至于手机根本用不了。 而且, 这么多天也早就没电了, 直到现在比充电。 刚一开机, 就发现好多个未接电话与短信, 绝大部分都是苏清雪打来的, 其中也有几条是秦清兰, 沈梦里打来的。 江浩先是给苏清雪打去了电话, 跟他聊了两个小时, 苏清雪这才意犹未尽地挂断了电话。 随即江浩又联系了秦清兰与沈梦里, 与他们聊了一会。 挂了电话, 江浩调整了一下状态, 直接施展了一气化三清。 想象中的天降异象, 灵魂分割什么都没发生。 只是房间内凭空出现了三个没有穿衣服的江浩, 这三人与江浩一模一样。 神情, 气息, 心跳频率都是一样的。 不过江浩却也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三人虽然都是他自己, 可三人却有独立的思想。 呀, 主音, 修修! 赤霄注意到江浩身边多出来的三个江浩, 先是一愣, 可当他看到三人竟然都没穿衣服, 那三只小鸟鸣晃晃地暴露在他面前, 他不由惊呼一声。 江浩脸上一阵黑线, 另外三人神色也不太好看, 连忙自顾自地到衣柜里, 各自找了一身衣服穿上。 随即四人对视一眼,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本尊, 三个本体对江浩行了一礼。 江浩点了点头, 随即心念移动, 三个本体瞬间消失不见, 再次心念移动, 三个本体又再次出现在了房间之中。 江浩满意地点了点头, 三个本体虽然有独立思想, 却始终受本尊掌控, 并且他与三个本体之间的记忆也都是互通的。 第206章 报仇 三个本体此刻展现出的修为也都是三阶。 我给你们取个名字吧, 来区分你们。 对此三个本体并没有拒绝, 可以。 江浩想了想然后问道,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的名字, 可以说出来咱们研究研究。 最左边的本体笑道, 本尊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你可以根据赐予我们的能力来给我们命名。 这会不会有些太敷衍了? 江浩眉头一皱, 中间的本体耸了耸肩, 无所谓啊, 我们本来就是本尊制造出来的, 名字只不过是个代号而已, 只是在于咱们之间的区分放在外人眼里, 咱们都是江浩。 江浩点了点头, 觉得这个本体说的很有道理。 你们有想要的能力吗? 最右边的本体说道, 看本尊需要什么能力了, 我建议本尊先不要着急, 考虑好了再赐予我们能力。 毕竟我们一旦被赐予能力后, 这个能力就会一直跟着我们。 而且, 本尊也要考虑好需要什么能力。 毕竟我们不分开的话, 本尊是可以使用我们能力的。 江浩文言点了点头, 这件事, 他必须要重视, 随即开始陷入了沉思。 最左边的本体笑道, 本尊不用考虑我们的天赋问题, 咱们天赋是想通的, 毕竟我们是从你身上分化出来的本体。 说白了, 你是我们, 我们也是你。 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们需要以你为主。 文言, 江浩手掌一番, 三枚储物装备出现在他手里。 随即, 三件飞行武器也出现在了他手里。 三个本体虽然与他同登同圆, 可却不具备系统空间, 所以必须需要储物装备至于飞行武器, 那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个本体自然不会跟江浩客气, 直接接过了储物装备以及飞行武器。 想了想, 江浩手掌再次一番, 一枚觉醒水晶出现在手里。 这是之前在秘境之中, 击杀的日不生, 一位女人获得变异者觉醒水晶, 能够变身成银背大猩猩。 正好可以自己使用。 江浩看了一眼三个本体, 随即将觉醒水晶给了最右边的本体。 最右边本体没有说什么, 直接将其炼化了。 既然你炼化的是变异者觉醒水晶, 那你就叫变异者本体吧。 最右边本体点了点头。 江浩看向另外两个本体,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给你们什么能力, 你们就先这样吧。 另外两个本体没有意见。 随即江浩心念一动, 三个本体消失不见, 也不能说消失不见, 只能说进入到了他的身体。 江浩想到了什么, 再次心念一动, 下一秒, 他直接变身成了一只银背大猩猩。 江浩看了一眼自己变身后的样子, 心中非常满意, 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感受了一会变异者所带给他的奇特感觉后, 江浩这才恢复人形状态。 主营, 刚才是什么情况? 看到江浩终于恢复正常了, 赤霄从江浩的食指上飞了下来。 就是一个天赋, 你不是跟我能力共享吗? 仪器化三清? 江浩点了点头, 赤霄歪着小脑袋, 下一秒, 他的身边竟然也出现了三条五爪龙。 之所以说是五爪龙, 是因为这三条五爪龙通体透明, 没有任何颜色。 江浩有些诧异地看着赤霄, 没想到, 赤霄连自己的仪器化三清都能施展。 系统不是说仪器化三清是一次性天赋吗? 为什么自己施展完了, 赤霄也可以施展。 当即江浩将这个疑问问了出来, 赤霄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随即赤霄收回了三个本体。 你收回去做什么? 我这还有一些觉醒水晶, 你可以用来增加三个本体的能力。 赤霄摇了摇头, 不一样的主营, 我需要吞噬其他龙族血脉, 才能让它们增加属性。 江浩听得有些似懂非懂, 不过并没有多问, 他相信赤霄自己的选择。 一日, 吃过早饭后, 江浩带着已经完全适应了 自己能力的江尚泉, 萧玉芬, 直奔白家。 既然白杨已经对他出手了, 那他也没有什么客气的了, 顺便正好解决一下之前的恩怨。 陈辉小镇, 白文洛, 徐静吃过早餐, 正准备去公司。 不等他们上车呢, 就看到三人迎面走了过来。 看到为首的江浩后, 两人脸色一变, 连忙招呼身边的保镖, 拦住江浩他们。 爸妈, 他们交给你们了。 江浩瞥了一眼重来的二十多名保镖, 停下了脚步。 这些保镖都是二阶的修为, 让江尚泉他们对付完全绰绰有余了。 如今江尚泉他们虽然也是二阶觉醒者, 可此刻, 他们已经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同级之中, 绝对不会有人是他们对手。 江尚泉与萧玉芬对视一眼, 两人也不迟疑, 直接出手。 江尚泉, 依旧是用体能者力量。 而萧玉芬也用灵能者的力量。 江浩用洞察之眼看, 向老两口。 姓名, 江尚泉。 年龄, 42。 等级, 二阶。 天赋, S级烈焰, SSS级速度。 能力, 罗汉战体, 体能者, 雷系灵能者, 北极熊, 变异者。 状态, 巅峰。 热点, 胸口, 小腹, 膝盖, 脊椎。 姓名, 萧玉芬。 二阶, 天赋, S级续能, SS级风锐。 能力, 精细灵能者, 灵云体, 体能者, 巨狼, 变异者。 状态, 巅峰。 热点, 肩膀, 后颈, 脚心, 小腹。 看着父母的信息, 江浩眉头一皱。 没想到, 爸妈如今的能力,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弱点。 看来, 自己需要让他们多注意一下, 这四个部位才行。 在江浩这样想着的时候, 江上全, 萧玉芬他们已经与那些保镖激站在一起了。 虽然这些保镖人数占优势, 可依旧无法拦住江上全他们。 很快, 二十多位保镖便全部被打趴下了。 江上全与萧玉芬还是太善良了, 他们只是打伤了这些保镖, 并没有击杀这些保镖。 江浩手掌一番, 取出了好久没用的赤烟剑, 随即走向了这些保镖。 江浩没有更多手下留情, 直接取走了他们的性命。 以白家的作风, 这些保镖也不会有一个干净的, 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白文洛战战兢兢地看着江上全他们。 你们要干什么? 我警告, 你们别过来。 第二百零七章, 你开心吗? 解决了白文洛, 徐靖, 江浩便带着江上全, 萧玉芬他们离开了。 一股浓郁的血腥从白家散发出来, 也不知道是谁发现了白家发生的一切, 连忙报了警。 而此时此刻, 江浩与江上全他们已经去了彭城。 彭城是北华大学的大本营, 虽然不是一线城市, 但因为有北华大学这么一个顶级大学在, 彭城在二线城市中也算是翘楚了。 北华大学? 白阳刚刚完成上午的训练, 手机就响了起来。 喂你好, 你好请问是白阳先生吗? 我是, 你那位? 白阳有些好奇, 谁会在这个时候给自己打电话? 手机另一头沉声道, 是这样的, 我是龙城警卫司的人, 你家上午被人袭击了, 你父母全部遇害。 什么? 怎么回事? 白阳心中一惊, 满脸不可思议。 自己家遇袭, 自己家怎么会遇袭呢? 他们白家可是龙城的大家族。 具体怎么回事, 我们还在调查, 之所以给你打电话, 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警卫司的人说了两句, 便挂断了电话。 白阳站在原地, 一脸呆若木鸡的模样。 此时此刻, 他都没有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父母竟然被害了。 白阳身体有些亮强, 心中恨意滋生。 不管你是谁, 我都要你为此付出代价。 而就在这时, 三道人影来到了北华大学的门口。 萧玉芬有些不放心地问道, 小浩, 这里可是北华大学, 咱们就这样进入, 真的没事吗? 江浩目光看着北华大学, 轻声道, 放心吧妈, 今天咱们只为复仇, 谁敢阻拦, 就是与我作对。 他已经想好了, 谁敢拦着他, 他就杀谁。 白阳今天, 他杀定了。 如果龙国高层因此对自己出手的话, 他就带着父母离开龙国去圣学府。 走吧, 咱们进去吧。 江浩说着, 便抬脚向北华大学走去。 江上泉与萧玉芬跟在身后。 你们是什么人? 保安拦住了江浩他们。 江浩微微一笑, 我们有事, 需要进入办理一下, 马上就会出来的。 保安摇了摇头, 态度十分坚决, 不行, 你们有事的话, 可以打电话让朋友出来接你们, 绝对不能直接进去。 凭借他老辣的眼神, 他已经看出了这三人来者不善, 这样他更不能随意放这三人进入了。 江浩耸了耸肩, 随即趁着保安不注意, 直接一记手刀落在了保安的脖子后。 将保安打晕后, 江浩直接带着江上拳, 萧玉芬进入了北华大学之中。 与此同时, 龙城警卫司。 司长, 已经查到了, 杀害白家的人正是江浩。 一位警员来到孔文广的办公室。 孔文广文言瞳孔一说, 你确定杀白家的人是江浩? 如果是江浩, 那性质可就变得不一样了。 尤其还涉及到了江浩。 最近他听到不少江浩的传闻, 如今江浩可是了不得存在。 可以说,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江浩将前途无量。 那名警员点了点头, 千真万确。 我们通过周围的监控, 发现了江浩的身影。 而我们也调查了白家的监控, 确实是江浩做的。 孔文广眉头一皱, 陷入了沉思。 那名警员没有打扰孔文广, 十分懂事地离开了办公室。 孔文广想了想, 随即拿起电话给刘景龙打了过去。 江浩目前来说属于赏金工会的人, 这件事必须要跟刘景龙说一声才行。 另一边, 江浩他们走进了北华大学, 江浩拉住了一名学生。 那名学生脸色不悦, 可当他看清邋遢的人是江浩后, 态度立即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江浩, 你是江浩, 天啊, 我终于见到你本人, 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那名学生激动地说话, 有些语无伦次。 江浩笑道, 是我, 我是来找白杨的, 你认识白杨吗? 我认识, 我俩是一个班的, 也是一个寝的。 我刚刚还看到他会寝室了呢, 我这就带你去找他。 十分幸运, 那名学生与白杨竟然认识。 当即那名学生带着江浩来到了他们的寝室。 他们刚来到寝室外, 寝室的门就从里面打开了, 紧接着白杨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到江浩那一刻, 白杨一愣, 随即想到了什么,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江浩, 是你杀了我父母? 江浩微微一笑, 是我, 你开心吗? 这是我会给你的礼物。 那名带着江浩来的学生, 闻眼脸色一变, 他原本以为江浩与白杨是朋友, 所以才这么热情地带着江浩过来。 还想要借着白杨跟江浩混个脸熟, 却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 那名学生不动声色地开始后退, 江浩他们并没有阻拦。 白杨则回到房间, 江浩也跟着走了进去。 白杨拿起床上的法杖, 目光冰冷地看着江浩。 江浩, 今天我要为我父母报仇。 江浩却没有理会白杨, 而是将目光落在了法杖上。 虽然没有拿在手里看, 可江浩依旧一眼认出了, 这柄法杖正是系统出品的武器。 怎么? 你就依仗这柄法杖。 江浩露出玩味的目光。 白杨冷哼一声, 哼, 凭借着柄法杖, 想要解决掉已经足够了。 爸妈, 你们谁来解决掉他? 江浩没有理会白杨, 而是回头看向了江上全, 萧玉芬。 江上全从后面走了出来, 我来吧。 江浩点了点头, 微微后退一步, 示意江上全可以开始了。 白杨恶狠狠地说道, 哼, 老东西, 上一次我就不应该手下留情, 就应该直接弄死你们。 你上次可没有手下留情, 如果不是刘会长过来了, 我们只怕已经被你打死了。 不过今天不一样了。 江上全冷笑, 他早就想报仇了, 如果不是为了照顾萧玉芬, 不是为了等江浩回来, 他早就报仇了。 深吸一口气, 江上全手掌一张, 顿时雷霆呼啸, 直奔白杨。 白杨一惊, 灵能者。 这怎么可能, 你不是体能者吗? 他调查过江上全, 萧玉芬对他们的能力都有所了解。 可眼下江上全竟然能施展出雷系攻击, 这实在让他无法接受。 感受到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雷霆, 白杨来不及多想, 那些法杖便赢了上去。 他是火系灵能者, 法杖也是火系灵能者专用, 可以让他的攻击有所提升。 然而, 就在这时, 法杖突然剧烈颤抖起来, 不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江上全的雷霆给轰击在了身上。 第208章 我要杀的人你阻止不了。 龙城警卫司办公室, 老孔, 你这么急叫我过来, 有什么事吗? 刘景龙推门而入, 他本来是想要去江浩家, 看江浩父母的, 结果孔文广给他打电话, 非要他过来一趟, 他无奈只能先过来。 孔文广沉声道, 老刘, 咱们也认识很长时间了, 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的了, 江浩这次贪大事了。 怎么了? 刘景龙眉头一皱, 江浩贪大事了? 江浩贪什么大事了? 他怎么不知道呢? 按理说, 如果江浩有什么事的话, 早就有人通知他了。 今天早上, 白文洛他们两口子被江浩杀了。 刘景龙连忙问道, 白文洛他们两口子被江浩杀了。 江浩回来了? 他还不知道江浩回来呢? 不过江浩杀了白文洛, 徐静, 他倒没有任何意外。 谁让白羊招惹江浩了? 说白了, 这都是他们死有余辜。 老刘, 你的重点不应该是江浩回来了, 应该是江浩公然杀死了白文洛他们两口子。 这件事已经触犯了法律。 孔文广摇头苦笑, 刘景龙冷笑一声, 老孔, 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 前段时间江浩父母差点被白羊杀了的事情。 我自然知道, 只是这是一码归一码, 我就因为知道, 所以才一直压制这件事呢, 一直等你过来。 孔文广叹了一口气, 刘景龙想了想, 然后问道, 那你是什么意思? 孔文广摇了摇头, 不是我什么意思, 我让你过来, 是想要问你, 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你要知道, 这不是一件小事, 所以必须要慎重。 你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刘景龙想了想, 也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当即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离开办公室后, 刘景龙直接打电话给了孟少杰, 并且将这将是跟孟少杰说了一遍。 然而孟少杰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而是让刘景龙先等一会。 刘景龙等了二十多分钟, 孟少杰这才给他回过电话。 老刘, 这件事我已经问过老会长了, 老会长说他来解决, 你不用操心了。 听到孟少杰的话, 刘景龙并没有因此放心多少。 领导, 老会长说的解决, 是怎么解决? 江浩他。 不等刘景龙说完, 孟少杰便打断了刘景龙的话。 你放心吧, 老会长不会让江浩有事的, 老会长会保下江浩的。 听到孟少杰这么说, 刘景龙只来松了一口气, 然后转身回了办公室。 碰, 白羊重重地撞击在墙上, 雷霆在他身上不断游走, 让白羊身体不停地抽搐着。 将白羊击败, 江上全并没有再出手。 之前白羊带人打他们的时候, 已经将他与江浩的恩怨说了一遍。 所以他将白羊的生死, 留给了江浩。 江浩来到白羊身前, 蹲下身子, 居高临下地看着已经有些翻白眼的白羊, 伸手拍了拍他的脸。 怎么样? 还想要报仇吗? 江浩讥讽地看着白羊。 白羊回过神, 一脸愤恨地看着江浩。 江浩, 我不服。 凭什么, 他一个S级天赋的火系灵灯者, 又是富二代, 会步入一个废物鼓舞者。 自从他们觉醒以后, 他就发现, 江浩一直走到自己前头, 凭什么? 自己究竟哪里出江浩差了? 不服? 你不服也没用。 江浩淡然一笑, 随即拿起掉落在地上的法杖。 白羊怒吼一声, 你别碰我武器。 你武器? 江浩瞥了一眼白羊, 玩味地笑了笑。 你或许还不知道吧, 这把武器出自我的手, 白羊一愣, 随即露出冷笑。 这怎么可能, 能制作武器的只有强化者? 江浩根本不是强化者。 江浩没有理会白羊的笑容, 而是伸手轻轻弹在了法杖上。 随后在白羊惊恶的目光下, 法杖瞬间化作了飞灰。 这…… 白羊神色有些导致, 武器虽然能在战斗中损坏, 却不可能化作飞灰。 只有强化者才能让武器消失得如此干脆。 可江浩不是鼓舞者吗? 为何会强化者的手段? 白羊疑惑不已, 只是江浩不准备给白羊解释这些, 他伸手抓向白羊的脑袋。 住手! 就在这时, 一道爆合声响起, 随即就看到一道人影从外面冲了进来。 看到来人, 江浩面无表情。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北华大学的校长, 袁长庆。 而在他身后, 还跟着一众北华大学的高层。 对于袁长庆的到来, 江浩并没有什么意外。 他知道自己如此大摇大摆地过来, 必然会引起袁长庆的注意。 袁长庆沉声道, 江浩, 有什么好好好说, 没必要打打杀杀。 你要阻止我。 江浩看向袁长庆。 袁长庆点了点头, 是, 不论如何, 白羊是我北华大学的学生, 我都不能让他有事。 心中却暗骂白羊, 这个该死的混账, 没什么是招惹江浩干什么。 别人不知道, 他昨天可是看到了江浩与司马向阳 联手对付陆正的直播。 知道江浩已经成了气候, 不是他这个大学校长所能阻拦的了。 不过尽管如此, 他还是硬着头皮过来了。 不然若是被别人知道, 江浩在他们北华大学肆意杀人, 他们北华大学却没有任何作为, 这让其他人该如何看待北华大学。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要阻止江浩杀人。 校长救我! 看到袁长庆过来, 白羊心中似乎有了一些底气。 袁长庆不像其他大学校长, 只是五阶修为, 袁长庆乃是六阶觉醒者。 江浩冷哼一声, 呱躁。 随即一巴掌落在了白羊脑袋上, 丝毫不给袁长庆反应的机会, 直接一掌击毙了白羊。 不好意思, 我要杀的人, 你拦不住。 江浩站起身, 拍了拍手, 似乎刚才就是在倒垃圾一般。 你, 袁长庆脸色阴晴不定, 他怎么也没想到, 江浩竟然如此不给他面子。 直接直接当着他面, 将白羊给杀了。 身后那些北华大学高层, 同样脸色难看, 江浩简直没把他们北华大学放在眼里。 江浩淡淡地说道, 人已经被我杀了, 袁校长,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的话, 我就走了。 不等袁长庆说话, 一名年轻的女老师开口说道, 你不能走, 你杀了我们学校学生, 怎么可以就这么离开? 我已经报警了, 你等着警卫司的人过来抓你吧。 第209章, 我想要。 此话一出, 江浩没有什么反应, 倒是袁长庆被吓了一跳。 这要惹毛了江浩, 谁能平息江浩的怒火? 谁让你报警的? 袁长庆冷冷地看着那位女老师。 女老师被袁长庆吓了一跳, 眼中含泪。 校长, 她。 不等女老师说完, 袁长庆就已经不看她了, 而是看向江浩。 江浩, 你看到了, 这件事已经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 江浩面无表情, 所以呢? 袁长庆沉声道, 你现在要走, 还是等警卫司的人过来。 你随意, 不过白羊的尸体, 我们要带走。 江浩没有说什么, 直接带着江上全, 萧玉芬离开了。 走出寝室, 萧玉芬有些不放心地问道, 小浩, 咱们就这样走了, 真的没什么事吗? 放心吧妈, 没人会把我怎样的。 江浩笑了笑, 确实如此, 要知道现在她可不是一个人了, 惹急眼了, 她将另外两个本体也赐予能力, 这样一来, 不敢说是七阶对手, 但七阶觉醒者也别想对付她。 再者, 她还有赤萧呢。 听到江浩的话, 江上全与萧玉芬这才放心。 三人直接往龙城赶去。 路上, 司马向阳的电话打了过来。 你小子, 还真能惹事啊, 回去就开始杀人。 江浩刚接起电话, 司马向阳的声音就传了出来。 江浩无所谓地说道, 没办法, 有人招惹我。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你放心吧, 都已经摆平了, 这段时间你就不要乱跑了, 马上圣学府就要招生了, 你准备一下去圣学府吧。 说完, 司马向阳就挂了电话。 对于司马向阳会给自己平视, 江浩并没有感觉到意外。 回到家中, 江浩坐在房间中, 如今白家解决了。 但黑龙会以及西门家族还没有解决呢? 在江浩想着如何解决这两个事例的时候, 电话响了。 江浩拿起手机一看, 是刘景龙的号码, 当即接了起来。 刘景龙半开玩笑地问道, 小浩, 你小子回来也不打声招呼, 怪刘叔没照顾好你父母? 没有, 只是时间有点急, 所以就没来得及打招呼。 江浩微微一笑, 他并没有怪刘景龙, 毕竟刘景龙又不是他家保姆, 不是缠身,不可能面面俱到。 不过,如今有一期话三清了, 他也就不用再怕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刘景龙问道, 你现在有时间吗? 咱们见一面。 可以, 在什么地方? 江浩没有拒绝, 就算刘景龙不发这个电话, 他也打算明天跟刘景龙见一面, 顺便研究一下, 如何解决黑龙会与西门家族的事情。 自己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这两个事例同样没有消停过。 这样吧, 我给你发个位置, 然后你过来吧。 与刘景龙挂了电话后, 江浩来到父母的房间。 爸妈, 我出去一趟。 江浩把要跟刘景龙见面的事情说了一遍。 江上全点了点头, 行, 你放心吧, 如今爸妈也没有那么弱小了。 江浩笑了笑, 不过还是在老两口愕然的目光下, 将变异者本体分化出来。 江浩说道, 爸妈, 这是我的, 天赋, 也是另一个我, 以后我不在的话, 他会在你们身边的。 变异者本体见江上全他们, 还没有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呢。 不由开口笑道, 爸妈不要这么看着我, 本尊分出来的本体, 与本尊同根同源。 听到变异者本体不认声音, 样貌甚至气息都与江浩一模一样, 老两口更加的震惊了。 小浩, 萧玉芬还是有些不太明白。 变异者本体笑道, 爸妈, 你们可以把我当成身外分身, 是专门保护你们的。 老两口用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 有变异者本体在, 江浩也就放心了, 离开家后, 直奔刘景龙发的位置, 赶去。 刘景龙发的位置是一个饭店, 位置并不难找。 很快, 江浩就赶了过来。 请问是江浩先生吗? 就在这时, 一位年轻的女子走了过来。 看得出来, 眼前这位年轻女子是饭店的工作人员。 江浩点了点头, 刘先生已经到了。 请跟我来吧。 女子带着江浩一路来到了二楼的一个包间。 女子停下脚步, 示意江浩进入。 江浩没有多想, 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小浩, 你终于过来了。 看到江浩, 刘景龙连忙起身给了江浩一个大大的拥抱。 坐下后, 江浩笑道, 刘说,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地方啊? 我还以为你会跟我在赏金工会见面呢? 赏金工会是办公的地方, 在哪里见面太正重了。 所以我才选择了折磨一个地方, 在这里, 咱们是以私人交情见面的。 刘景龙摆了摆手。 对了, 这一次秘境之行感觉怎么样? 江浩, 还行吧, 整体来说有惊无险。 对了刘叔, 赏金工会比是如何了? 唉, 又输了。 刘景龙叹了一口气, 本来以为这次有江浩在, 肯定能赢呢。 结果没想到, 江浩被调走了。 这也导致他们龙城赏金工会再次垫底。 刘景龙笑道, 不说这些了, 今天找你过来, 就是简单地吃个饭, 聊聊家常。 说着, 这边饭菜就送了过来。 两人一边吃饭, 一边聊着天, 当然酒也没少喝。 不过这里的酒, 可没有当初跟苏清雪在酒店里喝的那些酒中有精纯的能量。 酒过三旬, 江浩问道, 对了刘叔, 我想要对付黑龙会与西门家族, 你觉得怎么样? 刘景龙沉默片刻, 然后说道, 动黑龙会可以, 但西门家族的话, 我劝你冷静一下, 西门家族不是白嫁, 你动了也就动了, 西门家族是官方重点扶持对象。 那如果我非要动呢? 刘景龙苦笑一声, 那就要看老会长能不能压下来了。 江浩闻言,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两人一直聊了很晚, 这才分开。 回到家中, 江浩便收回了变异者本体。 洗了得早, 苏清雪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江浩笑着问道, 怎么还没有休息呢? 哼, 我不给你打电话, 你都不知道联系我。 苏清雪娇哼一声, 江浩苦笑道, 哪有, 下午的时候, 赏金工会会长找我, 我们吃了个饭, 我才到家。 切这回就原谅你了。 江浩闻言, 不由无奈地摇了摇头, 苏清雪这高冷人设, 在自己面前好像不翼而飞了。 对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过来找我呗。 苏清雪话锋一转, 怎么了? 江浩一愣, 苏清雪声音变得有些娇媚起来。 我想要了。 第210章, 我相信。 一日, 江浩将变异者本体留下来后, 便直接离开了龙城, 前往了苏清雪所在的燕城。 这一次去找苏清雪, 除了帮他缓解一下躁动, 再就是给他改善一下体质, 顺便给他一个体能者或者变异者的绝形水晶。 这样他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龙城距离燕城有点远, 江浩坐飞机用了一天的时间才赶到燕城。 他并没有告诉苏清雪自己过来了, 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到了燕城后, 江浩便直奔南御书院。 南御书院? 学校的小树林, 一行人正围着三名女子。 马斌, 你什么意思啊? 三女中站在中间的女子冷冷地看着眼前的几名男生。 马斌不懈地瞥了一眼苏清雪。 苏清雪, 你别在这里跟我装清高。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破事吗? 今天我就问你, 能不能跟我出去? 不能, 还有, 我警告你不要来烦我了, 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苏清雪绝美的容颜上露出坚决的神色。 马斌冷笑一声, 哼, 对我不客气。 好啊, 我看你是怎么对我不客气的。 哥几个, 动手, 把这个女人给我带走。 他已经找人调查清楚了, 苏清雪家是龙城一个三线城市, 父母是龙城首富。 不过这样在他眼里都不重要了, 他今天就要品尝一下苏清雪的味道。 之前在见识到了江浩的实力后, 他对苏清雪还挺忌惮的, 但这都快一个月了, 江浩都没有过来过一次。 这让他愈发觉得江浩不过是跟苏清雪玩玩而已, 学校大比过后, 两人也就断了。 既然江浩能玩苏清雪, 那他同样可以。 而且, 一旦他玩了苏清雪, 以后走到哪里都可以跟别人吹捧一番。 就说自己玩过江浩的女人, 到时候走到哪里都有面。 马斌身后的几人文言立即露出猥琐笑容, 向苏清雪走去。 苏清雪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些人, 马斌, 你敢, 你别忘了, 我是江浩的女人。 然而此刻, 他心里也有些发慌, 毕竟他只是辅助类的觉醒者, 根本没有梦里对付这些人。 而此刻他身边的两位女子, 此刻也被吓得花容失色, 不断地后退。 你可拉倒吧, 江浩跟你不过是玩玩也, 他玩过了, 自然对你就没兴趣了, 现在也还让我玩玩你了。 马斌大笑出声, 苏清雪美眸泛着泪花, 这一刻不由心生绝望。 苏清雪下意识, 喊了一声, 江浩, 我在。 突如其来的温和声音, 让苏清雪一愣, 让马斌等人更是一愣。 众人立即四处查看, 却没有看到任何人。 就在众人以为自己听错的时候, 刚才那道声音再次响起。 我在这呢? 这一次众人终于听清楚了, 连忙抬头, 随即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只见一条赤红色的舞爪火龙 在上空盘旋一圈, 随即俯冲而下, 巨大的脑袋来到了苏清雪身旁, 江浩正站在上面。 江浩, 你个混蛋, 你怎么才来? 你知道我刚才有多害怕吗? 看到江浩那一刻, 苏清雪终于再也绷不住了, 直接气不成声。 江浩从赤霄的脑袋上下来, 将苏清雪搂在怀中, 目光看向了马兵。 他非常庆幸, 自己为了给苏清雪一个惊喜, 也为了给苏清雪一个承诺, 所以特意成龙而来。 若不然, 指不定今天苏清雪会出现什么事呢? 苏清雪死死地抱住江浩, 在江浩怀中哭泣着。 这一刻, 他再也不是那个冰冷笑话, 就是一个委屈的小姑娘。 马兵对上了江浩, 没有任何表情的毛子, 顿时只觉得头皮发麻。 他的那些小弟更是有的, 直接吓得坐在了地上。 不说别的, 但是这突然出现的五爪火龙, 就已经足够吓人的了。 马兵硬着头皮, 咬着牙说道, 江浩, 我说这一切都是误会, 你相信吗? 我相信。 江浩温和一笑, 马兵一愣, 其他人也一愣。 显然, 江浩的答案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 按正常来说, 他们如此对待苏清雪, 江浩不应该暴怒吗? 为何会这么平静? 不过不管怎么说, 只要江浩不追究他们, 他们就放心了。 马兵他们对江浩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 然后开始后退。 赤霄, 交给你了, 一个不留。 然而下一秒, 江浩依旧温和的声音再次响起。 下一秒, 不等马兵他们反应过来呢, 就被赤霄的龙颜吐息给全部笼罩在了其中。 跟在苏清雪身边的两位女子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许久没有回过神来。 江浩柔声地说道, 好了, 别哭了, 我都快被你的眼泪淹死了。 谁让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的, 这群混蛋都认为我被你抛弃了。 苏清雪粉全不停地锤打江浩的胸口。 江浩拍了拍苏清雪的后背, 好了好了, 我这不是来了吗? 苏清雪这才眼眶通红地抬起头, 绝美的脸上带着几分忧怨。 别哭了, 再哭就不漂亮了。 苏清雪绝了绝嘴, 伸手擦了擦眼泪。 没有去看已经被解决掉的马兵他们, 而是向江浩介绍道, 这两位是我的室友, 这位叫孟瑶瑶, 这位叫陈晓丽。 你们好。 江浩和善帝向梁女点了点头, 梁女拘谨地向江浩问好。 你好。 随后非常时趣地离开了这里。 苏清雪看向赤霄, 这位是你朋友, 你不给我介绍一下? 他叫赤霄, 赤霄这是苏清雪。 就在苏清雪纳闷他, 怎么不知道赤这个姓时, 赤霄突然变成了拇指大小, 飞到了苏清雪眼前。 苏清雪惊愕地看着赤霄, 然后看向江浩, 江浩赤霄他。 不错, 赤霄并不是人类, 而是货真价实的东方神龙。 江浩点了点头, 苏清雪心中震惊不已, 这还是他头一次看到 传说中的东方神龙呢。 好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咱们换个地方吧。 苏清雪点了点头, 刚想去摸赤霄, 赤霄却突然恢复了本体大小, 苏清雪被吓了一跳。 这时, 赤霄低下了头。 江浩抱着苏清雪站在了赤霄的头顶, 赤霄顿时冲天而起。 南异书院的校领导紧赶慢赶, 终于赶到了这里, 却只看到了赤霄离开的背影。 第211章, 等一下, 江浩带着苏清雪在空中飞行了一遍, 让苏清雪过足了飞行的影, 也让他感受了一下, 做龙骑士的感觉。 随即两人来到了一个距离南异书院比较近的酒店。 一进入酒店, 苏清雪就迫不及待地缠住了江浩, 热情地吻上了江浩。 面对苏清雪的热情, 江浩也给予了回应, 不过却并没有继续下一步, 这让苏清雪不由一乐。 苏清雪不满地看着江浩, 你干嘛? 我都快慌得长草了。 你先别着急。 江浩苦笑一声, 随即摸了摸盘在食指上的赤霄。 赤霄有些不情愿地钻进了江浩体内, 其实自从与赤霄绑定在一起后, 江浩体内就有了一个宠物空间, 不过赤霄从来没进去过。 江浩也没要求赤霄进入过, 可眼下这种情况不行啊, 他总不能当着赤霄面来吧。 苏清雪此刻也反映了过来, 翘脸一红, 同时也有些羡慕地看着江浩, 没想到江浩竟然能拥有真正的东方神龙。 真不知道许晴如果当初知道江浩有这样的本事, 会不会后悔。 不过苏清雪也没有多想, 看到赤霄消失后再次跳进了江浩怀里, 那饥渴的模样恨不得将江浩给吃了。 那个, 等, 等一下, 等不了, 我想, 特别特别地想, 想得都快疯了。 江浩还想要说什么? 却被苏清雪的闻给无情地堵了回去。 凌晨, 苏清雪一脸满足地静静地平躺着, 江浩颤颤巍巍地从床上坐起来。 十二个小时, 整整十二个小时, 他一次没停过。 苏清雪太疯狂了, 累了抬手, 就是一个辅助治疗, 再次让他满血复活。 甚至, 苏清雪还将这个手段用在了江浩身上。 这一次, 江浩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没有根坏的地, 只有累死的牛了。 太可怕了, 太残暴了。 江浩, 你怎么突然来验诚了呢? 我还以为你要过段时间才来呢。 苏清雪侧身, 用好看的毛子去看江浩。 经过了十二小时的滋润, 让他更加无为动人了。 江浩苦笑不已, 我来是找你有事的, 没想到, 他已经决定了, 以后跟苏清雪在床上的时候, 自己一定要装孙子。 这动不动就是一个辅助技能, 真是让人吃不消。 怎么? 你嫌弃我了? 苏清雪气呼呼地伸手, 在江浩腰上拧了一把。 别闹, 我是要跟你说正经似的。 苏清雪一脸期待地看着江浩, 那说完继续, 我还想要。 江浩苦笑地点了点头, 这娘们, 非要榨干自己啊。 好吧, 那你说吧。 苏清雪美滋滋地看着江浩。 江浩手掌一番, 一枚项链出现在了手中。 苏清雪惊喜地看着江浩, 项链, 你送给我的礼物。 这还是江浩第一次送他礼物呢。 快给我戴上。 说着, 苏清雪支起身子, 江浩将项链戴在了 苏清雪的脖子上。 就在苏清雪美滋滋地 看着自己脖子上的项链时, 江浩开口道, 这不仅仅是一个项链, 更是一个储物装备。 啊, 苏清雪一惊, 随即就要将项链摘下去。 江浩这个太珍贵了, 我不能要。 江浩拦住了苏清雪, 清雪, 这个给你了你, 就拿着吧。 而且这才只是刚开始。 说着, 他手掌一番, 两枚觉醒水晶出现在他手中。 这两枚觉醒水晶一个 是变异者觉醒者水晶, 一个是体能者觉醒水晶。 这两个, 你直接服用下去, 嗯, 这个也服用下去。 想了想, 江浩又从系统空间中 取出了一枚天赋水晶。 这个天赋水晶等级不高, 只有一级, 不过天赋却是增强, 可以让实力短时间内增强一些。 这是, 苏清雪疑惑地看着江浩。 江浩没有戏说, 你只管吞下去就行。 苏清雪犹豫了一下, 随即将信将疑地 将这三个水晶吞了下去。 他相信, 江浩不会害自己的。 然而吞下去后, 苏清雪也没感觉怎么样, 不由有些诧异。 江浩笑道, 你好好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 苏清雪闻言, 好奇地感受了一下自身, 随即很快,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露出了惊恶神色。 江浩, 这! 江浩笑着问道, 感觉怎么样? 这,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你是怎么做到的? 苏清雪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浩。 他头一次见到, 竟然还有能增加天赋, 增加能力的东西,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我无意间得到的东西, 感觉还不错吧? 何止不错, 简直是神迹了。 想到了什么, 苏清雪复杂地看着江浩一眼。 这么宝贵的东西, 你应该自己留着用的, 不应该浪费在我的身上。 江浩笑道, 怎么能说浪费呢? 你是我的女人, 给你用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你放心吧, 这个东西我还有吗? 以后你可以施展出其他能力了, 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 江浩, 你真好。 苏清雪坐起来, 丝毫不顾及被子从自己身上滑轮, 直接趴在了江浩怀中, 双臂抱住了江浩。 江浩拉了拉被子, 将苏清雪光洁的后背盖上。 还有一个东西, 不过这个我要提醒你一下, 这个会非常痛苦, 不过好处也是很大的。 什么? 苏清雪抬头看向江浩。 江浩手掌一番, 洗水单便出现在了江浩手中。 再痛苦我也不怕。 苏清雪想也没想, 直接将洗水单丢进了口中。 然而下一秒, 苏清雪脸色一变, 表情瞬间痛苦起来。 距离的疼痛, 让苏清雪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叫声。 几乎瞬间, 苏清雪魂身边出了冷汗。 江浩抱着苏清雪走进了浴室, 将它放进了浴缸之中, 随后又走出来将窗户打开。 很快, 一股难闻的气味便传了出来。 好在江浩已经有经验了, 将一切都准备得井然有序。 江浩来到苏清雪身旁, 丝毫没有在意这股难闻的气味, 蹲在浴缸旁, 伸手抓住了苏清雪的手。 苏清雪痛苦地在浴缸中不停地翻滚, 那模样任谁看了都心疼不已。 江浩心里也同样不好受, 可他清楚, 想要改变体质, 这是必经之路。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这对于江浩来说也是一种煎熬。 好在酒店的隔音效果不错, 不然就苏清雪这凄厉的叫声, 肯定会让人误会的。 终于到了第二日清晨的时候, 苏清雪虚弱地躺在浴缸之中, 身体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改变。 第212章 礼物, 把这个喝下去吧。 江浩心疼地看着苏清雪, 随后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两瓶体力药剂 给苏清雪服下。 江浩, 苏清雪恢复了一些力气, 委屈地看着江浩。 刚才, 他真以为自己要死了。 江浩笑道, 你再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 苏清雪有些疑惑地看着江浩, 不过还是听话地感受了一下身体。 当他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后, 顿时不由瞳孔骤然一缩。 姓名, 苏清雪。 年龄, 18。 等级, 二阶。 天赋, S级增强, SSS级能力释放。 能力, 木系辅助类灵能者。 奢利, 变异者, 水晶体, 体能者。 状态, 巅峰。 热点, 左胸口, 后颈, 腋下。 江浩动用了洞察之眼, 顿时苏清雪的信息出现在自己眼前。 怎么样? 这个礼物喜欢吗? 苏清雪露出甜甜的笑容, 喜欢。 突然, 苏清雪带眉微皱。 什么味道? 好难闻啊。 江浩笑着将热水阀门打开, 调到适应的温度。 呵呵, 洗水单就这样, 你好好洗个澡, 一会我再给你个礼物。 呀! 苏清雪突然捂着下面站了起来, 露出了难为情的神色。 怎么了? 江浩不解地看着苏清雪。 他们之前什么没见过, 早就一起洗过澡了, 也不至于这样吧。 苏清雪咬着粉唇, 忧愿地说道, 一洗澡, 就会流出来的。 那你现在不洗了? 江浩有些无奈地看着苏清雪。 洗, 不过一会你要补回来。 江浩打了个冷战, 但还是点了点头。 见江浩点头, 苏清雪这才嬉戏一笑地躺在浴缸之中, 开始认真清理自己身上, 因为洗水单排出来污秽。 我有一只小小鸟, 我从来都不舍得骑。 有天, 我心血来潮把他骑, 哦呦哦呦好得很。 听到苏清雪一边洗澡一边乱唱, 江浩只觉得头皮发麻。 他总感觉苏清雪是在暗指他, 可他又拿不出证据来。 一个小时后, 苏清雪终于浑身清爽地走出了浴室。 不等江浩开口说话, 他便扑了上去。 一番炮火连天后, 再看窗外依然是黑天了。 这下你满意了吧? 江浩无奈地看着怀中的家人。 苏清雪慵懒地说道, 舒服多了。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之前说的礼物是什么? 睡觉, 等睡醒了再说。 江浩叹了一口气。 说完, 不管苏清雪的撒娇, 直接倒头就睡。 气得苏清雪嘟着嘴巴, 恨不得咬一口江浩。 江浩这一觉, 直接睡了十多个小时, 而在江浩睡着不救, 苏清雪也疲倦地睡着了。 等江浩睡醒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苏清雪跟江浩一起醒了过来。 嗯, 这个给你。 江浩手掌一翻, 一个飞行武器出现在手中。 这是。 苏清雪有些疑惑地 看着江浩手中的这对小翅膀。 江浩神秘一笑, 你练话一下就知道了。 苏清雪没有迟疑, 直接将这件 即飞行武器练话。 这一次不用江浩提醒, 他便开始感受身体了。 很快苏清雪就发现了异样, 随即心念一动, 顿时一对展开 足有十米左右的羽翼。 不过, 或许是因为房间不够大的缘故, 羽翼大部分都是虚幻的, 之后, 靠近苏清雪后背的一两米, 才是实质性的。 江浩这是。 苏清雪惊讶地看着江浩。 江浩笑道, 这是飞行武器, 即便修为没有达到七阶, 也可以借用飞行武器进行飞行。 这么说我现在可以飞了。 江浩点了点头, 可以飞, 不过这个飞行需要体能能量维持的。 虽然对能量消耗不算大, 可也不适合长途飞行。 估计以你的实力, 飞一个小时就到头了。 那也不错啊。 苏清雪并不觉得只能飞一个小时而感到惋惜, 反而跃跃欲试。 那我带你出去试试。 不要, 我还想要, 明天再出去试。 一日, 江浩终于结束了这种荒淫无度的日子。 带着苏清雪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 开始指导他如何飞行。 因为飞行武器的特性, 苏清雪很快便掌握了飞行要领。 虽然不是第一次飞行了, 可这是他独立飞行, 不由让他兴奋地大叫。 另外苏清雪也感受了一下变异者与体能者的能力。 如今, 他可不再是单纯的辅助细绝行者了,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感受一下自己的新能力。 整体来说还不错, 虽然变异者, 体能者是他的新能力, 可并没有让他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相反这两种能力就仿佛他与生俱来的一般。 南玉书院, 你这就要走了吗? 不再多待两天了? 苏清雪恋恋不舍地看着江浩。 江浩柔声道, 不了,我还有事要处理呢, 你先好好上学吧。 苏清雪乖巧地点了点头, 你要时常过来看我, 不许再像这次一样, 这么长时间都不过来了。 嗯。 苏清雪拉住了江浩的手, 犹豫了一下, 小心翼翼地说道, 江浩, 我知道你给我用的那些东西很珍贵, 但如果可能的话, 我希望你能照顾一下我父母, 行吗? 没问题, 等我忙完这件事的, 我会把你父母改变一下能力以及天赋的。 他现在手里也没有什么好的觉醒水晶, 天赋水晶了, 不过他接下来要对付黑龙会的人, 倒是可以获得一些水晶, 从而帮助苏清雪父母。 与苏清雪聊了一会, 江浩这才离开。 看着江浩离开的背影, 苏清雪很是不舍。 同时他心中更是万分庆幸, 自己跟对了男人。 江浩不仅实力强大, 竟然还能够帮别人改善体质, 增强天赋以及能力。 若是自己没有与江浩有这层关系的话, 估计这种好事根本不会落在自己身上。 想到这里, 苏清雪不由伸手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项链。 他很好奇, 江浩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 储物装备竟然都能随手送给自己, 还送给了自己一个A级飞行武器。 目前为止, 他还没听说过有飞行武器这种东西呢。 最主要的是, 这个A级武器竟然存在着一股微弱的灵质, 这还是他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呢。 第213章, 求助。 江浩边走遍拿出手机, 早在他来南狱书院之前, 就让刘景龙帮忙调查黑龙会的情况了。 只是这两天因为跟苏清雪在一起, 所以才没有去看, 正好趁这个机会看一眼, 好确定自己的方向。 然而就在江浩查看黑龙会信息的时候, 一通电话突然打来。 江浩一看, 竟然是秦清兰打来的, 便直接接了起来。 江浩, 你现在在不在龙城? 有没有时间? 不等江浩说话, 秦清兰的声音率先响起。 怎么了? 江浩一愣, 秦清兰好像挺着急的样子。 秦清兰急促地说道, 我现在在华城, 正在被人追杀, 我希望你能过来救我们一下。 行, 你给我发个定位, 我这就过去。 江浩没有拒绝秦清兰的求助, 反正黑龙会一时半会也跑不了, 自己想要收拾他们, 随时都可以收拾。 挂了电话, 秦清兰很快便把位置发给了江浩。 江浩看了一眼位置, 不由有些感叹缘分这种东西。 他虽然没在龙城, 可燕城比龙城距离华城更近。 有大约三个小时的路程就差不多到了, 这还是开车的情况下。 如果飞行的话, 最多也就一个小时。 江浩给秦清兰回了一个等我后, 便向华城赶去。 因为情况紧急, 江浩直接让赤霄献出真身, 让赤霄飞过去速度会更快一些。 赤霄就这么明晃晃地飞在空中, 顿时引起了不少人注意。 一些人更是将这一幕录了下来, 发在了网上。 顿时引起网友轩然大波, 同时他们也有人猜测到了, 这是江浩。 并且还有人将之前江浩与司马向阳联手的视频 发了出来。 网上的事情江浩并不清楚, 此刻他已经离开了燕城, 直奔华城。 华城郊外, 一处废弃的厂房内。 秦兰, 你的求助找得如何了? 什么时候能了啊? 那些家伙,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找到咱们呢。 秦清兰脸色凝重地说道, 我已经打电话了, 但他在龙城, 估计到咱们这里, 得需要一个多小时。 那么长时间, 那个人是谁啊? 靠不靠谱呀? 不请咱们找别人吧。 秦清兰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他相信江浩, 更相信江浩会过来的, 只是他能不能坚持到江浩过来, 就不一定了。 想到这里, 秦清兰心中轻叹一声, 早知道他就不过这边做任务了。 因为想要, 尽快把欠江浩的钱还上。 所以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接任务, 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出现了纰漏。 正在做任务的时候, 被突然出现的一伙人发现, 二话不说, 直接对他们出手。 他们本来二十多人, 结果此刻就剩下了八人。 刚才跟秦清兰说话的女子, 看向一旁的青年, 高深,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没有, 对方有六阶觉醒者, 我只是五阶, 根本不是对手。 高深摇了摇头, 他也没想到会这样, 他之所以过来, 就是看秦清兰长得漂亮, 想要追求秦清兰。 以为凭借自己五阶的实力, 不会有什么的。 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又六阶觉醒者作证, 以至于他们这边直接陷入了被动。 那个女子还要说什么, 却被高深给拦住了。 别说话, 他们过来了。 高深话音刚落, 火球, 冰锥, 锋刃便直接向他们所在的方向袭来。 众人没想到, 这些家伙竟然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地, 看着这些攻击不由一愣。 快跑! 高深率先回过, 神大喝一声, 随即立即向远处掠去。 秦清兰他们此刻也回过神来, 纷纷向向远处逃顿, 然而他们虽然反应迅速, 却依旧有两人比较倒霉, 直接被这些攻击给淹没了。 紧接着十位五阶觉醒者出现在这里, 直奔秦清兰他们而来。 秦清兰他们无奈, 只能继续四处逃窜。 可他们的速度, 怎么能比得上那些五阶觉醒者的速度? 很快又有两人被击杀。 此刻, 秦清兰他们这边, 只剩下了四人。 看着自己这边, 渐渐减少的人, 秦清兰他们不由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按照这样下去, 他们根本坚持不到江浩过来。 往这边来, 秦清兰深吸一口气, 平复一下心情, 随即看到厂房内的三层楼, 立即招呼其他人过来。 虽然他知道, 即便往这个废弃大楼跑, 也无济于事, 可眼下只希望能拖一段时间, 是一段时间了。 只要坚持到江浩过来, 就会没事的。 他不确定江浩能不能打得过六阶觉醒者, 但待他们离开应该没问题。 高深他们闻言, 立即跟着秦清兰向厂房内的三层楼跑去。 然而他们还没有跑到那三层楼呢, 就被树倒灵灯者的攻击给拦住了去路。 迫不得已, 秦清兰他们只能停下脚步。 而那些五阶觉醒者立即围了上来, 一个个面露不善地看着秦清兰他们。 很快又是一群人走了过来, 为首的正是那名六阶觉醒者。 那名六阶觉醒者瞥了一眼, 秦清兰他们。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跑到这里来? 我们只是顺路过来做任务的。 你们是什么人? 秦清兰目光警惕地看着这些人。 那名六阶觉醒者声音冷漠地说道, 什么任务会让你们来到这里? 我看你们分明就是过来找我们麻烦的。 把他们抓起来, 我要拷问一下。 那些人闻言, 立即向秦清兰他们走去。 高深见到这些人真的要动手, 双腿被吓得发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苦苦哀求, 求你们别杀我们。 我们就是过来做任务的, 并没有什么恶意。 高深这一跪顿时让那些人露出不屑的声色。 姚倩倩没想到高深会突然给这些跪下来, 脸色瞬间难看下来。 在他看来, 高深是个有深沉的男子, 也是让他清新的男子。 可眼下这一幕, 让他有些无法接受。 姚倩倩忍不住, 眼含热泪地喊道, 高深,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站起来, 你可是五阶觉醒者。 你闭嘴。 高深回头怒吓一声, 你懂什么? 咱们好好求求他们。 说不定他们就可以放过, 咱们了。 说着, 高深又看向那六阶觉醒者。 这位大哥, 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我身后这两女人都不错, 全都献给你了。 秦青蓝脸色一沉, 高深, 你在说什么? 如果不是现在局势对他们不利, 他真想一掌拍死这个混蛋。 这个时候, 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呵呵, 不用你献, 他们也是我的。 那位六阶觉醒者冷笑一声, 动手。 闻言, 周围那些人立即向秦青蓝他们出手, 打算将他们全部抓起来。 好, 就在这时, 一道龙银声响起。 第214章, 现在到你了。 突如其来的龙银声, 让众人一愣。 快看那边。 一人眼间, 立即注意到了空中。 众人看去, 只见一条赤红色的东方神龙, 从远处飞了过来。 就在众人震惊无比的时候, 这条东方神龙竟然嘴巴一张, 直接喷出了一道火柱。 卧槽, 快跑, 这是攻击咱们的。 那伙人脸色一变, 也不知道是谁, 大喝一声。 瞬间那伙人纷纷向远处逃顿, 但总有一些不怕死的, 想要反击。 只是他们的攻击, 没有攻击到对方不说, 反而被火柱直接笼罩住了。 顿时凄厉的惨叫声, 从火柱之中传出, 仅仅片刻后, 便消停了下来。 火柱消散, 留下了四道, 已经不知道将死不死的交叹了。 这。 众人一惊, 露出惊恶的神色。 那名六阶觉醒者脸色难看, 他发誓, 一定要将这个变异者杀了。 东方神龙没有继续攻击, 而是从空中落下, 当众人看到其头顶上, 竟然还站着一个人时, 不由再次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秦秦兰同样一脸愕然地看着来人, 他知道对方回过来, 却没想到竟然来得这么快。 怎么? 是我太帅了, 让你看傻眼了吗? 一道带着玩笑味道的温和声音响起。 高深, 姚倩倩他们诧异地看着来人。 这人竟然跟秦秦兰认识。 秦秦兰从九尾天湖的状态下, 恢复人影状态, 绝美的容颜上露出一抹燕燃。 是啊, 太帅了。 秦秦兰美眸中微微泛起了水雾。 这一刻, 他真的是特别感动。 看到秦秦兰的模样, 姜浩微微一笑。 我没来晚吧? 秦秦兰摇了摇头, 那位六阶觉醒者脸色阴沉地看着姜浩。 小子, 你们是谁? 为什么对我们出手? 姜浩, 那是一位六阶觉醒者。 你带我们离开就行, 不要与他正面发生冲突。 秦秦兰抓住姜浩的手, 低声说了一句。 他怕姜浩贸然出手, 到时候吃亏。 同时他心里也暗自自责, 自己没有跟姜浩说清楚情况, 并没有说这里有六阶觉醒者。 若是姜浩出什么事的话, 那他这辈子都无法安心了。 姜浩拍了拍秦秦兰的手, 放心吧, 交给我处理就好。 赤箫, 保护好他们。 姜浩说了一声, 便转身看向了那位六阶觉醒者。 你们又是什么人? 那位六阶觉醒者冷冷地看着姜浩。 小子, 连我们是谁你都不知道, 竟然就赶汤这趟浑水。 我看, 你是过得不耐烦了。 哼, 不管你们是谁, 对我朋友出手, 那就要付出代价。 姜浩淡淡地说了一声, 随即头顶上空出现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那位六阶觉醒者注意到姜浩头顶上空的透明狮子头, 脸色一变, 你是X, 不对, 你是姜浩。 看来, 你认识我啊。 姜浩眉头一挑, 后方高深也站了起来, 听到那位六阶觉醒者的话, 他们几人诧异地看了一眼姜浩。 他们也听说过X的大名, 却不清楚姜浩, 没想到眼前的人竟然就是之前的X。 然而, 最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秦清兰竟然与这样的人物是朋友, 一个电话, 就让对方过来帮忙了。 秦清兰看着姜浩的背影, 也不由一彩连连。 哼, 我们是黑龙会的人, 本来我还想去龙城找你呢, 没想到你自己竟然送上门来了,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那位六阶觉醒者说着, 直接从兜里掏出一个类似于 串天猴一样的东西, 随即将其引爆, 顿时天空上出现了一道璀璨的烟花。 看来你们还有同伴, 既然如此, 那不妨我再等一会。 听到对方既然是黑龙会的人, 姜浩不由嘴角上扬, 当即停止了施展施吼功的想法。 原本他还打算解决了秦清兰的麻烦后, 他再去找黑龙会呢, 没想到黑龙会的人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既然如此, 正好也省去了他的麻烦。 哼, 江浩, 今天已经是死路一条了, 我们不会给你任何机会的。 那位六阶觉醒者恶狠狠地看着江浩, 若不是江浩, 他们黑龙会这段时间也不可能会被如此打击。 只有弄死江浩, 才能缓解他们心中之恨。 动手! 那位六阶觉醒者手一挥, 周围那些黑龙会的人, 立即前铺后继地向江浩冲了过来。 高深, 姚倩倩他们脸色大变, 他们不知道江浩能不能抵挡住。 如果江浩不行的话, 他们也将必死无疑。 这一刻, 秦清兰也紧张起来了。 不过, 他并不是担忧自己, 而是替江浩担忧。 江浩看着这些黑龙会的人再次气运丹田, 本来他不想这么快动手的, 但这些人找死, 他也没办法。 看着江浩头顶上再次出现透明的狮子头, 秦清兰脸色一变, 连忙让姚倩倩他们捂住耳朵。 好。 不等高深, 姚倩倩他们反应过来呢, 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猛地响起。 噗。 除了秦清兰以外, 高深, 姚倩倩他们皆是口吐鲜血, 脸色苍白。 三人一脸惊恐地看着江浩, 这是什么攻击, 为何会这么恐怖? 然而, 相比于黑龙会的那些人, 他们简直太幸运了。 只见黑龙会这边, 除了那位六阶觉醒者没什么太大事以外, 五阶觉醒者全部中创, 倒在地上失去了战斗力。 而实力低于五阶的, 更是直接被江浩秒杀。 这一幕, 让在场所有人皆是瞳孔一缩。 噗。 不给众人任何反应的时间, 江浩又是一记尸吼弓。 这一次, 那些五阶觉醒者也被震死了。 高深, 姚倩倩他们同样也被震得重伤。 好在江浩并不是针对他们, 否则只怕他们此刻已经是个死人了。 那位六阶觉醒者脸色一沉, 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个结果。 他这里可有足足七十人, 刨去二十三位五阶觉醒者以外, 其余人全部四阶, 三阶的修为。 这已经算黑龙会的大部分主力了, 可在江浩面前竟然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这个江浩绝对留不得。 那位六阶觉醒者在心里暗暗想到。 好了, 闲杂人等都解决了, 现在到你了。 江浩看向那位六阶觉醒者。 第215章, 援军到了。 那位六阶觉醒者没有废话, 从后背拽出两把斧头, 直接向江浩攻去。 江浩见状手掌一番, 顿时斩马刀出现在手中, 随即猛的一挥。 砰。 看着急迟而来的斩马刀, 那位六阶觉醒者眼皮一跳。 他没想到, 江浩竟然拥有A级武器。 只是, 此刻他已经来不及多想了, 斩马刀直奔他的脖子。 那位六阶觉醒者连忙用斧头抵挡。 然而下一秒, 他的两把B级斧头便化作了碎片。 B级武器虽然不弱, 可在A级武器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那位六阶觉醒者一愣, 显然他没想到竟然会这样。 江浩并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 直接向他展开了攻击。 察觉到危险来临, 那位六阶觉醒者迅速后退。 只是他没想到, 江浩如此步步紧逼, 根本不给他后退的余地。 灵力的刀芒一下又一下地落下, 这让他十分被动。 可失去了武器的他, 根本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这让他愤怒不已。 看到江浩如此勇猛, 高深,姚倩倩他们不由松了一口气, 知道今天的危机解除了。 一旁的秦清兰也松了一口气, 美眸之中再次一彩连连。 这位朋友, 多谢你能跟江浩一起过来, 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秦清兰收回看向江浩的目光, 转而看向了赤霄。 赤霄侧头也同样侧头看向了秦清兰, 灵动的眸子一眨一眨的。 高深也热气地开口道, 对对对, 还没有请教这位朋友的名字呢? 我叫高深,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刚才赤霄出手他, 全部看在眼里, 知道对方不简单, 如果能跟这样的人交朋友的话, 以后绝对有很大的好处。 其他人见高深这副模样, 皆是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赤霄没有理会高深, 而是在几人惊恶的目光下不断变小, 最后变成了拇指大小, 飞到了秦清兰肩膀上。 众人心中纳闷不已,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还没听说过, 有谁能变化身形的大小呢? 难不成这个是此人的天赋? 秦清兰也有些纳闷, 不过却没有说什么。 与此同时, 江浩与那位六阶觉醒者的战斗, 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不出意外的话, 江浩吻赢。 而就在这时, 一群人赶了过来, 这一次为首的, 竟然有两位六阶觉醒者。 在其后面, 跟着足有一百五六十人的样子。 那位六阶觉醒者, 看自己人到了, 忍不住大笑起来。 哈哈, 江浩, 我们黑龙会的援军到了, 这一次你死定了。 看到这么多人过来, 露出紧张的神色。 这么多人, 再加上新过来的两位六阶觉醒者, 江浩就算再强, 也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 那位六阶觉醒者, 对新开的两位六阶觉醒者问道, 刘玉明, 王三恒, 这个就是江浩, 快来跟我联手杀了他。 当即刘玉明, 王三恒便带着人, 迅速赶了过来。 江浩见状也没有客气, 直接气晕丹田, 头顶上空, 很快浮现出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这一次, 不用秦清兰提醒了, 高深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连忙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就连秦清兰肩膀上的赤箫, 也堵住了自己的耳朵。 好, 黑龙会的人脸色一变, 不等他们回过神来呢, 他们身后那些五阶以下的手下, 便全部被秒杀了。 即便是五阶觉醒者, 也没好到哪去, 一个个身受重伤, 躺在地上, 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看到这一幕, 黑龙会的那三位六阶觉醒者, 只觉得眼皮狂跳。 以他们的实力, 想要秒杀五阶以下的觉醒者, 非常容易, 可想要向江浩一嗓子, 秒杀一大骗, 他们根本做不到。 好, 震耳欲龙的吼声, 再次从江浩口中传出, 恐怖的音波攻击, 瞬间席卷了整个废弃厂房。 而黑龙会的人, 也只剩下了那三位六阶觉醒者了。 刘玉明怒吼一声, 江浩, 你杀我黑龙会这么多人, 我要杀你。 王三恒, 人气, 咱们一起上。 说着, 刘玉明变身成了一头犀牛, 直接向江浩冲了过去。 人气紧随其后, 王三恒则手指一点, 顿时一股恶臭的气体, 直奔江浩而去。 江浩看向王三恒, 露出诧异的神色, 这人竟然是毒系灵能者, 这种灵能者比雷系灵能者还要罕见。 好, 就在这时, 站在秦清兰肩膀上的赤霄冲了过来, 恢复了真身, 直接迎向了刘玉明人气二人。 江浩在地方下王三恒的毒气后, 不然这毒气可不好控制。 刘玉明看出了江浩的意图, 连忙对人气说道, 人气, 你去保护王三恒, 这个家伙我来对付。 人气见状点了点头, 迅速向王三恒折返而去。 刘玉明直奔赤霄, 速度加快了不少, 看着架势, 分明是打算直接将赤霄顶飞。 然而, 赤霄却不如他所愿, 直接飞升而起, 随即嘴巴一张, 再次施展出了龙眼吐息。 刘玉明见状连忙躲避, 同时心中大惊, 这个家伙明明只是三接, 虽然能变身成五爪火龙, 可为什么能飞呢? 不等他想明白呢, 赤霄再次发起了攻击。 只见赤霄爪子飞舞, 片刻后一道道龙形虚影, 自其爪子中掠出, 向刘玉明攻来。 这赫然是降龙十八掌。 后方秦清兰露出诧异的神色, 别人或许看不出来什么, 可他见识过江浩施展过这种手段。 没想到, 眼前这个神秘的变异者, 竟然也能施展出这种手段。 在赤霄与刘玉明激战的时候, 江浩也与人气再次交手了。 只是失去武器的人气, 哪里是江浩的对手, 面对的江浩的攻击, 只能不断后退。 一旁的王三恒, 不断用毒气对江浩进行攻击, 只是他的毒气根本影响不到江浩。 反倒是江浩逼得两人不断后退。 斩马刀在江浩手里, 不断飞舞, 让人气根本不敢上前。 碰! 江浩看准时机, 猛地纵身一跃, 手中斩马刀直接向人气斩去。 人气脸色大变, 迅速向一旁躲去。 斩马刀没有落在人气的身上, 重重落在地上, 顿时在地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第216章 要把握住, 不等任气反应过来, 江浩直接再次向他攻去。 人气健壮, 知道自己躲不开了, 只能硬扛。 当即运转体内全部能量, 双臂交叉在头顶。 碰! 斩马刀划破人气的皮肤, 不过并没有直接斩断人气的手臂, 但依旧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巨大的力道, 震得人气身体向后滑出树杖, 这才停下来。 破! 人气一口鲜血喷出, 脸色瞬间苍白下来。 逼退人气后, 江浩再次将目光握在了王三恒的身上。 王三恒看向江浩, 四目相对, 他在江浩身上看到了一抹玩味, 连忙后退, 他只是灵能者, 根本无法跟江浩比进身战。 然而他快, 江浩的速度却比他更快。 只见江浩一步迈出, 身体便化作了一道残影, 直奔王三恒而去。 王三恒一惊, 将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然而却始终无法摆脱江浩。 一旁的人气健壮, 顾不上伤势, 咬着牙直接冲了上来, 想要帮王三恒抵挡住江浩。 可惜, 他还是慢了一步。 等他赶来的时候, 当他赶来的时候, 王三恒已经被江浩斩首了。 任其心中又惊又怒, 可如今王三恒已经死了, 他也没办法, 当即他迅速向刘玉明跑去, 打算与刘玉明一起对付江浩。 然而, 当他看向刘玉明的时候, 不由瞳孔一缩, 只见刘玉明此刻万分狼狈。 不仅浑身上下都是伤口, 就连头顶上的犀牛脚都断了。 然而,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 刘玉明的左侧后腿已经棋根断了。 怎么会这样? 那个家伙竟然会这么厉害? 任其心中大惊, 刘玉明的实力他是知道的, 就算他与其正面激战, 也不见得是对方对手。 可如今竟然被打成这么惨, 就算他过去了, 能是对方的对手吗? 就在任其这样想着的时候, 江浩已经冲了过来, 没有任何说话, 直接上来就是斩马刀横扫而出。 任其脸色大变, 他全胜时期都不是江浩对手, 就更别说现在了, 当即连忙后退。 只是任其略微慢了一些, 斩马刀在他胸前划过, 瞬间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势。 若非他刚才迅速后退得及时, 只怕此刻已经被一刀两断了。 同时任其也意识到, 这样下去不行, 必须逃离这里, 否则他们真要交代在这里了。 眼下只有离开这里, 与会长会合, 才能有希望活下来。 想到这里, 任其果断向远处掠去。 刘玉明原本还等着任其过来帮他呢, 结果没想到刚回头就看到了任其逃跑, 顿时给他气得火冒三丈。 这个该死的畜生, 竟然一声不吭就跑了, 要跑也带着他一起跑呀。 把他丢在这里, 这不是让他送死吗? 刘玉明心中大怒, 可却没有任何办法, 赤霄的攻击已经再次落下了, 他只能拼命抵挡。 另一边, 江浩看到任其竟然逃跑了, 不由冷笑一声, 在自己面前竟然还想逃跑, 真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想的, 跑得了吗? 江浩心念一动, 随即在秦清兰他们愕然的目光下, 背后升腾起一对十米长的羽翼。 羽翼煽动, 江浩腾空而起, 直奔任其而去。 任其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并没有看到江浩的身影, 不由松了一口气。 可下一秒, 一道业余声音传来, 却让他脚底声寒, 直冲天灵盖。 你是在找我吗? 任其抬头一看, 就看江浩背声双翼, 悬浮在他头顶上空, 手持斩马刀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任其瞳孔皱缩, 反应过来, 刚想跑, 江浩的攻击已然落下。 任其想要抵挡, 可终究失去了先机, 斩马刀直接穿透了他的天灵盖。 任其的身体贪软倒在了地上, 生机也随之失去。 解决了任其, 江浩直奔刘玉铭而去。 感觉到恶风来袭, 刘玉铭连忙回头, 却没有看到有人过来, 不由一愣, 随即他注意到地上的影子猛地抬头, 迎接他的却是一柄两米多长的斩马刀。 刘玉铭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杀了。 江浩收起金冠羽翼与斩马刀, 走向了秦秦兰。 赤霄也从空中落了下来, 跟在江浩身旁。 没事了, 走吧, 要去拿我送你。 秦秦兰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高深上前伸出手, 要跟江浩握手。 江浩, 我是高深, 很高兴认识你。 姚倩倩他们看到高深这副模样, 不由露出鄙夷之色。 之前他们不清楚高深的人品, 如今算是彻底见识到了。 江浩有些诧异地看着高深, 鉴于高深是秦秦兰的朋友, 他也没表现出太高了。 点了点头, 刚要说话, 秦秦兰就抓住了江浩的手。 走吧, 我有些累了。 江浩愕然地看了一下秦秦兰, 秦秦兰翘翘脸飞红, 不过却没有松开江浩的手。 高深尴尬地收回手, 看着江浩与秦秦兰紧握在一起的手, 高深眸子微眯, 眼中闪过一抹嫉妒。 这个贱人, 自己还以为他多高冷吗? 原来也是个骚伙。 哼, 早晚找机会收拾你一顿, 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对了, 你这位朋友是谁啊? 怎么还不变回来呢? 秦秦兰有些受不了江浩的目光, 将话题转移开。 江浩给他们介绍了下, 他叫赤霄, 赤霄这是秦秦兰。 赤霄点了点头, 随即变成拇指大小, 重新盘在了江浩食指上。 秦秦兰有些诧异的这一幕。 赤霄不是咱们人类, 而是真正的东方神龙。 江浩解释了一下, 秦秦兰几人闻言震惊不已,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赤霄竟然是真正的东方神龙。 他们还以为赤霄是他们人类呢? 难怪赤霄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呢。 这让众人看向江浩的目光一变再变。 他们非常好奇, 江浩是如何弄到一条真正的东方神龙的。 众人一路回到了市里, 江浩将秦秦兰送到了酒店。 秦秦兰轻声问道, 要不要上去坐一会? 算了, 我还有些事, 以后的吧。 江浩笑着摇了摇头, 与众人告别一声便转身离开了。 秦秦兰有些失望地看着江浩离开的背影。 人家都走了, 还恋恋不舍的呢? 姚倩倩打趣地看着秦秦兰。 哪有? 秦秦兰有些心虚地回过神。 姚倩倩低声道, 我看得出来江浩对你挺有好感的。 这样的男人你可要把握住了, 不然你肯定会后悔的。 你瞎说什么呢? 他有女朋友的。 秦秦兰瞪了一眼姚倩倩, 随后转身走进了酒店。 姚倩倩立即跟了上去。 有女朋友怎么了? 他这种男人会缺女人吗? 而且, 你指望他会被一个女人圈住吗? 我就没有你这容貌, 不然我肯定第一个冲上去了。 秦秦兰无奈地说道, 你别瞎说, 他不是那种人。 切, 不是那种人一路上跟你手牵手回来的。 第217章, 许晴上门。 江浩再次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刘景龙给他发来的有关黑龙会信息。 黑龙会一共有四位六阶觉醒者, 其他成员若干会长是七阶觉醒者。 如今, 自己解决了三位六阶觉醒者, 还剩下一位六阶觉醒者, 以及那个神秘的会长。 如果自己将他们都解决掉了, 那黑龙会也将不复存在了。 收起手机, 江浩一边走一边查看系统空间, 这一次自己收获颇丰, 天赋水晶, 觉醒水晶弄了一大堆。 倒是可以帮苏清雪父母解决一下修炼问题。 之前答应苏清雪, 他自然不会反悔。 而就在江浩早就下一步的时候, 手机响起, 拿起来一看, 竟然是司马向阳打来的。 老会长, 有什么事吗? 司马向阳说道, 圣学府的人来了, 我跟你说一声, 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估计这几天就会去龙城找你的。 行, 那我这几天先在龙城带着。 江浩点了点头, 两人聊了一会, 这才挂了电话。 江浩耸了耸肩, 这下好了, 不用考虑该对付谁了, 先回龙城吧。 做好决定后, 江浩立即改变了路线。 突然不知道怎么的, 江浩脸上露出了一抹冷笑。 与此同时, 龙城, 龙景阁, 叮咚, 叮咚, 谁啊? 萧玉芬打开房门, 赫然看到灰头土脸的许晴站在门口, 萧玉芬一愣。 同样许晴也是一愣, 她之前见过萧玉芬的, 一直都是一副四十多岁中年妇女的模样。 可如今, 再次看到萧玉芬, 感觉她好像只有二八年华一般。 就连身上也没有之前那股老土的气息了, 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许晴, 你还干什么? 阿姨, 我想你了。 萧玉芬的声音让许晴回过神来, 伸手就要去抱萧玉芬, 不过却被萧玉芬给躲开了。 该死的老太婆, 你等我拿下江浩的, 第一个就给你撵出去。 见萧玉芬躲开了, 许晴心中恼怒不已, 不过表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怎么了? 还他妈? 谁来了? 就在这时江上全走了出来。 叔叔, 我来看看你们。 不等萧玉芬开口, 许晴率先开口。 当她看到江上全那一刻, 同样不由一愣, 江上全如今竟然也年轻地 像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这让许晴不由纳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还是有钱真的能让人变年轻? 江上全看到许晴也是一愣, 他不明白许晴都已经跟江浩分手了, 为什么还会过来? 还有他是如何找到这里的? 你来做什么? 就在这时一道漠然的声音响起。 许晴抬头一看, 就看到变异者本体从楼上走了下来。 江浩。 许晴并没有认出变异者本体 与江浩本尊有什么区别, 以为这就是江浩呢。 看到江浩那一刻, 眼眸中立即泛起水雾, 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江上全与萧玉芬对视一眼, 随即转身离开了。 这种事情, 他们做父母的不适合参与。 变异者本体淡淡地说道, 这里不欢迎你, 你走吧。 江浩,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我已经跟白羊分手了, 不会再跟他在一起了, 咱们两个重新符合吧。 我保证以后好好地给你生儿育女。 不需要。 变异者本体摇了摇头, 随即看向许晴。 记得我跟你说过吧, 不要来招惹我, 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你还真是没记性啊。 现在离开这里, 我可以当你没来过, 但如果你在虎脚蛮缠的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许晴哭泣地说道, 我不走, 我不相信你会对我没感情。 我现在活不错, 我可以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快乐。 变异者本体文言, 来到许晴身边。 就在许晴打算拥抱上去的时候, 变异者本体直接伸手抓着许晴的衣服, 将他拽出了门口。 别再过来打扰我了, 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许晴还要说话, 只是不等他开口, 变异者本体就已经率先开口了。 滚。 说完, 变异者本体关上了房门, 不再理会许晴。 许晴敲了半天门, 见始终没人给他开门, 不由有些失落。 不过, 很快他就调整好了状态。 江浩, 你永远都是我的, 我不会放弃的。 你等着吧, 我会让你跟我重新复合的。 你干什么去了? 许晴回到家中, 就听到了一道不满的声音响起。 许晴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出去办事去了, 怎么了? 家里没钱了, 你弄点钱回来。 一位秃顶的中年人, 顶着啤酒肚从卧室中走了出来。 许晴气愤地说道, 我的钱不都给你们了吗? 我现在上奶弄钱去。 这就是他的父亲, 不关心他的死活, 反而总是管他眼前。 这时, 一位长得邪靶子脸的妇女走了出来。 你个死丫头, 我们养你这么大, 完, 要点钱怎么了? 快点。 你两个弟弟要学费呢? 你不用拿太多, 拿五千金币就可以了。 五千金币? 你们张嘴闭嘴, 就五千金币? 我是银行吗? 许晴脸色阴沉, 她真是受够了这样的日子。 许母脸色一沉, 伸手指着许晴。 你个死丫头, 怎么跟我们说话呢? 从我回来到现在, 你们吃喝那个不是我拿钱的。 你敢指着我说话, 我看你你的狗爪子是不想要了。 说着, 许晴直接变身三爪冰龙, 一尾巴甩了过去, 直接将许母给抽到了墙上。 许父脸色一变, 许晴, 你干什么? 她是你妈, 你竟然敢打? 只是还不等她话说完, 许晴同样一尾巴将她抽到了墙上。 许父, 许母口吐鲜血, 身体瘫软地坐在地上。 我告诉你们, 从今天开始别招惹我, 否则我杀了你们。 说完, 许晴恢复了人形状态, 没有再理会许父, 许母, 直接转身离开了家。 对于自己的父母, 许晴早就没有什么感情了。 若不是有这一层血脉在的话, 以她的狠辣性子, 早就弄死这两个家伙了。 离开家后, 许晴直奔白杨家里, 她现在手里一分钱没有, 连修炼资源都买不起了。 她必须尽快弄到一些钱, 先让自己能正常修炼才行。 第218章, 挑战底线。 来到白家, 许晴立即察觉到了不对劲, 看着白家大门紧锁, 不由感觉有些纳闷。 以前白家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的, 难不成是知道了自己要来? 不应该啊。 她找了一个保安, 询问白家的情况。 我不知道, 我是最近才过来的, 不过你说的, 白家我没见过, 这是一出空的宅院。 保安摇了摇头, 许晴更加的疑惑了, 随即离开了陈辉小镇, 直奔白氏集团。 她准备询问清楚。 当她来到白氏集团后, 不由证人呆愣在了原地。 这里那里还有白氏集团了, 白氏集团的四个大字已经被撤了下去。 看到有干活的工人, 她连忙上前询问。 当得知白家被灭门, 许晴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她怎么也没想到, 白家竟然一夜之间完了, 这让她多少有些意外。 不过这也让她更加坚定了, 要跟江浩在一起的觉醒。 如今白氏指望不上了, 只有江浩能满足她修炼的需求。 想到这里, 许晴找了个没人地方, 拿出了手机。 江浩终于回到了家中, 跟父母吃过晚饭后, 便直接回到了自己房间。 变异者本体则直接被她收了回来。 就在江浩想要修炼一会的时候, 手机响了起来。 江浩一看, 竟然是苏清雪打来的。 江浩也鱼的声音响起, 怎么? 早上分开的, 现在就想我了。 然而苏清雪却没有跟江浩开玩笑的意思, 直接了当地说道, 你快看网上, 许晴疯了。 网上怎么了? 江浩一愣, 他很少关注网上的事情。 苏清雪愤愤地说道, 许晴说她怀了你的孩子, 你不认, 现在网上大部分都是同情许晴的话。 她怎么可以这样? 江浩想了想说道, 这件事我还真不清楚, 我先看看什么情况呢? 那你先看看吧。 苏清雪说完, 便气愤地挂了电话。 她自然不是跟江浩生气, 她是在气许晴, 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 孟瑶要沉声道, 清雪, 我觉得, 你应该也发一个视频, 那个许晴摆明了, 是想要坑江浩的, 你发个视频澄清一下。 陈晓丽也开口道, 对对对, 把你跟江浩的关系公布出来, 这些网上的人又不瞎, 以你的容貌, 能甩掉许晴好几条街。 江浩有你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怎么可能会看上许晴? 这样好吗? 苏清雪有些犹豫, 虽然她与江浩的关系定下来了, 可如果公开的话, 她不确定会不会给江浩带来什么麻烦。 梦瑶瑶坐到苏清雪身旁, 这有什么不好的? 你发布视频, 让别人知道你是江浩的女朋友, 这样也可以杜绝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清雪我跟你说, 江浩这人, 你一定要把握住了, 千万不要撒手。 施压清雪, 瑶瑶说得不错, 你一定要抓住了江浩, 绝对不能别人有可乘之机。 苏清雪迟疑了一会,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随后开始拿出手机录制视频。 另一边, 江浩也看到了许晴在网上发布的视频了。 脸上面无表情, 不像对许晴怎么样, 但许晴这一次, 确确实实触碰到了她的底线。 想到这里, 江浩心念一动, 再次将变异者本体放了出来, 让变异者本体守在家里, 他则离开了家。 江浩此次的目的就是找许晴, 他之前给了许晴太多机会了, 可许晴不知悔改, 偏偏要往枪口上撞, 那就别怪他了。 与此同时, 苏清雪的事情也迅速在网上发酵。 网友原本挺同情许晴的, 可当看到苏清雪的视频后, 立即调转方向。 江浩又不是傻子, 有了苏清雪这个女朋友, 怎么可能还会招惹许晴这样的女人? 许晴看着网上的评论, 气得牙根痒痒。 他怎么也没想到, 苏清雪竟然会在这时候横插一脚, 更没想到, 网友会因为苏清雪的视频, 而倒向苏清雪。 原本他就是想要利用网上的舆论, 来压迫江浩, 结果被苏清雪坏了时。 想了想, 许晴再次发出视频, 这一次他讲述自己与江浩如何相知相恋的, 然后又说苏清雪横刀夺爱, 从他手中夺走了江浩。 此视频一发, 众网友又改变了态度, 再次倒向了许晴这边。 然而, 也有一些春水高中的人, 在许晴视频下方怒骂许晴不要脸, 别人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们还不清楚吗? 整个春水高中有谁不知道许晴与江浩是因为什么分的手? 如今看到江浩厉害了, 有前途了, 就想要复合, 哪有那么多的好事? 对于这些评论, 许晴直接将其拉黑, 他不允许任何人说自己。 做完一些, 许晴这才美滋滋地往家走。 他相信, 只要这个视频发酵一段时间, 到时候江浩想要不跟自己复合都不可能了。 不然, 他就会落人口舌, 成为不折不扣的渣男。 想到这里, 许晴不由心情大好。 哼, 江浩, 你这辈子别想甩掉我。 江浩本来想要直接去许晴家里, 去找许晴的。 两人相处了两三年, 他很清楚许晴的家住在哪里。 只是没想到, 他刚刚来到许晴家外面, 就看到了许晴从远处走了回来。 这还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当即, 江浩也没有隐藏, 直接从楼道中走了出来。 许晴看着从楼道中走出来的江浩, 脸色一变, 当即转身就打算离开。 他非常清楚, 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会给江浩带来怎样的影响。 只是他没想到, 江浩竟然会直接过来。 So! 一道残影闪过, 等许晴反应过来的时候, 江浩已经站在了他面前。 江浩! 许晴勉强挤出一抹笑容, 刚开口说话, 就被江浩一把捏住了脖子。 许晴脸色一变, 想要挣脱江浩的手掌, 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很快便因为气息不畅脸色战红起来。 许晴露出惊恐的神色, 连忙伸手拍打着江浩手臂, 示意江浩松开自己, 再这样下去, 自己真的会死的。 我说了, 别再招惹我, 看来你没记性啊。 江浩冰冷的声音响起, 许晴感受到江浩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杀意, 心中紧张万分, 连忙再次剧烈挣扎起来。 可不论他如何挣扎, 始终都无法挣脱来江浩的束缚。 本来我不想杀你的, 倒是许晴你挑战了我的底线。 说着, 江浩手掌开始用力。 第219章, 你想见我? 清晨, 江浩被手机铃声给吵醒。 江浩迷迷糊呼接起手机。 江浩, 我看到了网上的一些事情, 你看到了吗? 秦清兰的声音从手机的另一头响起。 江浩慵懒地说道, 看到了, 已经解决完了。 你还没有起来呢? 听到江浩睡意朦胧的声音, 秦清兰一愣。 嗯, 那你继续睡吧。 好, 就在江浩即将挂端电话的时候, 秦清兰的声音再次响起。 等一下江浩, 你终于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行, 时间地点发给我吧。 挂了电话, 秦清兰俏脸有些发红, 背驰咬着粉唇。 不断在心里告诫自己, 这只不过是出于礼貌。 感谢江浩救自己才吃的饭, 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另一边, 江浩在床上躺了一会, 这才起来。 昨晚解决了许清以后, 他便回家了。 他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 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 但许清多次招惹自己, 尤其是这一次, 他自然不会放过许清了。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江浩留下便一者本体, 便离开家, 前往秦清兰给他发的位置。 他发现, 仪器化三清还真是有用, 这样自己就能多出很多时间来做别的事情。 这也让他想到, 自己根本不需要守在龙城等待圣学府的人过来, 有便义者本体在。 到时候, 直接让便义者本体接待圣学府的人就好了。 因此, 临走的时候, 江浩将圣学府的邀请函留给了便义者本体。 秦清兰依旧在华城没有离开, 江浩赶到华城的时候, 已经是上午11点多了, 距离秦清兰说的吃饭时间不到一个小时。 好在秦清兰定的位置非常好找, 找了一会他就找到了。 当他赶到的时候, 秦清兰早就已经坐在包间里等着他了。 今天的秦清兰并没有穿往常那种紧身作战服, 而是换成了一套运动服。 脸上化了一个浅浅的淡妆, 让其看上去更加美艳动人。 不好意思, 让你就等了。 江浩脱掉外套, 坐在了秦清兰对面。 秦清兰不在意地笑了笑, 随后将菜单地给了江浩, 没事, 我在刚来没多久, 你看看, 喜欢吃什么。 我什么都行, 没什么忌口的, 主要是陪你这个大美女吃饭。 江浩并没有点菜, 将菜单还给了秦清兰。 秦清兰摆了一眼江浩, 不过听到江浩这么说, 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秦清兰没有跟江浩客气, 把服务员叫进来, 点了几个菜。 服务员离开后, 秦清兰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网上的事情你怎么解决的? 还能怎么解决, 从源头解决呗。 江浩耸了耸肩, 秦清兰一愣, 神色古怪地看了一眼江浩, 你不会。 他也从多方面, 知道了许晴与江浩之前的恩怨情仇, 同时也看到了苏清雪的视频。 我给过他很多机会了, 他自己不珍惜, 我也没办法。 闻言, 秦清兰没有再说什么, 他相信江浩的决定。 吃过饭后, 江浩与秦清兰刚走出包间, 迎面走就来了一伙人。 为首的猥琐青年注意到秦清兰的绝美容颜后, 眼神顿时直了, 口水都快流出来。 秦清兰注意到这人猥琐的目光, 带眉微醋, 眼神中浮现出一抹厌恶。 江浩淡淡地说道, 麻烦让一让, 你们挡路了。 猥琐青年旁的一名矮个子青年冷声道, 小子,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挡路, 分明是你挡我们路了, 还不快给刘公子道歉。 就是, 快给刘公子道歉, 不然让你躺着离开。 快道歉。 矮个子青年身边的人也开始不停地叫嚣着。 美女,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献想, 跟你认识一下。 为首的猥琐青年一白手, 制止了身边人的声音, 色眯眯地看向了秦清兰。 秦清兰淡淡地说了一声, 不好意思, 我不想跟你认识一下。 随即伸手握住了江浩的手, 走吧。 江浩点了点头, 他也并不想与这些人发生争执, 并非怕了他们, 主要是感觉没必要。 然而, 他们想走, 刘献却不同意, 只见刘献直接带人拦住了江浩他们去路。 不想死的话, 松开你的狗爪子, 不然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 哦? 那你们想要怎么不客气? 江浩嘴角上扬。 他本来不想出手, 但这些家伙似乎有些蹬鼻子上脸了。 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 这可是华城最强者刘华生的公子, 刘献少爷。 你得罪了刘献少爷, 以后在华城就对不会有你容身之地。 又有一人站了出来, 江浩摇了摇头, 刘华生。 没听说过, 让开, 不让开的话, 我不介意先给你们一些教训。 什么华城第一人, 只要不是七阶觉醒者, 对他来说完全没有威胁。 即便是七阶觉醒者, 他也有把握逃走。 再说了, 刘华生可能是七阶觉醒者吗? 根本不可能。 司马向阳都已经说过了, 龙国的七阶觉醒者就十二位, 除了十大家族拥有七阶觉醒者以外。 另外两位, 一位是司马向阳, 另一位则是黑龙会会长。 小子, 我看你是找死。 刘献恶狠狠地看着江浩, 在华城, 谁不认识他父亲, 谁又敢不给他父亲三分薄面。 这家伙, 竟然敢直接说不认识他父亲, 简直是在找死。 那你想要怎样? 看到刘献这副模样, 江浩不由觉得好笑。 这样吧, 你去把你父亲叫过来, 让我们认识认识。 就在这时, 一道漠然的声音响起, 谁要见我? 紧接着众人, 就看到一位中年人, 身后跟着数位中年人走了过来。 众人见到为首的中年人, 立即脸色一变。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华城第一人, 刘华生。 爸, 这个家伙太目中无人了, 竟然敢说不认识你。 看到来人, 刘献连忙, 小跑来到刘华生身旁。 刘华生看向江浩, 眉头微皱, 不知道为何, 他总感觉这人有些眼熟, 可却忘记在哪见过了。 你想见我。 第二百二十章 我来吧, 我没兴趣见你, 是你儿子拦住了我的去路, 还把你搬出来了。 江浩瞥了一眼刘华生, 暗自摇头, 他还以为这个刘华生有多强呢, 能成为华城第一人。 原来是一位五阶觉醒者, A天赋能力是太合金体。 既然你来了, 那就让你儿子让开吧, 我们要离开了。 刘华生摇了摇头,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狂妄了吗? 你一个三阶觉醒者, 就敢在我面前这么说话? 江浩并没有掩盖自己的修为, 只要等级比他强的, 一眼就能看出江浩的真实修为。 刘献他们眉头一挑, 原本他们以为眼前之人最多也就一阶, 二阶的实力, 没想到竟然是三阶的。 难怪敢说话这么硬气呢。 同时, 他们心中不由暗自庆幸, 还好刘华生过来了, 不然他们还真抵挡不住这个家伙呢。 秦清兰淡淡地说道, 这位刘先生, 我们不想与你为敌, 这件事是你儿子先挑起来的, 跟我们没关系, 所以希望你不要为难我们。 呵呵, 在华城, 还没有人敢说我为难谁呢? 刘华生注意到秦清兰, 也被秦清兰的美貌给震惊到了。 这是仙女吗? 这也太漂亮了吧? 难怪馅儿会拦住他们。 这女孩比自己任何一个女人都漂亮, 如果自己能将她娶到手, 就算少活二十年, 她都愿意。 秦清兰注意到刘华生的目光, 带眉微醋。 她以为刘华生会比刘县强一些呢, 结果没想到, 竟然这个样子, 果然有其父必有棋子。 典型的上梁不挣下梁歪。 行了, 我们没心情跟你在这纠缠下去, 让开,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 江浩说着, 便牵着秦清兰的手向楼下走去。 然而刘华生却丝毫不肯退让。 我让你们走了吗? 江浩面无表情地看着刘华生。 那你想怎样? 他虽然不是试杀之人, 却也不允许别人随意招惹自己。 小伙子, 你心情不错, 面对我依旧还能保持这份从容, 就是不知道你这份从容能保持多久。 刘华生淡然一笑, 随即一挥手, 把他们拿下。 我看谁敢? 不等江浩出手, 秦清兰率先变身成了九尾天狐, 双眸泛起了紫色光芒。 顿时刘县等人意识仿佛被勾走了一般,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刘华生有些诧异地看着秦清兰, 没想到秦清兰竟然还有这种能力。 突然, 他注意到了秦清兰的眼睛。 而他的意识在这一刻, 也出现了恍惚。 秦清兰见状, 恢复了人形状态, 牵着江浩的手, 与江浩来到了楼下。 站住! 将他们来到外面, 将江浩他们包围在了其中。 原来你的依仗是他。 我倒没注意, 他竟然是一位四阶觉醒者。 我来吧。 秦清兰见状, 刚要再次变身, 江浩却拍了拍秦清兰的手。 秦清兰闻言, 没有说什么。 他自然知道, 眼前这些人根本不是江浩的对手。 只是毕竟, 事情是因为他而起的, 他不想让江浩为难。 刘华生阴侧侧地说道, 小子, 喜欢在女人面前出头是好事, 但没有金刚钻, 还是别懒瓷器活得好。 你这句话说得不错, 我同样送给你, 想要学别人恶霸一方。 你要有足够的实力, 别仗着有几分实力, 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了。 江浩淡然一笑, 你找死! 刘华生脸色一沉, 当即直接向江浩出手。 江浩健壮也不客气, 身形一动立即化作一道残影。 刘华生本来对自己的攻击十分自信, 可他眼看着对面的江浩化作了一道残影, 自己却没有捕捉到对方的身位。 下一秒, 距离他只有不到半米的距离。 刘华生瞳孔皱缩, 然而不等他放心过来呢, 一个拳头迅速在他眼前扩大, 等他回过神来后, 拳头已经落在了他的眼睛上。 砰! 刘华生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 随即整个人倒飞出去, 最终重重地砸在地上。 爸! 刘卿脸色一变, 连忙跑到刘华生身旁。 爸,你怎么样了? 你别吓我呀! 刘卿紧张地看着刘华生, 这不仅是他爸, 更是他的大靠山。 如果刘华生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那他靠山可就默默。 其他人则一脸惊恐地看着江浩, 这人不是三阶觉醒者吗? 怎么会一拳将刘华生打飞出去? 此人究竟是谁? 你是什么人? 刘华生在刘县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此刻他的一只眼眶已经发青了。 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江浩, 心里虽然恨及了江浩。 在这么多人面前, 自己竟然连一招都没有接下来。 着实太丢人了, 这让他以后如何在华城混了。 虽然心里怨恨, 可他这一次却没有冲动。 他仗着自己是华城唯一的五阶觉醒者, 作威作福惯了, 可不代表他没有脑子。 此人能一拳将自己大飞, 绝不可能是三阶觉醒者那么简单。 当然这也跟自己大意了有关。 江浩撇了撇嘴,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想要学人恶霸一方的话, 你要有实力才行。 不过看样子, 你的实力真的不咋地。 秦清兰看着江浩这个样子, 不由眼嘴一笑。 这个家伙, 真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那么变态呢? 三阶就有六阶的战斗力了。 你…… 刘华生被江浩说得脸色一阵清一阵白的, 如果不是忌惮江浩, 他早就出手了。 江浩看向刘华生, 机会已经给你了, 你还要不要继续? 你不继续的话, 我可就要继续了。 哼, 你真当我怕了你不成。 刘华生甩开流线, 再次向江浩冲了过来。 他不幸这一次自己还会被打飞出去。 江浩冷笑一声, 身体一动, 再次化作了残影。 刘华生暗道不好, 却已经晚了。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江浩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只见江浩咧嘴一笑, 露出了一个人畜无害的真容。 随即再次一拳挥出, 不等刘华生做出方形, 拳头落在了刘华生的另一只眼睛上。 啊! 刘华生发出一声惨叫, 再次飞了出去。 第221章 触发任务。 咕咚! 众人咽了一口唾沫。 刘华生被刘线再次浮起, 此刻他的两只眼睛已经变成了大熊猫。 小子, 你敢说出你叫什么名字吗? 刘华生恶狠狠地看着江浩。 江浩! 刘华生冷声道, 好, 江浩你给我等。 只是话还没有说完, 他便想到了什么, 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等等, 你说, 你叫什么? 江浩! 江浩副手而立,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江浩! 刘华生不确定地问道, 学校大比第一那个江浩。 心中虽然有了一些猜测, 却万分不敢相信。 当他看到江浩点头, 刘华生心中一阵苦涩。 他说自己怎么可能眼前之人有些要求呢? 没想到对方竟然就是最近网上特别火的江浩。 一想到对方竟然是江浩, 刘华生突然觉得自己被打败也没什么的。 他看到了学校大比时的事情, 当时江浩就能斩杀五阶觉醒者了。 如今对付自己简直太简单了。 刘华生心中同时生腾起一阵后悔, 自己招惹谁不好,偏偏招惹上了江浩。 其他人在听到江浩的名字时, 起初也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听到刘华生说学校大比第一,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一个个看向江浩的目光, 充满了警惕与后怕。 他们不清楚江浩的真实实力, 却知道江浩有击杀五阶觉醒者的能力。 刘华生一咬牙, 直接对江浩鞠躬道, 江浩, 这件事是我们做的不对, 你说怎么才能放过我们吧? 他很清楚得罪了江浩的下场会是怎样的, 死守,还不如他们主动承认错误, 然后请求江浩原谅呢。 你们想怎么解决?江浩面无表情, 本来他想要直接斩草除根的, 可看到刘华生这副模样, 他已经没有杀了他们的欲望了。 随着实力提升,除非是必须杀的人, 其余大不见小不见的, 他也不愿意追究了。 不然会显得他的礼不饶人, 同时也显得他仗势欺人。 听到江浩的话,刘华生心头一动, 知道江浩不会对他们下杀手了。 不过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的。 刘华生沉声道,我愿意赔偿你们一个亿。 一个亿虽然不少, 但如果能交下江浩这个朋友的话, 那绝对是太值了。 叮! 恭喜宿主触发为民除害任务, 解决刘华生。 任务完成,宿主将获得神秘礼和成衣。 任务失败,宿主将被抹出一部内功或者武学。 就在江浩刚要说话的时候, 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江浩一愣,随即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个刘华生还真是够倒霉的, 自己都准备放过他了, 结果系统却出现了。 既然如此,那就别怪他了, 系统大大的命令, 他是绝对不能置之不理的。 尤其是这一次失败了, 还会有惩罚。 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很想知道, 这一次神秘礼和里面会有什么。 上一次神秘礼和, 让自己多了一个天赋涅槃, 多了本命园林赤销, 又多了洗髓丹。 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同样产生出丰富的奖励。 见江浩半天没有反应, 刘华生不由再次忐忑起来, 一味是自己给的赔偿不够, 连忙再次开口。 我, 我愿意拿出一亿五千万。 一亿五千万虽然不是他的全部资产, 却也相当于他五分之一的身价了。 虽然他很肉疼, 但跟能活命相比, 这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抱歉, 我改主意了。 江浩叹了一口气, 刘华生闻言一愣, 连忙抬头想要说什么, 可江浩却已经瞬间来到了他身前, 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 啊, 刘华生拼命地想要反抗, 可在江浩手里, 却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 江浩, 你放我吧。 刘卷脸色一变, 连忙来到江浩面前苦苦哀求。 这可是他的靠山, 他爸死了的话, 他现在生活以及地位将不复存在。 其他人紧张地看着江浩, 他们不明白, 江浩明明都已经决定放过刘华生了, 为何突然间反悔了。 江浩没有理会刘卷的哀求, 手掌猛的用力, 刘卷顿时没有了气息。 爹, 恭喜宿主完成了为民除害任务, 奖励已经发放到了系统空间, 请宿主注意查收。 随着刘华生被江浩杀死, 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 江浩面无表情地随手丢下刘华生, 目光落在了其他人身上。 在江浩的注视下, 这些人纷纷低下了头, 不敢与江浩对视。 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们仗势欺人, 否则刘华生的下场, 就是你们的下场, 滚! 听到江浩的话, 众人不由松了一口气, 连连点头, 随即迅速离开了这里, 只剩下了神色没落地, 刘华生会在刘华生身旁。 江浩没有理会刘卷, 刘卷之所以张扬跋扈, 主要是因为刘华生, 如今刘华生已经死了, 刘卷也就没有靠山。 他相信, 警卫司那边绝对不会放过刘卷的, 刘卷必然会为之前犯过的罪恶付出代价。 走吧。 江浩对秦清兰说了一声, 两人便离开了。 对了。 路上, 秦清兰有心想要询问江浩, 可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江浩笑道, 你是想要问我, 之前明明都已经打算放过刘华生了, 为何会突然反悔? 秦清兰点了点头, 随即有些不好意思, 这毕竟是江浩的事情, 自己询问好像不太好。 本来我是打算放过他的, 但一想到, 他在华城作威作福, 这一次是遇到了我, 可如果下一次遇到了别人, 那别人岂不是危险了? 为了杜绝这类事情发生, 所以我就直接杀了刘华生。 听到江浩的解释, 秦清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不太相信江浩说得这么简单, 不过他也清楚, 江浩既然这么说了, 那自己也就没必要深究了。 你还是住在那个酒店吗? 秦清兰摇了摇头, 没有, 今天早上我退房了, 我任务完成了, 准备回北城书院了。 江浩闻言, 没有说什么, 两人就这么走在街上。 想到了什么, 秦清兰笑道, 对了, 之前北城书院校长还跟我打听过你呢, 想问我询问一下, 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北城书院? 第222章 偶遇, 不了, 我听说这几天圣学府的人就要过来了, 我准备加入圣学府了, 你回去的话, 帮我跟你们校长说一下吧, 也顺便帮我感谢一下他, 之前也没少为我的事情费心。 秦清兰点了点头, 行, 我回去见一下我们校长, 我估计, 咱们下回见面就是在圣学府了, 以后咱们就是同学了, 还望多多关照呀。 听到秦清兰打去的话, 江浩摇头一笑, 将秦清兰送到机场, 江浩便找了个安静地方。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打开神秘礼盒了。 恭喜宿主获得洗水丹成石, 住, 洗水丹可以改变生灵体质, 提升天赋等级, 宿主不可用。 恭喜宿主获得合成箱, 住, 宿主可以将两个同级别的物体, 放进合成箱进行融合。 例如, 两个F级天赋水晶, 可以融合成一枚E级天赋水晶, 融合时间为30分钟, 物品可以反复融合, 不过随着物品越强, 融合时间也会增加。 恭喜宿主获得神级武学, 擒龙手成一。 江浩打开神秘礼盒, 听着系统的提示音, 顿时喜出望外。 虽然这一次没有获得赤销这种传说中的神兽, 可这一次的收获丝毫不比上一次小。 尤其是洗水湛羽合成箱。 江浩先将擒龙手学习成功, 随即心念一动将合成箱拿了出来。 所谓的合成箱, 其实说是合成盒还差不多, 因为这个合成箱只有一个火柴盒大小, 甚至就连宽度都是一模一样的。 江浩小心翼翼地将合成箱打开。 这么小的盒子, 真能装进天赋水晶吗? 江浩有些疑惑, 要知道天赋水晶跟鸽子弹差不多, 而合成箱却只有火柴盒大小。 两者怎么看都不像能装下对方的存在。 不过, 既然是系统出品, 江浩觉得肯定有什么地方自己没有发现。 当即, 他手掌一放, 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两枚F及天赋水晶。 就在他拿着这两枚天赋水晶, 打量该如何放进去的时候, 突然合成箱传出一股犀利。 紧接着两枚天赋水晶被吸入到了合成箱。 江浩看着在合成箱中, 如同两粒黄豆粒大小的天赋水晶, 不由感到大为惊奇。 原来这个合成箱竟然内含乾坤。 难怪系统说可以融合物品呢。 那这么说, 自己的武器什么的, 是不是也可以融合? 看着合成箱还有很大的空间, 江浩从系统空间中拿出了两柄F级的武器。 虽然要貌不相同, 可等级却相同。 果不其然, 在江浩的注视下, 合成箱将这两柄F级武器吸收到了里面。 此刻两柄武器都变得极为迷你。 小巧, 江浩不由感觉有意思, 这个合成箱还真是给了他很大的惊喜。 当即江浩又拿出了两个绝形水晶, 以及一些同等级的药剂放到了合成箱内。 与其他不同, 药剂虽然可以放到合成箱, 却需要相同药剂才行。 也就是说, 治疗药剂只能跟治疗药剂一起放到合成箱, 无法与其他药剂放入其中。 江浩和尚合成箱, 准备等30分钟后再看看成果如何。 在江浩这边研究合成箱的时候, 华城警卫司这边已经得知了刘华生被江浩杀了。 对于刘华生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 只是奈何刘华生是华城第一人, 他们根本拿刘华生没办法。 再加上刘华生跟一些警卫司处得不错, 所以一直以来双方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但如今刘华生死了, 这对于华城警卫司这边来说, 可谓是高兴, 坏了。 当即开始对刘华生家里进行搜查, 同时也开始了对刘县的抓捕。 而这些江浩自然并不知情, 估计就算知道了, 也没兴趣知道后续如何。 此刻江浩已经前往了江省。 他之所以前往江省, 一方面是因为根据刘锦龙给他的消息, 黑龙会会长很有可能在江省。 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门家族的总部就在江省。 之前自己参加学校大比的时候, 西门家族同样对他父母出过手, 不过当时都被刘锦龙给拦了下来。 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刘锦龙的阻拦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次来江省, 除了要对付黑龙会以外, 还要对付西门家族。 入夜,江浩坐飞机来到了江省。 进入江省后, 他并没有立即行动, 而是先找了个住的地方。 江浩并没有在酒店吃晚饭, 而是出来找了一家饭店。 吃过饭,江浩在大街上闲逛, 难得清闲, 顺便看看江省的风景。 江省作为龙城的省城, 不仅占地面积比龙城大, 繁华程度更不是龙城所能比的。 虽然已经是晚上了, 随着天气的变化, 如今这个季节的气温已经有点凉了, 可依旧无法阻止众人逛街。 不知不觉间, 江浩来到了一处江边, 看着对面的灯红酒绿, 感受着阵阵清凉的风吹过。 只觉得浑身舒畅, 像这种放松的时候, 他还真是少有。 以往不是在忙学习, 就是在忙修炼。 即便跟许晴恋爱那几年, 他也没有这么放松过。 江浩漫步在江边, 感觉十分惬意。 突然, 他注意到了远处坐在长椅上的一道孤独歉影。 本来江浩是没有太在意的, 可随着他的注视, 对方似乎心有所感, 侧头也看向了江浩。 让江浩诧异的是, 此人不是别人, 竟然是沈梦里。 沈梦里也没想到, 竟然会在江省看到江浩, 不由一愣。 随后, 似乎想到了什么, 起身便想走, 可这时江浩已经来到了这边。 沈梦里真的是你,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 你怎么会来到江省? 江浩笑看着沈梦里, 对于沈梦里她还是很感谢的。 当初她身陷危险, 沈梦里挺身而出。 这段时间, 她还打算找沈梦里表示一下感谢呢。 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她。 好巧呀。 沈梦里伸手抹了一下眼泪, 露出一抹牵强的笑容。 江浩一愣,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 没什么? 沈梦里摇了摇头。 江浩坐在沈梦里身旁, 认真地说道, 沈梦里, 咱们也算是朋友了。 你如果有什么困难, 或许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尽管跟我说, 我一定会帮你的。 沈梦里看了一眼江浩, 随即一下子扑在了江浩怀中, 气不成声。 不得不说, 沈梦里这种级别的美女, 即便是哭都有一种不一样的美感, 同时也会让任何男人 有种心疼的感觉。 第223章, 一抹烟红, 嗅着沈梦里身上的忧香, 江浩不由, 有种心圆一马的感觉。 好在他意志力不错, 强行压制下心中的其他想法, 伸手轻轻拍了拍沈梦里的后背。 江浩竟可能让声阴柔, 何以显? 好了好了, 不要哭了。 有什么事情, 或者麻烦, 你跟我说, 我来帮你。 然而, 江浩不说这话还好一些, 此话一出, 沈梦里的哭泣幅度也加大了不少。 江浩无奈, 只能轻轻拍着沈梦里肩膀, 任由沈梦里在自己怀中哭泣。 而这也引来不少人江边的人指指点点。 在他们看来, 肯定是江浩惹到沈梦里了。 江浩自然注意到了众人的指指点点, 却也没有什么办法。 江浩, 我想喝酒了, 你陪我喝酒去吧。 过了一会, 沈梦里终于从江浩的怀中起身。 看着沈梦里如此伤心的模样, 江浩没有拒绝, 也不忍心拒绝。 两人来到了一个饭店, 随便点了几个菜, 要了一些酒便开始喝了起来。 江浩, 你们男人是不是都是一个德行? 酒过三旬, 沈梦里目光有些迷离地看着江浩。 江浩一愣, 怎么这么说? 刚才他酒并没少喝, 此刻也有些头昏脑胀。 不过, 倒也听明白了, 沈梦里会变成这样, 完全是因为男人。 只是他想不明白, 究竟是什么男人, 能得到沈梦里的芳心, 又让沈梦里这种知性的美女, 如此伤心呢? 我谈了五年的男朋友, 就因为我不想婚钱给他, 结果他就出去乱搞。 沈梦里的泪水, 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江浩犹豫了一下说道, 嗯, 这其中或许有什么误会, 也说不定。 他连具体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此刻也没办法判断, 只能尽可能地安慰沈梦里。 误会, 误会什么误会, 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沈梦里的情绪有些激动, 江浩见状也不敢轻易说话, 生怕让沈梦里更加激动。 喝酒, 沈梦里抹掉眼泪, 似乎也不想多说什么, 对着江浩举起酒杯。 江浩没有拒绝, 他知道这个时候, 沈梦里需要的不是安慰, 而是发泄。 发泄出来就好了。 一个小时后, 江浩搀扶着沈梦里进来了饭店。 两人打了一辆车, 江浩按照沈梦里说的住址, 将他送到了酒店。 江浩将沈梦里放在了床上, 本想直接离开, 结果沈梦里却突然一把抓住了江浩的手。 随即猛的一用力, 江浩便倒在了沈梦里的身上。 不等江浩说什么呢, 就感觉一抹柔软落在了嘴上。 本就迷迷糊糊的江浩多了一丝清醒, 可当一抹香甜钻入口中, 他的清醒也渐渐失去了。 清晨, 江浩从睡梦中醒来, 只觉得右侧手臂发麻。 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一道丝毫不舒晴晴蓝的绝美容颜。 江浩瞳孔骤然一缩。 什么情况? 就在这时, 沈梦里也缓缓睁开了眸子, 四目相对, 房间内的气氛瞬间变得压抑起来。 江浩甚至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那个, 江浩尴尬一笑, 张嘴刚想要说些什么, 沈梦里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沈梦里一句话也没说, 低着头用手扶着额头, 长发散落, 给人一种不一样的美感。 江浩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他跟沈梦里是朋友, 他心里其实挺欣赏沈梦里的, 却从来没想过会跟沈梦里如何。 更能想到, 有一天竟然会躺在床上。 看到沈梦里耸动的肩膀, 江浩心里有些不好受。 同时不由有些自责, 真是喝酒误实, 不喝酒肯定没有这些事了。 早知道如此, 自己说什么也不喝酒了。 现在弄得大家都尴尬, 以后还真是要远离这害人的酒。 当初自己跟苏清雪, 也是因为喝酒在了一起, 如今竟然跟沈梦里, 也阴差阳错地在了一起。 那个, 这件事我会负责的。 江浩迟了一下, 坐起来伸手拍了拍沈梦里的肩膀。 负责, 你怎么负责? 沈梦里猛地抬头看向江浩, 美眸红彤彤的。 江浩被沈梦里问得哑口无言, 是啊, 负责, 他要如何复杂, 抛弃苏清雪, 跟沈梦里在一起吗? 他自认为自己不是什么好人, 可抛弃弃子的事情, 他做不出来。 可对于沈梦里, 他心中有种莫名的愧疚感。 沈梦里淡淡地说道, 你走吧, 我不需要你负责。 你放心, 这件事怪我, 我不会对你不管不顾的。 我, 江浩还想要说什么, 可沈梦里却打断了他的话。 你走吧, 我想一个人静静。 江浩眉头一皱, 不过却也没有离开, 依旧坐在沈梦里身旁, 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 过了一会, 沈梦里收回目光, 不去看江浩。 两人坐在床上, 谁也说话。 坐了一会, 沈梦里起身下床, 丝毫没有顾忌江浩在身边, 直接走向了洗手间。 看着沈梦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江浩心中更加地尴尬了。 同时在心里骂自己一声畜声, 一点不知道怜香惜玉。 突然江浩瞥到床上的抹烟红, 不由有些愣愣出神。 很快, 洗手间内传出了花洒的声音。 江浩回过, 沈叹了一口气, 目光看向窗外。 此刻, 他也十分头疼, 究竟要如何处理沈梦里的事情? 叮咚! 叮咚! 就在这时, 门铃声响起。 江浩眉头一皱, 这时候谁会来按门铃? 这不是自己住的酒店, 那么能来这里的, 必然是过来找沈梦里的。 梦里, 梦里, 你开开门, 咱们好好聊聊。 一道男子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来人该不会是沈梦里的男朋友吧? 江浩意识到了这一点, 心中莫名有些心虚。 这下该怎么办? 就在江浩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沈梦里从裹着浴巾, 从洗手间中走了出来。 那道声音再次响起, 梦里, 你开开门, 我知道咱们之间有些误会,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沈梦里带眉微粗, 江浩尴尬地看着沈梦里。 沈梦里心有所感, 也看向了江浩, 随后似乎做了某种决定一般, 来到门口, 将房门打开。 梦里, 你终于开门了。 来人看到沈梦里刚刚出狱的样子, 先是一愣, 随即只觉得心中一阵火热, 说着就要往房间里进。 第224章 有什么事情, 你在这里说吧, 不用进来了。 沈梦里拦在门口, 淡淡地看着来人。 梦里, 你听我说, 事情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的, 是他勾引的我, 我。 沈梦里打断了来人的话,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 请你离开。 梦里, 咱们怎么说, 也有好几年的感情了? 你真要因为这点小事, 就跟我闹别扭吗? 来人说着, 伸手就要去抓沈梦里的柔姨。 咱们和好吧, 以后咱们结婚了, 我就那也不去了, 沈梦里躲开了来人的手。 陶宇,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咱们两个分手了, 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梦里, 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陶宇苦涩地看着沈梦里。 沈梦里态度坚决地说道, 没有原谅的可能了, 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 咱们就已经完了。 陶宇皱眉道, 梦里, 我知道你生气, 但你也要体谅, 体谅我行吗? 是, 我不应该跟别的女人上床, 可我是个正常男人, 我也有需要, 我想要让你给我, 可你不肯, 我又不能一直憋着吧? 沈梦里冷声道, 我没让你憋着, 现在你自由了, 你可以随便找人释放了。 说着, 沈梦里就要关门, 可陶宇却死死地抵在门口, 不让沈梦里把门关上。 梦里, 梦里, 我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不能离开你。 陶宇, 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机会了, 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然而, 不论沈梦里说什么, 陶宇就是不听, 沈梦里恼怒不已, 江浩, 你是死人吗? 滚过来! 本来江浩, 还考虑该怎么做呢? 听到沈梦里恼羞成怒的声音后, 不由打了个冷战, 抓起一旁的四脚裤穿上, 便光着身子下床了。 梦里, 你屋里有男人。 陶宇听到沈梦里的话, 不由一愣, 再看到沈梦里此刻的打扮, 一股不好的感觉由内而生。 紧接着, 他就看到了身上只穿着四脚裤的江浩, 从房间内走了出来。 梦里, 他是谁? 陶宇指着江浩, 声音都有些颤音了。 但凡是个男人, 看到这一幕, 都知道两人发生了什么。 沈梦里面无表情地说道, 他是我男人, 现在陶宇你可以走了。 沈梦里? 你说过, 婚前不会给我。 你现在竟然把自己给了别人, 你个贱人。 陶宇气得浑身颤抖, 说着伸手就要打沈梦里。 只是他手还没有落下, 就被江浩被一把抓住了。 想到是滚远点, 这里不欢迎你, 还有你别再打扰梦里了,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江浩说完, 一把甩开陶宇的手。 小子, 你找死。 陶宇脸色阴沉, 身上气息涌动, 随即变身成了一头雄狮, 直接向江浩扑了过来。 江浩也没惯着陶宇, 虽然陶宇是五阶觉醒者, 可在江浩身前, 根本不算什么。 只见江浩一拳挥出, 直接重重地砸在陶宇的脸上。 陶宇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就被江浩一拳打地撞在了墙上。 碰, 不等他再次反击, 江浩直接将门关上了。 任由他如何敲门, 就是不开门。 江浩看向面无表情的沈梦里。 那个, 你这里似乎住不了了, 跟我去我那里吧。 怎么, 还想继续碰我? 沈梦里瞪了一眼江浩, 江浩尴尬地挠了脑脑袋。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行了吧, 你也是不是什么好人。 沈梦里掀开被子, 注意到床上那么烟红, 不由一愣, 随即猛地转头看向江浩, 眼神恶狠狠的。 这让江浩只能抱以甘笑。 沈梦里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江浩, 随即伸出雪白的柔衣。 给我一把刀。 江浩脸色一变, 梦里, 你, 你别想不开, 我也不是故意的。 而且我说了, 我会负责的。 我说, 你是故意的了吗? 负责, 你怎么负责? 你能抛弃苏清雪跟我在一起吗? 沈梦里焦哼一声。 江浩有些尴尬, 不过看沈梦里, 似乎不像是想不开。 手掌一番, 取出一把小巧的银白色匕首。 结果江浩的匕首, 沈梦里坐在床上, 将那块被染的烟红的床单割了下来。 沈梦里, 将其认真地叠了起来。 刚要起身就看到江浩一脸诧异地看着自己, 不由翘脸一红。 滚一边去。 随即起身推了一把江浩, 走向了化妆桌, 把这一小块床单装进了自己的包中。 江浩, 你现在是不是挺得意的? 沈梦里突然开口。 江浩摇了摇头, 嗯, 没有。 得不得意他也不清楚, 他现在只清楚, 沈梦里是自己的女人了。 如果沈梦里再跟别人的话, 他肯定不能接受。 沈梦里轻叹一口气, 随即当着江浩面开始穿衣服。 将沈梦里要离开, 江浩也开始穿衣服。 此刻门外已经没有敲门的动静了, 江浩估计那个陶宇应该是离开了, 不过就算没有离开, 他也不在乎。 很快, 沈梦里收拾好了东西, 拉着一个皮箱向外走。 江浩见状从沈梦里手中接过了皮箱, 沈梦里看了一眼江浩, 不过倒也没有拒绝。 两人来到前台, 退了房, 这才走出酒店。 江浩说道, 去我那吧。 不了, 我要离开了。 沈梦里摇了摇头, 江浩连忙问道, 你要去哪? 沈梦里看了看, 江浩没有说话。 江浩也不好多问, 只能跟在沈梦里身旁。 沈梦里出众的颜值, 引来了不少人的注目, 不过对此沈梦里, 似乎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而江浩跟在沈梦里身边, 也享受了一把被人注目的感觉。 他长得也不坏, 只是却没有那么太过出众, 如果他自己走在街上, 绝对不会有人注意到他的。 你们两个狗男女, 给我站住。 就在这时, 一道愤怒的声音响起。 江浩与沈梦里回头看去, 就看到陶宇厄狠狠地向他们走了过来。 沈梦里带眉微粗, 我帮你解决掉他。 江浩看向沈梦里。 沈梦里瞥了一眼江浩, 你睡了他女朋友, 现在你还要解决了他, 你好意思吗? 第225章, 很重要吗? 江浩张了张嘴, 最终竟然无言以对。 以前他没发现, 沈梦里说话还挺有劲的, 噎得他一愣一愣的。 不过, 不得不说, 沈梦里说的确实有些道理。 但江浩还是觉得, 沈梦里应该是对陶宇有些愧疚, 才不允许自己动手的。 江浩偏偏用洞察之眼看了一眼沈梦里, 顿时露出了恶然之色。 姓名, 沈梦里。 年龄, 23。 等级, 三阶。 天赋, S制作。 能力, 强化者。 状态, 巅峰。 热点, 小腹, 后颈, 胸口。 江浩知道, 沈梦里是三阶觉醒者, 却一直没有用洞察之眼看过沈梦里。 没想到沈梦里竟然是极为罕见的强化者, 而且还是S级的强化者。 来不及多想, 陶宇已经来到了他们这边, 一脸凶狠地看着江浩与沈梦里。 沈梦里,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给这个男人, 我才是你男朋友。 沈梦里淡淡地说道, 你都能随便跟别的女人上床, 我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给别的男人。 更何况, 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咱们两个分手了, 没有任何关系了, 纠缠我了。 说完, 沈梦里转身就要走, 可陶宇却上前一步, 一把抓住了了沈梦里的头发。 你个水性洋花的贱女人, 我要杀你! 沈梦里惊呼一声, 可头发被抓住了, 她根本反抗不了。 虽然, 她是三阶觉醒者, 可她的能力是强化者, 战斗力比辅助系的觉醒者, 还不如呢。 松开! 江浩健壮, 脸色一沉, 直接抓住了陶宇的脖子。 陶宇想要挣脱, 却怎么也挣脱不掉江浩的束缚, 最终迫于无奈, 松开了沈梦里的头发。 沈梦里脸色苍白地站在江浩身后, 她本是知性的性格, 哪里受到过这种对待, 刚才真的是吓坏了。 好在江浩及时出手。 你找死! 江浩声音冰冷, 抓着陶宇脖子上的手, 也愈发用力。 江浩算了, 沈梦里回过神, 见陶宇已经被掐得喘不上来气了, 连忙拍了拍江浩肩膀。 滚! 江浩一甩手, 将陶宇摔在地上。 陶宇脸色难看, 长这么大她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羞辱呢。 当即变身成一头狮子, 便向江浩扑来。 江浩眸子微眯, 随即身体一跃就是一记回旋踢, 直接甩在陶宇的头上。 陶宇被甩飞了出去。 陶宇落在地上, 立即翻身而起。 不过这一次, 她并没有再盲目地出手。 连续两次都被江浩打飞了出去。 她已经意识到了眼前的青年没有那么简单。 正常来说, 三阶觉醒者在她面前,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反抗能力。 可此人却一直面不改色, 并且三番两次打飞自己, 足以说明自己这一次踢到铁板了。 陶宇, 你不要再胡搅蛮缠。 陶宇大怒, 顾不上街上看热闹的众人, 怒声道, 我胡搅蛮缠。 你给我戴了绿帽子, 你还说我胡搅蛮缠。 说着, 她便打算再次向江浩冲去。 江浩也失去了耐心, 头顶上浮现出了一颗狮子头。 神梦里有些无奈地说道, 江浩, 别跟她一样的, 你带我离开吧。 说实话, 她虽然对陶宇没有什么感情, 也气愤陶宇不老实, 可她已经没有资格说陶宇什么了。 毕竟她也没有守住承诺。 可如果让她眼睁睁看着陶宇被江浩杀了, 她也做不到, 所以只能让江浩带自己离开。 江浩文言停止了施展施吼弓的冲动, 伸手摸了摸盘在食指上的赤霄。 好。 龙音声响起, 赤霄从江浩食指上飞了下来, 随即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迅速变大。 赤霄在空中盘旋了一圈, 随即落在江浩身边。 啪。 赤霄尾巴一甩, 将猝不及防的陶宇抽飞了出去。 随后, 赤霄低下了头, 江浩牵着一脸愕然的审梦里, 走到了赤霄的头顶。 赤霄直接冲天而起, 随即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陶宇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赤霄消失的方向, 双拳紧握, 眼中充满了怨恨。 江省机场。 江浩与沈梦里坐在一旁的长椅上, 赤霄盘在沈梦里雪白的柔椅上。 此刻沈梦里已经从震惊中回过神了, 也知道了赤霄的真实身份。 说说你跟陶宇吧。 看出了沈梦里心情不好, 江浩故意寻找话题。 沈梦里一边摸着赤霄的小脑袋, 一边轻声道, 我们是在大一认识的, 他跟我都是北辰书院的学生, 为了追求我煞费苦心, 我也挺感动的, 便稀里糊涂成了男女朋友。 只是因为我的能力, 我时常在外面来回跑, 所以我们之间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只是因为有男女朋友这层关系, 所以偶尔见个面聊聊天啥的。 江浩问道, 那你这次来江省, 就是为了找他的? 嗯, 我们快一年没见了, 我也觉得有些亏欠, 就心思给他一个惊喜, 莫想到他反倒给我一个惊喜。 沈梦里苦笑一声, 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沈梦里摇了摇头, 不知道, 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 我是沈家的人。 江浩迟疑了一下问道, 我看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要再找你怎么办? 你怕我跟他复合? 还是怕他伤害我? 沈梦里侧头看向江浩, 眉眸之中泛着一抹别样的神色。 江浩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当然是怕他伤害你了, 躲着他呗。 江浩犹豫了一下, 随后认真地问道, 你不着急有的话, 可以跟我去我那里, 我给你个礼物。 啥礼物? 是你送我礼物, 还是要我把自己当成礼物送给你? 沈梦里也鱼地看着江浩。 江浩尴尬地笑道, 送你礼物, 不过在外面不方便, 需要跟我回去。 很重要吗? 江浩点了点头, 重要, 给你我回根放心。 沈梦里突然好奇地问道, 你是因为得到了我, 所以才送我礼物的, 还是因为什么? 有必要分得这么轻吗? 江浩摸了摸鼻子, 确实没必要。 沈梦里从长椅上站了起来。 走吧, 我看看你要送我什么礼物。 第226章。 你混蛋, 这是什么? 酒店内, 沈梦里看着江浩手中的 三枚鸽子弹大小的水晶石, 不由有些诧异。 还以为江浩这是要送他钻石呢? 你把血滴在上面就知道了。 江浩微微一笑, 沈梦里将信将疑地 将血滴在了三枚水晶石上。 起初他还没有在意, 可下一秒, 他察觉到了不对劲, 顿时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你这是什么东西? 竟然, 沈梦里震惊地说不出话。 他发现, 自己竟然多出了一个S级天赋, 又多出了两种新的能力。 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 姓名, 沈梦里。 年龄, 23。 等级, 三阶。 天赋, S制作, S19。 能力, 强化者, 水系, 灵能者, 火狐, 变异者, 清灵体, 体能者, 状态, 巅峰, 热点, 小腹, 后颈, 胸口。 江浩用洞察之眼看了一下, 满意地点了点头。 江浩笑道, 这样你就不再是单纯的强化者了, 另外两种能力你也可以随便使用。 你是怎么做到的? 沈梦里美眸中浮现出一色。 江浩笑了笑没有说话, 随后手掌一翻, 手上多出了一枚蓝色的耳钉, 以及一对白色的小翅膀。 这个又是什么? 沈梦里之前就从秦清兰口中知道了江浩手里有一些古怪的东西,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呢。 耳钉是储物装备, 这个你自己练话就知道了。 储物装备? 你把储物装备给我。 沈梦里诧异地看着江浩, 身为强化者, 他很清楚储物装备的稀有性, 即便他是强化者也需要达到七阶, 才有能力制作出F级或者E级的储物装备。 嗯, 这个是一个E级的储物装备, 我目前使用了。 沈梦里玩味地问道, 你把这些这么重要的东西都给我了, 你该不会想要包养我吧? 江浩有心想要回答是, 可又怕自己这个回答会让沈梦里不高兴, 因此单脆就不说话了。 哼, 男人。 沈梦里白了一眼江浩, 她是个聪明女人, 从江浩的表情中就看出了江浩的想法。 她摘下自己的一个耳环, 然后将蓝色的耳钉递给了江浩, 给你一个机会。 江浩一愣, 感觉自己好像被聊了, 可自己却找不到证据。 不过江浩还是拿起耳钉, 给沈梦里带了上去。 别说, 这个耳钉带在沈梦里的耳朵上, 显得非常漂亮。 沈梦里照了一下镜子, 也非常满意。 随后, 她按照江浩的方法, 将小翅膀练化。 下一秒, 一对十米长的白色羽翼, 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因为她站的位置, 这对羽翼完全展开了。 沈梦里脸上的笑容一致, 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浩。 江浩, 这是飞行武器。 见到江浩点头, 沈梦里把玩了一会江浩给她的飞行武器。 随后突然一把抓住了江浩的手臂, 神色有些激动。 这个你是从哪里弄到的? 我跟我老师的团队研究了好久, 一直都没有早就成功。 你怎么会拥有飞行武器? 江浩摸了摸鼻子, 这是我无意间发现的。 滚蛋! 沈梦里脸一沉, 她自然听出了江浩是在敷衍自己。 随后, 她突然舞昧一笑, 露出了一对小虎牙, 凑到江浩身边。 江浩, 你告诉我怎么拥有的飞行武器, 我让你再品尝一下我的味道。 嗨嗨。 江浩差点被自己的口水枪死, 她怎么也没想到, 知性的沈梦里竟然会说出这种虎狼之词。 我说的是真的, 沈梦里见江浩竟然不为所动, 不由骄哼一声。 哼, 男人, 如果不是她脸上挂着一抹羞红, 江浩真以为她是那种放浪的人呢。 江浩, 你说, 你把这些好东西给我了, 肃清雪知道, 会怎样? 沈梦里突然靠近江浩, 将郊区靠在江浩怀中, 口吐幽蓝。 阮玉在怀, 江浩不由, 有些心缘一马。 你想让我做你的地下情人是不是? 想要对我金屋藏胶对不对? 江浩干咳一声, 那个, 我还有一个礼物呢。 她发现, 她低估了沈梦里, 原本她以为沈梦里这种知性的绝美女子, 应该是那种含蓄的存在。 没想到, 沈梦里跟小野猫一样, 尤其那妩媚的样子, 再加上说话的语气, 顿时感觉一只小手在身上游走, 给人一种抓心脑干的感觉。 不吗? 你先告诉我, 你是怎么弄到的飞行武器的好不好? 江浩感觉自己都快要顶不住了, 连忙说道, 日后再说, 日后再说。 已经热了呀, 你咋来了? 我身上现在还轻一块紫一块的呢, 小妹妹依旧很疼。 沈梦里就如同一只小妖精一般, 不断在江浩耳旁吹气。 江浩打了个寒颤, 他现在感觉自己好像是打破了潘多拉的魔盒。 说嘛, 哥哥, 老公, 嘿。 江浩连忙后退一步, 看着背驰咬着粉唇, 满面羞红, 目光迷离的沈梦里。 这娘们为了飞行武器, 还真是拼了啊。 此刻他已经有些后悔, 将飞行武器拿出来了。 江浩手掌一翻, 一枚洗髓丹出现在手中。 沈梦里还想要说什么, 江浩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将洗髓丹丢入沈梦里口中。 你给我吃的什么? 沈梦里莫等反应过来呢, 洗髓丹就已经进度了。 下一秒, 他脸色一变。 江浩, 你个王八蛋。 紧接着, 沈梦里便倒在床上, 发出痛苦的哀嚎。 原本之性绝美的沈梦里, 此刻面不争鸣, 身体蜷缩, 江浩却一脸淡定, 先是将窗户打开, 然后将沈梦里包了金光, 抱紧了浴缸里。 沈梦里足足痛苦了五六个小时, 才浑身是汗, 一脸虚脱地躺在浴缸内。 整个人都仿佛支铃破碎了一般, 任谁看到, 都有种我见游连的感觉。 江浩, 你个王八蛋。 沈梦里虚弱地看着江浩, 绝美的小脸上, 满是委屈的神色。 在他看来, 江浩就是故意折腾自己的, 让自己竟然痛苦了这么长时间。 江浩苦笑一声, 你先别急着骂我, 你先感受一下身体少的变化。 沈梦里一愣, 低头一看, 瞬间脸色通红。 你混蛋! 第227章, 我至于吗? 我不是让你看这个, 你感受一下体内。 女医, 沈梦里注意到了自己的修为, 竟然变成了四阶, 并且自己的天赋, 也从S级提升到了SS级。 沈梦里小嘴微张, 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浩。 他发现, 今天江浩给了他太多的震撼了, 先是能增加能力与天赋的神奇石头, 然后又是储物装备, 飞行武器。 现在, 竟然不仅让自己的修为提升了一个等级, 甚至就连自己天赋也已经变成了SS级的了。 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 可不得不说, 这太你天了。 放心吧, 我不会害你的。 你把这两瓶药剂喝了, 然后洗个澡。 江浩摸了摸沈梦里的脑袋, 随后手掌一番, 两瓶体力药剂出现在手中。 好难闻的味道。 听江浩这么一说, 沈梦里也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 这个正常, 洗水单把你身上的杂质给洗出来了, 洗个澡就好了。 江浩把药剂喂给沈梦里, 随后帮沈梦里调好水温, 便起身离开了浴室。 一个小时后, 沈梦里裹着浴巾, 从浴室之中走了出来。 因为刚刚洗过澡的缘故, 沈梦里身上的皮肤都有些泛淡粉色。 沈梦里一边擦头发, 一边坐在了江浩身边。 沈梦里犹豫一下, 随后问道,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就因为得到了我。 江浩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说实话, 在来江省之前, 他根本没想过会发生这些事情。 四世看出了江浩的犹豫, 沈梦里没有为难江浩。 沈梦里郑重地说道, 江浩, 飞行武器对于龙国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知道你或许有难言之意, 但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 江浩苦笑一声, 随即犹豫了一下, 这才开口道。 你这段时间没事的话, 可以跟着我。 我告诉用实际行动, 告诉你, 我是如何得到的飞行武器。 沈梦里闻眼眼前一亮, 随后想到了什么, 狐疑地看着江浩。 你这家伙, 该不是没安好心吧? 我至于吗? 江浩美好气地白了一眼沈梦里。 沈梦里眼嘴一笑,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什么便宜都敢占。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虽然话是这么说, 不过沈梦里却真的并没有厉害。 在江浩房间待了一会, 便去前台重新开了一个房间。 多浪费啊! 江浩惋惜地看了一眼沈梦里。 昨晚上她喝得太多了, 对于细节都没好好感受过。 本来还以为今晚能温故而知心呢? 结果沈梦里竟然单独开了一间房。 沈梦里痴笑一声, 怎么, 还想继续睡我呀? 江浩摇了摇头, 她倒是想, 关键沈梦里根本不给她这个机会。 回到房间, 江浩这才想起来 她从系统空间中将河成箱拿了出来。 过了这么长时间, 她放在河成箱里面的东西都已经好了。 两个F级天赋水晶, 经过融合如今变成了一个全新的E级天赋水晶。 这个新天赋, 竟然包含了两个天赋的特点。 这让江浩不由有些诧异与激动。 如果说, 这种融合可以将天赋特点融合在一起, 那是不是说, 随着融合的天赋越多, 新融合出来的天赋水晶的能力也越强了? 为了证明这个猜测, 江浩再次往里面放了两个F级的天赋水晶。 她要做的, 就是将两个F级的天赋水晶融合后, 然后再让这两个融合出来的E级天赋水晶进行融合。 如果新融合出来的D级天赋水晶, 真的拥有四种天赋特点的话, 那就说明她的想法是对的。 并且, 自己可以利用这一点, 融合出强大的天赋水晶。 随后, 江浩又将融合好的武器拿了出来。 武器融合相对来说就比较普通了, 只是将武器融合成了一柄长鞭, 不过等级却达到了E级。 江浩拿出了融合的觉醒水晶与天赋水晶不同, 两枚F级觉醒水晶融合在一起后, 所形成的E级觉醒水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特点。 这让江浩不由感觉有些奇怪。 当即, 他再次拿出了两枚F级觉醒水晶,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立即把这两枚F级的觉醒水晶换成了两种不一样能力的觉醒水晶。 这两枚觉醒水晶, 一枚是变异者觉醒水晶, 一种是体能者觉醒水晶。 之前他放到合成箱里的是两种同级别, 一样能力的觉醒水晶。 他猜测, 之前融合成功的觉醒水晶, 应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没有太大变化的。 这一次他要试试不一样的, 如果成功了, 那他第二个分身的能力就出来了。 最后江浩取出了融合后的药剂, 药剂他每种都放了两瓶。 如今全部变了模样, 只是将其取出来后, 江浩有些哭笑不得。 这个合成箱对于药剂还真是简单粗暴, 所谓的融合就是将两瓶药剂合成了一瓶。 之前一瓶药剂也就大拇指大小的瓶子, 如今变大了一倍。 当然了, 药效还是提升了一些, 差不多达到了一加一等于三的地步了。 基本上对合成箱已经有了一些了解, 江浩刚要将合成箱收起来, 突然想到了之前自己得到的变异血。 当即他将两滴变异血拿了出来, 然后放到了合成箱里。 第二天清晨, 两人相约在大厅吃了走饭。 接下来怎么安排? 江浩想了想说道, 我原本准备对付西门家族的, 不过, 你想要知道飞行武器的事情, 只能先改变一下, 形成了。 你要对付西门家族? 为什么啊? 沈梦里好奇地看着江浩, 因为他们招惹了我, 还对我父母下手了。 如果不是我朋友帮忙, 后果不堪设想。 江浩没有隐瞒, 将西门家族与他的恩怨说了一遍。 沈梦里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 我觉得倒不用那么麻烦了。 怎么? 你有办法。 江浩诧异地看着沈梦里, 也不能说有办法吧, 主要看你想怎么做。 如果你非要亲自报仇的话, 那我自然没有办法。 但如果你只是要灭了西门家族的话, 我有办法。 说说看, 第228章, 托你的福。 很简单, 西门家族能在江省做到这一步, 背后肯定不干净。 我只需要动用沈家的力量, 对西门家族进行彻查, 只要找出他们的漏洞, 就可以置他们于死地。 江浩想了想, 然后说道, 行吧, 那就你来, 解决了西门家族后, 我就带你去龙城伦县区。 沈梦里点了点头, 随即拿出手机, 发了一个电话。 沈梦里并没有避回江浩, 当着江浩面跟手机另一头说了一下西门家族的情况。 也不知道, 手机另一头是怎么回复沈梦里的。 不过看沈梦里的样子, 应该没什么问题。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沈梦里就挂断了电话。 好了, 等消息吧, 这一两天就能知道结果了。 江浩点了点头, 虽然不是亲手报仇, 可能够让西门家族身败名裂也不错。 突然江浩想到了黑龙会, 根据情报, 黑龙会会长很有可能在江省, 只是目前在什么地方还不确定。 走吧, 陪我逛逛。 沈梦里拿起精美的女士包。 江浩没有拒绝, 跟着沈梦里走在街道上, 两人谁也没有说话。 逛了一个小时后, 沈梦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江浩不知道, 手机另一头跟他说什么了。 沈梦里看向自己的眼神有些怪异。 过了好一会, 就听沈梦里说没问题, 便挂了电话。 沈梦里走回来笑道, 事情还真感到一起了。 怎么了? 江浩好奇地看着沈梦里。 刚才学校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龙城找你。 江浩一愣, 去龙城找我。 你那个学校的? 你不知道吗? 我是圣学府的学生。 沈梦里瞥了一眼江浩。 江浩尴尬一笑,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那让你去龙城找我, 是要带我回圣学府吗? 沈梦里点了点头。 嗯, 你把邀请函给我吧。 到时候, 咱们直接去圣学府。 这个怕不行, 邀请函在龙城呢。 我没带来, 咱们还需要回一趟龙城。 江浩苦笑一声。 沈梦里不解地看着江浩, 你不是有储物装备吗? 为什么邀请函不随身携带? 江浩耸耸肩。 我以为你们会去龙城找我, 所以我就没拿。 谁知道圣学府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接着一起逛街。 江浩还特意买了两杯奶茶, 这让沈梦里不由有些诧异。 诧异之余, 脸上还有些娇羞。 他虽然出了五年男朋友, 可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做。 尤其一边走路, 一边喝奶茶, 更是头一次凌厉。 沈梦里? 就在江浩与沈梦里刚刚离开商场不久, 一道愤怒的声音传来。 江浩与沈梦里回头看去, 就看到陶宇正气势汹汹地向他们走来。 江浩就没道, 你的这个前任脑袋有些问题吧? 废话, 别人给你戴绿帽子了。 你看你能不能这么淡定, 得了便宜卖乖的混蛋。 沈梦里白了一眼江浩。 江浩有些尴尬, 好像还真是这回事。 不过这个陶宇如此纠缠他们, 伪实让他有些不爽。 陶宇很快来到了江浩他们面前, 在他身后还跟着两位中年人。 这两位中年人同样是五阶觉醒者, 看向江浩的目光有些不善。 沈梦里有些无奈地看着陶宇。 陶宇, 我都已经说得更清楚了。 你还来做什么? 这两天他本就心情不好, 陶宇该一而再再而三地招惹他们, 这让他也不胜其烦。 你竟然突破了? 陶宇刚要说什么, 突然注意到了沈梦里身上的气息, 不由一论。 嗯, 托你的福, 如果不是你, 我还没那么容易突破。 沈梦里点了点头, 另有所指。 如果没有陶宇胡搅蛮缠, 江浩还真不一定帮他。 为了让自己有自保能力, 江浩也算煞费苦心了。 想到这里, 沈梦里心中莫名有些不一样的感觉。 陶宇冷哼一声, 哼, 你个水性羊花的贱人, 今天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说着, 他回头对另外两人五阶觉醒者说道, 他就是江浩, 他们交给你了。 说完, 陶宇便向沈梦里走去。 沈梦里迅速后退, 他虽然在江浩的帮助下, 已经成为了四阶觉醒者, 可毕竟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与陶宇硬碰硬的话, 必然会吃亏的。 所以现在, 最应该做的就是臂气锋芒, 反正有江浩在呢,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这个想法一出现, 沈梦里不由一愣, 自己什么时候这么信任江浩了? 是因为两人阴差阳错的结合, 还是因为什么? 不等沈梦里想明白呢, 江浩已经一步迈出, 站到了沈梦里的身前, 挡住了陶宇。 哼, 你很愿意成英雄是吧? 那就先解决了你, 再去解决那个贱人。 陶宇脸色阴冷, 当即直接变身成狮子, 向江浩扑了过去。 与此同时, 他身后的那两位五阶觉醒者, 也在第一时间, 向江浩发起了攻击。 这两人一个是体能者, 一个是灵能者。 江浩见状, 手掌一翻, 赤焰剑出现在手中。 虽然赤焰剑不如斩马刀, 但眼下这里, 用斩马刀并不合适。 其实原本, 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的, 自己施展施吼弓, 两下, 就可以解决掉陶宇他们。 可这里是街道, 施吼弓杀伤力太大, 又是无差别攻击。 固然能杀了陶宇他们, 可同样周围路人, 也会因此遭殃。 江浩不想让无辜人遭殃, 所以只能使用其他方法。 这个时候, 使用赤箫剑刚好合适。 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两人, 江浩手中赤焰剑一阵, 表面立即浮现出一层火焰。 随即直接与陶宇他们, 展开了战斗。 周围人看到这一幕, 揭露出震惊的神色。 这是什么武器? 竟然还有火焰加持? 审梦里看到, 也有些诧异。 他本身就是强化者, 对于武器他自然有发言权的。 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看到有那位强化者, 制作出来的武器, 可以拥有属性加持呢。 这也让他发现, 江浩越来越神秘了。 好似想到了什么, 审梦里眸子一彩连连。 江浩能让他拥有多种能力, 那是不是也让自己拥有了多种能力? 这么说, 江浩也有可能是一位强化者了。 说不定, 飞行武器, 还有这柄带火的剑, 就是出自江浩之手。 审梦里越想越有这种可能, 他感觉自己已经触摸到了江浩的秘密。 第229章, 黑龙会的下落。 碰, 碰, 碰。 在众人的注视下, 战斗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虽然因为场地的原因, 江浩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 可即便如此, 以他的战斗力, 对付三位武器觉醒者依旧非常简单。 碰, 终于被江浩抓住机会, 直接一键解决了那位武器的体能者。 失去了武器体能者的帮助, 陶宇顿时感觉到了莫大的压力。 尽管在他后方还有一位武器灵能者, 可他却需要承受江浩的全部攻击。 碰, 陶宇一时不慎, 被江浩一箭刺中胸口, 好在他反应及时, 避开了要害,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可即便如此, 他依旧不好受。 陶宇冷笑道, 江浩, 你完了? 你知道你杀的人是谁吗? 那是黑龙会的人, 黑龙会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黑龙会的人? 江浩眸自微眯, 他还正想找黑龙会的人呢。 没想到, 他们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不错, 我想你应该知道黑龙会的大名吧。 毕竟你们之间可是有着不小恩怨的。 哼哼, 本来看在梦里的面子上, 我没打算对你怎样的。 但你与黑龙会有牵连,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江浩说着, 身形一动, 立即化作了一道残疑。 陶宇意识到了不好, 连忙后退, 可他的反应虽快, 速度却不如江浩。 江浩很快便来到了他的身边, 赤焰剑直接落在他的脖子上。 就在江浩要弄死陶宇的时候, 沈梦里连忙叫住了江浩, 对江浩摇了摇头。 江浩眉头一皱, 不过最终还是给了沈梦里一个面子。 只是他虽然放过了陶宇, 可并不代表不会惩罚陶宇, 江浩常见一扫。 陶宇立即打出了痛苦的哀嚎声, 身体迅速恢复人形状态,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双手死死地抱住了脚踝, 原来刚才江浩一剑斩断了他的左腿脚筋。 江浩没有再理会陶宇, 而是看向了那位五阶灵能者。 此刻那位五阶灵能者也意识到了不好, 连忙转身就跑。 江浩则立即追了过去。 沈梦里见状, 银牙一咬, 也追了上去。 然而他们还没有追出多远, 江省警卫司的人就过来了, 将他们包围了起来。 原来不知道是谁, 看到这边打起来了, 便报了警。 江浩本不想与警卫司的人发生冲突, 所以收起了赤焰剑, 可没想到那位五阶灵能者却并没有善罢甘休, 直接打伤了拦在他身前的警卫司向远处逃顿。 他们黑龙会最近一直被打压, 他很清楚自己如果落到警卫司的手里会是怎样的下场。 江浩见状, 心念一动, 金冠羽翼立即出现在背后, 随即在众人的注视下直接冲天起, 向那位五阶灵能者追去。 后方的沈梦里有些羡慕地看着江浩背后的金冠羽翼, 这就是飞行武器。 他们研究好久都没研究出来, 如今江浩却拿了出来。 当然他也有, 可现在他还不能飞走, 警卫司在这边呢, 他需要协助警卫司。 不多时, 江浩便拎着那位五阶灵能者回来了, 他并没有杀掉那位五阶灵能者, 而是用葵花点血手控制住了对方。 这位兄弟, 敢问你可是龙城江浩? 这是一位警卫司的人走了过来。 江浩淡然一笑, 我是江浩, 也是龙城人, 就是不清楚是不是你口中的龙城江浩。 他怎么不知道自己还有了这么一个称呼? 那想来就没错了, 江浩兄弟, 还请一架, 去警卫司那边聊聊。 你放心, 我们对你没有恶意的, 就是聊一下刚才的情况。 江浩点了点头, 并没有拒绝。 正好他也想要让这些警卫司, 从那位五阶灵能者口中, 问出黑龙会的情况。 当即, 他们一行人前往了警卫司, 沈梦里也跟着一同前去了。 来到警卫司, 这些人对江浩, 沈梦里非常客气。 他们虽然不知道沈梦里的真实身份, 自然也不会为难沈梦里。 甚至江省警卫司司长, 在得知江浩过来了, 也特意现身一剑。 江浩的名字, 如今在警方这边也如雷贯耳。 众人或许不认识江浩的容貌, 但江浩的名字却都知道。 沈梦里看着被人围在中间的江浩, 不由有些哑然失笑。 看向江浩的目光, 依旧一彩连连。 不知道是因为被江浩得到了, 还是因为什么?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关注江浩了。 警卫司这些人, 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 便示意江浩他们可以离开了, 不过江浩却并没有离开。 江浩让他们审问一下那位五阶灵能者, 他要从对方口中知道一些黑龙会的情况。 江省警卫司的办事效率不错, 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就从那位五阶灵能者身上, 问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黑龙会因为官方的打压, 如今情况并不好, 主要人马分成了三个区域, 其中华城是一个, 江省是一个。 最后一个则是黑龙会会长带着一伙人。 如今华城那边的黑龙会被江浩已经灭了, 这一消息目前还没有传出来呢。 江省这边的黑龙会同样在郊外附近, 只有一位六阶觉醒者坐镇。 江浩询问了具体位置后, 便带着沈梦里离开了警卫司。 江浩问道, 我打算去郊外, 将那些黑龙会的人解决掉。 你跟我去, 还是会酒店? 我跟你一起去吧。 沈梦里想了想, 江浩没有拒绝。 那行, 咱们一起飞过去吧。 顺便你也感受一下飞行武器。 沈梦里点了点头, 他也正有此意。 除了有些好奇飞行的感觉, 同时, 他也想要借此感受一下飞行武器的不同之处。 当即, 江浩带着沈梦里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跟他说了一下要领后, 便让沈梦里自己尝试一下。 沈梦里心念一动, 雪白的羽翼瞬间展开。 这一刻, 羽翼仿佛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而并非武器一样。 沈梦里在江浩鼓励的目光下, 尝试着独自飞到空中。 虽然有些害怕, 可飞行时却没有丝毫不适的感觉, 就仿佛他本身就是一只鸟。 尝试了几次, 沈梦里渐渐克服了心理障碍, 可以放开一些了。 随即两人一同飞往郊外。 第230章, 冰神体。 对付那些黑龙会, 没有任何意外, 江浩轻而易举, 便将黑龙会在江省这边的人都杀了。 沈梦里诧异地看着江浩, 他知道江浩战斗力很强, 却没想到竟然这么强。 一位六阶觉醒者, 八位五阶觉醒者, 将近一百位五阶以下的觉醒者。 江浩仅仅只有了二十多分钟, 就解决了战斗。 他真的很想知道, 江浩是如何做到的。 要知道, 江浩现在才不过三阶修为啊, 战斗力就已经强过六阶觉醒者了。 真不知道, 如果江浩突破到了六阶, 会是怎样的实力。 为什么这么看我? 我脸上有花呀。 江浩注意到, 沈梦里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不由有些好笑。 沈梦里笑道, 梅花, 但挺帅的。 你能别这样吗? 在我心里, 你一直是那种知性, 淡雅的美女, 你从, 我都无法给你定位了。 江浩苦笑一声, 他很想说, 自从得到了沈梦里后, 沈梦里的影响就在他心中一路崩塌。 倒不是说不好, 相反这个或许才是最真实的他。 沈梦里揶揄地看着江浩,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我? 都行。 江浩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沈梦里娇哼一声, 切, 原本我还以为你是什么正人君子呢? 结果也是个花心大萝卜。 江浩不说话, 他发现在沈梦里面前, 说什么他都会被损一顿的。 果然沈梦还是挺有用的, 沈梦里并没有再继续为难江浩。 两人回到市区, 吃了一顿饭后, 便回到了酒店。 回到自己房间, 江浩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合成箱。 此刻他晚上, 放入合成箱的东西, 已经全部融合完了。 江浩将两个融合的一级天赋水晶, 再次放去了合成箱, 这次融合完, 就能认证是否能按照他想的那样了。 之后他又取出了绝形水晶, 看着新融合成的绝形水晶, 江浩不由有些激动, 果然如他想象中的那样。 新融合出来的绝形水晶, 是两种不一样能力的融合。 就是不知道这种融合, 能容纳几种。 江浩想了想, 再次拿出两种不一样能力的绝形水晶, 将其放到了合成箱。 随后他拿出了变异血, 两滴变异血已经融合了, 只是融合出来的产物却让江浩有些失望。 两者融合出来的依旧是变异血, 比起之前的变异血更加危险了。 江浩犹豫了一下, 将其余变异血全部拿了出来, 然后放进了合成箱呢。 他想要看看, 这些变异血究竟能融合成什么样。 没过一会, 苏清雪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两人腻歪了一会, 这才不舍地挂断了电话。 三十分钟很快过去了, 江浩再次打开了合成箱。 因为合成箱里有一级的天赋水晶, 可天赋水晶并没有融合成功。 不过其他的都融合得差不多了, 尤其是觉醒水晶。 这个新融合的觉醒水晶, 同样拥有着两种能力。 江浩将另一枚融合的觉醒水晶拿了出来, 随后将两枚融合后的觉醒水晶放在了一起,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至于变异血, 也从十滴变成了五滴。 随后江浩直接将五滴变异血放入了合成箱内。 这次融合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 一级的天赋水晶, 融合竟然需要一个小时。 等天赋水晶融合完毕后, 江浩原本以为会过得一个拥有四个天赋的天赋水晶, 结果没想到四个天赋竟然化作了一个。 而这一个天赋也并不具备四个天赋的特性, 这让江浩不犹有些失望。 现在只能看看两个融合后的觉醒水晶, 融合后会是什么样的吧? 希望不要让他再失望了。 等了一个小时, 江浩再次打开合成箱, 将最新融合的觉醒水晶拿了出来。 这个觉醒水晶只有三种能力, 分别是灵能者、体能者以及变异者。 唯一不同之处, 就是灵能者的能力是双能力。 看着这个新的觉醒水晶, 江浩隐隐猜测到了什么。 这个新的觉醒水晶之所以会是三种能力, 而不是四种能力, 那是因为其中灵能者这个能力是重复的。 不过这也认证了他的猜想, 觉醒水晶是可以进行能力融合的。 想到这里, 江浩开始翻找自己手机的觉醒水晶。 他要为自己的第二个本体, 融合出一个好一点的觉醒水晶出来。 找了半天, 江浩找到了一大堆想要拥有的能力, 但他并没有盲目地进行融合。 虽然这些能力都是他想要的, 却不代表他真的需要, 他要的是刚需, 而不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怪物。 经过重重筛选, 江浩最终选择了两种能力的觉醒水晶。 一个是体能者觉醒水晶, 另一个是灵能者觉醒水晶。 灵能者觉醒水晶, 江浩选择了冰系, 体能者这边江浩选择的是肉身强大之类的。 他很快从觉醒水晶中, 将这两种觉醒水晶各自挑选出了十多枚。 他自然想要多弄一些, 可目前并没有那么多, 这十多枚还是他好不容易挑选出来的呢。 甚至体能者觉醒水晶这边, 因为数量不足, 他用了其他类型的体能者觉醒水晶进行替补。 好在合成箱足够大, 这些觉醒水晶放进里面并没有什么影响。 之后的时间里, 江浩一直瞒着融合觉醒水晶了。 一直到天亮, 他终于将融合好的觉醒水晶拿了出来。 这个觉醒水晶一共就两个能力, 分别是冰系与肉身。 但因为这是两种能力融合的觉醒水晶, 所以已经不能单纯将其看作灵能者或者体能者觉醒水晶了。 因为这个包含了两种不一样的能力, 最后江浩将其异能者觉醒水晶。 而这个融合的觉醒能力, 也被他称之为冰神体。 江浩换出第二个本体, 让其炼化异能者觉醒水晶。 几乎瞬间, 这枚觉醒水晶就被炼化了。 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 第二个本体点了点头, 随即心念一动, 身体瞬间变成了人形状态的晶莹剔透的冰晶。 顿时房间内的温度下降了不少, 甚至已经有地方开始结冰了。 第二个本体手掌一台, 掌心之中立即凝聚出一根与手掌链接在一起的冰锥。 手掌倾抖, 冰锥消失不见。 第231章 凡人 随即第二个本体又心念一动, 顿时一道道冰墙浮现出来。 很快在第二个本体的操控下, 冰墙消失不见。 看着玩得不亦乐乎的第二个本体, 江浩笑道, 从今以后, 你就叫异能者本体吧。 没问题, 以后我就叫这个了。 第二个本体并没有拒绝。 反正名字只不过是个代号, 只是方便与它们自己区分而已。 归根到底, 它们都是江浩。 江浩心念一动, 将异能者本体收回了体内。 就在这时, 门铃声响起。 江浩打开房门, 就看到沈梦里站在门口。 你干什么了? 怎么这么冷? 沈梦里只觉得, 随着江浩开门, 一股冷气流扑面来, 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江浩微微一笑, 没什么, 咱们去吃饭去吧。 沈梦里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江浩, 不过却没有说什么。 你今天怎么了? 餐厅中, 沈梦里不解地看着胃口格外好的江浩。 没什么, 就是实力有了一个小小的突破。 沈梦里撇了撇嘴, 不太相信江浩说的, 不过倒也没有再继续多问。 江浩主动问道, 一会吃完饭做什么去? 没什么好做的, 回房间待着。 突然沈梦里想到了什么, 迟疑了一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你还有没有飞行武器了? 可以再给我一个吗? 此话一出, 沈梦里也有些忐忑, 毕竟他跟江浩还没有熟到那种特别熟的地步。 两人之间最大的交集就是前天那场邂逅。 他也不确定, 江浩会不会因此而生气。 江浩看了一眼小心翼翼的沈梦里, 想了想, 还是点了点头。 他已经猜测到了, 沈梦里想要飞行武器干什么了, 不过飞行武器他还有一些, 再给沈梦里一个的话也无所谓。 而且他也相信, 就算自己把飞行武器给沈梦里, 沈梦里也不一定能研究出来。 一会去我房间吧? 江浩, 你混蛋。 沈梦里一愣, 随即想到了什么, 翘脸一红, 低声骂了江浩一句, 便起身独自离开了。 江浩被骂得有些不知所措, 自己让他去房间拿怎么了, 总不能让自己在这里直接把飞行武器给他吧。 但很快, 江浩便意识到了什么, 知道沈梦里误会了。 快速吃完早餐, 连忙房间去。 等他回来的时候, 沈梦里正蹲在他的房门前。 那个, 刚才, 江浩打开房门, 刚要跟沈梦里解释一下, 沈梦里便气呼呼地走进了房间。 江浩无奈关上了房门, 就看到沈梦里坐在了床上。 你要做什么, 就快点吧。 沈梦里说着, 往床上一躺, 头一歪, 不去看江浩。 江浩无奈地摇头苦笑。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让你来我房间, 是要在房间里把飞行武器给你。 我总不能直接在大厅, 就直接给你吧。 沈梦里从床上坐起来, 脸色羞红地看着江浩。 真的? 江浩白了一眼沈梦里, 我骗你干什么? 烦人。 沈梦里羞涩地说了一声, 刚才他真是气坏了, 还以为江浩要趁人之威呢。 虽然他不讨厌江浩, 也对他有些好感, 可以想到江浩要以这种方式欺负他, 他还是很不舒服。 江浩无奈地手掌一番, 将一个飞行武器取了出来。 诺, 拿去吧。 谢谢。 沈梦里小心翼翼地接过了飞行武器, 随后在江浩错愕的目光下, 快速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然后飞快地跑了出去。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坐在床上, 江浩开始思索, 自己第三个本体应该给予什么样的能力呢? 自己第一个本体是变异者, 第二个本体是异能者。 可第三个本体的能力却还没有想好。 原本他想的是, 让自己三个本体分别是灵能者、 变异者以及体能者。 可都来一想, 便放弃了这个打算, 自己是鼓舞者, 与体能者差不多, 没必要成为体能者。 变异者自己倒已经成为了, 所以已经不需要了。 自己第二个本体是冰神体, 是体能者与灵能者的结合, 自己也不需要灵能者了。 思前想后, 江浩最终决定, 先不去考虑第三个本体的能力, 反正以后机会多的是。 想到这里, 江浩便没有再考虑这件事, 而是再次拿出了合成箱。 合成箱的作用不错, 正好他可以, 借着合成箱, 对自己手中的那些天赋水晶, 觉醒水晶进行融合。 还可以对武器进行融合, 江浩想要看看, 这些武器能不能融合成一柄SS级武器, 或者S级武器也行, 这样对于他的战斗力, 又会是一种很大的提升。 江浩最先做的就是将赤箱剑 与另一把B级武器进行融合。 然而江浩没想到的是, 超过C级的物品融合并不是俩俩相融, 而是需要五个。 好在他最近这段时间并没有贩卖武器, 所以他手里有不少武器。 因为昨晚一宿没睡, 江浩直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赤箱, 他则开始补教。 原本江浩打算睡一会就起来的, 结果没想到一睡就睡到了晚上。 等江浩起来的时候, 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去。 赤箱, 融合得怎么样了? 江浩去卫生间洗漱一番后, 走了出来。 马上了, 再有一个小时, 就成功了。 这么快啊? 江浩一愣, 他还以为, 今天不一定能完成吗? 江浩来到一旁的桌子上, 只见自己放在这上面的那些武器都没了, 甚至就连赤焰剑, 斩马刀也都不见了。 赤箱瞪着灵动的大眼睛, 一眨不眨地盯着合成香。 江浩摸了摸赤箱的小脑袋, 赤箱非常受用地蹭了蹭江浩的手指。 就在这时, 敲门声响起, 江浩一愣, 这么晚了, 谁会过来敲自己的房门? 莫不是沈梦脸? 江浩打开门一看, 竟然真是沈梦脸。 只是沈梦脸此刻的状态似乎有些不对劲, 双眼通红, 似是哭过, 又似是累的一般。 江浩刚要说话, 沈梦脸便一把抱住了江浩。 江浩有些愕然, 随即干咳一声。 你怎么了? 沈梦脸撒娇的声音响起, 那个飞行武器好难。 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弄得好不好? 可。 第232章, 正明。 你先别考虑飞行武器的事情了,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 这两天我就告诉你。 江浩将沈梦脸扶到沙发上坐下, 有些无奈地看着沈梦脸。 他知道沈梦脸想要早就飞行武器, 可他没想到, 沈梦脸竟然从回到房间一直研究到现在, 最后实在研究不出来了, 所以过来找自己了。 你就告诉我吗? 沈梦脸如同小女孩一样, 晃着江浩的手臂。 江浩苦笑一声,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 而是没法告诉你, 需要你自己看才行。 那你现在就带我去看好不好。 沈梦脸半个身子压在江浩的身上, 可怜兮兮地看着江浩。 非要看! 沈梦脸的脑袋如同小鸡灼米一样, 来回点赞。 看到沈梦脸这副模样, 江浩不忍拒绝, 当即收起合成香, 赤消恢复拇指大小, 弹在了江浩食指上。 走吧。 沈梦脸顿时喜笑颜开, 主动牵上了江浩的手。 江浩有些无奈地跟沈梦脸退了房, 走出酒店, 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沈梦脸好奇地问道, 你是要带我去哪? 回龙城, 去沦陷区。 沈梦脸有些疑惑, 那咱们不坐飞机, 用飞行武器飞回去。 江浩摇了摇头, 这个点那还有飞机了, 只能靠咱们自己回龙城了。 飞行武器你就不要想了, 我的实力倒是可以坚持用飞行武器飞回龙城, 可你的实力不够。 那咱们怎么去龙城? 赤霄。 江浩没有说话, 而是将赤霄叫了出来。 赤霄立即恢复本体。 看到赤霄出现, 沈梦脸立即明白了江浩的打算。 两人站在赤霄的头顶上, 赤霄直接冲天起, 向龙城所在的方向飞去。 赤霄的速度很快, 虽然拖着两个人, 可依旧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大约四十多分钟, 赤霄便带着江浩他们回到了龙城, 并且直奔沦陷区。 江浩让赤霄在轮陷区外停了下来, 随后他带着沈梦脸在少岗那里登了记以后, 这才进入轮陷区。 走在漆黑的轮陷区, 听着是不是传出的售吼声, 沈梦脸紧紧地靠在江浩的身上。 心中十分胆怯, 这还是他第一次进入轮陷区呢。 虽然他已经是四阶觉醒者了, 依旧有些害怕。 江浩带着沈梦脸不断前行, 一路上遇到魔物都被他清理掉了。 不多时, 他们就进入到了中围。 沈梦脸死死地抓着江浩的手。 江浩, 你为什么非要带我来轮陷区啊? 这里太可怕了。 你不是想知道飞行武器的秘密吗? 随着不断深入, 他们遇到的魔物也越来越强了。 不过这些魔物对于江浩来说没有任何威胁。 大约一个小时后, 江浩终于碰到了一个目标。 这是一只六阶的秃头黑鹰。 你看到这只秃头黑鹰了吗? 江浩指了指天空上盘旋的大鸟。 沈梦脸点了点头。 你先在这里等我, 我去对付他。 江浩说着, 便要飞到空中, 却被沈梦脸一把拽住了。 江浩, 我害怕。 沈梦脸都快哭了。 看得出来, 他确实是真的害怕了。 江浩让赤霄出来, 然后让赤霄陪着沈梦脸。 沈梦脸这才放松一些, 可手却放在赤霄身上。 似乎只有这样, 还能给他带来安全感。 江浩心念一动, 金冠羽浮现在背后, 随即他冲天起, 直奔秃头黑鹰掠去。 秃头黑鹰早就注意到了江浩, 发出一声音鸣, 便向江浩迎了过来。 江浩速度陡然加快, 同时一拳挥出, 这一拳虽然没有动用任何武学, 可威力依旧丝毫不弱。 碰。 江浩的拳头 与秃头黑鹰的爪子碰撞在一起, 一人一兽被震得不断后退。 很快, 江浩稳住身形, 再次向秃头黑鹰杀去。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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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兽, 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 双方出现了短暂的僵局。 不过这种状态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只见江浩手掌一探, 顿时一股强劲的寒流凭空出现。 秃头黑鹰被这股寒流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他却很清楚, 这股寒流是眼前这个人类搞的鬼。 鸣叫一声, 秃头黑鹰猛地向江浩扑来。 这一次, 江浩没有在手下留情, 立即对秃头黑鹰展开了灵力攻击。 什么时候弓, 降龙十八掌等等, 都被他施展了出来。 甚至还施展出了各种兵器能力, 这让下方的沈梦里看得惊讶不已。 不过, 很快他便反应过来, 江浩都能让他多出不同的能力, 江浩自己多出一些奇特的能力, 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江浩的突然反击, 让秃头黑鹰有些始料不及, 直接被打懵了。 最后, 江浩嘴巴一张, 一道龙眼吐息喷涌而出, 直接将秃头黑鹰笼罩在了其中。 秃头黑鹰本就被江浩打得有些找不到北了, 如今在被龙眼吐息这么一口, 顿时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声。 江浩收起龙眼吐息, 秃头黑鹰此刻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 身体不受控制地从空中开始往下掉。 江浩见状, 迅速凝聚出树道冰锥, 随后直接甩出。 冰锥全部没入秃头黑鹰的体内, 没等掉到地上, 秃头黑鹰便没了气息。 江浩从空中落下, 回到了沈梦里身边。 不等沈梦里开口, 江浩手掌一番, 一对小巧的黑色羽翼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什么意思啊? 沈梦里不解地看着江浩。 江浩耸了耸肩, 这就是你想要看到的飞行武器秘密。 然而沈梦里却没有明白江浩的意思。 江浩无奈, 只能再次开口。 你看一下, 这个飞行武器, 与秃头黑鹰的翅膀一不一样。 沈梦里一愣, 随即接过江浩手中的飞行武器, 仔细一看, 发现这个与秃头黑鹰的翅膀还真有几分相似。 我的天赋就是击杀魔物后, 够可以变成各种武器。 想要飞行武器的话, 就必须击杀六阶飞行类魔物。 而且我击杀魔物获得的武器等级, 跟他们生前的实力有关。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拿出来的飞行武器都是A级的原因。 真的? 沈梦里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浩。 这种能力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强化者在江浩面前, 岂不是一文不值了? 江浩苦笑道, 我有必要骗你吗? 他虽然没说实话, 但与实情也差不多了。 沈梦里想了想, 不好意思地说道, 你能再证明一下吗? 你想怎么证明? 第233章 训练 你把储物装备先放在我这里, 然后再击杀一只六阶魔物, 我看看。 江浩想了想, 没有拒绝, 随后取出了自己常用的储物装备, 然后带着沈梦里继续前行。 不多时, 他们遇到了一只六阶的黄文雷牛。 我不敢保证击杀他以后会得到什么武器,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武器跟他身上的属性有关。 沈梦里点了点头, 江浩见状也不含糊, 直接向黄文雷牛发起了攻击。 经过一番战斗后, 终于将黄文雷牛给击杀了。 而他也获得了一柄名为奔雷锤的锤子。 只不过这个锤子有些古怪, 说是锤子, 倒不如说是厨子呢。 它并没有锤子那么大的脑袋, 也就比成年人拳头那么大, 整体也就成人小臂那么长。 不过其表面, 除了有种厚重的吐戏以外, 还有电弧闪过。 真这么神奇。 沈梦里不敢相信地, 看着江浩手中的奔雷锤。 江浩耸了耸肩, 那你手中的储物装备。 江浩点了点头, 只要是空间戏魔物, 我杀了就可以获得储物装备。 不过, 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三级网上的空间戏魔物。 所以, 我的储物装备等级都不是很高。 沈梦里张着性感小嘴, 因为他是极为罕见的强化者, 可如今跟江浩一比, 感觉江浩比自己还像强化者。 这个是我的秘密, 我希望你不要说出去, 好吗? 沈梦里回过神来, 犹豫了一下, 最终点了点头, 然后将江浩的储物装备 以及刚才的拿到手的飞行武器, 还给了江浩。 其实他很想让江浩跟他去见一下他的老师, 江浩的能力实在太拟天了。 可他很清楚, 真这么做的话, 很有可能会给江浩带来麻烦的。 而且, 江浩也不希望这样做, 他自然要尊重江浩。 咱们回去吧。 江浩笑道, 不着急, 既然来了, 正好我好好训练一下你的战斗力, 免得你一直当战斗小白。 嗯, 不训练行不行?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沈梦里有些迟疑, 他还是挺不适应战斗的, 或者说, 他根本不喜欢战斗。 那你也要有自保的实力才行啊, 不然如果遇到危险怎么办? 好吧。 沈梦里无奈地点了点头, 他知道, 江浩这是为了他好。 江浩并没有为难沈梦里, 他带着沈梦里回到了轮陷区的最边缘, 让他从这里逐步适应战斗。 起初的时候, 沈梦里还是挺慌张的, 别说一间魔物了, 就算零间魔物也让他手忙脚乱。 不多在击杀了一些魔物后, 他也渐渐开始得心应手起来。 不知不觉间, 两人竟然在轮陷区待了一夜。 怎么样江浩, 我是不是也很有战斗天赋? 击杀一只二间魔物后, 沈梦里得意洋洋地看着江浩。 江浩摇头苦笑, 你这分明就是仗着实力强, 一股脑丢技能, 活生生将这些魔物砸死的。 战斗不就是这样的吗? 江浩认真地说道, 当然不是了。 你要懂得察言观色, 审视敌情, 不要盲目出击, 还有要注意节省自己的能量, 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那我要怎么做? 沈梦里觉得江浩说得有道理, 便开始虚心请教。 江浩也没有藏私, 将一些战斗技巧, 一一传授给了沈梦里。 沈梦里学得很快, 仅仅用了一上午的时间, 便基本掌握了江浩说的要领, 不过想要彻底掌握, 还需要一段时间。 好在他们时间充足, 下午的时候, 沈梦里就已经能够独自对付三阶魔物了, 并且与他们打得有来有回。 你别忘了, 你可不是普通的四阶觉醒者, 你除了是强化者, 体能者还是变异者, 以及灵能者。 你要把你的能力, 充分地发挥出来。 听到江浩的提醒, 沈梦里也开始了尝试着在战斗中切换不同能力。 还真别说, 这样一来, 让沈梦里的实力又提升了一些。 以沈梦里的战斗力, 除了那种超级天才或者江浩, 同级之中很少有人会是他的对手了。 沈梦里突然开口问道, 你也把苏清雪改造了吧。 江浩没有隐瞒, 点了点头。 沈梦里轻哼一声, 沈梦里又历练了一回, 两人这才在太阳下山之前离开了沦陷区。 来到郊外, 沈梦里手机传来了短信提醒。 沈梦里一看, 立即将电话拨了回去。 江浩不知道手机对面说了什么, 不过看沈梦里连连点头, 神色平淡,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过了一会, 沈梦里挂了电话, 然后来到了江浩身旁。 西门家族解决了, 以后江省不会再有西门家族了。 江浩有些诧异, 这么快, 怎么解决的? 他们自身底子就不干净, 只要细查就能查出毛病, 这一次又是我沈家出面, 他们自然逃脱不掉了。 江浩文言不由有些感慨, 有时候, 有一个强大的背景也是很重要的。 这件事多谢了。 听到江浩的感谢, 沈梦里白了一眼江浩。 江浩说道, 你跟我去我家吧, 我把邀请函给你。 行吧。 沈梦里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大约一个小时, 江浩带着沈梦里回到了自己家里。 他让沈梦里先在客厅里等一下, 自己也回到了房间。 从变异者本体那里拿到了邀请函, 便回到了客厅。 一回到客厅, 就看到江上全, 萧玉芬坐在沈梦里身旁, 热情地聊天。 萧玉芬更是热情地抓着沈梦里的手, 不停地夸沈梦里长得漂亮, 有涵痒。 弄得沈梦里翘脸通红, 十分不适应。 爸妈, 你们干什么呢? 江浩有些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一幕。 刚才通过几人的对话, 他已经听出来了, 老两口这是将沈梦里 当成自己的女朋友了。 虽然自己与沈梦里有了夫妻之时, 又相互有好感, 可关系还没确定下来呢。 沈梦里悄悄瞪了一眼江浩, 他以为江浩自己住呢, 没想到是跟父母住在一起。 最让他没想到的是, 江浩父母竟然这么年轻。 他刚才差点认错了, 还以为这是江浩他大哥和嫂子呢。 第234章, 沉睡。 小浩, 梦里这姑娘我跟你爸非常喜欢, 我们聊聊家常呢。 江浩苦笑道, 爸妈, 我们还有事呢, 一会就要离开了。 刚来家里, 干嘛着急走呀? 肖玉芬文言立即不干了。 沈梦里可比许晴强了一百倍不止, 如果能成为她儿媳妇的话, 那她做梦都能消醒。 江上全野开口道, 就是, 再说了, 这都马上吃晚饭了, 什么事也不差这一会了, 小沈就留下来吃个晚饭, 然后明天你们再走。 小沈没问题吧? 沈梦里不好意思拒绝, 只好点了点头。 那行, 你们两个先在这里待着, 我跟你妈去买菜去。 见沈梦里点头了, 老两口别提有多高兴了, 当即拍板。 我爸妈他们, 家里就剩江浩与沈梦里了。 江浩尴尬一笑。 沈梦里低着头, 小声道, 没事, 叔叔阿姨挺热情的。 这个是邀请函。 江浩将邀请函递给了沈梦里。 沈梦里这时才想起来, 自己过来是干什么来的, 看了一下邀请函, 然后将其受到了储物装备之中。 沈梦里下意识摸了摸自己戴着耳钉的耳朵。 谢谢你江浩。 谢我做什么? 江浩一愣。 沈梦里笑道, 谢你给了我一个储物装备, 这样方便多了。 江浩文言没有在一起, 从一旁的果盘中递给了沈梦里一个水果。 沈梦里好奇地问道, 你爸妈怎么会这么年轻? 他隐约间感受到了江浩父母的修为, 都是二階实力。 虽然说实力强大的觉醒者, 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 可江浩父母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跟你一样, 我把给你的东西也给过我爸妈, 然后他们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江浩耸了耸肩, 并没有隐瞒。 沈梦里了然地点了点头, 对于江浩的话倒是没有怀疑。 毕竟江浩这一手实在太神奇了, 他即便感受了一遍, 依旧没有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带我去参观一下你房间吧。 江浩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变异者本体已经被他收回体内了, 完全不怕沈梦里看。 来到江浩房间, 沈梦里想到了什么? 好奇地问道, 你带苏清雪过来过吗? 江浩摇了摇头, 目前还没有呢, 我俩是在学校大笔那时候确定的关系。 沈梦里没有说什么, 开始在房间里转了起来。 这个房子买多久了? 三四个月吧。 沈梦里想到了两人最开始认识的时候, 不由好奇地问道, 看样子, 你家也不怎么缺钱? 为什么刚认识那回? 你那么愿意做任务挣钱呢? 那会是真没钱。 而且我还想要买这个房子, 所以就一边接任务挣钱, 一边将击杀魔物获得的武器卖了卖钱, 慢慢才攒下的家底。 江浩摇头苦笑, 对于自己的发家之路, 他没有吝啬, 简单地跟沈梦里说了一遍。 沈梦里有些愕然, 没想到江浩竟然也有这种穷困潦倒的经历。 在房间内逛了一回, 他们便回到了客厅。 刚坐下没多久, 江上全他们便开车回来了。 吃完饭, 江浩给沈梦里安排在了客房。 一日, 两人在江上全、 萧玉芬他们不舍的目光中离开了家。 江浩依旧将变异者本体留在了家, 有一个本体在这里, 他才能放心离开。 临走之前, 江浩留下了几枚天赋水晶, 觉醒水晶以及两个飞行武器, 两枚洗水单。 让变异者本体有空去一趟苏清雪家里, 给他父母提升一下天赋。 路上, 江浩问道, 咱们接下来直接前往圣学府, 还是怎么的? 圣学府还有一个半月才开学呢, 这段期间你就先跟着我吧。 沈梦里摇了摇头, 现在跟我去一趟我住的那个地方, 拿一些东西, 然后咱们去落城。 江浩眉头一挑, 你别告诉我, 这是你之前定好的计划。 他怎么感觉, 沈梦里似乎早就计划好了呢? 差不多吧, 本来我就是这么定的, 但圣学府不放心, 便给我找了帮手保护我。 只是没想到, 这个人是你。 沈梦里没有隐瞒。 之前圣学府那边给他打电话, 让他来龙城找江浩, 目的就是让江浩保护他去落城。 江浩嘴角抽搐, 感觉自己好像被算计了一般。 沈梦里斜了一眼江浩, 怎么? 跟我出去, 你很刁面? 没有, 没有。 江浩干笑一声, 两人一路来到了沈梦里之前住的地方, 沈梦里将所有东西打包, 放进了储物装备之中。 以前他就羡慕那些有储物装备的, 如今自己拥有了, 他发现储物装备实在太好用了, 不然这些东西, 他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江浩想到了什么, 好奇地问道, 你之前为什么要那些雪狐, 鳄于尸体啊? 沈梦里笑道, 我除了是强化者以外, 还是个服装类设计师, 我要那些雪狐, 是为了设计一款女士冬天穿的衣服, 至于鳄于尸体, 是为了设计手铃包, 还有皮鞋的。 原来这样, 我还以为那些都是强化者制作武器的必需品啊。 江浩恍然, 那你设计成功了吗? 成功了呀, 等冬天的时候, 我穿上给你看看。 沈梦里此话一出, 房间内顿时有些一些暧昧, 之后, 两人便没有再说什么。 收拾好后, 江浩, 沈梦里便前往了龙城机场。 从龙城到洛城, 即便坐飞机也需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到。 好在沈梦里早有安排, 他们没有等多久便登上了飞机。 江浩问道, 现在已经坐上了飞机, 你总可以告诉我去洛城要干什么了吧? 去洛城是为了进入洛城那边的沦陷区, 我需要去沦陷区寻找一种炼制飞行武器的材料。 这一次, 沈梦里没有隐瞒, 将自己要去洛城办的事情说了一遍。 那是什么样的材料? 是一种名为空雨时的材料, 之前我还信心满满的, 不过现在我已经没有多少信心了。 沈梦里苦笑一声, 之前他确实觉得他们这一次研发飞行武器能成功, 可看到江浩拿出来的飞行武器后, 他就觉得这一次他们怕又要失望了。 这种事情急不来的, 慢慢来吧。 江浩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沈梦里, 只能拍了拍他的肩膀。 两人等了没一会, 飞机便起飞了。 朱音, 我达到了满月, 要沉睡一天。 就在这时, 赤霄的声音突然在江浩脑海中响起。 第235章, 30次, 落成机场。 江浩与沈梦里从机场之中走出来, 两人直奔订好的酒店。 进入房间, 江浩坐在床上, 看着石化的赤霄。 自从赤霄在跟自己说要沉睡后, 便彻底石化了, 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知道, 等赤霄苏醒后, 便进入到了成长期。 江浩拿出合成箱, 如今武器已经融合完毕了, 只是他一直没有时间拿出来, 他很期待, 自己这些武器会融合成什么样的武器。 江浩打开合成箱, 顿时一股灵力的气息涌出, 江浩将里面的武器拿了出来。 这是一柄三棱军刺, 长一米五左右, 通体暗红, 呈螺旋状, 浑身散发着灵力气息, 手柄是纯黑色。 武器信息瞬间出现在自己眼前。 30次, 系统出品的SS级武器, 可以根据使用者的属性, 而对其进行增幅, 始终是可以提升使用者的一倍攻击力。 看着手中的30次, 江浩非常喜欢。 这不仅仅因为他能增强攻击力, 更因为这是一柄SS级武器。 当即江浩将其炼化。 以后凭借这柄30次, 就算七阶觉醒者, 他也能正面交战了。 江浩没有高兴多久, 沈梦里就过来找他吃晚饭。 一日一早, 两人直接出发, 前往了洛城这边的轮陷区。 江浩这也是第一次来到第二个轮陷区。 颇为好奇, 这个轮陷区与龙城轮陷区, 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 进入轮陷区以后, 遇到的一些低级魔物都被沈梦里给解决了。 沈梦里被自己击杀的魔物, 他有些恍惚, 他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 自己竟然也能跟战斗类觉醒者那样战斗。 随着深入, 所遇到的魔物也越来越强了, 从五阶魔物开始都是由江浩解决的。 咦, 你的这把武器, 沈梦里看着江浩手中的三灵刺, 不由露出惊疑之色。 这是SS级武器? 嗯。 江浩点了点头, 不过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沈梦里虽然好奇, 但看出了江浩似乎不想多说, 也就没有多问。 不过他的目光却一直落在江浩手上的三灵刺上。 他的老师是一位七阶的强化者, 可最多也就制作出A级武器或者半部S级的武器。 没想到, 江浩竟然弄出了一个SS级的武器, 如果按照江浩所说的那样的话, 那这应该是江浩击杀了一只八阶魔物才能产生出的武器。 可江浩能杀死八阶魔物呢? 沈梦里不相信。 但眼下不是询问这些的时候, 毕竟谁没有一些秘密了。 沈梦里跟在江浩身后, 看到江浩不断击杀五阶、六阶魔物, 心中敬佩不已。 如果不看江浩修为的话, 肯定会将江浩当作七阶觉醒者。 但其实, 江浩只是一位三阶觉醒者。 他在圣学府见到不少妖孽人物, 这些妖孽人物越即而战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可他却没看到谁像江浩这般能拥有这么强的越即而战的实力。 这个给你, 你先当作武器吧。 就在沈梦里愣神之际, 江浩的声音响起。 沈梦里低头一看, 只见江浩递给了他一柄十分秀气的紫色软件。 这个给我。 沈梦里有些诧异, 这可是一柄A级武器, 放在市面上绝对是被封抢的存在。 见到江浩点头, 沈梦里迟疑了一下, 还是接了过来。 反正他已经接受了江浩很多馈赠了, 也不差这一个了。 这软件, 当沈梦里接过武器软件后, 不由露出震惊之色。 他竟然在这柄软件上感受到了一抹灵质, 这跟飞行武器上的灵质一样。 原本他以为只有飞行武器上才有呢, 没想到连这种战斗类的武器都有。 江浩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我的武器有些特殊, 从B级开始就有气灵了。 而且这些拥有气灵的武器只认一个主人。 沈梦里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他再次感觉到了江浩的神秘, 什么气灵他根本听都没听说过。 他不是没有见过B级武器, A级武器, 可他从来没有从这些武器上感受到过气灵的存在, 但江浩这些武器上却用。 而且他还发现, 江浩的武器在同级别上要比强化者制作出来的武器强不少。 你说的那个什么空雨石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咱们。 江浩带着沈梦里来到了一处空地上, 没等他问完, 他就感觉到了赤霄的气息。 沈梦里刚要说话, 就听到了一道龙银声响起。 随即便看到赤霄从江浩的手中飞出, 并且迅速恢复了本体大小。 如今赤霄已经达到了满月, 他的体积也变成了十丈长。 整体看上去更加威武了。 赤霄在空中盘旋了一圈, 随后缩小成拇指大小, 落在江浩的肩膀上, 用小脑袋轻密地蹭了蹭江浩的脸。 主音! 虽然已经进去了成长期, 可赤霄的声音依旧稚嫩且软眠。 江浩问道, 达到了满月, 可有什么变化吗? 赤霄献宝一样, 将自己的新能力说了出来。 我又多出了一个天赋, 翻江倒海, 还多出了一个技能, 祖龙翼。 对于赤霄的能力变强, 江浩也很高兴, 他与赤霄能力共享, 他会的赤霄都会, 同样赤霄会的他也会。 这么说来, 自己多出了一个天赋与技能。 沈梦里好奇地问道, 赤霄怎么了? 赤霄满月了, 进去了成长期, 江浩没有隐瞒。 对了, 刚才话没说完呢, 你知道空雨石在什么地方吗? 咱们应该往哪里走? 沈梦里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空雨石在什么地方。 我老师只说了, 在洛城这边的沦陷区, 我唯一知道的是, 空雨石是一种拳头大小的蓝色石头。 江浩有些无奈, 沦陷区这么大, 他要去哪寻找那种蓝色石头? 而且太深的地方, 他也不敢进入。 我想起来了, 之前我老师提到过一嘴, 他说, 空雨石在一处山脉之中。 江浩闻言看了一眼周围, 山脉之中, 这倒缩减了一些难度, 有这么一个大方向就好。 赤霄, 你去东边看看, 如果有危险的话, 立即返回。 赤霄点了点头, 随即飞升而起, 恢复了本体, 直奔东边。 江浩看了一眼沈梦里, 犹豫了一下, 还是在沈梦里震惊的目光下, 将异能者本体放了出来。 第236章, 究竟是什么人? 你去南边看看, 有危险的话, 立即返回。 异能者本体微微一笑, 放心吧本尊。 说着, 异能者本体从天而起, 直奔南边掠去。 看到异能者本体离开, 沈梦里这才回过神来。 江浩, 这是怎么回事? 刚才那个人。 江浩简单地解释道, 你可以把他当作我的分身。 走吧, 咱们去北边看看。 沈梦里跟在江浩身后, 神色复杂地看着江浩。 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看透了江浩, 知道了江浩的大部分秘密。 现在看来, 自己看得的他只是冰山一角。 江浩, 你究竟是什么人? 大约一个小时, 江浩停下了脚步, 沈梦里疑惑地看着江浩。 我的那具分身找到了你说的空语石, 不过他遇到了麻烦。 那怎么办? 沈梦里文言立即紧张起来。 没事, 咱们过去看看吧, 我已经让赤销过来了。 说着, 江浩便直奔异能者本体那边掠取。 沈梦里紧随其后, 你的那个分身那边怎么了? 江浩不在意地说道, 被一群猴子盯上了, 放心吧, 问题不大。 虽然异能者本体没有他这么多手段, 但战斗力并不比他弱多些。 寻常六阶觉醒者都不是异能者本体的对手。 再者, 他与本体有联系, 他可以通过本体视觉看见那边的情况。 现在异能者本体那边唯一的麻烦就是, 那些猴子数量太多了, 其中六阶就有三个。 以异能者本体的实力, 对付一个六阶还行, 对付三个就有些相形见处了。 虽然江浩这么说, 可沈梦里还是不由有些紧张。 与此同时, 南边的一处峡谷内, 异能者本体此刻正在进行苦战, 周围都是白毛猿猴的尸体。 而他现在面临着三只六阶的白毛猿猴, 若非他战斗力非凡, 此刻只怕早就败了。 子子, 刺耳的叫声不断响起, 让异能者本体不由有些心烦气躁。 但好在, 他并没有慌乱。 异能者本体脚掌猛的一塌地面, 顿时一股可怕的寒气散发出来。 然而可怕的寒气虽然厉害, 却并不能让三只白毛猿猴受伤。 三只白毛猿猴呈三脚状, 将异能者本体围在中间进行攻击, 丝毫不给异能者本体喘息的机会。 在三只白毛猿猴的围攻下, 异能者本体渐渐出现了体力不支, 身上的伤势也在不断加深。 而就在异能者本体即将坚持不住的时候, 一道龙银声从远处传来。 好。 紧接着, 就看到一条通体火红色的五爪火龙 从远处击齿而来。 四世察觉到了赤霄来者不善, 那三只白毛猿猴迅速撤退, 凭借魔物的敏锐感知, 他们在赤霄身上察觉到了一丝危险气息。 好。 赤霄俯冲而下, 同时狮猴弓施展出来。 这一记狮猴弓, 直接让三只白毛猿猴受了一些伤势, 但这种伤势对他们影响不大。 赤霄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 当即嘴巴一张粗壮的火柱从口中喷涌而出, 赫然是龙眼吐息。 子子。 而这也彻底地激怒了三只白毛猿猴, 只见他们停下了脚步, 愤怒地看着赤霄, 随即抓起一旁的石头, 向赤霄砸来。 赤霄感觉到了挑衅, 身体迅速从天而起, 旋即盘成了一方大硬的模样, 然后直接向三只白毛猿猴砸去。 三只白毛猿猴脸色一变, 迅速四散而逃。 碰。 刚才他们所在的位置, 瞬间被砸出了一道半米深的深坑。 子子。 三只白毛猿猴又惊又怒, 之前赤霄在空中, 他们拿赤霄没办法, 如今赤霄落下来了, 他们立即扑了上来。 面对三只白毛猿猴的攻击, 赤霄毫不含糊, 直接迎了上去。 作为神兽, 他有神兽的威严, 哪怕他才刚刚进入成长期。 一时间双方出现了坚持, 谁也奈何不了谁。 异能者本体健壮, 从储物装备中取出了两瓶治疗药剂 以及体力药剂, 喝下后, 身体的状况好了不少。 当下直接向那三只白毛猿猴冲了过来。 子子。 其中一只白毛猿猴从战圈中退了出来, 双方很快激战在一起。 赤霄这边因为少了一只白毛猿猴, 他的压力也减轻了一些, 同时开始了反击。 只见他一记神龙白尾甩出, 向其中一只白毛猿猴抽了过去。 那只白毛猿猴健壮, 二话不说, 直接迎了上去。 碰。 沉闷的声音响起, 赤霄与那只白毛猿猴被震得同时后退。 不过, 赤霄只后退了三步。 而那只白毛猿猴却后退了五步, 方才稳住身形。 赤霄稳住身形, 还没等出手呢。 另一只白毛猿猴就已经来到了赤霄身前, 直接扑到了赤霄身上, 对于赤霄就是一通王八拳。 赤霄甩了两下, 都没有将其摔下来, 当即直接用身体往一旁的石壁上撞。 这招虽然有些自残, 却非常好用。 仅仅两三下, 就将这只白毛猿猴给甩了下来。 随后, 赤霄再次一记神龙白尾。 只是这一次与以往不一样, 这一次他看似施展神龙白尾, 实则是在施展剑气。 顿时, 一道赤红色剑气喷涌而出, 直奔刚刚那只从他背上摔下来的白毛猿猴。 这只白毛猿猴脸色一变, 连忙躲避, 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赤红色的剑气从这只白毛猿猴的肩膀扫过, 这只白毛猿猴的右侧手臂瞬间被连根斩断。 子子, 这只白毛猿猴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 鲜血不受控制地从伤口之中喷涌出。 另一只白毛猿猴看到自己的伙伴重伤, 心中怒火中烧, 咆哮一声直接冲向了赤箫。 赤箫不懈地看了一眼, 这只白毛猿猴直接冲天起随即爪子晃动。 顿时叨叨龙形虚影凝聚而成, 随即向这只白毛猿猴掠去。 一时间, 龙银声四起, 那些龙形虚影瞬间将这只白毛猿猴淹没在了其中。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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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闷声不断响起, 周围更是烟雾弥漫。 碰尘散去,露出了这只白毛猿猴。 此刻, 这只白毛猿猴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 生死未知。 第237章 空雨时, 与异能者本体激战的白毛猿猴, 注意到了自己两个伙伴的情况, 心中大海。 没想到, 那条长相怪异的四角蛇, 竟然这么厉害。 他的两个伙伴联手, 都被打败了。 无尽的恐惧涌上心头, 这让他哪里还有继续战斗的想法了, 当即转身就想跑。 然而还没等他跑出多远呢, 便被异能者本体给拦了下来。 虽然眼下异能者本体杀不了这只白毛猿猴, 可想要拦住他还是很轻松的。 这让这只白毛猿猴又气又怒, 可却又没有丝毫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与异能者本体战斗。 赤霄在解决了两只白毛猿猴后, 便将目光看向了与异能者本体交战的白毛猿猴。 正考虑要不要帮忙的时候, 异能者本体开口了。 赤霄, 你不用帮我, 我来对付他。 赤霄犹豫了一下, 便放弃了帮忙的打算。 不多时, 江浩带着沈梦里从远处走了过来。 这里果然拥有不少蓝色的石头,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空雨石。 赤霄见到江浩他们过来了, 立即恢复了拇指大小, 飞到了江浩肩膀上, 轻腻地用小脑袋蹭了蹭江浩。 干得不错。 江浩手掌一番, 三灵刺出现在手中, 随后他将那两只白毛猿猴给抹了脖子。 解决了这两只白毛猿猴后, 江浩心念一动将异能者本体收了起来。 对手突然消失, 那只白毛猿猴一愣, 但他已经顾不上那些了, 当即转身就跑。 然而没等他跑出多远呢, 便被江浩追上了, 并且直接将其斩杀。 沈梦里这边已经开始寻找这些蓝色石头了, 他拿出手机, 找到之前他老师给他发的空雨石图片, 然后一一进行对比。 江浩问道, 怎么样? 是这些石头吗? 有的是, 有的不是。 沈梦里点头又摇头。 那些是。 沈梦里拿起一块空雨石, 对着阳光, 跟江浩说道。 你看, 这种的, 那把它放在阳光底下, 它可以折射出蓝光。 这种就是, 不能折射出蓝光的就不是。 那行, 我帮你一起找。 说着, 江浩便再次让异能者本体, 以及第三个本体出来, 一起帮忙寻找。 赤霄也将三个本体弄了出来, 跟着他寻找空雨石。 沈梦里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他以为江浩就已经挺神秘的了, 没想到赤霄也跟江浩一样。 还真是什么主人, 什么宠物, 真不知道江浩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不过不得不说, 有江浩的帮忙,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百多枚空雨石。 江浩好奇地问道, 这些空雨石有什么作用? 具体作用我也不太清楚, 根据我老师所说, 空雨石应该是用来作为飞行武器燃料的。 沈梦里摇了摇头, 燃料? 飞行武器还需要燃料。 沈梦里苦笑道, 这个我也不懂, 说实话, 如果不是你拿出了飞行武器, 我还不知道飞行武器应该制作成什么样吗? 而且, 原本我倒是对这个空雨石挺看重的, 但自从看到了你的飞行武器后, 我便不看好空雨石了。 江浩明白沈梦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也没想到, 飞行武器对于当今世界来说竟然这么难。 不过这个所谓的空雨石, 他也挺不看好的。 想了想, 江浩心念一动, 用洞察之眼看向了手中的空雨石。 顿时空雨石的信息出现在眼前。 空雨石, 普通炼气材料, 拥有良好的蓄力能力, 可以将能量输入其中, 能保存一天不消散。 看着空雨石的信息, 江浩隐隐猜测到了沈梦里老师的意思。 这位素未谋面的强化者, 应该是想将空雨石当作电池一样, 放到一个飞行武器之中。 以此来解决续航问题。 虽然这种方法不怎么递, 但在这个初始的阶段下, 倒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只是光凭这个, 怕很难成功。 见江浩半天不说话, 沈梦里不由问道, 你在想什么呢? 江浩摇了摇头, 没什么, 我就是在考虑你们研究的飞行武器,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听到江浩的话, 沈梦里不由大咎。 不知道为什么, 跟江浩说飞行武器的时候, 他总有一种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 飞行武器还没有研究出来呢, 现在连雏形都没有呢。 江浩有些好奇, 你老师让你来落成, 就单单寻找空雨石吗? 嗯, 老师交给我的任务, 就是寻找空雨石, 或许他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这么快就带我找到了空雨石吧。 沈梦里点了点头, 那你需要多少空雨石? 沈梦里, 再继续找找吧。 等回去后, 我联系一下我的老师, 看看他需要多些。 好吧。 江浩没有再说什么, 又陆陆续续帮沈梦里, 寻找了七八百枚空雨石, 他们这才离开轮陷区。 离开轮陷区后, 沈梦里注意到手机来信号了, 立即给他老师打去电话, 将这边情况说了一下。 这一次, 沈梦里打电话并没有背着江浩, 而是开了扩音。 手机另一头, 传来一道有些不敢相信的苍老声音。 嗯? 梦里, 你这么快就找到空雨石了? 你确定那是空雨石吗? 我确定老师。 那好, 这个空雨石越多越好, 你这两天再多收集一些吧。 另外, 如果你方便的话, 最好帮我在落成寻找一下, 看看有没有一种叫做乌金的金属。 好的老师, 挂了电话, 沈梦里看向江浩。 江浩, 你知道乌金吗? 江浩摇了摇头, 他那里知道这些东西。 时间还早, 你陪我去一趟赏金工会吧, 我发布一下这个任务。 江浩没有拒绝, 跟沈梦里前往了落成的赏金工会。 沈梦里不愧是倾国倾城的美女, 不论走到哪里, 都是众人瞩目的对象。 他们刚刚来到赏金工会, 赏金工会的人, 立即被沈梦里的美貌所吸引。 对此, 沈梦里虽然不太喜欢, 却也无能为力。 他发现, 与众人相比, 还是江浩看自己的目光比较舒服。 眼下, 沈梦里只能顶着众人火热的目光, 来到前台发布任务。 发布完任务, 两人这才返回酒店。 第238章, 想跟你聊聊天。 之后的几天, 江浩与沈梦里, 一边继续去沦陷区寻找空雨时, 一边等待赏金工会的消息。 转眼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江浩与沈梦里, 已经找到了今万枚空雨时, 可赏金工会那边, 却没有一点动静。 而随着他们不断寻找空雨时, 江浩发现, 这边的空雨时, 已经被他们找得太不多了。 江浩与沈梦里, 便不再寻找空雨时了。 入夜, 江浩坐在床上, 常常突出一口浊气。 从昨天开始, 他们便一直在酒店待着了。 江浩并没有歇着, 一直都在修炼, 终于在刚刚, 他的修为从三阶, 突破到了四阶。 姓名,江浩。 能力,鼓舞者。 等级,四阶。 天赋。 神,悟性。 神,暴击。 神,涅槃。 内功。 神,高级斗转星移。 神,终极龙神功。 神,终极北冥神功。 武学。 神,终极灵波微步。 神,终极施后功。 神,终极降龙石巴掌。 神,终极太极。 神,终极华山剑法。 神,终极葵花点学手。 神,终极金钟罩。 神,终极龙爪手。 神,终极青龙手。 定。 检测到宿主修为突破到了四阶。 内功北冥神功提升到终极。 检测到宿主修为突破到了四阶。 武学葵花点学手提升到终极。 检测到宿主修为突破到了四阶。 武学金钟罩提升到终极。 检测到宿主修为突破到了四阶。 武学龙爪手提升到终极。 检测到宿主修为突破到了四阶 武学擒龙手提升到终极 听到系统美妙的提示音 江浩嘴角不由上扬 一个多月了 他终于突破到了四阶 这一次 他的战斗力终于彻底地堪比七阶觉醒者了 赤霄也从江浩的食指上飞下来 晃了晃身体 随着江浩的突破 他的等级同样突破到了四阶 唯一没有突破的 就是他的三个分身 三个分身虽然与他同根同源 可自从分出来的那一刻 就已经有了自己修炼的方向 双方没有相互的关联 调整好状态后 江浩巩固了一下修为 一日 江浩刚刚洗漱完 沈梦里就找了过来 走啊 吃饭去 然后咱们去一趟赏金工会 江浩好奇地问道 乌金有眉目了 赏金工会那边说是有了 不过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需要看看再说 沈梦里摇了摇头 突然 沈梦里察觉到了什么 露出意外的神色 你突破了 嗯 昨晚上侥幸突破的 江浩点了点头 并没有否认 那你的战斗力 是不是又提升了 现在能对付七阶觉醒者了 嗯 真变态 沈梦里小声嘀咕了一声 对于沈梦里的小声嘀咕 江浩自然听在耳中 无奈地笑了笑 并没有说什么 两人简单地吃过早餐后 便直奔赏金工会 不多时 他们便抵达了赏金工会 沈梦里来到前台询问情况 前台客气地说道 你好 根据赏金猎人给出的消息 北城的南宇商会 将这几天将举办拍卖会 而他们拍卖的物品之中 就有乌金 好的 谢谢 沈梦里感谢一下 随后便与江浩走了出来 接下来前往北城吧 等一下 我先联系一下老师 看他啥意思吧 沈梦里摇了摇头 他跟江浩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这才给他老师打去电话 梦里 这件事你不用管了 我来办 你去一趟龟田国 找一个名为渡边大麻的人 我在他那里购买了一些东西 但因为某种原因 他不能送过来 只能咱们这边派人去取 我这边会找两个帮手过去找你的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一早 他们就会到的 到时候 你们一起过去 也好有个照应 沈梦里本想说不用了 毕竟有江浩在自己身边 绝对不会有任何事的 但一想到这是老师安排的 他便没有说什么 而是问道 老师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如何知道他有没有骗我 还有我需要在什么地方找他 是一种魔物的皮 用来制作飞行武器的 放心 这种东西 他不会骗你的 我已经跟他签订协议了 你到时候去了 我让他电话联系你 见老师不愿意多说 沈梦里也没 就没有再问 只好点了点头 挂了电话 沈梦里看向江浩 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回又有的忙了 没事 反正我时间充足 江浩不在意地耸了耸肩 之后 两人便回到了酒店 等待沈梦里老师 安排的两个人过来 回到房间不救 江浩手机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赫然是苏清雪打来的 怎么了 苏清雪声音 在手机另一头响起 我再有一周就要放假了 你能来接我吗 我不确定 我有点事 需要去一趟归天国 我看看的吧 江浩摇了摇头 苏清雪有些失落地说道 哦 那好吧 江浩想到了什么 然后说道 我能接你 到时候我去接你 他自己或许去不了 但可以让异能者本体过去 有异能者本体在 还可以保护一下苏清雪 真的吗 太好了 苏清雪惊呼出声 本来他都已经不抱有希望了 没想到江浩 竟然给了他一个惊喜 对了 江浩迟疑一下 想要跟苏清雪说一下神梦里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他做的不对 苏清雪还是要有知情权的 苏清雪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不 江浩有些吞吞吐吐吐 不知道该怎么跟苏清雪说 算了 等咱们见面以后再说吧 苏清雪笑道 干嘛 弄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没什么 等见面再说吧 江浩摇了摇头 见江浩不愿意说 苏清雪也没有追问 两人聊了一会 这才挂了电话 然而江浩没想到 他这边与苏清雪刚刚挂了电话 秦秦兰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江浩开玩笑地问道 怎么了秦大美女 没什么 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秦秦兰声音有些扭迷 第239章 掌幼尊卑 一日 沈梦里老师说的人找了过来 是两位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 两人都是五届修为 双方认识了一下 这两人一个叫钟云剑 一个叫黄剑宇 两人看上去还算一表人才 只是眼神之中的傲气 难以掩饰 江浩低声对沈梦里问道 这两人什么来路 盛雪府二年级学生 江浩文言恍然 原来是盛雪府的学生 难怪这么傲气十足呢 江浩与沈梦里嘀嘀咕咕的 钟云剑不由开口问道 梦里师妹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马上 我已经订好机票了 咱们走吧 江浩与沈梦里到酒店前台 江住房退了以后 他们四人便出发了 相比于江浩 沈梦里的青装上阵 钟云剑 黄剑宇各自背着一个包裹 钟云剑的手中 还一个拿着长剑 两人古怪的造型 倒也有几分狭义风 那个谁 你来帮我们拿一下包 走出酒店 江浩一愣 你是在说我吗 一旁的黄剑宇也开口道 不是你是谁 过来给我们拿包 两位师哥 你们想要干什么 沈梦里戴眉微醋 不满地看着两人 黄剑宇淡淡地说道 没什么 就是让他帮我们拿一下包怎么了 他跟在你身边 我们还要保护他 让他拿包这点小事都做不到吗 他是我朋友 而且马上加入圣学府了 两位不要为难他了 沈梦里叹了一口气 他倒不是为江浩发愁 而是为这两个家伙发愁 他真怕这两个家伙 惹恼了江浩 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钟云剑玩味的笑道 原来是小学弟啊 那就更应该帮我们拎包了 正好我们教他一下 什么叫做掌幼尊备 两位师哥 别太过分了 沈梦里美眸微眯 沈梦里本身就是 清国清城的顶级大美女 如今美眸微眯的模样 更加让人欲罢不能 这一幕看得钟云剑 黄剑宇眼睛都发直了 行了 没必要跟他们说这些 咱们走吧 说着江浩在两人震惊的目光下 牵起了沈梦里的手 这还不是最让钟云剑 他们接受不了的 最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 沈梦里竟然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 这让他们心里非常不舒服 只觉得有种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感觉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江浩与沈梦里 已经走出一段距离了 两人脸色阴沉 对视一眼后 这才跟了上来 路上 沈梦里低声道 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他们这些人 就是仗着自己是圣学府的学生 才这么嚣张的 我没有在意 就是有些看不惯这些家伙 江浩耸了耸肩 沈梦里柔声一笑 好了好了 给我一个面子 说话的时候 还用小拇指勾了勾江浩的手掌 江浩只觉得浑身酥酥麻麻 刚要松开沈梦里的先手 结果反被沈梦里给握住了 江浩看了一眼沈梦里 结果沈梦里却根本不如看她 若不是 那耳间都已经红了 江浩还真以为沈梦里没什么感觉呢 来到机场 江浩借着上厕所的油透 将异能者本体召唤出来 让她一周后去接苏清雪 江浩刚离开洗手间 迎面就遇到了钟云剑与黄剑鱼两人 江浩本不想搭理他们 结果他们却拦住了江浩的去路 有事 江浩看向两人 钟云剑淡淡地说道 没事 就是提醒你一声 离沈梦里原点 如果我说不呢 江浩玩味一笑 黄剑鱼冷声道 那就别怪我们教教你 怎么做人了 好啊 我等你们教我怎么做人 江浩点了点头 随即直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钟云剑不屑地看了一眼江浩 哼 自不量力的家伙 算了 这次去归天国 咱们有多时时间收拾他 不行的话 就直接让他永远留在归天国 黄剑鱼拍了拍钟云剑的肩膀 随即两人走进洗手间 开闸放水 隔层内 异能者本体将两人的谈话 全部听了进去 嘴角上扬 同时一股寒流散发出来 钟云剑 黄剑鱼正在放水 突然感觉一股寒流 两人不由打了个寒战 起初他们还没在意 可当他们发现自己放出来的水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结冰 这让他们不由一论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呢 他们放的水 便与他们的小鸟 形成了一道冰柱 一股恐怖的寒意涌上心头 让他们下意识打了个冷战 同时 他们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何妨消消 滚出来 钟云剑 黄剑鱼怒吓一声 黄剑鱼更是直接化作了一头花珠 直接向异能者本体所在的隔层冲了过去 异能者本体心念一动 身体瞬间化作了人形冰晶状态 如此一来 谁也看不出 他与江浩有什么关系 异能者本体手掌一挥 顿时一道冰墙 出现在隔层的门口处 黄剑鱼哪里想到 隔层后面会有一层厚重的冰墙 直接狠狠地撞在了上面 结果隔层的门板破碎 他则重重地撞在冰墙上 冰墙瞬间布满裂痕 不过却并没有破碎 反倒是黄剑鱼满脸是血 撞得头晕眼花 找死 钟云剑回过神 怒吓一声 便直接向异能者本体冲了过去 异能者本体手掌虚握 顿时一根粗壮的冰锥形成 如同长矛一般 被他握在手中 随即直接向钟云剑刺去 钟云剑脸色一变 连忙抽出手中的长剑 向异能者本体攻去 碰 碰 沉闷的声音响起 黄剑鱼这时也回过神来 当即跟着钟云剑 一起向异能者本体攻去 另一边 江浩已经回到了神梦里身边 怎么就你回来了 那两个人呢 谁知道了 江浩耸了耸肩 他离开后 洗手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他都清楚 不过这些没必要告诉神梦里 神梦里带眉微醋 马上就要登机了 江浩安慰道 不用着急 估计一会 他们就回来了 打起来了 洗手间那边打起来了 就在这时 也不知道是谁 突然大喊一声 一些不怕是大的人 立即向洗手间走去 第二百四十章 抵达 江浩 会不会是那两个人 跟谁动手吗 江浩撇了撇嘴 应该不是吧 他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此刻他已经在心里 告诉异能者本体了 给他们一些教训就行 眼下有人过去了 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沈梦里有些担心 不过倒也没有说什么 洗手间呢 得到了江浩指示 异能者本体 没有继续练战 在逼退两人后 直接打开窗户 从窗户一跃而下 随即向远处掠去 该死的 追 黄剑雨怒吓一声 便要向异能者本体追去 不过却被中云剑 给拦了下来 算了 先别管他了 去归天国要紧 等咱们回来后 再对付那个家伙 黄剑雨冷声道 该死的家伙 别让我知道是谁 虽然嘴上这么说 可他心中却万分警惕 他发现 交手半天 他都没有发现 对方是什么能力的觉醒者 既向体能者 又向灵能者 十分古怪 而且能力非常强 他是五阶觉醒者 战斗力堪比六阶觉醒者 可对方的实力 貌似只是三阶 竟然也有堪比六阶的存在 他自认为 已经是天才中的天才了 可跟对方比起来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 如果单独碰到的话 他还真不一定是对方的对手 这让他不由有些纳闷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这么厉害 放心 他跑不掉的 钟云剑拍了拍 黄剑雨的肩膀 他也不甘心 可眼下去归田国要紧 只能先将这事放一放 不等他们离开 警卫司的人就赶了过来 钟云剑雨黄剑雨 梁出身份 跟警卫司的人 说了一下刚才的情况 警卫司的人 这才让他们离开 沈梦里悄悄伸手 在江浩腰间掐了一下 干嘛 江浩疼得呲牙咧嘴 沈梦里趴在江浩耳旁 口吐悠懒 你这家伙 肯定是你做的对不对 跟我什么关系 江浩摇了摇头 不肯承认 沈梦里娇哼一声 你骗得了别人 还骗得了我吗 别忘了 我见过你的那个分身 江浩文言 不由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他倒是忘记了这件事 沈梦里没有继续为难江浩 四人直接登机 很快飞机便起飞了 五个小时后 他们抵达了归田国的一个机场 走出机场 沈梦里立即给他老师打去电话 告诉他 他们到了 他老师让他们在机场等一会 便挂了电话 不多时 两辆车便停在了他们面前 一位老者从车上走了下来 你们好 请问是袁平先生的人吗 你好 我是袁平老师的学生 我叫沈梦里 请问你是渡边大麻先生吗 沈梦里上前一步 老者摇了摇头 我不是 我是老爷的管家 你们上车吧 我带你们去见老爷 沈梦里没有拒绝 钟云剑 黄剑宇都想跟沈梦里坐在一个车里 不过沈梦里没有同意 而是跟江浩坐在了一个车里 这让钟云剑 黄剑宇两人恼怒不已 可眼下却也没有办法 只能坐到另一个车里 很快 他们便离开了机场 沈梦里问道 这位先生 请问 咱们这是去渡边大麻先生家里吗 是的 知道你们来 渡边大麻先生非常高兴 已经备好了酒席 闻言 沈梦里看向江浩 在这一国他乡他 完全没有安全感 尤其这里 还是归田国 让他更加有种不安的感觉 四世感受到了沈梦里心中的不安 江浩伸手拍了拍沈梦里的手 示意他不用担心 一切有他呢 本来江浩只想拍两下就收回手的 结果没想到 沈梦里直接来了个食指向扣 江浩尝试两次把手抽回来 结果沈梦里却根本不松手 江浩无奈 只能任由沈梦里拉着自己的手 管家笑道 沈梦里小姐 这位是你男朋友吧 你们还真是狼才女貌呀 沈梦里微微一笑 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或许算是默认了吧 江浩也没有多说什么 目光看向窗外 自从三百年前灵气复苏以来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同一时间封闭了起来 百年前才开始恢复交流 可以让各国的人进行出国 虽然仅仅只有百年 可随着时代的变化 尤其灵气复苏 这让各国都走了更好的发展 看着街道上的灯红酒绿 异国文化 江浩不得不承认 龟田国整体还算不错 只是对于龟田国 他实在喜欢不起来 这并不是讨厌龟田国这个地方 而是讨厌龟田国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很快 江浩他们被带到了一处庭院之中 这个庭院不小 即便放在龙国 也是数亿级别的豪宅了 车直接停在了豪宅的门口 管家客气地说道 梦里小姐可以下车了 老爷在里面等你们呢 江浩与沈梦里从车上下来 这时终于见他们也从车上走了下来 看到江浩与沈梦里竟然食指向扣 他们眉头一皱 几位 请跟我来 管家在前面引路 他们很快便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客厅之中 客厅的正中间 是一个足以容纳二十人吃饭的长方形餐桌 在其守卫 坐着一位头发花白 满脸褶皱的秃顶老者 老爷 人带来了 渡边大麻文言 抬头看向了江浩他们 连忙露出一抹笑容 坐吧 江浩与沈梦里 他们各自找了个座位坐下 渡边大麻对管家说道 让人上菜吧 管家点了点头 随即离开了 渡边大麻看向了沈梦里 这位应该就是原品口中的学生吧 果然美艳动人 渡边先生客气了 沈梦里淡然一笑 不知道我老师要的东西 渡边先生准备得怎么样了 渡边大麻笑道 原品要的物品还没有收过结束呢 所以需要你们先等两天才行 你们放心 这两天 你们在这里的一切花销 都算在我身上 你们该玩玩 该吃吃 不用跟我客气 沈梦里客气地说道 让渡边先生费心了 没事 我跟原品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拥有深厚的友谊 第241章 服务 说话间 仆人便端着饭菜走了进来 这顿饭非常丰盛 各种山珍海味应有尽有 三百年前 那些稀有的保护动物 如今已然成了餐桌上的美食 只不过 能够享用的人不多 去吧 我安排的人叫来 管家应了一声 再次离开 渡边大麻笑道 好了 咱们开吃吧 不多时 管家领着四位身着暴露 打扮封城的女人 以及一名长相俊朗的青年 走了进来 渡边大麻对其中一个女人招了招手 那女人立即扭腰甩定地 来到渡边大麻身边 然后毫不避讳地 坐进了渡边大麻的怀中 你们几个 去服侍客人去 渡边大麻摆了摆手 另外三位女人同样扭腰甩定地来到江浩他们这边 直接向江浩他们怀中坐去 江浩躲开了 来到自己身边那个女人 此刻另外两个女人 已经坐进了钟云剑 黄剑与他们怀中 两人脸色羞红 可嘴缺快点到耳朵上了 一双手 更是偷偷摸摸地运作起来 那位被躲开的女人 有些尴尬地看着江浩 江浩指了指钟云剑 黄剑与他们 我不需要 你坐到他们两个身边就好 女人无奈 只好坐到了钟云剑他们身边 那位年轻男子 此刻也来到了沈梦里这边 坐下就要楼沈梦里 你干什么 沈梦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来到江浩身边 年轻男子目光灼灼地看着沈梦里 这位小姐 我是来陪你吃饭的 她服务了这么多女人 可却没有一个 像眼前这个女人真的漂亮的 这让她兴奋不已 甚至早就已经被那些富婆完废了的小鸟 竟然隐隐有一丝苏醒的感觉 沈梦里摇了摇头 我不需要 你到一边去 小姐 相信我 我会服务好你的 年轻男子不死心 这么漂亮的女人 她一定要服务一次 沈梦里冷声道 够了 我不需要你的服务 你现在立即 马上离开我的视线 小姐 服务客人是我的宗旨 没有服务你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江浩周梅道 这位先生 梦里已经说了 不愿意让你服务 你还是奶凉快 上奶呆着去吧 这位先生 这里好像没有你什么事吧 而且 你也不是我的服务对象 年轻男子不怕死地 与江江浩对视 沈梦里不再理会年轻男子 而是看向了渡边大麻 渡边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 渡边大麻摆了摆手 没什么 就是大家玩一玩 既然梦里小姐不想玩的话 左腾你先下去吧 左腾男子 不甘心地离开了客厅 好了 不要因为这些不开心的事情而上火 大家继续吃好喝好 渡边大麻举起酒杯 沈梦里虽然很不高兴 不过还是压住了火气 举杯示意了一下渡边大麻 坐在钟云剑怀中的风尘女子突然惊呼一声 先生 你摸摸就可以了 你别扣呀 这有什么的 你们不就是做这个的吗 怎么扣两下还不行了 钟云剑毫不在乎的嘟囔一声 黄剑鱼也开口道 就是 你们不服务好我们 小心渡边先生责罚你们 先生 那也不能扣我屁股呀 我有痔疮的 靠 你不早说 换一个 这一幕看的江浩 沈梦里不由暗自摇头 这顿饭 江浩与沈梦里都没吃多些 倒是钟云剑 黄剑鱼完全融入到了其中 甚至已经乐不思蜀了 更是直接喝得不省人事了 最后还是管家将他们送到了房间 江浩与沈梦里也被安排了房间 洗漱一番 江浩来到了阳台 就看到住在隔壁的沈梦里 此刻也在阳台上 沈梦里双臂压在围栏上 身体弯曲 右手摸着额头三千青丝散落 看到沈梦里这个状态 江浩笑问道 怎么了 这两个混蛋 我老师怎么就将他们给派过来了呢 沈梦里抬头看一眼江浩 无奈地摇了摇头 心中不由暗自庆幸 好在有江浩在 不然指望着这两个家伙 自己还不一定会遇到什么危险呢 行了 不用管他们 他们又不是小孩子 明天什么计划 沈梦里摇头道 没什么计划 只能等渡边大麻收购好魔物皮了 江浩点了点头 没有说什么 抬头看向天空上的月亮 虽然异国他乡 可月亮却是同一个月亮 你在想什么 沈梦里看向江浩 没想什么 就是觉得 今天的月亮挺好看的 矫情 沈梦里撇了撇嘴 随后想到了什么 嘴角上扬 露出一个好看的弧度 刚才我跟苏清雪聊天了 江浩文言 身体不由抖了抖 沈梦里笑嘻嘻地问道 你想知道 我跟他说什么了吗 不想 沈梦里白了一眼江浩 切 沈梦里没有再理会江浩 也靠在围栏上 抬头看向天空上的月亮 今晚的月亮 确实挺好看的 江浩在外面站了一会 对沈梦里说了一声早点睡 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 接下来的两天 他们都待在渡边大麻的别墅 没没有出去 到了第三天 吃过早餐 钟云剑 黄剑宇便提出要出去逛逛的想法 沈梦里本不想出去 但管家这是开口道 你们出去也好 正好今天是秋分之日 街道上非常热闹 你们可以去放松放松 听管家这么一说 再加上钟云剑 黄剑宇游说 沈梦里也只好同意出去看看 江浩没有兴趣出去 可架不住沈梦里被地理撒娇卖萌 也只好跟着一起出去 管家带着他们来到了市区 果然街道上有不少人 这些人穿着归田国的特有服饰 在大街上游荡 远处 更是有一辆巨大观光车缓缓驶来 在上面摆满了各种粮食 也粘贴着各种粮食 在车上还有一些戴着面具的人 这些人在车上宅歌宅舞 并且还会不断往下面丢糖果 周围的行人 会疯狂抢掉落下来的糖果 钟云剑提议道 梦里学妹 咱们去那边看看 说着 更是伸手去牵沈梦里的手 不过却被沈梦里面无表情地躲开了 钟云剑见状 心里虽然有些尴尬 却并没有表现出来 第242章 有杀气 咱们过去看看 沈梦里看向江浩 然后主动牵起江浩的手 与江浩食指向扣 江浩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一旁的钟云剑见状 双拳紧握 目光喷火地看着江浩 江浩自然感受到 钟云剑那愤恨的目光 不过他没在乎 很快 他跟沈梦里来到了一处路口 远处那个巨大观光车 马上就要过来了 他们只需要在这里等会就可以了 沈梦里对江浩说道 一会 你帮我多抢点糖果 看着沈梦里期待的目光 江浩没有拒绝 不多时 观光车便来到了江浩他们这边 同时伴随而来的是 满天糖果落下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江浩手掌一番 那些糖果瞬间消失不见 由于江浩做得太过隐秘 众人还以为 糖果掉到了地上呢 连忙低下身子寻找 也就沈梦里注意到了江浩的小动作 不由笑着拍了江浩一下 江浩刚要说话 突然眉头一挑 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周围 就在刚刚 他感受到了一股杀气 之所以能感受得如此清晰 那是因为 这股杀气 刚才就在他附近出现的 沈梦里注意到了江浩的异样 忍不住问道 怎么了 没什么 江浩摇了摇头 心思却其中在考虑 刚才那股杀气上 这时候出现杀气 摆明了不正常 快看那边 沈梦里并没有多想 突然看到了远处的情况 连忙拍了拍江浩肩膀 江浩闻声望去 就看到在街道的另一边 出现一对五龙的队伍 只是这个龙 与他们龙国的东方神龙比起来 毫无美感不说 看上去还有一些猥琐 头上还弄着一对 类似羊刚刚长出来的脚 一样的脚 放在了上面 这些人舞的 也没有东方神龙那种美感 反而有点像蜈蚣一样 左右攀爬 这一幕 看得江浩直摇头 龙田国的审美 还真不是他们 所能欣赏的来的 美丽的小姐 咱们又见面了 就在这时 一道惊喜的声音响起 江浩与沈梦里闻声看去 就看到左腾篮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这里 满脸兴奋地 跟着沈梦里打招呼 沈梦里戴眉微皱 不想搭理左腾篮子 然而 左腾篮子 似乎没看出 沈梦里美眸之中的不耐烦 美丽的小姐 请问 我能邀请你喝杯酒吗 江浩淡淡地说道 不好意思 不能 这有你什么事 我是在问这个小姐 不是在问你 左腾篮子 神色不悦地看着江浩 不等江浩开口 沈梦里便开口了 她是我男朋友 可以决定我任何事情 说话的时候 还抬起了他们 十指向扣的手 给左腾篮子看了一眼 左腾篮子眉头一皱 随后又露出笑容 这位小姐 我会的很多 不比你这个男朋友少 咱们去喝一杯 我一定会让你快乐地飞起来的 你这人是听不懂话吗 江浩无语地摇了摇头 三番两次被打扰 让左腾篮子 脸色难看下来 巴嘎 龙国猴子 你别忘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再敢打扰我 小心了 让你死啦死啦地 呵呵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江浩玩味一笑 随即不等左腾篮子反应过来 直接施展葵花点血手 迅速在左腾篮子的身上 点了两下 左腾篮子怒吼一声 巴嘎 你竟然敢摸我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下一秒 左腾篮子不由脸色一变 他发现 他竟然动不了了 巴嘎 龙国猴子 你对我做了什么 看来你还是没记性呀 江浩摇了摇头 又在左腾篮子的身上 点了两下 左腾篮子刚要说话 突然大哭起来 结果没等眼泪掉下来呢 又大笑起来 如此反反复复 左腾篮子的怪异举动 让一旁众人露出诧异的神色 还以为遇到了神经病呢 纷纷离左腾篮子远远的 江浩也带着沈梦里 离开了这里 沈梦里好奇地问道 你刚才那是什么手段 他为什么又哭又笑的 还不能动了 一种点穴的武穴 我先前点了他的穴道 让他动不了 然后又点了他的哭穴 笑穴 没有24个小时 他是回复不过来的 江浩耸耸了耸肩 之前他的葵花点学手 维持的时间并不长 也就几分钟而已 但自从他突破到四阶后 葵花点学手 也从初级提升到了中级 虽然施展时 没有任何特效 可点学后维持的时间 却增长到了上百倍 这也让他多了一种 折磨人的手段 沈梦里文言 不由称怪地白了一眼江浩 你好话呀 虽然这么说 但他的眼睛 却弯成了月牙 江浩 这也就是在街道上 他不方便明明目张胆 弄死那个家伙 不过那个家伙也别想好受 光是这24小时 又哭又笑 就足以摧毁他的精神了 到时候 估计就算点学的时间过了 那家伙也会精神失常的 虽然这种方法很不人道 但用来对付归田国的人 他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江浩手掌一番 从储物装备中 拿出一些糖果 递给了沈梦里 沈梦里也没客气 直接拿着吃了起来 逛了一会 两人感觉没什么意思了 便找到了管家 在他们回来没多久 终云见他们也回来了 与江浩他们不同 这两个家伙回来时 是大包小狗地回来的 看着江浩他们都回来了 管家开口道 好了 既然大家都回来了 那我带你们去别的地方转转吧 对此 众人并没有反对 而就在众人想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人群变得骚乱起来 紧接着 也不知道谁 喊了一声杀人了 人群便彻底慌乱起来 沈梦里死死地抓着江浩的手 发生了什么 终云见 黄剑与他们脸色凝重地 看着周围骚乱的人群 快 快上车 管家连忙招呼众人上车 然而就在这时 龟田国的警方赶到了这里 迅速将周围围了起来 不允许任何人离开 其中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 想要离开 结果直接被龟田国的警方给杀了 这让周围人更加的慌乱了 不过却没有一个人敢提出离开了 警方这边 一位身材矮小 一脸猥琐的中年人站了出来 市长被杀了 凶手就在你们之间 我需要你们配合我 将凶手缉拿归案 第243章 花姑娘大大地 管家先生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沈梦里看向管家 管家此刻的脸色也不好 市长被杀着可是大事 弄不好他们这些人 都要跟着陪葬 你们别怕 我先给老爷打个电话 说着 管家走到一旁 给渡边大马打去电话 江浩他们不知道 渡边大马怎么说的 反正就是听管家 在一旁不停地嗨嗨嗨的 就在这时 警方那边那个猥琐的中年人 带着数位警员走了过来 你们几个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们凭什么跟你走 黄剑宇脸色阴沉地看着对方 猥琐中年人沉声道 我现在怀疑你们 跟杀害市长那伙人有关 你们必须跟我们去局里接受调查 如果我们说不呢 钟云剑冷哼一声 这个可由不得你们 来人 把他们带走 顿时 几位警员将他们围了起来 黄剑宇瞪着眼睛 怒视这些人 干什么 你们凭什么带走我们 此刻 他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一旦发现情况不对 他就会立即出手 猥琐中年人信誓旦旦地说道 凭什么 就凭你们是龙国猴子 你们出现在这里 市长就被杀了 不是你们所为 还能是谁 沈梦里戴梅威咒地站了出来 这位先生 你这理由 未免也太牵强了吧 先不说 我们有没有杀市长 单说 你对我们的态度 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现在要求 跟我们龙国大使馆联系 游西 花姑娘大大跌 看到沈梦里那一刻 猥琐中年人 立即两眼放光 不停地吞咽口水 他之前还真没注意到 这个漂亮的女人 他玩过很多女人 却从来没见过 这么漂亮的女人 如果他能玩一次这个女人 让他少活十年 他都愿意 等他玩腻了 还可以把这个女人 作为礼物 送给领导 简直一举两得 沈梦里厌恶地 看了一眼猥琐中年人 这个龟天国 还真是腐朽至极 见到女人就走不到 沈梦里后退一步 站在了江浩身边 猥琐中年人 直接大手一挥 来人 将他们带走 这个女人单独带走 那些警员文言 立即伸手去抓江浩他们 江浩眉头一皱 看了一眼管家 结果这家伙 竟然还在打电话 丝毫没有出面的意思 滚 就在这时 钟云剑爆喝一声 刚要抽出长剑 这才发现自己武器 忘在了柱的地方 根本没拿出来 不过即便如此 他也没有慌 直接向距离 他最近的警员出手 黄剑瑜也在第一时间 变身成了一头 飙肥体胖的大花猪 猥琐中年人 没想到钟云剑 他们竟然敢出手 巴嘎 你们竟然还敢 公然挑衅我大规填国 看来不给你们一些教训 是不行了 来人 来人 都到这里来 当即 猥琐中年人 开始让周围的警员 全部过来 随后他抓住一位警员 去 叫樱花会的人过来 这里有两个五阶觉醒者 他这么做 也是为了保险起见 他也没想到 这些人中 竟然有两位五阶觉醒者 江浩 怎么办 沈梦里紧张地看着江浩 眼下局势已经超出了他的意料 同时也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 没事别怕 江浩摇了摇头 他也在考虑解决的办法 可眼下根本没有什么办法 突然江浩想到了什么 这个时候 应该让那个管家出面 说明他们的身份 可当他去看向管家的时候 管家已经不见了身影 江浩见状 不由眉头一皱 看来 他们是被人耍了 想到这里 江浩眸子微眯 做好了杀出重围的打算 快走 钟云剑大喝一声 随即直接从包围圈 撕开了一条路 随即向远处掠去 黄剑鱼紧随其后 咱们也走 江浩牵着沈梦里的手 立即跟上 这些警员都是二阶 三阶的实力 根本拦不住他们 猥琐中年人 脸上露出不甘的神色 随即立即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号 看着身后那些警员 黄剑鱼忍不住骂了一声 该死的 这些家伙 怎么就认准了咱们 行了 先别说这些 先回住的地方 我的武器在那呢 钟云剑摇了摇头 江浩淡淡地说道 住的地方 最好别回去了 你什么意思啊 钟云剑面色不善地 看着江浩 你没发现 管家不见了吗 钟云剑冷冷地看着江浩 我上哪去看去 刚才情况那么乱 倒是你 刚才为什么不出手 不等江浩说话 钟云剑看向了沈梦里 梦里学妹 你确定 还要跟这家伙在一起吗 你要跟我们在一起的话 我们保证将你安全 护送出归天国 但如果你执意 跟这个家伙在一起的话 那咱们就分道扬镳吧 沈梦里带眉微醋 没想到钟云剑 竟然会说出这种话 两位师哥 现在你们觉得 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吗 咱们都是一起的 你们的任务也是保护我 没必要这么针对江浩吧 黄剑宇淡淡地说道 梦里学妹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不假 但没有要保护其他人 而且我们也不愿意保护其他人 梦里学妹 快做决定吧 不然可就来不及了 钟云剑看向沈梦里 他相信 这个时候 沈梦里一定会做出正确决定的 沈梦里淡淡地说道 好 如果非要让我做出选择的话 那两位师哥可以离开了 不错 梦里学妹 你做出了正确的 钟云剑满意地点了点头 可话说到一半 他才意识到不对劲 钟云剑难以置信地看着沈梦里 梦里学妹 你什么意思 你宁愿跟他也不跟我们一起走 不错 我要跟江浩在一起 你们想走的话 可以直接离开了 沈梦里点了点头 神色认真 没有任何做作 钟云剑 黄剑雨脸色难看 都这种情况了 没想到沈梦里 竟然还不准备放弃江浩 钟云剑咬牙切齿地说道 很好 希望梦里学妹不要后悔 咱们走 说着 钟云剑便向另一个方向略去 第244章 怎么选择 走吧 现在就剩咱们两个了 带我往明天涯吧 沈梦里伸出雪白的柔衣 笑盈盈地看着江浩 江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但还是将沈梦里软弱乌骨的柔衣握在了手里 江浩带着沈梦里 选择了另一个方向略去 路上 沈梦里问道 你之前说 渡边大麻那里回不去了 什么意思 咱们跑出来 之前那个管家不见了 我猜测这件事 应该与渡边大麻有关 咱们很有可能被渡边大麻利用了 江浩没有隐瞒 将自己的发现 以及想法说了出来 沈梦里神色有些凝重 那接下来怎么办 没事 先想办法躲过这些人的追捕 然后咱们去找渡边大麻 放心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沈梦里点了点头 他相信江浩 真正因为如此 他目前才能这么淡定 往这边去 江浩带着沈梦里 直接拐进了一个小巷子中 结果刚出来 他们就看到了数位警员赶到了这里 这几位警员看到江浩后 没有丝毫客气 直接冲了过来 江浩眉头一皱 当即也不准备留守了 直接气晕丹田 顿时头顶上空出现了一道透明的狮子头 把耳朵堵上 江浩提醒了沈梦里一声 沈梦里连忙照做 好 恐怖的音波攻击瞬间席卷而出 那几位警员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便纷纷领了盒饭 江浩牵着沈梦里的手 立即向另一个方向跑去 在他们左拐右拐下 终于暂时摆脱了抓捕 沈梦里喘着粗气 不行了 我有些跑不动了 虽然他的体质提升了不少 如今又是四阶觉醒者 可此刻依旧感觉到了疲惫 你换一种方式 运转体内能量 将其调整到体能者能力上 江浩一眼看出了沈梦里的情况 不由摇头一笑 沈梦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全然是因为 他还按照自己 是强化者的身份运转能量 这样能不累吗 沈梦里闻言吐了吐舌头 他还真忘记了这个事了 放下连忙按照江浩说的来做 果然状态好了一些 把这个喝下去吧 江浩手掌一番 拿出了一瓶体力药剂 沈梦里没有跟江浩客气 喝下体力药剂 果然身体症状彻底消失不见了 你这种东西在哪买的 好神奇啊 我也要买一些 江浩耸了耸肩 这个你怕买不到了 这是我猎杀植物系魔物获得的 沈梦里无奈一笑 这家伙 这种能力还真是让人羡慕呀 沈梦里问道 咱们现在去哪 去渡边大麻那边吧 顺便问一下 他为什么要害咱们 沈梦里带眉微醋 这样好吗 万一他做好了准备 就等咱们自投罗网怎么办 江浩不在意地说道 放心吧 只要巴结不出手 没人能拦住我 沈梦里闻言 心中放心不少 当即 江浩带着沈梦里 直奔渡边大麻的住处 与此同时 钟云剑他们 也摆脱了那些警员的追捕 同样让渡边大麻的住处掠去 路上 黄剑宇叹息道 云剑 这一次 咱们直接丢下沈梦里 回去怕不好交差 那怎么办 我已经给了他选择 是他非要选择 那个江浩的 就算出了什么意外 跟咱们也没有关系 钟云剑撇了撇嘴 黄剑宇还是有些不放心 话虽这么说 可他们的任务 就是保护沈梦里 如今却丢下了沈梦里 回去以后 肯定会受到责罚的 钟云剑再次说道 先不要管这些了 等我拿到武器后 咱们先离开桂田国 这里不是咱们龙国 还是抓紧离开为妙 黄剑宇点了点头 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如果让桂田国的六阶觉醒者 或者七阶觉醒者出手的话 他们也讨不到任何便宜 不多时 他们便回到了渡边大麻的住处 然而他们 刚一进入其中 便被人给包围了起来 钟云剑脸色难看地 看着这些人 你们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你们杀了市长 我们不能让你们进来 管家这时从一旁走了出来 黄剑宇眉头一皱 我们什么时候杀了市长 你不要胡说八道 这话 你们还是等着 跟我们归天国官方说吧 动手 随着管家的话音落下 那这些保镖 立即向他们攻来 钟云剑 黄剑宇见状 也顾不上其他 立即出手 只是他们没想到 这些人中 竟然有三位 都是六阶觉醒者 这三人直接牵制住了他们 让他们根本无法脱困 好在钟云剑 黄剑宇不弱 他们本身 还是SSS级的觉醒者 又是圣学府的学生 不然 只怕此刻 已经被打败了 不过尽管如此 他们依旧处于下风 只能勉强维持不败 但这种状态 还能维持多久 他们就不确定了 在庭院中心的别墅内 渡边大麻站在床边 默默地 看着门口的一幕 先生 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一位女子 恭敬地站在渡边大麻身边 渡边大麻微微一笑 自然联系警方 将这些人带走了 她好不容易抓住了这个机会 自然不能放过 先生 他们还有两个人没回来 我已经让人去追了 不过目前还没有什么消息 渡边大麻淡淡地说道 先不用管那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他们之中实力最强的 先将他们两个控制住就行 嗨 另一边 江浩与沈梦里 也来到了渡边大麻住处 还没有进入其中 他们就看到了被围攻的中云舰他们 真跟你说的一样 咱们现在还要过去吗 江浩低声道 你这样 先给你老师打个电话 问问他什么意思 这个渡边大麻 明显不是什么好人 交友看有些够呛了 沈梦里点了点头 随即拿出手机 给他老师打去电话 结果打了半天都没人接通 怎么办 我老师不接电话呀 没事 江浩摆了摆手 示意沈梦里不要着急 现在只有两条路 一个是咱们两个直接走 另一个咱们进去 让渡边大麻 交出那个所谓的魔物皮 然后咱们再离开 这两条路 你想怎么选择 第二百四十五章 第二条路 第二条路 如果没有江浩在这里的话 他绝对不会冒这个险的 眼下有江浩在 他觉得完全可以试试第二条路 毕竟好不容易过来的 他不能空手而归 行 那就第二条路 江浩没有拒绝 修为突破到了四街 他底气也足了 当即抬脚 向渡边大麻住处走去 沈梦里紧随其后 看着这个消瘦的身影 他心中有种莫名的安全感 江浩他们出现的第一时间 管家他们就注意到了 顿时大喜过望 原本他们还尝着 该去哪里寻找江浩他们呢 没想到这两个家伙 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管家对众人说道 拿下他们 那三位六街觉醒者没有动 其余人则 直接向江浩他们掠来 别墅内 渡边大麻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不由摇了摇头 这些龙国猴子呀 还真是愚蠢至极 渡边大麻身边的 那个女子问道 先生 需要我下去抓住他们吗 还不需要你出手 先让他们玩玩吧 渡边大麻摇了摇头 在他看来 他的这些手下 足以解决江浩一行人了 下方 那些保镖已经来到了江浩身前 并且直接向江浩发起了攻击 江浩健壮 没有客气 直接赢了上去 这些保镖最强 也不过五街修为 最弱的 还有二街的存在 根本无法对江浩造成任何威胁 江浩直接施展林波微步 瞬间化作了一道残影 不等那些保镖反应过来呢 他就已经不断在那些保镖之中穿梭 几乎瞬间 江浩便从人群之中穿过 而他所过之处 那些保镖全部摊倒在了地上 没了呼吸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在场所有人一愣 什么情况 众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呢 江浩就已经解决了战斗 管家眨巴眨巴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所看到的一切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江浩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你 你要干什么 江浩面无表情 伸手直接一把掐住了管家 满是褶皱的脖子 你 管家拼命地挣扎 可任由他如何挣扎 就是无法摆脱掉江浩的束缚 都住手 江浩的声音不大 可却轻易地传遍了每一个人的耳中 那三位六阶觉醒者 看到管家被江浩控制住了 眉头不由一皱 不过 最终还是停了下来 钟云剑 黄剑宇刚才也注意到了江浩 对于江浩的手段 同样无比震惊 他们自然看得出江浩只是四阶觉醒者 可刚才那些保镖中 不乏有几位五阶觉醒者 结果竟然依旧没有拦下江浩 难怪这家伙能加入圣学府呢 原来是有两把刷子 别墅内 渡边大马也注意到了下方的一幕 眉头不由一皱 江浩的表现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先生 我下去对付他 这一次渡边大马没有拒绝 去吧 尽可能保住十元那个老家伙的性命 如果没把握的话 可以不用顾及十元 嗨 女子应了一声 转身向外面走去 一位六阶觉醒者冷声道 放开十元 我留你全尸 你没有资格跟我讲条件 江浩掐着十元阳尾的脖子 抬头看向了别墅 虽然距离不近 可他依旧看到了 站在窗边的渡边大马 四目相对 江浩嘴角上扬 用口型 对渡边大马说了一声等我 江浩抬脚便向别墅走去 只是还没有走几步 便被那三位六阶觉醒者 给拦了下来 刚才说话的六阶觉醒者 再次开口道 停下来 再往前一步 死 江浩对于这位六阶觉醒者的警告 恍若未闻 依旧抬脚往前走 后方中云剑 黄剑雨面露不屑的神色 虽然刚才江浩的表现 让他们有些意外 不过他们并不认为 江浩会是六阶觉醒者的对手 他们已经想好了 一会不论如何 他们也不会出手帮江浩的 如果江浩死了 他们就直接离开这里 那就只能让他自生自灭了 谁让他不识抬举了呢 当然如果沈梦里求他们的话 他们也不是不可以 给沈梦里一个机会的 只是这个机会 要看沈梦里能不能把握住了 在场唯一镇定的 就是沈梦里了 他很清楚江浩的实力 之前三阶的时候 江浩就已经能斩杀六阶魔物了 更何况 如今江浩已经四阶 找死 其中一位六阶觉醒者见江浩 没有把他们的话放在眼里 怒吼一声 直接向江浩发起了攻击 这位六阶觉醒者 是一位变异者 他变身后 是一只驼鹿 看着低着头 向自己冲撞而来的六阶觉醒者 江浩直接将手中的 十元阳尾丢了出去 碰 北野光定没想到江浩 会将十元阳尾丢过来 根本来不及反应 头顶上的脚 直接刺入了 十元阳尾的身体中 十元阳尾 没有来得及发出痛苦的哀嚎 就被北野光定给撞死了 身体直接成抛物线 重重砸在地上 江浩讥讽地笑道 哼 不愧是你们归而国的人 对自己人下手都这么狠 巴尬 北野光定怒喝一声 再次向江浩冲了过去 看着急迟而来的北野光定 江浩立即施展出 凌波微步 瞬间 他的身体从原地消失 化作了一道残印 不等北野光定反应过来 江浩自然来到了 他的身体一侧 光定小心 之前开口说话的 那位六阶觉醒者 意识到了不对 连忙出声提醒 同时也直接向江浩掠来 他已经看出来了 北野光定根本不是江浩的对手 北野光定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脸色大变 连忙后退 可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江浩一指探出 点在了他的身上 嗯 什么感觉都没有 北野光定眉头一皱 可下一秒 他惊恶地发现 自己竟然动不了了 北野光定咬牙切齿地问道 你对我做了什么 呱噪 江浩说着 直接抬起膝盖 重重撞在北野光定的肚子上 北野光定脸色大变 一股难以言表的苦楚 传遍身体每一个角落 剧烈的痛苦 让他有种痛不欲生的感觉 第246章 七阶现身 Soul 突然恶风来袭 江浩身体微微一侧 就看到一个拳头在自己眼前划过 江浩抬手 直接一个四两拨千斤 骨穿勾逼孔骤然一缩 想要收手 已经来不及了 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 顺着江浩的力道 直接向前倾去 刚在他反应迅速 在即将接触到地面的时候 手掌猛地一拍地面 身体迅速旋转一周 双脚落地 不由自主后退了两步 这才稳住身形 避免了狗啃屎 终云见 黄剑与神色有了一些变化 他们发现 他们好像低估了江浩 面对两个六阶觉醒者的攻击 江浩竟然依旧能够游刃有余 骨穿勾逼双目喷火地看着江浩 随后大喝一声 再次向江浩冲来 够了 你们下去吧 我来对付他 就在这时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骨穿勾逼闻言 不甘地停下了脚步 怨恨地瞪了一眼江浩 随即来到了北野光定身边 他想要跟北野光定一起走 结果发现 北野光定一动不动 光定 你怎么了 北野光定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家伙不知道使用什么手段 让我动不了了 骨穿勾逼眉头一皱 再次看向江浩 然而江浩却没有看他 而是看向了 站在别墅门口的女人 江浩淡然一笑 我说渡边大麻 怎么有如此底气 原来有你这位七阶觉醒者在啊 此话一出 中云剑 黄剑宇瞬间不淡定了 他们虽然拥有六阶觉醒者的战斗力 可最多也就能抵挡住六阶觉醒者 若是遇到七阶觉醒者 他们必死无疑 只是他们不明白 为何江浩在知道自己面对着七阶觉醒者时 还能这么淡定 浮原大奶没有说话 直接向江浩走来 速度越来越快 最后更是快的 让人看不清身影 然而别人看不清身影 不代表江浩也看不清 江浩身体迅速向后滑去 而浮原大奶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了他身前 手中更是多出了一柄长剑 浮原大奶并没有停止 两人一前一后 速度极快 突然江浩腰身下沉 躲过了浮原大奶的攻击 随即一个横扫千军 攻击浮原大奶的下盘 浮原大奶的反应极快 直接一个凌空惊斗 躲过了江浩的攻击 随即身体踏空而行 再次向江浩攻来 江浩健壮 立即双手猛地往前一推 降龙十八掌第一势 抗龙有悔 透明的龙形虚影 自掌心中飞出 直奔浮原大奶 浮原大奶面对江浩的攻击 不躲不闪 长剑飞快舞动 将这道透明的龙形虚影打破 江浩则趁机与浮原大奶 拉开了距离 众人看着江浩竟然与七阶觉醒者 还能斗得有来有回 不由露出诧异的神色 尤其是中云剑 黄剑宇 两人对视一眼 皆是从对方的眼神中 看出了亥然之色 原本他们以为 江浩能够与六阶觉醒者战斗 就已经是极限了 没想到 即便面对七阶觉醒者 江浩依旧能与其战斗 这可是七阶觉醒者啊 即便放在圣学府 也是顶级的存在了 他们的导师 就是七阶的存在 这让他们不得不证实江浩 此人究竟是谁 竟然这么厉害 如此厉害的人 不应该默默无闻才是啊 扶元大奶也有些诧异地 看着江浩 虽然她没有动用权力 但即便如此 她的攻击 也不是一般六阶觉醒者 所能接住的 可眼前之人却抵挡住了 看来自己低估了此人 扶元大奶淡淡地说道 你很不错 不过可惜 修为的差距 不是轻易能弥补的 你说得不错 不过那也要看对谁 江浩微微一笑 随即手掌一番 三零刺出现在手中 SS集武器 众人感受到 江浩手中三零刺所 散发出来的气息 瞳孔骤然一缩 S集武器就已经很罕见了 几乎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没想到 江浩竟然拥有SS集武器 终云剑 黄剑宇更是极度地有些发狂 凭什么 这个家伙不仅有储物装备 还有SS集武器 怎么好处都让这家伙占了 你的武器不错 正好我没有趁手武器呢 没想到 竟然给我送过来了 别说别人了 就算扶元大奶也两眼放光 这可是SS集武器 整个归天国也不过一把 而且还作为国之重器 保存起来了 没想到眼前的龙国猴子 竟然拿出了一柄SS集武器 真是天助我也 喜欢就过来拿吧 江浩耸了耸肩 说完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江浩背后舒展开一队 足有十米长的羽翼 随即飞到了半空 与扶元大奶对视 飞行武器 这怎么可能 看到江浩背后的翅膀 扶元大奶心中震惊不已 他自然看得出 这并不是真正的羽翼 而是武器 只是当今任何国家 都没有研究出飞行武器呢 就连美定间 也只不过研发出了一个半成品而已 可眼前的龙国猴子 竟然已经拿出了完整的飞行武器 这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只能说明 你孤陋寡温 江浩冷笑一声 随即帅仙动 直奔扶元大奶 发起了攻击 枪 扶元大奶的长剑 与江浩的三灵刺碰在一起 直接化作了碎片 扶元大奶的长剑 乃是A级武器 放在以往 已经很不错了 可奈何江浩的三灵刺 是SS级武器 双方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 扶元大奶咬牙切齿地冷笑道 好好好 你的武器 我要定了 说完直接向江浩攻来 面对着急迟而来的扶元大奶 江浩也没有掖着藏着 直接迎了上去 失去武器的扶元大奶 完全不是江浩的对手 面对着江浩的攻击 也只能节节败退 这一幕 让众人更加震惊了 他们不是不清楚 七阶觉醒者的实力 可他们还没见到过 有四阶觉醒者 敢挑衅四阶觉醒者的呢 最重要的是 还能将七阶觉醒者 逼得节节败退 这若不是亲眼所见 谁敢相信 下方审梦里 看着江浩凶猛无敌的身姿 美眸之中更是一彩连连 第247章 战七阶 碰 碰 碰 江浩与扶元大 乃在空中激战的有来有回 不得不说 扶元大奶还是很强的 尽管处于劣势 可战斗力依旧丝毫不弱 唯一吃亏的地方 就是没有一柄强劲的武器 然而 这并不是江浩所关注的 他所关注的 是如何击杀扶元大奶 当即 江浩直接施展出华山剑法 瞬间 瞬间他的攻击变得凌厉起来 尤其在配合暴击的情况下 变得更加强劲了 面对突然爆发的江浩 即便扶元大奶也有些应接不暇 眼下也只能咬牙坚持 扶元大奶知道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自己必须想到破局之策 否则迟早会败的 想到这里 扶元大奶猛地将速度提升起来 想要以速度取胜 然而他速度快 江浩的速度更快 几乎瞬间便来到了他身前 三零次直奔扶元大奶的眉心刺去 扶元大奶一惊 连忙侧身躲闪 江浩似乎早就预判到了他的动作 直接上来就是一击鞭腿 面对江浩的攻击 扶元大奶有些猝不及防 此刻在想 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抬起双臂 尽可能护住自己的脑袋 只是扶元大奶 低估了江浩的力量 当江浩的腿 与扶元大奶的手臂 被撞在一起的时候 扶元大奶 只觉得自己 仿佛被一辆高速运转的火车 撞上了一般 直接从空中重重 砸在了地上 众人健壮 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眼前这个家伙 还是人了吗 明明只有四阶修为 竟然压着七阶觉醒者 打 江浩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 而是居高临下地看着下方 突然 下方人影闪动 直奔沈梦里而去 沈梦里也察觉到了 对方将目标 落在了自己身上 脸色不由一变 中云剑 黄剑与剑撞 不由后退两步 生怕扶元大奶 注意到他们 江浩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毛子微眯 随即 他猛地左手挥出 顿时一道光影大手浮现 直接将有些不知所措的沈梦里 抓到了自己身边 这赫然是擒龙手 扶元大奶失去了目标 不由眉头一皱 他根本没看出 江浩是怎么出手的 江浩淡淡地说道 别白费力气了 你的对手是我 跟其他人无关 随即 让沈梦里自己飞 他散去了擒龙手 沈梦里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下 也跟江浩一样 背后出现了一对羽翼 只不过 他的是白色的 而江浩的是金色的 中云剑 黄剑与对视一眼 江浩与沈梦里的表现实现 太出乎他们意料了 原本他们还以为 他们是来保护沈梦里的 没想到到头来 小丑竟然是他们自己 只是他们想不明白 龙国既然已经有了飞行武器 而且研发成功了 为什么没有公布出来 还要铤而走险地来到归田国 就在他们疑惑不已的时候 扶元大奶已经再次飞升来到了空中 与江浩相对而立 只不过 此刻的扶元大奶 已经没有了之前的从容 甚至显得有些狼狈 嘴角处 还有着一抹血迹 难怪如此淡定 原来这才是你真实实力 江浩冷笑道 若是没有点实力 这一次 岂不是要被你们玩死了 话不要说得太早 你以为七阶觉醒者 就这点实力吗 扶元大奶说着 直接手臂张开 随后就看到 扶元大奶身上能量涌动 紧接着 扶元大奶突然一掌拍下 顿时一道灵力的攻击 直奔江浩 江浩眉头一挑 别人或许看不出什么 可他看出来了 这是扶元大奶的天赋攻击 极光之刃 金钟照 江浩没有惊慌 直接开启了金钟照 将他与沈梦里护在其中 随着金钟照达到终极 江浩在施展时 表面会浮现出一口古朴的透明大钟 碰 沉闷的声音响起 江浩被震得向后滑出一段距离 不过最终 还是将扶元大奶的攻击 给抵挡住了 扶元大奶 有些愕然地看着江浩 这可是他的天赋攻击 岂是那么容易抵挡的 可眼前的龙国猴子 所真真实实地抵挡了下来 你的攻击完事了 这回到我了 江浩撤去金钟照 扶元大奶一愣 随即就看到江浩直奔他而来 面对着急迟而来的江浩 扶元大奶不敢大意 此刻 他已经完全将江浩 当作同级别的对手了 这个时候 如果还敢大意的话 那无疑是在找死 江浩迅速来到扶元大奶面前 手中三灵刺 直接横扫而出 他并没有动用其他武学 依旧是华山剑法 尽管三灵刺不是剑 可并不影响他施展华山剑法 扶元大奶连忙抵挡 可手里没有武器 这让他十分被动 而就在这时 远处警方的人赶了过来 同时过来的 还有樱花会的人 当他们看到空中的江浩 沈梦里他们背后羽翼的时候 也是不由露出震惊的神色 或许是因为没想到 江浩既然这么强 樱花会只出动了 三位六阶觉醒者 警方那边更不用说了 依旧普遍二阶 三阶的实力 沈梦里注意到了 警方与樱花会的人过来了 心中有些担忧 他不怕这些人 他知道这些人 不会威胁到江浩的 他怕的是将事情闹大 万一归田国八阶觉醒者出手 那他们可就危险了 沈梦里有心想要提醒江浩 又怕打扰到江浩 只能先忍着 而江浩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些人 不过他并没有理会 眼下不将这位七阶觉醒者解决掉 他们始终无法离开 主音 让我来帮你吧 赤霄有些迫不及待了 这已经是他第四次申请出战了 江浩在心中沉声道 先不用 你是我的底牌 必须要在关键时候才能出手 原本江浩不让出战 赤霄心里就有一些小委屈 可听到江浩说自己是他的底牌 赤霄心中的小委屈 瞬间烟消云散了 一人来到警方猥琐中年人身边 秒舍君 咱们怎么办 他们飞在空中 咱们根本帮不上忙呀 永田秒舍眉头一皱 他也发现了这一点 犹豫了一下 他突然注意到了不远处的中云舰 黄剑宇 去把他们两个抓住 嗨 随着永田秒舍的声音落下 警方与樱花会的人便向中云舰 黄剑与他们掠去 擦 两人怒骂一声 随即向远处掠去 第248章 满意吗 看到援军到了 可扶元大奶却没有任何高兴 这些援军看起来人不少 足有一百多人 可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一点帮助 跟我战斗 你还敢走神 就在这时 江浩的声音突然在他耳旁响起 扶元大奶一惊 此刻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扶元大奶下意识抬起手 可下一秒 一股巨疼传遍他的全身 他侧头一看 只见自己右手小臂 被江浩用三零次斩断 扶元大奶顾不上身上的疼痛 连忙撤退 可江浩根本不给他撤退的机会 几乎瞬间便来到了他身旁 结束了 江浩似是在跟扶元大奶说 也似是在自言自语 紧接着 扶元大奶便感觉满天溅气呼啸而至 而他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直接被江浩斩首 身体重重摔在地上 场面瞬间安静下来 众人棱棱地看着江浩 江浩从空中落下 在扶元大奶的身上 找到了一个储物装备 直接丢进了自己的储物装备之中 随后他没有理会众人 直接向别墅掠去 别墅内 原本信心满满的渡边大麻 看到扶元大奶被江浩杀死那一刻 不由眼角抽搐 同时他意识到了 自己得罪了一个了不得人 当即转身便往楼下跑 他要抓紧离开这里 然后找别人对付江浩 然而还没等他跑到一楼呢 江浩就已经进来了 渡边大麻咽了一口唾沫 你要干什么 有些东西 你是不是没给我们呢 江浩淡然一笑 什么东西 你说呢 渡边大麻努力让自己 保持平静的心态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赶紧让开 这里归天国 不是你们龙国 说着 渡边大麻便气呼呼地 向外面走去 江浩没有阻止渡边大麻 看着渡边大麻的背影 不由嘴角上扬 你以为你到外面就安全了吗 八街不出的情况下 谁也保不住你 渡边大麻 我老是要的东西呢 看到渡边大麻走出来了 沈梦力从空中落下 不知道是因为梁吼 刚才没有拦着他 还是因为此刻在外面 渡边大麻说话硬气了不少 东西 哼 我拿你们当朋友 热情款待你们 结果你们不仅杀了市长 还杀了我管家 刚刚又杀了我归天国的 一位七阶觉醒者 如此胆大妄为的行为 你们还敢管我要东西 你们外面太不把我归天国 当回事了吧 听到渡边大麻的话 周围众人不由议论起来 我去 还真是这群龙国猴子杀了市长 这一次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我有个建议 这几个男的杀了 这个女人留下来 咱们玩一玩 对 没想到龙国猴子 竟然出了这么一位美女 比咱们归天国那些残话败友强多了 必须玩一下才行 我也赞同 看他这样 很像是个厨 听到周围人的议论声 沈梦里脸色有些难看 这些归天国的人 满脑袋里都是难道女仓的想法 这个国家 已经从根源上腐朽了 一旁的江浩摇了摇头 这个杜鞭大麻 这个时候了 竟然还不忘诬陷他们 江浩来到杜鞭大麻身边 我最后问你一遍 交易的东西在哪 无可奉告 杜鞭大麻冷哼一声 随即昂首挺胸的 看着对面众人 今天请大家做个见证 就是这些人杀害的市长 我本打算将他送到官方 奈何对方实力太强 我的手下并不是对手 我知道自己今天怕是在劫难逃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呼吁一下 让其他七阶觉醒者 来对付此人 绝对不能让这群龙国猴子 在咱们归田国本土上 作威作福 众人闻言 看向杜鞭大麻的眼神 立即变了 变得敬佩 尊敬 只是众人没有注意的是 此刻杜鞭大麻双腿 正在微微打战 别看他说的大气 可他比谁都怕得要死 江浩淡淡地 看着杜鞭大麻 说完了吗 杜鞭大麻身体一僵 心脏狠狠地跳动了几下 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 交出我想要的东西 不然后果自负 杜鞭大麻咽了一口唾沫 朱军 你们难道就要眼睁睁看着 这只龙国猴子 在这里作威作福吗 哼 龙国猴子 凭什么在我归田国作威作福 大家一起上 不信杀不了他 对杀 杀 众人帝士气被调动起来 怒喝一声 便直接向江浩冲了过去 就连刚刚抓住的钟云剑 黄剑宇 他们都不理会了 看着已经有些疯狂的归田国人 鼻青脸肿的钟云剑 黄剑宇下意识后退几步 见没人理会他们 当即转身就跑 他们可不想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 再待下去的话 他们怕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死的 看着冲过来的这些人 沈梦里粉拳紧握 虽然他也有些害怕 但依旧坚定地 站在江浩身边 捂住耳朵 江浩提醒了沈梦里一声 随即气韵丹田 顿时头顶上空 出现了一颗透明的狮子头 好 恐怖的音波攻击 瞬间以江浩为中心 潮水般向四周扩散 沈梦里因为江浩之前的提醒 倒没受多大的影响 可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几乎瞬间 六阶以下的觉醒者 全部被秒杀 即便是六阶觉醒者 也在江浩的攻击下 蹊跷出血 身体不受控制地贪软在地上 杜边大麻一脸呆滞地坐在地上 纵使蹊跷流血 也没有理会 江浩居高临下地 看着杜边大麻 杜边大麻 你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杜边大麻 已经不知道还说什么的好了 他只觉得脑海中一片空白 江浩首提三零次 将那些六阶觉醒者全部收割 最后只剩下了杜边大麻 这一位六阶觉醒者 这几位六阶觉醒者 有两位拥有储物装备 江浩没有客气 直接将他们的储物装备收了起来 做完这些 江浩这才来到杜边大麻身边 这一次他也不废话 直接在杜边大麻身上寻找 片刻后 他找到了一个储物装备 竟然是一颗假牙 江浩直接将其掰了下来 将里面东西倒了出来 第249章 求饶 怎么样 有你老师说的魔物皮吗 沈梦里找了一番 随即摇了摇头 江浩说道 那你再给你老师打个电话 询问一下吧 沈梦里点了点头 随后拿出手机 给他老师拨过去电话 江浩则蹲在了杜边大麻的面前 你不准备交代点什么吗 杜边大麻突然大喝一声 交代 交代你麻个泡泡 说着 他便运转体内能量 准备自爆 他已经想好了 就算不能杀了江浩 也要让江浩受伤 然而就在他准备自爆的时候 江浩突然伸手在他身上点了两下 杜边大麻身体一僵 刚刚还在体内奔腾的能量 瞬间熄火 杜边大麻还想要再次运转能量 可却一点力气都是不出来 这让他不由脸色大变 你对我做了什么 江浩玩味一笑 让你冷静冷静 这么大岁数了 不适合这么冲动 巴嘎 杜边大麻都要恨死江浩了 却又对江浩无可奈何 这时 沈梦里走了回来 对江浩摇头 他老师的电话给是没打通 江浩眉头一皱 电话还是打不通 那岂不是说 他们这一趟要白跑了吗 江浩刚要说话 沈梦里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沈梦里一看 正是他老师打来的 连忙接了起来 并且打开了免提 老师 你那边什么情况下 怎么不接电话呢 袁平苦笑一声 别提了 我去北城进行拍卖 确实见到了乌金 但想要得到乌金 必须帮卖主一个忙 这两天给我忙完了 你那边什么情况了 还顺利吗 顺利啥呀 沈梦里将来到归天国后的事情 说了一遍 老师 我们在渡边大麻储物装备里 并没有找到任何魔物的皮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魔物的皮啊 不行 我们自己去找吧 沈梦里说完 袁平陷入了沉默 半晌才开口 是归天国特有的引力兽的皮 在归天国严谨杀害引力兽 沈梦里问道 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算了 回来吧 没有引力兽的皮 我想想办法 找别的东西代替吧 袁平叹了一口气 沈梦里与袁平聊了两句 这才撂了电话 沈梦里叹息道 看来咱们这一次 注定要白跑一趟了 那也未必 江浩说着 看向了渡边大麻 渡边大麻冷哼一声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死不可怕 可怕的是 生不如死 你说呢 江浩淡然一笑 渡边大麻咽了一口唾沫 你什么意思 明说了 我不信你手上没有引力兽的皮 另外我也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们 我说了 你们就会放过我 不能 不过你说了 我可以让你死得轻松一些 你不说的话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渡边大麻文言 嘴角抽搐 这他娘的 说的是人话吗 江浩见渡边大麻不说话 立即施展奎花点血手 在渡边大麻身上一顿点 起初渡边大麻还没有反应 可很快 他就感觉自己 浑身扫痒异常 但他被控制住了 根本动不了 这股扫痒异的感觉 越来越明显 让他十分难受 就仿佛身上有无数只蚂蚁 在不断啃食着他的身体一般 啊 渡边大麻发出痛苦的哀嚎 可江浩却始终不为所动 梦里 你去别墅里看看 我怀疑 他将引力兽的皮藏在了别墅内 我让赤霄跟着你 江浩说着 将赤霄从手上拿下来 递给了沈梦里 沈梦里点了点头 接过赤霄便走进了别墅 江浩目光再次落在了 渡边大麻的身上 此刻渡边大麻双眼赤红 嘴角更是不受控制地流出口水 口中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哀嚎 求求求求求你 给我一个痛 痛快的吧 渡边大麻终于坚持不住了 开始向江浩求饶 然而江浩文言 却依旧不为所动 就站在原地 默默地看着渡边大麻 渡边大麻艰难地说道 我说 我 我全都 说 求求你 别再折 折磨我了 可江浩依旧没有罢手 再等了几分钟后 这才伸手 在渡边大麻的身上轻轻一点 渡边大麻身上的扫痒 感觉顿时消失不见 渡边大麻大口地喘着粗气 如同一条快要渴死的鱼一般 江浩淡淡地说道 我给你解决 是让你交代的 不是让你在这里享受的 我说 江浩的声音 吓得渡边大麻一哆嗦 此刻 江浩在他眼里 就是恶魔一般的存在 隐离兽的皮 在我卧室床头暗格之中 我之所以陷害你们 是因为我基于市长之位 已经很久了 这次你们过来了 让我感觉到机会来了 所以特意让管家 引诱你们去市长办公地地方 并且提前在那里布置了杀手 渡边大麻没有再耍花招 立即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交代了一下 渡边大麻可怜兮兮地看着江浩 该说的我都说了 求你给我一个痛快的吧 刚才的酷刑 我真的不想再忍受了 江浩文言 倒也没有废话 三菱刺一挥 渡边大麻倒在地上 脸上露出解脱的神情 江浩剑审梦里还没有出来 便走进了别墅 与此同时 因为这边的动静太大 引来了不少人 其中不乏警方与樱花会的人 钟云剑 黄剑与两人 刚刚走到一个街道上 就被赶来的人堵个正着 两人虽然奋力反抗 可最终还是被抓住了 一位看上去很像领导的中年人 拍了拍钟云剑的脸 龙国猴子 你的同伴在哪里 巴嘎 你那里看到 我像龙国猴子了 钟云剑眼睛一转 随即露出愤怒的神色 我也在找那些龙国猴子 我身上的伤 就是那几个龙国猴子打的 一旁黄剑与诧异地 看了一眼钟云剑 这家伙为了活命 还真是连脸都不要了 舔口雕丝不屑地 看了一眼钟云剑 龙国猴子 别跟我耍花样 我们龟田国的男人 都一米四左右 你都快一米八了 你跟我装龟田国人 第250章 碧气锋芒 找到了 沈梦里从渡边大麻的床头 暗格之中 找到了引离兽的皮 这是一种通体银白色的兽皮 看上去十分漂亮 江浩伸手摸了摸 发现引离兽的兽皮 十分坚固 只是他不清楚 沈梦里老师 为何非要这种兽皮 这跟飞行武器 究竟有什么关系 沈梦里将引离兽的兽皮 收起来 随后跟江浩一起走出了别墅 刚一走出别墅 他们就看到了一群人 堵在大门口 为首的是一位身穿警服的中年人 在中年人脚下 还有躺着两个人 从他们的穿着上 就认出了 这两个人正是中云剑 黄剑与他们 只是此刻他们气息微弱 显然应该是被狠狠教训了一顿 江浩对于这些不感兴趣 他看向了为首的中年人 不等江浩开口 舔口雕丝率先开口 龙国猴子 束手就擒吧 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如果我说不能 江浩面色平淡 刚才他已经将这些人的实力 看了一遍 除了七位六阶觉醒者以外 其余的都是六阶以下的修为 根本对他构不成威胁 那你们就永远地留在这里吧 舔口雕丝也不废话 说完直接一挥手 身后那些觉醒者见状 立即二话不说 直奔江浩而来 一些觉醒者一边跑 一边开始变身 还有一些觉醒者 更是跑了几步 便停下来了 开始释放火球 锋刃等攻击 向江浩攻去 江浩见状也不客气 让沈梦里捂住耳朵后 立即气韵丹田 很快 在江浩头顶上空出现了一颗透明狮子头 好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江浩便已经施展出了施吼弓 顿时那些觉醒者 便如同割麦子一般 成片成片地倒在地上 除了六阶以外 其余的觉醒者 全部被秒杀 当然了 钟云剑 黄剑雨 以及田口雕丝 因为距离离得远 倒是幸免于难了 但其他人就没有好运了 田口雕丝 以及那七位六阶觉醒者 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一幕 有些不知所措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江浩没有理会他们的震惊 身形一动 便向那七位六阶觉醒者冲了过去 感觉到危险来临 七位六阶觉醒者回过神 连忙开始向江浩进行反击 只可惜 他们的反应虽然不慢 可与江浩却不在一个层次上 江浩手掌一番 三零次出现在手中 随即江浩如同狼入羊群一般 展开了屠杀 田口雕丝 见到情况不对劲 连忙拿出手机 开始请求支援 田口雕丝刚刚留下电话 七位六阶觉醒者便倒在了地上 生死未知 江浩手中的三零次上的鲜血 还在往地上滴血呢 江浩手持三零次 向田口雕丝走去 田口雕丝慌张地咽了一口唾沫 你 你别过来 我已经打电话通知人过来了 就你废话多 江浩说着 三零次猛地一挥 直接刺入了田口雕丝的腹部 田口雕丝瞳孔一缩 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浩 他没想到 此人竟然真的敢对他出手 他可是一方警长 然而江浩根本没有管他是什么身份 再次用三零次刺入他的体内 这两下 直接让田口雕丝歸西了 走吧 江浩招呼沈梦里一声 沈梦里撇了钟云剑 黄剑宇一眼 他们两个怎么办 自生自灭好了 说完 江浩便带着沈梦里离开了 至于钟云剑 黄剑宇 他看都没看一眼 这两个家伙 如果一开始客客气气的 他也就不说啥了 哪怕不客客气气的 也别临阵脱头 可这两个家伙竟然临阵脱逃 这样的人 已经没有救的必要了 沈梦里文言 犹豫了一下 最终什么也没说 跟着江浩离开了这里 对于钟云剑 黄剑宇 他也倍感失望 而在江浩他们离开后不久 这件事已经引起了归田国的注意 当即封锁了所有机场 只许进不许出 并且还开始搜索归田国的每一个角落 寻找江浩他们的下落 这下咱们麻烦了 沈梦里苦笑一声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如果归田国整个国家都要对付他们 他们根本无路可逃 江浩不在意地说道 没事 先不用慌 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做 现在归田国的人都在找咱们呢 沈梦里没想到 江浩的心态竟然这么好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江浩想了想 然后说道 先去机场看看 实在不行 咱们就让直接飞回去 这样不好吧 万一他们在哪埋伏咱们呢 沈梦里脸色有些凝重 那就先等等看 等风头过了再说 江浩也觉得沈梦里说的有道理 他虽然有自信 但前提是八阶觉醒者不出手 如果八阶觉醒者出手的话 他也无能为力了 沈梦里点了点头 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江浩带着沈梦里来到了郊外 这里有一个废弃的居民楼 两人刚待一会 沈梦里的肚子就咕咕响了起来 沈梦里翘脸一红 有些不太好意思 好在江浩并没有嘲笑他 不然只怕他会更加无敌自容的 还好我这有一些储备 先简单对付一口吧 江浩手掌一番 从储物装备中取出一个餐桌 然后又从储物装备中 取出了一条不知名的魔物大腿 这是江浩之前考好的 虽然很长时间了 但由于一直放在储物装备之中 所以即便现在拿出来 依旧很新鲜 江浩拿出两个精美的小匕首 将其递给沈梦里一个 他自己一个 便开始在这条魔物大腿上 削肉吃 沈梦里有些嫌弃的 看了一眼江浩 不是他嫌弃这里的环境 也不是嫌弃这条魔物大腿 而是他很少吃这么油腻的东西 多少有些不适应 江浩倒没有什么顾忌 不过他依旧注意到了 沈梦里的不适应 猜测到了什么 他手掌一番 之前抢的糖果 全部拿了出来 这两个掺着吃吧 能解一些油腻 现在不太好出去找吃的了 沈梦里点了点头 他也知道当前的处境 好在他也不是矫情的人 现在能吃上饭 已经很不错了